女学霸许熙硕士毕业,正准备大展身手搞事业,一眨眼穿书了,还是一本古代甜宠文,成为了被报错的侯府小姐,系统,宿主,你的任务就是用你的高智商,刷琴棋书画积分,获取豪门公子爱恋,嫁入豪门,走上人生巅峰,成为人生赢家。 谢婶子,谢婶子,在家吗?谢氏正在厨房做饭,文言拿着锅铲走出门,朝院门外喊,谁啊?杀生吗? 院门外背着一捆柴的的少年挪了挪位置,视线跟谢氏对上,村外来了辆马车,看样子是有钱人,正跟村里人打听您呢。 我娘不放心,让我来跟您说一声。 有钱人?谢氏眉头皱起,玄机对阿生笑道,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 你还小,以后少背点柴,不行就多去几趟,小心累坏了身子,你娘心疼? 哎,那婶子,我走了。 阿生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口,谢氏的眉头这才又皱了起来,望着门外自言自语。 有钱人?谁啊? 龙家的院子不大,许熙站在窗前练字,把院子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 她一脸淡定地探出头去,对外喊了一声, 婶婶,你要再不进厨房,锅里的菜要糊了。 谢氏这才回神,赶紧往厨房里跑。 哎呦,我的红烧肉。 宿主,宿主,快快快,换身衣服,侯府的人来接你了。 许熙的脑子里响起十分欢快的声音,还伴着一阵蹦跋,仿佛有人在她脑子里手舞足蹈。 许熙眼都眉眨,仍一脸平静,十分淡定地在练着字,笔下的字吻如狗,不见一丝浮躁气。 她是五天前在现代出车祸,穿进这本名叫《古代幸福人生》书里的,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跟她同名同姓的女配。 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个傻逼系统。 小说里,女配许熙从小在生活在市井人家,父亲是个穷秀才,母亲病弱,全家靠父亲给人写书信,母亲做秀活,勉强度日。 结果在她十三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也因伤心劳累,没过几个月也相继去了,她成了孤女。 于是,她被叔叔婶婶接回了乡下,寄人篱下,成为了一个村姑。 在乡下待了不到一年,京城随平侯府来了人,说女配是侯府,二房嫡女,当年与许家大太太临世,抱错了孩子。 女配回府后,琴棋书话一样不通,穿衣打扮又十分村气,被贵女圈的人所看不起,连亲娘都不喜欢她。 在侯府及贵女圈中受尽欺负,名声很不好。 她搓脱到十八岁都没许到好人家,最后没办法,亲娘把她嫁给了一个被传有龙阳之好,名声极差的顽固子弟,婚后,许熙被丈夫及夫家嫌弃与折磨。 后来随平侯府在夺嫡斗争中战队错误被抄家,她当即被夫家修气,动恶惨死在一个大雪天里。 这个全称叫智慧让你走上幸福人生,部分障碍,系统的系统,认为女配之所以不幸福,就是因为她不聪慧,琴棋书话样样不会,读书写字,穿衣打扮也不精通,才华不够出众,这才落得那般悲惨下场。 系统在穿越时空黑洞时受了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只知道要改变女配的人生,实现智慧让你走上幸福人生的目标, 认出记忆。于是,她在掉落银河系时,在不同时空却在同一时刻死亡的人里,选中了智商最高,拥有硕士学位的许熙,让她进入系统道这书中来改变女配的人生。 许熙了解完这些,只想骂一句,妈的智障。 女配下场悲惨,真是因为不通琴棋书话,才华不够出众吗?这是哪门子逻辑? 如果女配情商够高,性格够坚毅,自尊自爱,积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算身处逆境,也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许熙知道,在现代以车祸去世,反正回不去,倒很乐意代替女配活着。 至于这条路怎么走,那就不是系统和书中情节能决定的了。 她会告诉智障系统,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 小夕啊,我出去看一看,窗外传来谢氏的声音。 好的,许熙高声应答一句,继续淡定的写她的字。 宿主,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梳个头换身衣服,别让侯府的人小瞧了你。 系统又在她脑子里蹦的。 闭嘴。 许熙在心里喝道,再蹦,老子就自杀。 系统,见系统终于安静如鸡,许熙十分满意。 果然是愣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的。 这句话太特没有道理了。 她跟系统绑定在一起,命运相连。 如果她弱一点,她肯定会被系统左右。 可她连死都不怕,系统就只能认怂。 看,果然是性格决定命运。 终于把一篇纸练完,许熙放下笔,后退一步端向, 就听脑子里钉的一声,系统播报,宿主智慧之加一。 虽说许熙不赞同系统的观点,认为有没有才华跟幸福与否不能成正比, 但不可否认,有才华跟没才华还是有区别的。 有才华的人更容易成为人生凝家。 院门外转来了一阵喧闹声。 许熙用正直把字押好,走出门去, 就看到一个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嘴里叫道,妹妹,京城有个侯府来人, 说你是她家小姐。 这是谢氏的大儿子,名叫许重文,比许熙大一岁。 他如今在县里的一个私塾里上学, 今日寻修,正好在家。 除了他,谢氏还有个女儿,名叫许雪,今年十三岁。 许熙还没说话,里长和祖佬就陪着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谢氏与一个五十出头的微胖妇人及两个丫鬟,相继跟在后面。 四人都穿着绸缎衣服,男的腰间挂着玉佩, 女的头上戴着金银首饰,一看就跟村里这些人全然不同。 看到,站在堂屋门前的许熙,大家都静了静。 族长反应过来,赶紧对那中年男子和妇人恭敬地道, 刘管家,软嬷嬷,这位就是熙井儿,贵府那位抱错的小姐。 哈哈,果然气质出众,跟咱们这些地理刨石的完全不同, 真不愧是侯府大小姐。 里长爽朗一笑,大家都点点头,纷纷应和。 里长这话,倒也不全然是拍马屁。 原主元在城里长大,秀菜爹和娘亲就她一个孩子, 百般疼爱,除了学些秀活,啥事都不用她干。 后来父母去世回到许家村,叔叔婶婶也没让她做事, 自然养得娇娇嫩嫩嫩的,皮肤雪白。 再加上原主容貌不错,许熙念书多年, 身上的书卷器和现代人那种从容自信, 让她自有一股独特的气质,往那里一站, 便能让人眼前一亮。 宿主,宿主,果然智慧能让人走上幸福人生路啊。 哈哈,系统兴奋地在许熙的脑子里蹦跋起来, 似乎还翻了几个跟斗。 许熙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给里长和组长行了个礼, 里长伯爷三叔公。 哈哈,系绞儿,这下好了,你可要回侯府,去享福了。 里长张承霖笑道,张承霖是隔壁村的,不是许家村人。 他是里长的,也算是官面上的人,凤承话张嘴就来, 完全不用像许家村的组长许承官那般, 还要自经身份,没好意思放下架子跟曾经的晚辈说这种凤承话。 许熙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面上却露出茫然之色, 问道,里长伯爷,这话怎么说? 他的目光在刘管家和阮嬷嬷等人身上扫了一下, 又问,这些人是谁? 族长许承官咳嗽了一声道,进屋说吧。 说着,转头对自家儿子许明生示意了一下。 许明生会议,在里长、族长、许熙、谢氏及刘管家一行四人进屋后, 他便将看热闹的人都拦在了外面,叫道, 大家都回去,别为在这里叽叽喳喳,丢了我们许家村的脸。 看到同样被拦在堂屋外面的许重文,许明生道, 文哥儿,你赶紧去看看你爹在哪儿,把他找回来。 我,我爹去县里了,估计得到下赏才回来。 许重文被侯府这架势弄得有点紧张,许明生皱起了眉头, 屋里,刘管家和里长,你推我让的一次坐下。 张承林便开口对许熙道, 西姐儿,你原是京城随平侯府二房的小姐, 当初生时被报错了,现在侯府的人来接你回府。 谢氏的嘴唇动了动,看着刘管家,欲言又止。 许熙瞪大眼睛,看了看刘管家, 再看看张承林,满脸的不敢置信。 好办上,他才像是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一般。 怎么,报错的。 张承林就看向了刘管家。 软嬷嬷开口了,小姐出生的时候是早产, 二夫人担心小姐养不活, 便带着小姐和奶娘上山去拜菩萨。 回来的半路途中,遇上即将临堂的许太太, 便下车帮了一把。 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族长许承关一眼, 又转头看向许熙继续道, 当时忙乱,然后不知怎么的就把孩子给抱错了。 许承关被软嬷嬷这一眼看得心里一跳, 谢氏坐在一旁看到这一眼, 心里也生出一股不妙来。 其他人心里则有疑问, 刚刚出生的孩子跟已生下来一段时间的孩子是有区别的, 别的不说,其代处肯定就不一样, 更不用说皮肤、样貌以及墙保穿着了。 侯府的奶娘在粗心, 难道连这一点也分不出来吗? 除非是有意, 可奶娘为什么有意调话孩子? 就算第一次生产的许太太不知新生,是啥呀? 许熙的亲娘,也就是侯府二夫人事后总能发现吧? 怎么过了十几年才来找孩子? 软嬷嬷看出大家在想什么? 解释道, 二夫人生小姐后身子就一直不好, 小姐一直是脱奶娘带的。 许太太生产时, 二夫人下车帮忙又受了疯, 头疼得厉害,一路都没看一眼孩子, 回去后请郎中养病又耽误了一段时间, 等在看孩子时, 孩子已长得看不出多少差别了。 看来二夫人也没多重视这个孩子, 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女。 许承官和谢氏都垂下了眼, 心里十分忐忑。 为什么奶娘会隐瞒孩子患错的事? 除非这件事打一开头, 就是许太太有意而为之。 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去侯府做千金大小捡, 所以花钱买通了奶娘。 奶娘或许贪钱, 或许对二夫人不满, 或两者兼而有之, 又因为二夫人对孩子不上心, 便铤而走险。 如若不然, 就算当时许太太不知道帮她的是谁, 侯府的马车是有标志的, 总能从路人嘴里打听到情况, 去侯府把自己的亲生女给追回来吧。 满屋的人各自思量, 就听许夕皱眉问道,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软嬷嬷苦笑, 那奶娘生怕事情败落, 一个月后就辞工离开了侯府, 回家后开了个杂货铺, 日子过得不错。 只前段时间她儿子死了, 她说儿媳妇客夫, 把儿媳妇措磨得不行, 孙女也被她虐待死了。 而媳妇忍无可忍, 便去衙门里告发了她, 侯府的老爷夫人, 直到这时, 才知道姑娘的下落。 这不, 一直到消息, 就派我们几个来接姑娘了。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谢氏一眼, 这样的事, 罪孽深重, 侯府本不想轻饶的, 但许太太已故去, 当年报警府里的五姑娘, 深得老夫人的喜欢, 二夫人也舍不得她回来。 再加上, 我们查到许太太对西姑娘还算不错, 侯府几位主子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追究当年的事了。 她看向许西, 所以, 今儿个就派刘管家和老奴来接姑娘回府。 这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极大, 组长和谢氏, 里长的脸色都十分不好看, 不过听到侯府不追究, 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 许西脸上的神色却没有一丝变化, 仍是嘴唇擒着一抹浅笑, 表情淡淡, 话这样说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 证据呢? 软磨磨一愣, 莫名其妙, 证据, 什么证据? 比如说, 当年报我的墙宝, 是否有侯府的标志, 或者你能说出墙宝的颜色, 花纹, 跟报我过来的墙宝的颜色, 花纹一致。 许西说着, 转头看向谢氏, 婶婶, 我小时候的墙宝可还留着, 或者, 您还记得当初的颜色, 花样吗? 我听我娘提起, 当初我出生的时候, 就是您去照顾她坐月子的。 这一回,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头脑里一下子都绕不过弯来, 谢氏被许西问得也一脸莫名, 不知所措地望着许西, 张着嘴, 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软嬷嬷虽说还不明白许西这是什么逻辑, 却还是解释道, 当年奶娘有意换错孩子, 姑娘身上的墙宝, 自然是许太太准备的, 报回府的五姑娘, 穿的才是侯府绣娘准备的墙宝。 那就是没有证据了。 许西看着她, 满眼无辜, 如果我跑到你家里去, 说一个故事, 然后说你家已长大成人的姑娘, 是我家的孩子。 她看了谢氏一眼, 你难道就这样让孩子跟人走? 无凭无据的, 平白无故跟人走, 莫不是傻子不成? 她站了起来, 我不是傻子, 所以,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除非你拿出证据来, 证明我是你家的孩子。 说完, 她朝里长, 组长蹲身行了一礼, 转身走出了堂屋, 屋子里一片寂静, 脑子慢一点的, 仍然没绕过弯来, 还觉得许西说得十分有道理, 可不是, 怎么可能随便来一个人说你是她家孩子, 你就跟人走。 谢氏的脸色十分复杂, 软嬷嬷却是气得脸色通红, 她冲着许西的背影道, 姑娘的意思, 是说我们是骗子罗, 我们随便侯府可是有皇家血脉的, 祖上跟太祖皇帝是堂兄弟, 如今虽降了绝, 却仍是京城的豪门贵族, 你一个小小农女村姑, 有什么值得我们大费周章的来骗你? 姑娘这话好没道理, 他们愚尊将贵的过来认清,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许西不说诚惶诚恐吧, 却也应该欢天喜地问都不问, 就跟他们回去。 侯府的日子, 哪是这乡下地方能比的? 便是认错, 只要能做侯府千金, 不管是谁, 都争抢着要去。 这女孩竟然说他们是骗子, 真是不可理喻, 岂有此理。 许西已听不到她说什么了, 她脑子里系统的叫嚷声已突破天际, 吵得她脑人疼。 你个智障, 给我闭嘴。 她一面进了自己屋子, 一面在心里喝倒。 我是智慧, 让你走上幸福人生, 部分障碍, 系统, 不是智障。 系统先例行抗议一声, 这才问她, 为什么不跟他们走? 你明知道, 她说的都是真的, 说你智障你还不承认。 许西比试, 你想想书里的园主, 倒是跟他们回去了, 有好日子过吗? 那位二夫人, 像是跟这个亲生女儿有仇似的, 人钱对她倒还可以, 可被地里不停地给她挖坑。 否则有亲娘的疼爱, 就算园主不够优秀, 也不会落到被所有人嘲笑欺负的地步, 最后还嫁了那么个东西。 系统噎住了, 不过她不甘心, 可你不回去, 怎么用你的智慧打他们的脸, 走上幸福人生路? 咱们来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 许西觉得有意义的很, 至少日子是她在过, 只要她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人生就十分的有意义。 不过这系统死脑筋, 跟她说这些完全是白费口舌。 她忽悠道, 只要我用自己的智慧走上幸福人生路, 不就完了? 为什么非得回侯府? 你们让我到这里, 不就是想让原主的人生重来一遍吗? 还是沿着老路走, 进了府被人欺负, 再随便找个人扎给嫁出去, 打又打不过他们, 抗争又抗争不了, 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重来一次有什么意义? 你以为琴棋书画书众, 许西的命运就能改变? 不,不能吗? 系统弱弱地问道, 不能, 许西回答得斩钉截铁, 可是, 系统还是没被她说服, 如果你琴棋书画精通, 才华出众, 那些贵家公子肯定会纷纷上门求取的, 有好的选择, 想来侯府的人也不会专门给你挑个人扎吧, 我问你, 你绑定我到这里来, 是不是看中我的智商了? 许西不打反问, 是, 系统其实很想不承认, 这女人无理都要缴三分, 更不用说这是事实, 她还是老实承认的了, 既看中我的智商, 你就该听我的, 许西道, 要不然, 你就毁掉我, 重新去绑定一个宿主好了, 世界终于安静了, 堂屋里, 老于事故的里长在许西出去后, 赶紧笑着打圆场, 哎呀, 西姐还是个孩子呢, 听到自己被报错, 十几年了才发现, 心里肯定没法接受, 说点气话很正常, 刘管家, 软嬷嬷, 你们大人有大量, 别跟孩子一般计较, 说着, 他转脸对谢氏道, 去劝劝, 人家侯府能让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吗? 谢氏嘴唇动了动, 表情极为复杂, 他站了起来, 走了两步, 终于还是没忍住, 转头问阮嬷嬷嬷, 既然西姐不是我们许家的孩子, 那我亲侄女呢? 阮嬷嬷嬷也知道, 今天不把人接走, 她是没法回府交差的, 还得靠谢氏去劝许西, 他道, 五姑娘一直在侯府精尊玉贵地长大, 老夫人, 夫人都很疼爱她, 老夫人, 夫人的意思就由她留在侯府里, 仍算侯府的姑娘, 到她出嫁时, 嫁妆跟其他姑娘一样, 你们也可以去看她, 跟她如亲戚一般走动, 那就好, 那就好, 谢氏连声道, 只要孩子好, 把她放在侯府, 死去的大嫂得偿所愿, 在地下应该也能放心了, 要是把那孩子接回来, 想来大嫂也是不愿意的, 更何况, 那样家庭养大的孩子, 是他们这种农户人家能养得起的吗? 接回来, 她去哪儿给那位姑娘寻一门好亲事去? 谢氏出了堂屋, 去了许希屋里, 看到许希正在嬷嬷, 似乎打算练字, 希杰儿, 她唤了一声, 许希转过头来, 看她一眼, 你是来劝我去侯府的? 谢氏张了张嘴, 却一个字说不出, 她走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嬷嬷看着许希一脸平淡的嬷嬷, 好半上方问道, 你为什么不想去呢? 那里有你的亲生父母, 现在使气, 万一软嬷嬷他们走了, 你再后悔, 可就晚了, 许希放下墨定, 走过来坐到谢氏身边, 认真地道, 侯府, 我是不会去的, 如果你跟叔叔不要我, 我就搬回城里一个人住, 许家老大许永曾考上秀才十才二十岁, 他自然是不甘心, 只不于秀才这点功名的, 为了方便去献学学习, 也方便抄书写信, 养家糊口, 父母去世时, 他跟弟弟分了家, 把分得的乌产卖给弟弟, 自己再借了点钱, 加上手头的积蓄, 在城里买了的小院子, 夫妻俩去世后, 许希被接回村里, 那里就被租了出去, 怕谢氏有想法, 许希又道, 那是你们许家的宅子, 我是不会要的, 给我半年时间, 等我赚到钱能养活自己, 我就把宅子疼给你们, 西姐儿, 你明明知道, 婶婶不是这个意思, 谢氏脸上有着被误解的羞脑, 你就算不是大哥大嫂的亲生女, 可养了这么多年, 也算是我们家的养女了, 这里是你的家,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城里的宅子也是你的, 婶婶不会有什么想法, 那就好, 许希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她知道许永逸夫妇是厚道人, 对原主是真心疼爱, 否则, 依着古代的礼法, 女子是没有继承权的, 许永曾夫妇去世, 西夏又没儿子, 财产便是由许永逸这个弟弟继承的, 许希就算是他们的女儿, 也分不到财产, 许永逸夫妇能养活她不虐待她, 长大后把她好好嫁出去, 就是人至义尽了, 可许永逸夫妇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给歌嫂办葬礼时当众表示, 那宅子是许希的, 以后她出嫁, 会给她当嫁妆陪嫁过去, 在她出嫁之前, 出租宅子的租金一半给许希做生活费, 一半让她自己存着做嫁妆, 收纳一半生活费, 也是为了不让许希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为着这个, 这些年上门给许希提亲的人不少, 只是原主一个没看上, 许永逸夫妇不愿意勉强她, 这才没有定下亲事, 审慎, 因为这份善意, 许希对谢氏比对系统更有耐心, 如果许希被人换走, 你当时会不会发现, 就算当时没及时发现,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 你会不会起疑心, 从而追查当年的事, 谢氏毫不迟疑地点点头, 当然会, 她是个疼爱儿女的母亲, 怎么都想不到, 作为一个亲娘, 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母子连心, 就算当时生病无法抚养, 过后也肯定能发现端倪, 绝对不会让人糊弄了去, 所以, 她完全无法理解二夫人, 可见侯府的那位二夫人, 是个对孩子不上心的, 当时她都不上心, 现在我跟她就和陌生人没两样, 她就更不会上心了, 我听说, 这些豪门贵族最会捧高踩低, 规矩又大, 亲娘都对我不上心不疼爱, 别人还会对我好吗? 到时候, 我被人欺负, 找谁哭去? 要是他们拿我去联姻, 随随便便把我嫁给一个妻妾成群, 婆婆恶毒的顽固, 我这一辈子就毁了, 谢氏只有一儿一女, 他们跟兄嫂两家, 有兄弟和睦, 轴里相得, 谢氏对许夕是真心疼爱的, 就算许夕不是许家的孩子, 但十几年的感情, 又岂是一句话能磨灭的, 想一想许夕描述的情景, 她就动摇了, 觉得侯府似乎真不是好去处, 她叹口气, 你不想回去, 叔叔婶婶自然不会逼你, 只是侯府那边会同意吗? 你终究是他们的血脉, 他们不可能任由你流落在外的, 系统一听这话就激动了, 她一直没放弃让许夕回侯府的想法, 她嚷嚷道, 是啊是啊, 侯府不会让你流落在外的, 趁现在有人来接, 赶紧跟他们回去吧, 许夕没理系统, 对谢氏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对系统对得爽, 忽悠谢氏也有一套, 但她心里明白, 这件事不闹出来还好, 可现在是京城府影查出此事的, 消息定然会在京城贵族圈里流传开来, 侯府已在贵族圈里垫底了, 再闹出孙女流落在外, 而不领回的是, 随平侯府就要沦落为笑柄, 极力想让随平侯府重回贵族圈的侯老夫人, 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她这个丝毫没有感情的孙女的意愿, 完全不足一提, 而让她回府, 在随平侯府看来也十分简单, 只要用种种手段威胁逼迫徐永义一家人即可, 比如给许崇文设个圈套, 让她坐牢, 或让书院直接把她赶出来,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侯府即便在京城贵族圈里垫底, 想要搞一搞许家这样的普通老百姓, 那也只是动动嘴皮的事, 许永义和谢氏对她再好, 也好不过自己的亲生儿女去, 到时候许家自然不敢再收留她, 许夕除了回侯府再无选择, 有侯府在, 官府是不可能给她立女户的, 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拖一拖, 她要利用这点时间办些事, 增加自己在侯府的话语权, 而不是进了府后任人摆布, 系统, 你为什么不让我重生的时间早一点, 哪怕早半个月都好啊, 她埋怨系统道, 早众生半个月, 她就能从容布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两眼一抹黑, 却立刻就要面临复杂局面, 应对各方人士, 实在太被动了, 系统, 这是她能选择的吗? 如果能选择, 她现在最想换的不是许夕众生的时间, 而是不绑定宿主这个王八蛋, 谢氏看着许夕虽然稚嫩却坚毅的脸, 犹豫着点了点头, 那现在怎么办? 她问道, 那些人还在堂屋里等着呢? 你就说, 劝我劝不动, 你很劝险, 我就嚷嚷说, 你不要我了, 要去寻死。 好, 许夕又问, 许雪在外面吗? 你出去后, 悄悄让她到我这儿来。 谢氏平时也是个泼辣爽利的, 只是换孩子的事, 他们许家里亏, 许夕又不是许家的孩子, 方才显得气短。 这惠子知道了许夕的打算, 她心里有了底, 便也恢复了平时的泼辣爽利。 她出了屋子, 走到儿子面前, 悄悄吩咐了她一句, 便回了堂屋, 一脸为难地把许夕的话说了。 夕姑娘怎么会放着侯府千金不作, 一心只想做一个村姑, 阮嬷嬷看着谢氏满脸狐疑。 众人还没品味出她话里的意思, 就听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刘管家开口道, 想来夕姑娘不愿意去, 是对侯府陌生, 跟我们也不熟, 怕就这样跟着我们离开遇上危险。 姑娘年纪不大, 做事倒挺谨慎稳重。 说到这里, 她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这样吧, 许儿太太, 你带着儿子跟我们走, 一起去侯府。 一来认认门, 二来也见一见五姑娘。 三来嘛, 虽说这一切都是许太太造成的, 但适者已适, 老夫人, 夫人都是善心的, 不会追究什么, 还会对你们善待夕姑娘表示感谢, 到时候自有一份谢礼给你们。 她笑了笑, 想来有你们陪伴, 夕姑娘就不怕了。 等她去了侯府见了亲人, 知晓了那里的富贵显赫, 不用你们劝她都会留在那里。 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更何况, 那是她的家, 她本应该在那里生活长大, 被亲生父母疼爱的。 对对对, 这样好, 这样好。 李长笑道, 刘管家不愧是大户人家的管家, 想的就是比我们周到。 我看, 就这样办吧。 说完, 组长一直不作声, 是想等许永义回来定夺此事, 不想事后落埋怨。 不过她听到说侯府不会追究许家的责任, 还会给一笔谢礼, 就觉得许永义就算在场也不会不同意。 毕竟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了。 她对谢氏点点头, 就这么办吧。 谢氏一下子为难起来, 要是这个方案她还不同意, 那就是有意为难随凭侯府了。 刚还没听出软萌萌那意思吗? 分明是说她想借许希的口敲诈侯府一笔, 这才挑唆着不让许希答应回去的。 他们许家家风轻正, 名声一直极好, 她不能因为许希的胡闹, 把许家的好名声给败坏了。 以后儿子考功名, 女儿出嫁, 都要被影响。 她迟疑着起身正要, 再去跟许希说说, 就听外面一个清脆的女生在喊, 来人啊, 快来人啊, 姐姐上吊了。 听出是女儿许雪的声音, 谢氏脸色大变, 提着裙子就冲了出去。 其他人慢了一拍,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也跟着出了门。 尤其是软萌萌, 才想到上吊的是许希, 微胖的身子跑得比谁都快。 如果他们来接人, 却逼得被接的侯府千金上了吊。 就算她和刘管家在老夫人面前有面子, 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 刘管家是个沉稳的, 她见软萌萌一反应过来跑得飞快, 心下微松, 脚下慢了下来, 让里长和族长看到她不雅的样子, 必会影响侯府声誉。 谢氏从许希屋里出来, 也不过是半盏茶功夫, 就算上吊也不会这么快丧命。 这个时候, 自然顾及声誉要紧, 也是因为想着这个, 阮嬷嬷才拼命往前冲。 阮嬷嬷上了年纪, 平时也养尊处优的, 哪里跑得过干农活的谢氏? 待她气喘吁吁地跟着许雪进了一间屋子, 就看到谢氏一把抱住正往绳子上挂的许希。 放开我, 你不要, 只要你不想走, 沈沈养你一辈子, 快别说这种戳心窝子的话。 谢氏明知许希再演戏, 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姐, 姐, 你别死, 我哪儿也不许你去。 许雪也抱了上去, 你儿仨哭成一团。 阮嬷嬷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抱着手臂漠然不语。 刘管家见阮嬷嬷没进去, 想来应该没事, 便没有再拦着, 与里长, 族长一起走了过来。 看着抱着哭成一团的三人, 她也皱起了眉。 阮嬷嬷对她叹道, 今天这事, 难办了。 本来她以为, 来接个人而已, 小姑娘欢欢喜喜地被接回, 许家人因为许氏偷换嬷儿的事, 也不敢阻拦讨要银子, 这件事会很轻松, 却不想这小姑娘也不知哪根筋搭错, 竟然死活不去侯府, 还以死相逼。 后来谢氏劝说不动许希, 阮嬷嬷也没太过当回事。 就算许希不愿意, 她也打算一边说好话, 一边叫两个力大的丫鬟, 直接把许希驾上马车, 就能把事情解决掉。 看热闹的人都被拦在了许家大门外, 不明真相的人哪里会知道许希会放着侯府千金不当, 死活要留在这农家小院不走。 只要许希被驾上马车, 她再说几句场面话糊弄过去, 马车一走, 许希再闹腾也没用了, 别人只会羡慕她命好。 知道真相的里长和组长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会多说什么。 谁曾想竟然闹到了这个地步? 刚才那小姑娘的叫喊声, 可是院里院外的人都听见了。 这种时候, 他们再强行把人驾上马车, 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们。 这里是许家村, 舆论可不会站在他们这边。 要是因为这是处理不好而影响了侯府的声誉, 侯爷绝不会轻饶他们。 刘管家也叹气, 道, 算了, 先回去吧。 软嬷嬷点头同意, 刘管家便对里长和足常道, 既然希姑娘不想走, 我们也不能硬绑他回去。 接着先这样吧, 等秉了侯爷, 夫人在座定夺。 里长和组长还能说什么? 只能说好, 送走一行人。 又应付了看热闹东问西问的许家村人, 谢氏关上院门, 松了一口气之鱼, 忧心忡忡。 他知道, 这件事没完。 宿主, 宿主,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许希脑子里忽然响起一阵激动的声音。 许希眼皮子都没抬, 什么好消息? 系统障碍被修好了一部分, 可以开通系统商城了。 宿主, 宿主, 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积分, 就能兑换商城里的东西, 价格实惠, 量大从优。 你快追上软嬷嬷, 跟他们回侯府。 跟着侯府请来的先生学琴棋书画, 赚更多积分, 买更多系统商品。 系统的声音欢托得都破了音。 许希眼珠子转了转, 把徐雪打发出去, 关上房门, 对系统道, 你把商城里的东西给我看看。 打他从这世界醒来, 系统都是以声音的形式在他脑子里与他交流, 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系统是什么样子。 至于商城里的东西, 他更感兴趣, 要是有什么大力丸, 洗水单之类的东西就好了, 再不计, 给他来个电脑, 手机, 让他上网看看小说玩把游戏, 那也美滋滋不是。 这古代的生活绿色养生, 却实在无聊的紧, 连多余的书也没几本,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发霉了。 而且, 系统搬出商城来, 是不是被他不回侯府逼的? 如果他乖乖按剧情走, 回侯府努力刷智慧值, 系统是不是就直接把商城给魅下了? 这么一想, 他似乎了解了系统的尿性, 系统还不知自己在这个狡诈的人类面前露了底, 凭空把商城展现在了许希面前。 许希看着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虚拟光幕, 问系统道, 这光幕, 别人看不看得见? 看不见的, 只有宿主才能看到。 系统道, 许希这才放下心来, 仔细看了看商城里面的东西, 然后, 他的脸色就变了, 智障你给我滚出来, 听出许希的咬牙切齿, 尽管知道他打不着自己, 系统莫名的仍觉得有些怂, 对对方换自己智障也没什么感觉了。 他弱弱的问道, 宿主, 石, 什么事? 许希指着弱大光幕上那孤零零的图标, 气急败坏, 你说的商城, 就是这个, 只卖一样破烂玩意儿, 那, 那不是破烂玩意儿, 那是美颜丸, 吃一个, 能让您拥有盛世美颜。 系统气虚地解释了一句后, 似乎拥有了底气, 语气变得兴奋起来。 宿主, 你要知道, 不管在哪里, 都是看脸的事件。 如果你拥有谁也比不了的盛世美颜, 是不是能横着走? 侯府里那些渣渣, 还敢在你面前自命清高, 看不起你, 嘲笑你吗? 哼, 许希冷笑, 解释凭才华吃饭的, 不凭脸。 而且, 他脸也不丑, 虽不倾国倾城, 却也终上之姿, 还是个气质美女。 再说, 说你蠢, 你还真蠢。 他又道, 我没有自保能力, 在这强权世界, 空拥有美貌, 那不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红颜薄命, 你听说过没? 老皇帝宣我进宫, 后宫里的妃子妒忌我美貌, 直接把我这没什么靠山的女人暗算了。 不过几年, 恭喜你, 你就能拥有新宿主了。 他插着腰, 恶狠狠地道。 我说, 你想换新宿主趁早说, 我现在就马上自杀, 你就可以去投奔新宿主了。 系统, 又来这招。 他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憋屈, 洋装委屈地道, 宿主, 你怎么这么想我? 我绑定宿主, 是看中了宿主的高智商, 可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 能入得了我的眼的。 你少忽悠我。 许希不为所动, 赶紧地把其他好东西拿出来摆上。 那美颜顽屁用没有, 还贵得出奇, 需要智慧值一万。 特么的, 他写一篇毛笔字, 手都写断了, 才能得一个智慧值。 那他什么时候, 才能买得起东西? 没了, 真没了。 系统这一下是真委屈了, 开启商城, 是需要能量的。 我实话跟你说吧, 本来我是打算, 等你攒够几万智慧值, 才用那些智慧值开启商城的。 这样我自带的那点能量, 就能保存下来。 骗你不愿意回侯府, 想赚几万智慧值, 谈何容易。 所以我才把家底子拿出来, 开启了商城。 往后, 咱们可别遇上什么事。 一旦你遇上危险, 想让我帮忙。 我没能量, 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丧命。 到时候, 咱俩都得完蛋。 说到后面, 系统沮丧到了极点。 许希, 我料你个大曹。 这系统得有多希望他按原剧请走, 回侯府去刷智慧值打脸啊, 都不惜拿仅存的能量来开商城, 偏着垃圾商城还没鸟用。 这是不坑他吗? 不过, 想拿这个来威胁他回侯府, 让他乖乖听话, 没门。 他冷着脸道, 既然这样, 那咱们也别回什么侯府了。 那里多危险啊? 一不小心就被谁暗算了? 咱们就在这小山村里待着, 虽然吃的用得不怎么样, 但也没有什么危险不是? 往后实在待不下去要出嫁, 我就嫁个家里人口简单的老实人。 凭我的智商和上辈子的见识, 赚点小钱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 咱们不求曾经拥有, 只求天长地久, 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系统傻眼了, 他这宿主怎么这么难搞? 都这样了, 还不肯按原剧情走? 他绑定的到底是个什么流氓宿主? 完全是软硬不吃啊。 看着许希气定神闲地上了床, 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 似乎要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样子, 系统彻底慌了神。 别, 别啊宿主, 我给你扣个底, 你现在练的字太低级, 所以练一篇才指的一个智慧值。 等你的字上了一个台阶, 练一篇字就有两, 你想想, 小学生写的字, 能跟大师写的比吗? 智慧值是按价值高低给的。 另外, 琴琪书画也如此, 没兴趣, 许希懒洋洋的道。 系统, 他一咬牙, 这样, 等你攒够一万智慧值, 我会让商城多一样商品。 许希睁开眼, 来了点兴趣, 是什么? 美声完? 切! 许希翻了个白眼, 转身趴在床上, 直接用后脑勺对着系统。 系统半天没作声, 似乎再翻自己的家底。 等许希都快要睡着了, 他才忽然间又出了声, 敏捷完。 许希瞬间清醒, 不过他没有睁开眼, 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 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地问道, 多少智慧值? 系统暗息, 提醒自己要稳住, 报了个数字, 三万。 哦, 许希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就再也没有了反应。 宿主? 宿主? 系统连声叫嚷, 敏捷完你都不要, 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许希勉力睁开眼, 哈欠连连, 敏捷完勉勉强抢还凑合吧, 只是太贵了, 也不知道过个十年八年的, 我能不能攒够三万智慧值, 且等着吧。 眼见着许希真要睡过去了, 系统尖着嗓子嚷道, 两万, 两万智慧值, 再不能少了。 这东西, 都是我花两万五从商城买来的, 亏本卖给你, 两万你都不要, 我也没办法了。 说到后面, 他都带上了哭腔, 再没有比他混得更惨的系统了。 特么的一文钱没赚不到说, 还往里填了N多的钱, 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 他还能更惨点吗? 许希在心里给自己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就彻底沉入了黑田香中。 当刘管家和阮嬷嬷一行人的马车回到京城时, 随凭侯府的正堂里, 或坐或站着一群女人。 侯府老侯爷膝下三两女, 大儿子和大女儿都是侯老夫人所生, 二儿子、三儿子和小女儿则是树出。 老侯爷去世, 侯府也没有分家, 现如今堂屋里坐着的, 就是三个房头的夫人和他们的儿媳妇, 未出嫁的女儿, 再加上丫鬟婆子, 急急挨挨, 可不是一屋子人。 坐在老夫人下手的侯夫人诸世, 看到二夫人卫世坐立不安的样子, 不由笑着安慰道, 弟妹, 别着急。 这个时辰了, 想来他们也该回来了。 说着他吩咐丫鬟, 去门口看看, 软嬷嬷他们回来赶紧来禀报。 丫鬟音声去了, 当年也不会把亲生女儿给弄丢了。 二夫人卫世虽然低着头没有回嘴, 但板着一张脸满脸不高兴, 眼里还闪过一抹怨毒之色。 坐在他身后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一低着头脚着手帕, 这正是跟许夕报错的那个孩子, 名叫赵如雨。 侯老夫人见状, 朝他招了招手, 叫道, 于姐儿, 过来祖母这里。 赵如雨抬头看了侯老夫人一眼, 站起身来, 慢慢走了过去。 侯老夫人道, 你姐姐毕竟是咱侯府血脉, 接她回来, 你可不能多想。 你在家里这么些年, 祖父和你父母没少疼你, 早把你当亲生的看待。 你亲生父母也没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 往后啊, 你仍跟以前一样, 知道不? 赵如雨心里冷哼一声, 说什么疼她, 还不是看中她有利用价值。 她打小就知道母亲不疼她, 又因为父亲是树出, 母亲的性子也不讨喜。 老夫人, 夫人带二房的所有孩子也只是面子情, 母亲一直看不起父亲, 随着外祖的升迁, 她在二房里形势越发跋扈。 但也不知是鸡威还是曾在老夫人, 大夫人手里吃过亏, 她在两人面前却是不敢放肆的。 也因此, 赵如雨觉得只要讨好了老夫人和大夫人, 获得了他们的欢心, 她才能过上好日子, 起码以后给她定亲, 老夫人, 大夫人也能尽心些。 母亲那里是绝对指望不上的。 而有老夫人, 大夫人做主, 母亲也不敢多说什么。 所以赵如雨打从九岁想明白这一点起, 就百般地讨好老夫人和大夫人在他们面前装乖巧, 学什么东西也拼命地去学, 让教导嬷嬷在老夫人, 大夫人面前夸赞她。 也因此, 老夫人和大夫人对她也渐渐看重了起来, 到了她十三岁, 大夫人出去交际, 总会将她戴上。 她也没有辜负大夫人的这番心, 每次都能将别的小姐给比下去, 获得众位夫人的夸奖。 就在今年赏和宴上, 平南侯二公子看重了她的容貌和她显露出来的才学, 央求母亲要来跟侯府提亲。 平南侯夫人便托人跟大夫人透露了结亲的意思。 古代的封爵的承袭分为世袭罔替, 世袭两种, 前者在承袭时按原爵承袭, 后者承袭的时候要比照被承袭者的爵位将一等承袭。 当然, 除世袭爵位外, 很多封爵只是终身爵, 生死绝除。 而大晋朝却没有世袭罔替的例子, 都是世袭和终身爵。 随兵侯府就是从亲王, 郡王, 国公一直降等到现在的侯爵的。 等现在的随兵侯一死, 世子继承的时候就要降到伯爵了。 本来从国公爷降绝到侯爷, 随兵侯府在贵族圈中也不犯丢粪, 因为这很常见。 但人家被降绝的, 男人们或在朝堂上人高官, 或在军中担要职, 总有那么一两个有出息的, 能支撑着家族不道。 可现任随兵侯爷自小多病, 文不成武不就, 二老爷和三老爷都不是有出息的。 当然, 一方面是资质不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输出, 老夫人打压着他们不想让他们太有出息, 超过自家亲儿子的缘故。 而小一辈里, 几位少爷的表现也平平。 再加上在国公爷在世时, 府里出了好几件倒霉事, 花了不少钱, 把家里的积蓄花光了。 后来国公爷生病拖了几年, 医药费事的大开支, 每天名贵药材跟流水似的, 府里实在支撑不下去, 卖了许多宅子、 铺子和田地, 随平侯府的衰败, 在京城众人眼里是可以预见的。 这种日渐衰败的贵族, 在贵族圈的婚姻市场里, 自然是不受待见的。 也因此, 无论是随平侯世子赵敬轩, 还是其他几个货敌货数的少爷、 小姐, 婚配时都不大如意。 去, 嫁的人家, 要不跟侯府一样都是日渐衰败的, 要不就是没有根基的五、六平小官。 而一个家族是否能兴旺起来, 一个是靠后代自身的本事, 一个是靠联姻。 现在侯府的后代都不能干, 联姻的对象档次也越来越低, 如此下去只能是恶性循环, 越来越衰败。 为了这个, 侯老夫人唐氏, 愁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要让他培养与他争丈夫的姨娘们的儿子, 替代他亲儿子、 亲孙子, 从而换取侯府荣华富贵的延续, 他也是万万不肯的。 所以, 这些年他除了培养亲孙子们, 就是想让孙女们嫁得好一些了。 而看上赵如雨的平南侯府陆家, 就不一样了。 平南侯本身是一品将军, 后来在对敌实力了大功, 被封为侯爵。 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军中骁勇善战, 还各个熟读兵书, 虔诚可期, 一家人很得当今皇上看重。 陆家可谓是贵族圈里的新贵。 在这种情况下, 赵如雨能被平南侯夫人看上, 想配起他亲生的二儿子, 可见侯老夫人是如何高兴了。 这在众多孙子孙女的亲事里, 算是一门极好的亲事了。 而且, 跟平南侯夫成了亲家, 往后随平侯夫的小姐们说清就有了底气。 毕竟跟新贵平南侯夫成为莲金, 对很多人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赵如雨很清楚, 有这么一桩婚事在, 即便还没定亲, 侯老夫人也不会把她送回许家去。 不光不会送, 还会对她比以前更好。 前世, 侯老夫人也跟赵如雨说过一样的话。 当时14岁的赵如雨 并不清楚侯府的处境 和自己这桩婚姻对侯府的意义 当即感动得不行, 一心一意想要回报侯府对自己的恩情。 后来侯府出世, 她极力斡旋, 不过一点用都没有, 连累的她自己在平南侯府的日子 也不好过起来。 可现在, 看清楚这一切的赵如雨, 心里却是一丝波澜也没起。 她内心冷静到甚至冷漠, 但上辈子多年的内宅生活 让她演戏的技术炉火纯青, 眼泪说来就来。 她眨眨眼, 两行青泪滑落下来, 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她低头哽咽着硬道, 是, 如雨知道了, 这才怪。 侯老夫人慈爱地拍了拍她的手, 又道是, 你原排第五, 你姐姐比你大一个多月, 她如今回来, 你就往后摸一下, 排第六。 说着, 她抬起头扫尸了屋里一眼, 道, 传下去, 往后就换五姑娘为六姑娘, 新回来的西姑娘则是五姑娘。 是, 屋里的丫鬟婆子都齐齐应声, 老夫人, 夫人, 二夫人, 软嬷嬷她们回来了, 屋外跑进来一个丫鬟, 连声禀道, 大家都精神一阵, 抬眼朝门外看去, 不一会儿, 刘管家, 软嬷嬷和两个丫鬟进来了, 跪下朝上磕了个头, 在他们身后没看到人, 又见这几人行大礼, 侯老夫人的脸色一沉, 人呢? 你们去接的人呢? 老夫人, 西姑娘说咱们没凭证, 不能证明她是侯府的孩子, 因此, 她不肯跟咱们回来。 软嬷嬷道, 大家都愣住了, 一回到二夫人身后坐下的赵如雨, 更是吃惊的失态的张大了嘴巴。 这是, 怎么跟上辈子不一样了呢? 上辈子, 许夕可是一接回来了, 一股的小家子气, 行尸畏畏缩缩的, 说话做事都上不得台面。 第一次见面, 老夫人和夫人就不喜欢她, 连带着一再的像刚才一样, 讽刺埋怨二夫人。 二夫人似乎本来就对许夕不喜欢, 再加上老夫人和夫人为这事屡语教训她, 她越发地讨厌许夕, 于是她对许夕就跟对她这个养女一般, 人前显得热络亲密, 被地里各种挖苦, 冷落, 甚至折磨。 许夕作为一个小户人家养大的孩子, 进侯府后就各种自卑, 再加上二夫人这个亲娘也如此对待她, 府里那些踩高捧低的奴仆们对她也没有了半分尊贵, 让她变得更加抑郁自卑。 后来年纪到了, 要谈婚论嫁, 大夫人出门的时候带她出去交际, 她各种出错在京城贵女圈中都成了笑饼。 侯府一直在走下碑路, 顶级贵族圈侯府已经进不去了, 平时都是跟一些跟侯府同样处境和那些五六平小关的夫人交际。 许夕的身世本就被人津津乐道了, 她这么一出丑, 更是让侯府被人耻笑。 当时老夫人气得不行, 干脆下令不要带她出门。 于是许夕一直蹉跎到十八岁, 才由二夫人做主, 嫁给了一个家境不怎么样, 名声还十分不好的男人。 赵如雨记得清清楚楚, 许夕上辈子就是今天被接回来的, 因为今天是赵如雨的生辰。 虽然二夫人不重视, 但大夫人会让厨房给她专门做几样爱吃的菜, 还会给她栽一身新衣, 府里的姐妹便也会送她点小礼物。 可因今天许夕要被接回来, 除了堂姐和堂妹, 谁都没顾得上她的生辰。 但事情跟上辈子相比, 竟然不一样了。 许夕不但没有乖乖跟阮嬷嬷回侯, 她还说什么没有凭证, 不能证明她是侯府的孩子, 所以不肯回来这样的话。 赵如雨不知道, 刚才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这是许夕能说出的话吗? 许夕不会跟她一样, 也重生了吧? 她紧紧地盯着阮嬷嬷嬷, 希望她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句。 然而阮嬷嬷嬷说完话后, 就本本愤愤地站在那里, 微垂着头没有再说一句话。 侯老夫人惊讶过后, 看向了刘管家。 刘衡, 你把情况仔细说说。 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淡然。 是, 刘管家可不敢添油加酸, 老老实实把今天的事都禀报了一遍。 听到她转述的许夕的话, 再听到为了不回侯府, 许夕不惜上吊自杀。 众人都惊呆了, 偷偷观察老夫人的神色, 就见老夫人的脸早已黑成了锅底。 而赵如雨已经确定, 现在的许夕绝对不会是上辈子的许夕了。 事情就是这样, 老奴担心夕姑娘再做出过激行为, 也担心别人说咱们侯府强人所难, 便没再多劝, 先回来禀过老夫人, 侯爷和夫人在。 刘管家道, 侯老夫人坐在上手, 半上没有作声。 原先还有的窃窃私语的议论声都停了下来, 大家都静悄悄地坐着, 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好一会儿, 侯老夫人才叹了一口气, 揉了揉额头, 挥手道, 行了, 你们先去歇着吧。 待刘管家和阮摩摩几人退下, 侯老夫人又道, 朱氏, 卫氏留下, 其他人都散了吧。 侯府的夫人, 姑娘们都领着下人退了出去, 三个主子和侯老夫人的心腹嬷嬷嬷嬷嬷嬷嬷。 侯老夫人拿着佛珠在手里攥着, 眼睛半壁, 开口道, 你们是怎么说的? 自然是要接回来的。 侯夫人率先开口, 孩子焕错的消息是京城府隐那边传过来的, 贵族圈早已宣扬开了。 这时候, 咱们不把人给接回来, 咱们侯府不是让人叹笑话吗? 侯老夫人手里的念诸一停, 睁开眼瞥了二夫人一下, 问道, 卫氏, 你呢 卫士一直低着头 让人看不清楚 他脸上的表情 直到这时 他才抬起头来 点点头道 我都听老夫人 夫人哪 侯老夫人半眯着眼睛瞧了他一会儿 直到看得二夫人全身僵硬 低下头不自在地搅起裙子 他这才重又闭上了眼 半声道 卫士 明儿跟你跟袁梁两人 带着于婧儿一块去一趟 你俩是西婧儿的亲生父母 你们亲自去接她她 才会心安 于婧儿是许家的女儿 不管怎么的 都该去任人们 见见亲人 是 二夫人连忙站起来答应 我不管你疼不疼爱那孩子 愿不愿意把她接回来 她也是我们侯府的血脉 万不能流落在外的 我们侯府现在大不如前 再出个流落在外的孙女 非得被圈里人看笑话不可 往后 谁愿意跟咱们结亲 侯老夫人手里的念珠顿了顿 想了想又到 刘管家今天带去的一百两没给 明儿个就让于婧儿带去 说清楚是他孝敬叔叔婶婶的 除此之外 再被些绫罗绸缎和糕点 二夫人又低着头硬了 侯老夫人这才挥挥手 让两人退下 待两人出去 侯老夫人吩咐金摸摸 去把侯爷和二老爷叫过来 侯府里大小爷们十来个 除了侯爷在衙门里挂了个闲职 其他人都无所事事 侯爷那个闲职 既叫闲职 自然是不常用去衙门里做事的 因此 全府的爷们 就没有一个到衙门里忙活的 或是在家 或是在外面茶馆 酒楼里混日子 不过还好 因为侯府入不敷出 侯老夫人管钱管的言 除了每个人每月的阅历 任何人不能在账上支取钱财 一旦发现 有人在外面赌钱逛青楼 就算是随平侯本人 都得受侯老夫人的加法惩罚 因此 随平侯府的爷们虽不能干 却也不敢在外面胡乱声势 最多去茶馆里 听听书喝喝茶 去向都是固定的 金摸摸出去不到一盏茶功夫 随平侯赵元安 和二老爷赵元良兄弟俩 就一前一后进了正堂 金花 把事情跟两位爷说说 侯老夫人可不愿意自己废口舌 只吩咐金摸摸 金摸摸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侯老夫人带她说完 便道 要是咱们让自家血脉流落在外 经理的人不知 怎么笑话咱们呢 她看向二老爷 所以明儿跟你跟你媳妇去 把孩子给接回来 她小孩家家的 不懂事 你们说话哄着点 别让孩子生气 不愿意回来 有什么要教训的 领回来再说 她盯着竖子 你那媳妇 可是个拎不清的 当年把孩子丢了 现如今 别人帮咱们把孩子找回来 你看看她摆着的那张臭脸 好像别人害她似的 就她那样 明儿个还不知怎么对孩子呢 我可告诉你 孩子接不回来 你们一房就给我分出去 二老爷赵原良是数子 自己又没什么本事 并不愿意分家 在嫡母面前半点脾气没有 她唯唯诺诺地应望 又替自家媳妇解释 卫世就是觉得自己弄丢了孩子 没面子 让别人看了笑话 心里懊恼 她没别的想法 哼 她自己做的糊涂事 害整个侯府都跟着丢脸 又害着孩子 在外吃了十几年的苦 这些她倒不想 就只想她那张脸 她脸怎么那么大呢 侯老夫人嘲讽道 赵原良不敢作声 行了 回去吧 明儿个刘管家和阮嬷嬷 还一块跟着去 该怎么做 你俩掂量着办吧 侯老夫人不耐烦 看她那张脸 敲打完就让她离开 侯府一个小院子里 赵如雨正坐在房中书桌前 望着自己画的一幅画发呆 打从侯老夫人那里回来 她就一直保持着姿势到现在 她的大丫鬟服输看不下去了 畜生安慰道 姑娘 老夫人和夫人不是说了吗 他们只是接西姑娘回来 不会送你回去的 你别多想了 她没提二夫人 她知道 二夫人在侯老夫人和侯夫人 总是装着一副 十分疼爱姑娘的样子 其实背地里 她对姑娘十分冷漠 姑娘即便生病了 禀到她那里去 她最多也只会让请郎中 自己却是不曾来看上眼的 不像对少爷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疼爱 所以如果侯老夫人和侯夫人 真打定主意 送姑娘回许家 二夫人绝对不会阻拦的 可刚才侯老夫人和侯夫人都发话了 不送姑娘回去 她想不明白 姑娘为什么还一副 愁云惨淡的样子 赵如雨坐在那里盯着话 不过是不想让福叔 看出自己在发呆 其实思绪早已飘得很远了 可饶是如此福叔 仍然没让她清静 她不由有些烦躁 白白手道 我没事 说着 她干脆找了个理由 我头有些晕 去床上躺一会儿 说着也不带福叔动手 自己把帐子放了下来 衣服都不脱 就直接躺到了床上 福叔看这情形 心里越发担心了 但姑娘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 她也无可奈何 只得拿了个袖绷 坐到床前守着 唯恐赵如雨有个什么差池 把所有的干扰 都隔离在帐子之外 赵如雨才觉得清静了 继续想自己的心事 她上辈子 顺利嫁给了平南侯二公子陆永斌 后来平南侯跟世子 都陆续战死沙场 皇上念他们一家忠烈 并没有收回爵位 顺利让陆永斌席绝成为了平南侯 而他也成为侯夫人 陆永斌虽也与父兄一样 驻守边疆 但他命大 一直活到了67岁 寿终正寝 他作为侯夫人 也活了73岁 生下的一男一女 也抚养成人 儿子虽没有多大出息 却也在兵部 做到了四品官 上辈子 不光在随平侯府的众姐妹中 便是在京城同龄人里 他的婚姻生活 也算是十分美满的了 与之相反 许夕的下场就十分凄惨 重生回来后 他觉得无需改变什么 只要没有人来干扰他 他仍按上辈子的人生轨迹走就行了 可发现 许夕或许是重生之人 他心里顿时发慌了 许夕绝对是个不定因素 他上辈子过得凄惨 自己生活美满 他不会来抢自己的美满人生吧 一时之间 赵如雨脑子里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甚至给许夕下毒 直接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的念头都出来了 不过这念头一起就被他否认了 他现在不是平南侯夫人 手里除了服输 根本就没有可用之人 他院子里虽也有其他丫鬟婆子 但这些人对他并不忠心 做过了 就会留有痕迹 一旦他出手 又让人知道了 不管他有没有利用价值 估计老夫人和大夫人都不会留他性命 毕竟许夕再如何也是侯府血脉 更何况 许夕到底如何 他现在还不清楚 也许并不是他猜想的这样了 平白无故害人性命 他真做不到 再者 他都重生了 不管做什么 只会比上辈子更好 陆永斌是他费尽心思才吸引住的 上辈子 他都顺利嫁给了他 这辈子 他无论是对陆永斌 还是平南侯夫人的喜好性情 了解得比他们本人都清楚 然而是这样 他这桩婚事 还能被许夕抢去 那他也太无能了 再者 他决定去报考京城女子书院了 凭他两辈子积累的才华 应该能很顺利就考过 进了女子书院 他只有比上辈子更优秀 就算许夕重活一世 凭他那愚蠢的脑子 和他那上不得台面的性子 也绝对比不过他去 他到底害怕什么呢 这么一想 赵如雨渐渐放松下来 昨日知道许夕今天回府 他想起了上辈子的事 一晚没睡好 这会子躺在床上 困倦上来 他一下子睡了过去 福叔不放心 听得帐子里久久没有动静 他放下针线 轻轻地将帐子掀开一条缝 发现赵如雨早已睡熟了 他这才放下心来 许家村里 谢氏一天都心神不宁 直到傍晚看到丈夫徐永逸回来 心才安定一些 不带他把东西放下 就把今天发生的事跟他说了 徐永逸诧异地看向 听到他回来正进门的许夕 问道 西姐 你婶婶说的是真的 许夕点头 是真的 却无一说这个 急切地问徐永逸道 叔 你帮我打听了吗 徐永逸点点头 打听了 他看着许夕 想着这侄女是侯府小姐 目光复杂 听说要考试 考过了就能进去 他迟疑 不过 你真不回侯府吗 我不想回去 许夕态度坚定地看着徐永逸 我想去书院念书 这个时空 跟他知道的时空完全不同 这里是作者凭想象架构的世界 设定了一个穿越者 做上上届的皇后 所以 女子的地位得以提高 她们可以进学堂 做女官 科技也比历史上的古代要先进一些 土豆红薯等农作物是有的 水泥 玻璃也能看到 同时 这位皇后建立了女子书院 在女子书院毕业的女子 除了在婚配市场上 给自己添加了一份厚厚的资本 更是可以凭自己的本事 在朝堂或衙门里任职 她给了所有女子 立足 晋升的一个渠道 现在京城女子书院的山长 就是当今皇后娘娘 往下省 州 县女子书院的山长 几乎都是当地有名望 出身显赫的女子 或巡抚 知州 知县的夫人 北宁县 因为是京城属县 书院的山长的身份很不简单 是当今皇帝的妹妹 尚德长公主 尚德长公主 因为跟当今皇帝一母同胞 且是她唯一的亲妹妹 再加上驸马身为大将军 手握兵权 常年驻守边关 当今皇帝对她尤为不同 如果许夕进了女子书院 那就是尚德长公主的学生 隋兵侯府 就是个没落贵族 都快被挤出京城贵族圈外了 在尚德长公主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喘 哪里敢跟尚德长公主叫板 这就是许夕准备为自己找的靠山 可以说 只要她能进书院 她就相当程度地 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而且 她在现代所学的各种知识与技能 也有了出处 不至于被人怀疑鬼上身 从而要把她烧死 可是 侯府能允许你不回去吗 徐永义犹豫道 许夕知道徐永义夫妇担心什么 她坑系统可以 但不能因此而让徐永义夫妇担心 说 请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害许家的 她盯着徐永义道 而且 为了我和五姑娘 侯府也绝对不会对你们不利 我只需要一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侯府这件事的 谢氏已知道许夕的难处了 连忙推了推丈夫 你别管那么多 赶紧把西井让你打听的事说一说 徐永义只好把心头的疑问放下 开始讲起她打听的事来 他们这几个村子 是京城所属县北宁县下属的村落 去县城只有四 五里路 到了县城往东再走十里 就是京城的城门 徐永义是走村窜向的小货郎 平时去京城进了货 就挑着担子 在县城及周边村子到处售卖 京城和县城都集熟 打听事情也很便利 县里的女子学堂只有一处是官府办的官学 入学的必须是十岁到十八岁之间的未婚女子 分甲乙丁四个等级 刚入学都是丁班 慢慢在升级 平时教授教琴棋书画及刺绣等 半年的数修分别二两 四两 八两 十五两 现在才刚过完年不久 我托人问了 只要考试通过 就能马上进去念书 西吉儿你也是问得巧了 考试的时间正好是明日 说完 她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考试要交二百文前的报名费 还要去里长那里写个文书 证明身份 听到前半段 谢氏都心动起来 她只有一儿一女 儿子许崇文如今在学堂里念书 但女儿许雪却一直待在家里 因伯父许永曾是秀才 许雪倒也识的个字 小时候是跟着许戏一块念的书 谢氏是个疼爱儿女的 一听县里有这样的女子学堂 便觉得送去学点本事也很不错 可听到后面的学费 谢氏瞬间打消了念头 他们家不穷 除了许永义做小货郎赚些钱 还有十几亩田地 这点收入 全家吃喝够了 还有点余钱 能送许崇文念书 但除此之外 一年就剩不下几个钱了 虽说大房城里宅子 每个月一两银子的租金 都在谢氏手里 但除了给许希赴学堂的费用 她都不打算动的 许希不回侯府 这些钱就给她半价状 她要回侯府 这钱就给她带回府去 谁知那侯府是个什么情形呢 万一吃晚饭喝杯茶 都得拿钱去打点 没钱岂不是要糟 许希点点头 转脸看向谢氏 沈 你儿个让许雪跟我一块去吧 去学堂 不光能学知识 还能结交人脉 您也不希望 许雪一辈子 待在这小乡村里 再嫁一个村里人吧 一辈子伺候公婆老小 围着灶台打转 遇上不好的人家 还要被打骂 受一辈子穷 谢氏一动 她看向丈夫 嘴里念如道 可家里没钱啊 你不是每个月 给我半钱银子吗 这钱我都没花 全存着呢 我们如果能考进去 只能念丁班 两个人半年的数修 一共四两 我那里都有 竟购我和许雪两人的学费 和笔墨纸验钱了 许希道 不带谢氏开口 她就白手制止了她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但许雪是我的妹妹 这钱我给妹妹花 婶婶你不能拦我 再说 在学堂里学了刺绣 书画这些技能 是可以赚钱的 您不能因为想提我攒钱 就耽误许雪一辈子 刚你也听到了 学堂只收18岁的未婚女子 等许雪嫁了人 想再去学堂里学习 人家就不收了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谢氏没说话了 只看向丈夫 许永逸想了想 点点头 行 那就这么办 她安抚妻子道 这钱就当我们借西简的 往后有钱了 再还给她就是 与其攒钱给雪简半价装 不如让她去学堂里学点本事 家有良田千请 不如一记再守 有门手艺在 任何时候都不怕 谢氏得了丈夫这话 心里一松 点头道 成 那就这么办 她看向许希 眼里满是感激与慈爱 西简 我替雪简谢谢你 许希一摆手 谢什么 我跟她一辈子的姐妹呢 这话要是往日说 许永逸和谢氏 就只会欣慰 欣慰姐妹俩感情好 以后能互相照应 可现在许希说这话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她话里的意思 再也明白不过了 不管她往后会不会回侯府 成不成为侯府千金 又嫁的是什么人家 她会一直把许雪当姐妹看待 不会因为自己乍然富贵 就轻慢疏离许家 许永逸和谢氏都感动不已 西简 谢氏都不知说什么好 许希不习惯面对这些 赶紧转移话题 对许永逸道 叔 那我们明日就去县里考试 她想起一个问题 女子书院是可以住宿的吧 许永逸愣了一愣 我没想到这个 所以没问 明天一块儿问吧 许希道 她想了想 招呼夫妻俩进堂屋里坐着 才看着两人道 如果我跟许雪都进了学堂 学堂里又没住宿的地方 叔叔婶婶打算怎么办 两人都眉头一皱 沉思起来 许希不带两人说话 又道 不如 咱们搬进城里去住吧 救助我家 谢氏一听就想说话 许希连忙阻止 婶婶您先别拒绝 听我说 您看 哥哥也在县里念书 我跟小雪也在县里念书 叔叔还整日往县里跑 等于一家五口人 有四口人都在县里 如果搬到城里 咱们岂不是更便利吗 何况叔叔这样走街窜巷太辛苦了 还不如在城里做点小生意 他看向谢氏 我知道婶婶舍不得家里的猪和鸡 但其实养猪和鸡 既辛苦收入又不多 婶婶不如在城里随便做点小买卖 收入也不比在家养猪和鸡少 不累还能照顾崇文哥和小雪妹妹 谢氏还没开口 许永逸就苦笑道 可小买卖哪是那么容易做的 要有本钱 还要眼光好 入行入得准 这个事情 他已琢磨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并不是迂腐的人 虽说城里的宅子他不会占 但借来做点营盛 他是不会拒绝的 赚到了钱 他给许熙多天嫁妆就是 更何况 他们家好了 许熙也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以后也更能给许熙撑腰 但他琢磨来琢磨去 就没想到什么能赚钱 投入少 风险还小的 他们这样的人家 没有本钱 也承受不起投资失败的损失 所以根本不敢借钱做买卖 许熙道 这几日容我想一想 或能得了什么启发 给叔叔想的好赢上 他倒不是给不出建议 只是他刚来 什么状况都还搞不清 他得做一下调查 才知道 哪些买卖可做 有一点倒是庆幸 袁主在剧情里 是个怯懦的小可怜和笨蛋 小说里 没写他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但许熙觉得 他应该是回了侯府后 受各种环境影响 才变成这样的 进侯府前的性格如何 小说并没有写 但许熙在袁主的记忆里 扒拉了一下 发现袁主自小在城里长大 又是秀才的女儿 时的字又有几分见识 在小荣村村民 及许永义一家人面前 其实还是挺自信 说话做事的风格 跟许熙差异不算太大 许熙有袁主的记忆 在袁主的形式作风上 稍稍改变一点 再加上有侯府 来接这个因素的影响 他性格有变化 也不会引起许永义一家的怀疑 另外 两家虽是亲戚 也常年有走动 但毕竟不是朝夕相处 许秀才许永曾 又只有这么个女儿 对女儿的教育很是尽心 他教了许熙什么本事 许永义一家并不清楚 许家夫妇相继去世 给袁主很大的打击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沉默寡言的 时常把自己关在门里 读书写字 不理事事 近半年渐渐好了一些 但仍恢复不了 父母再时的活泼能感 为了不引起许熙情绪的波动 许永义一家 并不敢在他面前 提及以前在城里的事 因此 许熙真正的性子如何 自身有什么本事 许家二房并不了解 这就给了许熙很大的发挥空间 不至于崩了人设 许永义心里一松 笑道 行 那叔叔就期待你们了 不需要现在就做决断 他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许雪一听 能有机会进学堂 兴奋的一晚没睡着 第二天 跟着父亲 哥哥和许熙上了马车 临走前 许熙拉着谢氏 嘀嘀咕咕的好一番叮嘱 赶车的是许家村的人 许永义让他先把几个男孩子 送到了学堂里 再掉头去了女子书院 女子书院并不偏僻 就是县衙后面几十米远 一条宽敞的巷子进去 他们来的还算是早的 但此时巷口静停了许多马车 罗车都快把巷子 堵得进出不了了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人往这里涌来 把一条巷子堵得水泄不通 有些明显就是一家子 来送家里的女孩考学的 小荣村的罗车 不得不在离书院 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下车吧 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许永义道 他实在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许熙看着后面 还有不少人和车 从四面八方涌来 看穿着有些是富贵人家 有些是平民百姓 不过即便是平民百姓 也像他们这样 收拾得体面干净 没有那种面黄肌瘦 衣衫蓝绿的 他不由皱了皱眉 看来像他这样 明白女子书院是近身之道的 大有人在啊 这么多的人来参加考试 名额有限 可见竞争很激烈 这么多人才招五十人 那考试不是很严格 咱们 咱们有希望吗 许雪看到这么多人 也完全丧失了信心 许熙道 一会儿你进去 不要东张西望 不要随便跟人说笑 有人跟你说话 或是问你什么 你轻声细语 面容和善地回答 说话也不要裸里啰嗦 眼瞼一害就好 对人一定要有礼貌 就算有人冒犯 也不要与人争执 但也不能太软弱 免礼藏真的回敬过去就好 见许雪和许永逸都诧异地看他 许熙也不在意 继续道 另外 女夫子说什么话时 你一定要注意倾听 按他的要求做 别人有什么异常举动 也不要去管他 只管做好自己的变好 许熙是按照上辈子面试的情况 来要求许雪的 在他想来 这女子书院招生 肯定不只看才学 才艺 否则 那不叫书院 而改成才艺大赛了 既是书院 那肯定要先看品德 智商 情商等方面 品行端正 且智商高 情商高的 那就是好苗子 书院里再培养培养 就很优秀了 反之 有些人根子上就是坏的 光书院里上课那点时间 和先生分出来的那点精力 想要彻底纠正一个人的品行成功率极低 一个蠢笨如猪的人 教什么也学不会 学个十年都难成才 情商低 一张嘴就得罪人 这样的学生走出去 必然要坏了书院的名声 所以 女子书院必然要挑好苗子来培养 而好苗子如何挑选 在许希看来 除了考试 很有可能还有别的招数 这些招数都是不经意的 在大家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下进行 因此 一进书院 就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许雪被许希说得更紧张了 许希拍拍她 反正你原先也没打算来上学 就是没考上 也没什么损失不是 放轻松 就当来逛一逛 见见世面 不行 咱们就回去 许雪信子天真活泼 颇有些没心没肺 一听许希这话 她果然就放松下来 笑嘻嘻道 对 我就是来玩的 反正我又没打算上学 许永义看女儿这样子 心里愁得不行 如果说她对女子书院 开始还没那么重视 两个女孩子念书的费用 就如同一块大石头 压在她心上 让她觉得 即便进不去也没什么 至少不用花钱 可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挤破脑袋 也要进这里 她的想法就变了 人人抢的 B十号东西啊 女子书院成立了那么久 其中的考试规则 必然会传扬出去 许希三人身上的衣衫 既不华丽也不寒酸 在一群人中平平常常 因此 在等待的过程中 并没有遇上什么奇葩 更没有遇到 有人稀落他们寒酸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么多人围在外面 大家说话都有意压着声调 场面并不见如何喧哗 又等了一刻钟 就听光当一声 女子书院的大门没有开 却有人从旁边的脚门出来了 出来的是两个人 前面那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 穿着一身轻绸衣裙 头上只用一根银簪子竖着发 穿着十分肃静 容长脸 紧拧着嘴 表情严厉 颇有许希在现代式的教导主任的架势 跟在她身后的是个婆子 坐下人打扮 长得绑大腰圆 想是来保护中年女子安全的 中年女子一出来 许希就听有人小小声惊呼 是崔夫人 又有人议论 啊呀 怎么这次是崔夫人主持考试 她最严厉了 崔夫人显然耳力十分好 她似乎也听到了这议论声 眼睛直直地朝那些议论她的人看去 又朝周围扫视了一圈 很快 人群有点急面 站在书院周围的三四百人 很快都闭了嘴 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 崔夫人这才开口道 考试的余贯而入 闲杂人等请在外面等候 说着 她转身就带着婆子进门去了 大门依然紧闭着 唯有崔夫人进去的 那个脚门开着 也不知从何时起 脚门旁边已摆上了一张桌子两张椅子 一个三十多岁 一个二十来岁的妇女 正坐在椅子上 面对着大家 桌子上则摆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入内请教身份文书 很显然 崔夫人说的 让大家鱼贯而入的地方 就是这个脚门了 门外的人你看我 我看你 你推我让 谁都不想第一个进门 仿佛先进门的人 要被里面的人吃掉一般 许希一拉许雪的手腕 走 咱们先进 许雪诧异 在她看来 大家都你推我让的 先进去准没好事 许希却抢先进 不是傻了吗 她正要劝阻 就听许永义道 听你姐的话 许雪立刻闭了嘴 顺从地跟着许希往大门触击 然后一起进了门 三十来岁的那个妇人 接过他俩手里的文书看了看 高声把两人的名字报了出来 小荣村许希 小荣村许雪 二十多岁的那个 便提笔 将两人的名字写在了纸上 门外还你推我让的人 看着这情形 一刻一轰而上 争抢着要第三个进门 由那眼疾手快的 很快抢到了位置进门 而那些推散不过别人的 或一脸委屈隐忍 或小声骂骂咧咧 避让到了一边 女子书院不光是近身的渠道 还是抬高身价的途径 偏开创书院的皇后定下了规矩 不得已家世 身份走后门入书院 只能通过考试这唯一途径入学 所以一些权贵人家的千金 为了抬高身价 以求嫁个好人家 也会来参加考试 这时候便有那权贵人家 几个强壮婆子 往门口一站 用壮硕的身子挡住别人 硬生生逼出一条路来 让自家小姐入内 等小姐进去了 这些婆子才离去 遇到这种人 普通人家的女孩 便敢怒不敢言 只能忍气避让 有些性子不好的 小声骂骂咧咧 满脸怨恨 有些则露出羡慕的神色 又有那性子怯懦的 被人踩了脚 都不敢吭一声 只得眼泪汪汪地 咬着下唇强忍着 不过是副考 却因入内的是一个 小小的脚门 愣是上演了无数的好戏 引在人群里的书院考官 把这些情况 都一一瞧在眼里 谁最先进门 谁又因为争抢而发生口角 谁因别人的无心之 举露出怨毒之色 谁有什么特别举动 因为守门的妇人 有高声将他们的名字 一一爆出 考官都记了下来 这样的考官 足有五六个 除了书院参与考核的考官 和通过分析 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则是在脚门外的场地上进行 一般的古建筑 都有其建造的规矩 正大门进去的 中轴线上的建筑 都是高大 端庄的重要场所 而且这些建筑 从厅堂 都是可以横穿过去的 可不知这女子书院 是不按规矩建房子 还是因为她们 是从脚门 而不是大门处 进来的缘故 许夕和许雪一进来 就发现是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的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不是茂盛的花木 就是一道拱门 好在每道有岔道的地方 都有指示牌 示意她们往哪条路走 呀 这里的景致真美 许雪看着这些景致 不由赞叹起来 许夕正想说话 就听许雪惊呼一声 姐姐你看 那地上是不是有个荷包 许夕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就见前面一簇竹子根部 静静躺着一个荷包 或许是担心 有人眼下看不见 这荷包是用大红色的绸缎缝制的 上面还绣着绿色的荷叶 和白色的荷花 十分精美 许夕就怀疑这是一道考题 实惊不昧啊 多么高尚的品德 如果这是一道考题 那附近肯定有人藏着 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 许夕心里即便有猜测 也不好跟许雪说什么 以免弄巧成拙 反正许雪这小妮子 是个品行端正的 也不用她提醒什么 只需凭着本性行事就可以了 许雪跟她说完 就东张西望地看了她四周 嘴里念叨 是谁丢的荷包啊 许夕也跟着她四处看 四周静悄悄地 除了风吹竹叶的声音 什么声息也没有 更没看到人影子 许雪看向许夕 姐 怎么办 许夕犹豫了一下 咱们是第一个进来的 所以肯定不是进来考试的人丢的 施主应该是这里面的人 如果是平时 咱们不赶时间 在这里等等也无妨 可咱们是来考试的 自然不能在这儿等 要不 她看向许雪 咱们把她捡起 一会儿交给考官 让他们问问 是谁丢的荷包 嗯嗯 这样好 许雪连连点头 说着她也不用许夕动手 跑上去把荷包给捡了起来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看看 确认一下 咱们也做到心里有数 许夕倒 许雪连忙把荷包上 系着的绳子解开 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里面是三定银子 看样子 应该是一定一两 一共三两 许夕心里感慨 如果这是一道考题 主办方未免 也太大方了些 要知道这时代 像许家这样的五口之家 粮食 蔬菜 积压自己自足 如果不需要供孩子 上学堂念书 一年有二两银子 就够全家人的花销了 如果有人藏着银子不交 书院岂不是亏大了 这念头一起 她就哑然失笑 这里有人看着 谁捡了荷包 谁没捡 书院里的人自然清清楚楚 到时候进到里面去 谁交了荷包 谁没交 自然也清清楚楚 没交的人 到时候直接喝破 让她拿出来就完事 这银子不可能丢的 哇 三两银子啊 许雪这傻白甜看到银子 只管在一旁感慨 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长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多银子 未防暗藏的人 对许雪有什么看法 许雪称怪的看了许雪一眼 难道你对这银子 有什么想法不成 不不不 许雪连忙摆手 怎么可能吗 我只是说说 这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要 丢银子的人 不定多着急呢 许雪就知道她会这样 她鸣嘴一笑 这就对了 咱们家虽没钱 却也不是那等眼皮子浅的 不能坏的平行 长辈可一再教导咱们 要行得正 走得端 她将荷包放进袖袋里 走吧 咱们赶紧进去上交 免得丢荷包的人着急 走 许雪也不多想 跟着许希快步朝前走去 可等他们拐了个弯 迎面就走过来一个婆子 一脸焦急地扫射着地面 嘴里还念叨道 去哪 怎么不见了 许雪看着情形 连忙上前问道 婆婆 你是不是丢了荷包 婆子一听这话 顿时一喜 连连点头 对对 我丢了个荷包 姑娘 你是不是看见在哪了 对 许雪转过头来 看向许希 许希很想俯额 许雪这傻白甜的表现 也不知书院会不会在意 她没搭理许雪 向婆子问道 婆婆 你那个荷包是什么样的 里面装了什么 许雪虽然天真 却也不是傻的 听到堂姐这么问 她也反应过来了 万一他们捡的荷包 不是这婆子的 婆子一见里面的银子 又直接卖下 那他们岂不是做了傻事 她当即也看向了婆子 婆子笑道 荷包是红色绸缎的 上面绣了点花 许希见她停住不说了 便又问道 里面装了啥 不怪她这么小心 捡到荷包 既是书院出的考题 那么这道考题 想来不会捡到 交上去这么简单 总还会在这上面做文章 前面考的是品行 这会儿应该考的是洞察力 判断力了 果然 听她这么问话 婆子的表情便有些不对了 她目光闪烁 神色慌乱 却还是洋装镇定地道 这是主子赏我的 我还没来得及看 就丢了 说着 她朝两人扶了扶身 如果两位姑娘 捡到了荷包 反请赶紧还给我 我一会儿还得去给主子做饭 可不能耽误了时辰 她这表现 让许希静不住 在心里叫了一声吼 如果这是考题 这婆子的表演 自然不能太高超 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 相反 也不能太拙劣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不对 她须得演得恰到好处 既让有心人发现 又不能太明显 而这婆子刚才那表现 在许希看来 绝对是影后级别的 那演的那叫一个好 眼神有慌乱 却又不明显 正好给细心观察的人看到 许希虽有些甜白甜 却是个心细的 方才许希没有直接把荷包拿出来 而是盘问婆子 这就给了许希一个提示 荷包并不一定是婆子的 所以刚才婆子露出来的那一点点慌乱 也被许希看到了眼里 她心里立刻警觉了起来 直觉这件事有蹊跷 你既说不出荷包里装的是啥 我们也不能把荷包给你 许希道 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 我们把荷包交给考官的时候 你确认一下 如果真是你主子打赏给你的 考官自然会把荷包还给你 喂 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啰嗦 我都说了 我要赶时间去给主子做饭 哪有时间浪费 赶紧把荷包交出来 为了表达谢意 我筹谢你五千银子 要不然 我可跟考官说 你们偷我荷包了 婆子一改刚才和颜月色 表情凶恶起来 口出威胁之意 进去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而且事出有因 你主子还刚刚打赏了你 就算耽误一点时间 想来他也会体谅你的 行了 赶紧走吧 咱们抓紧时间 许希说着 对许雪低声说了一句 快跑 拉着他就跑了起来 婆子本来还有一场戏 那就是威胁不成 就动用武力 一般这样的小姑娘 都没什么力气 更没胆气 一旦婆子要动武 小姑娘们就会软下来 把荷包缝上 稀释宁人 反正荷包里的银两 又不是他们的 他们没必要为了荷包 把自己的性命搭上 他实在没想到 这两个小姑娘 不按套路出牌 一言不合就开跑 还跑得飞快 等他做事要追上去的时候 两人已拐了个弯 没影了 他不由笑了起来 这两机灵滚 停下了脚步 依着两个小姑娘的速度 他是追不上的 不如省些力气 一会儿有人来 他还得表演呢 躲在一层茂密的灌木 后面的人出声道 谢谢吧 一会儿还得出大力气呢 反正他这一关 两个小姑娘算是过了 徐雪并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跑了一会儿 见婆子没有追来 他停住脚步 既兴奋又气愤 道 那荷包肯定是他偷的 都不敢追来了 哼 还敢威胁咱们 一会儿 我就把他的相貌告诉考官 一定把他得找出来 许希笑而不语 书院其实并不是很大 他们之所以走了这么久 也是因为考官特意设的路线 绕来绕去 才显得远 走了一路又跑了一阵 他俩又朝前走了半盏茶功夫 就看到前面的大屋子 外写着考场两个字 到了 徐雪很高兴 许希跟徐雪走过去 对手在门口的两个婆子 做了自我介绍 道 我们是来考试的 请进吧 婆子做了个手势 放两人进去 这间屋子的空间很大 跟许希在现代念大学 时尚大科的大教室差不多 里面摆上了一排排的桌子与凳子 屋子的上手坐着三个人 一个就是刚才出去的崔夫人 她坐在下手 次手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 坐上手的那个五十来岁 气质雍容的妇人 从她头上戴的凤钗 及衣服上的刺绣图案来看 这位应该就是书院的 山长上德长公主了 除了他们三人 屋子里还有几个丫鬟婆子 或站或坐 几个坐在后面的 面前还摆了桌子 他们正低头写着什么 看穿着打扮 这些人应该也是三位夫人的下人 许希连忙向三人行礼 许希见过长公主殿下 夫人 崔夫人 徐雪愣了愣 也赶紧照许希的样子 给两人行礼 崔夫人和那个妇人 都表情严肃地打量两人 倒是上德长公主 比他们要和谐 笑着问许希 你认识我们 许希低着头回道 名女不曾有 姓德剑长公主殿下圣言 只是依据殿下的座位 及衣服 手势上的图案来判断 至于崔夫人 刚才夫人去书院门外 宣布考试开始的时候 许希就在近旁 听旁人说 夫人姓崔 故而知晓 她抬头瞥了 坐在刺手的那妇人一眼 不好意思地笑笑 至于这位夫人 许希不曾见过 上德长公主低头 看了看自己衣服上的凤凰图案 笑道 原来如此 她介绍那夫人道 这位是张夫人 这次的主考之一 如果你有幸能进书院念书 她将给大家上 女德 女德 不是 女剑 许希又重新给那夫人见了礼 许希见过张夫人 徐雪又一葫芦画瓢地 给张夫人也行了一礼 张夫人这才开口 行了 去坐着吧 立刻有丫鬟上前 要领着他们下去 等一等 许希从怀里掏出那个荷包 递给丫鬟 把刚才路上的事说了 她只说了事情的经过 便停了下来 望向许雪 许雪虽有些傻白甜 却也是个机灵的 剑堂姐这样 便知她把表现的机会 让了一半给自己 她连忙将那婆子的衣着打扮 描述了一遍 道 我们怀疑这荷包不是她的 故而未敢把荷包交给她 许希点了点头 表示她的想法跟许雪一样 心里对许雪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贵妇面前 他们话不要多 点到为止即可 许雪没说她怀疑婆子是小偷 由三位夫人来做判断 这话就说得有分寸 没在贵人面前信口雌黄 乱下定论 万一那婆子是谁家的下人 主子要袒护她 别人也不想多追究呢 你说得太多 别人就没有回还的余地了 所以话如何说 说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高门大户里 是十分有讲究的 这也是她不想回侯府的原因 活得太累 行了 这是我们会查处的 张夫人道 说着她示意了丫鬟一下 丫鬟接过荷包 将里面的银子 倒出来看了看 另有一个丫鬟 则走出来 领着两人去了下面座位上 两人下去后 尚得偿公主 张夫人 崔夫人 各自在自己面前的白纸上 写了几个字 应该是给他们的表现打分 许希 许雪英 是最先进来的两个 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的位置上 不过 两人并没有被安排在一张桌上 而是分开坐的 一放置的凳子 以及桌上放置的文房四宝来看 这一张桌子应该是坐两个人的 桌子不长 跟现代中学里的课桌差不多 这在现代没什么 可古人写毛笔字 笔墨纸焰一百开 就占了老大的位置 纸张也比现代学生的作业本要大 如此 两人共用一张桌子 就有点不大方便了 这或许又是一道考题 许希想着 端端正正地坐着 等着其他人的到来 许雪记着唐姐在大门外交代的话 见唐姐坐的端正 立刻也坐直了 没有韩兄她腰驼背 更不敢东张西望 眼观鼻鼻关心 老老实实待着 想来为了院子里设计的几个环节 不受别人打扰 或是入脚门登记时 特意耽误时间 或是后面又安排了什么情节 接下来进来的几把人 许希发现 互相之间相隔的时间 都差不多是半盏茶功夫 时间把握得极好 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这些人 有些是一个人进来的 有些大概在路上遇见 相邀同行 几个一起进来的 进了门后 面对上德长公主三人 他们的表现各有不同 有些紧张的 说话都结结巴巴 行李也手忙脚乱 有些大大咧咧 也有的大方得体 应对自如 至于荷包 十人中 大概有四人拿了荷包 交给三个夫人 未交的 有些人会将事情相告 严明荷包已还给婆子了 有些则只字不提 也不知是紧张忘了 还是根本就不想 把荷包交出来 而那没有交荷包 或没有严明荷包去向的 待到座位上坐下 听到后面 来的人提及此事时 脸色顿时沙白 这才明白 这原来或许是一道考题 把荷包给了婆子 只是没有严明的还好 那想直接魅下荷包的 有一个则直接冲到 三位夫人面前 跪下请罪 从怀里将荷包拿出来地上 说自己刚才忘记了 另有一个女子 本想佯装镇定 心存侥幸 赌这些人不知道的 见了这情形 顿时吓得不轻 也赶紧上前跪下认错 递交了荷包 这个书院在名义上 虽是尚德长公主座山长 但平时管理书院的是张夫人 张夫人面露厌恶之色 对两人道 我本想让你们考完 再处理此事的 已耽误后来的人 不过现在不必了 你们把荷包交上 离开这里吧 我们书院可不能录取 而等失德之辈 说着 他朝身后的婆子挥了挥手 婆子立刻上前 把两个女孩子 往侧门外赶 两人自然不肯走 哭喊着求情 婆子快刀斩乱麻 直接捂了嘴 拖出了侧门 屋子里重新恢复了宁静 其余人见了 心里都有些后怕 又庆幸自己正确处理了此事 那些把荷包交还给婆子的 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欠妥 恐怕要失些分数 大家心思各异 言行举止 难免有些失态 有些人更是跟同桌的人 低声议论起来 许雪的心理活动 自然是丰富的 她看旁边有人 在低声议论 转头瞧了堂姐一眼 也想跟她对对眼神 却看到许雪人 跟最开始一样 正经微作 姿态端庄优雅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女孩子 凑到她面前 想要跟她说话 她也没有理会 许雪心中一领 赶紧端正姿态坐直身体 再不敢胡乱张望 更不理会旁边女孩子 把东西往她这边挪的小动作 后面陆续赶来的女孩 不断重复着这种情况 坐在三位夫人后头的那几个下人 将大家的表现 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许雪一直在数人数 并将报出来的名字与人对应 等张夫人宣布考试开始 吩咐丫鬟婆子 给她们发试卷时 入场考试的女孩子 一共67个人 依许雪在书院外面 估计在入园的过程中 就已淘汰了一些人 67取50 看来她跟许雪入学的机会 还是挺大的 许希收回心神 看向刚刚发到手的试卷 试卷应该是印刷的 上面的题目不多 只有五题 第一题的题目 就寥寥四个字 若何为者 文言文理一问句 往往喜欢道庄 兵语前置 这句话的正确语序 应该是若为何者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你是什么人 这是要做自我介绍的节奏 除了这题 其他四题都是论述题 或给一句话 让你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或给一个案例 让你分析其中某个人物的做法 对不对 如果不对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很好 这果然很现代 估计这些题 都是参照那个皇后出题的模式出的 让许希感觉自己 回到了大学时 考心理学的时候 题目虽不难 但根据答案 就能推断出回答者的性格 品行 思想 与形式风格 跟才学相比 书院果然更注重这些方面 既如此 许希便不打算思考 写得如何精彩 而是决定依本性而达 如果他未被录取 就说明 书院所奉行的理念 与他不相符 他即便入了 学也必然会跟书院起冲突 或行事受到违背意愿的约束 如此的话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入学 这些题目并没规定要写多少字 题目也不多 考试的时间是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小时 时间十分充裕 许希也并不想提前交卷 因此 他滴了清水到艳台上 慢慢磨琢磨 在心里打着副稿 待把默默好 他在草稿纸上 把答案写了出来 反复修改 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他才认真地腾抄到试卷上 有原主的记忆 无论是毛笔字 还是文言文错词 他都没多大问题 当然 系统给他的毛笔字 打一个智慧值 说明原主的毛笔字 写得并不怎么样 只能说还算端正 时辰道 试卷放在座位上 大家相继离开 明日到书院门口看吧 崔夫人一声令下 大家都纷纷停了笔 许夕即使磨蹭 也早把试卷写完了 他把阵纸压到试卷上 又检查了一下没问题 便走出了座位 朝许雪点头 示意他一同离开 许雪也早做完了 倒有些人似乎还没写完 小声地要求着 收试卷的丫鬟婆子 但那些人早已得了 主子的吩咐 丝毫不容情面地 把试卷给收走 姐 你考得怎么样 你觉得咱们能过吗 许雪经过刚才一试 也被吓坏了 再没有入园时的没心没肺 说起话来也小小声的 不知道 且等明日看吧 许雪道 宿主 宿主 你已经被录取了 一直默不作声的系统忽然出声 声音还十分激动 宿主 你终于可以进女子书院学 琴棋书画了 说着 他貌似还翻了个跟斗 许雪的脑子里 响起一阵脚步的蹦他声 许雪翻了个白眼 不过这不耽误 他给系统安利洗脑 看吧 你当初选择我做宿主 是没有错的 我智商高 情商也不低 你听我的话形式 我的人生保管 比根据你的计划形式强多了 是 是吧 系统想不承认 却又不得不承认 许雪在女子书院里学琴棋书画 可比回侯府学强多了 不说这里的老师的水平 肯定要比侯府请的强 单说学习的时间 也一定比在侯府要长几倍 毕竟 这里是专门的书院 不可能一天只上半个时辰的课 这里可是上午 下午都有课的 更何况 这里有很多同时学习的姑娘 大家是互相比较 女夫子还要定期考试的 这样的学习氛围 对许雪肯定会起到一个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原剧情中 赵如宇之所以能比许雪强 可不就是因为 她打小在侯府里 接受叫杨嬷嬷的教导 学习环境和条件 比许雪强太多了吗 诚然 现在许雪进的是县里的女子书院 师资力量不一定就比侯府的强 但她绑定的这个宿主 可不是一般的宿主啊 智商可是很高的 在相差不大的学习环境里 许雪是一定比赵如宇学得好的 想到这里 系统仿佛看到了一条康庄大道 虽然从系统这里知道了考试结果 但许雪无从交代缘由 也不好跟许雪说 两人出书院时 守门的婆子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牌子 道 明日到书院里来看榜 榜上有名字的就算是被录取了 这是进书院的牌子 可得保管好了 平排进院 明日要是被录取了 牌子不收回 往后来念书出入都凭这张牌 未被录取的 牌子要就收回 牌子丢失的就算录取了 也不能来念书 直接触落 许雪一听这话 吓得把牌子抓得紧紧的 许希把牌子放进怀里 拉着许雪跟婆子道谢 这才出了大门 入园的过程中 就有许多人不过关 直接被人从园子里赶了出来 进去考试时 又有好些人被送了出来 因此 门外等待的人比他们入园时 少了一大半 他们一出大门 就看到许永逸站在不远处 朝他们招手 这些参加了考试的姑娘 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录取 成为女子书院的学生 也成为自己主子 亲人的同窗 因此 等在外面的人 比起入园时 似乎更有素质 看到许希 许雪往这边过来 大家都让开一条道 给两人通行 还微笑示好 许希猜想 考试并没有结束 没准现在园外仍然有考官 在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 他连连给让路的人道谢 又暗地里示意了许雪一下 许雪赶紧跟着坐 两人一路道谢着 走到了许永逸的身边 考得如何 许永逸问道 许希摇头 还不知道 等着先生们月卷呢 明日才放榜 他又道 说 咱们赶紧回去吧 好 许永逸带着两人出去 在街上雇了一辆罗车 往家里赶 因不知他们考试要等多久 许永逸并未叫村里赶罗车的村人 一块等他们 在车上许雪想要把牌子拿给父亲看 许希拉住他 回家再看 接过牌子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 牌子是木头的 上面雕刻着一些花纹 和出入牌三的大字 再无别的内容 守门的婆子也说了 这牌子 是录取后出入园子的凭证 万一遗失了 不光自己录取了 也不能入学 没准还要受到惩罚 毕竟 这个园子带来了安全隐患 所以 这牌子这三天里 一定要好好保管 小心无大错 这也是他没有在街上多停留 而是立刻赶回家的原因 不管隋平侯府今天来没来人 来人走了没有 该面对的 总要面对 且说小荣村在边 早在一个半时盛前 挂有隋平侯府标志的三辆马车 就缓缓驶进了村 引得小荣村的孩子 跟着马车跑 不一会儿 爱看热闹的大人 也陆续赶到许永义的宅子外 把许家宅子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昨日 大家都吃了好大一个瓜 古代农村乐子哨 昨日的那一场戏 可比过年唱大戏还要精彩 配着八卦 大家昨晚连下饭菜都省了理 今天的瓜 自然不容错过 卫士被逼着来接许熙 本来气就不顺 见得这情景 忍不住骂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 丧死了 臭死了 又朝外面的护卫吩咐道 把人赶走 赵元良黑着脸 瞥了卫士一眼 转脸对护卫道 好声说话 别与人起冲突 只拦着他们 别让他们靠近即可 卫士见丈夫跟自己抬扛 眉毛一束 就要跟他抄抄 可看到丈夫那冷冷的目光 他心里一灵 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 卫士倒是嫡出 不过出嫁时 他爹紧是个无品小官 又是寒门出身 家中十几口人 全靠着卫夫那点子 俸禄过日子 别提多拮据了 他出嫁时 嫁状也没几样像样的 当年成亲时 随平侯府 还是国公府 老国公已重病在身 赵元良自己又没甚本事 还是个术出 想要娶个 勋贵人家的好姑娘 实在困难 他看着卫夫特别善钻营 像是个能升官的 卫士又有几分姿色 便上门求取 当时老国公虽病重 但国公府 还不像现在这般没落 再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国公府在如何没落 仍住着大宅子 名下田地 铺面也有一些 穿金带银 使奴换臂 吃穿讲究 可比卫家强百倍 再说 将家里姑娘 嫁到勋贵之家 也是备有面子的事 因此 赵元良一上门提亲 卫家就欣然阴郁 将卫士嫁了过来 不得不说 赵元良虽然没甚本事 但眼光还是可以的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的那般 卫夫慢慢往上爬 现在已是三品大员了 随着他手里有了权势 家中日子也渐渐宽裕 现在日子早已不比侯府差了 倒是国公府 在老国公去世后 就将等成了侯府 又因后辈无能 一家人坐吃山空 日渐败落 此消彼长之下 在丈夫面前坐低腹小的卫士 就抖了起来 评诉赵元良说什么 他都是争执几句 赵元良期望岳父 能帮他在衙门里某个职位 便也百般忍让他 这让卫士岳发认不清 自己的身份地位 要不是侯老夫人极为慎重 侯夫人诛事 又是个厉害的 卫士怕不要在侯府横着走 直到抱错孩子的事情暴露 侯老夫人出手惩罚他 赵元良看岳父迟迟不给自己某职位 也给他撂了冷脸 卫士自己也心虚 这才夹着尾巴做人 小荣村的人虽然喜欢吃瓜 却也是有分寸的 见今天的护卫比昨日多许多 马车也比昨日的豪华 便知今日来的人身份不简单 见护卫来驱赶 大家便没有上前 都远远跟着 许家院子里 谢氏一早上都坐立不安 这份不安全是因为许夕在走之前 说侯府的人或许会来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早有好事者看到侯府的马车进村 赶在马车停下来 就跑过来告诉谢氏了 谢氏听到侯府的人来 像是悬在头顶的靴子落了地 心里倒没那么忐忑了 他整了整衣衫 想了想 干脆把院门给打开 自己坐在堂屋里 那起鞋底子来 阮嬷嬷和刘管家 今天是陪着一起来的 赶车的也是昨日来过的 倒也熟门熟路 到了许家门前 阮嬷嬷嬷从马车里下来 小跑着上前 对车里的赵元良和卫士道 二老爷 二夫人 老奴先进去说一声 阮嬷嬷嬷是侯老夫人面前的得意人 卫士再票 也不敢在阮嬷嬷嬷面前耍威风 他连起心中的烦躁 朝阮嬷嬷挤出一个笑容 劳烦嬷嬷了 阮嬷嬷汗手 转身进了院子 一进院子 他就看到谢氏正坐在堂屋前 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 似乎没听到外面的动静似的 他顿时恨得牙痒痒 不说马蹄声和马车声 只说跟在马车后面那些村里人的议论声 就能把整个不大的村子给掀起来了 谢氏还坐在这里装模作样 这家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只是有求于人 他还不能发作 只得压下心头的火气 走上前去笑着跟谢氏打招呼 许二太太 早上好啊 谢氏装得也挺辛苦 差点追针都砸到手指上去了 这会儿听到软嬷嬷的声音 他大松了一口气 放下鞋底站起来 笑道 原来是软嬷嬷 说着 他朝外面看了一眼 软嬷嬷也转身看向外面 道 我们府上二老爷和二夫人也来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谢氏一眼 还有府上的五姑娘 他一笑 哦 我忘了 现在该叫六姑娘了 我们老夫人说了 西姑娘比宇姑娘大一个月 在府里姑娘中排第五 以后就是五姑娘 宇姑娘往后挪一个位置 成了六姑娘 六 六姑娘也来了 谢氏的脸上露出忐忑的表情来 说实话 他作为许家的当家太太 自然是想见小姑子生下的亲生女儿的 只是昨晚回过神来 他忽然又不想见了 人家金尊玉贵养大的侯府小姐 哪里看得上他们这种农家亲切 心里没准深恨他们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麻烦 降低了他的身份 他们上前认清 人家估计是不迎欢的 是自讨没趣 现在软嬷嬷说六姑娘来了 而且还跟着养父母一起来 他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他 二老爷和二夫人也来了 谢氏对阮嬷嬷露出一个僵硬的笑 可我当家的不在 西吉儿也一起去县里了 要不 要不你们改日再来 去县里了 阮嬷嬷嬷脸色一变 皱眉道 他去县里做干什么 许希林走前跟谢氏说过 他担心侯府不想让他进书院去念书 私下里找人给他使绊子 让书院故意不录取他 所以 让谢氏不要跟侯府说这件事 生怕谢氏不懂得撒谎 连借口都帮他找好了 谢氏道 我熊嫂在县里留了一处宅子 西吉儿隔段时间都要去打扫一下的 昨日你们来 他心绪有些不宁 今儿一早就要求我当家的带他去县里 他想在那处宅子里待一待 所以 两人和我女儿小雪一大早就出发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阮嬷嬷的眉头皱得越发紧了 谢氏摇摇头 说不准 他去那处宅子 有时候一去就是一天 有时候半日就回了 生怕阮嬷嬷他们真要在这里待半天 等许希回来 谢氏又找不了一句 不过看他昨晚那情绪 估计得在那里待上一天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在那里就待得久 不到天飞不回来 阮嬷嬷嬷转头朝外面看了一眼 道 二老爷和二夫人都亲自来了 见不到西姑娘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吧 你跟着侯府的马车进县里一趟 去把西姑娘接回来 县里离这里也不过五 六里路 来回不用半个时辰 二老爷 二夫人就在这里等一等 许希是个周全性子 这个情况 他也预料到了 也告诉了谢氏该怎么做 谢氏为难了一下 最后还是道 那好吧 阮嬷嬷让他稍等 自己跑出去 将情况跟赵元良和卫士禀报了 又将自己的提议跟两人说了 赵元良自然是想见见自己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的 就算嫡母不要求 他也要带她回府 更不用说 他深知任由这个女儿流落在外对侯府名声的影响 所以他对这个提议自然没有意见 卫士倒想转头就走呢 可侯老夫人的耳提面命上在眼前 不同意阮嬷嬷的建议 他是无法跟婆婆交代的 只得也同意了 叫他坐后面那辆车 让车夫快着先 别耽误时间 别忘了 老夫人还在府里等着咱们回去呢 他道 是 阮嬷嬷答应着 吩咐丫鬟伺候两人下车 自己则去了后面那辆车 请赵如雨下车 并吩咐了车夫一番 卫士下了车 看着村里的泥路和许家土墙上 陈旧斑驳的泥土 一群母鸡带着小鸡在院子里溜达 院里竟然还有鸡屎时 他很快就垂下眼瞼 遮掩住眼里的情绪 赵如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神色十分复杂 姑娘 福叔想安慰一下主子 可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 又担心走在前面的赵元良和卫士听见 指得道 小心脚下 赵如雨一低头 看到地上的鸡屎 吓得后退了一步 下意识把手里的裙摆给提了起来 福叔连忙提了他的另一边裙摆 道 姑娘慢着歇走 避开歇便是 其实歇士是个十分勤快的人 院子每天都打扫 家里比其他农家院落都要干净 不过农家养鸡 又是散养的 院子里未免会有一些干涸的鸡屎 也不可能整日拿水冲院子 挑水也是个体力活 这是没法子的事 可这样的院子 在卫士和赵如雨眼里 就是灾难 许家宅子的情形 赵元良自然也看到了 不过他跟两个女人的感受又不一样 侯府的庄子 他也是常去的 农家院落是什么样子 他十分清楚 因此 看着这破败的景象 他倒没什么感觉 只是想着他的女儿 本应该金尊玉贵的在侯府长大 如今却在这种地方受苦 还寄人篱下 不知过得怎样艰难的日子 他的心就十分的不适滋味 想起这一切都是卫士造成的 他转过头去 冷冷的瞥了他一眼 正好看到卫士那满脸的嫌弃和不耐烦 再看到赵如雨虽低着头 默默朝前走 但那脚步的小心翼翼 一副生怕裙子沾上泥土和鸡屎的模样 赵元良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 赵元良是不怎么管家里的事的 不过对自己的儿女还是挺疼爱的 尤其是赵如雨从小嘴就甜 会讨好人 因此赵元良对赵如雨一直疼爱有加 可想想 这不是自己的女儿 却代替自己的亲生女儿 享受着侯府的荣华富贵 自己的女儿 却因为他亲生父母的缘故 在这里受苦 偏赵如雨没有半点内疚之心 还做出一副千金小姐的姿态 赵元良心中那点疼爱 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现实并不知道这短短几步路 赵家一家三口 就产生了这诸多的复杂情感 他站在堂屋门口迎接他们 第一时间就将注意力放在了赵如雨身上 赵如雨的身材不如许细高挑 但胜在纤细窈窍 从五官上能看出去世的大摆子和大嫂的影子 赵如雨的容貌也算是中等偏上 尤其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 如一直失去了母亲庇护的小洛 让人见了无端的想要怜惜 呵护他 难怪侯府众人明知他不是自家的孩子 也不愿意放他离开呢 果然是我见尤莲 想起许细那明年的五官和干练的气质 谢氏心里涌上一股担忧 要是许细回到侯府与赵如雨对上 即便明知许细是侯府的孩子 估计侯老夫人 侯夫人和二夫人的心也更偏向赵如雨 人可都是同情弱者的 更何况赵如雨是他们一手养大的 不像许细 没有什么感情 看到赵如雨根本没抬头看自己 只管低头看地面 一副生怕踩到脏东西的样子 谢氏摇了摇头 这样的女孩 怎么会认她们这种穷亲切 想想许细说 永远把她们当亲人的许诺 以及对许家的依恋 谢氏的心顿时欣慰起来 没有半分失落之意 她把目光从赵如雨身上收回 看向了卫氏和赵元良 卫氏的容貌倒也不错 身材虽娇小 气势倒挺足 跟赵如雨那纯净 柔弱的气质完全相反 赵元良容貌清朗 只她是戏长眼 脸有点方 身高也不高 看着夫妻俩的身高 长相 很难想象 拥有一双灵动的桃花眼 五官明媚大气 身材高挑的许夕 会是他们的女儿 阮嬷嬷扶着卫氏 走到谢氏跟前 见谢氏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都不知道行李 她眉头皱了皱 满脸的不悦 二老爷 二夫人 这就是许太太谢氏 她开口介绍道 谢氏这才回过神来 给两人扶了一扶 二老爷 二夫人 卫氏看了谢氏一眼 见对方是个容貌普通 你就是谢氏 她微抬下巴问道 她这态度 谢氏倒没觉得意外 更没感觉不快 在她想来 换孩子 既是大嫂做的孽 卫氏里应深恨他们许家 要是卫氏对她的态度好 那才奇怪呢 没有一上来就扇自己一个嘴巴子 已算是这位夫人涵养好了 是的 夫人 谢氏半低着头 对卫氏扶了一礼 你是怎么教导孩子的 教的孩子连亲爹娘都不认 果真是农家泼妇 半点教养都没有 西井一哭二闹三上 调那套把戏 是不是打你这儿学来的 今日竟然还避开我们 跑县里去了 还真以为我们要求她回去不成 你赶紧去 告诉她 她要是不赶紧回来 乖乖跟我们回家 往后就别回侯府 就当许家姑娘在这里待着得了 还真当我们稀罕她不成 看到卫氏脸上凶狠的表情 再听听这无情的话 谢氏都惊呆了 这真是亲娘吗 每个做母亲的 听到女儿被人换 又看到他们家这环境 不心疼得要死 恨不得把女儿搂进怀里 好好疼爱一把她 怎地 这卫氏不光没有半点慈爱之心 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就不怕许夕听到这话伤心 真不跟她回去吗 不说谢氏 赵元良也呆呆地望着卫氏 好半场回不过神来 虽说夫妻俩如今关系不好 赵元良也知道 卫氏对于赵如雨 在人前人后是两副面孔 但她对儿子 是真正的疼在骨子里的 赵元良以前还不明白 后来知道赵如雨不是亲生的 而是被人掉了包 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作为一个生下孩子的母亲应该有第六感 面对不是自己的孩子 天生的亲近不起来 所以她觉得 卫氏刚才的表现有诸多不适 但她对即将认回的女儿 肯定还是疼爱的 她没想到会从卫氏嘴里 听到这样的话 感觉到丈夫的目光 卫氏转过头来 朝赵元良使了个眼色 赵元良回过神来 玄机又皱起了眉头 看这样子 卫氏这莫不是激将法 亦或是对付谢氏这等拿捏许希 想借此敲诈一笔的村妇的手段 只是这话要传到许希尔里 怕是不好吧 唯有赵如雨 对卫氏的表现没什么感觉 在她的印象里 卫氏在人后的表现一向如此 性格不好 嘴毒 不会说话 也不会做人 前世 她对新任回去的女儿也很不好 谢氏站在卫氏面前 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 阮嬷嬷对卫氏是十分不满的 她也知道卫氏不会说话 但说话 说得这么难听的 她还是头一回见识的 不过再不满 卫氏也不是她这等奴婢 能训斥的 她也不能当着谢氏的面拆台 她呵斥谢氏道 二夫人的话 你听见没有 赶紧去 别耽误了时辰 说着 她又不放心起来 转脸笑着 对卫氏道 二夫人 要不老奴跟她跑一趟 这话正和赵元良心意 如果阮嬷嬷不跟着去 谁知道谢氏会不会把卫氏这番话 原原本本说给许希听 并且添油加醋 要这样 她女儿怕是更不会跟他们回家了 到时候 这事就闹得下不来台 因此不等卫氏说话 赵元良就道 甚好 阮嬷嬷你办事老道 跟着去再合适不过 现在就走吧 快去快回 阮嬷嬷就拉了拉谢氏的胳膊 徐二太太 咱们走吧 说着 又对着一个小丫鬟挥了一下手 身为侯府内院的管家大嬷嬷 她平素也是有个小丫鬟供她使唤的 这丫鬟昨日就跟着来过 今日担心自己忙不过来 她便将这小丫鬟又带了来 卫氏和赵如雨 自有自己的丫鬟 赵元良那里不光有刘管家 还有自己的小丝 两个车夫也在这里 阮嬷嬷便打算带这个小丫鬟 一起去县里 谢氏被她拉了一个亮枪 只得心不在焉地跟着她往外走 一面走 她还一面回过头来 看了卫氏一眼 她现在终于知道 许夕为什么不愿意回侯府了 许夕那孩子真是太聪明了 分析得分毫不差 这卫氏已不仅仅是对女儿不上心了 她简直对这个女儿有仇一般 只恨不得她不回侯府才好 否则 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阮嬷嬷已经不想去思考 二夫人为什么要这么说 谢氏又是如何想的了 反正一会儿见到许夕 由她来劝许夕就是 至于卫氏的这番话 只要她阻止谢氏说给许夕听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当她没说过就好 眼见着这院子的主人 被阮嬷嬷拉走了 卫氏不再向前 转身朝马车走去 我上马车去等 赵如雨见状 看了那黑乎乎的屋子一眼 跟福叔对视一眼 也跟着转身上了马车 二老爷 您是进屋坐 还是回马车里去 刘管家问赵元良 赵元良看看敞开门的屋子 依稀能看到 里面摆放的八仙桌和凳子十分简陋 估计屋里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他皱眉正想回马车里去 就见一行人从院门外走了进来 胃头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者 可是随平侯府的老爷 老者嘴里问着 手椅抬了起来 给赵元良做了个衣 老朽许成官是许家组长 不知赵老爷到来 有失远迎 还请赵老爷恕罪 他也是看刘管家站在赵元良身后 赵元良无论是穿着打扮 还是容貌气度 都应该是刘管家的主子 这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行李口呼赵老爷 刘管家见状 介绍到 这是侯府的二老爷 许成官就明白了 眼前这位 应该就是许戏的亲生父亲了 他忙又给赵元良见了礼 并且介绍了一下 跟着自己来的人 赵家的马车进村 有人给许成官通禀 他这才匆匆赶来的 至于昨日来的里长 应在隔壁村 还没能赶过来 不过许成官担心 自己招待不好赵元良 已叫人给里长张成林传信了 许永义何谢事呢 怎的让赵老爷 嗯 站在院子里 许成官说着 不带别人解释 便自作主张地 邀请赵元良进屋去做 赵元良也想从许成官嘴里 知道一些许希的消息 便也没有推辞 跟着他一起进屋 刘管家知道 赵元良是不会和农家 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的 使唤小司去马车里 把茶具及茶水拿来 自己跟着进了屋 先用手帕抹了一遍桌子板凳 请赵元良坐下 又把谢事的那套说辞 跟许成官说了 哎 不说孩子 便是我们大人 要是遇到这种事 都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是好 许成官笑道 许希如今是侯府千金 可不是他们能评价的 便是西姐这三个字 他也不敢说出口 不说赵元良如何打听许希的事 只说阮嬷嬷和谢事乘马车到了县里 谢事指着路 让车夫驶进小巷 停在了一座院子前 阮嬷嬷防着谢事乱说话 率先下了马车 正想先进门去劝许希 就见院门上铁将军把门 咦 怎的门是锁着的 谢事自然知道 许希几人不在这里 这才毫不迟一地带着人过来 此时见院门果然是锁着的 他原先还有些悬着的心 一下子放了下来 他装出吃惊的样子 上前摸了摸门锁 做出担心状 他们不是说来县里的吗 怎的不在家 他又安抚了阮嬷嬷一句 嬷嬷急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探出头来 谁啊 林家阿婆 我是隔壁的许儿婶子 我想问一下 今日早上 我们当家的何西姐回来过吗 他们去哪里了 您知不知道 林婆子住在这里大半一辈子了 跟须永曾夫妇自然是认识的 当初夫妻俩相继去世 许希成了孤女 他还感慨了好一阵 他也认得谢事 对这个善待侄女 不贪财的妇人十分有好感 哦 原来是许儿婶子 看我眼花老糊涂了 他笑道 笑完 他又疑惑 你说什么 许儿叔和西姐回来过 我没见着呀 莫不是他们手脚轻 我没听见 说着 他还出了自家院门 往隔壁门上看了一眼 看到院门被锁锁着 他对谢事摇摇头 冲着自家屋子大喊 三娃子 出来一下 不一会儿 一个八 九岁的男孩子 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看到谢事和阮嬷嬷 他愣一愣 这才妄想自家奶奶 早上 你听到隔壁有声音吗 你许儿叔和西姐姐 有没有回来过 林婆子问道 小男孩子摇摇头 挠挠脑袋 没听到 说着 他又抬起头来 好奇地打量 谢事和阮嬷嬷 以及停在门口的那辆马车 林婆子便笑道 我这个孙子 耳朵醉灵 家里家外有什么动静 他都能听见 既然他说没听到 估计许儿叔没往这边来 或许去了别处也说不定 阮嬷嬷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谢事 见他一副吃惊的样子 似乎真不知道 许永义和许夕没往这里来 倒也打消了心头的猜想 也是 他们今儿个来 谢事又不能提前算出来 怎么一大早的 就将那眼几个出门呢 他们会不会去了别的地方 许太太你想想 软摸摸道 他担心谢事真把许夕藏着 不让他回去 又以待威胁地斗 不管怎么的 夕姑娘 我们是一定要接回府的 就算今儿个没能接他回去 我们也不会放弃 明日 后日继续来 不过如果今日能接到 倒省了大家不少事 许太太你说是不是 听到这话 想起许夕说 不愿意回侯府的话 谢事心里就十分为难 今日看到卫士和赵如雨 他自然希望 许夕能长长久久待在许家的 不过他也知道 这这不现实 不说侯府的态度如此强硬 他们留不住许夕 便是留住了 许夕也是要嫁人的 如果这样 倒不如回侯府去 至少侯府能给许夕安排 一门不错的亲事 总比跟着他们强 心里想是这样想 但无论如何 谢事都不可能主动 劝许夕回侯府 或是主动帮着侯府的人 硬逼着他回去的 这县里 我们还真没别的亲切 我们当家的就是个小货郎 平时除了进货 也不往县里来 都是去村子里贩卖 他们去了哪里 我真不知道 谢事一脸为难地道 软磨磨认定了 许家人要跟侯府打马虎眼 没准许家把许夕藏起来了 不要够赢钱 都不肯再把他交出来 不过 他一个吓人 没请示过侯老夫人 也不好直接跟许家人撕破脸 他皮笑若不笑地看了谢事一眼 那许太太 你说怎么办 老爷 夫人还在你家坐着呢 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谢事看了看时辰 跟软磨磨商量道 要不 咱们进去等等 没准他们去街上买东西去了呢 不管怎么的 上午他们总要回来的 不回这里 也会回小荣村去 咱们在这里 等到上午等不到 再回去 软磨磨想了想 觉得这是自己再着急也没用 所以道 那好吧 又指了指门上的锁 许太太是有钥匙的吧 自然有 谢事从怀里掏出钥匙 去开院子的门 软磨磨朝一直站在旁边 看着的小丫鬟招了招手 见他小跑到了跟前 吩咐道 西姑娘长什么样 昨日你也看到了 一会儿 我跟许太太进去等着 你跟着车夫在城里逛上一圈 看到西姑娘了 就跟着她别让她丢了 花几个铜钱 请人过来 给我报信 是 小丫鬟蹲身行了一礼 恭敬的硬了 待软磨磨跟着谢事进了宅子 他重又爬上马车 吩咐车夫赶车离开 软磨磨则对谢事解释道 我叫小丫鬟去给我买些东西 这个理由 谢事自然是不幸的 不过 他也没理由阻拦别人的行动 再者 这个时辰 他估摸着许希已进了书院考试 甚至已经考完了 出来后 即便遇上小丫鬟也不怕 故而只作不知 物质烧水淒茶 招待软磨磨 在谢事与软磨磨待在小院等待的时间里 许希已与许勇一妇女俩成 罗车回了小荣村 此时离赵元良和卫士 到达小荣村已大半个时辰了 卫士已在暴走的边缘 组长和理长陪着赵元良坐在屋子里 搜长瓜度的 把所有能想起来聊的话题都已聊尽了 至于吃瓜看热闹的那群村民 早已经散去 各回各家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因此 许希成的罗车还未进村呢 就有出去 田里劳作的村民 把他们叫住 气喘吁吁的跑过来 吼 侯府来人了 找西洁你呢 来得好像是侯府的二老爷和二夫人 听说那个跟你抱错的姑娘也来了 说着 这位中年男子还看了许永逸一眼 多谢六伯告诉我 许希笑道 回头让梨花妹妹去我那 我有两张好帕子给她 哎 六伯笑着挥了挥手 赶紧回去吧 罗车继续往前走 许雪看向许希 姐 怎么办 看看再说吧 许希说着 见许永逸也是一脸担忧 她道 看这架势 侯府是不会任由我在外面的 今天我要不跟他们走 没准老夫人名的就来了 如果这样 那倒不如今天跟他们回去 许永逸皱着眉头道 生怕许希误会自己的意思 她忙又解释 西姐 书不是赶你走 时事 如果你得要老夫人亲自来接你才肯回去 这话传出去就不好听了 往后你在侯府的日子也不好过 倒不如趁今日 见好就收 书院那边 有了消息 我跟小雪就去告诉你 他们总不能拦着你 不让你进书院念书吧 许希点点头 好 不过 只要我答应回去 想来缓上一两日回去 应该也不是问题 见许希心里有数 许永逸便放下心来 罗车已在离巷口不远处停了下来 倒不是车夫不愿意进去 也不是巷口太窄 而是前面被随平侯府的两辆马车堵住了 罗车要是再往前走 想要退出来 恐怕不容易 车夫就是村里人 跟许永逸都是相熟的 交情还好 因此也不为难 直接跟他说了 几步路而已 许永逸自然也不计较 当即赴了来回的车前 领着许希和许雪进了巷子 卫士和赵如雨 待在最前面那辆的车厢里 卫士鞋靠着睡了一觉 赵如雨则拿着绣绷 坐在窗前绣花 要是忽略偶尔传来的村民的议论声 和车窗两边斑驳的泥墙 和不好闻的气味 坐在这里等待 倒也不是难受的事 车里就这么点大 丫鬟婆子们 自然不可能挤在里头 卫士身边的李嬷嬷 就做了安排 卫士和赵如雨的下人 各留一人在车门处 守着 其他的都到后面 那辆马车里歇息 一顿饭时间换个班 如今侯府的大架子没倒 阴入不敷出 内里早已不敷以前的排场 各位主子的下人削减了不少 卫士房中下人 只有一个李嬷嬷 外加两个丫鬟 和两个粗屎媳妇子 赵如雨只有服输一个大丫鬟 外加一个小丫鬟 和一个粗屎婆子 今天来这里 也不知情况如何 两人将除了粗屎之外的丫鬟婆子 全都带上了 同共五个人 四个丫鬟正好互相轮换 李嬷嬷则同管全局 不定时出来看看 或是去跟赵无良那边的小四户 通一下消息 许熙三人下罗车时 正好遇上李嬷嬷 从院子里出来 看到许熙一行三人下罗车后 朝这边走来 李嬷嬷了一愣 玄机目光 就在许熙和许雪的脸上来回打量 烧情 她就直直朝许雪走去 面带笑意恭敬地问道 这位可是熙姑娘 为让卫士和院子里的赵原良知晓 她还特地提高了声量 许雪愣住了 困惑地眨拌了一下大眼睛 旋即连连摇头 指着许熙道 这位是 我不是 说着 她还避到了许熙身后 李嬷嬷也愣住了 看看许熙 再看看许雪 有些反应不过来 卫士睡醒了 正坐在那里出神 不知在想什么 听李嬷嬷那句话 她坐直身体 继而站了起来 想要下车去 赵如雨专心刺绣 反应慢了一拍 去搀扶卫士 带手扶助卫士 这才想起李嬷嬷那话 她身子微微一震 瞧了卫士一眼 嘴角是掩饰不住的嘲讽 看卫士这么激动 大家觉得 她一定会很疼自己的女儿的吧 可上辈子 她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 这么一想 她忽然庆幸起自己的出身来 有卫士这么个亲生母亲 还不如没有的好 守在车门处的丫鬟 见得两人出来 赶紧伸手 将他们一一扶了下来 许夕三人正跟李嬷嬷大眼瞪小眼 看到车上有人下来 都朝那边看去 便看到穿着紫色绸缎衣裙的卫士 卫士三十多岁年纪 但她保养得好 仍显得十分年轻 圆脸 性圆眼 嘴唇比较小 长相是那种甜美可爱型的 除了鼻子不够挺 容貌倒也不错 身材娇小 如果她还年轻十几岁 这个长相倒也很惹人喜爱了 看清楚卫士的长相 许永逸和许夕面面相去 终于知道 李嬷嬷为什么要问许雪是不是许夕了 许雪的容貌就是甜美款的 虽说她的五官跟卫士并不是很相像 但圆脸 大眼睛 笑起来脸颊一对梨窝 却跟卫士有相似之处 反观许夕却是微微上挑的凤眼 眼睛不大 却很有神 因为她的脸是瓜子脸 脸小就显得眼睛很大 鼻梁高挺 嘴唇饱满红润 身材更是高挑窈窈 总之 她是属于名艳款的 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的活气 跟卫士这种娇小甜美的女人 完全不同款 五官及身材 更是跟卫士 没有一处相似的地方 说许雪是卫士的女儿 还有几分可能 可说许夕是卫士的女儿 任谁看了 都要怀疑几分 除非许夕长得像赵元良 卫士的目光 也在许夕和许雪之间群寻 最后定在了许雪身上 她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眼含悉悸地唤了许雪一声 西井 许雪这下子更梦了 她紧紧地抓住许雪的胳膊 往后缩了缩 只恨不得把自己 藏在许雪的身后 许勇一皱着眉 上前一步 指着许雪道 这才是西井 那是我女儿许雪 卫士身子一阵 不敢置信地看看许雪 又看看许雪 刚才期待而西井的目光 一下子暗淡下去 眼里还闪过一丝慌乱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忽然上前 紧紧抓住许雪的胳膊 我的女儿 我怎么认不出来 这才是我的女儿 你们休想在鱼龙魂中 把我的女儿换走 她那样子 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情绪十分激动 许雪被她抓得生疼 吓得大叫 啊 我不是 却又不敢去掰卫士的手 带着哭腔望向许雪 姐 你快跟她说清楚 我不是 我是我爹娘的女儿 组长许成冠的儿子许明生 今日仍跟着父亲过来了 她一直站在院子门口 照应着卫士和赵元良两边 同时也对侯府的女眷级婢女等人 比较好奇 偷偷打量他们的举动 在许夕三人下马车 李嬷嬷发现他们时 她也发现三人了 赶紧如获至宝地跑进小院 跟赵元良和父亲禀报 赵元良跟许成冠等人 已到了没话说的地步 身心俱疲 正想着 要不要回马车里歇息一下 就听到许明生的禀报 顿时大喜 站起来就快步走了出来 正好看到卫士激动地抓住许雪 许雪惊恐地往后躲的一幕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喝问道 卫士见了她来 回头道 老爷 你快来啊 他们又要换咱们女儿了 什么 赵无良一惊 顾不得风度 小跑着到了卫士跟前 看看许希 许雪两人 问道 怎么回事 这才是咱们女儿 可她非说不是 说这个才是 卫士仍紧紧抓住许雪的胳膊不放 不说许雪 便是许永逸和许希 都是满脸猛逼 系统 你给我滚出来 许希在脑子里喝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剧情里 可没有这一出 更没有说我不是卫士的女儿 系统的声音从脑子里传来 从语气来看 她也是猛的 没 没有啊 原剧情里 侯府的人一来接 许希就跟着软嬷嬷回侯府了 根本没有这一出 说完 她似乎找到了底气 一下子里直气撞起来 用谴责的语气道 看吧 叫你别折腾别折腾 你偏要折腾 要是昨天乖乖跟那些人回侯府 不就没有今天的事了 哼 许希冷笑 今天从女子书院里出来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系统立刻装死 不作声了 虽然在这件事上 指望不上系统 但系统的答复 起码肯定了许希 对剧情的记忆没有出错 那边乡 赵元良听了卫士的话 打量了许希几眼 又打量着许希 脸色惊疑不定 许成关和张成林 是跟着赵元良一起出来的 不过是慢了几步 听了这话 两人也一起打量起 许希和许希来 知道许永义回来的村人 又聚集了几人来看热闹的 此时 大家都一起看向许希和许希 许希还好 许希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十几双眼睛盯着她 让她心里直发毛 恨不得把脸埋进许希的背上去 偏卫士的手仍抓着她不放 你先放开她 许希对卫士道 对许希这个号称是西紧的姑娘 卫士厌恶到了极点 这会儿 她也从看到许希那一刻的激动中 冷静下来了 她轻蔑地看了许希一眼 道 怎么 你想跟我说你 才是我女儿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长得像不像我 说着 她又趾高气扬地看向许永义 敢以假乱真 再次混淆侯府血脉 你就不怕官府来抓人吗 你们真到我们侯府不追究过去的事情 就是软废子了 说着 她转头吩咐刘管家 你去 到官府报案 让他们来抓人 许成官眼看着不好 赶紧上前劝道 二夫人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是啊是啊 没准事误会呢 张成林也道 在她的管辖范围内出这样的事 她作为里长 也是急丢面子的 更不用说 她还想抱侯府的大腿 搭上侯府这条线 劲儿多认识京城的人呢 这么一想 她就打算劝劝徐永义 哪个姑娘去侯府不是去呢 去的是徐永义的亲生女儿 那岂不是更好 对徐永义一家 都有好处不是 但凡徐永义脑子活络一点 就可以顺水推舟不是 她一面对徐永义蒙实眼色 一面对赵元良道 二老爷 不如咱们一起进屋里说 在这里吵吵嚷嚷的 终归不好 赵元良也不想让人看侯府笑话 当即劝卫士道 行了 进去说吧 要是他们不认 再报官也不迟 卫士自然是不愿意报官的 她刚才那话 纯粹就是吓唬徐永义 她这才放开徐永 不过目光仍紧紧地盯着徐永和许希 似乎一错言 两人就要在她面前闹幺蛾子似的 许希在心里翻了的白眼 拉住徐永的手 走吧 进去说 率先朝院门走去 一面走 她一面小声对徐永义道 小雪 你愿不愿意去侯府 你知道我不愿意去的 如果你想去 可以答应下来 徐永猛地摇头 我不去 我就在家里 她看向许希 姐 你能也不去吗 你知道的 不可以 咱俩必须有一个去 许希道 所以你好好想想 她誓侯府如狼窝 宁愿在这个于卫士和赵如雨眼里 简陋不堪的农村待着 可她知道 有些人并不是这么想 侯府虽然败落了 可好歹吃穿不愁 还有奴仆侍后 也穿金带银 比起一般老百姓 那绝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 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很是重要 毕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作为一个侯府千金 再如何 也能嫁一个差不多身份地位的人 比一般农村汉子 可强多了 虽说富贵人家的公子 很大的可能会纳妾 以后要面对的是 乌烟瘴气的后宅 但对于打小接受 三妻四妾思想的古代女子来说 似乎也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嫁之前 就知道对方是渣男 全社会的男人都这样 没有期待 自然也就没有失落感了 嫁汉嫁汉 也不过是穿衣吃饭 一张长期饭票而已 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不像现代女子 因为自己能独立 自己能挣饭吃 饭票对她可有可无 对男人的要求就高了 感情需求放在第一位 并会用现代的标准 来衡量古代男子 落差自然不是一般的大 再者 嫁农村汉子就幸福了吗 每日操劳 辛苦劳作 伺候公婆 抚养孩子 发愁吃穿不说 一旦多收了三五斗 农村汉子也是想要纳妾的 男人可都是大猪蹄子 所以 回侯府 对她来说是披霜 但在别的女孩子眼里 却是蜜糖 没准在徐雪眼里 这就是一桩好事呢 只是因为没有那个运气 涂在心里羡慕吧 如真是这样 那么徐雪去侯府 她留在许家 倒是个得其所了 往后的路怎么走 结局如何 那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如果徐雪往后的日子 过得不顺 许夕也绝不会内疚 毕竟路是自己选择的 当徐雪选择去侯府时 她就得面对荣华富贵 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管是她 还是徐雪 都不可能只享福 而不受苦 她选择留在小荣村 谁能保证她 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呢 她只是有朝自己心目中的 美好未来 而奋斗的信心而已 我不去 我不喜欢 徐雪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已是自己拒绝的坚定决心 要是前日 真有这么个机会放在她眼前 她没准会犹豫心动 但昨天徐雪宁愿上吊 也不宁愿回侯府的行径 给徐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这个单纯的姑娘觉得 侯府绝对是个吃人的狼窝 没看唐姐宁死都不去吗 那里还有她的亲生父母吗 她一个冒牌货 脑子没唐姐一半好使 真这么去了侯府 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人吃了吗 不去不去 死都不去 徐夕见她这样 不有好笑 说话间 两人已进了许家堂屋了 后面紧跟着进来的 是卫氏和赵元良 徐永义也紧跟在后面 赵如雨站在门边 和服输也都站在门口 许承关和张成林 本来是紧跟在许永义身后的 可进了院门 脚步就慢了下来 持出这久久没跨上那两极台阶 许家和侯府这潭水 似乎有点浑了 这时候选择不三二 还来得及吗 赵元良见了 赶紧出声道 张里长 许组长 还请二位进来做个见证 许承关和张成林没法 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屋里 在赵元良的事一下坐了下来 两个小丫鬟和一个小丝 早在李嬷嬷的吩咐下 守在了院门口 跟他们一起守着的 是许承关的儿子许名胜 那些慢慢聚过来 看热闹的村民 都没敢跟着进院子 赵元良最先开口 朝许永义问道 你是许永义 是 许永义满怀不安地点点头 你老实交代 谁是我女儿 赵元良看向许永义的目光 十分锐利 许永义折指许雪 这是我女儿 她叫许雪 今年十三岁 比许熙小半岁 当年我看着接生婆 把她从产房里抱出来的 许熙当时还在城里 跟着我哥嫂在一起 怎么可能弄错 说着 她向许承关道 三叔 当年是邻村的王婆子 帮着接生的 洗三的时候 您还来过呢 是不是 她又看向赵元良 二老爷要是不信 我可以叫人去请邻村的王婆子 和当时帮忙的邻居婶子来作证 小雪出生时 村里人都知道 村里人也是看着她长大的 怎么会弄错呢 许雪既然不愿意去侯府 许熙自然不会让卫市 胡搅蛮缠 她也开了口 昨日你们府上的嬷嬷来 我就说了 让你们拿凭证来 今日你们来这一出 也同样 拿凭证出来 总不能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 就说谁谁 谁是你们女儿吧 昨日来任我不算 今日来了 还换了一个任 你们这任女儿 也太随性了吧 真到我们小荣村的人 那么好欺负 由着你们说谁就是谁 她看了里长张成林一眼 又冷冷道 要是你们还在这里 胡乱指认 我明儿个就去县里 衙门击鼓喊冤去 没得许家 好好养大的一个女孩 随随便便就被你们逼着领否 谁知道 你们领回去 是要干什么 拐卖良家妇女 可是大罪 别以为你们是侯府 就能罔顾国际王法 这一番话下来 不光叫赵元良脸色发白 张成林和许成官脸色不好看 更把许永一下的不轻 侯府来认清 她虽舍不得许希 却也觉得是件好事 许希真是侯府千金 万不好再跟着他们吃苦的 她真没想到 事情竟然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一下 她是真不敢让许希 跟着赵元良和卫士回去了 她道 对 你们来认人 拿出凭证来 最好有官府的证明 否则 我家不管哪个女孩 都不能跟你们走 赵元良本就是个 没甚本事的人 作为庶子 府里什么事都无需她做主 她只需听话就成 这也养成了 她没什么主见的性格 现如今事情闹成这样 她是真真没了主意 每个是她女儿 她都没闹清 更不要说 叫人跟她回去了 而且别人不肯走 她总不能绑架吧 所以 这事还真不是她能处理的 须得禀报了老夫人和侯爷大哥 查清楚了才做决定 她看了卫士一眼 见卫士阴沉着脸 目光不善地看着许希 时不时又看许雪一眼 紧抿着嘴不说话 眼神晦暗不明 也不知在想什么 赵元良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行吧 我回去禀明老夫人 再做定夺 她站了起来 朝外面走去 卫士却站了起来 走到许雪面前 殷切地唤了一声 雪姐 我是你亲娘啊 你跟娘回府吧 娘给你买许多好看的裙子 和贵重首饰 说着 她从头上取下步摇 想要插到许雪头上 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 许雪在她过来时 就吓了一跳 想要避开 但屋里就这么大 或坐或站这么些人 她根本没地方去 只得扭着身子 避开卫士伸不来的手 嘴里叫道 我不是你女儿 我真不是 说着 急得哭了起来 求救地看向许永逸和许希 二夫人 您再这样 我就去衙门了 许永逸起身怒道 赵元良文生 停住脚步 对许永逸道 行 那你去吧 我们侯府还没追究 你们当年换孩子的罪呢 你倒有理了 这话把许永逸吓住了 族长许成关联盲道 永逸 既然二夫人认定了雪姐 你不如先让雪姐 跟二夫人回去吧 反正去那里是享福 委屈不了她 至于孰是孰非 荣厚在意 说着 他还猛朝许永逸识眼色 让他别一根惊 赵元良却是不愿意随意糊弄 早十几年前 他一把女儿认错了 这回不能再弄错 他回身皱眉看向卫氏 夫人 先回去 回去查清楚了 再来领也不迟 卫氏却不听他的 见许雪被吓哭 他收回了手 将布瑶拿在手里 双眼用力眨了眨 眨出一点泪意 戚戚窃窃窃望着许雪 雪儿 你跟娘回去吧 娘当年会补偿 你这些年兽的苦的 到时候 娘定然给你定一门好清 让你一辈子想尽荣华富贵 不管她目光再殷切慈爱 表情再悲伤可怜 可许雪认定了侯府是龙坛虎穴 这位想要硬拉她进侯府的女人 心怀不轨 卫氏的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表演 完全是媚眼抛给瞎子看 她紧紧地 拽着许希的袖子 把脸埋在她肩膀上 眼睛根本不看卫氏 嘴里叫让道 我不去我不去 我不是你女儿 别再跟我说话 这拒绝的姿态如此决绝 让卫氏简直绝望 她转过头来 哀求地看向赵元良 语调七晚 老爷也就是成亲那会儿 卫氏对赵元良是这样的态度 后来赵元良那妾 卫氏的父亲也一步步往上爬 他对赵元良 早已没有了当初温婉的模样 平素里不是横眉冷对 就是冷嘲热讽 像现在这般做派 赵元良当真是很多年没看到了 她正愣了一下 心里忽然涌上一股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来 卫氏她对于女儿 终究还是真心疼爱的吧 她走了回来 想仔细地端向一下徐雪 辨认一下 这是不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徐雪死活不抬头 让赵元良根本看不见 许希对今天这场闹剧 颇有些啼笑皆非 她安抚地拍拍徐雪的背 对明显比卫氏更理智的赵元良道 无论你们是指认我 还是指认小雪 我们都不会跟你们去侯府的 你们且回去吧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就别来了 她看向门外的赵如雨 认女儿这么随便 逮谁认谁 倒不如好好把你们养大的女儿 当成亲生的 大家互不干扰 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不好吗 非得闹这么一出 叫人看笑话 赵元良听的这话 又是一阵 终于将目光从徐雪身上挪开 仔仔细细地打量起徐雪来 这个女孩 打从见面起 就一直十分冷静 冷静到冷酷的地步 说起话来一针见血 表情冷硬 目光锐利 那姿态 看他们就仿佛看一群跳梁小丑 而她 却是个冷眼旁观的 仿佛事情与她无关 可她却是众人所说的 她的亲生女儿 侯府真正的小姐 你 你真是我的女儿 她问道 卫士听到这话 像是出了电一般 身体一颤转过身来 对着两人道 不是 不可能 她指着徐雪道 老爷 这才是我们的女儿 我的女儿 我是不会认错的 屋里众人的思绪 还没往深处想 就听许希冷笑一声 不会认错 那十几年前 你在哪里 把别人的孩子 当轻生的养了十几年 这会子 你却说 你不会认错 我都替你脸红 在原书中 卫士队认回去的女儿 一直不好 屡屡给她挖坑 许希即便真要回侯府 也不会指望卫士 所以 她对卫士队的毫无压力 而且 她觉得这卫士形势 十分反常 她既是系统认定了的原主 那就一定没跟徐雪 弄错身份 怎么卫士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反而一直揪住徐雪不放 就因为徐雪跟她是同款甜美型 卫士的反应 透着十二分的蹊跷 想到这里 许希还真有些头疼 徐雪不愿意去侯府 这年头又没有DNA可以验定 如果卫士一口咬定是徐雪 这件事 还真不好处理 要知道 母亲对于亲生孩子的第六感 可真是没道理可说的 这件事说出去 别人也都会相信卫士的感觉 系统 有什么办法 可想 她不由问道 宿主 考验你智商的时刻到了 系统的声调 竟然透着几分兴奋 许希 一句MMP送给你 那头 卫士被许希这句话 赌得半上说不出话来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看向许希的目光 像是脆了毒 恨不得一口把她吃了一半 许希可不怕她 冷冷地跟她对视一眼 转头对赵元良道 二老爷 你们且先回去 等你们在衙门里找到证据 再来寻你们的女儿 面对这样的许希 赵元良忽然平白生出了两分距影 她一把扯住卫士的胳膊 沉声道 先回去 卫士似乎也吸了反抗的心 直哀哀地看了许希一眼 就顺从地跟着赵元良离开 赵元良上了马车 就问卫士 你真确定 那许希是咱们的女儿 当初生她的时候 身上有没有胎记 卫士尴尬地转过头去 看向窗外 哪有什么胎记 要是有胎记 我也不会养于婧 养了十几年都没发现 她不是亲生的 说到这里 她仿佛得了灵感 转头对赵元良道 你以前总说 我对于婧不亲近不上心 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 我即便不知道 但我的心却是骗不了的 我反正对她亲近不起来 倒是许希 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她是我的女儿 原本赵元良心里 还有些疑惑的 毕竟小荣村的组长 里长 以及许永义 没必要骗她 而且从许希那 明显被伤透了心的表现来看 很有可能 许希才是他们的女儿 可听卫士这么一说 她心里的那点疑惑 终于被打消了 她想 孩子是母亲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或许真有心灵感应 也未可知 卫士对赵如雨 一向不亲近 也不关心 可对儿子却是无微不至的 可见她并不是没有心 只是因为赵如雨 不是她的亲生女儿的缘故 她长叹一口气 可咱们拿不出证据 小雪那孩子 也不愿意跟咱们回来 怎么办 她柔柔眉心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京城的人又得笑话咱们家了 哎 卫士暗自撇撇嘴 没有说话 侯府其他人 都不愿意看到侯府败落 卫士却是无所谓的 不光无所谓 她反而有些庆幸 要不是侯府眼见着不行了 而她娘家却蒸蒸日上 她的日子 可没有现在这么好过 反正侯府再不好过 也没少她的吃穿 反倒是婆婆 嫂子不敢随意 在她面前摆脸色 让她十分的扬眉吐气 觉得日子过得再痛快不过了 只不过 她得为儿子打饭 小荣村这边 许城关和张成林 见事情闹成这样 也不好说什么 见赵元良和卫士的脸色不好 两人也不敢说什么 把人送到巷口 看着人离开了 这才一起回转 开始劝起徐勇义来 去侯府就是享福 既然西姐不愿意去 二夫人又一口咬定 雪姐是她女儿 不如就让雪姐去侯府过好日子 不说别的 只说侯府小姐配得轻视 岂是咱们这等人家能高攀呢 你们不为自己着想 总要为雪姐的终身考虑吧 换作平常 徐雪这种农家小姑娘 连在里长和族长面前 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她也不敢说 可一听这话 她就急了 上前对着两人道 我可不去 就算她有可能 即将成为侯府千金 许臣官也没办法 马上对她重视起来 她白白手道 我跟你爹说话 你先回自己屋去 许熙见许雪还想说什么 赶紧拉着许雪回了她的屋子 姐这是怎么一回事 许雪一进屋 就抱着头哀嚎一声 坐到了桌前 你要是不愿意 只咬死了 不是就成 其他的交给我 许熙倒了两杯茶 放了一杯到许雪面前 自己拿着茶 慢慢地喝了起来 见许熙仍是一副 不紧不慢的样子 许雪的心 也稍稍安定了一些 不过她仍静不下来 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明日书院就张榜了 要是咱俩都被录取 争取住到书院里去 侯府再怎么的 也不敢冲到侯府里去抓人吧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这句话 终于安抚住了许雪 她长舒了一口气 端起那杯凉茶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刚才好了半天 可累死她了 这时候 许永义把许成光和张成林打发走 也进了屋 忧心忡忡地看着许熙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许熙是不是侯府的小姐 她不知道 但许雪是谁的女儿 再没人比她这个当爹的更清楚的了 她实在不明白 那位二夫人 为什么就死盯着她女儿不放 却看都不看 很有可能是她女儿的许熙 难道大户人家的夫人 就只凭长得像不像 来认亲生儿女的吗 那长得圆脸大眼睛的姑娘 是不是都能去侯府认认亲娘 说 反正我是不稀罕去做什么侯府小姐的 如果你跟小雪也不稀罕 直接把她们打发了就是了 不要说什么随平侯府了 便是皇家国妻 也不能指着谁家的姑娘 说拖走就拖走的 这国家中得有王法不是 许熙道 我不稀罕 许雪斩钉截铁地道 许熙就看向许永义 许永义皱眉 看着许熙正色道 熙姐儿 输在你眼里 就那么没底线 不说我舍不舍得学姐儿 便是舍得 我也不会让她去做这没良心的事的 许熙摇摇头 我自然知道 咱们许家人都是心正的 现在咱们来权衡一下利弊 做侯府小姐 我不喜欢 所以我不想去 可你们觉得那地方好 许雪自然是可以去的 能平息侯府的事情 又能让小雪过上好日子 也是两全其美的事 一听这话 许雪就急了 站起来嚷道 我不去 说着看着自己的爹 郑重而认真的又声明了一句 爹 我不去 我不想去 好好 不去不去 许永义是个疼爱女儿的 见女儿急成这样 连忙连忙保证 爹可舍不得你 去给别人做女儿 许雪这才满意了 微翘着 嘴角重又坐了下来 可是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许永义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也不是软包子 也是个性子强硬有主见的 如果没有闹出大嫂换孩子的事 他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 把侯府给打发了去 甚至不惜闹到官府 可现在 是他们许家理亏 就算换孩子的罪魁祸首死了 事情终归是许家人做的 如果侯府买通官府 来给他安个罪名 别人还真没办法说什么 可让他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 被侯府二夫人认作女儿 他也做不到 这件事 放在别人家里 不定争着抢着去做侯府小姐呢 可许家人心都正 再就是许夕一开始就摆出了 宁死不去侯府的架势 总让人感觉到 侯府是龙坛虎穴 而不是浮窝 所以 许家人根本就没往好的方向想 这也难怪叫侯府的人郁闷了 外面忽然传来村民打招呼的声音 谢婶子回来了 你赶紧回家看看吧 刚才侯府又来人了 还想任你家雪姐做女儿呢 谢氏回应的声音 也跟着传了进来 我娘回来了 徐雪一听 连忙站起来 飞快地跑了出去 徐勇义和许夕 也跟着走了出去 院子里站着谢氏和阮嬷嬷几人 一个邻居家的大娘 正唾沫横飞地跟两人说 卫视认女儿的事 谢氏听闻自己女儿 差点被卫视认走 气得差点破口大骂 阮嬷嬷听到卫视 竟然闹了这么一出 脸色也十分不好看 见得徐勇义和许夕出来 谢氏盲问 相公 真是这样 他怎么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 徐勇义点点头 他觉得雪姐跟他长得像 所以死活揪着雪姐不放 谢氏郁闷极了 跟他长得像 我的女儿 怎么就像他了 老娘我还没说话呢 谢氏这话一出 邻家大娘就拍着大腿叫了起来 可不是吗 要说像 雪姐跟你可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跟你刚嫁过来时 一模一样 你刚才不在 你要是在 只要往雪姐身边一站 哎呀 那还有那侯府夫人什么事 强女儿 也不是这么个强法 许夕穿到这古代也值几日 每天有无数的筹划要忙活 谢氏又整日操劳 经常下地干活 忙完地里忙家里 一刻不得歇 皮肤和儿粗糙 身材也发了浮 显得又矮又壮 整个就是一农村中年妇女的形象 跟甜美两个字完全不沾边 许夕对她的容貌完全没印象 刚才卫士闹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把许雪和谢氏的容貌联系起来 可经林家大娘这一提醒 许夕抬眼仔细看了一看 可不是吗 谢氏也长得一个圆脸 眼睛也圆圆的 嘴唇跟许雪很像 母女两个 眼睛鼻子脸型 简直都跟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要是谢氏还年轻个十几 二十岁 跟许雪都能称作双胞胎了 许雪长得这么像母亲 只要有谢氏往旁边一站 真没人能说许雪是别人的女儿 许永逸大概是回想起 刚澄清那会儿的甜美小娇妻了 眼里微微发酸 这些年 她就没让妻子过过好日子 阮嬷嬷看看谢氏 再看看许雪 对卫士真是无语到了极点 老夫人叫她来接许希 她却放着亲生女儿部里 直拉着别人的女儿认清 这算个什么事啊 阮嬷嬷骚的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她道 你们放心 这事 我回去一定禀报老夫人 二夫人向来是个糊涂的 否则当年也不会被换了孩子也不知道 可老夫人 二老爷却是个好的 说到后面 她看向了许希 希姑娘 回到侯府 您就是侯府小姐 就算二夫人有些不靠谱 可终有老夫人在呢 二老爷也是个疼孩子的 定然不会叫你委屈了去 我可不去你们侯府 许希跑到谢氏身边 紧紧地挽住她的胳膊 我就留在许家 我哪都不去 这小女儿姿态 跟她在卫氏和赵元良面前 那冷静自吃的模样 风格迥异 只把许雪看得目瞪口呆 这不是她的风格吗 许希这是在学她 许希警告地瞪了她一眼 又认真对阮嬷嬷道 我真不回侯府 阮嬷嬷叹了口气 这件事 容后在意吧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说着 她对许家人扶了扶身 带着小丫鬟转身离去 有谢氏和许雪容貌 相向这个有利证据 许希也放松下来 对一家人笑道 好了 这下没什么可发愁的了 侯府二夫人脸皮再厚 也不可能当着婶婶的面感说 小雪是她女儿 那你 谢氏又为许希操心起来 有那样一个娘 谢氏这会儿 还真不放心 让许希进侯府了 我不怕的 就像刚才软嬷嬷说的那样 就算我回了侯府 有老夫人在呢 二夫人还能拿我怎么的 再者 过两日没准 我们就要进书院了 谢氏这才想起 两人考书院的事来 连忙问情况 进屋说吧 许永义见村里人 又有来八卦的了 赶紧把林家大娘送了出去 关了院门 且说侯府那头 侯老夫人眼见得下半晌了 赵元良和卫士还没回来 便知事情不顺利 一颗心一直提着 之后终于见到了两人 侯老夫人看看 两人身后 只有一个赵如雨 并未跟着其他陌生女孩 心当即一沉 黑着脸问道 怎么回事 卫士低着头 没有作声 赵元良把今天的事 跟迪姆说了 侯老夫人皱眉看向卫士 你真觉得 那许雪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是的 我不会认错的 老夫人 请您相信我 卫士露出激动的神色 侯老夫人狐疑地看着卫士 没有说话 要是别人这么说 她自然是姓了 但卫士这个人 向来小手段很多 心眼多得跟筛子一样 当年要不是 她心机身手段高 把赵元良笼络的死活要娶她 闹得满京城 都说她这个嫡母 磕带打压数字 老夫人也不会让赵元良 娶这么个女人 现在满村的人都说 许雪是换错的孩子 偏卫士一口咬定许雪 还露出这般殷气的神色来 总叫侯老夫人心里犯嘀咕 那你有证据吗 侯老夫人问道 卫士一爷 我要是有证据 当年也不会被奶娘糊弄了去 让我可怜的女儿 在乡下吃尽了苦头 说着她掏出手帕 磨起眼泪来 侯老夫人看着她 淡淡道 那她不愿意跟你回来 只叫你拿证据 你看怎么办吧 说着她摆了摆手 这件事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是你的女儿 卫士身子一顿 玄机用手帕 飞快地抹了一下眼 朝侯老夫人一服 多谢老夫人 侯老夫人看了赵元良一眼 见她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摆摆手 行了 你们也累了一天了 回去歇着吧 她又对赵如雨道 雨姐儿留一下 赵元良和卫士出去 赵如雨留了下来 侯老夫人问道 今日见了亲人 可还好 赵如雨干大的笑笑 还好就打了声招呼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吴姐姐身上 至于这个吴姐姐 是许夕还是许雪 那就不是她能智慧的了 不过上辈子 可没闹这一出 昨日许夕就被接回来了 大家直接默认了 她是侯府报错的小姐 卫士虽然不喜 却没说她不是自己的女儿 侯老夫人之所以留下赵如雨 就是担心她会多心 侯府好不容易把赵如雨养这么大 也算得尽心尽力培养 自然要在联姻上 获得该有的收益 如果再认清这事上 让赵如雨含心 得不偿失 她温身安抚了赵如雨几句 又留她吃了饭 这才放她回屋 赵如雨回到自己的院子 坐到椅子上 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明日后日 老夫人不会再让您去了吧 福叔担忧地道 刚才在侯老夫人处 侯老夫人没提 赵如雨也不好问 可后日 可是京城女子书院考试的日子 赵如雨想了想 道 你明日出府 故意辆马车 在后门口等着 再将守门的婆子打点一下 不管老夫人后日有什么安排 女子书院 我是一定要去考的 福叔皱眉道 姑娘要不要写封信给表姑娘 让她接您去卫府住两日 原先赵如雨虽不被卫士喜欢 但她当时的身份 仍是卫士唯一的女儿 再加上她嘴甜会讨好人 卫府老夫人对她挺好的 卫士兄长的女儿卫明珠 更是把赵如雨当亲姐妹一般 一起考女子书院 也是赵如雨与卫明珠的约定 赵如雨垂下眼瞼 摇了摇头 这当口 我实不宜去卫府 以前她是卫士的亲生女儿 卫府的人才喜欢她 现在她不是了 也不知卫府的人如何看待她 在这紧要的当口 她宁愿偷偷从侯府溜出去考试 也不想去卫府横生之节 卫府可是卫士的娘家 一旦卫士知道这件事 阻止她去考试 那么她去卫府 倒是羊入虎口 半点自由的机会都没有 倒是侯府 是侯老夫人和侯夫人当家 卫士也就只能管住 她自己院子那一亩三分地 赵如雨想做什么 她还真拦不住 本来赵如雨去考女子书院 对随兵侯府为有好处 赵如雨不应该瞒着老夫人才是 但她考女子书院 是上辈子没有的经历 她心里总没底 生怕自己考不上 要是考不上 又闹得满府都知道 正好这时候 她的身世又暴露出来 到时候 不定府里人怎么议论她呢 尤其是卫士 平时就冷嘲热讽的 知晓了她考书院而未考上 肯定会整日拿着事来奚落她 所以 她想悄悄地去考了再说 考上了 自然是件荣耀的事 考不上 没人知道 就当没这件事发生就好 所以 她连老夫人都没告诉 不管后日有什么安排 反正这书院 我是一定要去考的 赵如雨跟服输说了一句 站了起来 走到书桌前坐下 开始看起书来 她这次考试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赵如雨一走 侯夫人诸事听闻 赵元良夫妇回来 也过来了 侯老夫人让媳妇坐下 这才把刘管家换进来 你把今天的情况 事无巨细地比一遍 刘管家是侯府的大管家 对侯老夫人和现任侯爷 是十分忠心的 也知道老夫人对二老爷 和二夫人的不满 她倒也不偏不倚 将今天的事 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侯老夫人听了 转向儿媳妇 今儿这事 你怎么看 诸事皱皱眉 这是吧 说不好 卫士对女儿的感应 真这么强烈 她也是做母亲的 也知道有母女连心一说 说孩子出了事 母亲会有感应 但她没有体验过 总觉得这种感觉有些玄乎 或许 是因为她的儿女 都在身边的缘故吧 这是确实有些蹊跷 侯老夫人道 要是别人 或许我就信了 可谓是 我怎么就觉得这里面 有什么要额子呢 那现在怎么办 母亲还要把那个 叫许夕的姑娘 接回来吗 侯老夫人想了想 吩咐刘管家 你去京城福尹衙门一趟 拜托福尹 再好好审问那个奶娘 看看当年 她调换孩子的时候 是个怎样的情形 可还记得 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 如果她说的好 我们或许可以帮她求求情 让她减轻一点罪行 是 刘管家行李离去 侯老夫人又看向金默默 你让人去小荣村 好好查查 看看谁 才是咱们侯府真正的小姐 卫士她又为什么一口咬定 是那个叫许雪的 她顿了顿 还有 暗中盯着小荣村那边 看看卫士是否暗地里 跟他们接触 有什么动静 也别打草惊蛇 先来禀报我 是 金默默扶身 转身出去办事 侯老夫人又吩咐丫鬟 去看看 阿软怎么还不回来 心里对阮默默办事的能力 有些不满意 丫鬟音声 刚出了院门 便又反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阮默默 老夫人 阮默默默行了一礼 让你跟去 是让你看着他们 别让他们闹出事来的 你倒好 跑去县城里待了半场 让卫士在小荣村 道了个大笑话 侯老夫人沉着脸道 阮默默默也不敢为自己辩解 只是跪着认罪 行了 起来吧 侯老夫人也知道 卫士是主 阮默默默再得脸 也只是个奴婢 阮默默默就算在场 也管不住卫士 自己这也只是敲打 她道 卫士在小荣村的所作所为 你都知道了吧 你怎么看 那个许雪和许夕 到底哪个才是侯府小姐 这正是阮默默默 要跟侯老夫人禀报的 她当即把谢氏和许雪的容貌 相像度跟侯老夫人说了一遍 道 老奴回来之前 还在村里打听了一下 大家都说 雪姑娘是谢氏的亲生女 她毕竟比许夕小半岁 打小在村子里长大的 从出生到现在 村里人都说 她跟谢氏年轻的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容貌也没有大变 绝对不会跟夕姑娘弄错 侯老夫人听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是许雪和许夕的身份 搞不清楚 那侯府就会左右为难 这件事拖得久了 必然会传出去 让京城人都知道 报错孩子的事 就够让人看 随平侯府的笑话了 要是为师认错 女儿的事再传出去 那他们就别想出门交集了 府里还有好几个 少爷小姐的亲事 未定呢 现如今 事情还没传出 立刻把许夕接回来 并让人封锁今天的消息 事情至少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你现在去账上支 一百两银子 再往小荣村跑一趟 拜访里长根组长 势必让他们 把今天的事情压下来 别赚得到处都是 他吩咐道 说着 他转脸 对大丫鬟道 你去 跟金嬷嬷说 让他不用再派人 去小荣村了 不过去府衙的事的抓紧 是 戴阮嬷嬷和大丫鬟都退下 侯老夫人柔柔眉心 昨日阿阮去接 西姐就不肯跟她回来 今天到这一出 恐怕她就更不愿意回来了 她叹了一口气 那孩子 性格怕是个不大听话的 即便接回来了 有的是让大家操心的 诸事道 多少人一听 自己是侯府的孩子 二话不说就上马车了 她却不为所动 还问咱们要凭证 依我看这倒是个 不慕容华富贵的孩子 还十分有主见 可见是个好的 这样的孩子 道好教导 只要咱们对她好 她就不会不识好歹 你说的也有道理 侯老夫人点点头 对于自己这个大儿媳妇 她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大气 形势磊落 有主见 明示礼 只可惜 家里的男儿们不争气 文不成武不就 恢复不了侯府昔日的荣光 后宅女子再能干 也没多大用处 如果西姐儿不肯回来 我亲自去见她一见吧 诸事又道 也好 侯老夫人点头 那头 卫士也正吩咐李嬷嬷 这是一百两银票 你换身粗步一群 悄悄去找许家组长 让她劝许勇一答应 把许雪送到侯府来 许雪送到侯府之时 咱们再给她一百两 李嬷嬷虽然不知道 卫士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 认回女儿 但还是答应了 回去找了身衣裙 出了府再换上 在街上雇了一辆罗车 重又去了小荣村 李嬷嬷比阮嬷嬷出发的早一些 但换衣服 雇罗车耽误了些时间 到了小荣村 也不敢直接进去 而是在村口就下了车 一路问着 找到了许成官的家 阮嬷嬷乘侯府的马车 脚乘快 尽管出发的晚 她与刘管家到达小荣村 李嬷嬷碰上了 三人大眼瞪小眼 阮 阮嬷嬷嬷 刘刘刘管家 李嬷嬷唬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虽然收买许成官 让他劝虚许回侯府 在李嬷嬷看来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卫士吩咐他时 那种不想让人知道的 偷偷摸摸的神态 还是让他莫名的心虚 这会子 被阮嬷嬷和刘管家撞上 他真是吓得不轻 阮嬷嬷的眉头皱了起来 问道 你来做什么 不带李嬷嬷回答 他向许成官问道 许组长 李嬷嬷此来是为何 阮嬷嬷来过小荣村两回了 许成官知道 他是侯老夫人的心腹 便是卫士和赵元良 在阮嬷嬷前面 也是不敢摆主子架子的 而且一看李嬷嬷下的这样子 就知道 他惧怕阮嬷嬷嬷和刘管家 他当即 把李嬷嬷给他的 一百两银票拿了出来 这位嬷嬷来 是想让在下劝徐永逸 同意送许雪去侯府 李嬷嬷忠实金氏的老人 能被卫士看重 派出来做这一档子事 那也是十分精力能干的 他脑子这一会儿也转过来了 镇定了一下心神 站起来微微躬身 给两人解释道 二夫人说 他是不会认错女儿的 可许家一口咬定许夕 才是抱错的孩子 这是必有的闹 要是传到京城 侯府又要丢一次脸 所以 二夫人便派老奴过来 让徐组长好好劝一劝徐永逸 只要徐永逸夫妇俩不做鬼 雪姑娘一个小女孩 肯定不会不愿意回侯府的 这件事尽早解决 也免得别人看咱们侯府的笑话 这番话 解释得合情合理 许成关和刘管家也没多想 只以为真是这样 倒是阮嬷嬷宅斗经验十分丰富 想得比这些男人多 而且 以他对卫士的了解 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只是一时半会儿 他也想不出哪里不对劲 他点头道 原是如此 他走进去 在李嬷嬷让出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道 中午你跟着二夫人回府了 没见着谢氏 不知道情况 来这一趟也情有可原 你是不知 那徐雪跟谢氏容貌有八九分相像 我也跟村里人打听过了 她确实是谢氏的亲生女儿无疑 也因此 西姑娘才是被抱错的 咱们侯府的孩子 啊 真的吗 李嬷嬷吃惊道 这时候 她家人应该都在家 要不你跟我去看一看 软嬷嬷道 否则 二夫人那里你也不好交代 虽然出门前 老夫人并没人吩咐她 再去一趟许家 但软嬷嬷深知卫氏的德行 要是不让她死心 她不定 还能闹出什么幼儿子呢 现在李嬷嬷嬷 替她去见一见谢氏 想来卫氏 也能消停些 李嬷嬷可是卫氏的奶娘 儿子死后 就再没生过孩子 拿卫氏当女儿看 对她最是忠心 卫氏这个人 心机深又多疑 整个侯府乃至卫府 唯有李嬷嬷 才是她最信任的人 也 也好 李嬷嬷犹豫着答应了 阮嬷嬷在临走前 对刘管家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留在此处 办理老夫人交代的事 她自己则跟着李嬷嬷出去 又上了侯府的马车 往许家驶去 许臣官家在村东 许永义家在村南 两家隔着半个村子 上了马车 李嬷嬷看到自己 特意穿的粗布衣裙 十分不自在地扯了扯 阮嬷嬷只装作没看见 许家一行人折腾了大半天 剧都累了 吃了些许永义在县城买的点心 就各自回屋歇歇 说是歇歇 但古代勤勉 谁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都是在屋子里各做各的事 许熙正在练字 就听院门被人拍响 她放下笔 就见许永义从堂屋里出来 去打开了大门 你们 粉弟又来了 听到许永义疑惑 又有些惊怒的声音 许熙连忙出了屋门 站在廊下朝那边看去 谢氏和许雪 也从屋里出来了 我家二夫人不相信雪姑娘 是令夫人所生 特意再派李嬷嬷过来看看 软嬷嬷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谢氏忙道 相公 你让他们进来吧 她对自己和许雪容貌的相像度 十分自信 完全不怕这些人看 许永义让开身子 软嬷嬷和李嬷嬷走了进来 谢氏拉了一把许雪 站到了两人面前 这 李嬷嬷打量着母女两人 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许雪跟卫世相像 那是没有对比 如今 谢氏和许雪 母女俩站在一块 眉眼间那种相似的程度 任谁也说不出 她们不是亲母女 看来 二夫人真的弄错了 李嬷嬷这才把目光 投到许雪身上 上午许雪和许雪同时出现时 李嬷嬷跟卫世一样的想法 觉得许雪才是卫世的女儿 因为许雪真是跟卫世太不像了 不光不像卫世 也不像赵元良 所以 卫世一认定许雪 大家都没再去关注许雪 现在即便带着许雪 一定是卫世的女儿的想法 来打量许雪 李嬷嬷不得不承认 这孩子真是没一个地方 跟赵元良 卫世相像的 这真是卫世的女儿吗 会不会弄错了 阮嬷嬷第一次见许雪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 这不是侯府那个报错的孩子 这会儿 卫世闹了这么一出 她重新用沈氏的目光打量两人 不得不承认 卫世之所以认定 许雪是她的女儿 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她心里也生出了 跟李嬷嬷同样的疑问 许雪也知道两人所想 大大方方地站在那里 任由两人打量 末了她还笑应地道 二位是不是觉得 我跟贵府二老爷和二夫人都不像 我也这么觉得呢 所以你们最好查清楚 别到时候硬逼着我回去了 又把我赶出来 或许整天一身一鬼 觉得我不是侯府的孩子 给我脸色看 倒向我主动去侯府 要求当这个小姐一般 我告诉你们 到时候 我非得去衙门击鼓喊冤不可 可不是由着你们想怎样就怎样的 这话说的软嬷嬷 和李嬷嬷的脸色 都十分不好看 软嬷嬷是侯府的那管家 还是卫士的奶娘 侯府的少爷 小姐都不敢对他们不敬 两人可以受惯了奉承的 心气而高得很 可眼前这个农家小丫头 对他们没有半分恭敬 而且话语里 似乎也没把侯府放在眼里 在他们眼里 许夕整个就像农村泼妇一般 动不动就威胁 撒泼 像这样的人 在两位嬷嬷看来 就应该直接大耳瓜子扇过去 催她个一脸 然后掉头就走 看她还把自己当成一颗葱吗 可不能 全京城都知道 侯府二夫人的亲生女儿 被奶娘调换了 那姑娘 现在就在小龙村里 要是他们不把人给领回去 侯府根本下不来台 阮嬷嬷的脸色变换了几次 这才挤出个僵硬的笑容来 道 姑娘这话 我会禀报给老夫人 夫人听的 许夕汉手 看向了谢氏 扬了扬下巴 意思说 轮到你了 谢氏本就是个爽力泼辣的性子 她也没有什么求着侯府的 见许夕都敢向两人放狠话 她自然也不能怂 她笑称了许夕一眼 转头看向李嬷嬷 沉着脸冷冷道 看清楚我和雪茧的长相了吧 雪茧可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一块肉 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抢走 要是侯府敢应来 这里离京城也不远 为了女儿 我也不怕去击鼓名冤 所以嬷嬷回去 还请转告二夫人 把眼睛给擦亮了 好好看看清楚 别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错了 说着 她拉着许夕的手 转身回了堂屋 许夕跟着进了门 二位请回吧 徐永逸做了个手势 软嬷嬷和李嬷嬷对视一眼 善善地出了院门 上了马车 李嬷嬷想抱怨许夕两句 可想想 这是他们二房的姑娘 卫氏的亲生女儿 她在软嬷嬷面前说许夕的坏话 对二房没有任何好处 硬生生把心里那点子怨气咽了回去 软嬷嬷始终神色淡淡的 也看不出喜怒哀乐来 马车进了京城 李嬷嬷可不敢跟着软嬷� 去老夫人那里 小戎村即便离京城不远 可这一来一回 他们回到侯府 已是晚饭时分了 侯老夫人刚吃过饭 侯夫人朱氏也在做 软嬷嬷便把今天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了 许夕说的那番话 她也一字不落地转达了 侯老夫人看向大儿媳妇 这个孩子 你怎么看 朱氏笑笑 儿媳还是那句话 这孩子没有一件侯府 来接就扑上来 现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 可见是个不目权贵 心里有成算的 性子也直爽 虽还未见面 侯老夫人笑了笑 可有人却不喜欢 非得说不是自己亲生 刘管家去拂引衙门 比去小戎村进 早已经回来了 他们重新提审了那个奶娘 奶娘倒是提供了两个线索 说那孩子全身上下没有别的 就是耳后有一颗小小的红痣 奶娘还说 她换孩子 是卫士身边的一个摩摩挑唆的 那人给了她二百两银子 又帮忙做了手脚 还拿她儿子来威胁她 她才做下了这等大罪 否则 任她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动手 刘管家回来禀报这消息的时候 侯老夫人的眉头皱得死紧 奶娘扯出来的这个嬷嬷 早在当年这位奶娘出府不久 就因为偷卫士的首饰 被灌了雅药发卖了 发卖出去没几日 还没等牙婆把她再出手 就传来了她的死讯 说是病死了 要再从这个嬷嬷身上 查出当年的事来 已是不能 好在有了红痣的线索 只要派人去看一看 许希尔后有没有红痣便知晓 只要把人顺利接回来 当年的事 查不清楚也没什么了 而且许希不是要凭证吗 有了这个凭证 她也没理由不回侯府了 许永一让开身子 阮嬷嬷和李嬷嬷走了进来 谢氏拉了一把许雪 站到了两人面前 这 李嬷嬷打量着母女两人 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许雪跟卫士相向 那是没有对比 如今 谢氏和许雪 母女俩站在一块 没眼见那种相似的程度 任谁也说不出 他们不是亲母女 看来 二夫人真的弄错了 李嬷嬷这才把目光 投到许希身上 上午许希和许雪同时出现时 李嬷嬷跟卫士一样的想法 觉得许雪才是卫士的女儿 因为许希真是跟卫士太不像了 不光不像卫士 也不像赵元良 所以 卫士一认定许雪 大家都没再去关注许希 现在即便带着许希 一定是卫士的女儿的想法 来打量许希 李嬷嬷不得不承认 这孩子真是没一个地方 跟赵元良 卫士相向的 这真是卫士的女儿吗 会不会弄错了 阮嬷嬷第一次见许希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 这不是侯府那个报错的孩子 这会儿 卫士闹了这么一出 他重新用沈氏的目光打量两人 不得不承认 卫士之所以认定 许雪是她的女儿 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他心里也生出了 跟李嬷嬷同样的疑问 许希也知道两人所想 大大方方地站在那里 任由两人打量 末了他还笑应地道 二位是不是觉得 我跟贵府二老爷和二夫人都不像 我也这么觉得呢 所以你们最好查清楚 别到时候硬逼着我回去了 又把我赶出来 或许整天疑神疑鬼 觉得我不是侯府的孩子 给我脸色看 倒向我主动去侯府 要求当这个小姐一般 我告诉你们 到时候 我非得去衙门击鼓喊怨不可 可不是由着你们想怎样就怎样的 这话说的阮嬷嬷 和李嬷嬷的脸色 都十分不好看 阮嬷嬷是侯府的内管家 李嬷嬷在二房 也是横着走的人物 还是卫士的奶娘 侯府的少爷 小姐都不敢对他们不敬 两人可以受惯了奉承的 心气高得很 可眼前这个农家小丫头 对他们没有半分恭敬 而且话语里 似乎也没把侯府放在眼里 整个就像农村泼妇一般 动不动就威胁 撒泼 像这样的人 在两位嬷嬷看来 就应该直接大耳瓜子扇过去 催她个一脸 然后掉头就走 看她还把自己当成一颗葱吗 可不能 全京城都知道 侯府二夫人的亲生女儿 被奶娘调换了 那姑娘 现在就在小戎村里 要是他们不把人给领回去 侯府根本下不来台 软嬷嬷的脸色变换了几次 这才挤出个僵硬的笑容来 道 姑娘这话 我会禀报给老夫人 夫人听的 许夕汉手 看向了谢氏 扬了扬下巴 意思说 轮到你了 谢氏本就是个爽力泼辣的性子 她也没有什么求着侯府的 见许夕都敢向两人放狠话 她自然也不能怂 她笑称了许夕一眼 转头看向李嬷� 陈着脸冷冷道 看清楚我和雪茧的长相了吧 雪茧可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一块肉 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抢走 要是侯府敢应来 这里离京城也不远 为了女儿 我也不怕去击鼓鸣冤 所以 嬷嬷回去 还请转告二夫人 把眼睛给擦亮了 好好看看清楚 别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错了 说着 她拉着徐雪的手 转身回了堂屋 许夕跟着进了门 二位请回吧 徐永义做了个手势 转嬷嬷和李嬷嬷对视一眼 善善地出了院门 上了马车 李嬷嬷想抱怨许夕两句 可想想 这是他们二房的姑娘 卫士的亲生女儿 她在转嬷嬷面前说许夕的坏话 对二房没有任何好处 硬生生把心里那点子怨气咽了回去 转嬷嬷始终神色淡淡的 也看不出喜怒哀乐来 马车进了京城 李嬷嬷可不敢跟着转嬷嬷 去老夫人那里 在半道上借口说封卫士的命令 要回卫府拿点东西 转嬷嬷也没拦 叫马车停下 让她下了车 小荣村即便离京城不远 可这一来一回 他们回到侯府 已是晚饭时分了 侯老夫人刚吃过饭 侯夫人 朱氏也在做 转嬷嬷便把今天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了 许夕说的那番话 她也一字不落地转达了 侯老夫人看向大儿媳妇 这个孩子 你怎么看 朱氏笑笑 儿媳还是那句话 这孩子没有一件侯府 来接就扑上来 现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 可见是个不目全贵 心里有成算的 性子也直爽 虽还未见面 我倒是挺喜欢这孩子 侯老夫人笑了笑 可有人却不喜欢 非得说不是自己亲生 刘管家去拂引衙门 比去小荣村进 早已经回来了 他们重新提审了那个奶娘 奶娘倒是提供了两个线索 说那孩子全身上下没有别的 就是耳后有一颗小小的红质 奶娘还说 她换孩子 是卫士身边的一个 嬷嬷缩的 那人给了她二百两银子 又帮忙做了手脚 还拿她儿子来威胁她 她才做下了这等大罪 否则 任她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动手 刘管家回来 禀报这消息的时候 侯老夫人的眉头皱得死警 奶娘扯出来的这个嬷嬷 早在当年这位奶娘出府不久 就因为偷卫士的首饰 被灌了雅药发卖了 发卖出去没几日 还没等牙婆把她再出手 就传来了她的死讯 说是病死了 要再从这个嬷嬷身上 查出当年的事来 已是不能 好在有了洪志的线索 只要派人去看一看 许夕而后有没有洪志便知晓 只要把人顺利接回来 当年的事 查不清楚也没什么了 而且 许夕不是要凭证吗 有了这个凭证 她也没理由不回侯府了 侯老夫人便将刘管家得到的消息 跟软嬷嬷说了 道 你跑来跑去 也累了一天了 回去歇息吧 明儿跟你 还得再跑一趟小荣村 把许夕的身份再确定一遍 大夫人朱氏在一旁道 确定她耳后有洪志 你告诉她 我后日亲自过去接她回来 软嬷嬷恭敬地应了 又笑道 有夫人亲自去接 西姑娘想来 也没什么顾虑了 朱氏可是这一任侯爷的妻子 亦是侯府的主人 有她做保证 比卫视自己答应 还要抢百倍 小荣村那头 等软嬷嬷 两人一走 谢氏就埋怨许夕 你说那些话做什么 姑娘家家的 性子就不能软和一些吗 要是一定得回侯府 你这样长辈可不喜欢 到时候 你在侯府的日子就不好过 许夕笑道 现在不把话说清楚 等我回了侯府 有各种折腾 我更难受 而且我兴致就这样 侯府那些人要是受不了 趁早别接我回去 反正我是不会看他们脸色过日子的 真要给我气瘦 我就住在书院里不回去 或者干脆再回来 她上前 一把挽住谢氏的胳膊 撒娇道 婶婶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她有原主的记忆 对许永义和谢氏一家 都打心眼里亲近 完全没有感情上的障碍 她这一撒娇 谢氏忍不住笑起来 用手指点了点许夕的额头 称怪道 你压你 真是拿你没办法 我赞成姐姐的做法 许雪举起手来 我觉得就该跟姐姐一样 性子要强硬些 不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谢氏其实也赞成他们这样的 她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 而且女子在古代处境艰难 如果性子太软 就请等着被欺负吧 姐妹俩这样 以后出嫁了她也能放心 第二天一早起来 许夕 许雪 就跟徐勇怡出发去县里看消息 到了女子书院门口 那里虽也来了许多人 但明显比昨日少了大半 显然来看榜的 也只是昨日参加考试的那几十个人 看着书院大门紧闭 时辰也没到 三人只好等着 好在不一会儿 书院的门就开了 出来的是 昨日见过的那位崔夫人 她身后跟着的丫鬟 手上还拿着一张红纸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榜大腰圆的婆子跟着 想是出来保护崔夫人安全的 看到一行四人 大家都很激动 不过这些人 都是昨日经过刷选出来的 言行举止上都不是莽撞的 便是连家人都有一定的教养 因此 大家虽然激动 却没有一窝蜂往上挤 反而让开了些许空间 以便于四人 把榜给铁到墙上去 崔夫人环视一周 显然对这情形十分满意 这才吩咐丫鬟道 先把榜上的名字念一遍 再张铁上去 丫鬟的令 把红榜展开 念起上面的名字来 早在他们出来时 外面本来也没多喧闹的人群 就更加安静了 所以 即便丫鬟念名字的嗓门不大 仍然让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许熙 许雪 钟春英 刘洛 许雪出不及房下 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而且还是第二个 呆了一呆 这才反应过来 当即惊呼出声 姐 我们 可看到许熙警告的眼神 她连忙捂住了嘴 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好在这场面肃静 她刚才再激动 也不敢大声嚷嚷 在不停地有人往这边跑 又有其他人惊呼的情况下 她的声音并不突兀 许永逸也激动得不行 望着许熙咧着嘴 喃喃自语道 中了中了 那样子 倒像是许熙和许雪中了状元似的 许熙昨日虽得了系统提示 但不知道许雪是否被录取 心里还是悬着的 这会儿听到两人的名字 她一颗心落了地 脸上也露出笑容来 不过仍不忘宁神戏听 丫鬟嘴里念的名字 她既姓好 又有兴趣记 昨日一个人进门的考生的容貌与姓名 她都记了个八九成 丫鬟念的名字 显然是按着昨日进门的顺序来排列的 所以许熙和许雪在第一 第二位 她跟脑子里记的人名一一对比 又数着人数 最后发现 女子书院录取的人数是46个 而不是当初所说的50人 有21人大概是文化水平不够 或是在答题的时候 显露了某些不好的品质 被触落了 在场三分之一的人没被录取 自然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在丫鬟念完名单 把红绑张铁在墙上时 周遭的人群的宣道声渐渐大了起来 那些没听到自己名字的人拼命朝前几 想看看是否自己听漏了 许熙拉着许雪对许永逸道 叔 我们先去茶楼坐坐再过来吧 许永逸犹豫到 不再看看绑上的名字确认一下吗 许熙笑 你俩刚才听到我和小雪的名字了吗 许永逸和许雪都点了点头 一人有可能听错 三人不可能全都听错的 既然咱们三人都听到了 自然不会错 现在人多 那些落榜的要看榜 曲中的人要进书院里打探 乱得很 咱们不错这热闹 先去茶楼坐一坐再过来 许熙道 这几日 许熙显露出来的主见 十分令人信服 便是许永逸也打心底里 觉得这个侄女 不愧是跟着秀才哥哥 在城里见过世面的 说话形势比她还强 许雪能考上女子书院 可以说全是托许熙的福 应付侯府 许熙的表现也十分不凡 她跟许雪便没有异议 当即跟许熙挤出人群 在附近找了个茶楼 坐着喝茶吃点心 等过了一刻中 那边想来一步吵闹了 他们这才又重新回到女子书院 这时候那些人果然独已散去 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榜前看榜 这些人想是后面才来的 书院的门开着 两个婆子守在门口 许熙上前 把考试那日获得的木牌递了上去 报了自己的许雪的名字 问道 敢问两位婆婆 我们何时来报道 许带什么 书院可有什么规定 原来是两位许姑娘 婆子对她们十分客气 把两人的牌子收了 在一个盒子里翻了翻 找出另外两个牌子来 递给两人 许熙结果一看 牌子跟她交回去的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上面刻着她的名字 看来 这不仅是出入书院的凭证 也可做校牌来使用 除非守门的婆子不认识人 否则有人即便拿着这牌子 也冒充不了她进书院 这牌子 二位姑娘可得保管好了 丢失了 可是要被责罚的 婆子道 说着 她才又拿了一张纸给许熙 书院的入学时间和要求 都在这上面写着 姑娘拿回去慢慢看 说着 又递了一张给许熙 许熙看了看那张纸 这是一份入学须知 上面写的入学时间 就是两日后 同时还写明 书院可申请住校 也可住在家里 住校的话 需交纳十两银子 铺盖由书院统一配给 书院采取寻休制 逢时休息一日 内宿的学生 在寻休时才能返回家中 许熙跟婆子道了谢 与许雪 许永逸一起离开后 方将入学须知 给许永逸看 许永逸看了上面的内容 招呼两人上罗车 这才问道 西姐 你是怎么打算的 许熙摇摇头 回去商量再说吧 她倒是想住校呢 不光可以避免侯府的纠缠 而且也能跟同窗们 打好关系 这些同窗 可都是书院精心筛选出来的 品行 智商 情商 都过硬的 往后不管是做什么 都必是有出息的 能与他们结交成末逆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许家这情形 送三个孩子念书 已是掏空家底了 哪里还能再掏二十两银子 给她和许雪住校 让她一个人住 她良心不安 她现在都不是许家的孩子了 用许永曾夫妇留下的钱 已是羞愧 哪里还能只她一个人用 把许雪落下的 所以这事 还真有点难办 如果现在侯府已认下了她 并给了她钱 那她也不矫情 可现在不是还没认吗 这件事 已经根源剧情完全不一样了 以后没准会出现变故 偏书院这里 后日就要交钱了 无论是侯府 还是她自己赚钱 都远水救不了尽客 所以 住不住还要看 后续侯府怎么安排 她现在最希望 许永义一家搬到县里来 她能给他们 找到一条赚钱的路子 理清了思路 她对许永义道 叔 我不住书院了 就住家里 不过是不小农村 而是县里那套宅子 她看了看车窗外 咱们现在先不急着回家 让钱叔找个地方停下 我们在县里转一转吧 看看能不能找个赚钱的法子 许永义只觉得 她在说孩子话 她在县里打转多年 天天在想赚钱的法子 都想不出 许熙一个没经过 什么世事的小女孩 就这么转一圈 就能想到赚钱的法子 但她又不好 泼许熙的冷水 反正两人考上了女子书院 是大喜事 逛逛街买点东西 就当庆贺了 三人下了车 在街上逛了起来 许熙虽然有原主的记忆 对古代的街市并不陌生 但自己亲眼所见 还是第一次 她看什么都新奇 不过也不知是县里不够热闹 还是古代的商业不够繁荣 街上的人并不多 叔 平时街上就这么点人吗 她问道 那倒不是 许永义笑道 逢武 逢时都是急 那时候人可多了 走路都是急急嚷嚷 哦 许熙点点头 她把街上的店一个个逛过去 遇上小吃还停下来买上鞋 招呼许雪和许永义一块吃 许永义不吃 她也不勉强 自己和许雪 却是要尝一尝的 她也不要许永义付钱 她花的是平时 谢氏给她的零用钱 城里那宅子 每个月租金是一两 谢氏会把五百文给她 不过圆主又不出村 也没出花钱去 新衣服什么的 都是谢氏给她张罗 许雪有的 她一定会有 圆主便把钱都给攒起来了 两年下来 也有十二两银子了 报考的二百文钱 本来许熙要全包的 许永义和谢氏却不肯 许熙指得出了自己那一份 许雪平时很少来县礼 这惠子跟许熙把街都逛透了 还品尝了这么多小吃 兴奋的不行 大呼过瘾 许永义就悄悄瞪她 你唐杰手里就那几个钱 你们这一逛 倒花了不少 别吃了 一会儿回去吃不下饭 许雪吐吐舌头 待许熙叫她吃东西的时候 她便白手说不吃了 许熙也吃不下了 虽然这些小吃并不贵 一个烧饼一文钱 半斤绿豆糕八文钱 一碗肉馄饨五文钱 许熙在品尝味道 所以每样都会买 这么一圈逛下来 三人的花费 统共也有五六十文了 许永义挑着担子走街窜巷 在乡间地头叫卖一天 也就只赚这么个数 在村里人眼里 他们今天的行为 可谓是败价 更何况 她跟许雪报考女子书院的报名费 就花了四百文 接下来半年的学费 两人加起来 也要四两银子呢 一旦两人升级进入饼班 学费就更高了 现在只出不进 她即便觉得 这笔钱是必要的开支 花的也还是觉得肉痛 不吃小吃 许希却没有停下脚步 毅然进每个铺子 去张望张望 了解各个行业 在这时代的进程 最后 许希的脚步 在一家营楼前停了下来 我们进去看看 许雪赶紧拉了拉许希的袖子 朝她眨眨眼 低声道 我们可没钱买首饰 许永义脸上 也露出为难的神色 她虽不令给许希花钱 但现在家里 要供三人念书 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了学费 还有笔墨纸验 即便有县里 那出一年十二两银子的租金 依然捉襟见肘 哪里还有余钱买首饰 论里 许希和许雪 就要去女子书院念书了 该给她们做几身绸缎衣裙 买几样能拿得出手的首饰 以免被女童窗们看不起 可家里真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许希手里的那几个钱 还得管她 以后进了书院的树修 和其他花费呢 可不能都花光了去 许希摆摆手 我只进去看看 说着 也不管父女俩什么反应 直接跨进了店里 想看点什么 早有伙计迎了上来 向许希问道 许希环顾了店里一周 看到柜台上镶嵌的 真光瓦亮的玻璃 心里先感慨了一下 目光便放在了 柜台里的首饰上 放在一楼这地方的首饰 价值自然不高 都是些偏轻的银首饰 饰样也很一般 许希看了两眼就对伙计道 我娘生辰到了 我想给我娘打一件 饰样别致一些的首饰 你们有没有饰样图测 拿给我挑一下 有的 姑娘请稍等 伙计知道 许雪和许永逸 跟许希是一伙的 招呼他们一起坐下 自己去拿了图册给许希看 许希一页页的翻看着 她在现代是学工业设计的 虽然方向偏机械设计 但产品设计也没多大问题 因为专业的关系 她又是个爱美的女性 所以在现代时 就时常关注首饰大师们的设计 对此还算颇有心得 她想 用现代思维和眼光去设计首饰 起码比这时代的首饰工匠们 要多一份心颖吧 许家缺钱 做生意缺少本钱 许希自然要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赚取第一桶金 她一页页地翻看 并且在脑子归类 做比较 然后把他们的共通点记在心里 等把这本首饰图册翻完 她对这时代的首饰设计风格 也有了大致了解 就这一本吗 还有没有 她抬头问伙计 伙计笑了一下 客观 只有这本 许希点头 转头对凑在她旁边 看图册的许雪问道 有没有看中的 说着 朝许雪眨了眨眼 许雪心领神会 赶紧摇头 我觉得都不好看 我也觉得 许希把图册放下 站了起来 问伙计 如果我拿自己设计的图案来定做首饰 你们是怎么算的 今天来看榜 许希 许雪都穿了自己最好的衣裙 但依然是半星旧的细部衣裙 头上也没有金银首饰 许永逸的衣着也是如此 伙计想着 这几人即便买首饰 也都是那种 适样最简单最便宜的 因此 接待的热情就不高 但不是贵客不会拿出来给人看 以免被人偷师学了去 有些首饰的饰样 是他们昌明阁独有的 图册自然不会轻易拿出来试人 如今听许希这么问 她便觉得在找借口 不过店里的规矩 让她不好得罪客人 便淡淡道 这个要问掌柜 姑娘把图案拿过来再说吧 公益在那里 有些图案并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得看姑娘的图案而定 许希点点头 对许永逸道 叔 那我们回去吧 许永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领着两人出了门 出了门 许希在旁边的店里 买了三个包子 问店家道 请问县里的营楼 就只有这一家昌明阁吗 他买了东西 店家自然就十分热情 道 县里有两家营楼 除了昌明阁 还有一家御龙阁 比昌明阁要稍大一些 许希谢过店家 拿着包子往前走了几步 这才递给许永逸 叔 放在包袱里吧 咱们晚上不用做饭了 吃这些包子点心就进购了 许永逸打开包袱 让他放进去 问道 咱们还要去那个什么御龙阁吗 许希摇头 不去了 咱们回去吧 三人去了罗车停放的地方 上了罗车 回了村子 村子里 阮嬷嬷已等侯多时了 心里对许希整日往县里跑 很是不满 暗自下决心 一旦许希被接回侯府 她一定要跟老夫人敬言 请个教养嬷嬷 来好生教导 女孩家要以真敬为好 侯府里的姑娘们 可是一年到头 也出不了几次府的 哪像许希这般 成天跑出去玩呢 许希他们一早出去 看了榜又逛了一回街 回来的时候 也不过是五十 怎的才回来 阮嬷嬷嬷都等了 差不多两个时辰了 谢氏迎出来 称怪着说了一句 眼睛却眨呀眨 也不知在暗示什么 许希却会议 笑道 看了榜 我们在街上多逛了一会儿 转头对阮嬷嬷嬷道 也不知阮嬷嬷嬷来 叫你久等了 阮嬷嬷嬷上笑眯眯的 半点看不出恼怒与不耐烦 没事没事 也是我没打招呼就来了 是我的不是 说着他好奇地问 看榜 姑娘看什么榜 昨日我去县里 是去参加女子书院的考试去了 阮生怕考不上丢脸 也没敢往外说 许希笑道 今日去看榜 倒是侥幸重了 许雪早就想跟母亲炫耀了 阮软嬷嬷在 也不知能不能说 一直憋着 这会子听许希说了出来 他赶紧搂着谢氏的胳膊 兴奋地嚷道 娘 我也重了 我跟姐姐后日就要去书院上学了 真的 谢氏大喜过望 抱着女儿欣喜不已 完全忘了软嬷嬷的存在 哎呀 我得好好的准备一下 咱们晚上庆贺庆贺 说着 他又问徐永逸 你买了肉回来没有 徐永逸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忘了 他这一路被许希拉着逛街买东西 还跑到银楼里去忽悠人家伙计 哪里顾得上买肉 谢氏瞪了他一眼 你可真是的 行了 我去临村看看 说着 他转过身来 正想回屋拿钱 就看到软嬷嬷正满脸震惊地站在他身后 他连忙对软嬷嬷笑道 我去买肉 嬷嬷晚上在这吃饭吧 不了 我跟西姑娘说几句话就走 软嬷嬷了心神 摆摆手 对许希道 西姑娘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好 进我屋里说吧 许希点点头 朝他住的屋子走去 两人进了门 许希指着椅子 朝软嬷嬷做了个手势 嬷嬷自便 他则提起雌壶倒了两杯水 一杯放到软嬷嬷面前 自己拿起水杯 咕嘟咕嘟地把水给喝了 动作麻溜的软嬷嬷 来不及说一句推辞的话 或主动上前倒水 软嬷嬷站在一旁 一言难尽地看许希喝完水 见他抹了抹嘴打算坐下 这才问道 西姑娘 您真考上女子书院了 女子书院啊 一年也就招几十个人 这是静朝女子近身的唯一渠道 不知多少人挤破头 都要挤进去 京城的豪门勋贵家的姑娘 哪是不使劲手段 想进书院渡京 只是碍于圣德皇后定下的规矩 和如今执行者的身份尊贵 才不得不按规矩来 即便是现一级的女子书院 也是不容易进的 是啊 许希笑了笑 这种事 我们怎么敢扯谎 嬷嬷去一查便知 我不是这个意思 软嬷嬷连忙摆手 我只是觉得 女子书院南京是出了名的 姑娘在许家 这样的小门户里长大 还能考进去 可见姑娘的优秀聪慧 要是老夫人得知 不知如何高兴呢 许希笑而不语 她是不是侯府的姑娘 还不知道呢 软嬷嬷也看懂了许希这个表情 她站起来朝许希行了一礼 希姑娘 我能看看你的耳后吗 见许希抬眸看她 她连忙又道 我们叫人去再一次审问了 换孩子的那个奶娘 那人招供说 侯府的孩子 耳后有一颗小红枝 姑娘如若不幸 可以问一问京城府衙的差役 我们今儿个是跟府衙 差役一块来的 说着她朝外面看了一眼 到许家的时候 得知只有谢氏单独一个女人 在家 不方便招待男客 刘管家就陪着那个差役 到许成管家里去了 并没有进许家门 刚才看到许希进门 软嬷嬷已经使了眼色给小丫鬟 让她去组长家传信 不过从这里走到组长家 再乘马车过来 也需要一点时间 两人没这么快到 许希闻言 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幼儿后 在圆主的记忆里 这具身体的幼儿后 是有那么一颗小红痣的 这还是圆主的娘 也就是去世的许大太太说过 圆主才知道的 毕竟在耳后 她自己看不见 而因为智晓 又要耳后这种隐蔽的地方 平时头发遮掩着 除了许大太太这个做娘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 谢氏对许希够关心 许雪跟她也很亲近 却也没发现这颗小痣 现在 软嬷嬷能说出这颗小痣 可见真是从那奶娘嘴里审问出来的 证实了这身体 真是侯府被抱错的孩子 在结合系统给出的答案 即便没有府衙的差异作证 许希也是相信的 她不由叹了一口气 说真的 这年头没有DNA 如果侯府拿不出凭证 她是想把这件事赖掉的 她不想回侯府 跟这些满心都是新颜子的女人们 耍心机 待在简单淳朴 又满心对她好的许佳 发家致富 再去书院里找个大腿抱一下 免得侯府为难许佳 她日子过得不知有多悠闲呢 可没想到 侯府竟然找到了证据 贵府真是有心了 我不提 估计贵府还不一定去问人家这个特征吧 她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在侯府被奉承惯了的阮嬷嬷 又被对了一句 心里自然不爽 但想想这事 她也替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可怜 心里的那点怨气也释然了 当初听京城福音说 孩子报错了 而且指明了 报错的孩子就在小荣村许佳 老夫人就匆匆忙忙派了他们来接人 完全没想到 要问一问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 而老夫人这样做 阮嬷嬷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二老爷赵原良是数子 本来跟老夫人就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大老爷重情 侯府家底子也单薄 分了家后 在京城就更为不足道了 这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侯府一起过日子 可说到底 二房如何 老夫人 夫人是不大在意的 因此对于这个被报错的孩子 也不是很关心 只是因为这件事 是京城福影那边传来的 不妥善处理 要被人看笑话 老夫人这才派了她来接许夕 至于许夕是不是卫视的亲生女儿 对老夫人 夫人来说 这不重要 也难怪许夕不爽呢 被报错 养在乡间十几年 如今来接了 又这么不上心 孩子心里有气 说几句气话 也情有可原 软嬷嬷陪笑道 还请姑娘让我看一看耳后 许夕珍不想让她看 但也知道 以侯府这份志在必得的镜头 她要不给看 还不定再闹出什么事来 反正该来的总要来 她将头侧了侧 示意软嬷嬷自己过来看 软嬷嬷走到许夕身边 拔开她右耳后的头发看去 果然看到右耳后下方一点 有一颗红痣 熙姑娘 请让我冒犯一下 软嬷嬷说着 伸手摸了摸那颗痣 发现有些突出 并不是人为地点上去的 这才真正确认许夕的身份 她走到许夕面前 朝着她蹲身行了一礼 老奴给五姑娘请安 这三天 她在许夕面前 都是自称我 现在才改口自称老奴 算是戴侯府真真正正 承认了许夕的身份 跟二夫人卫世 和她的奶娘李嬷嬷相比 软嬷嬷沉稳 概念的作风 倒叫许夕欣赏 而且 软嬷嬷是侯老夫人派来的 代表的是侯老夫人的意愿 许夕既避免不了 要被接回侯府 那她倒可以先跟软嬷嬷对话 不必多礼 许夕扶起她 又做了个手势 软嬷嬷请坐 她这落落大方的行事风格 叫软嬷嬷高看了一眼 前两天没能顺利把许夕接回去 软嬷嬷对她强硬和倔强的态度 实在有些头疼 可现在回想起来 许夕在回侯府之前 显露自己强硬的性格和行事作风 为自己争取利益与地位 道叫侯府的人不敢小瞧于她 这比一来接 就屁颠颠地跟着回去 要强百倍 后者可是要被人轻视和看不起的 而现在 即便是软嬷嬷自己 都不敢轻蔓这个在乡间长大的姑娘 内心对她也是极尊重的 既然姑娘的身份已被确定 还请姑娘准备一下 明日 府上的隋平侯夫人 即咱们府上的大夫人 亲自来接姑娘回府 软嬷嬷坐下 开口道 刚刚嬷嬷也知道了 我考上了北宁县的女子书院 许夕道 无论如何 这个学我是一定要去上的 另外 我也会跟许家人保持联系 烦请转告府上的老夫人和侯夫人一声 如果侯府不愿意让我出府上学 而是一接回去 就关在府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那么 咱们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 我觉得 这矛盾 是在接我回去前解决比较好 他呼的一笑 相处两天 嬷嬷也了解我的脾气了 与其接我回去 侯府被我闹得费反迎天 倒不如退而求其次 另外接一个人回去呢 甲之蜜糖 以至砒霜 我不愿意去侯府 自然有人愿意去享受那里的荣华富贵 他的笑容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反正对侯府来说 左右是接一个人进府 以堵住那些看侯府笑话的嘴 而二夫人 他摇摇头 我想他也不在乎 谁是他真正的女儿 只要跟他长得相像就可以了 这话颇叫软磨磨动容 他发现 自己一再拔高了对许夕的评价 可还绝不够 许夕再一次超出了他的认知 要知道 许夕是长在乡间或小县城 生活在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 从小没人教导他 要如何有深度 和有远见地去思考问题 更因为生活的环境十分单纯 也得不到什么历练 可许夕愣是长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不为荣华富贵迷了眼 能清晰地看到 侯府在这件事上的处境和老夫人 二夫人的态度 不为此怨天尤人 不为此伤心难过 而冷静地选择一条 最适合自己走的路 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和眼光 又有这样的勇气与气度 这位姑娘 即便不回侯府 也绝对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说一句僭越的话 软嬷嬷觉得 眼前的西姑娘 倒比侯府其他几位 被精心教养的姑娘 都来得更出色 这样的人 不被接回侯府 软嬷嬷觉得 绝对是随凭侯府的损失 软嬷嬷说话的态度越发恭敬 老奴虽是奴仆 说的话没有分量 但依老奴对老夫人和夫人的了解 是十分乐于看到姑娘们进女子书院的 原先侯府的姑娘也去考过书院 只因京城的书院竞争激烈 一般人很难考得进去 所以纷纷落榜 姑娘虽然进的是县里的女子书院 但也是极好的 以后有机会 没准还能直接升到京城女子书院去 这是一份殊荣 姑娘放心 老夫人和夫人 一定不会阻止姑娘去上学的 许细点点头 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进女子书院 是大进朝女子晋升的绝佳渠道 说句大实话 只要是女子书院毕业的 无论品行 才学还是气度 都是品质保证 是男方屈之若鹜 想要求取的对象 侯府姑娘都肩负着联姻 为侯府增添利益与筹码的任务 能进女子书院 一婚时就有了重磅筹码 侯府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里会阻拦 但我进的是北宁县的女子书院 当初考试是要教身份文书的 文书上写的是许家大房长女许熙 如果我回侯府 户籍改动 恐怕这女子书院 我就不能念了 所以我希望这户籍暂时别改 等我把书念完 或在出价时 再把户籍改过来 许熙又道 当初她一穿越 就张罗着考书院的事情 就是为了这个 算是留一手 侯老夫人现在最期望的 让孙女高架 阻止侯府的衰败 甚至恢复侯府往日的荣光 所以绝对不会舍得 为了改户籍 而让她放弃入女子书院的机会的 接她回侯府 也不过是赌悠悠重口 不让人笑话侯府 只要许熙自己不在意 估计也没人在意她的户籍 改没改在侯府名下 姑娘也知道 老奴不过是个下人 这件事关系重大 老奴没办法回答姑娘 得回去禀报了老夫人 侯爷才行 阮嬷嬷道 担心她这么说 许熙又产生了别的想法 让本来松口的她 又不想回侯府了 阮嬷嬷连忙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依老奴之见 这件事估计没问题 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侯府办个宴席 宣布任您回侯府 全京城的豪门大户 都知道您是侯府小姐 户籍什么的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所以 老夫人和侯爷 为了您念书考虑 应该会同意小姐的请求的 许熙点点头 那么 我跟许家来往吗 她又问道 许家养我十几年 养父母对我极尽宠爱 养父母去世后 叔叔婶婶对我也极好 对我胜过他们的亲生儿女 就唯恐我受了委屈 平时在家里 半点事都不叫我做的 因此 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们 那位与姑娘 你们又不还给他们 他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地 失去一个养大的孩子 所以 即便我进了侯府 依然会把书婶 当成亲叔婶一样来往 如果侯府介意这一点 也请考虑清楚 姑娘放心 老夫人 夫人都是大方的人 姑娘能对许家夫妇感恩 说明姑娘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老夫人 夫人不定多高兴啊 怎么会介意 只要姑娘 别把侯府给您的所有财物 都进香送到许家 老夫人 夫人 就不会介意 生怕许夕误会 她连忙又解释道 老夫人 夫人送给您财物 是想让您的日子过得更好 同时 那也是未来您到夫家的一份嫁妆 为您的生活着想 老夫人 夫人 自然是不乐意 你把东西送人的 许夕笑了起来 这自然不会 我叔叔婶婶穷虽穷 却也是有骨气且自强的人 就算我要送 他们也是不肯收的 你放心吧 阮嬷嬷见她如此民事理 交流如此顺畅 心里越发高兴 道 老奴会把姑娘的话 原原本本地禀报老夫人和夫人 明月夫人过来 会再次跟姑娘做确认 毕竟老奴是奴 这些话还得夫人亲口跟姑娘再说一遍 也叫姑娘放心 跟聪明人对话 就是省时省力 许夕点头 多谢阮嬷嬷 那姑娘就准备准备 明月跟夫人回侯府 阮嬷嬷生怕许夕没明白自己的意思 再一次确认许夕的态度 免得明日侯府人诸事来接 许夕又闹腾着不肯回去 那就麻烦了 好 许夕再次点头 这话一出 一直憋着一口气 生怕许夕因为跟她斗气而改主意系统 已经在她脑子里蹦个不停了 啊 诉诸你终于要回侯府了 安静 许夕在心里喝道 系统立马安静下来 鸟翘地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许夕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这时 许程官已陪着刘管家和衙衣过来了 也没到阮嬷嬷和许夕这边来 直接找了许咏义 把牙医的腰牌和府牙出具的文书 给许咏义看了 文书上有那位奶娘的供词和画鸭 官府的印章 许咏义把文书上的内容跟谢氏说了 道 你去给西姐看 谢氏匆匆到了许夕这边 将文书对给了她 许夕看了看文书 自觉地将耳后的红质录出来 给谢氏看 对阮嬷嬷道 行 我知道了 我说的话 反请嬷嬷转告给老夫人和大夫人 阮嬷嬷站了起来 老奴也出来多时了 未免老夫人 夫人挂心姑娘的事 老奴这就回府了 谢氏心情复杂 也无心留客 送了阮嬷嬷 他们离开 转过身来就问许夕道 真确认了 许夕点点头 他们既已拿出了证据 而且是官府出具的证明 那就没错了 谢氏沉默了一下 那你什么时候回侯府 明天 这么夸 谢氏在看到 那颗小红质的时候 就知道许夕留不住 可听到明天就要走 心里还是堵得十分难受 许永一叹了口气 回去后 要是受了委屈 就再回许家来 这家门 永远朝你开着 嗯 许夕露出灿烂的笑容 好 旁边忽然传来 抽抽答答的啜泣声 三人转脸一看 就见许雪站在门口 不停地掉眼泪 见许夕发现她了 她干脆破罐子破摔 蹲下去呜呜地哭了起来 许夕哭笑不得 走过去扶起她 傻瓜 我明天去侯府住一晚 后天就去书院报名了 到时候 要是不住在书院里 我还得跟你们一起住 在县里的宅子里呢 说起这个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转头对许永一道 叔 你跟婶婶商量一下 我们住宿的事情 县里那宅子到期后 您可是拖了中人再出租的 如果我们搬去县里住 你就得赶紧跟中人说说 要是自己住的话 那宅子怕是得再收拾一下 许永一犹豫了一下 说 好 这件事 让我跟你婶商量一下再说 其实她原来是打定主意 不搬去县里住的 家里钱财紧张 那宅子租出去 好歹有个镜像 至于许熙 许雪 到时候看看住宿的费用贵不贵 如果不贵 就住进书院里 要是贵 就跟许重文一般 每日乘罗车来回跑 可现在情况有变 她就犹豫起来 如果他们不搬去县城住 侯府是肯定让许熙住书院里的 寻休也回侯府去 那他们跟许熙就难以见面了 可如果他们搬到县里 没准许熙就会住到家里 即便不住到家里 也能时不时见上一面 如此的话 许熙回不回侯府 都没多大意义了 再者 搬去县城住 无论是对许重文还是许雪 都是很有好处的 否则 无论是刮风下雨 两人都得来回奔波 许重文是男孩子还好 吃点苦不打紧 可让许雪这个娇娇弱弱的小闺女奔波 许永义就舍不得了 许熙看出了许永义的心思 连忙又道 叔 今天尝了一遍县里的那些小吃 我有些灵感 想让婶婶试着做一种小吃 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卖出去 这种小吃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 是川省那边常吃的 如果能卖出去 那咱们就有了镜像 便是住进城里 也不打紧了 许永义和谢氏还没说话 许雪就跟连珠炮式的 抢先问道 什么小吃 什么小吃 怎么做 谢氏轻拍了女儿一下 称道 女孩家家 那么兴急做什么 你看看你姐姐 多稳重 转头她自己 却问上了 许雪撇了撇嘴 小声嘟弄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见谢氏瞪她 她赶紧缩到许熙身后 许熙拉着许雪 笑道 婶婶 等我换身衣服 就去厨房跟你讲 你将海带泡发了 然后去村子里打一转 看看谁家有干辣椒 要跟咱们家的辣椒不一样的 各样都要上两三个 再去买一些豆腐皮回来 她又看向许永义 叔 你去菜园里摘几个黄瓜 说到这个 许熙很感激那位穿越皇后 那家伙大概也是个吃货 不知从哪里搜罗了辣椒 土豆 玉米等粮食 蔬菜 以及各色香料 造福了许熙这个后来者 好 谢氏答应着 等许熙跟许雪进屋里去了 她拉着许永义去了厨房 小声问道 相公 你看西姐说的这个靠不靠谱 她可是不怎么下厨房的 真能叫我做能卖出钱的东西来 不管怎么的 既然西姐说了 那就试一试 就算不成 也没什么 她说的那几样东西 又不值钱 即便做坏了 也损失不了什么 许永义道 辣椒是自己家种的 豆腐皮是村里的豆腐作坊制的 买上半斤 也不过是四文钱 就是海带稍微贵一些 因为是外地运过来的 但贵也有限 比不上肉的价钱 半斤可以发好多了 而且海带还是许永义用 批发价饭回来卖的 价格比其他人买的要便宜 这些东西桶共加起来 也不过十几文钱 跟许熙和许雪在县里 吃的小吃的花费比 完全是个零头 许永义既然这样说 谢氏赶紧忙起来 你去要辣椒 我摘黄瓜 顺便买豆腐皮 许永义说着便出了门 往豆腐房而去 等他回来 就看到许熙正在叫谢氏熬辣椒油 许熙不是很精通厨艺 但这辣椒油 却是他见川省的同学熬过 用这种辣椒油来拌凉菜 甚至比外面凉菜摊上的凉菜 还要好吃 许熙很庆幸 许永义是个小货郎 他担子里的各样香料都很齐全 他交卸式 依次放入热油中 不断搅拌 不一会儿 厨房里就传出一股香辣的味道 呛得许永义跑到院子 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 把辣椒油熬好 那边许雪也把海带 豆腐皮给切丝切块后超熟了 黄瓜也切块 用盐腌了一下 许熙滴入辣椒油 再加入盐 酱油 香醋 糖 葱 姜等调料 自己先尝尝味 点点头 对两眼灼灼看着他的三人道 尝尝 许雪动作最快 早已把筷子准备好 藏在了身后 一听许熙的话 他赶紧动作起来 加了一根海带丝放进嘴里 啊 好好吃 他眼睛一亮 嘴里咀嚼着 筷子却伸向了豆腐皮 许永义和谢氏也尝到了 谢氏最先尝的也是海带 不由赞道 香辣爽口 哎 这个味道好 这个好 这个好 许永义吃的却是凉拌黄瓜 自从黄瓜传入大劲 许家到春夏的时候就粘粘重 吃黄瓜吃到不耐烦 可许永义从来没想到 他早已吃烦的黄瓜 用辣椒油拌了之后 味道能这么好 辣椒油的香辣 盐醋糖的咸酸甜 黄瓜本身的清新爽口脆甜 口感层层在口腔中蔓延 让他吃了还想吃 完全停不下来 爹您别老吃这样啊 看你都快吃完了 许雪撑道 忍不住过来把许永义挤走 让他尝别的去 自己站在黄瓜面前尝了起来 许夕一看这三人吃着停不下来的架势 就知道这是成了 虽说调料还不是很齐全 辣椒的种类不多 香味不够 酱油也没有现代的鲜 糖还不是白糖 醋也不是香醋 还没有味精 鸡精等调味料 调出来的味道比不上他同学调的 但相比起他 今天吃的小吃 那味道真是好太多了 古人的烹饪手段还是太单一 大吃货国的吃货们 经过一两千年的滋滋不倦的研究 随便拿出来的东西都比古代强太多 现代那些凉菜摊子 味道不如他同学的喉 生意都能红火 他在古代卖凉菜 总能挣上一些钱嘛 最重要的是 这种生意要的本钱不大 也没有卖其他吃食那么费神 像海黛斯这些费功夫的菜 完全可以叫村里的那些大妈大婶帮着弄喉 许家人只需要把调料配齐 拌一拌就好 用这种辣椒油 可以凉拌很多东西 比如土豆片 白菜 猪皮 鸡爪 鸡翅 猪肚丝 猪耳朵等 到时候咱们弄个摊 把各种凉拌菜都拌一些 素菜定价十文钱一斤 荤菜定个五十文钱 也不用限制只买哪一样 想吃啥就用筷子夹到碗里 合着一起撑 咱们好卖 买家也能多尝些口味 许永逸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是做小买卖的 许熙只是烧一提点 他就知道这买卖大有可为 到时候他们可不止在一处卖 县里东西南北各处都可以摆个凉菜摊 还可以卖到酒楼里去 京城更是机会大得很 这个生意只要做得好 赚大钱都有可能 西姐儿 这个买卖是你想出来的 辣椒油更是你一手调制出来的 书得给你分成 许永逸觉得涉及到利益 还是早些把规矩定下来的好 买卖刚开始做 没赚什么钱时不要紧 到以后买卖做大了 那可是要伤感情的 再如何 他也不能占许熙这个便宜 许永逸如果不提分成的事 许熙也不会提 只当提原主还了许家 十几年的养育之恩了 以后他必然会远着许家 可许永逸现在提了 他自然也不推脱 一个人想要独立自主 首先在经济上就得独立起来 他只有自己赚钱 离开侯府也能好好过日子 腰杆子才能硬起来 不被侯府所掌控 他虽然可以靠设计手势赚钱 但没试过 他也不敢保证他设计出来的东西 赢楼就能要 而且 这凉拌菜是他想出来的 他拿一定的分成理所当然 为什么不要 多谢叔叔 他笑道 许永逸威一陈赢 给你四成 你看如何 在商言商的话 许永逸觉得 给许熙三成就比较合适 毕竟以后所有的买卖许熙 都不会再处理 但他愿意多给许熙一些 以感谢他给许家提供的一条财路 不用 给我两成就可以了 许熙道 见许永逸想要推辞 他摆手道 叔 你别跟我争 你们过得好 我才有退路 往后我在侯府过不下去了 可是还要回来投奔你们的 你们到时候 别嫌弃我就好 说的什么话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谢氏道 许熙灿然一笑 好 既然许熙这样说 许永逸便不再推辞 心里暗暗打定主意 许熙出嫁的时候 他们尽自己所能 给他置办一份嫁妆 反正来日方长 没多久 许熙文从县里放学回来了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 许熙文尝到凉拌菜 也大为赞偿 觉得这东西 一定能赚到钱 这东西容不容易被人学去 如果容易 估计也赚不了什么钱 许熙文担忧道 你看 这似乎是简简单单的辣椒 更有熬成的 其实里面放了七八种香料呢 许熙道 这可不是轻易能学去的 即便是学 他们调出来的味道 也不如咱们的好 对 就是西姐这话 许永逸之所以 对这买卖这么有信心 到了要跟许熙分成的地步 就是知道这辣椒 又熬制不简单 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 说 你再去找找一些香料 如果能找到加进去 这味道还能更好 许熙道 一会儿我写给你 你拿去找找看 除了香料 许熙还决定 做个简易版味精 他记得好多穿越小说里 说用备干的小虾 香菇磨成粉 做调味料 倒是可以试试 这个他也不用亲自做 只需要告诉谢氏 由谢氏 去做试验就成 谢氏的厨艺不错 只要提供思路 他一定能做得很好 好 许永逸听说 味道还能更好 对这买卖 越发的有信心了 因为只吃两餐 晚饭是吃的相对早的 这时候 也不过是刚刚进入农历八月 天黑的晚 许熙洗了澡回到房里 天色还早 屋里光线也足 他便开始画起设计图来 许熙将脑袋伸过来看了看 姐 你这画的什么 镯子 许熙画完最后一笔 问许熙 好看吗 太好看了 许熙用力点头 眼眸亮晶晶的 许熙今天是跟许熙 在银楼一起看的图册 对银楼的镯子饰样 有一定的印象 银楼里的玉镯饰样 基本都是浮镯 集园条镯 精美一些的公镯 则是麻花镯和雕公镯 麻花镯顾名思义 就是麻花的样式 雕公镯 就是在手镯的表面上 进行雕刻纹饰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在镯子上雕刻的花纹不同 但一眼看过去 还是千篇一律 精英镯虽好一些 但大致人跟玉镯的式样差不多 大概是做镯子的工匠 已形成了固定模式 跟玉镯并没有太大变化 可许熙设计的这个手镯 材质应该是一个精英镯子 它设计成了一只鸟 鸟嘴追逐着自己美丽的尾巴 弯曲成一个圆形 不过鸟嘴和尾巴并没有相连 而是留了一个豁口 许熙上辈子小时候 学过一段时间绘画 后来高中毕业时 虽然是以理科生的身份 考入工业设计专业的 平时做设计也多用电脑软件 但大学学是设计专业 绘画课是避开的 它苦练了一段时间绘画 大概是天赋也不错 因此 它手绘设计图的功夫 也相当出色 它画的这张设计图 小鸟的神态活灵活现 胖乎乎的鸟脸上 满是乖巧可爱 追逐着想着自己尾巴的动作 更是活泼灵动 这个设计不光是样别致 这只小鸟的神韵 也牢牢抓人眼球 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 徐雪一看到这个图 就爱不释手 要是依着这张图做成镯子 镯子上的小鸟 跟图上一模一样 哪怕是亲近家产 她觉得也要把它给买下来 姐 真是太好看了 徐雪的眼睛 舍不得从图上挪开 你是要打这么个镯子吗 以后等我有钱打银镯了 能不能照着你这个摄像打一个 不是 我是打算拿这张图 去银楼卖钱 许希道 徐雪的目光 终于从图上挪开 吃惊地看向许希 卖钱 许希点点头 对 她又道 我以后准备帮银楼画设计图 赚取一定钱财 她趁机给徐雪灌鸡汤 小雪 以后 不管咱们是否嫁人 都得有赚钱的本事 你想啊 要是你撤穿的都是男人赚回来的 你能在他面前硬气起来吗 人家叫你滚 你都没地方去 更没办法养活自己 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 可如果能赚钱 咱就不用看男人脸色了 她叫咱滚 咱卷起东西就走人 天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满街都是 咱有钱有貌有家底 多的是男人来求取 犯不着看人脸色过日子 那位穿越皇后 早已把从一而终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的思想机的粉碎 大镜的女子是可以合理改嫁的 因此 许夕这碗鸡汤 许雪十分乐于接受 她点点 脸上满是认同 姐 你说的太对了 玄机就苦了小脸 可我没什么能赚钱的本事 你不是写故事挺厉害吗 不如你写画本吧 许夕给她出主意 许永义夫妇之所以疼爱许夕 也是源于哥哥许永曾和嫂嫂林氏 对许重文 许雪相当好 许重文就是许永曾启蒙的 许雪十字也是许永曾教的 当年许永曾教源主十字读书 就把许雪接过去 连带着一起教了 许永义自己做小商贩有镜像 舍不得妻子 女儿太过操劳 只留了三亩田地种口粮 耕种的时候 她停下生意 忙回一下田里 其余的十五亩田地都垫出去 平时谢氏照看一下田里的水 在种种菜养鸡养鸭做家务 虽有些忙碌 却也没有很辛苦 平时许雪也只打把手 并不需要做什么活计 剩余的时间 都是自己写写画画 再学些刺绣女工 自打圆主被接回来后 这两年 许雪就有了玩伴 两人整天唧唧咕咕 看了许重文 从学堂里带来的画本后 就自己编写故事 自娱自乐 在圆主的记忆里 圆主喜欢画画 许雪喜欢编故事 自己写的小故事 还像模像样的 许希觉得 许雪完全可以走 专业写手的道路 只要练一练 学雪如何写小说 多写几本 一定能写出能卖钱的画本来 大晋朝没有大的战争与灾难 那必然要找乐子的 在这没有其他娱乐项目的时代 画本完全是十字人的一大消遣 许希来自网文盛行的年代 她自己不写小说 但看过不少 至少在脑洞方面 她能给许雪提供很大的帮助 真的吗 我写的画本能卖出钱吗 许雪满脸惊喜 你好好练 一定能行的 往后成为大文豪都说不定呢 许希又给她灌了一大海碗鸡汤 许雪顿时豪情万丈 好 我回去想想 近段时间写一个画本出来给你看看 这一晚 许永逸夫妇即将到来的生意兴奋不已 商量着后日就去县里看看 把宅子收拾一下 再看看哪个地方适合摆摊 摆摊的情况 还得跟城里一些小商贩朋友打听打听 看看捐税 保护费等方面有什么讲究 该拜的码头也得准备东西去拜一拜 免得开张后被差役或地痞流氓找麻烦 总之 做买卖 事情多的是 要忙的是挺多 可不是直接找个地方 将东西一放就可以的 只是明日是侯府来接许熙的日子 他们再心急 也不可能把许熙丢下去张罗生意 所以只能等到后日 东乡房里 许雪构思着自己的画本 也兴奋得难以入眠 许家就三个孩子 三人年岁相差不大 自小在一块玩 感情深厚 许重文把许熙当亲妹妹一样疼爱 尽管那日侯府来接人 就已有了心理准备 可听说许熙明日就要回侯府 他这晚也是辗转反侧 好一会儿才睡着 唯有心大的许熙 一觉睡到大天亮 连梦都没做一个 第二天起来 谢氏就对许熙道 你看要收拾什么东西不 昨天他就提过一嘴 许熙说不及 他想着自家也没什么好东西 能让许熙带进侯府的 便也没有着急替许熙收拾东西 许熙摇摇头 不用收拾了 侯府总不能生活用品 都不给我准备妥当吧 园主除了几身半薪不救的衣服 和零食留给他的一根银簪子 一个银镯子 最贵重的东西 就是许永增留下的二十几本书 和文房四宝了 这些东西 在村人看来挺值钱 但在奴仆都穿惊带淫的侯府眼里 一文不值 最主要的是 这些东西都属于许家 许熙自然不会带走 谢氏环顾了屋里一周 也是无奈 他知道 如果他硬要许熙带上这些破铜烂铁 只会让侯府上下看许熙的笑话 许熙将自己 昨晚画的几张设计图折起来 放进一个小木盒子里 递给随着谢氏进来的许雪 你帮着保管着 等咱们有空出书院 就拿去银楼问问 看能不能卖出价钱 许雪连忙结果 道 姐姐放心 我一定好好保管 走吧 出去吃饭 许熙拉着谢氏走出了屋子 因一天只吃两顿 许家的早饭没这么早的 但谢氏也不知侯府哪时来接 更不知道许熙进了侯府去 能不能吃上饭 便早早起来把饭做好了 让许熙吃饱了再启程 许重文今天也请了假 在家里等着送堂妹一程 一家人坐下 许熙不放心地对许永一道 说 做吃食一定要干净 咱县里那宅子 墙壁得重新粉刷一遍 院子也重新收拾 尽量让家里干净一些 另外 还要买一些新的大桃盆 专门拌菜用 平时洗菜 洗衣服就别用这些盆子了 另外 最开始拌菜 凉宁院少些 也别多了 看着不够卖 再先拌 现在天气热 千万注意别卖变质的凉菜 让人吃坏了肚子 败了口碑 许永一对于一次 少办些凉菜的建议十分赞同 掏盆专用 他也能理解 只是对于粉刷墙壁 和收拾院子 他就觉得没必要了 这可又是一笔花费 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哪能讲究这些 他道 咱们又不是在家里卖凉菜 没必要粉刷墙刷 收拾院子吧 咱们要是做别的还好 可是做吃食 最讲究卫生 要是家里的强黑漆漆的 院子里污水横流 苍蝇 蚊子到处飞 您看了这样的环境 还敢买他家的粮菜吗 街坊邻居有极度咱们家赚钱的 把这些情况传出去 咱们的粮菜还卖得出去吗 这买卖 要想做大做长久 就必须在细节上下功夫 该注意的地方 一开始都得注意起来 许永一听了这话 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是有经商头脑的 许心动的这个粮菜 他能看出 绝对是个能赚钱的好买卖 因此 他现在满脑子就是 赶紧把生意做起来 好快些赚大钱 他完全没想过这些细节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 许永一虽没听说过这句真言 却也明白这个道理 县里宅子那处的街坊邻居 都是些小市民 其中不乏眼红别人 看不得别人好的 许熙今日如果不提醒 等他的买卖做起来 一定会有人到处乱嚼舌根 买卖的口碑建起来难 回起来可就在旦夕间 许熙好不容易给他想出了好买卖 到时候就毁在他手里 熙姐儿 你放心 书一定把屋子 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平时做凉菜 也一定注意卫生 绝不闹出让人吃坏肚子的事来 他发誓一般 郑重其事的保证道 见他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许熙十分高兴 谢氏心里感激 赶紧加了一块子菜 放到许熙碗里 来 多吃些 看到许熙吃得香甜 他叹了口气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 这话说得大家都伤感起来 许永一瞪了谢氏一眼 好好的吃饭 提这个干嘛 西井在书院念书 咱们又搬到了县里 想要见面还不容易 就是呢 许熙笑道 我离你们近 离侯府远 咱们要见面 不过是抬脚的事 一直闷声不吭的许熙文 抬起头来 望着许熙欲言又止 许熙见状问道 哥 你是不是想让我别去侯府 在园主的记忆里 许熙文从小就护着两个妹妹 是个极好的哥哥 许熙文摇摇头 也不是 说着 沉默着扒了口泛进嘴里 慢慢咀嚼着 眼眸微垂 我就是不放心你去那地方 听说 那种大宅子人口众多 很是复杂 我担心你受欺负 许熙正有鸡汤 要给许熙文灌呢 哥 要想我跟小雪不受人欺负 你就得有出现 如果你考上秀才 举人 甚至忠敬是做了官 别人要想欺负我们 也得掂量掂量 对啊 就是这么的理儿 许永义接过话道 重文 你念书要努力了 嗯 许熙文用力点点头 我们先生说 我明年就可以下场试一试了 真的 谢氏激动起来 你们先生真这么说 嗯 那你得努力了 谢氏把鸡蛋羹拔进许熙文碗里 多吃点 许熙文避开 给西紧 许熙无奈 我去侯府莫不连个蛋羹都吃不上 那也太惨了吧 所以哥 你别退来退去 我们以后能不能吃上鸡腿 可就看你的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四时 有侯府标志的三辆马车 缓缓驶进了小荣村 侯府的马车这几日天天来 小荣村里的村民 你麻木了 谁家没做不完的活鸡呢 吃瓜又吃不饱肚子 所以现在跟着侯府马车后面跑 并到许家来围观的 就只剩了一群小屁孩子 和几个闲得没事干爱八卦的老太太 那日卫氏和赵如雨的嫌弃 谢氏都看在眼里 并且耿耿于怀 觉得自家给许熙丢了面子 所以 打拖个软摩摩走后 他就把院子扫了又扫 还用水冲洗了一遍 并把鸡都关在了鸡笼里 不叫他们满地乱跑 今早起来 他又把屋里屋外都收拾了一遍 不过你土地的院子 和陈旧简陋的家具 他再如何收拾 也就那样 并没有比原先好太多 仍是阮嬷嬷嬷和刘管家 陪着侯夫人朱氏来 随行的 还有朱氏身边的一个嬷嬷 和一个丫鬟 朱氏下了马车 就跟没看到许家简陋的泥屋似的 拉着谢氏的手朝堂屋走 跟他了寒暄几句 又瞧着许夕长相道 我看着希姐儿 就是我们侯府的孩子 他不像他爹和娘 倒像他大伯 谢氏没见随平侯爷 只以为朱氏在说场面话 毕竟因着许夕耳后的小红志 已确定 这就是侯府报错的那个孩子了 像不像也没甚关系 朱氏这样说 是替二夫人喂饰圆场 他笑道 不像爹娘的孩子 多的是有专挑好处长的 也有专挑闹处长的 我们希姐儿 就是专挑好处长的 朱氏爽朗地笑了起来 你说得对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许夕听了这两人的对话 心里一动 难道这具身体 不是卫氏的孩子 反倒是朱氏和随平侯爷 赵元勋的孩子不成 要不然 卫氏对这孩子 为何这么不伤心 那天还死活要认许雪做女儿 不过 玄机他又笑自己多心 他可是看过这篇小说的 直看到结局 虽胡仁吞早 不大记得细节了 但因女配与他同名同姓的关系 虽怒气不争 不大喜欢这个配角 但他的事情 他还是仔细看了的 并没有说圆主不是卫氏 是朱氏的女儿 可见他想太多 应来的是朱氏 身为男子的许永义和许崇文 就没有进堂屋去 而是把刘管家 迎到了许崇文的书房 去说话 朱氏和谢氏几人 一起进了堂屋 分兵主坐下 朱氏看着许希 又道 你说的几个事 软嬷嬷都转告我了 我以侯夫人的身份 跟你承诺 侯府不会阻拦 你去女子书院念书 也不会阻拦 你跟许家人来往 只要有正当理由 也可以自由出入侯府 至于户吉 他看向许希 论理 这事是不成的 你既被认回来了 户吉还放在许家名头上 算怎么一回事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注意着许希的神情 许希脸上的表情 却丝毫未变 只是用一双晶莹的大眼睛 望着他 似乎在等着他说下文 朱氏有些意外 像这样的年纪 就性子这么沉稳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他也不卖关子了 继续道 不过你要念书 女子书院的规定 又定得特别死 你改了户籍 这学就上不成了 京城女子书院 因为京城的贵女太多了 每年为了这几十个名额 都争得头破血流的 想要进去念书 其困难程度 不亚于男子参加科举考试 我跟老夫人 侯爷商量来商量去 也只能出此下策 先不把你的户籍迁回去 等你念完书 或订亲的时候再说 许希就知道 是这么个结果 朱氏见许希听到这话 神色还是那样 完全看不出喜怒哀乐 他脸上的笑容伸了两分 问许希道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许希摇摇头 没有了 朱氏点点头 那行 你看看有什么收拾的 如果没有 一会儿 我们就启程回京城 朱氏打下马车起 说话做事都极爽利 说什么都开门见山 把话说得明明白白 跟如白莲花一般的卫士 全然不同 许希见了 倒挺喜欢她的性格 有这样一位当家主母 想来她在侯府的日子 也不会难过 没什么可收拾的 她摇摇头 我偶尔还会回来 看看叔叔婶婶 所以那些生活用品 就留在这里了 那行 朱氏转头对谢氏道 希姐在许家生活了十几年 这里也算的是 她的另一个家 你们就是她的亲人 往后有什么事 你们也可以去侯府见她 这话 也是因为知道 许家夫妇的为人 才会这么说 否则 朱氏也不能答应 许希跟许家多来往 多谢 多谢 谢氏感激地道 她对朱氏的印象 也十分好 一会儿 你们一块儿去侯府坐坐吧 亲自把她送去 看看她住的环境 你们也放心些 另外也认认门 朱氏笑道 不讨扰了 谢氏连忙拒绝 她倒是有心去看看 许希以后生活的环境呢 但这时候跟着去侯府 倒叫人看许希不起 觉得许家人是去打秋风的 到时候 侯府硬要送谢礼给她 她推托不掉 那就真应了别人的猜想了 朱氏又客气了两句 见谢氏态度坚决 便没再多说 心里对许家人的人品 又满意了几分 刘管家的声音在屋外响起 他们进了村 就派了小四王许成管家里去了 毕竟侯府要把许希接走 总不能不声不响 还得跟组长说一声 也是对许家族里的尊重 朱氏让阮嬷嬷请许成管进来 寒暄了两句 便对阮嬷嬷使了个眼色 阮嬷嬷站起来对许希道 喜姑娘 您不是说要收拾东西吗 老奴跟你一道去吧 老奴年轻的时候 可是最会收拾东西的 刚刚才说不需要收拾 这会儿 阮嬷嬷却叫她去收拾东西 许希便知道她有话要讲 可是朱氏要跟许成管说话 不方便让她听到 她与朱氏 许成管告罪一声 跟着阮嬷嬷出了堂屋 往自己住的屋子去 早有小丫鬟提这个包袱 在堂屋门口等着了 见他们出来 连忙跟上 进了屋 阮嬷嬷接过包袱 打开对许希道 这是夫人特意为姑娘准备的衣服首饰 姑娘换上 老奴给姑娘梳头 许希一看 里面是一套绸缎衣裙 上长粉红色 配一条紫红色裙子 上长衣领及袖口 还用紫红枪边 再用粉色的袖线袖着云纹 下裙的裙摆 也用粉红布料绕了一圈 再用紫红袖线袖云纹 两相呼应 整套衣服的颜色 配得十分和谐好看 而且少女风满满 至于这绸缎具体是什么料子 对不住 现代来的她不知道 除此之外 包袱里还有水红色袖和叶抹胸一个 白色礼衣一套 绣花鞋一双 袜子一对 另外 还有一个梳妆匣子 这是夫人特地叫府里的绣娘 给姑娘赶出来的 软摸摸道 因时间紧 如今只赶出来了这一身衣裙 有些简陋 姑娘先穿着 绣娘们还在家紧给姑娘做 其实在前两日她来接许希时 侯府就准备了两身衣服给她带来 只是当时对许希并不重视 那两身衣服都是随意做的 无论是料子 做工都十分一般 现如今许希这一番闹腾 道教侯老夫人和侯夫人 诸是对她另眼相看 又得知她考上了女子书院 这才又叫绣娘 重新用好料子做了一套 时间来不及 因此只在领口 绣口简单地绣了两道简洁的图案 让她先穿着 其他有精美刺绣图案的衣裙 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中 至少让她进女子书院时 在穿着打扮上 不至于剁了侯府的名声 很漂亮 我很喜欢 许希笑道 她就喜欢这种 简洁大方的衣裙 虽然相比起粉红或紫红 她更偏向冷色调 但好不容易回到 十三四岁的年纪 偶尔穿穿少女风的粉色 也是没问题的 见许希领了诸事的这份情 而且态度十分干脆大方 软磨磨越发喜欢她这性子 姑娘喜欢就好 她笑道 姑娘把衣服脱了 老奴伺候姑娘换衣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好 许希可不习惯 有人盯着自己换衣 你们在这稍坐 她将梳妆匣子拿出来 提起包袱出了门 去了隔壁许雪的房间 关上门换衣服 衣裙果然是专门给她做的 十分合身 许希在回到自己房间时 软磨磨和小丫鬟 眼里经不住闪过一抹惊艳 许希身材高挑 腰质纤细 五官精致明艳 这套衣裙穿在她身上 着实好看 比起刚才穿在身上的灰扑扑的衣裙 不知好看多少倍 软磨磨忍不住赞道 姑娘真漂亮 多谢嬷嬷夸赞 许希落落大方地道了线 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头发不用 重新梳了 嬷嬷只需要替我 把首饰戴上就行了 她有原主的记忆 梳古代的这种发际 对她来说并不是难事 来自现代的许希 喜欢简单大方的发型 现在的她 只在头上扎了个计 用木簪子簪着 后面的长发 在脑后自然垂落 这身体有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 这种发型十分适合她 软嬷嬷知道 朱氏不耐烦 应酬许家族长许成冠 她不能在这里担个太久 便也没有反对 直接取下木簪 将首饰盒里的一根紫罗兰玉簪 插到了许希头上 又替她带了两朵珠花 一对珍珠耳环 最后取出一对玉镯 给许希戴上 这些年 侯府一直在走下碑路 出具的多 进来的少 偏后老夫人 又想撑着侯府的架子 不让朱氏太过才减下人 因此府里更加捉襟见肘 这次来接许希 朱氏在库房里翻了许久 都翻不到合适的首饰 最后还是拿了些东西去典当了 重新买了几样首饰 许希身上的这几样首饰 就是新买的 价值在谢氏等人眼里 或许是天价 但在贵族圈里也就一般 算不得好 却也不算太跌法 也是因为朱氏对许希的看重了 否则还真不会费这个神 阮嬷嬷又从梳妆匣子 拿出全新的胭脂水粉 打量给许希化个妆 许希赶紧拦住她 嬷嬷不用了 古代的化妆品含千量不小 许希可不想用 阮嬷嬷打量了许希两眼 见她的皮肤雪白细腻 弹指可破 白净得没有半分瑕疵 五官明艳 唇红齿白 诗上之粉反而多余 于是她只帮许希修了修眉毛 就霸了手 又赞道 姑娘天生丽质 许希笑了笑 没有说话 穿越到古代 她对这身皮囊还是挺满意的 漂亮有很多种 这副容貌 以她现代人的眼光看来 确实是个大美人 而且美得十分大气 以她的性格 甜美风和狐媚子风 她hold不住啊 这种明朗疏括的美眼 她最喜欢 小说里 写原主也是美的 只是她气质太过畏畏缩缩 举止言行都小家子气 整天低着头缩着肩 又喜欢穿暗沉的颜色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倒把八分的美貌 硬生生败成了四分 许希的气质 跟原主正好相反 她上辈子长得也很好 从小又是学霸 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家境也不错 这就养成了 她自信自义 开朗洒脱 骨子里还带着点 自傲与清高的性格 自卑 畏缩 拘谨这种词 从来不会用在她身上 她这种气质 配上明艳大气的容貌 完全是相得一张 倒把八分的美貌 称成了十分 可谓是成也气质 败也气质 穿戴好 许希跟着阮嬷嬷走出屋子 重又去了堂屋 呀 许雪惊呼出声 性眼瞪的老大 姐 你好漂亮 谢氏则欣慰的一脸姨妈笑 朱氏端向着许希 满意地点了点头 早在老侯爷在世时 侯府还能在贵族圈里行走 不说金钟贵女 便是皇家公主 郡主 朱氏也是见过的 在她看来 许希这些金城贵女中 容貌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了 至少是忠上之姿 阮嬷嬷见屋里众人的表现 不由笑着打破了沉寂 漂亮吧 咱们希姑娘 可真是个大美人哪 许希笑道 嬷嬷谬赞 朱氏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有一瞬间的恍惚 听到这话 她回过神来 对谢氏汗手道 如此 我就带希姑娘回去了 说着 站了起来 谢氏也站了起来 看着许希满眼不舍 神神 您保重 许希朝谢氏服了一服 有空我回来看您 好 谢氏勉强止住眼泪 朝许希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徐雪咬着唇 眼圈泛红 朱氏一行人出了堂屋 许永义和刘管家 刘管家朝阮嬷嬷招手 带她走近 跟她低语了几句 阮嬷嬷嬷连忙走到朱氏身边 对她低声道 夫人 许佳不肯接谢银 原来侯府是准备拿一百两银子的谢银 给许佳的 可这两日 对许希的印象改观 侯老夫人就把谢银提高到了二百两 由刘管家给许永义 可许永义却死活不收这笔银子 只说 如果收了 侯府就是看不起许佳 没奈何 刘管家只好禀报给朱氏 朱氏看了正在跟许希一一惜别的谢氏 许雪 以及虽不敢靠近 却也是一点不舍的许永义 许崇文 微一点头 道 既然不收 也不用勉强 往后就当一门亲戚走动吧 逢年过节 叫人送谢礼 作为侯府的当家主母 朱氏自然不是毫无城府之人 刚才他跟许希话说得很漂亮 答应他跟许希常来常往 也跟谢氏说 要当亲戚走动 可如果许希真的人品不好 家风不行 他绝对不可能任由许希跟许佳来往的 方法可以很多 可以让事后许希的丫鬟婆子劝他 或是让府里的姐妹 引他认识更好的朋友 只要他的注意力 被其他事与人所吸引 跟许佳的联系 渐渐就会少了 到时候 给许佳找个生计 让他们忙活 不让他们来多打扰许希 彼此之间就会慢慢淡了 但这会儿 朱氏是真的放心 让许希跟许佳人交往了 一行人上了车 他们来时成了三辆马车 现如今 朱氏跟许希坐最前面的那辆车 只留软嬷嬷在车里照应 其他嬷嬷嬷嬷 坐中间那辆 刘管家和小四座最后那辆 明日就要与许雪一起进书院 跟许佳人也可常见面 许希又才来古代几日 对于离别并没有多少伤感 只是看些事 许雪流着泪 许永义和许重文这两个大男人 也红了眼眶 他也不好显得太过薄情 硬挤出了几滴眼泪 带马车驶离许佳 许希可真是松了一口气 这几日跟许佳人相处 他很担心崩人设 让许佳人发现端倪 所以时时注意处处小心 又慢慢引导他们 发现自己的改变 也是很心累了 哈哈 宿主 你终于回侯府了 哈哈 系统刚才大概是担心 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宿主 起逆反心理 临时便挂不回侯府了 硬是一直憋着 不敢出声 这时候见马车启动 许希再也反悔不了 他忍不住在他脑子里 欢快地蹦打起来 闭嘴 安静 许希被他吵得脑人疼 再吵我就叫马车停下来 走回去 还有 你打扰我们说话了 脑子里的声音 仿佛被人按了暂停键 戛然而止 朱氏虽没表现出 对许佳的嫌弃 却是不肯喝许佳的茶水的 这会儿上了马车 让软摩摩到了茶 朱氏慢慢喝了一杯 这才缓了过来 他开口对许希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侯府的情况 许希汉手 夫人请说 朱氏笑了起来 保养得意的皮肤上 露出一些细纹 他称道 这时候还换我夫人 该叫大伯母 是 大伯母 许希又笑 朱氏看他这干脆利索的样子 心里更添了几分赏识与疼爱 他道 先说 你们二房 你父亲的亲母 是谭老姨娘 前些年已经去世 你父亲除了你母亲卫世 还有两个姨娘 一个姓靴 一个姓陶 跟你同一辈的 二房除了六姑娘赵如雨 你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吉府里的二少爷赵静安 说到这里 朱氏眼神 怜惜地看了许希一眼 魏氏当初生的是一对龙凤胎 男婴还好 生下来有三斤 女婴却十分瘦弱 只有两斤多一点 朱 古代一斤是十六两 大家都担心养不活 也是因为这个 魏氏才带着许希去庙里上香 希望这孩子能活下来 没想到半路 却被掉了包 照顾双身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有奶娘 却也要操心 尤其两个孩子的体重偏轻 体质弱 更要注意 稍不留神 所以魏氏把心神都多放些在儿子身上 大家也能理解 只是同样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他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 表面上一视同仁 被地里却是一个天一个地 这才叫大家付匪 觉得他做得太过 朱氏继续道 你还有一个书初姐姐赵如蕊 比你大一个远 她的姨娘过世了 所以现在龟血姨娘抚养 许希点点头 魏氏大概在生双胞胎的时候 伤了身子 后来就再也没有怀孕 赵元良那了几房妾室 妾室们也有怀孕 最后只养活了赵如蕊一个 他膝下始终只有赵金安一个儿子 而赵如蕊的亲娘死了 活着的两个姨娘都无所出 这其中要说 没有魏氏的手段 打死许希都不信 小说是甜宠文 篇幅也不长 重点写的就是 赵如蕊与平南侯二公子相识 相恋 相知与亲亲我我 对其他的人描写并不多 都是一笔带过 所以强势的魏氏 为什么会允许一个 妾室生孩子生在他前面 许希并不清楚 不过赵如蕊能活下来 大概也是因为 她是个女孩子吧 大房有五个孩子 朱氏又道 你大姐姐赵如蕊 今年十九岁 二姐姐赵如珠十七岁 均已出嫁 大少爷及侯府世子赵金丽 说来也巧 他跟你和静安是同一天生辰 只比你们早出生半个时辰 说到这里 他就一脸感慨 当初他跟魏氏都身怀六甲 临盆前偏遇上公共去世 婆婆病倒 府里要办丧事 要为老夫人言一请要 赵元勋要席绝 整个府上闹得人羊马翻 魏氏还好 只需要去灵前哭一哭 再时不时去老夫人 病塌前问候一声就可以了 朱氏作为长媳 又是新任的侯夫人 在魏氏的肚子比她还大 三弟妹又柔弱 无能不能单视的情况下 她哪里能只顾自己 只能挺着大肚子 四处操持 结果在魏氏生产的当天 她也早产了 生下了儿子赵金丽 好在国公也保佑 她母子平安 只是等她几天后能下地 府里早已一团糟 还是老夫人称着病体 指挥着三弟妹主事的 她便不得不在月子里 操心府里的事 这段往事 想起她就心有余悸 我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除了你大堂姐 二堂姐 大堂兄 还有三少爷赵敬泰 她今年十一 皮得不行 整天调皮捣蛋 她要是哪里做得不对的 你尽管拿出姐姐的身份 来教训她 不必讲客气 看得出来 朱氏是个好母亲 说起自己的孩子 就一脸慈爱 另外我们这一房 还有数出的两个孩子 一个是你三堂姐赵如心 比你大半岁 一个是四少爷赵敬平 今年十岁 朱氏喝了一口茶 继续介绍 你三叔一世述出 他亲娘正老姨娘还活着 你三婶姓苏 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八岁 叫赵敬泰 女儿六岁 叫赵如山 另外 你还有个大姑妈 是老夫人所出 嫁给了当时的新科进士 现在你大姑夫 在外地做四品之府 你大姑妈跟着去上任 有几年没回来了 小姑妈是述出 嫁了个举人 就住在京城城西 逢年过节的 你在家里就能见到 见朱氏似乎说完了 许希起身扶了一礼 道 多谢大伯母提点 我都记住了 坐 快坐下 一家人 哪那么多脸 朱氏连忙招手叫她坐下 说是这么说 她对许希越发满意 虽只相处了一个时辰不到 但她对许希的好印象 一点也没改 甚至觉得 她比印象中的更好 这姑娘 行事说话落落大方 知好歹 懂进退 还聪明 自己和阮嬷嬷说什么 她一点就痛 看样子 到鼻腑里 现在那些精心教养的姑娘 还要抢险 朱氏平时养尊处优 今天一早乘马车到小荣村 现在便有些累了 跟许希说完侯府的情况 就闭目养神 许希倒是精神 但朱氏养神 车帘子又拉得牢牢的 没有半点缝隙 可以看到外面风景 她只得也闭上眼睛 村里的罗车许希 早已坐得够够的了 本以为侯府的马车能舒服些 但上了车就知道自己想错了 虽然比罗车好一些 但舒适度实在有限 没有避震 一旦路不平 就颠得人受不了 也难怪古人更愿意骑马 而不愿意乘马车 好在只有十里路 不用半个时辰 马车就在一条宽大的街巷里停了下来 朱氏早在马车进城时 就睁开了眼 此时阮嬷嬷先一步扶她下去 又转回来扶许希 笑道 姑娘 这就是咱们随平侯府了 许希下了马车 打量着随平侯府大门 随平侯府是一级即将等到侯府的 皇上隆恩 并没有让他们搬家 仍是住在原来的府邸 只是换个门尾匾额 把跟规之不符的东西去掉 或更改了便罢 因此 随平侯府位置十分不错 就在离内城不远的一出大街上 巷子也极宽敞 能容得下两辆马车并排而行 朱红大门 以及门前的石狮 都十分气派 与之相配的 是两边长长的高大的围墙 大夫人 守门的两个男子见了朱氏 可是看清楚了 往后姑娘出入 不得冲撞了去 两人飞快地抬起头 看了许熙一眼 旋即又低下头去 应道 小人遵命 朱氏没在管他们 领着许熙一直走了进去 绕过隐壁 就是一个大大的院子 这是外院正堂 朱氏介绍道 你伯伯 父亲 叔父 以及几个念书的兄弟 都在这边有书房 你兄弟们念书习武也在这里 有时候来了南客 也会安排在这里的院子居住 国公爷在世时 外院的院子 原来还住了好些客卿 可现在府里南丁 没一个有出息的 营钱上又紧张 外院除了几位爷和少爷 布置了几间书房 就只住了三位教书先生 和两个指点他们武功的师傅 看着这偌大的地盘 许熙真是好生羡慕 在现代时 他费了老鼻子劲 帮教授们做项目的同时 自己也接一些设计的活 再加上父母留给他的钱 这才在二线城市 买了个20一厅 不到70平米 他曾跟做园林设计的朋友 去实地参观过他的作品 看到三层半的别墅 外加200平方米的院子 室内室外的设计 舒适而精巧 他就把这样的别墅 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 而那样的别墅 跟现在的侯府一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样的小别墅式的院子 光这外院都有七八个 更不用说那院了 许熙为自己目标的渺小 感觉羞愧 不过考虑到古代地广人稀 即便这里是京城 想来土地 也比现代一二线城市的土地 来得更便宜 更容易拿到手 于是许熙暗暗在心里 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 靠自己的能力 买几个院子 不需要这么大 有个两三进院子就可以了 就算不自己住 租出去也挺好 包租婆的这份有前途的事业 还是很值得去做的 至于像侯府这样的宅子 许熙就不敢想了 古代建筑可是有规制的 什么样身份的人 住什么样的宅子 不是王侯将相 即便你有钱 也不能建这样的宅子 两人从抄手游廊过去 又走了一盏茶功夫 才到了垂花门 这里守门的已换成了婆子 建了朱氏 一十分恭敬的行礼 朱氏又把许熙给他们介绍了一番 老夫人 大夫人带着五姑娘回来了 正堂里 丫鬟跑来禀报 终于来了 三夫人苏氏笑道 说着 她又意味深长地 往卫士那边瞧了一眼 大家都往门外看 因昨日许熙就答应了要回侯府 所以今天后宅的女眷 又齐聚在正堂里 心里十分好奇 这位架子很大 十分难请的五姑娘 长得什么样子 恨不得伸出头去朝外张望 唯有二房的卫士和赵如雨 貌似比谁都镇定 但那握紧帕子的手 却暴露了他们内心的不平静 老夫人道 你们几个小的 去迎一迎姐姐吧 屋里众人文言都神色一动 心里若有所思 侯府派了好几把人去接 许熙却一直拒绝 不愿意回侯府 大家都抱着看好戏的心思 他们觉得 许熙即便最后被接回了侯府 也一定要受老夫人的嫌弃 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可现在看这情形 这是给许熙做脸呢 赵如雨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情况 跟上辈子越发不像了 上辈子 老夫人可没给许熙这么大脸 不说迎接 便是人都没有聚齐 几个少爷都不在 只有卫士 苏氏和他们几个小姑娘在座 草草见过就散了 许熙拿桥 非但没叫老夫人反感 反而看重起来了 她垂下眼瞼 搅了搅手怕 赵如蕊见她不动弹 赶紧拉着她起身出裂 与众人一起应了一声 是 祖母 我虽比妹妹年长 心里对多一个妹妹 欢喜无比 我也跟妹妹们 一起去赢一赢 赵如蕊道 对对 四妹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大方的赵如蕊 连忙附和道 屋里孩子 除了赵如蕊和赵如蕊 以及比许熙大半个时辰的 大少爷赵经丽 其他人要不就跟许熙一样大 要不就比她年小 老夫人的意思 虽是长幼有序 只叫弟弟 妹妹去赢 但赵如蕊和赵如蕊都是输出 可不敢拿桥 坐在这里不动 不见大少爷赵经丽 二少爷赵经安 也站起来了吗 赵经丽即便 只比许熙大半个时辰 赵经安比许熙大半斩茶功夫 却都是哥哥呢 去吧去吧 老夫人自然乐的兄弟姐妹 培养感情 笑呵呵地挥手道 于是随平侯府的九个孩子 都出了门 去迎许熙 出了堂屋 有一放慢脚步的赵如蕊 就对赵如蕊 低声道 妹妹 没事的 昨晚老夫人不是还留你吃饭了吗 老夫人叫我们去迎她 你别多想 赵如蕊的眉毛又皱了起来 对赵如蕊淡淡道 我没多想 说着 抽回赵如蕊挽着的手 快走了两步 赶上了赵如蕊 赵如蕊的笑容顿时 僵在了脸上 以前赵如蕊即便是嫡出 却为人和善 从不因身份看不起她这个竖姐 又因为卫视的苛代 两人同病相连 因此姐妹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可不知怎么回事 打前几日起 赵如蕊对她就变得十分冷淡 她做错什么事了吗 赵如蕊很是茫然 一行人下了台阶 刚刚到正院门口 就遇到朱氏和许夕进来了 朱氏给双方简单做了个介绍 就领着许夕直奔正堂里来 母亲 我把夕姑娘接回来了 朱氏一进门 就拍着许夕对侯老夫人笑道 她转头看向许夕 西姐儿 这是祖母 早有丫鬟把警店放了上来 许夕叹了口气 屈服在这封建礼教之下 给老夫人磕了个头 朱氏生怕她不知礼节 在见面的时候出丑 让府里众人看了笑话 因此在马车里就提醒过她 进门给老夫人磕头 至于其他人 就行府里即可 老夫人亲自上前 扶起了许夕 好孩子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也不知是真激动还是做戏 她用帕子抹了抹眼泪 于是屋里其他人 都装模作样地抹起眼泪来 许夕 那她要不要也哭一哭呢 可她挤不出眼泪啊 怎么办 好在老夫人没过多煽情 朝旁边抬了抬手 是一丫鬟把她手里捧着的锦盒打开 对许夕笑道 这是祖母送你的剑面里 许夕朝盒子看了一眼 剑里面是一套金香玉的头面 金子且不说 那上面的玉金银剔透的 质地比诸事给她戴在头上的玉簪还要好 整套头面足有十来样 显然是价值不菲 由此可见 随平侯府以前的富贵 即便现在不行了 仍然能拿出这样的好东西 屋里其他人看到这枚套头面 脸色都变了变 看向许夕的目光越发复杂 随平侯府的好东西 当的当 卖的卖 好东西 一件件地送出去 大家都知道 即便是老夫人和大夫人 手里也没有多少好东西了 可老夫人竟然舍得拿这么好的东西来给许夕 可见 对这个新接回来的孙女 是如何看重了 只是 他们的目光在大夫人和二夫人脸上来回扫了一转 许夕即便流落在外 吃了不少苦 可究竟是二房的人 二老爷是述出 跟老夫人没有血缘关系 往后是要分出去的 这样的好东西本应该留给大房才是 现如今送给了许夕 大夫人难道不会有意见吗 可大夫人脸上带着笑 看向许夕的目光还挺和蔼 看不出丁点的不高兴 反倒是二夫人 一脸吃惊的样子 投向许夕的目光变得十分不善 这两个人倒像是倒了个个儿似的 我送这套头面给西姐儿 一来是因为她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二来呢 也是这孩子争气 考上了北宁县的女子书院 那书院虽是县里的 但也能学学些本事 明年没准西姐儿 还能进京城女子书院来念书 她在外面走动 代表的是咱们侯府 可不能穿戴的太寒酸了 这番话又让大家吃了一惊 最吃惊的莫过于赵如雨了 打在跟着赵如心走到院门口 看到许夕起 她就有些怀疑人生 虽是上辈子的事 但她仍然记得 许夕被接回侯府的时候 根本没有换衣服 她穿着在许家穿的那身 半兴旧的细部衣裙 头上只有一根银簪子 穿着打扮寒酸的连府里的三等丫鬟都不如 最让人看清的 不光是她的穿着 还有她的举止 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低着头 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块手帕 战战兢兢的 仿佛来得不是侯府 见得不是亲人 反倒是龙坛虎穴一般 说话也小小声声 跟蚊子叫似的 老夫人 大夫人的态度 自然也不像现在这般 不光大夫人没有亲自去接 便是二夫人也没有亲去 老夫人是个喜欢爽力性子的 看到接回来的人这样扭扭泥泥 尚不得台面 便也不喜 随随便便给了一对 质地一般的玉琢 也就打发了 侯府的人最会踩低捧高 老夫人这样 其他人自然也如此 都是拿点不值钱的礼物打发了她 对她的态度也都淡淡的 并不热络 跟卫视不对付的三夫人苏氏 还出言讽刺了许夕几句 让许夕更是羞愧不已 可现在被接回来的许夕 不光穿着做工精良的新衣裙 头上 手上的首饰 价值不菲 整个人也落落大方的 不卑不亢 任谁也挑不出她的错来 这还不是让赵如雨最意外的 令她意外的是 许夕竟然考上了女子书院 这是上辈子从来没有过的 不光是她 便是侯府的所有姑娘 都没有一个能考上女子书院 莫非这许夕 跟她一样 真是重生的 昨晚猜到是一回事 可现在确定了这件事 还是叫赵如雨 遍体生寒 上辈子 她虽没有特意针对许夕做什么 但她的出色 她的一切荣光 都衬托着许夕的无能与暗淡 两个人就如同对赵祖一般 那么许夕重来一遍 这辈子是不是要发誓 把她踩在脚下了呢 赵如雨在这里 心思百转千回 那头 老夫人拉着许夕的手 又道 你们这一辈的姐妹 都是从如自辈的 夕这个字不错 往后啊 你就叫赵如夕吧 在众姐妹里 你排行第五 剧情里 许夕入府后 也改了名叫赵如夕 许夕觉得 名字不过是个符号 对此并不在意 她既愿意回侯府 便也做好了 换改叫赵如夕的打算 不过她的户籍 可还在许家户头上呢 户籍上写的名字 还是许夕 赵如夕三个字 估计也只是侯府的人 偶尔叫一叫 再说 这里她待得不高兴了 直接离开 她就还是许夕 因着户籍的关系 侯府也拿她没法 老夫人这句话 听听就好 用不着太在意 她朝老夫人服了服 多谢老夫人赐名 接下来 有软嬷嬷领着 许夕给物理长辈 一一见了礼 侯老夫人给的礼物 就是个风向雕 她给的礼重 那么其他人的礼也就重 反之亦然 于是 蹲身行了几个礼 许夕便收获了好几件 比较值钱的首饰 物品 猪是让软嬷嬷给许夕穿戴的 算是侯府给她的 她自己又送了 金香大猪醋花 首饰一副 剑鼠自然没有老夫人的多 只是一对手镯 一个簪子 一朵猪花 一对耳环 上面的珠子却是不小 许夕对这世界的奢侈品 没有印象 不过以她估计 这几样首饰价格并不便宜 老夫人和朱氏 打算送什么见面礼 给许夕的消息 并没有隐瞒 各房的丫鬟们 事先都打听过 他们都送这样的厚礼 为是这个做母亲的 自然也得往外掏好东西 她送了金香玉吃 折丝欠珠宝 珊瑚坠领一挂 价格跟朱氏送的相当 苏氏出身不好 是商户之女 赢钱却是不缺的 不过作为婶婶 她钱再多 也不好越过前头几个去 而且也没必要 于是 她只送了一对玉镯 和一只玉簪 质地不错 价值却在朱氏和卫氏之下 你们兄弟姐妹家 就不用互相给见面礼了 往后在府里一起过日子 多的是互相送礼的时候 不急于一时 老夫人又发话道 众人倒也能理解 许夕刚从乡下回来 手头什么都没有 想要送见面礼 给弟弟妹妹们 也没办法 到时候就得出仇 老夫人这是为她解围呢 大家越发觉得 老夫人对这位 新接回来的五姑娘看重了 本来男女有别 几位少爷是应该 跟老爷们一样 另外在拜见的 但少爷被最大的 男孩子赵经丽 也不过刚过 十四岁生辰 还没有娶妻 屋里的女眷 不是男孩们的母亲 就是伯母 沈娘和姐妹 等骨肉血亲 同辈里需要避讳的嫂子 弟媳这些身份的人 一个都没有 所以 老夫人才发话 把他们都叫到屋里来 一同见个面 而这 又是上辈子没有的 这是府里的柿子 也是你大堂兄赵经丽 软嬷嬷指着一个少年介绍道 许希朝微笑汗手 低头一扶 大哥 赵经丽个子瘦高 眉清目秀 丝丝闻闻 他朝许希和煦一笑 拱手回礼 五妹妹 这是二少爷 及你的同胞哥哥赵经安 他只比你大小半个时辰 软嬷嬷介绍 紧挨着赵经丽做的一个男孩 一听这就是那个双胞胎哥哥 许希不由仔细地打亮了他一眼 玉树林峰颇有些偏偏加公子样貌的赵经丽不同 他大概还没开始长个 此时还是个胖堆 不光比赵经丽矮半个头 便是许希也比他高许多 也不知是因为太胖挤了五官 还是就长这样 他眼睛显小 鼻子也不够挺 乍一看样貌并不怎么出众 好在毕竟是侯福养出来贵公子 气质却还行 二哥 许希失了一礼 你就是我那个双胞胎妹妹 赵经安开口问道 我俩长得怎么不像 然后看看比他高半个头的许希 一脸绝望 跟他一样大的赵经丽 高高瘦瘦的倒也动了 谁叫大伯比他跌高呢 可好不容易盼回来了个双胞胎妹妹 却也是高高瘦瘦的 就他是个矮冬瓜 这叫他怎么活 安哥儿 别胡说八道 一屋子人都等着跟你妹妹见里呢 卫士连忙出声 赵经安抬头看了屋里人一眼 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赶紧对许希拱手回了一礼 五妹妹 行完里 他就转过头去对他娘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前面街巷不是有对双胞胎吗 长得一模一样 于婧跟我长得不像倒也罢了 怎么接回来了 真的双胞胎妹妹 却还是不像呢 关键是竟然比他长得高 哼 说着 他还往赵如雨那边看了一眼 赵如雨就跟他差不多的高矮 卫士被他这话气得不行 喝道 闭嘴 救你话多 赵经安这才多了嘟嘴 不说话了 诸世向来是个对孩子好的 赵经安虽是卫士的亲儿子 但性子不像他娘 有些大大咧咧 是个实心眼的好孩子 而且他七岁 就搬出内院了 整日跟赵经丽在一起 哥俩因为是同一天出生的缘故 关系十分要好 诸世爱乌及乌 对赵经安也多了几分真心的疼爱 他健壮不由笑道 安哥你不知道 只有同性别的双胞胎 才长得像 不同性别的是不像的 你是男 你妹妹是女 自然长得不像 赵经安想了想自己的长相 又摸了摸自己嘴唇上 长出来的小绒毛 想想自家妹妹要是长一张 跟自己一样的脸 还矮胖矮胖的 脸上还有小壶茶 他顿时打了个机灵 连连点头道 大伯母明说得对 说着他还心有余悸地 看了许夕一眼 妹妹还是长这样好看 要是跟我长得一样 那就不好看了 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 男人靠才华 女子就只能靠容貌了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卫师瞪了儿子一眼 又胡说八道 男女不同 嫡数有别 领着许夕 见过了赵经丽和赵经安 阮嬷嬷这才带她 走到赵如兴和赵如蕊面前 互作介绍 赵如兴温柔可亲 赵如蕊虽也笑容灿烂 但许夕在她眼里 却看到了一丝不屑与敌意 见完哥哥姐姐 余下的弟弟妹妹 一个个按大小主动上 前来跟许夕行礼 如此 除了大伯父赵元勋 三叔赵元坤 侯府主子许夕 几乎都认完了 说几乎 是因为府里的姨娘们 还没见着 他们也是半个主子 待许夕坐下 大夫人就对她道 府里的姑娘 都配一个嬷嬷 一个大丫鬟 两个小丫鬟 和一个粗屎婆子 说着她招了招手 五个下人陆续上前 这是袁嬷嬷 这是清风 是你屋里的管事嬷嬷 和大丫鬟 以翠和点将 是你屋里的小丫鬟 这个是鱼婆子 是你院里的粗屎 大夫人点到的人 都一一给许夕行礼 屋里众人看到这几个下人 有神情各异 袁嬷嬷到也罢了 她原是针线房的 一个小管事 可清风却是 老夫人房里的 二等丫鬟 虽是二等 却也是老夫人 用得顺手的 还挺能干 只要四个大丫鬟里 有一个嫁人 她就能立马 能提到一等的位置来 可现在老夫人 却把她给了许夕 可见对许夕的看重 见大夫人 给许夕配了下人 老夫人就到 其他人都散了吧 利哥和安哥陪着妹妹 带她去前院 拜见一下大伯和三叔 大家都站了起来 朱氏却开口道 二弟妹 西杰等会儿 从前院过来 还得你领她回去 你且等她一等 又对赵如蕊 赵如雨道 如蕊 如雨陪着你娘 你大嫂说得对 你们等她一起回去 老夫人也道 许夕是二房的人 卫氏的亲生女儿 朱氏这么辛苦地 从乡下接回来了 总不能一会儿 还送去二房 卫氏这个做亲娘的 什么事都不管吧 再说 二房有个二老爷赵元良 不管他在不在那里 朱氏也是不好 踏足那里的 至于只让阮嬷嬷送去 那也不好 太过轻慢 反正于情于理 都应该是卫氏领回去 正打算往外走的卫氏 停住了脚 看了许夕一眼 转头对老夫人应道 是 老夫人 赵金丽等孩子 都立在那里不动 等长辈都出了堂屋 这才一一跟老夫人告别 按尊卑大小先后离开 赵金丽性子沉稳 赵金安却是个活泼的性子 他大概是对自己 这个双胞胎妹妹 充满了好奇 去前院一路上 都不停地叽叽喳喳 妹妹 你原先过的什么日子 他们对你好吗 有没有挨饿受冻 许夕心里一暖 这个哥哥不错 他笑道 没有 他们对我挺好的 我养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特别疼我 我们日子还过得去 温饱没问题 赵金安松了一口气 又问 听说女子书院很难考 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 你是怎么考上的 许夕眨巴眨巴眼 就那样随便考考就考上了呀 很容易的 学渣赵金安 你要是不装逼 咱还能好好说话 大概是有下人过去通病了 几人进前院正堂的时候 赵元勋三兄弟 你都在做了 赵元良一见许夕进来 就站了起来 笑道 夕姐回来了 来 爹爹给你引荐你伯父 叔父 他指了指 坐在上手的中年男子道 这是你伯父 殷珠氏曾说过 许夕向赵元勋 因此 许夕借行李的当口 好奇地打量了赵元勋两眼 果然发现 两人无论是脸型 还是眼睛都很像 尤其是那双眼睛 黑亮亮的十分有神 这是旁人都不曾有的 而且 赵元勋身材虽然瘦靴 却高条挺拔 他这具身体的高条挺拔 跟他也有些相像 听说你考上了女子书院 赵元勋的声音 有些低沉暗雅 不过看向许夕的目光挺慈祥 表情很温和 侥幸而已 许夕低着头道 旁边的赵金安撇了撇嘴 妹妹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可见 你是个聪慧的孩子 赵元勋抬了抬手 旁边一个丫鬟 捧上来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 是一套文房四宝 许夕饶不懂这些东西 但从其精美程度可以看得出来 这套文房四宝 似乎价值不菲 这套文房四宝 是我一次参加文会时 做事迎来的 虽不如何珍贵 却也意义非凡 送与你 希望你在书院里学业有成 日有敬意 多谢伯父 许夕行礼 清风赶紧上前 从那丫鬟手里接过盒子 退回去后 转交给了点价 许夕也不用赵元良再说什么 直接给他行了一礼 夕儿见过爹爹 赵元良也不用下人动手 从后面的下人手里 接过一个锦盒 递给许夕 爹也没什么可给你的 这是一个玉百剑 你拿着玩吧 他既没打开 许夕也不好当面查看 接过盒子递给清风 又行了一礼道谢 这是你三叔 赵元良指着赵元坤介绍道 赵家三兄弟里 侯爷赵元勋高寿 面有病容 看样子就知道是个病秧子 赵元良相比起来身材偏瘦小 两人都不像将门之后 唯有三老爷赵元坤 身材十分高大 体格看上去也很健壮 他的表情很严肃 只朝许夕微微汗手 说了一句 回来就好 举手示意了一下 一个婆子 一拿了一个盒子上来 打开给大家看 里面是一对玉镇纸 看质地和雕工 还很不错 如此 侯府的正经主子 许夕就全部见过了 赵元良道 你的住处安排好了吧 有人陪你过去吗 说着 他抬起眼来 朝屋里看 一直跟着身后 默不作声的阮嬷嬷 赶紧上前来 行李道 二老爷 老夫人和大夫人 派老奴林五姑娘回去 二夫人和四姑娘 六姑娘也在等着 好陪五姑娘 一块回二房 赵元良这才放了心 点头道 那就好 许夕拾去的行李 如此 夕儿就告退了 去吧 赵经理和赵经安 见许夕出去 也连忙跟着他一起出去 一直送到院门口 这才转回 回去的路上 阮嬷嬷就笑道 五姑娘也看见了 府里的主子 无论老夫人 老爷 夫人 还是少爷 小姐 都是鼎鼎好的人 关系也和睦 看到姑娘 他们也只有关心 疼爱的 是 多谢阮嬷嬷提点 许夕应道 心里却不以为然 小说虽对侯府的关系 琢磨不多 但也偶有提及 侯府看似和睦 内里也有不少矛盾 剧情里隐隐提过一嘴 侯爷赵元勋 并不是生下来 就这么体弱的 而是被国公爷的妾室所害 也因此 老夫人对数子的态度并不好 不光在前途上 不予半分帮助 还时不时地想办法打压 就唯恐 他们有了出息 这侯府就变了天 赵元良还好 他自己无能 野心也不大 翻不出多少风浪 但赵元坤 却是个十分有野心 且很有能力的人 他一心想在五举上出人头地 却因嫡母的打压 不得不屈居于侯府里 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 他十分不甘心 最后侯府的那场颇天大祸 就是他引来的 赵元坤只娶了妻子苏氏 没有纳欠 苏氏看似柔弱到软弱无能的地步 实则也是个心机深沉的 小说里虽没提及他做了什么坏事 但女主赵如雨 对他的印象十分不好 这种关系复杂 各个心怀一心的侯府 软嬷嬷却说关系和睦 在许妻看来 就是个笑话 两人走了不久 就看到了卫世的丫鬟绿气 五姑娘 夫人和四姑娘 六姑娘 在前面的梁亭等着呢 担心姑娘走差了 让奴婢在这里等您 绿气笑道 软嬷嬷见状 就停住了脚步 对许妻道 既然二夫人在这等着姑娘 那老奴就回去给老夫人和大夫人复命了 多谢软嬷嬷嬷嬷嬷辛苦了 许妻前世出国不少 入乡随俗 有给小费的习惯 软嬷嬷这几天跑上跑上也很辛苦 且对许妻上算尊重 许妻觉得 此时她应该打赏的 可刚才收到的贱面里不少 但银子 铜钱 却是一个没收到 囊中羞涩 也只能装作没这回事了 软嬷嬷回了正院 许妻跟着绿起去了凉亭 怎的这么久 卫士一见许妻就皱着眉头抱怨了一声 也不叫她坐 慢条思理地将手里的点心吃完 又喝了一杯茶 这才施施然起身 往二方方向去 没错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卫士也不知打哪儿 弄了点心和茶水来 坐在这凉风兮兮的湖边 喝茶吃点心 完了还一脸的抱怨 许妻默不作声 大热的天 她刚才也走热了 正好站在这里歇一会儿 等卫士吃完起身 她便才施施然地跟在后面 一脸的悠闲自得 反观赵如蕊和赵如雨 大概因为卫士的低气压 都垂着头 一声不吭 一副胆小受气的模样 此时 见卫士和许妻前后脚离开 两人这才起身 跟在了后面 卫士也不知是不是身后有鬼捏 扶着个丫鬟走得飞快 李嬷嬷和绿起也紧跟其后 许妻才懒得追她呢 只按自己的节奏 不紧不慢地跟着 分派给她的五个下人 自然也跟在她身边 赵如蕊本不想理赵如雨的 可看这情形 忍不住拽了拽赵如雨的袖子 示意她看前面 用目光询问要不要去追卫士 赵如雨却不理她 急上两步 开口跟许妻搭话 姐姐 你怎么想起去考女子书院的 我也想去考呢 但听说好难 我身边的小姐妹 没有一个是能考进书院的 许妻虽不知道赵如雨是重生的 但这可是女主啊 自带光环的 而她作为炮灰女配 可是要被女主光环秒成渣渣的 远离女主 真爱生命 是许妻川叔的第一药物 因为这个 这个侯府她并不会多待 对赵如雨更是高度防备 许家二叔是个小贩 她常往京城河县里跑 听人说女子书院很好 能进去念书的人 出来后十分有出息 便起了送我和堂妹许雪 去女子书院念书的想法 早在软嬷嬷去小荣村前 就给我们报了名 许妻笑笑 我们一直听人说 好难考 可并不难 以讹传讹吧 我跟许雪一考就都中了 真没什么难的 她真不是装逼啊 她说的是实情 这怎么可能 赵如雨吃惊的 连声音都没压住 惹得不知何时放慢了脚步 直走在他们近前方的卫士 一下子停了脚步 回身来呵斥两人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不知道我不惊吓吗 对不起 母亲 我不是有意的 赵如雨赶紧低头认错 卫士目光不善地扫了许希一眼 皱眉对她道 你以前在小荣村就罢了 穷乡僻壤的 无人教导 现在回府了 就好好跟着嬷嬷学规矩 就像刚才 我走得快 你无论如何都得跟上 难不成还我座长辈的停下来 等你不成 说着她唤了一声 李嬷嬷 老奴在 你先跟五姑娘一段时间 好好纠正她的一言一行 别走出去 让人笑我们侯府和二方没规矩 是 卫士又对袁嬷嬷和清风等人道 你们现在跟了五姑娘 那往后也算是我们 二房的下人了 进了二房 就要守二房的规矩 我这座娘亲的 要管教女儿 想来袁嬷嬷和清风姑娘 是不会插手的吧 袁嬷嬷和清风都很不高兴 可卫士这话 说得让人无从反驳 两人只得低着头道了一声 是 许希觉得 卫士就是个疯子 她回侯府 是不打算活在卫士的管辖之下的 她正找机会 跟卫士来一场冲突 好借机脱离二房这个小圈子呢 她知道卫士在二房说一不二 哪怕是赵元良 也尽量不与她起冲突 而在侯府这个大圈子里 看在卫士的父亲官职渐渐起来 而卫士又生了个儿子的份上 只要她做得不太过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养成了 卫士日益跋扈的性子 卫士对她 没有半点疼爱之心 反而满满都是憎恶 非常不希望她回侯府 只要她稍微流露 一点不顺从的态度 卫士定要借机收拾她 已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她没想到 机会来得这么快 她心里高兴 脸上露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不必劳烦李嬷嬷 明日我就去书院了 书院里是不许带下人的 再者 书院的女夫子们都出身名门 大家出身 德高望重 王清贵州家的小姐们 都是她们指点出来的 有她们悉心教导 我想我还不至于劳烦李嬷嬷 说着 她还看了李嬷嬷一眼 虽然她脸上没有露出鄙夷的神情 眼里也没什么情绪 只是简简单单一眼 但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卫士 和李嬷嬷看来 她这眼就满满的都是嫌弃 卫士的爹虽然做了四品官 但不可否认她出身寒门 卫士的亲娘亦是寒门出身 在嫁入侯府之前 卫士家里寒酸的都没几个下人 住的还是个租的二进小院 京城上层阶级 每年开的各种赏花宴 卫士都是没资格参加的 至于什么大家规矩 无论是卫士自己 还是她老子娘 都从来没讲究过这玩意儿 卫士嫁进侯府后 还是侯老夫人派了嬷嬷教导她 才像个样子 李嬷嬷就更如此了 出嫁前 出嫁后她都是平民 如果不是家里穷苦到吃不上饭 她也不可以卖身为奴 去卫士那小官吏家里做奶娘 即便她后来跟着卫士进了侯府 但有些东西根生蒂固 打小的习惯刻在骨子里 是成年后很难改变的 进了侯府后 主仆两人 没少被人背地里笑话 没规矩 赵如雨看到上辈子 唯唯诺诺的许夕 竟然敢这样对卫士说话 又是大吃一惊 瞪大了眼睛望着许夕 这人真是许夕 你 你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卫士气得浑身发抖 多少年来 没人这么敢跟她说话了 而且还嫌她的老底和伤疤 简直是岂有此理 她指着许夕就高声叫道 来人呐 给我掌她的嘴 卫士身后跟着的绿器和绿袖 立刻上前 李嬷嬷也气得蹊跷生烟 她撸了撸袖子 对两个丫鬟道 你们摁住她 我来长嘴 要是没看清楚情况 她自然不敢这么做 反而要劝解双方 做一下调停 这毕竟是卫士的亲生女 等以后卫士回想过来心疼上了 必然要怪她对许夕动手 可卫士对许夕的态度 李嬷嬷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卫士对这个女儿十分不喜 只恨不得她 不被接回来才好 而且 以她对卫士的了解 卫士是很不愿意 让许夕去念那什么女子书院的 卫士自己不识字 也不喜欢那些有才学的女孩 觉得这些人有点才学 就轻狂的没边 没看到赵如雨 自从巴结上老夫人和大夫人 在他们的知识下 努力学习琴棋书画后 就阳奉阴违 卫士对她越发厌恶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她多打许夕几个耳光 让她半边脸肿着 明日不能顺利入学 卫士不光不脑 反而要重赏她里 这么一想 李嬷嬷浑身的邪恶因子都兴奋起来 只等着两个丫鬟摁住许夕 她好往那白白嫩嫩的脸上锅巴掌 袁嬷嬷和清风这时候 自然要互主 赶紧上前拦住两个丫鬟和李嬷嬷 袁嬷嬷嬷道 夫人 有话好好说 姑娘不懂事 您也与教导便是 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可不是 五姑娘今日才刚回府 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姑娘都很看重 这还没进院子呢 二夫人就要打她 这叫老夫人和大夫人怎么想 还请二夫人 饶了五姑娘这一回 清风也道 我做清娘的 还管教 不得女儿了 二位刚可答应我 不插手此事的 卫士冷哼一声 转脸看向许夕 神色里有些松动 打了许夕 确实不好 跟老夫人和大夫人交代 许夕可不想 好不容易起的冲突 被袁嬷嬷和清风破坏了 她做出被清娘 伤透了心的样子 满脸叛逆地喊道 让她打 让她打 天底下有这样的清娘 真是开了眼了 卫士勃然大怒 对李嬷嬷高声喝道 又朝袁嬷嬷和清风喝道 谁敢拦着我教导女儿 一并打了 卫士的两个丫鬟和李嬷嬷 又逼上前来 态度比第一次要强硬得多 袁嬷嬷嬷和清风 听了卫士的话 却没有丝毫退让 他们能被老夫人 派来事后许夕 可都是明白人 这侯府的后宅 老夫人最大 大夫人第二 怎么都轮不到卫士做主 这会儿 他们要是让许夕被卫士打了 回头定然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 哪怕受苦 也要保护好许夕 鱼婆子和两个小丫鬟 也是机灵的 见袁嬷嬷和清风 誓死互卫许夕 态度坚定 他们也连忙上前 加入了战斗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许夕很欣慰 她挑起事端 虽然是为了脱离卫士的掌控 但另一方面 何尝又不是为了试探老夫人 给她的几个吓人 要是这些吓人跟卫士站在一边 或是袖手旁观 不把她当真正的主子 那么 这样的吓人就可以滚蛋了 把他们放在身边 不亚于放几颗定时炸弹 现在看来 这些人表现还不错 第一关算是通过了 至于性情如何 还要慢慢观察 有些人虽然忠心护主 但要是嘴子碎 没把门 或喜欢指指点点 把自己当盘菜 那也是不能要的 古代的主仆关系 在许夕看来 就相当于现代的上司与下属 她想在古代混得好 离不开能干 忠心又性情相合的下属辅佐 李嬷嬷和两个丫鬟加起来 一共三人 自然敌不过许夕这边的五个人 卫士看着许夕 气定神贤地站在那里 鼻子都差点没气歪 这完全是挑战她的威严 今天要是打不着许夕 她往后 在府里就是个笑话 你去叫张婆子几个来 她指着站在赵如雨身后的服输 咬牙切齿 我今天非得给这些人一个教训不可 又命令赵如蕊的丫鬟 上去帮忙 服输犹豫 看向赵如雨 赵如雨朝她微点了一下头 在卫士和许夕之间 赵如雨自然是站在卫士这一边的 倒不是她跟卫士有什么感情 而是出于利益考虑 她不是赵家人 想要继续待在侯府 就不能忤逆卫士 更何况 她的婚姻也掌握在卫士手里 她虽然可以凭自己本事 谋得平男侯府的婚事 但如果卫士一心搞破坏 极力反对 这门婚事也是不成的 女儿不惜忤逆母亲 也要执意嫁给某个男人 这种不孝 想男人的名声 简直臭不可闻 不光随平侯府 不允许传出这样的名声 平男侯府 也不可能娶这样的女人 在她看来 这一世的许夕 看似强势 聪明 实则比上辈子更蠢 看到服输在 赵如雨的默许下去叫人 许夕心里冷笑一声 她可不会傻傻地在这里 等着卫士叫人来 这时候不回正院去找老夫人哭诉 更待何时 她转身正要走 呼听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住手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听出是赵元良的声音 几个正在推推嚷嚷的人都住了手 回过头去就看到赵元良 大不留心地朝这边走来 满脸怒容 卫士刚嫁进侯府时 在赵元良面前也做低腹小过 可后来为老爹官越做越大 侯府却在走下坡路 此消彼长 再加上赵元良无能 他越发不把丈夫看在眼里 他抬起下巴 态度傲慢地对赵元良道 后宅的事 相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这是后宅的事吗 你要打的是我女儿 赵元良指着许夕 气得满脸通红 你把夕颈弄丢了 现在好不容易找回来 你就这样对待他的 你这人有没有心 你真是他亲娘吗 赵元良这句话 让卫士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差点跳起来 你说谁不是他亲娘 我不是你是 我就因为是他亲娘 才要教导他呢 要不然水里他死活 有你这么教导的吗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安哥你怎么不打 他能跟安哥比吗 许夕看着夫妻俩你一句 我一句的吵得挺来劲 摇了摇头 转身朝来时的路走去 在小说里 赵元良对女儿倒有一腔慈父之心 在原主回侯府后 老夫人 大夫人 因为她是卫士的女儿 言行又上不得台面 对她默示 卫士更是人前一套 背地里一套 唯有赵元良给了原主温暖 可就这腔慈父之心 在利益面前就成了笑话 卫士给原主挑中那门亲事时 赵元良也是极力反对的 但当卫士去求卫父 给赵元良谋了一个好差事后 赵元良就默许了亲事 给了原主致命一击 清风看许夕转身就走 而且去的是郑院的方向 呆了一呆 连忙跟上 袁嬷嬷等人 也赶紧跟了上去 赵如雨看她去的方向 不是二方 而是郑院 简直目瞪口呆 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赵如蕊震惊惊地 都忘了她跟赵如雨的举语 指着许夕对赵如雨道 她 她怎么 怎么走了 而且 她怎么往回走 李嬷嬷本想上前劝驾地 听到赵如蕊这话 转过头来 就发现许夕竟然往回走了 她连忙转头对卫士急叫道 夫人 夫人 正跟赵元良吵嘴吵得激动的卫士文言 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顿时气得不轻 手指都在颤抖 她她 她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如蕊 赵如雨 和李嬷嬷等下人都不敢作声 低着头做鞍唇状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半点规矩都不懂 咱们还在这里为她的是操心 你看看 她是什么态度 卫士咬牙切齿地对赵元良道 赵元良望着许夕渐行渐远的背影 半上说不出话来 虽说 她在许家村时看到的许夕比较倔强 说话也硬邦邦的 她以为那是因为卫士伤透了许夕的心 所以才逼得许夕说狠话 在她看来 许夕在市井和乡下长大 骤然进了侯府 环境陌生 又是高门大户 规矩森然 她定然是忐忑不安 懦弱胆小的 在卫士的强势下 她定然是幼小 可怜又无助地 需要她这个父亲给予温暖 可现在看来 似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许夕一如既往地强硬 莫非 这是接了她母亲的性子 卫士也不跟赵元良吵了 抬脚就去追许夕 众位丫鬟婆子 也赶紧跟上 袁嬷嬷等人 在听到许夕招呼声后 便紧跟着她走 此时发现 卫士竟然来追他们 清风不由紧张地唤了一声 姑娘 许夕听着身后的动静呢 见得卫士果然追来 她嘴角勾了勾 放慢了脚步 她可不能让老夫人觉得她忤逆 不服管教 在这些人眼里 不管卫士再如何过分 她这做女儿的 都应该默默受着 这才是孝顺的乖孩子 所以这个道德之高点要站住 她得让冲突来得更猛烈些 好让老夫人和大夫人觉得 她之所以闹着要脱离二房 只是被逼无奈 不是本性如此 必要的时候 可以施以苦肉计 她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面对气势汹汹的卫士 畏缩地缩了缩脖子 小声地唤了一声 母亲又可怜巴巴地望向了赵元良 赵元良见了 身为男人的保护欲 让她赶紧走上前来 想要护住女儿 卫士更气 急不上前也不叫李嬷嬷了 伸手就甩许熙一巴掌 许熙不躲不闪 直接就让这一巴掌 扇到自己脸上 卫士气急之下 力道也足 许熙白白嫩嫩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红红的巴掌印 姑娘 歇儿 清风和赵元良的尖叫声同时响起 两滴眼泪从许熙的眼眶里夺眶而出 她对赵元良哽咽道 你也看见了 二夫人根本容不下我 我就不应该回来 她将卫士的手一甩 转身就往来时的路走去 嘴里道 既然你们不要我 我去找老夫人 大夫人去 如果他们也不要我 我就回许家 说着 她用袖子捂住口鼻 隐隐哭着 掩面而走 你 卫士顾不得震惊生气 急急喝道 把她给我拦住 李嬷嬷也知道 不能让许熙这样去见老夫人 赶紧跑上前去 拦在了许熙面前 把我拦在这里 是想要把我打死吗 许熙带着哭腔着 朝卫士大喊了一声 用袖子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 继续进行悲情表演 在许家时 你就不想认我 死活要认许雪做女儿 现如今 我被接回来了 你眼见着拦不住 就百般为难我 院子没进 就要打我 我到底哪里招了你的宴 你要这么对我 我 这侯府我不待了 我要回许家 他呜呜地哭着 将李嬷嬷一推 就朝前小跑起来 李嬷嬷欲拦 却被清风一把抱住 其他人知道自己 不像李嬷嬷那样 有位是死命护着 要拦要追 也只是做做样子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许熙跑出去了老远 袁嬷嬷看到清风的行为 有点懊恼自己的谨慎 赶紧表现表现 喊道 快 别让姑娘出事 姑娘要是跳壶 或出了什么事 咱们也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 拔腿追着许熙跑了起来 清风和其他三人 也赶紧跟上 卫士跟老夫人婆媳相处了 十几年 最知道老夫人的底线在哪里 他们在二房的地盘上 吵几句没事 可如果呼啦啦一群人 跟在后面追许熙 跑得满腹都知道 事情可就闹大了 这是明晃晃在打老夫人的脸 刚刚老夫人 才送了许熙后里呢 她站在那里 只得干瞪眼 气得胸脯一起一服的 却没有再下令去追许熙 赵元良转过头来 恶狠狠地瞪了卫士一眼 你干的好事 说着 一甩袖子 去了小妾院里 不想再管了 夫人 李嬷嬷看向卫士 这事要是让老夫人知晓 卫士心里也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 不该这么心急 她要收拾许熙 往后有的是机会 完全没必要 现在就闹这一出 都怪那小妮子 性子太乖张 半句都说不得 心里后悔 面上她却硬撑着 冷笑一声道 知晓又如何 女儿不懂事 我这座亲娘的 教导两句怎么了 天王老子 都管不着亲娘打骂孩子 主仆多年 李嬷嬷哪能不了解卫士 她在心里暗叹一声 不说话了 卫士一口气闷在心里 转眼就看到赵如雨 站在她身后 她心里的火 立刻就对准了赵如雨 你处这干嘛呢 还不赶紧去劝劝你姐姐 她要是出府了 是不是就如了你的冤 一个个的不省心 看见你们 我就烦 转头对赵如蕊道 你也一样 换做重生之前的赵如雨 还会为卫士 这一番无缘无故的责骂心伤 可重生之后的赵如雨不会了 她深知 卫士这女人 就是个疯子 以前还收敛些 现在仗着卫府升官 自己又有个儿子 就肆无忌惮 飞扬跋扈 闹得赵元良 都不愿意进她的院子 不是在外面私混 就是窝在小借院里 为了这个 卫士闹得更厉害 简直是恶性循环 而她 就成了卫士的出气筒 整日飞打急骂 没个消停的时候 要不是自己争气 入了老夫人 大夫人的眼 卫士还能更过分一些 她后退两步 避开卫士 快指到自己面前的手指 应道 母亲息怒 我这就去劝姐姐 说着 不带卫士在说什么 转过身 提着裙子飞快地走了 赵如蕊愣了愣 也赶紧追了上去 服输此时 才带着几个粗屎婆子回来 远远地看到赵如雨跑走 她吩咐几个婆子上前 自己则悄悄从回廊绕过去 去追赵如雨 卫士又指着一个小丫鬟道 去正院打听打听 看看老夫人是怎么说 怎么安置那五姑娘的 回来禀报我 小丫鬟答应一声 跟着也去了正院 许夕虽然还没能跟系统 幻敏结完和大理完 但圆主的身体不错 她又没有淑女形象包袱 提着裙子剑步如飞 很快就跑回了大陆 进了正院 把守门的婆子吓了一跳 咕 五姑娘 却不敢拦她 许夕进了正院 扫尸一圈 见金嬷嬷和原先 站在老夫人身后的丫鬟 如今都站到了东屋门前 便知道 老夫人应该是回东屋歇息了 她直奔过去 在金嬷嬷和丫鬟阻拦她之前 直接跪倒在东屋门前 跪倒之时 顺便用力掐了一下大腿 眼泪顿时出来了 想起自己在现代付了首付 还没入住的精装房子 以及一大堆 还没来得及吃的零食 许夕悲从中来 声音凄惨 老夫人 老夫人 求求您放我回许家吧 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呜呜呜 被金呆还没来得及反应的 软嬷嬷 赶紧上前 想要扶起许夕 五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快起来 有什么话等老夫人醒来再说 老夫人上了年纪 绝手 说是歇歇 不过是靠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许夕他们离开正院 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老夫人这时 这才刚回礼物作下 如果换做别的事 她只扬装不知 懒得理会 下人能处理的自会处理 处理不了的 就会带到大夫人那里去处置 可事关许夕 她却不能不管 这个孙女就不是个省心的 原先三番五次都接不回来 现如今好不容易回家了 不到一盏茶功夫 就闹着回许家去 要是不理 她没准 就能偷偷溜回去 到时候再想接回来 那就难了 而且 许夕为何闹着要回许家 她猜都能猜到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卫氏这个脚夹精 就没人能闹出这样的乱子 她叹了口气 示意丫鬟道 让她进来 这个时候 袁嬷嬷和清风等人 也赶了过来 金嬷嬷知道老夫人的脾气 见丫鬟出来传话 便吩咐清风 清风也进去 没准老夫人要问你话 清风便跟许夕一起进了屋子 老夫人看了许夕一眼 转向了清风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你一五一十地跟我说一遍 清风是她院子里出去的丫鬟 为人秉性都是好的 这时候 由她来讲述事情的经过 最是客观 清风果然不偏不倚 将刚才发生的是说了一遍 老夫人揉了揉额头 诚然 卫氏的问题很大 对于这个刚接回来的女儿 非但没有半点慈爱之心 反而各种挑刺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许夕也有很大的问题 哪个女孩性都会这么强硬的 亲娘训斥 只要不太过分 好好听着就是 嘴甜心乖一点的 自会把母亲哄得开心 让她不再生气 许夕这倒好 半点顺从也无 一点气都不受 说起话来句句带刺 还动不动就要回许家去 如果许夕没考上女子书院 老夫人定然要亮她一亮 接下来的日子 也要好好收拾许夕一通 让她收了这副野性子 懂得掌幼尊卑 知道复理规矩 可她明天就去女子书院了 老夫人担心自己 现在训斥许夕两句 明天她出了府去了书院 就不回侯府了 到时候 难道侯府还能去书院硬绑她回来不成 所以此时只能温言安抚 你母亲性子不好 平时也都是这样 不过 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大家闺秀 行坐起卧 一言一行 都要优雅得体 否则就要被人耻笑 尤其像你这般半道被接回来的 别人更会带审视的眼光看你 所以 让嬷嬷教导你 如何说话 如何行动 以后去参加宴会 才不会被人所耻笑 你母亲这也是为了你好 至于你说的书院的女夫子们 想来她们更多的是 教授琴棋书画这种才学 即便有教授容易言行的 你在府里学会了 去书院里岂不是更轻松 咱们有条件 为什么不利用呢 你说是不是 老夫人的语调很温柔 但却是站在卫士那边 训斥许夕不懂事的 宿主 宿主 老夫人说的对 你想想原剧情 原主岂不就是在 言行规矩上被人耻笑吗 你现在不学 难道还要重蹈覆辙 系统又在许夕的脑子里 嚷嚷开了 许夕没理着傻逼系统 对老夫人道 规矩我可以学 这没什么 只是我不想去二房 我觉得 二夫人对我不像是对待亲生女 反倒是跟仇人一般 她这是故意为难我 她要像老夫人 您刚才对我这般 好生好气说话 一心一意为我好 我会不知好歹吗 可她不是 诚心找茬 要为难我呢 老夫人 您觉得 她真的是我母亲吗 会不会弄错了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 这是仇人吧 我希望你再查查 她低下头 声音放低了些 可嘟弄的声音 还是让老夫人听得到 有这样的母亲 我宁愿不要 我在许家 虽没有锦衣玉食 日子却也过得平静安稳 没人整日 对我非打极骂 要是回侯府过这样的日子 我宁愿回许家去 做我的村姑 在我看来 吃什么穿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日子过得顺心顺意 这话在许夕这里是实情 但听到老夫人里 却有威胁之意 经许夕提起 她也觉得卫士态度不对 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她深吸了一口气 又揉了揉眉心 这样吧 我先安排你住客院 至于其他事 等我跟侯爷 大夫人和你爹他们商量过再说 如何 许夕也不急 这种隔断母女亲情的事 老夫人轻易不会做 即便要做 也不可能给人留话饼 她就算急也急不来 现在能允她住客院 就是小盛一步 她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 对着老夫人服了一服 感激地道 多谢老夫人 老夫人抬头 对她屋里的大丫鬟戴帽道 你领姑娘去观祺院歇息 戴帽答应一声 领着许夕和清风告退 去了观祺院 待许夕一行人离开后 老夫人叹道 这又是个不省心的 金某某拿了东西 给老夫人带膝盖 劝道 五姑娘比六姑娘大 应该是刚过完十四岁生辰 等过上一两个月交好规矩 老夫人就可以给她张罗轻视了 就算不省心 在家里也待表多久 更何况 我看五姑娘只是性子直爽 并不是不讲理的 只要真心对她好 她也是很知道感激的 听到这话 老夫人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她冷笑一声 道 卫士是越来越不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她明知道 我跟猪士看重西井 还要闹这一出 明显是在打我的脸 她这是在试探我的底线呢 金某某没有接话 停了一下 她问道 西姑娘这件事 老夫人您打算怎么办 老夫人闭眼想了想 西姐儿搬出来道好 也免得卫士骨头轻 觉得我不敢得罪她 其实接了几次 都没把许夕接回来 老夫人心里也是挺窝火的 本打算给她吃点教训 卫士对她不好 只要不闹得太过 老夫人就打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等许夕跟赵如雨一般 受不了卫士的虐待 而向她与朱氏求助 那才是他们向许夕伸手的好时候 可惜算盘打得挺好 事情却不按她的计划走 现如今闹成这样 那当然是先收拾卫士 给卫士吃个教训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许夕 总有机会让她吃教训 这么盘算了一回 老夫人便拿定了主意 吩咐小丫鬟 去把侯爷 二老爷和大夫人叫来 我有话说 老夫人掌管后宅几十年 很是知道 被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手段 卫士子小心着就不好 刚嫁进来时 还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她爹的官坐起来了 她就越发跋扈 不过 她只在二房地界撒泼 面对婆婆唐氏和大嫂猪氏 她还是不敢有什么 过分的严行举动 因为她知道 老夫人和大夫人 都不是软柿子 一旦逼到那份上 以老夫人和大夫人的 强势性格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 肯定会把二房给分出去 而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家 不能分 随平侯府之所以 还能躋身贵族圈 靠的就是这所大宅子 和谨剩的财产 支撑起来的排场 一旦分家 如今强称的虚假的繁华 就要轰然坍塌 就算二房和三房都是树出 分家时 宅子和财产 总要给他们分的吧 分了家后 二房和三房且不说 只说席绝的大房 住着仅剩一半大小的宅子 一家不过七八口人 下人二 三十个 铺面 田地也不多 这跟京城那些一般人家 有什么区别 豪门是家 谁家愿意跟他们结亲 二房和三房就更惨 两房的孩子 现如今走出去 好歹是随平侯府的公子小姐 可分了家 他们就只能是平头老百姓了 哪里还能说得上好轻 再加上分给他们的财务不多 到时候 他们还想锦衣玉食 那是不可能了 分家一时 侯府就算是真正的败落了 卫是因为卫府做了官挺嚣张 可他自己也清楚 卫家的日子再好过 也不可能拿钱来贴补他 他老子娘兄弟一大家子 几十口要养活呢 能允他回去住几日 吃几口娘家的饭 给他个好脸色 那是看在他是随平侯府夫人的面上 无论从面子还是理子上 卫是也清楚二房不能被分出去 老夫人和卫是心里都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 卫是尽量不触碰老夫人的底线 他只打骂赵元良和赵如雨 赵如蕊 及几个姨娘和二房的下人 与老夫人而言 只要卫是的言行不过分不越界 老夫人对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 卫是跟许夕起了冲突 老夫人知道 卫是在气头上 脾气未免暴躁 他很聪明地不去面对卫是 而是叫赵元良来说话 免得双方脾气上来 吵得下不来台 收不住场 话赶话的就得闹分家 大家都在府里 不一会儿 三人前后搅到了正院 朱氏是当家大嫂 大嫂如母 对赵元良这个小叔子 也无需太过避讳 三人一到齐 老夫人就开了口 吸解的事 元良是知道的 不过你大哥 大嫂不清楚 阿静你把事情跟侯爷和夫人说说 金嬷嬷就把事情 对赵元勋和朱氏叙述了一遍 赵元勋听罢 皱起眉头看向赵元良 二弟 你后宅不宁 母亲也不得清闲 这几日劳心劳力且不说 现在把吸解接回来了 还得为这些小事操心 如果再这样 我就得把你们这一方分出去了 也免得母亲老为你们这一方劳神 她跟老夫人的想法不同 她自幼多病 自觉寿命有限 对于繁华富贵看得很淡 再加上精力不足 完全不想费心费力的 去操持一大家子的琐碎事 所以一直主张把家分了 侯府败落就败落吧 她只想余生能过的悠闲清静些 别一大家子勾心斗角 吵吵闹闹的让年迈的老母亲操心 妻子诸事也一时不得空闲 一提分家 赵元良就慌了 她自知自己无能 既打理不好术物 也压制不住妻子 如今能过现在的悠闲好日子 全是因为嫡母和大哥 大嫂的缘故 母亲 大哥 我会好好管教卫士的 西姐儿我也会好好带她 定不叫她受委屈 她保证道 老夫人慢条思理地喝了一口茶 将茶掌往桌上一放 吃笑道 老二 好好管教卫士的话 你说过很多遍了吧 赵元良顿时满脸通红 好半天才念如这道 那 那母亲觉得 这是该怎么办 你是二房的一家之主 这是自然该你拿主意 老夫人自然不肯受人一把柄 只管把皮球又踢回给赵元良 母子相处三十几年 赵元良对老夫人 还是很了解了 她站起身来 对着老夫人深深一一 母亲和大哥在堂 哪里轮得到元良做主 二房的一切是 但凭母亲 大哥 大嫂吩咐 老夫人摇摇头 要是旁的事 我管就管了 可现在你们一家骨肉亲情 我要伸手管了 道教卫士到外头去说 我分离他们母女 我道成了不是 她与众深长地道 老二 你也得立起来 你这样 凡事都游着卫士 往后分了家 她岂不是要 骑到你头上 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西姐的事 你得拿主意 西姐可跟我说了 她在许家十几年 也没受过半句委屈 可回到家里见了亲娘 却非打击嘛 与其这样 她不如再回许家去 说着 她冷下眼眸 表情也变得十分严肃 我今儿个把话 放在这儿了 如果西姐回了许家 你们二房就分出去吧 这样的儿媳妇 我消受不起 母亲 赵云良下的幼势 深深一一 母亲快别说这样的话 话说到这里 她也猜到老夫人的意思了 她威意沉吟 试探着问 要不 我让西姐搬到外面来住 母亲意下如何 西姐打小在市井乡村长大 无人教导 过两年 又得出嫁了 在家里这两年 放到母亲身边来 由母亲亲自教养 她嫁到夫家才能不受人诟病 多了世家小姐的名声 所以 她舔着脸笑道 还得母亲受累 说着 又是深深一一 老夫人拿巧的想了想 这才勉为其难得点了点头 也行 她转过头去 望向大夫人 你去叫人把品名居收拾出来 再去二房 把给五姑娘准备的东西 拿过去摆上 往后一段时间 五姑娘就住在品名居了 是 朱氏站起来硬了 出去吩咐人 收拾品名居 品名居就在正院不远处 是一个小跨院 屋子不大 统共只有三间屋子 成一个品字 故而起名品名居 因此 虽然侯府的孙辈 想住得离老夫人近些 好多获取老夫人的好感 但因着品名居屋子太少 跟他们住的院子 一半大小都没有 住进去不舒服不说 还十分没面子 侯府虽然在走下碑路 绝位在一代代的往下降 但皇室念及当年的情谊 侯府后代虽无能 却也没有出什么大差子 他没有找借口 无缘无故的把侯府一家老小 赶出这宅子 这宅子大得很 偏人口一直不多 住房都很宽裕 因此 这个品名居就一直空着 许夕毕竟是二房的姑娘 又是因跟母亲争吵搬出来的 给她住太好的院子 倒显得嘉奖她似的 别人有样学样 侯府就乱套了 因此 安排这宅小的小夸院给她住 就挺合适 四姑娘 六姑娘 卫视派去打探消息的 那个小丫鬟 气喘吁吁地跑到一处回廊 跟等在那里的赵如蕊 和赵如语道 五姑娘进了正院 奴婢不敢跟去 只在外面瞧着 后来看到阮嬷嬷领着五姑娘 去了观祁院 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 之后 大夫人又派人去收拾品名居 奴婢托人去打听了一下 说是准备给五姑娘住 赵如语和赵如蕊对视了一眼 赵如蕊问道 六妹妹 咱们该如何 赵如语勾了勾嘴角 四姐姐这话问的 以前我是嫡 你是树 你说母亲疼我 就算嘴上骂一骂 不会真的怪我 所以 凡事都问我要主意 现在你是庶女 我是养女 亲疏不同 我倒要排在你后头了 你还是姐姐 自然得你拿主意 我只管听你的便是 赵如蕊咬了咬嘴唇 眼眸里满是不减 六妹妹 我正要问你呢 姐姐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你 你对我怎么变得这样冷淡 你不是这辈子得罪我 是上辈子 赵如语心里想着 嘴里却道 姐姐这说的哪里话 我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得罪之事更无从说起 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还请妹妹原谅我泽个 赵如蕊朝赵如语行了一礼 妹妹 你我一块长大 情分自然不同 现如今四姑娘回来了 你我应该更亲密才是 你说是不是 姐姐哪里做得不好 你跟我说 我改 说着 她目光阴阴地看着赵如语 小丫鬟见这两人 忽然论起交情来了 急得想要跳脚 见赵如语不说话 她连忙插嘴道 二位姑娘 你们在这里慢慢说 奴婢要回去复命了 否则二夫人见奴婢 去了这么久不回来 要责罚奴婢的 说着 她扶了扶身 也不管这两人答应不答应 转身急匆匆要走 赵如语忙起身 等等 咱们一块去 说着 提起裙子追上了去 赵如蕊愣了一愣 看着两人走了 根本没有叫她 或等她的意思 她咬着牙痘了跺脚 也跟了上去 三人回了二房正院 有小丫鬟把事情跟卫士禀了 卫士气得一脚 把给她垂腿的小丫鬟踢开 骂道 这小蹄子 真是反了天了 那老家伙也是 小蹄子是 我们二房的人 她管那么多干什么 还让她住品名居 美不死她 屋里下人 一个个静若寒蝉 卫士咬着牙响了响 对赵如语道 你姐姐好歹是咱们二房的人 你跟她是姐妹 你去看看她去 最好劝她回二房来住 否则 往后休怪我不待见她 卫士是知道 赵如语曾经打过品名居的主意的 那地方宅小 又是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 别的孙辈都不愿意住那 倒是赵如语十分想摆脱她 去品名居居住 只是被老夫人拒绝了 现在许夕一被接回来 就被老夫人安排住在品名居 赵如语定然不高兴 这小妮子在别人面前 一副真静乖巧的样子 卫士却知道 她小心思不少 手段也有几分 由赵如语去对付许夕 好歹也能让她出一口气 否则今天被许夕忤逆 还不能把怎么样 她非得憋出并不可 赵如语松了口气 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出到门口 她的嘴角勾起了一某幅度 卫士想干什么 要是众生前的她 自然看不透 不光深恨许夕回来 抢了她的身份地位 也一定会嫉妒许夕 轻易得了她 一直想要去要不到的东西 从而做出让卫士快意 却有损她在老夫人心目中 形象的事情来 可现在 她不会了 品名居算什么 再过几日 她就搬去京城女子 书院去住了 往后 还要住进平南侯府的 世子政院里 为了这芝麻绿豆点利益 毁了她在老夫人 大夫人心里的形象 从而影响她的婚事 太不值了 她脚步轻快地去了观祺院 许夕并不知道 她离开正院后发生的事 她此时正站在 观祺院的一间屋子里 观祺院是客院 就在垂花门近来不远处 是一个草木茂盛 环境优美的院子 面积跟老夫人的院子比 显得比较小 却比许家在县里的 那个宅子大多了 里面的屋子也有七八间 草木聪裕 景色宜人 大夫人原来给姑娘 在二房那边收拾了屋子 给姑娘的东西 也全在那边 姑娘暂时在这里歇歇 就先用客院的东西吧 姑娘放心 给姑娘用的这套铺盖 都是新的 没人用过 戴茂道 她还不知道 老夫人吩咐收拾品名居的事 多谢戴茂姑娘 戴茂交代了管客院的管事 嬷嬷一声 便回了正院 客院即便没有客人居住 也是有人打扫的 还算干净 袁嬷嬷 清风等人 再稍一收拾 便可以助人了 许夕进屋里扫了一眼 吩咐清风 你去问问大夫人 我能不能领些链子用的墨和宣纸 如果能 你领回来 我要链子 折腾了一大早上 这会儿也不过是五十 许夕不想理会侯府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 有时间 他便打算练链字 今天他倒是收了一套赵元勋送的文房四宝 但里面的纸和墨都很贵重 墨条两块 只也只有一小碟 许夕不舍得 用好墨和好纸来链字 所以才叫清风去问 侯府家大业大 不至于一般的墨和纸都没有 清风领命而去 很快就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两个三等丫鬟 两人怀里都抱着许多东西 姑娘 东西领回来了 大夫人还另外挑了两套文房四宝给姑娘 说侯爷送的那套比较贵重 要是不小心摔坏了可惜 府里这些东西不少 白放着也是浪费 便挑了两套来给姑娘使 如果需要 还可以再去挑 明日姑娘就要去书院了 拿一套去书院 放一套在家里 这样方便不必来来回回都带着 许希自然不会推辞 如此就多谢大夫人了 她早已叫以翠两人 把她屋里的那张桌子上摆放的花瓶 摆件给收拾干净了 此时点了点桌子 把东西一一扑放好 清风显然也是个十字的 倒也知道链字的人需要些什么东西 她不光多领了一些墨和纸 还领了一张羊毛毡子 铺在桌面上做底 一来可以防止墨汁染脏了桌面 二来纸下有了点柔软度 字会写得更好 而且纸也不容易移动 指挥丫鬟把东西一一扑上 清风又将自己手里拿一本书地给许希 大夫人听说姑娘要练字 很是高兴 刻意找了一本字帖 送给姑娘 许希接过来翻了一番 对这本字帖十分满意 她虽不认识上面的书写者是谁 但字帖上的字迹苍尽有力 她很是喜欢 在她那个时空 她就喜欢柳公权 更甚于严真卿 她这人性子方正强硬 做不来后者的圆容 系统 我照着这字帖写 如果写的字接近字帖上的字 每篇字能得两个积分了吧 她在心里问道 大概她终于照着原剧情 进入了随平侯府 虽然一进门就跟卫士扛上了 没有按原剧情回二房宅子 但她原来的非暴力不配合的行为 给了系统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现在只搬到客院来住 而不是直接跟侯府撕破脸 甩手走人 系统就要烧高香了 这时候她便十分好说话 可以 宿主如果能把字写得 如字帖上的七分相向 挤得三个积分 如果能写得如字帖上的十分相向 可得四个积分 如能写得比字帖上的还要好 能得五个积分 许希顿时高兴了 原主是没有字帖的 他字的水平必须学好不了多少 许希穿过来后 努力与记忆里原主的水平融合 又照着徐永增抄的书上的字来练 积分从零变成了一 徐永增的字一般 因此 无论他再努力 也没能从一升上二 现在有了好字帖 升级的目标明确 他赚积分的动力就更足了 说真的 他表面上对那颗敏捷丸 满满的都是嫌弃 可心底里还是很垂涎的 吃了敏捷丸 他就相当于有了一定的武功 刚才那些丫鬟婆子 想要打到他 可就不容易了 就算没有帮手 他也不怕 他问系统 如果我能达到这时代 最好的书法大师的水平 一篇字能赚多少积分 宿主稍等 系统说完这句话 就没伤了 许希一正 摸着下巴 心里忽然有了某个猜测 那头 丫鬟们一把东西 都摆放好了 清风见许希正在发愣 连忙出声提醒道 姑娘 已经弄好了 许希这才回过神来 看到东西 都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 满意地点点头 他笑着对帮送东西来的 两个丫鬟道 今日有劳 本应该请二位姐姐吃茶的 只是我刚回来 一文阅历还没领到 容后再让清风 请两位姐姐吃茶 清风很是诧异 刚才见许希跟卫视那样说话 惹得卫视大怒 他还以为这位姑娘 确实是个乡野村姑 半分规矩都不懂 可现在看来 不是挺懂规矩的吗 这句话 说得可很是得体了 两位丫鬟连忙摆手 笑着说了两句客气话 清风送他们出门的时候 他们还跟清风赞道 五姑娘为人真好 这虽有讨好清风之意 却也是对许希的印象很不错了 清风若有所思地回到客院 就看到许希正站在桌前 一笔一画地练着字 态度极其认真 再一看他写的字 跟字贴上的字 虽只两三分相像 但在普通人看来 已算是不错的了 清风又诧异了一下 这位五姑娘 真的很不像在市井乡村里长大的呀 不光十字 字还写得这般好 不过 玄机他就想拍一拍自己的脑袋 许希能考上女子书院 即便是县级的书院 那也是有一定才学的了 他真是想岔了 恭喜宿主 智慧之加一 写完一篇字 许希脑子里想起了积分播报 虽然只有一个积分 但许希并不气馁 他这篇字 第一个字完全没有进步 可等他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已跟字帖有五分相向了 他相信 只要他再练两篇 绝对能达到两积分 他放下笔 扭了扭脖子 在屋子里走了走 见清风站在那里 他吩咐道 给我七杯茶 清风连忙指着屋子中央的圆桌上 还冒着热气的杯子道 姑娘 这是奴婢看姑娘差不多写完这篇字 特意掐着时间给姑娘七的 姑娘看看 还能不能喝 如果不能 奴婢再去给姑娘七一杯 许希挑眉 走过去在桌旁坐下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茶水不冷不热 温度刚刚合适 而且 茶应该是上好的绿茶 清香干纯 味道极好 他不禁赞道 不错 温度刚刚好 说着看向清风 多谢清风 你真是太能感 这样的人才 只能在老夫人院里 做二等丫鬟 可见侯府人才积极啊 姑娘谬赞了 清风上前一扶 心里又安定了几分 说实话 他现在虽然从二等丫鬟提到了一等 而且到了许希身边做了大丫鬟 自主性比在老夫人院里更好 至少上头管他的人少了许多 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的 如果能选择 他宁愿在老夫人院里熬着 不愿意来许希身边做大丫鬟 实在传言中 这位姑娘的性子颇为不好 再想想他在市井乡间长大 不懂规矩不说 很有可能各种出错 主子出错 不能太过责罚 到时候被罚的 就只能是他们这些下人 可从这短短一个时辰发生的事来看 这位五姑娘 虽然性子 一如传言中说的不好 但却不是不讲理的人 更不是没头脑的 想着老夫人金嬷嬷对许希的评价 清风打定了主意 要对这位主子以诚相待 尽心尽力地伺候 一旦五姑娘觉得她不错 愿意听她的话 她往后就多多劝解些 待姑娘慢慢适应府里的生活了 日子也就顺遂了 许希坐着喝了几口茶 觉得歇够了 便又到桌前坐下练起字来 这一次 她练得更加认真 她智商高 悟性强 学什么东西都学得快 练字这东西 也是要靠悟性的 字的结构如何 笔画如何配合 毛笔的力道怎样运用 只要认真 多分析多领悟 聪明人总比蠢笨的人学得快 因此第二篇字结束 许希终于如愿以偿地 听到系统播报 智慧值加二 她顿时高兴地不行 正要再接再厉 争取早点拿到智慧值三点 就听系统出声了 语气里还带着喘气声 好像这家伙 跑了很远的路赶回来一般 宿主 如果你能达到这时代 最好的书法大师的水平 一篇字能得一百积分 许希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一圈 脑子里惊喜地道 真的 一百积分啊 那如果我达到那个水平 两万积分 也不过是列二百片毛笔子的事情 对对对 系统高兴极了 这个流氓宿主 不光暗原剧情 回到了侯府 而且还知道努力上劲了 他差点喜极而泣 虽然在他看来 许希要想达到人家书法大师的水平 那相当难 但这不妨碍他忽悠 啊不 鼓励宿主啊 只要肯攀登 哪怕爬不到山顶 爬个半山坡 也不错不是 总比在山脚下 当一条咸鱼好 想到这里 他就开始搜长瓜肚 打算用话语 好好的鼓励许希 可没想到许希十分配合 还没等他发话呢 许希就问了 那位书法大师叫什么名字 现在在哪 他摸摸下巴 要是我能拜他为师 就不用慢慢一急急往上爬了 有他指点 不说一下子 能达到他的水平吧 能有他的一半 我写一篇字 就能有五十积分了不是 系统的心情 一下子从山峰跌落下来 他沮丧地道 这位大师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了 许希眨了眨眼 那他起码有弟子或后人吧 弟子和后人 系统迟疑地嘟弄了一句 又没有声息了 许希弯了弯嘴唇 看着自己写出来的一个字 心情前所未有的好 姑娘 老夫人让您过去吃点心 袁嬷嬷忽然进来禀道 啊 许希惊喜地转过头 看向袁嬷嬷 要说这古代 他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一个是没有电脑手机 无聊得要命 还有一个就是一天吃两餐的习惯了 许佳不富裕 谢氏又十分节省 平时不要说天天吃荤菜 做菜时便是由心子 都舍不得多放几滴 清汤寡水的 又是一早一晚两顿 许希刚穿来那两天 总感觉自己眼睛都要冒绿光了 每天到了中午 就要数着时间 盼着晚餐快些到来 现在正是午时 侯府一副不打算吃中午饭的样子 许希便以为侯府也跟许佳一样 中午是要饿肚子的 好在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 虽然仍然饿 却能扛得住 他也不打算指着别人 要这么一口吃的 只想尽快赚钱 凭自己的本事买糕点 米面油盐 到时候 他想吃啥就吃啥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吃 再不用吃一口东西 都看人脸色 更不需要再忍急挨饿 袁嬷嬷以为他没听清 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许希收敛住自己眼中的惊喜 淡然地点点头 好 我收拾好东西就过去 以翠去上前一步 道 姑娘要怎么收拾 交给奴婢便是 有人代劳 许希自然乐地偷懒 他交代以翠一番 便跟着袁嬷嬷 带着清风出了门 观其院是内院的客院 为了不跟别处牵扯 位置靠外 离锤花门很近 离正院以及其他三个房头的宅子 都比较远 许希刚出观其院大门 就看到赵如雨领着服输走了过来 看到他 赵如雨挤走两步 到跟前对他一服 笑着问道 姐姐这是要去哪 不管眼前这个人 对他心怀善意还是恶意 许希都不打算跟他过多交集 他道 老夫人唤我 我过去一下 说着 朝赵如雨为一点头 便朝前走去 态度颇有几分冷淡 更没说请赵如雨 进屋去做做的客气话 姑娘 她怎么这样 服输对许希这态度很是不满 怎么爱搭不理的 这满服里 能理她的除了姑娘 还能有谁 看她轻狂的 赵如雨轻叹一声 是因为我 才害得她在那种地方待了十几年 她恨我 不是应该的吗 这能怪姑娘吗 又不是姑娘自己愿意的 她要愿 也只能愿她养母 服输对赵如雨忠心 自然偏向自家姑娘说话 她看赵如雨前进的方向 又问 咱们这就回去了 怎么跟夫人交代 如实说呗 老夫人不传唤 我能主动凑上去吗 凑上去 对我有什么好处 赵如雨一笑 不过是夫人几句教训 又不是没听过 听着就是 等京城女子书院的榜章出来 姑娘的名字在上头 到时候看夫人 还敢不敢随意呵斥姑娘 服输的脸上露出期盼的神色 赵如雨虽没有说话 眼里却露出息迹的光芒 她是一个月前重生的 重生后所有的精力 都在用来弄身份文书了 再想了很多办法 知道不经过老夫人和大夫人之手 她基本拿不到身份文书 她干脆想办法 提前引起了平南侯二公子的注意 让老夫人和大夫人都重视她 在她的身世暴露之后 她向老夫人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担心平南侯府会嫌弃她的出身 流露出想考女子书院的想法 老夫人虽说不相信她真能考上 但还是给她弄了身份文书 前天她顺利地去考了女子书院 老夫人担心她考不上被人笑话 在结果出来前 除了大夫人 谁也没说 可赵如雨自己却知道 她是一定能考上的 上辈子 她嫁了平南侯二公子 后来做了侯夫人 也多少知晓了一些 女子书院招生考试的形式 虽说每年出题的方式不同 形式出其不易 让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准备 但只要有心 总是能看出端倪的 除了品行 京城女子书院 对于财学的要求也很高 她上辈子为了笼握丈夫的心 可是在财学上花了大心思 在如今的京城贵女中 她现在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只不过还没有机会 让她展示罢了 但以她的财学 又知道考试的窍门 考个京城女子书院 还是没问题的 她很有信心 这辈子 她一定活得比上辈子强 此时许熙正在老夫人院里 喝茶吃点心 侯府养了厨子 做的点心 可比那日跟许永一父女俩逛街时 买的点心强多了 用料精良 做工精细 而且还有许多许熙没有吃过的 老夫人现在也磨着了许熙的性子了 这孩子看样子是吃软不吃硬的 许永一一家对她好 她对那家人念念不忘 卫士对她不好 哪怕是亲娘 她也没给半分面子 所以 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 表面上她对许熙都慈爱的不行 让许熙随意吃东西 又问她从小在许家生活的事情 好在许熙有原主的记忆 并不怕人问 她从县里的生活收到村里 说的都是许家人对她怎么好 这让老夫人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想 这时 大夫人也进来了 笑着对许熙道 我让人给你收拾了品名居 就在老夫人这院子附近 院子比较小 你先凑合着 一会儿你去看看 有什么缺的 我再派人给你拿来 许熙早在她进来时就站起来了 文言赶紧扶了一礼 劳烦大伯母 如希给大伯母添麻烦了 坐 坐下说话 大夫人接过丫鬟递过来的茶 也坐下 一起喝茶吃点心 如此 聊天的便有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气氛越发变得轻松 说了一阵子话 大夫人心里越发诧异 一个人有没有学问 听听她说的话就能知道 这是藏都藏不住的 从许熙的话里可以听说 这孩子虽不能说很有才学 但见识却很广博 眼界十分开阔 说什么 她都能接上两句 完全不像是市井 乡村里长大的孩子 希吉儿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养父母带你走过很多地方吗 大夫人问道 许熙笑道 我喜欢看游记 和写各种一文去世的杂技 原来如此 大夫人跟老夫人对视一眼 抬头朝自己的大丫鬟示意了一下 那丫鬟将一个荷包递到许熙面前 大夫人道 你明日就要去书院里报到了 这是府里给你的树修和其他费用 她示意许熙打开 许熙将荷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里面有一张银票 五定银子 还有一些碎银子 大夫人又道 银票是一百两 你放在身上防身 急于用钱的时候 也不至于抓下 那银钉子一枚二两 一共十两 你明日去书院教树修和其他费用 想来六两也进够了 余下的四两 是你这半个月的月利银子 碎银子 同共也有二两银子 是给你零用或打赏用的 这一百两 是她跟老夫人商量后决定给的 府里入不敷出 给许熙打首饰 做衣服 也花了不少钱 如果许熙不出去上学 他们最多给许熙五十两银子傍身 其他时候就只给月利银子了 给那五十两 还是因为其他姐妹从小到大 过年的时候得的洪峰银子 攒起来也有七 八十两 无论是天智点什么 或是给小姐妹郭生辰 也不至于手头一点钱都没有 许熙这么些年 没能享受到侯府的福利 不给她点银子 傍身总说不过去 可给许家的一百两谢银 许家没要 许熙这里又要出去上学 手头太寒酸 别人不光是笑话她 还要笑话侯府 所以大夫人跟老夫人商量之后 决定给她一百两银子 诸熙看向许熙 又道 本来呢 福利姑娘们 每个月的月利银子是四两 你在外面上学 比莫只燕的花费大些 福利给你八两银子的月利 现在篱下赐福利发月银 还有半个月 所以先给你四两 如果有什么大的花销 你跟我说 我再给你 多谢大伯母 许熙起身致谢 钱是 远主进侯府 什么钱都没有 只有福利发的四两月利银子 偏着四两银子 卫士借口 远主要不了那么多钱 直接从她手里 把大部分月利银子拿走了 只给她留下每月半钱银子的月利 这让远主比夫人身边的大丫鬟还要穷 下人帮她做了什么 她连打赏都要扣扣锁锁 日子一长 府里的下人暗地里都耻笑她 看不起她 一文钱逼倒英雄汉 许熙如果不是一川来 就去考女子书院 又一再表明自己不愿意回侯府 引得老夫人 大夫人对她的重视 她即便有浑身的本事 不能自由出入侯府 身上又没钱 处境估计也跟远主差不多 希杰儿 诸师又道 我派人去打听过了 书院可以请求住宿 也可以请求不住宿 你在县里上学 每日要来回跑上二十里 很辛苦 但老夫人和我还是希望你能回侯府来住 许熙皱眉 她之所以回侯府 只不过是在自身力量不足之前 不想给许家人添麻烦而已 她并不想跟侯府人有过多交集 侯府这些鸡毛蒜皮 勾心斗脚 烦得很 能远离就尽量远离 诸师见她要说话 抬手指住许熙 说话的声音仍十分温和 你今年十四岁了 还不知道要在书院里面多久 一两年总要要的 像你这般大的姑娘 很快就得一亲 再过两三年就得出嫁 如果你住到书院里去 可能从书院出来就得出嫁 如此一来 你跟兄弟姐妹的相处时间就太短了 她正了正脸色 你要知道 咱们女子想要在夫家里的住 一来需要自己能干 二来也要有娘家人撑腰 我们这些长辈总会有老去的一天 如果你跟府里的兄弟姐妹 没有多少情意 遇到难处想要求助 都不好意思张口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你能回侯府住 许熙静静地注视着她 忽然笑了起来 笑容里有了然 还有一丝微不可见的叹息 谁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谋划 老夫人 大夫人是 她自己也是 她想要甩掉麻烦 她想要活得舒心 而老夫人和大夫人 则在竭尽维护侯府的利益 所以 他们想让她跟侯府的羁绊更深 如此 以后她要是嫁得好人家 也能拉拔一下侯府 于他们而言 这也没有错 老夫人 大伯母 许熙开了口 我的性子 想来你们也知道了 是比较直爽的 有什么 都是摆在明面上 不会当面一套 背地里一套 所以这件事 我想 我们可以坦诚地谈谈 老夫人嘴角的皮肤 微微抖动了一下 婆媳相处二十年 朱氏十分了解婆婆 见状她 赶紧伸手轻拍了一下 老夫人的手 老夫人当了十几年的国公夫人 又当了十几年的侯老夫人 作为一个发号施令 习惯了的上位者 许熙 以这样平等的态度 跟她说话 她心里肯定很不舒服 可许熙这孩子 真不能像府里 其他孩子那般要求她 许熙可不管老夫人 舒不舒服 竟知道 您二位的想法 我知道 是怕我跟侯府的人不亲 以后要是嫁了个好人家 不帮衬家里 老夫人和朱氏的脸色 一下子沉了下去 他们虽然是这样的心思 但被许熙这样 明晃晃地说出来 就如同内心深处 最阴暗的想法 被人知晓一样 尽管那最阴暗的想法 也不是特别恶毒的想法 不怕被人知道 但还是让人浑身不舒服 许熙就仿佛没看到 他们的色变 继续道 可你们要知道 如果我打小 享受着锦衣玉食 享受着侯府的一切 那么我自然得为 这一切奉献自己 包括自己的婚姻 但我没有 我直到中午为止 才在老夫人这里 吃了几块点心 算是吃了侯府的几颗米 在这之前十几年 都是许家养的我 老夫人和朱氏的脸色 又是一变 老夫人道 可你是侯府的血脉 你身上流着的是赵家的血 不过语气有些弱 却不那么理直气壮 许熙微一点头 这老夫人还有良知 如此这事 就能继续交流 我是流着赵家的血 但享受的却是赵如雨 不是吗 赵如雨享受了这一切 你们把控他的婚姻就已够了 为什么还要求 我也承担 如果换孩子 是这样一笔划算的买卖 那天底下的人 都去换孩子算了 老夫人和朱氏的脸 十分难看 其实我们并没有酿想 朱氏激动地道 西姐 你未免把人心想得太坏了 我们即便要给你找人家 也定然是挑好人家 不会为了荣华富贵 就不管你的死活 是 我也相信如此 否则我就不会坐在这里 跟你们说这番话 许熙道 他会先隐忍 然后四处找靠山 再找到靠山后 完全脱离侯府 但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走这一步 靠山山道 谁知道他逃离了侯府 会不会进入 另一个狼窝呢 就算他会精心挑选 一个秉性好的靠山 但靠山也是有家族 有亲人的 一旦靠山的亲朋 起了别样的心思 想要算计他 难道他还要堵在 靠山心里 是他重要还是家族 亲人重要 一般的人都是选择 维护家族与亲人吧 反倒是侯府 据他这半天来的观察 至少老夫人和大夫人 是好的 侯爷赵元勋 目光清明 似乎也不是坏人 最重要的是 侯府在走下坡路 权势见晓 他对付起来 相对也容易些 所以他才愿意 跟老夫人和朱氏对话 你到底想要什么 老夫人问道 我只需要你们答应 我的婚姻我做主 许熙道 不带两人反应 他又紧接着道 二夫人对我如何 老夫人和大伯母 你们也看到了 我不知道 他为何对我这样 婚姻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担心 他会在我的亲事上 做文章 所以我需要你们 的一个承诺 他表情异常严肃 黑漆漆的眼眸 沉稳坚定 即便因年纪小 脸庞稍显幼稚 却让老夫人和朱氏 完全不能忽视 他话里的力量 他第一句话说完时 老夫人和朱氏 这两个封建家长 心底是不舒服的 可听到许夕后面那句话 两人忽然就理解了 他说这番话的用意了 有个像卫士那样的母亲 不管是谁 都不放心吧 婚姻是关乎女子 下半辈子幸福的大事 许夕不放心卫士 向她们要一个承诺 完全可以理解 两人脸上的表情 都缓和下来 我们从不在 嫁娶之事上强迫孩子 老夫人道 你的婚事 我们本就会征求你的意见 不会一声 招呼不打 就擅自定下来 不光你如此 其他孩子也一样 成亲是结亲 不是结仇 强迫孩子成亲没好处 朱氏点点头 表示十分赞同老夫人的话 那要是二夫人 擅自给我定下亲是呢 许夕问道 你是我们侯府的孩子 没有我和侯爷 侯夫人同意 她做不了主 老夫人道 看她一副很笃定的样子 许夕这才放松下来 面露笑容 如此 我就放心了 她站起来 朝老夫人和大夫人行了一礼 多谢老夫人 多谢大伯母 不必多礼 老夫人抬了抬手 脸上也露出笑容来 大夫人看着许夕 表情温和 往后有什么事 尽可来找老夫人和我说 就要跟今天这般 大的方方的才好 对 老夫人也附和道 虽然开始她还不大舒服 但这会儿却觉得 有什么话敞开来说的好 她在后宅待了一辈子 看多了各种勾心斗角和猜忌 更喜欢像许夕这样 坦坦荡荡 什么都坦开来说的性子 得了老夫人和大夫人的承诺 许夕便也退一步 道 那好 我会回侯府住的 不过如果二夫人来找我麻烦 那就另当别论了 说起卫士 老夫人的脸色也不好看 她道 我会管束好她 把事情谈妥 许夕便站起来告辞 大夫人换自己的大丫鬟彩蝶 你领五姑娘去品名居看一看 有什么缺的 自行去库房里 给姑娘添置 许夕行礼 跟着彩蝶去了品名居 品名居还真是靠着 容喜堂建的一个小跨院 也不知当时是建来干什么的 不过这个小院子 不是跟容喜堂一个大门出入的 而是要绕过容喜堂的一段围墙 算是独门独院 这让许夕十分满意 院子不大 屋舍也少 不过许夕住一间 一间做书房 还有一间做会客厅 完全足够了 屋子都很宽敞 再加上院子也有七八十平米 比许夕在现代买的三房两厅 还墙上不少 朱氏早已叫人 把原先添置在二房那边的东西 全搬了过来 铺陈在了品名居里 不过也只是布置了卧室 其他地方都只是打扫干净了 没有把东西铺好 许夕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吩咐道 正屋用来做书房 东屋做卧室 西屋做会客室 袁伯伯一听 就有些为难 虽还摸不准许夕的脾气 不过还是静止地静言道 姑娘 一般正屋都用来代客 用西屋做会客室 不好吧 可正屋亮堂啊 做书房正合适 而且我在那里待的时间也最长 当然要用最好最舒服的屋子来做书房 至于会客 我这里又没什么人来 用的时间棘手 如果用最好的屋子来做会客室 那纯属浪费 许夕一摆手 照我的吩咐办 哎 这位就是听不尽意见 自己极有主见的主 袁嬷嬷值得指挥着大家 把铺盖等东西搬进东乡 再将正屋里的八仙桌和椅子 搬到西乡 许夕看着被搬空了的正屋 向清风问道 清风你领文房四宝的时候 大伯母说 那些东西都是给我的吧 是的 姑娘 你现在去观祺院 把东西都拿过来 放到书房里 再去问大夫人 有没有书架和书桌 如果有 能不能借我用 清风又被许夕这次来手的举动惊呆了 五姑娘才回侯府 不应该妾生生安分手矣 不敢多说一句话 不敢多走一步路的吗 为什么自家姑娘 先是跟亲娘吵了一架 现在布置新屋 还这么不客气地要东要西 便是大房的赵如玉姑娘 想要什么 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理直气壮马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许夕道 清风忍了又忍 还是忍不住劝道 姑娘 要不 咱们先凑合着 先用那八仙桌来写字看书 姑娘也没说要摆 书架也不急吧 姑娘刚进府 就要这样那 老夫人 大夫人倒不会说什么 可别防的少爷 姑娘难免做比较 到时候也问大夫人要东西 大夫人岂不是为难 这话 也算是金玉良言了 很为许夕着想 如果许夕往后 要好好在这侯府里混日子 看别人的脸色穿衣吃饭 她自然会听轻松的劝 听人劝 吃饱饭 这点道理她还是懂的 但她不打算在这里好好过日子 虽然她答应了老夫人和大夫人 但她估计 她往后大半的时间都不会在侯府里 而且 她打算自己赚钱 穿衣吃饭 并不指望着侯府 因此 也就不必看侯府人的脸色了 惹着她不高兴 她完全可以搬出侯府 自己另买宅子自己居住 婚丧嫁娶 也跟侯府无关 经济独立的人 凑事这么腰杆直 哼哼 不用 你只管按我的吩咐 做救事 许夕一挥手 说完就直直看着清风 大有她不听吩咐 连她也一起换掉了架势 清风心里暗叹一声 低头行李 是 后退一步 转身去找大夫人 大夫人还在老夫人房里坐着呢 听到清风的禀报 她看向老夫人 老夫人皱了皱眉 开口道 要的东西不过分 给她吧 她愿意给 也是因为这些东西 侯府有 否则 也不可能另外花钱 去给许夕做或者买 会不会太纵容她了 一开头就是这样 往后倒纵的她不知轻重 大夫人道 老夫人瞎了一口茶 刚才跟她说话 想来你也看得出 她不是那等轻狂不知分寸的人 听她说话 很是知理 以小轻重 她要的东西不过分 就先给她 咱们先对她好 再看看 她如何 她对侯府归宿感不强 要是咱们再一味地打压 她往后真有什么造化 可不会念着侯府 她叹一口气 先对她好 拢住她的心 再说其他吧 大夫人点了点头 想了想 她亲自去了库房 选了两个花梨木书架 和一张紫檀木的书桌 又挑了笔架 正值等小物件 和几幅书画 送去了品名居 袁嬷嬷也是侯府的老人了 思虑的比清风还要多 不过她老成 没有直接跟许夕劝谏而已 看着清风离去 心里是忐忑的 这会子看到府里 不光照着许夕的要求 送来了东西 还多送了许多 韦石吃了一惊 最让她吃惊的是 这些东西 还是大夫人亲自送来的 她不由看向了清风 清风自六岁禁府 一路坐到了 荣喜堂二等丫鬟的位置 她最知道谨言慎行 老夫人和大夫人的谈话 她并不打算跟任何人提起 更何况 她跟袁嬷嬷 原也不是一出的 两人并不熟 不光不熟 两人还是竞争对手 五姑娘更以中谁 谁就是品名居里 自主子以下的第一人 她现在跟袁嬷嬷处在同一气跑线上 自然也要争一争这位置 因此 她只当看不见 指挥着促使婆子们 把东西搬进书房 许夕听到大夫人亲自 赶紧迎了出来 又向她道谢 大夫人笑道 听说你要布置书房 这些东西 也不知你喜不喜欢 要是不喜欢 或还缺什么 尽管跟我说 大伯母挑的 那肯定是好东西 许夕笑道 又吩咐 大伯母请屋里坐吧 你脆 上茶 大夫人摆摆手 不用了 我那里还有好多事 要忙呢 可没空喝茶 对了 府里有一个藏书楼 你如果喜欢看书 可以去看看 她指了指清风 清风知道在哪 你要去叫她 直接领你去救世 许夕大喜 赶紧扶身 多谢大伯母 这真是送她一份大礼了 她想要了解这个世界 通过看书 是最快速辩解的了 行了你忙 我走了 大夫人行事干脆利索 扔下一句 带着丫鬟走了 许夕送走大夫人 指挥着丫鬟婆子 将桌子 书架 依照她的想法摆好 再放上从观祺院 取回来的文房四宝 和笔架等小物件 再把大夫人 送来的字画给挂上 看着变得有书香气的屋子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除了书架上空空如也 其他一切都OK 下午许夕便在自己的 新书房里练字 听到系统播报的 智慧之家二 觉得十分悦耳 侯府的晚饭 向来是各房自己吃的 不过今天许夕回来 老夫人便让人设了家宴 男女桌 卫士虽然板着一张脸 倒也没出什么幺蛾子 一家人气氛和睦地 吃了一顿饭 清风 临睡前 许夕问清风 早上大家是什么时候 去给老夫人请安呢 你记得叫我起床 自打来了古代 她的生活 简直绿色的不行 因为没什么娱乐 许家的日子 又过得节省 不舍得废灯牛 总是天黑就睡觉 虽说现在是夏末 天黑的晚 但有时天也黑了 再说一天两餐 晚饭吃得早 吃完了没事干 干脆就睡觉 也免得太晚 又饿了睡不着 因为睡得早 醒得自然也早 许夕在许家时 通常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 现在早起去给老夫人请安 对她来说 完全没有难度 清风有些为难 老夫人喜欢清静 因此并不要求大家 天天去请安 只出一 十五两日早上 卯时请安 这些规矩 本应该是二夫人 这个做清娘的交给许夕 第一次请安 也应该是她带着去 现在五姑娘 不愿意受二夫人的管教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没精力去管这些小事 现在就为难住了清风 她一个坐下人的 还真不好给许夕建议 许夕闻言 想了想 没事 我明日得去书院 总得跟老夫人辞行 那就去找一些请安吧 礼多人不怪 姑娘说的是 清风很是赞许 做得好 没人说什么 做得不好 请等着别人挑姑娘的刺吧 毕竟姑娘是刚回府 如今连二夫人都不护着她 她要是不坐得周全歇 府里这些踩地捧高的 不定怎么在背后嚼舌根呢 第二日一早 许夕不用清风叫 她就自然醒了 她昨日被卫士打了一巴掌 后来用鸡蛋滚过 又抹了大夫人派人送来的药膏 脸上倒是一点痕迹 也没有了 她洗漱完毕去了容喜堂 老夫人也才起床一会儿 看到她来 还很惊讶 看向清风 清风既跟了许夕 自然也是希望 主子过得好的 她忙给许夕刷好感 奴婢说了 府里的夫人 少奶奶 姑娘们都是初一 十五来给老夫人请安的 但姑娘说她心来乍到 总得表表孝心 所以今日特地早起来给老夫人请安 这话说的老夫人心里十分欲贴 她倒不缺许夕表的这点孝心 但许夕能知理 知道来给老人请安 这说明 这孩子还是很知道规矩的 也不全是 许夕却一脸的实声像 今日如夕要去书院 总要来跟老夫人辞行 便顺便一起了 这话说的老夫人笑了起来 朝许夕招招手道 你这孩子 怎比这样老实 清风都帮你说好话了 你还戳穿她 你叫她以后怎么办 清风红着脸也笑了起来 相处久了 老夫人就知道了 我就是个直性子 不喜欢弯弯绕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许夕道 她自然是有诚服的 但她不耐烦跟侯府的人打激风 她治不在侯府 不耐烦应付人 因此先不先 就得在侯府立个耿直人设 耿直的另一种说法 就是愣头青 这样的人 说话做事直愣点 别人也不会跟她太计较 避免了许多麻烦 另外 老夫人在后宅待了一辈子 她就不相信清风那番话 能比她自己的这番话 更讨老夫人的欢心 果然 相比起有心机的 老夫人更喜欢老实孩子 看着许夕就更顺眼了 正好 你来了 就跟我一起吃早餐 老夫人说着 吩咐下人 把许夕的那份早餐一起摆过来 又问她道 书院有没有规定什么时辰的 许夕摇头 那倒没有 只是许家的那个叫许雪的妹妹 是跟我一起考进书院的 我俩想分在一块 所以 约了四出在书院门口碰面 京城过去没多远 不着急 老夫人是大家闺秀 有食不言请不语的习惯 来之前 清风提醒过许夕 许夕乐的不用跟不熟的老夫人尬聊 专心享受美食 无庸置疑 侯府现在即便入不敷出 但在吃食上是不肯委屈自己的 老夫人的早餐自不必说 摆在桌上的就有四冷四热四点心 还有特意熬的燕窝粥 许夕奋力是老夫人的一半 菜肴也没那么精细 但不光比许家 便是比起她在现代时随意糊弄的早餐 也可口丰盛得多 因此她吃得格外香甜 老夫人上了年轻 胃口不怎么好 平时也没少跟孙子 孙女吃饭 但像许夕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这么香甜的 还是头一次 不知不觉她也受了感染 比平时多吃了半碗粥 一个卷子 金嬷嬷看了 十分高兴 反罢 老夫人道 你大伯母是多 整个府上大小事都离不开她 要不 一会儿还是让你母亲送你去书院吧 不用不用 许夕赶紧摆手 不用人送 只需派辆马车 给我就行了 上学而已 又不是去干嘛 用不着人送 那怎么成 老夫人皱眉 许夕抢在她说下一句之前插话道 老夫人实在不放心 就让清风跟着我去一趟 书院里有什么事 我也好 叫她回来禀报于您 入学通知上说明了 学生不许带下人入书院 学生在书院里的一切事都得自己做 因此 清风去也只是送一送 并不会跟许夕进书院去 已经打定主意 要给卫士脸色看了 老夫人自然也懒得调和卫士 和许夕之间的关系 既然许夕这样说 她便没有坚持 直到 那就让阮嬷嬷和清风陪你去一趟 阮嬷嬷是内院管事 代表的是老夫人和大夫人 有她去送许夕 也算是代表了侯府对此事的重视 无论是对许夕 还是外人 都有了交代 如此 就劳烦阮嬷嬷了 许夕站了起来 时辰不早 我还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如此 我就先回品名居了 一路小心 有什么事 叫阮嬷嬷给你解决 是 一行人出了府 上了马车 便往北宁县城里去 卫士还等着许夕来 给她请安呢 听到许夕是在老夫人那里吃的早餐 吃过早餐后 就去了女子书院 顿时气得不轻 骂道 小蹄子 真是没良心的 亏我辛辛苦苦怀胎十个月 就生下这么个东西 见人家富贵 就扒上去 倒把我这个亲娘扔到一边 果真是乡爷长大的 半点笑道礼仪都不知 就这样的人 哪里配去上女子书院 我非得去跟书院的山长 说到说到不可 赵元良昨晚是挟在姨娘屋里的 卫士院里 只有一众吓人 她这一骂人 便是礼房嬷嬷都不敢吱声 直到她怒气平息了些 李嬷嬷这才劝她道 夫人 刚才的话可再别说了 老夫人对于书院的看重 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往后 五姑娘在书院里 有个什么差池 老夫人可得怪到您的头上 我怕她 老前婆 卫士吃笑一声 这一声老前婆 把李嬷嬷下的脸色大变 连忙去看外面有没有人 好在卫士骂人的时候 下人们担心被连累和迁怒 赶紧个忙个的去了 没敢在周围停留 外面并没有人 回转身来 她也不敢再劝 生怕再惹来卫士什么出格的话 卫士越想越气 恨道 晚上回来 我非得整治她一顿不可 侯府里是分房吃饭的 许妻是二房的人 她的饭菜都会直接送到二房来 到时候 卫士就不相信 她还赖在正院里不回来 有脸去吃老夫人的奋力 许家自许妻回侯府后 一家四口就吃不香睡不着 总担心许妻在侯府过得不好 所以今天一早 大家都一起出门 到女子书院门口等着 就想见许妻一面 便是许崇文 也跟学堂请了小半个时辰的假 许妻刚从马车下来 就被许雪一把抱住 又哭又笑 姐 姐 我好想你 许妻好笑 就分开了一天 就想成这样 抬眼看到许永义夫妇 和许崇文关切的目光 她心里也酸涩起来 谢氏张嘴 想要问许熙在侯府过得好不好 但看到车夫和车里下来的软嬷嬷 清风 硬生生咽下了到嘴边的话 说 神 哥 我很好 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我都很好 许熙笑着安抚他们 又介绍清风 这是我的大丫鬟清风 除了清风 我还有两个小丫鬟 和一个粗屎婆子呢 我一个人住一个小院 还布置了个书房 吃穿袋都很好 许永义和谢氏 见她脸色红润 满脸笑盈盈 身上穿着一身薄荷绿裙子 楚色刺绣压边 比昨儿的那一身还要精美 头上的首饰也多了一个 软嬷嬷和清风的态度 也十分恭敬 看样子 在侯府真的过得不错 两人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好了 时辰不早了 你跟雪姐进去吧 许永义犹豫片刻 又问道 一会儿是怎么安排的 要不我们在门口等你们 别的被录取的女孩子 这两日早已向书院打听好了规矩 是打算住书院 还是回家住 住宿费怎么交 都已打听好了 做好了决定和准备 可许熙和许家 这两日被侯府这事 搅得不得安生 根本没时间和精力来打听这些 因此对这些还两眼一抹黑 我们先进去报了名 打听好怎么安置 再出来告诉你们 你们且先在外面等着 许熙对许永义夫妇说完 又看了软嬷嬷和清风一眼 清风点头 表示自己也听到了 好 就这么办 许永义催促道 那快去吧 刚才我也看到有几人进去了 好 许熙答应着一把握住谢氏的手 婶婶 你可得保重身体 往后 小夕不能常常看到你了 谢氏感觉有什么东西 被许熙塞进了自己手掌里 赶紧抓紧了 道 没事 你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许熙放开谢氏 从清风手里拿过一个包袱 这才拉着许雪转身进了书院 谢氏跟阮嬷嬷寒暄了两句 送他们上了马车 一家三口便也分开了 许重文去学堂 谢氏则跟许重文往城里宅子走 直到走到僻静处 谢氏这才把手里的纸条 交给许永义 你看看 西姐儿敲敲给我的 许永义心里一紧 连忙把纸条打开 就看到上面写着 一顿饭功夫后 到书院门口接我们 他这才放下心来 笑道 这孩子 谢氏不识字 着急的问 上面写什么呀 你快跟我说啊 急死我了 许永义将字条念了一遍 问道 他这是要做干什么 你没听他说吗 须得家人来接 书院才让他们离开书院 他大概是想跟咱们说说话 这才叫咱们去接的 正好 咱们趁这点时间 去把那宅子打扫打扫 明月搬来 走吧 今天女子书院 不像那日只开脚门 而是正门 侧门大开 几个门都有婆子守着 此时正有一行人 从正门进去 徐雪见状 正打算跟着进去 就被许永义拉住了 扯着他往侧门走 这边 徐雪不接 为什么 他们不是也走正门 你没看到 刚才进去的是女夫子 和他所待的下人吗 咱们是学生 北有序 咱们得走侧门 徐雪道 细节决定成败 他们现在还没报名呢 可不能因为这个 又被触落 即便不被开除 训斥一顿是少不了的 到时候 不光他们自己 便是在门外的 许家夫妇 和随平侯府的脸面 都不好看 徐雪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 我以后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三思而后行 今天要不是有姐姐你 我一定要犯大错的 谈你也如道 徐雪心未点头 你能明白这点就好 说话间 两人像守门的婆子 出示了自己的身份牌 从侧门进了书院 就看到隐蔽前 摆着的两张桌子 桌后 坐着的两个女子 和他们的丫鬟 这两人正是考试那日 在门口登记名字的 两人连忙过去 递上了他们的身份牌 我姓夫 以后是我管理你们的杂审 三十来岁的那个女子 温和地朝他们笑笑 自我介绍 又指着身边 二十来岁的女子道 她姓陈 是我的副手 往后我要是不在 找她也一样 陈夫子登记好两人的名字 问道 许夕没有说话 看向徐学 徐学抿了名嘴 对许夕小声道 姐 我想住在家里 这答案 自然在许夕的意料之中 她转头问陈夫子 我家中长辈不放心 要求我回家住 但家里离这里有些远 我能不能在书院里 要个床位 住宿费我一样交 不过平时住家里 遇到天气不好 或是书院有什么事 单个天晚了不好回家 我就在书院里住 书院开办这么多年 像许夕这种情况很常见 陈夫子道 可以 许夕很高兴 连声道谢 许夕听了 倒很犹豫 她倒想跟许夕一样 要个床位 许夕留宿书院的时候 她能陪着 但想想内宿要交的钱 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半年一两银子的床位费呢 还不能自己拿铺盖 得买书院里统一的铺盖 那得六两银子 花着老多银子 就为了偶尔住一晚 她可浪费不起 这妮子什么都写在脸上 许夕一看就知道 她在纠结什么 不过 她知道 许家人不想用她的钱 许夕不说 她也没问 掏出钱来交了自己的费用 又对许夕子道 她的书修一块交了 不用不用 许夕赶紧掏出银子来 我娘给了我钱 那行 许夕很干脆地 将她那二两岁银子拿过来 放到陈夕子面前 陈夕子登记好 道 今日只是报名安置 没别的安排 内宿的进去 选房间选床 外宿的可以回去了 明儿一早四出 准时到书院上课 上课的地点 就是你们考试的那间教舍 多谢夫子提点 许夕道了谢 又问 我想再请教一下 住在书院的话 放学后 那段时间 是可以出门的吧 不可随意进出 须得有正当理由 有家人来接 并且到我这里来请假报呗 陈夫子正色道 女子的声誉顶顶重要 要是求学期间 因为外出出了事 我们也不好 跟你们长辈交代 学生明白了 多谢夫子 许夕笑着 朝她施了一礼 向许雪道 你陪我进去选床位吧 许雪也想看看 宿舍什么样呢 自然点头说好 这时陈夫子身后 走出一个时期 八岁的丫鬟来 招呼道 二位姑娘 我领你们去宿舍 多谢姐姐 许夕默默跟着她进了隐蔽 这才上前主动套进虎 姐姐怎么称虎 丫鬟道 我叫世默 世默姐姐 现在在帮着打理书院吗 世默微微一笑 笑容矜持而从容 算是吧 那姐姐一定是个才女了 否则陈夫人怎么不叫别人 偏让姐姐来打理书院呢 我刚进书院 还不知这里学什么呢 姐姐能跟我说说吗 早点知道 我也好早做准备 于是 许雪就听许夕一路跟世默聊着天 等三人走到宿舍时 许夕跟世默 早已跟亲姐妹差不多了 当初兴建女子书院 是那位皇后自己出资 又向皇族 贵族夫人筹集起来兴建的 非盈利兴致 所收的学费 与书院支出基本持平 略有盈余 盈余的钱就捐赠给善堂 略有亏欠 亏欠的钱 就由皇族 贵族夫人资助 也因此 即便是县级女子书院 里面的条件也很不错 宿舍离上次他们考试的 那间屋子不远处 一共四个大的四合院 每个年纪一个 刚才也有几位学生入住了 世默领着他们 进了一个四合院 脚下未停 沿着回廊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到几间正屋前 他掏出一串钥匙 对着数字挑出一把 打开其中的一间屋子 对许夕道 你就住这一间吧 每届招收的学生不多 又有许多人不住在书院里 因此 住宿的屋子也还算宽厨 所有的屋子都是两人间 许夕进了门 发现这间屋子 应是坐北朝南的 阳光十分充足 屋子面积很大 足有三 四十平米 两边靠墙摆着两张床 中间用衣柜隔天 成了两个独立的空间 除了衣柜 每人还有一个书桌 和一个书架 除此之外 在共同区域里 还放置着几张椅子 和一张八仙桌 桌上还放着一把茶壶 和几个杯子 想来 这里是待客的地方 整间屋里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家具都是原木色 铺盖的床单与被套 一律都是青色 是的 铺盖不用自己去领 而是直接铺好在了宿舍的床上 看到这现代味道十足的宿舍 许夕差点热了盈眶 妈蛋 他好想念他精装修的两房一厅 虽然是个窝居 但生活的舒适度 可不是古代的宅子能比的 从回廊往左走到尽头 就是茅厕 茅厕旁边有洗澡间 善堂则要出这个院子 往东走几步就能看到 世墨介绍完 笑着对许夕道 那你收拾一下 离开书院的时候 跟我们打声招呼即可 说着朝许雪点点头 就准备离开 许夕赶紧把手里 提着的包袱递过去 这里面装的是一匣子点心 姐姐拿去尝尝 要是认我这个妹妹 姐姐就别跟我客气 往后还得请姐姐多照应呢 不方便 别人看到了 不好 世墨推托道 你刚刚不是说 书院里也有你们歇息的地方吗 你拿到房间去放着 得闲了 再吃就是了 放心 早上才做好的 新鲜着呢 放上半日也不会坏 世墨犹豫了片刻 便接了过去 笑容越发真挚 那我就不客气了 送走世墨 许夕环顾了宿舍一圈 从怀里掏出一块 红色绣花手帕 放到了床上 用枕头压住 露出鲜艳的一角 她站起身来 走吧 咱们出去 估计你爹你娘 也到门口等着了 徐雪吃了一惊 等咱们 他们什么时候说的 刚才我给你娘塞了张纸条 叫她一顿饭功夫 后来接咱们 两人出去 就看到谢氏已站在门口等着了 正笑着跟守门的婆子说着什么 许夕跟陈夫人几个打了声招呼 赶紧拉着徐雪走了过去 娘 徐雪跑过去 挽住谢氏的胳膊 谢氏生怕许夕多想 赶紧伸出手来拉住她 笑道 走吧 我带你们去买点必备东西 说着 她朝守门的婆子到了谢 拉着两人往外走 跟等在不远处的徐勇义会合 说 你帮我交辆罗车 你如果有事 就去忙去吧 徐雪对徐勇义道 转头又看向谢氏 沈申你陪我去一趟营楼 徐雪眼睛一亮 问徐雪 你是要去卖那日 你画的那个首饰样子吗 对 徐雪朝疑惑的徐勇义和谢氏一笑 沈 这是等回家去 再跟你们解释 徐勇一朝街角处 等客的罗车招招手 道 你们娘儿仨去我不放心 我跟你们一块去 又问徐雪 是去那日去过的那间昌明阁吗 不 去县里最大的那间御龙阁 徐雪道 四人上了罗车 徐勇义和谢氏 就问起徐雪要卖的东西 但知道徐雪画了个首饰的样子图 就想拿去卖钱的时候 夫妻俩对视眼 沉默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徐勇义道 西 西姑娘 徐雪打断她的话 还是叫我小西吧 现代时同学朋友都这么叫她 来到古代后 听徐勇义夫妻俩都叫她西景 她真不大习惯 但也不好说什么 现在既要改口 不如改成这个 见徐勇义犹豫 她道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许家养女 你们是我长辈 教我小西不是应该的吗 徐勇义很高兴她 即便改变了身份 仍然对自家人亲近 便从善如流地道 行 往后人前 我们换你西姑娘 人后就叫你小西 见得许西没意见 她这才又道 你一会儿要进宁楼去 又穿的这么一身衣服 身边没带一两个下人 完全不像 不如叫你婶婶扮成婆子 小雪扮成丫鬟 我就做个车夫在门口等你们 你看如何 许西来女子书院念书 代表的是侯府的脸面 她今天出门前 老夫人还特意检查过 她的穿着打扮 她今天虽然没有打扮的花枝招展 却也把最值钱的簪子 耳环 手镯都戴上了 衣服也是侯府秀娘做的最好的一套 衣裙上的绣花 单独拆下来卖 也能值十几两银子 反正许西这一身行头 一看就知道 是高门大户出来的千金小姐 许西知道 不管什么时代 人家都是先进衣裳后进人的道理 便也没有特意要求 穿得寒酸一点 她不光要靠这身打扮 住好一点的宿舍 一会儿还巴望着靠她撑门脸 好赚上自己的第一桶金呢 许雪今天也穿了一身新衣 但许家的条件也就那样 谢氏倒是咬牙给她做了两身绸缎衣服 但布料跟许西的比 自然差得远 董藏的人一眼就能瞧出 两人意料的差别来 另外 他身上最值钱的就是一根银簪子和一对谢氏陪家的水头不怎么好的玉琢 跟许西身上的首饰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许永逸和谢氏特意来送女儿和许西上学 穿的虽然也是最好的衣服 但料子是细面的还半心不就 谢氏身上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因此四个人往那一站 不像一家子 妥妥的就是竹与蒲的关系 许雪瞧瞧她跟许西的衣裙也连忙点头 谢氏倒 你要卖那个图我不太懂 但你要说我是你婶婶 小雪是你妹妹 恐怕掌柜的要以为你是去哪里偷的衣服 专门来骗人的 许雪一听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没心没肺的蒙扁头 对对 我娘说的太对了 我想想 那清醒就想笑 许西是有此意的 只是自己不好说 否则要惹许家人伤心 她本打算到了银楼门口 只叫许雪陪她进去 许家夫妇就在门口等着 现在许永逸和谢氏主动提及 她自然想顺水推舟 不过不好 答应得太痛快 脸上带着些不好的意思的神色道 这 这不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 你是大家千金 掌柜才会看中你画的那个图 一旦认定你是骗子 你画的图再好 别人也不会相信 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名声 传到书院去 你往后还怎么念书 许永逸道 谢氏一听会影响念书 顿时紧张起来 拍着许西的胳膊道 听你书的 你可不许胡来 那就委屈沈身和小雪了 许西还是满脸的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你这孩子 谢氏称道 许西看着她 面带歉意 那一会儿进了营楼 就劳烦婶婶和小雪 站在我身后了 这也是委婉地提醒他们 既要扮下人 就只能站在小姐身后 下人是不能做的 也免得两人进了营楼露馅 谢氏点点头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娘 你是怎么知道的 许雪好奇地问道 你吴奶奶以前 就是在大户人家里做丫鬟的 你忘了 她还常跟我们说起 当初做丫鬟的那些规矩呢 许雪这才恍然大悟 也想起吴奶奶说的话了 点头道 我知道一会儿怎么做了 转头看向许希 姐 你放心吧 县城本不大 营楼离书院又不远 说话间 罗车就已在 离营楼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许永义叮嘱罗车 在这里等他们一下 自己跟着三人走到营楼门口 先对守门的伙计点了点头 这才对许希道 小姐 小人就在这儿等你们 不带许希说话 谢氏就拿出一副管家婆的样子 对许永义横眉冷对道 你就在这儿待着 可别又跑去喝酒了 小姐一会儿就下来 要是找不见你 看我回去怎么禀报老夫人 包你的屁 许雪差点没笑出声来 赶紧躲到许希身后拼命忍住 指尖头还是一耸一耸的 谢氏一巴掌拍在她背上 像什么样 没规没矩的 许希也忍笑忍得很辛苦 可还是捧着脸对谢氏道 行了 谢妈 你也少说两句 咱进去吧 说着 率先进了门 早有伙计在一旁等着了 营楼的伙计眼光最毒 一看许希的穿着打扮 她就知道是大主顾 因此见许希往里走 她赶紧殷勤地招呼 小姐楼上请 许希也没说话 跟着她上了楼 便道 我要见你们掌柜 她这副姿态 越发让伙计觉得自己没看错 这绝对是一个豪门贵女 虽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豪门贵女 不去京城营楼买首饰 跑到他们这县城来 但这不妨碍 她先把许希领到接待贵客的小厅 招呼小伙计上茶 再麻溜地去请掌柜 掌柜是个胖胖的中年人 姓黄 笑得跟做弥勒佛似的 姑娘想看点啥 如何推销自己的设计图 许希早就预想过了 她坐在那里 掌柜来了也没起身 端起小伙计 气上来的茶青抿了一口 眉头醋了醋 便将手里的茶盏放下了 看向掌柜道 我会设计首饰 想与你们营楼长期合作 黄掌柜本以为许希是来买首饰的 坐下刚要推销 银楼新推出的首饰呢 就听到了许希这话 她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 谢氏和许雪都紧张起来 生怕黄掌柜对许希发火 不过 他们是多虑了 黄掌柜是生意人 即便心里有什么想法 面上也不会表露出来 更不会对人恶言相向 她放松身子 将被靠到了椅子上 笑呵呵地对许希道 姑娘可有设计好的首饰 能否让老朽先看看 许希从袖带里 掏出一个扁平的锦盒 打开 从里面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 递给黄掌柜 黄掌柜接过 打开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许希站在许希身后 离黄掌柜不远 看站在屋角的小伙计 被屋外的说话声 吸引了注意力 赶紧伸过头去 朝那张纸上看了一眼 发现正是那日 许希在许家画的那张手镯图 不过有改动 上面不光加了尺寸 许希还画了一些小细节图在旁边 谢氏见状 连忙扯了她一眼 又瞪了她一眼 那时候还不以为意 许希一看就年纪不大 虽然穿戴不错 看样子是大家闺秀 但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见识 多少贵妇带了一辈子首饰 也只知道首饰新不新奇 好不好看 真要他们设计一款新首饰 那是不可能的 学识 才华 见识的广博 聪明的头脑等等 一样都不能缺 不说贵妇 小姐 就算是她 做了一辈子迎楼掌柜 接触的饰品无数 叫她设计几个新颖样式 那也是为难她呢 可打开纸 一看上面画的东西 她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坐直了 脸上的表情也变成严肃起来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黄掌柜做了一辈子掌柜 一看这份图 就知道许希专不专业 没学过设计的人 画的图要不就是工笔 要不就是写意 总之就是画欣赏画的画法 可真正为工匠制作而画的设计图 可就不是那样画了 得是立体图 上面还应该有尺寸 小细节 也有单独放大的图进行标注 许希这张设计图就是专业的设计图 而且细看的话 甚至比那些设计图画得更好 更容易看得懂 也更详细 而且 这设计简直绝了 看清楚了图上画的手链饰样 黄掌柜顿时兴奋起来 问许希道 姑娘 你怎么想到这样设计手镯的 太新颖了 她眼睛还盯着图纸 舍不得挪开 这小鸟画得真是活灵活现 要是照这样式做出手镯来 不知会多招人喜欢呢 许希微微一笑 许希道 这只是我设计的其中一个样式 黄掌柜顿时两眼放光 终于舍得从图纸上挪开眼了 姑娘的意思是 你手上还有其他样式 当然 许希道 如果只设计出这么一个样式 我怎么好意思 跟掌柜你进行长期合作呢 姑娘能给我看她吗 黄掌柜目光热切地盯着许希 谢氏见了 恨不得走上去用身子挡住许希 许希眨巴着大眼睛 赶紧看了她娘一眼 许希对黄掌柜这种目光 却细以为常 在现代 她设计出一样东西 总能引得他人露出这样的神色 她微微一笑 黄掌柜 你还没说如何合作呢 她一伸手 将图纸从黄掌柜的手里抽出 黄掌柜下意识想阻拦许希这一行为 可动作没那么快 也不好再去许希手里 把图纸再抢回来 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图纸 被许希折成小方块 打开锦盒放了进去 她眼尖地看到 锦盒里还有其他的 被折成小方块的纸 她按捺住心里的痒痒劲 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一张图 姑娘你看如何 不过 你设计出来的其他样式 得跟刚才那张一样新颖 许希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黄掌柜 没有说话 直接站起身来 招呼谢氏两人道 谢妈 小雪 咱们走 哎 姑娘 你别走啊 黄掌柜差点没伸出胖手去拉人 好在她理智还在 还能记起男女大房 可额上却冒起了汗珠 如果姑娘对价格不满意 可以商量的吗 怎么能一言不发 抬脚就走吗 如果许希只有那一张图 她走就走了 银楼不光没有损失 还能有大收获 大吃货国最不缺乏山寨精神 图上的尺寸不重要 就算他们银楼的画工 画得不如许希笔下那只小鸟那般活灵活现 但能做出七八分相像 那也是新颖的手镯 必然能引得夫人小姐们争相购买 可许希手里还有其他设计图啊 要是她手里还有许多图 而且都跟那张小鸟手镯一样 新颖好看 收购下她的设计图 他们这银楼不光生意会变好 而且还能吸引京城里的贵妇 这可是扩大生意 增加银楼知名度的好机会 怎么能够放过 黄掌柜没能去拉许希 但门口还站着一个小伙计呢 那小伙计往门上一站 就对许希三人做了个一 姑娘还请留步 我们掌柜有话说 许希只得停住脚步 看向黄掌柜 似笑非笑 莫不是你们银楼还敢抢买抢卖不成 谢氏和许雪顿时紧张起来 谢氏道 你知道我家小姐是什么人吗 此时她无比庆幸 许希被侯府认了回去 否则以他们许家这种 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 哪里护得住许希 哎 别误会 别误会 黄掌柜连忙摆手 又朝许希连连作一 我们哪里敢抢买抢卖 只是希望姑娘留下来再谈谈 谈什么 许希冷笑一声 一两银子一张图 亏你说得出口 你当我没见过银子呢 一块中上等玉 雕成普通的圆口镯 不过是卖二 三十两银子 可如果雕成我图上的样子 少说也能卖个三 四十两 一个镯子 长个十两银子 都有人买 这还只是一个 要是卖出几十 上百个 你们的利润有多少 更何况 你还不止做玉镯 金镯 银镯 都可以做成这个式样 黄掌柜又冒汗了 掏出手帕 不停地往额头上抹 嘴里却还在强撑 哪 哪有姑娘说得那么夸张 样式不同 用料不一样 雕工的要求也高 我们的成本 也得往上涨 真赚不了多少 许夕一听 做事又要走 还瞪着小伙计道 你要再赶拦 我就去衙门里 告你飞领 就是 谢氏上前 就要去推那小伙计 许夕和许雪氏小姑娘 不能碰这些小伙子 她一中年大妈可不怕 她儿子许崇文的年纪 都跟着小伙计差不多 她怕什么 此时 她无比庆幸 自己和丈夫一块跟了来 这小伙计 要是再想拦着 她就扬声叫楼下的丈夫了 小伙计哪里真敢拦 便是普通人家的女子 她也不敢拦 没得银楼打样后 她被人套麻袋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银楼也护不住她 谢氏还没碰到她 她就赶紧躲开了去 求助地看向黄掌柜 十两 十两一张 姑娘 十两真不少了 黄掌柜赶紧叫道 许夕冷笑一声 回头 没有一百两一张 我是不会卖的 真以为新样子是大白菜 那么不值钱 又撇了撇嘴 县里小店就是县里小店 这一般没破例 她唤道 谢妈 先走 去京城 谢氏是个吉林醒的人 赶紧配合她称道 看吧 一开始 老奴就叫姑娘去京城 偏姑娘图省事 像这样的小店 能出什么价 白瞎姑娘 费了那么多脑子 才画出来的首饰样子 许夕给了她一个赞赏的眼神 抬脚出了门 往楼下走 任黄掌柜在后面如何叫唤 也不理会 三十 三十两 成吗 真不能再涨了 再涨 我们就亏本了 黄掌柜一个劲的 在后面抹着汗 又叫道 不姑娘且等等 等我去问过东家再做定夺 姑娘想也知道 这样的事 我做不了主 谢氏听得眼睛都直了 心喷喷直叫 爱马 他们一家子累死累活 丈夫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不吃不喝一年 也就赚个三 四十两 一花销到年底 都剩不了二两银子 可许夕不过是画几幅画 就能卖三十两 要是画上十张 那岂不是三百两 她觉得自己腿软 都都快站不住了 徐学也被这三十两的价给砸猛了 她对于钱 虽然没有谢氏那么有概念 可那图 她是看着许夕画出来的 不过是一盏茶功夫 刷刷刷几笔就画出来了 就算后面又加了些细节图 再写了些尺寸 可那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一顿饭功夫不到 画几笔就能赚上三十两银子 哎妈 这钱真是太好赚了 谢氏的手 就拉住了许夕的胳膊 拼命压制住自己 声音里的兴奋 洋装淡定道 姑娘 掌柜姬这么说 不如等等 也许他们东家 能有诚意一些呢 许夕迟疑着停住了脚步 道 好吧 那就等等 转头对松了一口气的 皇掌柜道 你可得快些 我还有事呢 哎 好的 姑娘 请回去等等 皇掌柜说着 又换小伙计 给上好茶 上点心 好好招呼这位姑娘 说着 急匆匆出了门 姑娘请 小伙计朝许夕 露出个僵硬的笑容 心里十分紧张 生怕许夕一言不合就走了 掌柜和东家 回来找不着人 不定怎么责罚她呢 许夕没在这时代 卖过设计稿 她的心理价位 是五十两一张图 打算先卖个五张 赚个第一桶金 至于以后 卖不卖设计稿 试个什么价 到时候再定 她叫一百两银子一张 不过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皇掌柜还到三十两一张图 她也是有点心动的 这时候 她自然不会离开 顺着伙计的动作 便往楼上走 可刚刚爬到二楼 她就对上了一张女人的脸 这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 梳着妇人发型 容貌艳丽 穿着大红色白褶洒花裙 头上一只欠红宝石 金步有 她身后站着的嬷嬷 和两个丫鬟 打扮比侯府的丫鬟婆子 要华贵得多 可见这女人非富极贵 你那首饰样子 能不能给我看看 如果不错 我愿意一百两银子一张购买 女人道 夫夫 夫人 一个穿着银楼服饰的伙计 从她身后的那间屋子出来 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又央求地看向许熙 搭着胆子道 我们掌柜的先跟这位姑娘谈的 能不能让掌柜的谈完 夫人您再跟这位姑娘谈 那女人没有说话 只看着许熙 这女人一看就知道 是个不差钱的 许熙当然很乐意把设计图卖给她 但做生意 有些原则还是要遵守的 她对女人道 这位伙计说得有理 凡事有个先来后到 如果迎楼东家 不愿意用一百两亿张购买我的设计图 那么到时候 我们再谈 那女人嘴角一勾 点头道 好 她指了指隔壁的房间 我就在这里 姑娘跟东家谈完 可以让伙计来换我 行 许熙点头 抬脚进了 她原先待的屋子 两个伙计都大松了一口气 倒是谢氏听到这女人 真要一摆两银子买设计图 脚下一亮呛 差点没来个平地摔 幸好许熙眼急手快 把她给扶住了 一行人进屋坐下 小伙计赶紧忙着把点心摆上 又重新沏了好茶来 许熙自然不能自己坐着吃吃喝喝 倒叫谢氏和许雪站着干看着 招呼他们道 行了 这里没有外人 你们就坐下吃些点心吧 姑 姑娘 这怎么行 谢氏还为自己刚才那一跤羞愧呢 哪里肯坐 要是露馅了怎么办 许熙将脸一沉 我叫你们坐就坐 怎么的 还得我请你们不成 她这一变脸 倒有了几分豪门千斤的威严 谢氏和许雪心里有点发出 赶紧乖乖坐了 拿起许熙推到他们面前的点心吃了起来 许熙又朝小伙计道 楼下有个姓许的 是我家车夫 她一早上跟我出来 想来也是又渴又饿了 你拿这几块点心给她吃 顺便给她一壶茶 说着 她从谢氏袖子里把手帕抽出来 包了四五块点心 递给小伙计 姑娘真是心善 小伙计成了一句 拿着手帕下了楼 谢氏和许雪 被许熙这操作弄得又有些猛 许雪凑近许熙 而语道 这样不会被人怀疑吗 谢氏赶紧扯了她一眼 指了指隔壁房间 提醒许雪隔墙游耳 又对许熙摇摇头 许雪吐了吐舌头 赶紧低头吃点心 不敢再说话了 大概银楼的东家住得并不远 等了不一会儿功夫 黄掌柜就跟一个老头儿走了回来 对许熙介绍道 这是我们东家 姓许 许老头儿是个严肃脸 朝许熙点点头 就问道 我能看看姑娘图的样子图吗 许熙将那张设计图拿出来 递给她 许老头儿看着设计图 又问许熙 姑娘其他图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许熙眨拌了一下眼睛 转头对谢氏道 你去叫隔壁的那位夫人过来吧 许熙自认识人之能还是有几分的 她总觉得 这位许老头不像是个真诚守信的 她能这么爽快地买下这张图 估计是楼下的伙计 已把那位夫人出嫁的事跟她说了 她既舍不得这张设计图 又没办法再压嫁 只得硬着头皮把设计稿买下来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许熙在这个世界无所依仗 可不敢就这么把所有图纸拿出来 万一许老头看了其他设计稿 然后表示自己不喜欢 拒绝购买 等许熙走后 她再画出来 让她店里的工匠山寨出来 那许熙就亏大了 有了她的山寨 许熙再想去京城里 买其他设计稿就不了 毕竟已有人把首饰做出来出售了 买设计稿的不是独一份 也不是最先一份 他们吃了亏 必然要找上门来讨公道的 这些建营楼的 可都是有背景的人 一个小小的破落猴符 可护不住她 反正人在江湖飘 随时都挨刀 许熙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来揣测和防备别人 否则 吃亏的很有可能就是她自己 一听许熙要请人来 许老头的脸色 就不大好看起来 她道 咱们还在谈买卖 姑娘就请人过来 这不妥当吧 等我们谈完 我表示不满 姑娘再跟那位夫人谈 这才是江湖规矩 凡是有个先来后倒不是 谢氏和许雪 看她板着严肃的脸 说这番话 心里有些发出 剧都坠坠地看向了许熙 许熙却丝毫不在意 脸上虽带着笑 神色却淡淡的 咱们这笔买卖 不是谈妥了吗 你看 我没把这张设计图 先给那位夫人看吧 这是守江湖规矩 但接下来的几张图 是咱们事先没有谈的 隔壁那位夫人 计表是要买 我当然得叫上她一起看 当然 如果徐老板不想看了 那我就告辞 跟那位夫人另找地方谈 这番话 完全出乎徐老头的意料 她做生意几十年 试得老江湖了 最知道如何跟人打交道 也最是知道 如何看爹看菜 眼前这位小姑娘 不过十三 四岁 一副十分稚嫩的样子 就算她的穿着打扮挺好 但自己跑出来 卖什么 设计稿 估计也不是什么 权贵人家的孩子 没见过多少世面 她这张脸生来严肃 只要把脸板上 再说几句硬话 一般的孩子 心里都发出 再糊弄糊弄 没有拿不下的买卖 不曾想 这孩子行事说话 老道的跟她这老江湖 也不相上下 这到底是哪家的孩子 她不由转过头来 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许熙来 现实是个护崽子的 一看这老男人盯着许熙看 立刻站出来 把许熙护在身后 挡了个严严实实 面色不善地朝许老头瞪眼 看什么看 我家姑娘 是你能看的吗 转头她又劝 姑娘 别跟她谈了 咱们走 反正赚了一百两银子 也很可以了 许老头回过神来 赶紧尴尬地笑道 误会了 误会了 我看这位姑娘端得厉害 便想知道是哪家的孩子 倒不想唐突了姑娘 老朽在这里跟姑娘陪的不是 说着她站起来 朝许熙坐衣施了一礼 许熙从她刚才那眼打量里 只看到好奇与探究 没感觉到有丝毫的猥亵 因此倒没在意 她摆摆手 无妨 所以站了起来 许老板既无意相谈 那我们就告辞了 哎 姑娘别误会 我并没有说不谈 既如此 那就请隔壁夫人 一块过来谈吧 许老头转过头 朝站在门口的伙计 威仪汗手 那伙计就去了隔壁 许老头重又坐下 心里盘算着 一会儿该如何应对 别说 她心里的打算 还真跟许熙猜测的一样 来之前 她原本打算压压价 以四十 五十两银子 或是更低的价钱 把第一张图拿到手 再让许熙把余下的图 都拿出来看 如果价钱便宜 她就一丝一丝再买一张 其他的也看不上有为借口 打发许熙离开 再让人凭她的记忆画出来 赶紧叫工匠开工制作 以抢占先机 反正在北宁县 她家银楼最大 别家就算买下许熙的设计图 也争不过她 她有靠山 并不怕这小丫头 翻出什么风浪来 至于京城的银楼 反正客户群不同 就算许熙拿去京城 卖给最有名的银楼 也爱不着她什么 首饰这东西 只要一家做出来 流传出来 其他银楼都会争相模仿 谁能拿她怎样 可计划没有变化快 没想到她一进门 伙计就告诉她 有位夫人直接出一百两银子 买那位姑娘的设计狗 她就知道 想用低价拿下设计狗 没可能了 既如此 那就别怪她心黑 只出一百两银子买一张 余下的 她看完了一张都不可能买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是 没想到这小丫头心眼子还挺多 宁愿不做这笔生意 一旦有外人在 她就不那么好耍手段了 毕竟玉龙格要信誉 她也要脸 徐老头眼珠急转 想着对策 不一会儿 小伙计就领着一行人进来了 为首的正是那位夫人 徐老头是东家 即便对方是迎楼的客户 有皇掌柜殷勤招呼即可 她并不需要自降身份 对人卑躬屈膝 因此 那一行人进来 她端坐着不动 只等皇掌柜介绍时 随手一一便完事 可无意中瞥见 那女人身上的衣裙料子 她心里一领 经不住站了起来 她在营楼里打转几十年 眼光最是毒辣 这女人裙子上的布料 乍一看跟普通的绸缎差不多 其实是用一种 极为难得的特殊残茧织成的 颜色天成 并不是后天染上去的 所以这绸缎酒洗不褪色 而且按压也不起褶子 这种绸缎 不光稀少昂贵 市面上还没得卖 是进贡的贡品 光这一点 眼前这个女人 就不是普通人 即便她不是皇室之人 也是皇亲国妻 或是跟皇家之人关系紧密的 绝对不能得罪 更不用说她头上的布瑶 以及用作鸭裙的那块质地 雕工 皆为上上之品的羊之玉佩配了 这一刻 徐老头打消了对设计图 打歪主意的念头 在这种人面前耍手段 怕是担心自己死得不够快呢 得罪了她 对方不出手 她身后的主子 也是要出手惩罚她的 许希虽没有徐老头 这种专业的毒辣目光 但她智商 情商高啊 一看徐老头这前居后宫的态度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过她即便回了侯府 也没想过要跟权贵打交道 更没想要攀上什么权贵 她不耐烦绕圈子 等那行人府一落座 她就开口把刚才的事说了 哦 这位夫人对我这设计图也感兴趣 如此不妨将剩下的图一起看看 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在看图之前 还请签个契约 二位保证在看了图后 如果不够买我的设计图 不得私自 打着我设计的首饰式样 一旦发现 我可是要拿着契约 到官府去告状的 说着 她从另一个袖带里 摸出一张契约 打开来 放到两人面前 徐老头不敢得罪那女人 却不怕许希 许希这一身穿着打扮 放在县里头可能不错 但放在满地权贵的京城 可不够看 她身后的那个丫鬟和婆子 穿着更是尚不得台面 豪门大族的小姐 也不可能抛头入面 来卖什么设计图 赚着三瓜两枣 还不够人家买件首饰的 她觉得自己 阻拦住许希的失礼 就是对这位 权贵女子的嗜好 她皱眉 对许希不悦道 赵姑娘 这就不必了吧 我老许打从 我父亲那辈起 就开营楼 还没听说过 看个设计图 就要签契约的 如果姑娘硬是坚持这么做 那么这图 我们还是不看了吧 说着 她笑着 朝那女子微一点头 一百两银票到手 许希对剩下的设计图 卖不卖得出去 也无所谓 她宁愿不赚钱 也不愿意吃闷亏 她丝毫不见到 笑音音地道 许老爷见谅 我是弱势方 要是二位看了设计图 表示不满 等我离开后 再照着你们看过的 图质做首饰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白白吃得闷亏 二位占不占我这点便宜 全在一念之间 虽说这是我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但我不得不防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既然许老爷表示不看 这里又是许老爷的地盘 那我就告辞了 她对那位女人道 如果夫人不介意签契约 又对我这设计图感兴趣 咱们不妨一步 到前面茶楼里再谈 如果夫人觉得麻烦 那咱们就此作别 说着 她站了起来 朝那女人点点头 干脆利索地出了房门 朝楼下走去 女人没有说话 也不看许老头一眼 站起身来 就朝门外走去 几个下人 紧紧跟着她身后 不是 许老头望着 几人消失的背影 站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她没做什么 她不过是跟许夕拿桥了一句 想让这丫头 别狂的没边 以买方的立场看 她这样做 也是为那位夫人好吧 怎么这人不领情 反而跟在那丫头后头出去了呢 连句话都没有 皇掌贵见状 连忙道 东家 您别急 这样 咱们派人跟着他们 看看情况如何 许老头刚想点头 可转念一眼 连忙道 别 别派人跟着 万一被那位夫人误会 咱们要对她不利 那咱们可就完了 她把接单的女人的伙计叫来 问她道 那位夫人来想买什么首饰 可有看中哪一款 他们进来 只是问小人 要了图册去看 并没说什么 也没要求见掌柜 伙计道 许老头问了又问 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指的颓然道 算了 能不得罪 就是好的 咱们还是老实待着吧 东家 掌柜的 一个小伙计 忽然急匆匆跑上楼 许老头见了 呵斥道 着急忙慌的干什么 毛毛躁躁的 东 东家 小伙计结结巴巴地道 平南侯府二公子来了 许老头疼的一下 站了起来 差点撞到面前的茶盏 在哪 他一面往外走 一面问道 小伙计抹了一把汗 刚刚下马车 这会儿 估计往楼上来了 许老头和黄掌柜 快步下楼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到一个锦衣男子 走了过来 正是平南侯府二公子 傅云朗 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人 看穿着打扮 应该是小司 护卫等身份 二公子大驾光临 小老儿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许老头连忙拱手作医 黄掌柜也跟着行礼 傅云朗摆摆手 也不说话 静止朝楼上走去 一直走到黄掌柜 用来招待贵客的一间屋子里坐下 这才开了口 我就是路过 顺便过来看看 他抬头看了徐老头和黄掌柜一眼 我娘过阵子要过生辰 店里有什么式样新颖的手势 拿来我看看 是 公子 黄掌柜硬下 转身去张罗手势 想起刚才的事 徐老头就有些心虚 他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傅云朗道 徐叔有事就去忙吧 我看看手势就走 徐老头正想说他不忙 可抬眼看到傅云朗那淡漠的眼神 赶紧把话咽了回去 拱手道 是 是 小老就不打扰公子了 说着失了一礼 退了出去 出去后 他也不敢离开 而是进了一个包间 等着傅云朗的召唤 不一会儿 黄掌柜进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小伙计 小伙计用托盘捧着几个锦盒 在黄掌柜的事意下 小伙计放下托盘 朝傅云朗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退出去之前 他还自觉地把门给掩上了 黄掌柜把锦盒打开 将里面的手势 一样样地展示给傅云朗看 傅云朗看完 皱眉道 就这些 是 就只有这些了 黄掌柜看出他不满意 张了张嘴想说话 由于片刻后 又闭上了嘴 有什么话就说 傅云朗邪你他一眼 你别忘了 你可是我的人 别把自己真当学家掌柜了 这话让黄掌柜冒了一身冷汗 不是 小人 小人只是觉得事情不大 往后 只要有事 只要你觉得应该禀报 不论大小 一概要禀报于我不得隐瞒 傅云朗冷冷道 说着 他抬起眼来看着黄掌柜 你要是做得不好 我就要考虑换人了 不过 小人一定及时禀报 黄掌柜连忙保证道 这座银楼 确实是徐老头家的 徐老头 及徐信达的父亲 年轻时在银楼做掌柜 直到徐信达成亲时 他父亲才自立门户 开了一家银楼 自己做了东家 不过 他家虽也有些人脉 级别却低 再加上钱财有限 银楼也只是小打小闹 直到两年前 傅家看中这家银楼 入股进来 傅家虽只是一个侯爵 在京城这地界绝位不鲜 但他们 在军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一般有头脑的人 都不会为了点钱 跟他们对上 有了傅家入股的钱 又有他们做后盾 银楼这两年 才发展成了 北宁县第一银楼的规模 傅家进入了股 战股还是大头 自然不会由徐信达 独自经营 派了黄掌柜来 不过黄掌柜 没有开银楼的经验 眼光也没有徐信达独辣 遇到事情 便会请徐信达做主 当然 这只是生意上的事 一旦设计到别的 黄掌柜自然要上报 真正的主子 刚才黄掌柜张嘴想说话 是觉得徐信达买下的 那张小鸟首饰设计图 还不错 没准公子看了 会满意他的心意 可一想这是说出来 就会牵扯出 其他设计图的事 想想徐信达 跟自己也有几分交情 为了这么点小事 让他被公子训斥 不利于以后 他跟徐信达的合作 这才打算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可既然公子要追根究底 他也顾不得了 把刚才的事 一五一十地 跟傅云朗说了一遍 傅云朗的眉头皱了起来 去把徐叔叫来 他吩咐小厮道 小厮出去 不一会儿 就领着徐信达进来了 公子 徐信达拱了拱手 神色有些不安 傅云朗既打发他离开了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会又叫他进来 现在叫他 必然有事 刚买下的那张首饰图 脸上没什么表情 让人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 一听首饰图 徐信达心里咯噔一下 抬头看了皇掌柜眼 皇掌柜低着头 不与他对视 徐信达从怀里 掏出一个扁扁的小锦盒 递给小厮 小厮捧到傅云朗面前 打开 傅云朗拿出里面的设计图 打开来定睛看了一会儿 抬起眼看向徐信达 目光满是失望 徐叔 你这银楼做不大 我原以为是钱财问题 现在看来并未如此 你这眼界 看得不够长远啊 徐信达听到这话 顿时慌得不行 他银楼开得好好的 愿意让傅家入股进来 一个是看中傅家这座靠山 想把银楼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他儿子的前途 他儿子考中了近视做了官 如果有傅家 这座靠山 仕途都能顺畅许多 可如果傅家觉得他不行 要把他一脚踢开 他除了每年得的那点分红 什么光都沾不到了 这可违背了他的初衷 公子说的是 我刚才是糊涂了 不过当时的想法 是想压压价的 毕竟咱是做买卖的 他开价一百两银子 咱们总不能他说 多少就给多少 毕竟这也许是个长期的买卖 却不想半路杀出个陈耀金 那位夫人冒出来截了道 在下这才犯了大错 听了这话 傅云朗的表情稍缓 见傅云朗有所松动 徐信达又道 其实这件事 还有挽回的余地 现如今 那两人还在茶楼里说事 要是谭不拢 咱们还可以将 许姑娘手里的首饰图买下来 即便他将图卖给了那位夫人 咱们还可以再请他设计 只要新颖程度跟这些图一样 咱们就付给他一百两银子 一张的价钱 成 那你派人去瞧着 如有必要 我可以出面跟他谈一谈 傅云朗道 徐信达大喜 是 小老这就亲自去门口盯着 说着失了一礼 急匆匆离去 傅云朗又把手里的设计稿看了看 地点皇掌柜 用最好的玉雕出来 半个月后 我派人来取 待皇掌柜接过设计稿 傅云朗瞧了他一眼 问道 你可知我 为何非得要买下这几张首饰图 皇掌柜略意私存 首饰的饰样新颖 就能引来许多贵客 从而加大银楼的名气 银楼的名气大增 生意自然蒸蒸日上 咱们也能在京城开分店了 傅云朗汉手 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为什么任由徐叔放糊涂 他一辈子经营这小店 想法保守 舍不得赢钱 可以理解 可你呢 身为我派来的掌柜 因为被徐叔牵着鼻子走 这么一家小店都管不好 往后我怎么放心 把更大的买卖交给你 皇掌柜战红了脸 羞愧的弯腰作衣 公子 小人知道错了 傅云朗摆摆手 行了 下次不要再犯就是了 你去找人家公寓卓吧 是 皇掌柜低头湿了一礼 退了出去 傅云朗望着他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公子 站在傅云朗身后的小丝 忽然唤了他一声 刚才皇掌柜说的那位夫人 会不会是镇南王家 嫁到英国公家的那位亲娘县主 小人听说 因为他成亲三年无所出 英国公世子要纳妾 他跟婆家闹得很不愉快 因他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 上德掌公主 与镇南王妃私交不错 便邀请他来北宁县女子书院执教 皇掌柜说 那位夫人身上的衣料是贡品 小人猜想可能是他 嗯 傅云朗一正 簇眉思索了一下 旋即把眉头松开 不在意的摆摆手 就算是他又如何 这北宁县 因为临近京城地界 皇亲国妻 薰贵全臣的庄子田地都在这 他们到这里来的还少了 多一个青阳县主也不稀奇 上德常公主 因为封地就在这边 不是常年居住在这北宁县里吗 他们多来些 对咱们的银楼也有好处不是 小丝赶紧笑着奉承道 公子说得极是 还是公子看得通透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我 傅云朗吩咐道 你去提醒一下徐叔 别冲撞了那位夫人 想要接触那位姓许的姑娘 最好等那位夫人离开后再说 是 坐着无聊 傅云朗想了想 还是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 说着 他出了屋子 叫伙计 带他到另一面 能看到茶楼的屋子坐下 一边喝茶吃点心 一边等着许熙等人出来 话说那头 许熙出了营楼 见那位夫人也跟着出来了 所以停住脚步 等着他上来 笑道 夫人 您是要看设计图吗 那是自然 要不我跟你出来干嘛 两人相视而笑 夫人请 我们上茶楼里谈 许熙做了个手势 迎楼的斜对面 就是一间茶楼 一行人到了楼上 要了一个包厢坐下 许熙就拿出那个 装了设计图的锦盒 打开来推到女人面前 这是设计图 夫人慢慢看 那女人却没有伸手 去拿设计图 而是抬眼看着许熙 姑娘可唤我萧夫人 不知姑娘贵姓 小 许熙正了一正 这才笑道 免贵姓许 许熙 萧这个姓 是这个架空国家 皇室的国姓 不过这个姓是大姓 除了皇室 民间也有许多 普通老百姓姓萧 倒不能根据这个姓 就判定眼前这女人 就是皇室之人 不过从她的穿着打扮看 此人非富极贵 萧夫人点点头 望着许熙道 许姑娘就这么直接 让我看图吗 咱们不应该先签那个契约吗 许熙一笑 摆摆手 我看夫人目光轻正 为人坦荡 绝不是那等喜欢耍手段的 再说 以夫人的身价 也用不着占我这点小便宜 方才我那样说 主要是针对那个迎楼东家 我看她可没有在买设计图的打算 虽不知许熙这话是真话 还是奉承话 但好话谁不爱听 萧夫人听她这么一说 顿时笑了起来 问道 你怎么知道 她没有在买设计图的打算 许熙娇俏地哼了一声 你没看她 拿出一百两 买我那设计图 十肉痛的样子 要不是 夫人你说了一句 她看不上就把设计图卖给你 估计她都不会掏一百两银子 买那张图 我看她是打着花一百两银子 买十张图的打算 萧夫人顿时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进了侯府 这古代的女人 许熙也算是接触不少了 不光侯府的夫人 小姐 便是连谢氏和许雪 这样的村里女人 举止都以真镜为主 笑的时候 都尽量控制张嘴的程度 同时会用手帕或手掌捂住嘴 不让人看到自己的牙齿 可眼前这个萧夫人笑起来那叫一个豪放 张嘴大笑 完全没想着要去遮掩的意思 许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萧夫人 行 你信任我 我也不能再矫情不适 萧夫人笑着 伸手拿过锦盒 把盖子打开 拿出里面的设计图 一张张看了起来 许熙是不会挂羊头卖狗肉的 她余下的这些设计图 都是她精心设计 巧思精美并不比第一张小鸟图差 萧夫人看了 一张张爱不释手 喜欢的不行 她看完数了数 一共九张 直接吩咐到 云嬷嬷给赵姑娘付九百两银子 站在萧夫人身后的婆子 从怀里掏出钱袋 数了九张银票给许熙 许熙结果银票到了谢 又问萧夫人 不知夫人买这些图回去 是叫工匠打制了自己带呢 还是家里开着银楼 当然自己带 萧夫人说到这里 忽然眼睛一亮 开银楼 她转头看向云嬷嬷 兴致勃勃地问道 嬷嬷 咱们开银楼怎么样 云嬷嬷看着萧夫人 眼里满是宠溺 小姐觉得开银楼好 那就开银楼 夫人都说了 你想做什么 尽管做就是 萧夫人眼里 有一瞬间的暗淡 不过她很快就恢复过来 看向许熙 许姑娘有没有兴趣 一起开银楼 她扬了扬手里的设计图 我看你心思极巧 如果由你来设计手势 咱们的银楼必然刻如云集 许熙要说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 乍然来到一个陌生世界 虽然许家人对她很好 侯府的老夫人 大夫人貌似对她也不错 但她并没有安全感 她不相信别人 只相信自己 唯有自己打拼出一个事业根基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再买个房子 她才觉得安稳 至于嫁人 哼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在现代她是这么想 到了古代 她仍是这么想的 所以 她得赚钱 她要在这陌生的世界里 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事业 而眼前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夫人看得起我 我自然乐意知己 不过我除了设计 其他的都做不了 既没钱也没人 所以 一起两个字 无从谈起 到时候 夫人可以给我给夫人的银楼做设计 每张设计图 给我一定的报酬即可 当然 这自然是在夫人对我的设计满意的情况下 如果不满意 夫人另请高明就是 云嬷嬷开始听自家主子说那话 心里还有些着急 这会儿听许夕这样说 她心下一松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来 其实他们家不缺钱 开阴楼 也不过是让自家小姐散散心 跟人合伙 无非就是分点钱给对方 这倒不要紧 只是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万一对方是个品行不端 包含祸心的 那岂不是找不痛快 惹出了乱子 被府里人知道 还不知道怎么笑话她家小姐呢 所以可不能贸贸然就拉人入伙 总得摸清楚对方底细 云嬷嬷有这种顾虑 许夕也同样有 所以 她尽管心动 还是推辞了 萧夫人说那话 不过是喜欢许夕的设计 又对她抱有好感 此时见许夕没有顺杆子爬上来 反而推辞 她对许夕的印象就更好了 她也不勉强 笑道 行 反正店面什么的都还没眼呢 等我张罗好了 咱们再谈这件事 她顿了顿 赵姑娘住在哪 我是女子书院今年考进来的学生 夫人有事 可以叫人到书院里找我 女子书院的学生 萧夫人瞪大了眼睛 云嬷嬷笑了起来 哎呦 可真是巧了 我家小姐是来女子书院授课的 啊 许夕三人都大吃了一惊 许夕反应极快 连忙站起来 拉过许夕的手 跟她并排站着 对萧夫人扶身行礼 学生许夕 拜见夫子 许夕这会儿也明白许夕的意思了 也学着她的样子 给萧夫人行礼 学生许夕 拜见夫子 萧夫人以起身扶起了许夕 见许夕也行礼 又听她自称学生 不由诧异 指着许夕道 这是 入学考试时 许夕就知道 女子书院极为重视学生的品行 现如今 萧夫人是她们的老师 那么她们的底细 以后总会知道的 既然这样 倒不如现在 就坦白 还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隋平侯府 有个被报错的女儿 不知夫人听说过没有 那个被报错 养在乡下的女孩 就是我 许夕笑道 她指了指谢氏 这是我养父母许家的婶婶 又指了指许雪 这是许家的堂妹 她歉意地嘲笑夫人笑道 我想自己赚点钱 到营楼来卖设稿 沈生和妹妹不放心我一人去 想陪着我 她们既担心我被人小看了去 穿衣打扮上 又不像一家人 就自愿半城下人跟我前往 并不是有意要骗人 谢氏一听许夕这话 就知道她担心什么 心也提了起来 赶紧道 是的 夫人 小夕这孩子一片孝心 赚这钱 也不是想自己花 而是看我们生活清贫 想让我们有本钱做个小生意 所以才来卖设计图的 她本也不同意我和小雪假扮下人 是我硬逼着她答应的 徐雪猛地点头 真是我们自愿的 我姐对我们可好了 我也是托我姐的福财考上的女子书院 学费 还是我姐六出的 萧夫人看了云摩摩一眼 见她点头 便知随平侯府抱错女儿的事 应该是确有其事了 她笑了起来 对许夕道 他们挺维护你的 许夕笑着点头 可不是 这是我的幸运 萧夫人见她笑得十分真诚 谢氏和徐雪 对她的紧张与维护 并不像是座位 心里忽然羡慕起许夕来 越是豪门大族 人际关系越复杂 即便是亲生父母 都不一定真正疼爱和关心子女 而是以利益为先 像许夕和谢氏母女这样 真心相待的 倒是少见 如果许夕的遭遇 真如她所说 生活在许家于她而言 倒是幸事 你们是今年考进来的学生 她又问道 正是 那好 萧夫人站了起来 既然都在书院 联系就方便了 等我找好店面 掌柜 再去找你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容后再见 恭送先生 三人送到包厢外面 目送着他们一行人的身影 消失在楼梯转角处 这才松了一口气 谢氏坠坠不安 小夕 这是对你和小雪 没什么影响吧 许夕摇头 应该没有 萧夫人性子直爽 她既没露出不悦 而且还说再联系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谢氏放了心 许夕转过身来 对谢氏一服 刚才多谢婶婶和妹妹 及时为我解释 你这是干什么 还当我是你婶婶 就别说这样的话 谢氏称道 三人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走吧 咱们回家去 许夕招来伙计 结了账 便跟谢氏 许雪 一起下了楼 因为有傅云朗的吩咐 萧夫人离开的时候 徐信达并没有打扰她 倒是傅云朗在楼上 看到萧夫人的容貌后 确定了她的身份 萧夫人有个哥哥 傅云朗见过 他们兄妹俩 眉眼间长得有几分相像 确认了萧夫人的身份 傅云朗倒很庆幸 自己刚才对徐信达的吩咐 他们平南侯府 不说跟镇南王府的差距 便是跟英国公府也差得远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这个女人 他们都得罪不起 徐信达耐心地等待 等许夕几人一出现在茶楼门口 她就赶紧从营楼里跑了出来 对许夕笑道 这位姑娘 刚才的事 我们再谈谈 傅云朗不放心徐信达 把黄掌柜也派了下来 此时 黄掌柜也在一旁帮腔道 刚才姑娘一走 我们东家就后悔了 这会儿 想继续跟姑娘谈一谈 姑娘说 一百两银子 一张图就一百两 我们绝无二话 徐信达连忙点头 对对 不好意思 剩余的九张图 已经卖给刚才那位夫人了 徐信达笑着对徐信达点点头 抬脚就要走 徐信达听到这话都想哭了 站到徐信达面前 拦住她的去路 哭丧着脸道 姑娘 那能不能再帮我们画几张 对 那位夫人给多少钱一张 我们就给多少钱一张 绝不低于一百两银子 黄掌柜也在极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真没有了 徐信达意地笑道 卖出去的这十张 都是我这一两年细细琢磨 反复修改出来的 费了无数的心血 哪里是能画就画的 二位 实在抱歉了 徐信达张了张嘴 什么一两年 这几张图 可是她看着徐信画的 统共画了不到一个时辰 她自然知道 这不是她说话的时候 只得压下心头的疑问 听徐信跟两人的对话 那姑娘回去 能不能再琢磨几张 只要试样新颖 一切都好说 黄掌柜道 我试试吧 想来你也知道 这种东西 不是我想画就有的 得需要灵感 徐信道 那好吧 如果姑娘想出来了 定要拿到御龙阁来 黄掌柜音音叮嘱 徐信这些画 想来确实是实情 这样的图 可不是随便画画就能有的 他们的那些工匠 都得需要找灵感 灵感不到 就是半年一年 也想不出什么新样式 这种事急也急不来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希望许希再画出新式样 能优先拿到御龙阁来 好的 许希说着 看了徐信达一眼 徐信达只得让开身子 郁闷地看着许希 带着几人离去 从皇掌柜这热气的表现 徐信达哪里还看不出 他也被二公子责备了 想要弥补过师 可见二公子对这件事的在意 想想今天这笔买卖 全是他做主造成的后果 他的心就往下沉了沉 他转头吩咐守门的伙计 跟着那位姑娘 看看他住在哪里 皇掌柜张嘴想要阻拦 可顿了顿 他还是闭上了嘴 伙计连忙朝许希 他们消失的地方追去 徐永义见许希直观往前走 已远离了御龙阁还没止步 他连忙道 西姐儿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叫辆罗车 叔 别急 许希说着 也不解释 静止朝前走 走到一个巷口的拐弯处 他走了进去 然后在一家中了槐树的人家门前 停住了脚步 站到了槐树后面 徐永义夫妇和徐雪 不知道他此举的用意 不过也没问 跟着进去 谢氏知道 许希此时身上放着巨款 虽然这条巷子并不偏僻 但比起刚才那条大街 还是冷清了些 如果有人起了歹意 凭徐永义一个男人 还真不一定能护得住他们 他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许希嘘了一声 示意他们晋升 谢氏连忙闭了嘴 跟着许希的目光 看着巷子口 就听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静止朝前跑了几步 似乎发现不对 停住了脚步 朝四下张望 许希不带他看到自己 就出声问道 你是在找我吗 徐永义这才看清楚 这人正是徐龙阁守门的伙计 他刚才在楼下等许希几人时 就跟着伙计聊过几句 再不会认错的 他惊怒交加 徐龙阁这是买卖不成 要对许希其歹心 HTTPS 3W点 BKUGAGE COM94下划线 94560465853447 HTML第74章 试探 四更 那位伙计的本职 就是接待客人 迎来送往 从没做过跟踪客人的行径 此时看到许希几人 好征以侠地站在那里 看样子是 专门在这里等他的 他顿时战红了脸 集中生智的石口否认 连连摆手 不 不是 姑娘别误会 我家就是住这里的 他指了指前面 家里有急事 所以跑得急了一点 哦 是这样 许希笑得意味深长 做了个请的手势 那赶紧回去吧 不耽误你的急事 伙计没法 只得朝许希拱了拱手 硬着头皮朝前跑 说 你留在这里 如果他转过头来 想追我们 你把他拦住 问他 想干什么 说怀疑 他想打劫 做事拉他去衙门 吓他一下 许希道 见许永义满脸受惊地点头 他又叮嘱 你回来的时候 多绕几道弯 确定身后没人跟得再回家 可你们三人回去 我不放心 许永义道 他虽走街窜巷这么些年 见过不少龌龊手段 但像今天这样 青天白日打劫的事 还是头一次见到 心里受到的惊吓不小 谢氏和许雪 也是一副惊吓过度的表情 许希安抚道 别担心 他们不是想打劫咱们 而是想知道 我住在哪里 往后他们好叫人 来问我画没画好设计图 只是 伤人的正常手段而已 真的 许雪盲问 自然是真的 他们家大业大 还不至于为了这点银子 铤而走险 许家三口锯都松了一口气 好 那你们赶紧走 许永一知道 银楼真如许希所说的这般 那个伙计为了好回去交差 定然还会再回来的 有我在 不怕 谢氏抓着许希的手 跟老鸡护小鸡一般 拉着他快步出了巷子 朝远处的罗车车夫招了招手 也不带罗车驶过来 快步跟罗车会合 上了罗车 吩咐车夫 快走 罗车车夫也不知出了什么事 使着罗车朝前驶去 咱们去哪 是回城里的宅子 还是直接去书院 谢氏问道 在他看来 还是去书院好 书院可是皇家开的 御龙阁的东家胆子再大 也不敢冲到书院里去找人 去城里的宅子 许希道 他还有事情 要跟许永一夫妇谈呢 此时黎清风他们来接 还有半天功夫 正好趁此时间说一说 往后他来去 都会有人接送 再来许家宅子 怕是不方便 可不能被御龙阁这一下 就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那好吧 谢氏也舍不得 就这样直接送许希去书院 他可听许雪说了 书院今天只是报名 并没什么人 许希一个人在书院里待着 也不是个事 即便如此 谢氏明显还是被吓着了 他愣是让罗车在街上转了两圈 发现后面没人跟踪 这才让车夫往许家宅子方向驶去 到了附近 他也不让罗车直接驶到家门口 而是在附近就下了车 领着许希和许雪穿过两条巷子 这才回到家 过了一阵 许永一也回来了 对许希道 果然如你所料 你们一离开 他就又转回来了 要不是我手在那里拦住他 他指定又要跟着咱们回来 说 赶紧谢谢吧 许希给许永一倒了一杯茶 谢氏拍了拍胸口 对许希道 还是小夕考虑周全 要不是你小心 今天咱们可就着了他们的道了 许永一十分不放心 这县里就这么大 往后总有遇到的一天 要是在路上遇见 或是知道 你在女子书院念书 早上 你可怎么好 谢氏和许雪 也紧张地望着许希 一家子都没发现 不知从何时起 他们都把许希 当成了主心骨 不怕 许希道 我可是女子书院的学生 还是侯府的小姐 他们怎么会为了点利益 就惹上麻烦 这话 是真真正正安慰到许家三人了 许希见他们神经缓和下来 对正打算继续去厨房忙碌的谢氏道 沈 你也坐下 趁着有空 咱们说说你们的买卖 谢氏赶紧重右坐了下来 说 买卖的是准备的怎么样了 许希问许永一 昨天送了你离开 我们就到了县里 我这些年走街窜巷做小买卖 也认识了一些人 我找人打听过了 在街上长期摆摊 除了要给衙门里交一定的费用 还要给这里的一伙混混交保护费 同工加起来一个月 大概是一两银子 如果生意做得好 可能还要交更多 说起这个 许永一的脸色便不大好看 他原先做小商贩 游走在各村之间 并不需要那摊位费和付税 更不需要交保护费 而他辛辛苦苦一个月 除了本钱 大概也就赚个一两多银子 现在生意还没做呢 就要交这么多钱 他心里就有点忐忑 唯恐生意不好做 到头来钱没赚到 还亏了本 许永一也猜到了许永一的顾虑 他笑问道 叔 你猜我刚才赚了多少钱 谢氏一听就紧张起来 嘘了一声 指了指隔壁 道 小声些 那家的孙子 耳朵最是灵光 别让人听了去 刚才进门的时候 他就关了院门 这会子他干脆起身 把堂屋的门也给关上了 许永一吐了一下舌头 从怀里把银票掏出来 放到堂屋的八仙桌上 虽说许家人对他好 但财博动人心 这处小院也不过是值一百两银子 一千两 能买十处这样的院子了 许永一夫妇 对这处院子不起贪念 可十处呢 许希其实是不想用金钱 去试探许家人的底线的 他自己赚的钱 也不会有全部送给许家人的想法 只是这钱是在谢氏和许雪眼皮子底下赚的 与其遮遮掩掩 让许家人寒心 倒不如大大方方拿出来 也趁机再看一看许家人的品行 他以后肯定不止赚一千两 几千两银子 如果许家人的品行真好 值得信任 那他以后就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他们打理了 看清楚银票上的面额 而且银票至少有八 九张 许永一虎了一大跳 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你你 这这 赶紧收起来 快收起来 他连声催促 谢氏即便看着许老头和萧夫人给的银票 可这会儿 银票堆在桌上 想想那是一千两 谢氏也心跳如骨 整个人慌张得不行 快收起来 要是被人看见 非得招呼不可 他瞪了许熙一眼 往后别让人看到 藏好了 侯府那边也别让人知晓 许熙见这夫妻俩有震惊 有慌张 眼里却没有任何贪念 许雪更只有一脸的羡慕与崇拜 他的心情极好 他拿起八张 折起来放进怀里 把余下的两张递给许永一 叔 这是我孝顺您和婶婶的 您拿着 放开手脚做买卖 别怕 咱们的凉拌菜那么好吃 生意一定很红火的 许永一却像那两张银票烫手似的 往后退了两步 这才对许熙正色道 西姐儿 我不能再要你的钱 你都给我们想了这么个好点子了 我要还不能把生意做起来 那就真是废物了 要是这样还拿你的钱 我良心不安 许熙心里暖暖的 他道 叔 原来咱们没本钱 凉拌菜买卖 我还打算慢慢做 稳扎稳打 可现在有钱了 生意就不能这么做了 那凉拌菜出现后 很快就会有人跟风 即便味道不如咱们的好 只要他们卖得便宜 又在咱们影响的范围之外 肯定也卖得不错 这样往后 咱们再想做大 就很难了 许永一点点头 他也想到了一这点 可想到了也没办法 尾食能力不足 饭只能一口口吃 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许熙继续道 我想着 不如咱们直接做批发商 批发给城里的那些小商小贩 给他们划分地盘 让他们统一售价 书和审只管在家里拌菜 菜也别自己洗自己欠 固人做 你们只管半条料即可 唯有这样 咱们才能利益最大化 既不累 又能赚大钱 他上前一步 将银票又递到许永一面前 这钱就算是我借给你的 或算我投资 等赚了钱 你再还我 或给我分红 许永一被许熙勾画的蓝图 引得热血沸腾 他是个男人 也有赚大钱做大事业的野心 许熙给他描绘了那样 一幅美妙的画面 再让他退回来 小打小闹的从一个摊子熬起 他也是不甘心的 他一咬牙 成 这钱书就拿着了 他想了想 原先你只提供方子 拿两成分成 现在你寄出了本钱 分成就不能这么算了 你得拿五成收益才成 否则 这钱我也是不能要的 本钱全部由许熙来出 如果亏了钱 他们短期内可没钱还给许熙 想要还 还不知猴年马月去了 如此一来 这门生意的所有风险 就算由许熙承担了 可赚到的钱 却没有他的分 这不公平 但这笔钱 当成许熙的投资 就不一样了 风险照样承担 收益一起共享 这对许熙才公平 当然 许永逸这么做 也是因为他觉得 这生意不可能亏本 反正他一开始 就会控制成本 绝不会直接把许熙 那二百两银子 全用出去 种类可以先少一点 等口碑上来了 再增加品种 这样既能控制成本 也能在别人跟风的时候 用新品种 把对方给击垮掉 但方子是许熙给的 刚才的经营模式 是许熙提的 也是有了这二百两银子做胆 他才敢把摊子铺那么大 做大生意的本钱 也是许熙出的 所以 给许熙分五成红利 他觉得很合理 许熙也不推辞 点头道 行吧 一您的想法办 许永逸又问 你能每日过来看他吗 他现在发现 许熙的生意头脑比他强 思虑的也更周到 跟许熙一比 他这个做了十几年 小买卖的人 就差得远了 骤然把摊子铺这么大 他心里有些没底 要是许熙能每日出来看看 出出主意 他的心能安定很多 许熙想了想 恐怕不行 上学放学的时间 都是固定的 侯府那边 直接马车接送 书院又规定 没有家里人接不许出门 我们中途即便有点空 也不能出来 支持许家做生意的是 他不想让侯府知道 免得他们误会 他把那一百两银子 送给了许家 想要解释 就得扯出他卖设计稿的事来 虽然他不在乎侯府 但多一事 总不如少一事 谢氏就瞪了许永义一眼 孩子念书是大事 你别拖后腿 许永义赶紧点头 是我考虑不周 你们专心念书 不要顾念家里 家里买卖 我会照顾好的 其实有什么事 你让小雪转告我就可以了 有必要我就过来看看 如果不方便 我也会通过小雪 来跟你们交流 许熙笑道 听着许熙说 能时不时过来看看 谢氏也很高兴 见事情谈完 他问道 饿了不 我早上没了米浆 小夕你爱吃芋头糕 我去给你争取 离清风他们来街还早着呢 许熙也不急着回书院门口等着 老是不客气的跟谢氏道 好 婶婶你可得多做些 否则可不够我吃 就你那小猫的饭量 能吃多少 谢氏称道 白手起身 行了 你们去歇一歇吧 临出门前 他又回头道 小夕 你原来的房间 婶婶帮你收拾过了 给你留着 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 即便不住 歇歇脚也好 小雪的房间在你隔壁 这宅子在许永曾夫妇俩去世后 就租了出去 原主的房间自然没有保存 东西都搬回了小荣村 现如今打算自己住 谢氏这才把许熙的东西 从小荣村搬来 将他原来的房间 恢复成以前的模样 谢氏也知道 侯府是不会让许熙到许家住的 毕竟许永逸 许重文 如今在许熙这里算是外难 彼此没有血脉关系 许熙再住在许家 万一有人传扬出去 坏了许熙的名声 他给许熙收拾屋子 表示的是一个态度 不管许熙是什么身份 这里永远是许熙的家 许熙跟许雪去看了一回房间 回头去厨房对谢氏道 是 我又不在这里住 你给我在哪里随便找一间 平时用不着的房间就可以了 没必要留这么好的房间 原主是许永曾夫妇唯一的女儿 因此 原先的房间 就在东乡靠南的那一间 是除了正房之外最好的屋子了 现如今许永逸一家搬进来 按古代重男轻女的习俗 东乡应该给许重文住 许雪住西乡 可为了保留许熙原来的房间 谢氏愣是把东乡靠北的那间 给了许雪 许重文住了西乡房 谢氏摆手 你重文哥想要间书房 西乡两间一间做卧室 一间做书房 正好合适 可不是为了你才让他住西乡的 话是这么说 可许熙却知道他们的一片心 厨房脏 可别把你的裙子弄脏了 赶紧回房去 谢氏又往外赶人 又赶许雪 你也是 别进来 两人指的无奈地重又回了房间 进了房间 许雪就对许熙道 我娘说书院里要交刺绣 我的手不能变粗了 现如今死活不让我干活 她坐了下来 给许熙倒了一杯茶 两眼巴巴地望着她 姐 我不想吃白食 我也想赚钱 你帮我想想 怎么写画本吧 许熙摸着下巴想了想 一会儿我写个大纲 你照着大纲写出来 我看看 写作这东西 要不就得博览全书 把别人的人生经验 变成自己的人生经验 要不就得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可这两样 许雪都没条件达到 那么 只有她先给许雪把脑洞打开 以后再让她慢慢完成 许熙上辈子没写过小说 但小说不要看得太多 虽然没吃过猪肉 但各种猪跑的姿势 她都见过 弄个大纲给许雪做参考 还是没问题的 什么叫大纲 故事梗概 许熙摆摆手 不让她打断自己的构思 许雪见状 赶紧去铺纸摸摸 许熙想了一会儿 见许雪把摸摸好 就提笔刷刷写了起来 第一次写小说 篇幅不能太长 所以这个大纲十分简单 从打草稿到腾超完毕 不过是花了许熙一盏茶功夫 给你两天功夫 两天后把写好的稿子拿给我看 许熙道 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不给点时间限制 估许雪一个月 都不一定能写得出来 许雪捧着小说大纲 如获至宝 头也不抬得点头 嗯嗯 好 吃过点心 看看时辰差不多 许永义和谢氏 又叫了一辆罗车 跟许雪一起送许熙到书院门口 许熙下了车 只注意要下车的三人 叔叔 沈沈 你们忙得很 跟小雪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进去逛逛 见谢氏满脸不放心 她又道 我就在门口跟世墨聊天 哪都不去 小雪知道的 许雪知道 此时陈夫人他们 定然还在那里等着学生来报名 许熙进去 倒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 她点点头 那行吧 要是找不到世墨 你就会宿舍歇息一下 许熙挥挥手 拿出身份牌 给婆子验证一番 却没有进书院 而是递了谢氏做的芋头糕给婆子 跟婆子聊起天来 许熙在现代读了十几年的书 最知道跟门卫打好交道的好处 她穿得好 长得不错 又送了点心 嘴还甜 守门的婆子开始还绷着 跟她客客气气的 职责所在 也不怎么搭理她 可聊了几句之后 就被攻陷了 跟许熙说起书院的一些事情来 等清风等人来接许熙的时候 她已经跟两个婆子 亲热的跟祖孙差不多了 挥着小手甜甜的笑 江�嬷 江嬷嬷 陶嬷嬷 我加马车来接我了 下次过来 我给你们带糕点哈 五姑娘 清风等许熙坐定 先把带来的糕点递给她 一面道 六姑娘被京城的女子书院取重了 许熙拿糕点的手一顿 惊讶地望向清风 清风回望着她 眼里带了些微微的同情 在她看来 许熙跟赵如雨之间的关系 就是纠战雀巢的纠和雀 是不可能和睦的 而昨晚两人相处的情形 她也看到了 虽没剑拔弩张 却也淡漠之急 两人似乎都有一避开对方 不光没有交好的意思 反而隐隐有点别苗头的味道 许熙虽然是侯府的血脉 但这么多年 忠实养在外面 无论是学识 教养 还是感情方面 都比不上赵如雨 唯一能比赵如雨强的 就是她考进了女子书院 让老夫人和大夫人都高看她一眼 可现在赵如雨考进了京城女子书院 这一点优势就全没有了 她全面地被赵如雨踩在了脚下 京城女子书院 可不是县里的女子书院能比的 不说教授学生的夫子身份如何高贵 才学如何卓越 只说童窗们都是全京城 甚至全国最拔尖的那些姑娘 这都是人脉 相比而言 县里女子书院学子当次不知道低多少 素素 宿主 系统听了这个消息 结结巴巴地在脑子里喊道 这可怎么办 许熙回过神来 微粗着眉头问系统 你不知道这消息 不知道啊 系统有些猛圈 她肯定不是今天才考的京城女子书院 她去考试 你不知道 许熙问道 难道她对系统的能力判断有误 系统半上没有作声 隔了好一会儿 她才捏捏地道 我没注意 她是两天前去考的事 因为你回侯府的事 一直各种闹腾 我就没关注她 许熙的心神一下子放松下来 没事 不就是去上学吗 我跟她 井水不犯河水 许熙语调轻松地对系统道 可那是京城女子书院啊 无论是老师的才学 还是同学的出身 才华 都不是县里的老师 同学能比的 你本来就比她差了 现在她进了京城女子书院 差距岂不是越来越大了 你还怎么胜过她 成为人生赢家 系统都快要哭了 胜过她 就成为了人生赢家 许熙终于搞明白了系统的逻辑 我过好自己的日子 生活幸福 难道就不是人生赢家 因为在这本书里 她是人生赢家 你只有过得比她更好 更出人头地 更出类拔萃 生活得更美满幸福 咱们的任务才算是圆满完成 系统到 许熙醋眉 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说 我原来不是系统障碍吗 尽管时间 你赚了点积分 修复了一点点 我才知道的 许熙摸摸下巴 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有什么好处 系统似又震惊又不满 你在现代都已经去世了 现在捡了一辈子的时间 重活一世还不够 还想要什么好处 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你强加给我的 许熙十分的理智气壮 要不是你绑定了我 没准我早已重新投胎去了 我上辈子 好歹也扶过老奶奶过马路 肯定能投个好胎 再不计 也比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古代强吧 没网络没空调 连肥宅快乐水都没有 我在现代 就是投胎成农村小姑娘 也比在这强 系统 她竟然无言以对 她想跟许熙说不搞封建迷信 没有投胎这一说 可许熙都浑穿了 再说不能投胎 好像也说不过去 所以 如果没有好处 我是不会去跟赵如鱼比的 我只想做一条咸鱼 许熙义正词言 MMP 神策的咸鱼 拜赏 系统道 可我的障碍只修复了一点点 还没彻底修复好 也不知道 最后任务圆满后 会有什么好处给你 你先努力着 等以后积分多了 我的障碍修复好 自然就能知道 许熙一翻白眼 哄谁呢 反正没好处 别让我干活 清风那边见许熙久久没有说话 以为她被打击到了 想了想 出言安慰道 姑娘也别多想 老夫人 大夫人 挺喜欢你的 姑娘进了女子书院 有才有貌 又有家事 还这么能干 往后过得定然不差的 许熙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伸手拍拍清风的肩膀 谢谢你安慰我 不过我没难过 日子是自己过的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跟别人比什么呢 我以前在小农村 过得也很快活 姑娘这么想就对了 清风抿着嘴 也笑了起来 马车快到猴府时 清风忽然问道 姑娘的晚饭 打算怎么吃 嗯 许熙不明白地看向她 老夫人喜欢清静 都是自己一个人吃饭 三房人就各自在自己院里吃 大夫人说 感情都是处出来的 一家子骨血不能太生分 如果中午不方便 至少晚饭要一起吃 所以除了姨娘们 各房的少爷 小姐都是跟着老爷 夫人一块吃饭的 清风抬眼看许熙 所以论理 姑娘该回二房 去跟二老爷和二夫人一起吃饭 不去 许熙想都不想 直接拒绝 她才不会委屈自己 去卫室面前受气 吃不好饭 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清风没想到她 拒绝得这么干脆利索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许熙吩咐跟着一道 来接她的点将道 回到府里 你去厨房 把我的份力提到品明居 往后我一个人吃饭 这 不等点将答应 清风就劝道 不光二老爷和二夫人不会答应 老夫人可能也会对姑娘的做法不满 姑娘是晚辈 借着吃饭跟二夫人缓和一下关系 昨日的事就过去了 反正姑娘搬出来了 只吃饭的时候去二房一趟 半个时辰的功夫 忍一忍就过去了 许熙摆摆手 不容置疑 就照我的吩咐办 一顿饭功夫后 马车停下 许熙下了车 就看到侯府张灯结彩 仿佛要办喜事似的 许熙回想了一下 昨日老夫人大夫人似乎媒体府里有喜事 随问清风 这些红灯笼是为六姑娘挂的 清风小心地打量着她的神色 应道 是 许熙点点头 没有说话 静止往里走 走到正院门口 她停住了脚步 想了想 进去给老夫人请安 没想到赵如雨也在坐 正跟老夫人 大夫人坐在一起 喝茶吃点心 老夫人和大夫人都容光焕发 整个人都透着喜气 赵如雨更是如此 穿着大红色衣裙 头上 脖子上 都戴上了精美的首饰 跟昨天路人甲一般的打扮 宛若两人 看到许熙 赵如雨站了起来 唤了一声姐姐 西姐 回来了 来 坐下喝杯茶 大夫人见了许熙 朝她招了招手 许熙一笑 走过去坐下 谢过地茶的戴帽 对赵如雨道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恭喜你 侥幸而已 也是托了老夫人 大夫人的福 赵如雨笑着 语气谦卑 但眼神里 还是经不住 闪过一抹得意 是你自己能干 老夫人对赵如雨的态度 比至昨日更热络了几分 京城有多少 贵女和官家小姐 更遑论一般的富贵人家了 京城女子书院 每年才招五十人 能考进去的 都是人中龙凤 你能考进去 我跟你大伯母走出去 都有光 大夫人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许熙 关切地问道 今天去书院报名 情况如何 许熙过来请安 除了对老夫人 这个当家人的尊重 也是要说这件事 老夫人 大伯母 我在书院里 要了一个床位 有时候天气不好 或是书院里 有个什么事 一时回不来 也不至于抓下 中午也有个歇息的地方 要个床位没啥 但老夫人 对许熙这种 自作主张的做法 有些不满 神色淡淡地 恩了一声 没有说话 大夫人赶紧笑道 也是应该 毕竟那么远 真有个什么事 在那里也有个落脚点 书院里安全 可比在外面 买个宅子歇脚强 也不会被人诟病 她看向赵如雨 京城书院的学生 都是住在家里的吧 是 赵如雨道 大家都是京城的 家中长辈也不放心 让大家在外住宿 所以几乎没有 要求住书院里的 只除了那些 各地女子书院 送上来的学生 对于各地 送上来的学生 因为家里 没人考进女子书院 老夫人和大夫人 以往并不关心 这会儿有了许熙 大夫人就关切地问道 各地送上来的学生多吗 要什么条件 才能送进京城女子书院 赵如雨笑道 听说要十分出色 各门功课都达到假等 才有报考资格 到京城来 还要再考两次 优中选优 最后只取十名 她抬起头来 目光隐晦地 在许熙脸上扫了一下 垂下眼眸 又继续道 这也是 为了防止有些人 曲线救国 觉得京城女子书院难考 就想办法去下面的书院就读 再通过晋升 进到京城女子书院来 晋升的难度加大 就禁止了这种现象 说到这里 她冲着许熙柔柔一笑 姐姐别多心 我不是说你 你自然不是这种情况 啊 幸好你解释一句 否则我还以为你在讽刺我呢 许熙拍拍胸口 一副怕怕的样子 不是就好 要不我这心里怪难受的 我自幼在市井乡下长大 家里条件不好 买只比买条墨都困难 更不用说秦啊奇啊什么的了 如今能考上县里女子书院 已是烧了高厢 京城女子书院什么的 想我都不敢想 没有几千两银子严实教导 怕是连门槛都进不去呢 赵如雨一噎 笑容僵在脸上 老夫人看了赵如雨一眼 又看了看许熙 没有说话 大夫人也没说话 不过心里对赵如雨 已有了不满 赵如雨不是侯府小姐 阴差阳错下 被抱回来金尊玉贵的长大 算是偷了许熙的好日子 好资源 心里没有愧疚就罢了 竟然还当面出口讽刺许熙 实在太不厚道了 纯属小人得志 她对老夫人道 母亲 天色也不早了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二房里 估计弟妹也在等着两个孩子回去 不如让他们回去 我替您传犯 因为赵如雨考上京城女子书院 势大喜事 府里不光张灯结彩 还打算晚上设个家宴 庆贺一下 等过几日寻休 大家都有空了 府里在设宴请亲戚朋友来 一是当众承认许熙的身份 让大家都知道 侯府二房有这么一个嫡女 二是告诉大家 赵如雨和许熙 考上了女子书院 消息传出去 好人家才会考虑跟侯府结亲 可看赵如雨这样子 大夫人决定取消家宴 厨房里做好的饭菜 直接分到各房就是了 也不会浪费 说起来 大夫人才是侯府的女主人 老夫人跟她婆媳相得 诸事话记忆出口 老夫人自然不会博了她的面子 好 你们赶紧去吧 免得你们母亲望眼欲穿 老夫人笑道 看两人这态度 赵如雨颇有些意外 一直以来 她都觉得 老夫人和大夫人是唯利是图的 一心只为侯府前途打算 她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不说许夕这个树房嫡女 便是大夫人所出的掌房嫡女 在老夫人和大夫人心中 怕是也要排到她后面 不要说她只是小小地刺了许夕一下 便是更过分的举动 她觉得 老夫人和大夫人 看在她给侯府带来的巨大利益上 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情况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 跟许夕行李离开 走出正院 她不由转过头来 好好地打量了许夕一下 许夕一挑眉 笑应地问道 怎么了 赵如雨见首门的婆子不在 服输和清风离得也有些远 忽然逼近一步 直直地看着许夕的眼睛 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谁 你不是赵如夕 语气十分肯定 许夕歪了歪脑袋 疑惑地看着她 反问了一句 我不是赵如夕 玄机灿然一笑 对啊 我不是赵如夕 我是许夕 你稀罕姓赵 送你好了 说着 她也不管赵如雨是什么反应 转身朝品名居走去 赵如雨站在那里 神色变化莫测 久久没有动弹 虽然许夕没有承认 但赵如雨已经确认 这位真不是她上辈子 认识的赵如夕 她不是跟自己一样重生了 就是直接换了个灵魂 因为 她占了赵如夕的身份 上辈子整个侯府里 没有谁比她更在意赵如夕 赵如夕的神情举止 处世作派 她都清清楚楚 而一个人即便重生了 性格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痕迹 可她在许夕身上 看不到前世赵如夕的半点影子 所以 换了个灵魂的概率更大一些 服输见赵如雨正愣 还以为她被许夕欺负了 上前扶住赵如雨 安慰她道 姑娘你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便是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不敢随便给你弃手 五姑娘要是有什么过分的言行 你也别忍着 对回去就是了 往后 没准她还要指着你过日子呢 赵如雨回过神来 傲然一笑 可不是 就算赵如夕再不是上辈子的 那个赵如夕又如何 她也不是上辈子的赵如雨了 上辈子她比赵如夕过得好 这辈子她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赵如夕就算换了个人 也照样比不过她 何去 走吧 她转身往二房方向走 服输转过头来 疑惑地问赵如雨 五姑娘不回二房吃饭 品名居里 袁嬷嬷也这么问 许夕摆摆手 对点将道 去提饭 点将看了袁嬷嬷一眼 答应一声 转身出了屋子 姑娘 咱可不能任性 二夫人再如何 也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跟她闹僵 别人只会说你不笑 袁嬷嬷苦口婆心地劝道 不用再劝 这是我自有分寸 许夕淡淡道 如果换做别人 许夕这么说 做下人的 即便有满肚子的话 也不会再唠到个没完 免得惹了主子的咽 可袁嬷嬷自识是老夫人派来的 有教导 管束许夕的责任 骨子里 还是没把许夕 当成自己真正的主子 态度未免就有些轻慢 她没有闭嘴 继续叨叨 这可不叫有分寸 五姑娘 不是老奴 非得要说你 一家有一家的规矩 不光咱侯府 甚至整个京城的人 都把笑道看得很重 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尊重 还指望 她能敬重君王 尊敬师长吗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话说到这里 她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 因为她发现 许夕正直直地看着她 面无表情 目光冷漠 姑姑娘 她结结巴巴地唤了一句 老奴说这些 也是为你好 我很感激袁嬷嬷 对我的这份心 许夕开了口 可与其平平 神情淡漠 完全听不出 她有分毫的感激之心 袁嬷嬷年纪大了 我愿意这些事 还是让清风他们多操心吧 嬷嬷嬷你回去歇歇 顿了顿 她在袁嬷嬷开口辩解前 又补充了一句 我都是为你好 这句话 成功把袁嬷嬷即将出口的话 噎在了喉咙里 其实在跟卫士发生冲突的时候 许夕就发现 这个袁嬷嬷 做事比较滑头 她不像清风那样 因为被派来侍候了 她这个主子 便以她的利益为先 有什么事都冲在前头维护她 袁嬷嬷却不是这样 她当时就仿佛站在旁边看戏一般 颇有些事不关己的意味 只是到了后面 看到清风他们冲上去了 她才不得不上前去拦领嬷嬷嬷他们 好在她这个主子面前捞个好印象 本来许夕还想再观察观察 毕竟人的性格不同 处事的方式也有差别 不能仅凭一个举动 就否定一个人 可现在她觉得 不用再观察了 无论前世今生 她都是个十分有主见的人 最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事指手画脚 即便是父母都不行 更何况是个下人 姑娘 袁嬷嬷还想说什么 被许夕阻止了 不用再说了 你退下吧 说着 她不再看袁嬷嬷 拿起茶盏 慢慢地喝起茶来 袁嬷嬷屈得要死 可许夕明摆着 不想再听她避避 她只得抿着嘴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二房那头 李嬷嬷受软嬷嬷之托 正在开酒卫室 现如今 咱们二房里有两个姑娘 都考上了女子书院 大夫人和三夫人 不知有多羡慕您呢 您可别让她们看了笑话 五姑娘没教养 脾气僵 六姑娘面上看着柔弱 骨子里也是有主意的 两个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性子 夫人您一向聪明 可别在这世上犯了糊涂 白白叫人捡了便宜不说 还被人笑话 卫室其实昨晚跟许夕发生冲突后 就后悔了 她背地里对赵如雨不好 但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尤其是在老夫人 大夫人等人面前 她对赵如雨 也是一副慈母模样 许夕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 不管在小荣村发生了什么 既然接回来了 她不管心里如何想 面上就应该对许夕更疼爱才是 而不应该一见面 就横挑鼻子竖挑眼 最后导致许夕这小妮子搬了出去 叫满府人都看了笑话 她垂着眼拔弄着茶盏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嬷嬷你说得对 是我错了 她抬起眼 看了看屋里的滴漏 这个时辰 西姐该回来了吧 等她来请安 我会对她好一点的 李嬷嬷见她听劝 脸上露出了笑容 道 六姑娘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世大喜事 老夫人都叫张登杰才撒了铜钱 晚上定然要设宴 要是五姑娘不来请安 一会儿吃饭见到她 你也别责怪 好好说话 关心关心她 您毕竟是她亲娘 对她有个好脸 她心里自然就欢喜了 没准再劝一劝 她就能搬回来住 她长舒一口气 往后找个好夫婿 也能帮衬帮衬二少爷不是 二少爷虽然能干 但一个好汉三个帮 有人帮扶 总没错的 提起儿子 卫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 丫鬟进来禀告 夫人 饭白好了 老爷 少爷 小姐也都到了 卫士的笑容一脸 一面起身往外走 一面问李嬷嬷 不是说设宴的吗 李嬷嬷也一脸猛圈 老奴也不清楚 卫士倒也不在意 虽说赵如雨是二房的姑娘 但终不是她生的 一步起来 何必去老夫人和大夫人面前 找不自在呢 设不设宴 都没关系 两人去了善厅 看到赵元良 赵静安 赵如雨 赵如蕊在座 许夕却不见踪影 五姑娘呢 没有通知她吗 卫士抬眼看向小丫鬟 丫鬟连忙禀道 通知了 五姑娘 说她在自己院里吃就好 不过来了 什么 卫士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 声音都拔高了几个分贝 屋里的人都静若寒蝉 卫士刚想指使赵如雨去叫许夕 想起她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的事 她的手指转了个弯 指向了赵如蕊 你去 不管用什么手段 把她叫过来 赵如蕊犹豫了片刻 在卫士虎视眈眈下 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后一步三挪地去了品明居 此时 品明居里 点将一把饭菜提了回来 给许夕摆上了 清风看到那些菜色 不由皱起了眉头 问点将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许夕也疑惑地抬起头来 看向两人 点将捏如着好伴上才到 厨房 厨房的人说 姑娘的饭菜已送到二房去了 奴婢 奴婢便将自己的奋力提了回来 说着 直接跪到了许夕面前 奴婢自作主张 还请姑娘恕罪 许夕挑眉 原是如此 她说呢 昨晚宴席上的菜自不必说 鸡鸭鱼肉一样不少 早上的早餐 也有一咸一甜两样粥 两样点心 四碟小菜 也还算丰盛 怎么到了晚上 这菜就酱了好几个档次呢 一碗白米饭 一碟子咸菜 一碟子炒青菜 连点油心子都看不到 原来这是三等丫鬟的奋力 好丫头 快起来 她起身 亲自把点将扶了起来 笑道 幸好你机灵 否则我今晚就要饿肚子了 不过 她眨了眨眼 你的饭被我吃了 你岂不是要被饿肚子 见许夕没有生气 反而是有赞赏的意思 点将松了一口气 抿着嘴 腼腆地笑道 没事 我娘就在厨房里做事 我提饭的时候 她给我塞了一个馒头 我饿不着 点将才十二岁 是个家生子 她娘在厨房里做厨娘 爹则是管花木的一个小管事 否则 许夕身边的三等丫鬟 还轮不到她做呢 在姑娘身边做事 升等容易 还时常有打赏 活也不累 可比在别处 做粗使丫鬟强太多了 是个抢手的差事 新人 又发现许夕不是个好脾气的 虽没打骂过他们下人 但面对老夫人 夫人 她都敢硬碰硬 所以点将做事 总是战战兢兢的 以脆的情况也跟点将差不多 光吃馒头怎么行 我也吃了不少点心 不饿 这些饭菜咱俩分了 一人一半 许夕说着 走到桌前 把饭菜拔了拔 各样匀出一半留给点将 自己拿着半碗饭 就着咸菜和青菜吃了起来 点将的娘不好 在菜色上给女儿特殊的待遇 就只好在分量上给点优待了 所以这饭菜菜色虽然不好 但分量却是足足的 两个都垫扒了些肚子的女孩子吃 竟够了 不不不 奴婢奶能跟姑娘分吃 不嫌弃就好 不用留给奴婢 点将忙摆手 反正我只吃得了这些 剩下的你 要是不吃 那只能到了 许夕道 点将只好不作声了 姑娘 清风的眼眶忽然红了 许夕一边腮帮子鼓鼓的 诧异的看着清风 怎么了 姑娘慢些吃 奴婢的饭菜还没提呢 奴婢这就去提来给姑娘吃 清风一抹眼泪就要出去 她是一等丫鬟 菜色要比点将的好 起码会有一道荤菜 青菜的油水也足险 别麻烦了 真不用 许夕叫住她 我刚不是在老夫人那里 吃了几块点心吗 这会儿真没胃口 说着她又摆手 行了 你别在这待着了 也赶紧去吃饭吧 这里有点将就好 因为吓人少 他们吃饭洗澡 都轮着来的 清风和点将算是一组 袁嬷嬷和乙翠一组 论里 清风和点将得等袁嬷嬷 和乙翠吃过饭来换岗 才能去吃 清风不过是想拿来好菜 给许夕吃 可看到许夕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估计等她把饭菜提回来 许夕已经吃饱了 她只好停住了脚步 许夕知道 一会儿没准有麻烦 吃饭吃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吃完了 她将往往桌上一放 吩咐点将 收拾吧 又道 你回房去吃饭 这里有清风就好 点将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 五妹妹 你在里面吗 听出了赵如蕊的声音 许夕万分庆幸自己吃饭吃得快 对点将摆手道 先放着 一会儿再收拾 对清风使了个眼色 硬道 那一场脸色一变 下意识就想去收拾桌子 可想起许夕的吩咐 她又坠坠地收回了手 清风已迎了出去 许夕也一丝一丝地走到门口 就见赵如蕊已进来了 妹妹在干什么呢 父亲 母亲都等你吃饭呢 赵如蕊道 转头就责备清风 姑娘刚回来 不知道府里的规矩 清风你 怎么不知道提醒姑娘呢 她提醒了 是我自己不去的 许夕淡淡道 你回去跟二老爷 二夫人说 我已经吃过了 往后也不必等我 时间没准头 不一定赶得上二房开饭的点 还是自己吃比较好 五妹妹赵如蕊眉头一皱 就要说话 许夕打断她的话 四姐 说叫的话你不必说了 就这么去回二夫人吧 赵如蕊一噎 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沉了下来 哼 狗咬吕洞兵 不时好人心 她轻哼一声 扭头就走 清风看向许夕 等她的时下 清风 你替我送送四姑娘 许夕道 转身回了屋子坐下 清风赶紧出去 将赵如蕊送出门 看到点将收拾了碗筷出来 她犹豫了一下 走过去低声吩咐 你把饭菜先放着 到门口看看 没准一会儿二夫人 或是李嬷嬷要来 他们来了你 赶紧回来报信 是 点将神色紧张地点点头 清风回到屋里 看着许夕 欲言又止 你是不是觉得 我对四姑娘的态度不好 四处竖敌 许夕问道 不带清风说话 她就解释道 如果换个人来 比如三姑娘 我定然不是这种态度 四姑娘对我没有善意 我对她也只能这样了 姑娘 奴婢明白了 清风道 赵如蕊回去 把许夕的话说了 还道 我去的时候 看到屋里摆了空碗 显然五妹妹是真吃过了 她虽不敢颠倒黑白 添油加醋 但上点眼药 还是可以的 卫士气的横眉倒数 蹭的站起来就往外走 夫人 李嬷嬷 想劝都来不及 只得追了出去 点将也是个机灵的 她没有在品名居外等 而是去了前面的小路上 戴果真看到卫士过来 她赶紧从小路回来 禀报给了许夕 许夕在不去二房吃饭的时候 就知道 今晚的是没法善了 早有准备 一会儿他们来 你们也别拦着 只管去禀报老夫人 许夕道 李老夫人住得近 就有这么个优势 两人答应着 清风对点将道 一会儿你得拦在前面 别让人打了姑娘 我去禀报老夫人 点将去 估计连院门都进不去 可清风园 就是老夫人院里的二等丫鬟 熟门熟路 有她去禀报 不光是守门婆子那里通行无阻 便是老夫人那里也好说话 点将虽然紧张 却还是表情坚毅地点了点头 三个人严阵以待 可左等右等 却不见卫士和李嬷嬷进来 许夕和清风都看向了点将 奴 奴婢 真看到二夫人和李嬷嬷往这边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小丫鬟 点将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姑娘第一次吩咐她办事 她都没办好 往后不想要她了怎么办 别急 没事 许夕温声安慰 想了想笑道 没准她去了老夫人那里呢 她话声刚落 门外就传来了戴帽的声音 五姑娘 清风连忙迎出去 不一会儿就跟戴帽进来了 五姑娘 老夫人请您去一趟 戴帽顿了顿 补充了一句 二夫人来了 正哭诉你 不受管教呢 多谢戴帽姐姐提点 许夕笑道 站了起来 我这就过去 说着 朝清风使了个眼色 昨天白天倒也罢了 可昨晚大夫人给了她一些银子 这时候再没个打赏 就说不过去了 刚才那句话 戴帽可以说 也可不说 现如今 人家肯提点 就是一番好意 许夕可不能没有一点表示 昨晚许夕得了银子后 就把其中五两岁银子给了清风 就是预备着这种情况打赏的 至于打赏多少 清风在老夫人身边 做了两三年的二等丫鬟 对于府里的封赏标准 心里有数 清风心里也有这个想法呢 见许夕示意自己 赶紧转身从一个小匣子里 取出一个荷包 塞给戴帽 笑道 我们姑娘刚回府 对府里的是不很清楚 往后还得姐姐多提点提点才是 府里能做到一等 二等丫鬟的 都是人精子 最会省时多事 戴帽肯提点许夕 也是因为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许夕的态度很好的缘故 她趁此机会 结个善缘 她大大方方的接过荷包 对许夕行李道谢 跟着许夕 清风往荣喜堂去 一行人进了荣喜堂正屋 就见卫士正对着老夫人说着什么 一面说 还一面抹眼泪 老夫人则坐在上手 面无表情 许夕上前给老夫人行礼 完了又对二夫人扶了扶身 唤了一声 二夫人 看看 看看 卫士用帕子抹了一把眼泪 对老夫人道 您看 她都不肯叫一声母亲 许夕也不辩解 只站在那里 听老夫人怎么说 昨晚 他们可是达成了共识的 如果老夫人这会儿硬逼着她回二房 那她就得想想 后面的路怎么走了 西姐儿 你为何不回二房吃饭 老夫人看向许夕 语调平平 完全听不出话里的喜怒哀乐 二夫人不喜我 一见面就吵吵 我只想安静地上学 所以干脆不去惹二夫人的宴 许夕的语气里的平静 与老夫人同出一辙 老夫人就看向卫士 我看西姐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你竟然厌恶她 但麻飞逼着她 去你面前给你找个自在 她既搬出来了 往后吃饭 也没必要回二房去 我老了 一个人稍敢寂寞 往后就让她陪着我吃吧 就当是替你们敬笑了 卫士愕然地看着老夫人 实在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老夫人是长辈 屁股决定脑袋 自然是府里最讲究笑道的人 许夕对她这个母亲不笑 她以为老夫人会看不惯 一定会训斥许夕的 可没想到 她看看许夕 再看看老夫人 垂下眼瞼 用手帕抵住鼻子 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替我们给老夫人敬笑 这自是应该的 但一马归一马 老夫人 她抬起头来 眼眶有泪水渗出 说话也是浓浓的鼻音 您也是做母亲的 要是您的孩子 一个头也不给你磕 一句母亲都不换 你稍稍教导她两句 她就有十句等着你 还给你大打出手 您觉得她这样做对吗 做长辈的 真心对孩子好的 就任由她这样不笑无礼吗 等往后出嫁 到别人家吃了亏 她心里埋怨 我们又能心安吗 这话要是说的不是自己 许夕真要给卫氏热烈鼓掌了 这表情 这话语 真是太有水平了 卫氏一抹眼泪 诚然 我先前也做得不好 因为把孩子认错 心里有些羞恼 就迁怒到孩子身上 再加上这孩子 她顿了顿 用手帕顶了顶鼻子 往后我不会了 我一定好好带西姐 把这十几年来 她缺失的母爱都还给她 许夕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赶紧抬起头来 看看老夫人的表现 就看到老夫人 一点赞同地点点头 好了 冤家一劫不一劫 更何况是亲母女 今天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西姐她被人抱走 吃了这么些年的苦 心里有委屈 对你不清静 有埋怨 你也要理解 不能逼迫太过 她现在既不想回去 你就让她在我这儿先待着 往后你好好关心她 等她知道 你对她的一片慈母之心 哪怕我拦着 她也要求着我 许她回去呢 卫士倒也不是非逼着 许夕回二房不可 说实话 这丫头无论说话做事 都挺让人生气的 她担心跟这丫头对上 一个冲动 又针尖对卖忙地干起来 还是老夫人看得透彻 她奉承了一句 站了起来 即使这样 那就让她留在这儿陪着您吧 我不打扰您吃饭了 说着 她朝老夫人行了一礼 就退了出去 临走前看都没看许夕一眼 带她出去 老夫人这才抬起头来 示意许夕坐下 问道 还没吃饭吧 转头吩咐个戴帽 去厨房给五姑娘做几个菜 不必 我吃过了 吃的是点酱的粪力 许夕一摆手 阻止了戴帽 老夫人有一时的惊愕 许夕却顾不得这些 她坐在老夫人对面 默默地看着她 目光复杂 却久久没有一句话 将刚刚端起的茶盏又放下 道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您对我的身世 真没半点怀疑 许夕问道 你娘刚才不是解释过了 老夫人道 许夕一审 您信吗 反正我不信 有些事别人看不清 可身为女儿 再也没人比我更清楚的了 她看我的眼神 不像是女儿 反而感觉像是仇人 她看着老夫人 老夫人您也是做母亲的 就算您的儿女 再如何调皮捣蛋不争气 您也不会恨他们吧 更何况是丢涉十几年的女儿 您只会亲近所有的母爱 去弥补她 如果二夫人 对赵如雨疼爱的不行 倒也罢了 这我能理解 她恨我回来 破坏了她 跟赵如雨之间母女之情 可我看她对赵如雨 也不怎么样 所以对于她的行径 我实在无法理解 也不敢苟同 她刚才说的那番话 我觉得 我的身世定然有蹊跷 应该不会吧 府衙那边 反复提审过那个奶娘 你耳后的红质 也印证了她的说辞 你的身世 应该是不会错的 至于你娘 老夫人摇摇头 笑了一下 一样米扬百样人 这世上什么人都有 什么古怪的想法也都有 有可能是别人在她面前 说你克她呢 所以 她对你是这种态度 也不奇怪 对于老夫人这态度 许希并不意外 关于身世 昨晚她就跟老夫人提了一句 但老夫人当时 根本不接这话查 她就知道 老夫人是什么态度了 老夫人现在也只想 平平安安地度过 侯府的低潮期 不想在多生世端 整出太多幺蛾子 否则一旦深查 查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她就不能粉饰太平了 需要面对这一切 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种后果 很有可能是她 无法承受的 还是那句话 因为赵元良 不是老夫人的亲儿子 所以 二房的事情如何 只要不爱着侯府的发展 老夫人就不想管 谁是卫世的女儿 老夫人根本不在意 如果这件事放在现代 处理方式十分简单 只需要取卫世的头发 跟许希的去做个 DNA检测就行了 到底是不是亲生女 一目了然 但古代完全不行 滴血认清 纯粹就是无知 老夫人是这么个态度 许希自己无钱无人 也没有能力查这件事 她也只能放在一边 她的计划 就是安静地刷刷分赚赚钱 发展壮大自身的能力 只要卫世不找她的查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老夫人和大夫人 又答应她的婚姻她做主 那就没必要揪着 这一点不放了 可卫世来演了这么一场戏 老夫人就开始祸悉尼 往后卫世一步步逼近 到关键时刻 没准老夫人和大夫人的承诺 就不算数了 与其让他们变来变去 倒不如自己把水搅浑一些 在老夫人心里放一把火 许希看了看 势力在一旁的金嬷嬷 戴帽和清风 道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话要跟老夫人说 大家没动 都妄想老夫人 老夫人狐疑地看着许希 想了想 朝大家挥了挥手 戴屋里只剩下两人 许希这才开口 老夫人 大夫人曾经说过 她是跟二夫人同一天生孩子的 那时候您病着 大夫人 二夫人都在生孩子 三夫人不管事 整个府里都兵荒马乱 现在 您回想一下 二夫人这段时间的表现 难道您和大夫人 心里就不生意吗 说到这里 她眨了眨眼 看着老夫人 没有再说下去 很多时候 人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愿意被别人的想法左右 尤其像老夫人这种 疑心重的内宅老夫 与其她说出自己的猜测 不如让老夫人 自己得出结论 老夫人正了正 玄机深深看了许希一眼 道 想过的 这回轮到许希正愣了 但不可能 老夫人紧接着又道 嗯 许希微微瞪大眼 这话怎讲 老夫人见她眼里 只有浓浓的兴趣 似乎是一个 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眼里只有好奇与探究 却没有半点伤心与失望 她越发觉得 看不透许希了 这女孩 说话做事 总是出人意料 你长得像猴爷 而二夫人 当时又要死要活的 要把那个叫许雪的女孩 带回来 我跟大夫人心里就起疑了 只是想来想去 又觉得不可能 老夫人伸手拿过茶盏 瞎了一口 继续道 假如你是大夫人的女儿 当时二夫人 把你跟他孩子换了之后 担心被发现 特意找了个上乡的借口 将你跟赵如雨调换 那么 换给大夫人的那个孩子呢 大少爷 许希道 老夫人伸手 如果是立哥 那他跟安哥 应该是双胞胎吧 可他俩长得并不相像 不光不相 还天差地别 可双胞胎也有不一样的呀 许希道 老夫人一正 怎么可能 我见过或是听说过的双胞胎里 只要是同性别的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只有龙凤胎 才长得不像 有不一样的 不光不一样 两人的相貌差别还挺大 要不您派人出去民间打听打听 同卵双胞胎 自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一卵双胞胎的相貌就不同 而同性别的都是同卵 所以 老夫人才有这么一说 虽然赵静安与赵静丽的相貌相议挺大 但这绝对不能排除 他们是双胞胎的可能 老夫人见许希说的十分肯定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打小在市井长大 街巷里最喜欢传的就是这些 漆黑的眸子看着老夫人 我还听说 豪门大户是不允许有双胜子的 如果有 一定要溺死一个 否则就是乱家之想 老夫人的神色骤然一变 双胜子要溺死一个的说法 是许希上辈子看小说的来的 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胜儿子 其中一个继承了皇位或爵位 另一个要是有了歹心 只要把对方弄死弄傻 自己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互换身份 顶替对方继承皇位或爵位 双胜女儿也是如此 替嫁不要太容易 要是一个嫁得好 一个嫁得不好 嫁得不好得起了歹心 也很容易替换成功 所以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这种豪门大户 一旦生了双生子 往往要溺死一个 免生祸患 她对这说法 本来还将信将疑 可看老夫人这脸色 似乎是真的 如果二夫人生的是双生子 即便看着容貌不像 她担心您要溺死她的孩子 她会不会想办法呢 正好大夫人也生了孩子 如果调换 既能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 又能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侯府世子 岂不两全其美 偏当时府里 生乱给了她机会 于是她就铤而走险 让人换了孩子 老夫人被许夕这说法吓住了 说话都结巴起来 不 不可能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许夕道 大夫人是当事人 您可以问问她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另外 也再仔细查一查当年的事 不管怎么样 小心无大错 否则 您跟大夫人担惊截律地 为侯府筹划 结果让二夫人的儿子 继承了侯府 您怕是要气得吐血吧 想想这个后果 老夫人就不寒而栗 我会查的 她承诺道 她看向许夕 表情严肃 不过在查清楚之前 今天这些话 你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那是自然 许夕道 这些早在二夫人死活 要认许雪做女儿时 我就有所怀疑了 直到现在我才跟您说 可见我是个贼警的 您就放心吧 老夫人都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表情 来面对许夕 另外 您要办宴会 庆祝我跟赵如雨考上书院 顺便把我介绍给重兵客 这没问题 只是往后真查出来 我的身世有蹊跷 您老人家 要如何跟人解释 所以这宴会 我劝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查清楚我的身世后才 开办宴会也不迟 老夫人心里一团乱麻 这是 我会慎重考虑的 从老夫人那里出来 许夕就在脑子里呼唤系统 智障 出来一下 干嘛 系统闷声闷气的出声了 也不跟许夕争辩 智障这个称呼 显然还在为许夕的闲鱼论生气 不能查出我身世的真相 许夕问道 不能 系统拒绝得十分干脆利索 哦 那算了 许夕也很干脆 转而唤清风 你去看看袁嬉嬉和乙翠 回来了没有 如果回来了 你去吃饭 叫他们出来陪我 我想在侯府里走一走 熟悉熟悉环境 是 姑娘稍等 清风小跑着进了品名居 留下许夕一个人 在院门口站着 不一会儿 袁嬉嬉和乙翠出来了 三人在侯府里逛了起来 当然 为了避免麻烦 许夕并没有靠近三个房头 所居住的建筑群 叫领路的袁嬉嬉 特意避开这些地方 只挑安静的地方走 走了一顿饭功夫 她回到品名居 在以翠的事后下洗了澡 就躺下睡觉了 在她躺下的那一刻 一直没有出声的系统 终于忍不住了 问道 宿主 你怎么就睡了 今天的字你还没练呢 以往许夕只要一有空 就会练字 有空多练 没空少练 反正从没间断过 今天却是一篇字都没练 一个积分也没赚 这让系统很不习惯 哦 我不是说了 要当咸鱼吗 许夕懒洋洋的打来的哈欠 当咸鱼 还真是怪舒服的 难怪那么多人 想要做咸鱼呢 唉 想想以后的日子 再也不需要努力 真是好开心啊 她掰着手指着对系统道 你看 我现在是侯府小姐了 不愁吃不愁穿的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答应了我的婚姻我做主 以后也不会嫁给渣男 等我到了一定年龄 只要我佛系不去奢望 长期饭票的感情 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 实在无聊了 还能叫她的姨娘 陪我打打麻将吗 好气啊 尽管知道许夕 是故意这么说这么做的 但系统也没有办法 对她来说 积分就是能量 没有积分 她就永远没办法修复 只能做个智障 而能给她赚积分 就只有许夕 唉 一不小心绑定个流氓宿主 真是好惨一系统 再也没有比她更惨的了 想到这里 她憋憋曲曲地道 你要查绅士 得用积分来换 许夕顿时来了精神 自打那日系统消失半天 去查那个书法家 她就开始打系统 这个功能的主意了 这整个一包打听啊 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那种 有这样的功能 这天底下的事 还有什么她不知道的 不过她也知道 她跟系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系统虽然是个智障 但有时候也鬼经鬼经的 一旦她知道她有求于她 她肯定给拿桥 好让她试试听她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 因此 她原还想着 怎么哄着 她给她白干活呢 只是今天被卫士 弄得实在心烦 一只苍蝇 整天在你头上嗡嗡叫 也是很心烦的 她咬不到你但隔音你 许夕想快刀斩乱麻 赶紧把这件事解决 这才着急了点 也没有耐心去哄骗系统了 不过话说回来 系统千方百计的 想叫她多赚积分 她哄骗一次两次可以 多一次她肯定知道 她帮她白干活了 到时候还得付出代价 与其这样 不如一开始就谈好价钱 她故意装作 不在意的样子 迷迷糊糊地半睁着眼睛 问道 多少积分 五万 许夕的瞌睡 都要被系统吓醒了 你说多少 她瞪大眼睛 系统大概也知道 自己狮子大开口了 与其里都透着一股心虚 五万 那你还是赶紧息息睡吧 许夕没好气到 这是很难的 你想想 都十四年了 知道这事的人都死得死 散得散了 我要查这事 不知得费多少精力呢 五万积分 真没多收你的 你只要把书法等级提上去 多练几篇字就可以了 系统耐心地给她做思想工作 哼 哄谁呢 许夕冷笑 我要换个敏捷丸 你好歹还得从商城里 买来卖给我 要个成本呢 这种四处打听消息的事 就是个五本买卖 我一分积分不给你 你无聊起来 也得四处溜达听听八卦 就这样 不费任何能量的举手之楼 你还敢跟我要五万 简直是黑了心肝 咱俩绝交 她闭上了眼 不理系统了 系统那叫一个憋屈啊 可她真拿许夕没办法 那要不 她委委屈屈地道 三万 见许夕不作声 她又道 真不能再少了 别三万五万的漫天要价 许夕睁开了眼 做买卖 就得有做买卖的规矩 你看看人家外面 无论是小摊小贩 还是大商家 卖什么东西都是 有一定价格的 不是能随便乱喊的 那你说 就以范围来定 比如我想知道这个府里的是 一个消息给你五十积分 以侯府为中心 方圆十里之内的 一个消息就给你一百积分 整个京城的 就给你一百五十积分 如果是全国范围内的 就给你三百积分 你看如何 这是许夕琢磨着给的价 她现在一篇字三个积分 等书院正式开课 她每天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估计一天下来 赚六 七十个积分 还是没问题的 她学得越精 积分就越高 全国范围内的消息不分难易 给三百个积分 她也就是咱两三天的事 可系统不干啊 那不行 她似乎挺激动 我不是智障 你别糊弄我 这家伙竟然精明起来了 这就有点难搞 许夕摸摸下巴 那要不 每样给你涨五十个积分 玄机又警告 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我告诉你 你虽然是卖方 但只有我这么一个买主 我要是贤贵不买 你一个积分都卖不出去 不光消息卖不出去 连敏捷玩我都不要了 反正一条咸鱼 要敏捷玩干什么 敏捷的翻身吗 躺着不动多舒坦 不 不能这样子的 系统快哭出来了 我费神去查消息 也是要能量的好吗 咱不能按面积算 得按难易算 那你话下道来 许夕又补充一句 反正贵了我不买 也知道自己这个流氓宿主 还真有可能做出 再也不刷分的举动来 系统想了又想 无限憋屈地道 事情分难易 容易查的是 比如你想知道 这幅里哪个地方有个狗洞 我容易查到 就收你五十几分 如果你想知道 皇宫哪里有狗洞 这个就难一点 收你一百个积分 再比如 你要查十四年前的绅士 这个无论从时间 空间 还是隐秘性上 都很困难 那就得一万五千积分 两百 许夕就地还钱 另外我声明 我对狗洞没兴趣 我对狗洞也没 系统差点给他带偏了 赶紧回到正题上 不 一万五千不能再少了 再少我就不干了 你要咸鱼就咸鱼吧 那行 那我咸鱼去了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往后别来打扰我 许夕一脸冷漠 别以为我非得靠你不可 老夫人那边已经动手了 她迟早会把我的身世查清楚 等我赚了钱 买十几个下人 有什么事 就叫他们打听去 不是特别要紧的消息 也不需要向你购买了 系统沉默了一会儿 憋屈道 那 那就两千吧 两百 要不然就算了 听出了许夕话语里的决绝 系统深深地叹了口气 无语望天 行吧 不过 这是给你的折扣价 以后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 这次是因为不查清楚你的身世 你不能安心赚积分 嗯 好 许夕对这个价格再满意不过了 二百积分 努力刷几天就有了 第二天 许夕带着刷分的昂扬斗志奔赴书院 许夕已经按许夕昨日的吩咐 在书院门口等着了 你怎么一个人 许夕问道 以许永逸和谢氏对许夕的疼爱程度 不可能放心 让他一个人来书院的 是我爹送我来的 家里忙 送到这儿他就回去了 许夕道 我爹说 这两天做准备 争取后天能开张 那我就等着叔叔赚大钱的好消息了 两人相携进去 现在才是晨证时分 书院里要四出才上课 两人提前了半个时辰道 此时书院里还静悄悄的 不过大门有婆子守着 沿路也有婆子巡逻 书院里很是安全 上课的教舍许夕 昨天就问过世默了 就在他们考试的那间教舍 考试的时候 因为要在路上进行各种测试 所以特意选了脚门进入 又移了花木盆栽设立障碍 让大家必须沿着那条最弯区的路去走 所以就显得比较远 但从大门进来 从中轴线上的道路走过去 在许夕走来 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 进了教舍 看着空空如也的屋子 许夕问道 姐 咱们干嘛来这么早 选位置啊 许夕说着 拉着许夕坐到了中间那一列第一排的位置上 这年头既没有黑板 又没有PPT 老师出题 都是直接写在纸上举起来给大家看 做示范 也都是在台上 坐得远根本看不清 身为学霸的许夕 还是很热衷做前排的 许夕把这好处跟许夕说了 指了指后面的位置 你看 要是咱们来晚了 让你坐到最后一排 你可愿意 许夕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愿意不愿意 那个地方 先生说话都听不清楚 先生要是在上面写什么 咱们就更看不见了 他用佩服的目光看着许夕 姐 你怎么想得这么周到 许夕笑而不语 这当然是上辈 做了十几年学生得来的惊讶 明天你就不用来这么早了 稍稍提前一点来 别迟到就行了 来了也不用在门口等 直接进来 许夕说着 拿出书袋里的文房四宝 铺开纸磨了墨 开始练起字来 争分夺秒赚积分 许雪见状 也磨着墨 对着一张白纸 皱着眉啃着笔头 看着许夕给她写的大纲琢磨画本 两人专注地各自做事 教舍里十分安静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女子进了教舍 看到教舍里已经有人 她挣了一挣 旋即脸上 展开了一个笑容 哇 你们好早啊 她走到许夕身后的那一桌 坐了下来 笑道 我叫张璐 她朝右从门外走进来的 那人身上一指 她叫何玉琪 望着许夕 许雪的眼睛 笑意盈盈 态度真挚热情 二位还没请教尊姓大名 许夕微微一笑 我叫许夕 她叫许雪 是我妹妹 姐妹啊 张璐灿然一笑 真好 姐妹俩能有个半 她见何玉琪还站在那里不过来 赶紧朝她招手 玉琪 赶紧过来坐呀 一会儿有人来了 话声未落 就又有人进了教舍 何玉琪走到张璐身边 朝许夕 许雪 不好意思地笑道 你们好 比起张璐的自来熟 何玉琪就腼腆许多 你们是住在家里的吗 我在宿舍没看到你们 张璐带双方打过招呼 又问道 对 我们住家里 许夕暗自打量他们 你们住在宿舍 能考进女子书院的 必须家里能买得起笔墨纸艳 还能舍得把这笔钱花在女儿身上 且家里得有人读书十字 那么 家境须得不错的 至少衣食无忧 而且新进书院 家里必然要给做新衣服买首饰 好不让人小瞧了去 许夕原本只区分得出粗布 细棉布 绸缎这三样的不同 至于绸缎又分为多少种 哪种最贵 哪种最便宜 她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两日住在侯府 府里二等以上的丫鬟婆子 都穿绸缎 有了比较 婆子们穿的绸缎不同 而清风身上的绸缎 又与许雪身上的 也有不同 她倒是练出了两分眼力 此时 见两人身上虽穿着绸缎衣裙 但布料跟许雪便比较类似 就知道 这两人家境一般 她看得出 别人也能看出 许夕今天特意挑了一件 比较低调的衣裙 但从布料和绣花的精美程度上 还是能看出 与其他三人的衣裙 有很大差异 张璐显然也看出 许夕的穿戴跟许雪不同了 嘴里含糊答了一声 对 我们住宿舍 就问许夕 你们不是亲姐妹吧 语气肯定 嗯 唐姐妹 许夕答道 张璐的脸上露出了然的神情 这个时辰离上课的时间很近了 张璐和何玉琪坐下之后 又有人陆续斗了 没到一刻钟功夫 教舍里就差不多坐满了人 教舍里全是自我介绍 互相寒暄的声音 这时候 门外又进来两个人 一个穿红色衣裙 一个鹅黄色 两人看到教舍里 只剩了最后一排位置 脸都不大好看 红色衣裙的女子 更是板着脸 满脸的不高兴 两人站在那里说了两句话 穿额黄色衣裙的女子走了过来 对着张璐一脸为难的小声道 我妹妹叫我过来问问 能不能跟你们换个座位 表情和说话的语调都极温柔 许夕和许雪 都愕然地回过头去看了张璐一眼 张璐正了一正 玄机为难起来 这 她朝何玉琪眨眼睛 示意她表示反对 可何玉琪只当没看见 转过头去跟走道那头的人说话 张璐这下没辙了 对鹅黄一群女子道 就算我同意也没用啊 才一个位置呢 你妹妹是要跟你坐在一起的吧 鹅黄一群女子看了何玉琪一眼 朝张璐道 如果你同意 我再跟何姑娘说说 显然是认识张璐和何玉琪的 张璐这下被逼到墙角了 她也看了何玉琪一眼 咬咬牙道 好 我同意 鹅黄一群女子就看向了何玉琪 何姑娘 何玉琪这下不好装作听不到了 就算她装 对方也必然会问到她脸上 她转过头来 对鹅黄一群女子面无表情地道 不好意思 我不想坐后面 张璐顿时面露喜意 不过她反应极快 胆紧抿住嘴唇 不让她往上翘 鹅黄一群女子并没有纠缠 表情仍然很温柔 好 我知道了 说着 她转过身 回到了红衣女子身边 跟她说了这边情况 张璐以为没自己什么事了 生怕红衣女子不依不饶 或迁怒于她 她并不敢朝那边看 又去找后头的铜窗说话 可没想到 她还没说两句话 鹅黄一群女子的声音 就在她身边响起 张姑娘 张璐转头一看 就对上了红衣女子 那张冷冰冰的脸 鹅黄一群女子 在一旁柔柔地朝她笑 多谢你了 张姑娘 这是 要跟她一人换座位 张璐看看何玉琪 又看看那两人 半赏回不过神来 见张璐不动弹 又因他们迟迟没落座 也有人朝这边看了 红衣女子顿时不耐烦起来 冷冷问道 你到底换不换 看她这样 张璐心里涌上了一股怒气 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她很想有骨气地回答一声 不换了 可想到红衣女子家的诠释 她出口的话 还是换了个味 答应了木姑娘 自然是要换的 说着 她站起身来 将桌洞里的书带拿了出来 让出了位置 红衣女子老是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因着这番动静 朝这边看的人更多 俄黄衣群女子健壮连忙拉着张璐往后排走 笑道 咱们走吧 不是 那个 你不再跟何玉琦说说了吗 张璐不甘心 自己一个人倒霉 如果有人跟她一起倒霉 那么倒霉数就能减少一半 她心里也好受险 她不愿意 不好勉强的 俄黄衣群女子温柔地笑道 他们又不傻 他们进书院来 代表的不光是自己 还有自己家族的名声 如果因为换座位而闹出什么来 不说被开除出书院 至少一顿排宣是少不了的 到时候不光要受书院里夫子们的批评 家里长辈肯定得教训他们 妹妹固然要被殉职 而她恐怕要被责打 妹妹自己都没敢闹 她是吃撑了 才跑去逼迫何玉琦 张璐的心情郁闷地想要撞墙 可俄黄衣群女子在她身边 她半点情绪都不敢露出来 否则 她牺牲这么大宋的一个人情 不光没有了 没准还要得罪人 此时班上的人都已到齐了 只剩下了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两个位置 张璐跟在鹅黄衣群女子身后 那角落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 崔夫人就进来了 让大家执笔 记下 她念的课程安排 这里采取的是寻休制 即逢时休息一天 因此 课程也是按照十天来安排的 一寻一个周期 四书五经 琴棋书画 女德 律法 史书 女工都要学习 当然 这个四书五经 并不像那些要考科举的男子一般 深入学习 只是大致了解 想来 这也是为男子服务的 毕竟在座的女学生进来念书 有一大半都是为了提高身价 好嫁个如意郎君 而他们家的男子 四书五经总要学的 如此一来 夫妻俩就有共同话题了 不至于男子跟妻子拽个文 说个典故 妻子却听不懂 这也有损女子书院的名声 徐雪听到这些课程 眼眸发亮 字都写得雀跃了几分 她打小就喜欢跟大伯学东西 但大伯又要考科举 她也不好常待在大伯家中 没有机会学习 现如今能有机会接触 她心里欢喜的不行 接着崔夫人又说了 学这些科目要准备的东西 四书五经 女德 律法 史书 大家可以在外面买 也可以在书院买 乐器也是一样 另外 女工里的布料 丝线等等东西 亦是如此 至于学习书画用的笔 颜料 纸 大家都得准备好 崔夫人说完这些杂事 这才是一婆子 给大家发下试卷 现在给大家考一场试 啊 大家都惊呼起来 考什么呀 肃静 崔夫人本就是了严肃脸 这会儿把脸一板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她这才继续到 考四书五经 书院要摸清楚 大家对四书五经掌握的程度 才好有 针对的 安排夫子们的授课实术 夫子们对你们的水平 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大家心里哀嚎 嘴里可不敢再发出声 只得用表情像同桌 表达内心的崩溃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胸有成竹的 倒显出了期待的神色 许熙在小荣村时 因为没有字帖 用的就是许永曾 自己抄写的四书五经书籍 为字帖练习 担心女子书院考试 会考这些内容 练字之余 她可是把这几本书都背了一遍 学霸的记忆力不是盖的 这些书虽然晦涩 但字数并不是很多 她又废了不少的脑细胞 倒也把书给背下来了 这时候 她就无比庆幸自己 做了这一部分功课 女子书院这次考试 就是摸个底 出的基本都是背诵填空 即便有一点示意的题目 出的也都是比较著名 且浅显的句子 倒也不难 只不过 提量比入学考试时更大 考得面更广 许永先扫了一遍题目 感觉自己都会做 便一笔一画地认真写了起来 三十个字算一篇书法 她现在把这张试卷认真写完 也能得几篇字的积分 可谓是考试 练字两不误 而且写字认真 也能给月卷的夫子 留个好印象 简直是一举三得 以这样的提量 一炷香的时间还挺充裕 认真写字 完全没问题 许熙给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 果然 在许熙填了几个填空之后 播报智慧石的声音 如期响起 听习惯了这声音 许熙已经完全不会 被她所干扰了 半点思绪不乱地继续 往下作题 代题做到一半 许熙这才抬起头来 朝前面燃着的箱看了一眼 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好处 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坐在最后一排 想要看清楚 前面燃着的箱到哪里了 那简直不可能 现在箱就在许熙不远处 她能清清楚楚地 看到这炷箱 现在燃烧到了一半 往上一点的位置 她低头看看题量 觉得以这样的速度 做完题绰绰有余 所以又继续把专注力 沉浸到考试之中了 待全部题目写完 许熙抬头看看箱 发现还有一点时间 把试卷重用检查了一遍 发现并没有错漏 这才有咸新问系统 刚才我一共赚了多少积分 系统的声音 是前所未有的愉悦 宿主来书院念书 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 你刚才一共赚了32个积分 这主要是刚才 你有些字没写好 一篇字只得了两个积分 否则还能更多 要知道 平时许熙即便有时间练字 也没有练一个时辰 一直不停歇的 她平时每练一篇字 不光要停下来看一看 琢磨琢磨 哪个字写得好 哪个字写得不好 练了几篇后 还得放下笔扭扭脖子 出去看看 绿植休息休息眼睛 叫系统心塞的不行 现在就好了 自有人治她 许熙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这种美事你别想了 平时父子讲课 我在下面听 半天都没机会写一个字的 就算书法课也是如此 更不用说什么围棋课 乐器课了 那是连笔都不用提的 借此刷书法积分不可能 像现在这样一个时辰 刷这么多积分的 只有四书五经的考试才如此了 而考试 半年一次吧 系统差点哇的一声哭出来 但总算忍住了 故作淡定地道 哦 那这样的话 你的身世恐怕只有一个月后才能查了 哼 反正着急的 又不是她 喜喜挑了挑眉 这家伙还学会拿捏她了 没事 老夫人不是正在查的吗 没准我一个积分都不用花 她就查出来了 系统又噎住了 时间到 大家坐在下面不要动 也不能再继续写了 崔夫人看香燃丸 站了起来 朝身后一示意 几个丫鬟便一人一行地开始收试卷 试卷收好 崔夫人力所地领着丫鬟们走人 中途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 崔夫人一走 教室里就纷纷议论起来 哀嚎自己 当才考得不好 有哪道题没做出来 这熟悉的场景 让许夕不经玩耳 怀念起她现代的同学来 许夕见许雪愁眉苦脸的 问她 你没考好 嗯 许雪愁的却不是这个 长叹一声 看向许夕 我没曾想到这里来念书 有这么多花费 她掰着手指头数 各种书要买一套 书法 绘画 还要买专门的笔 要买许多纸和颜料 乐器得买一样 做女工的绸缎 丝线也要买不少 她叹了口气 不知要花多少钱 她就知道 这女子书院 可不是她们这种人家的女孩子 能上得起的 所以 你得赶紧把你的画本写出来 别磨磨蹭蹭的 不管写得怎么样 先写了再说 许夕道 她看得出来 许雪因为写作遇到了困难 有些打退堂鼓了 热爱是一回事 想象也十分美好 可真正要动笔写作的时候 就跟干涸的海绵里 挤不出水一般 很是难受 可谁开始写作的时候 不是这般呢 面临困难就退缩 是永远写不出画本来的 不光写画本 其他的事也是如此 万事开头难 现在这些费用一出 也算是给许雪注入一针强心剂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吗 还有 也不需要全买 四叔五金家里就有 我原先用过的 就放在婶婶给我留的那间屋子里 史书 律法 哥哥那里有 你可以拿过来抄一趟 至于其他缺的 这些钱我给你垫上 等你以后卖了话本有钱了 再还我不迟 许雪张了张嘴 想要拒绝许夕的帮助 可想想如果不借许夕的钱 就得回家问爹娘要 许夕虽然给了二百两银子 给家里做本钱 但爹娘压力也大 要是知道她念书要这么多钱 爹娘估计晚上都能睡不着觉 不如先借着许夕的钱 等以后她赚了钱再还 要是她写花本实在赚不了钱 爹娘的买卖做起来了 再跟他们要这笔钱还给许夕 想来那时爹娘的压力没那么大了 不至于为她的花费着急上火 许雪对于凉拌菜买卖 还是很有信心的 主要是太好吃了 她紧握着小拳手 用力点了点头 好 我一定会写出画本 卖出钱来的 正说着 她忽然瞪大了眼睛 满脸激动地道 姐姐 你看 许夕顺着她下巴点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有三个人 正从教授外面走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可不就是他们在营楼里 遇到的萧夫人 她上许夕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记的课程表 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书法 在她的印象里 书法就应该是一位 年老的夫子来上 毕竟书法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能到女子书院来做夫子的 不可能自写得太差 至少得在书法界有些名望 可萧夫人看样子才二十出头 这也太年轻了吧 这得从多小起就开始练字啊 萧夫人走上台去 扫视了下面的人一圈 目光在许夕这一桌顿了顿 不过很快一开了去 开口道 我姓萧 大家可以换我萧夫人 这段时间 由我给大家上书法课 她领进来的婆子 丫鬟 正是许夕在营楼里 见过的云嬷嬷和小儒 此时 两人不知从后头 哪里搬出来一个大大的架子 架子上的木板 是斜放在上面的 他们往木板上 铺了一张大宣纸 并用夹子在上面固定住 云嬷嬷又从他们带来的包袱里 取出笔墨厌台 小儒从小瓷瓶里 滴了些水在上头 开始磨起墨来 萧夫人道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想要练好书法 笔是最需要讲究的 她介绍了集中笔 让大家去购买 见小儒把墨摸好了 就开始提笔在大宣纸上写起字来 动作有如行云流水 她年轻 世家女子们 也没怎么听说过她的名字 虽然基于纪律 和对书院的敬畏 不敢在心里对她质疑 但心底里 无疑是不怎么相信 她能写好字的 可行字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萧夫人写的字一出现 教舍里原本还有的微微响动 一下子消失了 大家仿佛连呼吸声 都病住了一般 屋里安静地出奇 许夕这阵子练的 一直是楷书 而萧夫人写的却是行书 她的字苍尽有力 笼章奉姿 既飘逸又洒脱 那种行走在纸面上的美感 即便是不懂得 鉴赏书法的人 也能感觉出来 啊呀 系统兴奋的声音 忽然在许夕脑子里冒了出来 她竟然是名仓大师的弟子 写的字完全得了 名仓大师的真传 名仓大师 许夕听到这两个字 有些疑惑 你不是说 她去世五十多年了吗 系统一下子猛圈了 语气迟疑 要不是 是她的徒孙 许夕感慨道 要是她真是名仓大师的徒孙 那我就转大发了 拜了萧夫人为师 就等同于拜名仓大师为师 而且 很有可能还能看到 名仓大师的字帖 一篇字转一百积分 不再是美梦 系统很赞同的 笨乱了两声 我去查查 就没了声音 很显然是去查 萧夫人的底细去了 许夕的心情简直美到爆 看向萧夫人的目光 都带了几分热气 好了 大家都拿出纸笔 写上一篇字 我摸摸底 看看大家的水平如何 萧夫人展示完自己的水平 便提出了要求 不要求写行书 你擅长写什么 就写什么 徐雪最怕的就是这样 她当初虽跟着大伯识了字 平时也拿哥哥的书来看看 但那些都没有花费 书法这种东西 是要练的 索费的纸盒末 不要太多 她家里供哥哥读书 就很吃力了 不可能再买纸盒末 给她练字 所以 她的字只能让人识别 完全谈不上美感 现在萧夫人要大家写字 她好担心自己会垫底 这小妮子 什么情绪都摆在脸上 许夕一看 就知道她没信心了 不过这种事情 安慰了也没用 教社里除了翻纸摸摸的声音 并没人交头接耳 她只能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 就摸起墨来 徐雪无法 只得硬着头皮铺上纸 也开始摸摸 女子书院的夫子们 比现代的老师舒服多了 不光有丫鬟婆子 帮她们做一些铺住工作 现在不讲课了 还有丫鬟给她沏上热茶 搬过椅子来 此时 大家在下面写 萧夫人就在上面喝着茶 等差不多了 她才站起来 走到过道里 开始一个个的 看起大家写的字来 许夕本来就是个做事专心 心无旁骛的性子 穿到古代后 每天一有空就在练字 早已养成了 一提起笔练字 就很快进入状态的习惯 心里眼里 只有她要写的字 再无其他 而侯夫人给她的那本字 字帖上的字 早已印在她的脑子里 此时 即便前面没有摆上字帖 她写出来的字 也依旧跟字帖上的字很相像 而且有她自己独特的神韵 因为这是第一次 在夫子面前露脸的机会 有些字写得好 期望能得到夫子夸奖的学生 却没办法专心 写字的时候 频频转头 去看萧夫人走到哪了 写的字 就不如平时写得好 萧夫人从另一边过道上走 绕到后面 再转回来 最后脚步停在了许夕身后 许夕浑然味觉 继续写自己的字 最开始她练字的时候 还会期待写满这一张 只三十个字后 系统的积分播报 因此 都是数着字数来 可现在领略到了书法的美妙神韵 自己的字 也在一点点的进步后 她的全部心神 都在练字上了 等听到恭喜宿主 智慧之加三 她才知道 已写满了三十个字 从忘我状态中清醒过来 一清醒过来 她就发现情况不对 怎么前面和两边的同学 都频频朝她这边张望 身边的许雪 也早已停了笔 坐在那里 有些神色不安 她正想问许雪 呼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练字多久了 许夕这才发现 背后站了几个人 除了萧夫人和她的丫鬟婆子 还有好几个同学 也都在那里探头探脑的 她连忙站了起来 束手而立 换了别人 可能萧夫人不会问 也许别人也跟她一样 家学渊源 或有条件打小练字 有郝老师教导呢 因为她要跟许夕合作 云嬷嬷虽然知道 侯府抱错孩子的传言 但并不清楚许夕的底细 昨日就特意派人去调查了一番 发现许夕原来是个秀才的女儿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 她被书审接回去 在乡下待了两年 两天前才被随平侯府接了回去 书法不能只用树枝在地上画 也不能用沙盘血 得在纸上练 要练出像样的字 非一日之功 这其中只和莫的抛废是巨大的 像许永曾和许永一那样的家境 不可能供许夕随意练字 所以肖夫人才有此疑问 许夕心思玲珑 顿时明白了肖夫人是查过她了 否则不会这么问 她老老实实地答道 小时候识字的时候 练过一段时间 这两年也陆陆续续练了一点 可练出滋味 觉得大有敬意的 还是最近一段时间 她有意把时间概念模糊 好不漏破绽 这么说 你练字的时间并不长 肖夫人问道 应该是吧 许夕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那你挺有天赋的 好好练 未必不能在书法上有所建树 肖夫人道 多谢夫子的鼓励 许夕连忙行礼 得到肖夫人的夸奖 她很高兴 系统刚才在她练字的时候 已经回来了 告诉她 肖夫人的书法老师 正是明仓大师的弟子 其现在还活着的 最有名的书法大师秦哲 换句话说 肖夫人是明仓大师的徒孙 肖夫人年纪虽轻 天赋却极好 其书法在整个大境也小有名气 她的天赋能得到肖夫人的肯定 这怎叫她不高兴 坐下吧 肖夫人说着 一动脚步往前走了 肖夫人一起 其他学生也不好再探头探脑的了 生怕肖夫人走到台上忽然转身 看到他们不认真写字 坐在许夕身后的红衣女子 却仍伸长了脖子看 直到肖夫人转过身来 目光扫到她这里了 她这才何预期的提醒下坐了下来 下了课 她就点了点许夕的背 你的字 给我再看看 许夕转过头来 不满地看向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感觉到许夕的目光 回望了她一眼 目光茫然 似乎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满 许夕健壮 想了想 将自己的字递了过去 红衣女子接过纸 迟一片刻 道 谢谢 许夕正了正 朝她笑了一下 不客气 这时候张璐和鹅黄色一群女子 已经过来了 鹅黄色一群女子对许夕笑笑 温柔地道 我叫穆青莲 我妹妹穆青墙 你们坐前后桌 还望多多照应 许夕笑了笑 互相照应吧 她站了起来 拉着许夕走了出去 走吧 咱们出去走走 中午只有两个钟的休息时间 给大家吃点心谢谢 不过许夕想看看 书院有没有午饭卖 现在天热还好 天冷的时候 光吃点心可不能 要是能有热饭热菜卖 那就再好不过了 走到外面 许夕就嘟囔道 那人怎么这样 还能叫别人让位置的 显然对穆青墙 叫张璐让位置的事 有些耿耿于怀 一个巴掌拍不响 许夕道 嗯 许夕不明白 他们显然是认识的 可他们开始只找张璐 并不找何玉琪 这是为何 许夕问道 你要写画本 平时就得观察生活 什么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 许夕若有所思 许夕拉着许夕往宿舍去 进了她那间宿舍 看到她放在枕头上的手帕 仍然在那里 并没有人动 而另一扑床上 添置了几样东西 许夕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 她这个社友不错 她拿出点心匣子 赶紧吃 一会儿就上课了 书院有点大 看来往后只能在教舍附近 找个地方吃点心 反正许夕欠许夕的也不少了 许夕也没为这几块点心扭泥 跟许夕快速地吃完 又回了教舍 下午只有一门课 是音乐 教音乐的夫子 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姓陶 她把各种乐器介绍了一遍 让大家挑选自己最想学的乐器 许夕想了想 挑了鼓针 许夕则挑了笛子 虽然她说喜欢 但许夕觉得 她选笛子更大的原因是 这种乐器最便宜 普通的竹笛不过是百来文钱 比起几十 上百 甚至几百两银子一家的鼓针 鼓琴 空喉等乐器 要便宜太多了 回京城的马车上 许夕闭着眼 对系统道 你算算 今天我赚了多少积分 系统高兴地答应一声 算了一会儿 给许夕报了个数 今天你赚了58个积分 光幕打开 我看看总积分多少 许夕道 系统把光幕展示在许夕面前 上面依然是顾零零的一个商品 而在光幕的最顶端 显示着许夕的总积分 86 许夕盯着这个数字 看了两久 深深叹了口气 感觉到了无限的忧伤 系统担心她灰心 赶紧给她灌鸡汤 这主要是你前期 炼子等级太低 有时候零分 有时候一分 而且 你穿越到这世界也没多久 赚积分的时间少 现在进了书院 好歹每天都有镜像 各项技能提高上去 刷分就快了 许夕正要对她两句 忽然听到一声播报 恭喜宿主 智慧值加50 许夕一愣 问系统 这是怎么一回事 莫名其妙给她加分 莫不是这系统良心发现了 我 我不知道啊 系统似乎也有些猛圈 许夕的智慧值 可不是她定的 那里自有一套评判标准 否则她直接给许夕高高的分 岂不马上把她所需要的能量 刷满 修复故障部分了 哪里还用得着被许夕挟制 求爷爷告奶奶的求她多刷点分 她赶紧去看怎么一回事 是考试 是考试 系统兴奋不已 宿主 因为你在上午参加的四书五经考试时 得了第一 所以系统奖励你50个智慧值 许夕眼睛一亮 真大 她眼珠转了转 是不是只要我参加考试得第一名 都有积分奖励 对 系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兴奋地翻起了跟斗来 得的名次越高 积分越多 参加的考试等级越高 积分也越多 那我上次入学考试的时候 怎么没有积分奖励 是不是你把我的积分卖下了 系统一蹦三尺高 胡说八道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 考试是有积分的 否则我早早就叫你去参加考试了 还能等到现在 许夕一想也是 这系统虽然脑子有毛病 但以她对积分的渴望 知道这个渠道 绝对不会憋到这时才跟她说 好吧 姑且相信你一会 系统冷哼一声 我估计是上次入学考试 没有排名 书院只是把不合格的剔除出去 剩下的就张榜录取了 你的名字之所以排在前面 是因为你是第一个入场考试的 没有排名 自然也拿不到积分 许夕点点头 有道理 宿主 你赶紧把各项技能刷起来 好参加书院的各种比赛 一旦在比赛中拿到名次 分数就蹭蹭蹭往上涨 两万积分不是梦 敏捷完在等着你 系统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 虽然系统的声音潮点 但许夕难得的 没有再继续对她 不说什么敏捷完吧 有了这五十个积分 晚上再练几篇字 马上就能刷到一百五十 明天上课再刷一天 基本就够两百分了 短期目标达到 一时间 许夕刷分的动力又涨了几分 回到侯府 许夕照例第一时间去给老夫人请安 正好遇到大夫人也在那里 看到大夫人看她那复杂的眼神 许夕就知道 老夫人已把自己的猜测 跟大夫人说了 昨日我说的那是 你们派人去查了吗 许夕忍不住问道 老夫人这边 能把这事查清楚最好 不用她努力攒积分了 她昨晚放了那么大一个雷 她不相信老夫人和大夫人忍得住不 立马去查这件事 老夫人和大夫人对视一眼 挥挥手让屋里的下人都出去 却沉默着不说话 昨晚许夕一走 老夫人马上就派人把大夫人叫了来 两人对当时的情形回想了一个晚上 越想就越觉得 许夕猜测的情况有可能发生 为此 两人昨晚都没睡着觉 此时看到许夕那双酷似侯爷的眼睛 朱氏的心绪就更乱了 本来事情没查清楚 她跟老夫人不打算提及的 但面对许夕 她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查了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当时侯府乱成一团 四处都需要人手 我把我身边得力的人都派了出去 只剩了一个嬷嬷一个丫鬟 之所以留下她俩 是因为这两人忠心室友 但能力不足 我想着 就算我有什么事 他们不能好好处理事情 好歹可以帮着去叫人 反正都在府里 一叫就来 后来二夫人发作要生孩子 她是投胎 生得很不顺利 我去看她的时候也发作了 因来不及令叫稳婆 人手不够 我直接就住进了二夫人 隔壁的屋子里 以方便稳婆来回照顾 安排好我后 我那丫鬟去叫人 婆子在旁边守着我 当时阵痛上来 我根本顾不了其他 就听那婆子 一直在我耳边说话 她说什么我也听不清 唯一的感觉就是痛 等孩子生下来 我就直接晕过去了 待我醒来 婆子就恭喜我 说我生了个儿子 她抬起头 仔仔细细地端向许夕 如果我生个女儿 二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或者两个儿子 我或许会怀疑 她是不是把孩子掉了包 毕竟大房没儿子 对二房有利 可报道我面前的是儿子 她那边是一对龙凤胎 我根本就没齐心 那个婆子呢 她可还活着 许夕问道 别又像卫室身边的 那个嬷嬷一样 忽然间病死了吧 活着 朱氏点点头 被她儿子接出府了 我今天派人去问她 她已经七十了 人已糊涂 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了 如果这个婆子 无缘无故地死去 她也不会一点一心不起 可偏婆子活得好好的 只是人已糊涂 她旋即又摇摇头 就算她不老糊涂 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来 这个婆子 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人确实是很忠心 就是做事不够仔细 糊里糊涂的 人不够聪明 如果卫室真在她眼皮子底下做手脚 估计她也发现不了 当初接生的吻婆呢 许夕又问 我叫人打听了 吻婆回去后就搬了家 问她的街坊邻居 谁也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 要不是有这么个疑点 老夫人和大夫人都觉得 许夕是危言耸听 胡乱编造谎言 以获得大夫人的关爱 为自己忤逆亲生母亲找借口了 许夕想起什么 又问 她离开时应该开了录影吧 有没有派人去衙门里查过 查过了 没查到 朱氏摇摇头 他俩做了这么多年的当家主母 这些道道还是清楚的 当时除了他们 还有谁 我身边的除了婆子和吻婆 只有未是那边的人了 但他身边的人里 除了那个死去的嬷嬷 还有两个丫鬟 不过 丫鬟当时没进产房 只在外面帮忙烧水递东西 两人早已出嫁 一个死于难产 一个嫁了卫士庄子上的一个小管事 我担心打草惊蛇 没有派人去审问那个丫鬟 怕打草惊蛇是其一 其实朱氏真正担心的是被卫士发现了 卫士大闹起来 让赵经理知道 要是孩子知道自己母亲怀疑自己不是他亲生的 那该多伤心啊 偏他又没有证据证明 那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到时候 母子离了心 赵经理的世子地位不变 以后还成了这侯府的主子 最尴尬的就是他朱氏了 所以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朱氏根本不敢让第四个人知道 哪怕是丈夫赵元勋 他也没有说 看到满脸愁绪的朱氏 许熙倒也能猜到他的顾虑 许熙不由叹了一口气 在现代 这种事再简单不过 一个DNA检验就能搞定的事 到了古代就万分复杂 难怪古代有黎毛还太子呢 没有确凿证据 就算心里怀疑 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也没法证实 看来只能他攒积分 去叫系统查了 叫系统查一查 街声稳扑的下落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是不急 你们别愁坏了身子 实在查不到 就当这些事都没有发生吧 许熙倒 朱氏苦笑一下 事关自己的孩子 能当事情没有发生吗 不说别的 他现在根本没办法 像以前那般疼爱赵敬丽 想想自己精心教养的儿子 是未是的 以后侯府交给他儿子继承 朱氏心里就隔音的慌 他又不是没别的儿子 怎么可能糊里糊涂的 让赵敬丽继承侯府 这件事绝对要查清楚 如果没别的事 我先回去吃饭了 许熙倒 去吧 老夫人汉手 我没心情吃饭 喝斩烟窝就成 就不留你一起了 许熙又说了一通保重身体的话 这才告辞出来 去提饭吧 一回到品明居 他就吩咐道 中午吃了点点心 早已消化殆尽 他现在饿得不行 姑娘稍等 老奴婢已吩咐以催提饭去了 袁嬷嬷道 他能坐到小管家 现如今又到许熙这里来做管事嬷� 倒也有其长处 那就是善于察言观色 许熙长身体 最是容易 他知道许熙一回来 定然要先吃饭了 因此不再吩咐 就叫以催去提饭了 许熙刚取下拆环洗了脸 以催就提着石盒进来了 他放下石盒 就跪到了地上 神色不安地对许熙请罪到 姑娘恕罪 厨房的人说 二夫人给您留了两道 他的份力菜 让给您提饭的时候 带上 奴婢担心别人说闲话 就把菜提回来了 说着 低着头不敢去看许熙 许熙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 听到这话 他不由笑了起来 起来吧 你做得对 二夫人给我什么 接着就是 没必要不安 卫士也不知怎么 就想通了 竟然换了路数 昨天跑到老夫人那里哭诉 今天又开始嗜好 还闹得满腹皆知 他做母亲的 都做到这一地步了 如果许熙再不依不饶 府里的人还不定怎么说他呢 这女人认真起来 还真是好手段呢 许熙的奋力 是四菜一汤 大荤 小荤 素菜 青菜各一 卫士送了他一道红烧柿子头 一道炒和虾 一大荤一小荤 算是很有诚意了 这些菜他一个人当然吃不完 许熙叫以翠拔了一部分出来 其他的都给他们吃了 吃过饭 许熙出去散步的时候 这才召唤系统 只查接生稳扑的下落 需要多少积分 系统也知道 有卫士在 许熙就不能安心学习 要不然他也不会只收 许熙二百积分了 这会儿他也没为难许熙 好吗 正好是他今晚能刷到的数 可以 许熙也不会一味的压榨系统 只要他有积分 给系统就给系统了 这辈子 他都得与系统同生共死了 让他多恢复点功能 对他也有好处 不过 你查到后得让他主动曝光 就像卫士的奶娘一样 自己到衙门把消息捅出来 否则我没办法交代 我是怎么查到这些消息的 到时候 咱俩都得被人怀疑 系统 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般 做不到做不到 我要是能入侵别人的脑子 改变别人的想法 我还能活得这么憋屈吗 早已把宿主 你脑子里的自主想法 给洗刷干净 成为我的刷分机器了 那怎么办 许熙醋眉 那就只能用宿主 你的聪明脑袋 好好想想办法了 系统给了他一剂彩虹屁 许熙鼻子里哼了一声 散了一会儿不 便进屋子练起字来 不管怎么的 先把积分刷满 将事情查清楚再说 也不知是他练了这么久 水到渠成的进步了 还是今天受了 萧夫人字的影响 有了点顿悟 许熙写了几篇字后 忽然听到系统播报 恭喜宿主 智慧之家四 许熙一愣 旋即大喜 哈哈 又进了一步了 系统也十分高兴 在脑子里 咚咚咚 有节奏的给许熙来了一段声音 一表庆贺 还练一篇字 宿主 您就能积满150积分了 系统到 现在是146积分 许熙再写一篇 赚四个积分 正好150积分 姑娘 袁嬷嬷见许熙停了笔 赶紧趁机劝导 我再写一篇 许熙抬头看了看 感觉光线有些不足 吩咐道 点灯吧 是 袁嬷嬷转头看向乙翠 乙翠赶紧去点灯 自从上次被许熙对过一次 袁嬷嬷再也不敢把自己 当成一颗聪浪 对待许熙的态度恭敬不少 也不敢再对她指手画脚 以管教者的身份自居了 许熙对这个转变很满意 她过后向清风打听过 知道当初给她挑下人时 大夫人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与二房和三房有牵扯的下人 她都没挑 只挑忠于大房 或是没有多少歪心思的下人 这个袁嬷嬷 之所以被挑来做她的管事嬷嬷 一来是人还算靠谱 能力还不错 二来也因她不是那等四处钻营 不择手段往上爬的 三来 袁嬷嬷的丈夫 是外院管车马的小管事 许熙去书院来回都要用马车 有袁嬷嬷在 不至于有人在这方面动手脚 或为难于她 因此 只要袁嬷嬷别一副姑娘是乡下丫头 什么都不懂 需要好好教导的心态 她也不会非得换了袁嬷嬷 戴乙翠点了灯来 许熙凝视尽气地认真练了一篇字 如愿以偿地听到恭喜宿主 智慧直加四地播报 这一会儿 不用许熙吩咐 系统就十分配合地 把光幕展现在她面前 上面的积分果然变成了150 宿主 我这就给你查 不过因为范围太大 年代太远 我需要的时间要久一点 或许一天 或许一个月 你要耐心地做好准备 系统到 嗯 好 这个许熙能理解 不管系统以什么方式去查 这种陈年往事都不大容易 另外 如果查不到 或者查到那人已经死了 扣除的分数盖不退还 系统说着 嗖的一声 光幕上的积分变成了零 动作快地让许熙都没反应过来 许熙无语了一下 不退就不退 不过 你一定要尽力 要是让我知道你耍滑头 那我真要闲鱼了 你也知道 我说话算话 不会不会 我也希望你能把家务事解决掉 好专心学业 另外 如果真如你猜想的那样 你是大夫人的女儿 那你岂不是侯府的大房嫡女 侯爷的亲女儿 这身份 岂是赵如雨能比的 就算他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又如何 一个外来树房养女 岂能比得上你这掌房嫡女 到时候 他就算嫁了平南侯二公子 又如何 你肯定能嫁一个 比他更好的 许夕再次无语 这到底是谁设置的系统 怎么满脑子都是封建残余思想 女人就非得嫁人吗 还拿所嫁人的地位来比身价 无不无聊 你在宝马里哭 我在自行车后校 到底谁更幸福 行吧 你愿意这么想 就这么想吧 他无奈道 能认真查身事就行 看着变成灵淡的光幕 许夕到底还是又写了两篇字 把那个数字变成了八 他才洗漱睡下 而这时 也不过是虚实 即现代的八九点钟 但整个侯府已是万籁俱敬 大家都已入睡了 睡得早 起得就早 许夕睡到自然醒 跑到老夫人请安 顺便跟他一起吃了早餐 坐马车到书院 他依然跟昨天一样 比上课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时辰 许姑娘 怎得来得这么早 守门的婆子 正是那日跟许夕聊天的 姜嬷嬷和陶嬷嬷 昨日来许夕就塞了两包点心给他们 这会儿看到许夕便格外热情 在家没事就过来了 在教舍里练练字 也挺清静 养成了习惯可不好 生米恩豆米酬 偶尔给点 表示表示就成 进了书院 教室里空荡荡的 他也不害怕 摊开纸磨了墨 就开始练起字来 也不知练了多久 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许夕回过神来 朝门口看去 就见崔夫人站在那里 他赶紧放下笔站了起来 唤了一声 崔夫子 崔夫人走了进来 看了看他练的字 点了点头 昨日萧夫人夸奖你字写得好 看来果然所言非虚 你这也是下得一番功夫的 不错不错 严肃的脸上 也变得温和起来 多谢夫子鼓励 许夕失礼 见许夕这番不骄不躁的模样 崔夫人的脸色 又温和了几分 我是听巡逻的婆子 说你早到了 所以特地来找你的 许夕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来 找他 有什么事吗 崔夫人看他外面 一会儿估计就有人来了 不如咱们到我那儿去说话 好 许夕自然同意 跟着崔夫人出了教设 他才看到 云默默和小鹿站在外面 一行人往前走了一段路 崔夫人率先进了一个院子 这里不止一个院子 而是一个院落 一共三个院子 成品自行 这些院子也不是紧挨着的 中间都隔了机密院 这是 我跟陈夫人办事的地方 崔夫人主动解释道 上德长公主只偶尔来看看 具体的事物 都是她跟陈夫人等人管 这些地方 就是给他们办公 歇息用的 进了正屋 两人分尊碑坐下 当即就有丫鬟奉上茶来 我叫你来 是因为昨日你做的四书五经试卷 得了甲甲 崔夫人开门见山地道 所谓的甲甲 就是满分了 见许夕没有面露惊讶 似乎成竹在胸 崔夫人微压之余 目光里有赞赏之色 不知对于女子 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事 你可了解 崔夫人问道 许夕赶紧摇摇头 站起来失礼 还请夫子告知 她看小说的时候 只知道那位穿越皇后 弄出了这么一个制度 但具体的就不了解了 你可知道 以往有多少女子 参加了科举考试 考中了多少 做了什么关 崔夫人又问 学生不知 崔夫人汉手 示意她坐下 我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自打圣药皇后 跟全天下的男子抗争 为女子争取到这个机会之后 这么多年以来 也不过二十三个女子 参加了科举考试 最后考上秀才的两人 考上举人的一人 由于那位穿越皇后 对这个时代贡献很大 在她死后 封氏号为圣药 即说她犹如圣光照耀大地 许夕惊讶 才这么点 不过转念一想 倒也理解 传统观念的改变 不是一朝一夕的 在现代 从民国到她穿越前 上百年 在农村也有许多家庭认为 送女孩子读书 就是赔钱 因为她迟早是别人家的 也是因为 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 并且强制规定 每个村势林孩子都要上学 村官和学校 不停上门做工作 那些不愿意送女孩上学的家长 才屈服于现实 不得不为之 在古代 读书的费用本就昂贵 许家家境还不错 许永一做小生意 家里还有垫出去的田地 也勉勉强抢送许崇文上学 许学想跟许崇文一样念书 以许家夫妇疼爱女儿的程度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里 有条件念书的 家里不会允许他们去参加科举 他们也没有拼搏的动力 而那些家境贫寒 想靠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命运的 连笔墨纸燕和三字经都买不起 哪里有能力去参加科举 女子书院看似为女子 争取了受教育的机会 但实际上 也不过是这时代 女子增加身价 嫁个好人家的筹码罢了 贫寒人家的女孩子 是进不来的 里面的费用更是承担不起 看看许雪就知道了 许熙问道 这三人现在如何 崔夫人道 三人考中后都嫁人了 考上举人的那个开始 还在女子书院授课 有了孩子后 就彻底待在家里了 可惜了 许熙叹道 崔夫人表情一直比较严肃 说这些话的时候 也没带什么情绪 可听到许熙这句话之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问道 为何这么说 女子念书的条件不好 他们还能考上秀才和举人 可见是极为聪颖的 其聪颖程度 比许多男人都强 这样的人 只待在后宅里相夫轿子 实在可惜 崔夫人望着她 那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 许熙见她目光里有期待 心念一动 想起她是因为自己 考了四书五经第一名 才把自己叫来谈话的 对崔夫人的想法 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她想了想 道 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埋没自己的才能 在衙门里做官 可能会比较辛苦 不光要做得跟男子一样好 才能不被非议 更要承受别人一样的眼光 和指指点点 这种事 不是心智易于常人的人 是做不到的 所以 做官对于女子来说 很难坚持下去 但在书院里 教教女学生 还是可以的 没必要好不容易走出来 嫁了人后 又有于后宅 当然 我不是当事人 我没资格去评价 她们的选择 也许在她们心目中 丈夫而女更重要 这我能理解 我只是有些替她们可惜 崔夫人眼里 露出失望的神色 叹了口气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她站了起来 走到窗边 看向远空 圣要皇后 为我们女子 争取到这样的待遇 千古未有 所以我们女子 就应该不辜负 她这番苦心才对 怎么能又回到后宅 做个内宅夫人呢 如果人人如此 皇后的这份苦心 我们这些人忙碌劳 意义何在 许夕点点头 确实如此 昨晚我看到你的试卷 一晚上没睡好 所以今天一早就来找你 想问问你 想不想去参加客举考试 能不能为我们女子 做一次表率 崔夫人问道 严肃的脸上 露出期盼的神情 许夕抿着嘴 一时没有说话 其实昨晚在系统告诉她 参加考试的级别不同 获得的积分就不一样的时候 她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她现在身处一本小说里 小说的背景设定 都是原作者弄出来的 不管和不合理 它们都存在 祝 既然原作者设定 女子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并且能进朝堂里做官 那么参加科举考试 就是一个很好的刷分途径 不过这里面牵扯到太多的东西 容易惹出太多麻烦 如果只是刷分 她觉得完全没必要 现在崔夫人都把参加科举考试 上升到为女子做表率的境界了 她就更不敢轻易答应这件事了 见她面露犹豫之色 崔夫人赶紧道 这件事 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反正就算许夕答应了 要是她的家人阻拦也不会顺利 作为古代女子 没有独立自主权 家人这一关 是绕不过去的 为了让许夕有所心理准备 她还提醒道 你知道为什么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那么少吗 不是因为 只有这么点女子的才学 能比得上男子 而是因为家人反对 这个问题 许夕是想过的 她还有一些问题不清楚 所以问道 女子参加科举考试 得跟男子同在一个考场 并且要跟男子一样 需要进行搜身 她可是看过这方面的小说的 古代男子参加科举考试 搜身的时候全身脱光 甚至跳进水里 以防止夹带直至小钞 为了防止夹塞 甚至后门都得检查 如果女子也要跟一群男子 通过这样的检查 那不是追求平等 而是自取其辱 不说家长不会同意 便是她自己 也坚决不去参加这种考试 不不不 崔夫人连忙道 不是这样 皇后为女子争取考试资格时 就想到了这一点 男子检查的那么严 主要是因为考生多 兼考者少 顾不过来 女子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 兼考的人足有三四个 几个人盯着一个 考生每一个动作 都在几人的眼皮子底下 自然用不着搜身检查 许夕说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她点头 好 我回去问过家人 再来答复崔夫子宁 崔夫人汉手 那行 你先回去上课 有消息了 就来这里找我 不带许夕站起来 她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参加科举考试 我们可能会对你进行单独授课 专攻科举考试科目 许夕一听就不干了 如果参加考试 我会花时间看书的 但有些课程我还是想学 比如琴棋书画 能不能在教授四书五经 律法 史书的时候 单独上课 其他的 我都跟着同窗门一起学习 琴棋书画里 琴姐不论 书画绝对是刷分利器 她还想跟萧夫人学书法 把每篇字所或积分提高呢 可不能放弃了 至于绘画 她有现代绘画基础 想来在刷分上还是挺有优势的 至于琴 她觉得自己记忆力好 思维敏捷 学起围棋来应该不难吧 琴是要跟人对输赢的 面对的对手水平越高 分值是不是也越高呢 总之值得尝试 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了刷分 学习琴棋书画也是为了刷分 还能逃至琴操 也比学四书五经有趣多了 她可不想舍本竹墨 为科考而科考 虽然她明白 崔夫人叫她参加科举考试的用意 但作为一个技术型社畜 她对去官场跟那一群臭男人争权夺利 真的没兴趣 让她为了皇后的一番苦心 替女子做个表率 不顾自己的性格喜好与意愿 长期奋斗在于 整个社会规矩抗争的第一线 她觉得自己是绝对不会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 好不容易获得一次生命 不好好享受生活 却要为别人抛头颅撒热血 牺牲自己照亮别人 她真没那么高的觉悟和思想境界 这一刻 她心里打起了退学骨 崔夫人促起了眉头 颇不赞成地道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学了琴 课后要不要练习 书法 画画 下棋 女工 亦是如此 如此一来 你花在四书五经上的时间就少了 她耐心地劝道 咱们女子不比男子 男子可以花十几年的精力 在科举考试上 咱们女子 能念书考试的时间 就这么两三年 等你十七八岁 你总得嫁人吧 嫁了人 你的夫家反对你参加科举怎么办 即便他们不反对 到时候你要怀孕生孩子 根本没时间再参加 所以 咱们要参加 就得争分夺秒 至于琴棋书画 以后嫁了人在内宅生活 有的是时间学习 许夕没有说话 她看出来了 崔夫人应该是这时代的女权主义 准确地说是女权主义的推动者 她对让天赋高的女学生 参加科举考试 跟男人一争高下 以后当官为女子做出表率 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与狂热 面对这样的崔夫人 许夕心里对她生出敬意的同时 参加科举考试的退役 又成了几分 她智商高 上辈子一路做学霸 但拿到硕士学位后 没有继续念博士和博士后 是因为她骨子里 还是贪图安逸的 她觉得 拿到硕士学位就够了 以她的能力进入社会 收入应该是还可以的 作为嘉靖小康的独生女 她身上有着那时代人 特有的精致利益主义 和享乐主义思想 她虽然知道 崔夫人做的事情 很有意义 但她的小肩膀 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冲锋在前的后果 就是成为炮灰 枪打出头鸟 出头的船子鲜烂 谚语往往就是真理 夫子 我能问问这么多年 京城女子书院 有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吗 许夕问道 崔夫人证了证 回道 有 有几个 崔夫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一个 就是那个考上举人的女子 我能问问她的家庭出身吗 崔夫人看着许夕那漆黑的眼睛 隐隐猜出 她问这话的用意 心里叹息 不过还是回道 她父亲是近视 家学渊源 她也自有聪慧 她父亲把她当儿子来养 一听这话 许夕就笑了起来 那夫人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的情况 不知您了解过没有 我养父是秀才 已去世三年了 我识字 就是她教的 前几天 我才被随平侯府认回 我承认我的记忆力还不错 昨日考的这些都是 死记硬背出来的 您觉得 以我这样的水平 再苦读个两三年 能对人家读了 十几年书的男子笔吗 女子书院录取学生的时候 就对其人做过调查 崔夫人自然知道许夕的情况 她对许夕也不抱太大希望 只是觉得 她记性好 好好教导 勤奋努力 未必不能与人一搏 参加科举考试的女子多了 技术大了 总有一两个考上秀才 举人的不是 每届遇到这样的学生 她都要鼓励大家去考科举的 不是沈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她鼓励到 夫子看好你 许夕苦笑 一脸严肃的崔夫人 其实不怎么擅长给人鼓励呢 我先回去跟家人商量了再说吧 她道 看出了许夕的退役 崔夫人有一瞬间的失望 不过这种失望也许太多了 她很快恢复了平静 点头道 行 那你先回去上课吧 许夕行礼告辞 她的脚步刚迈出院门 系统的声音就迫不及待的 在她脑子里响了起来 宿主 我觉得你可以答应她 你想啊 参加一次书院的考试 就有这么多积分 如果能参加更正规的科举考试 还不知道能有多少积分呢 你搞搞清楚 是需要考上第一名才有很多积分 不是一参加就有 许夕提醒道 她虽然知道自己智商比一般人要强些 但还没有自大到觉得 凭自己几个月的学习时间 就能跟人家苦读了几年 十几年 有秀才 举人甚至近视指点的人比 苦读一两年 在言请名师指导 考上的秀才就不错了 还妄想考按手 晚上做梦 还现实现 可不能考第一名 花一两年时间考个末位当的秀才 对她来说 有什么意义 刷分的渠道那么多 她何必去选择一条荆棘之路 许夕回去的时候 教舍里也来了好几个人了 其中有就许雪 姐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来了之后 你去哪了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就要出去许你了 许雪一见她 就满脸焦急地问道 许夕跟崔夫人离开的时候 文房四宝 就那么摊开在桌面上 没有收拾 大家一进教舍 就能看出她早已到了 许夕笑道 早餐摊吃了几个卷子 有点闹肚子 教舍里人多嘴杂 这件事她还是私下里跟许雪说吧 那打不打紧 要不要跟夫子请个假 咱们找郎中看一看 许雪关切地问道 不用不用 现在没事了 许夕说着 转移了话题 你怎么来这么早 许雪瞪她一眼 还说呢 你昨日说上课前才到 却瞒着我来这么早 我要不是想着提前来写写画本 还抓不住你呢 你也知道我路远 扣着时间怕迟到 早上起来吃过早餐就出发了 到这里来练练字也挺好 免得半路状况 迟到了不好 那以后我也来早些 陪你一起练字 许雪道 如果家里忙 你就别惦记我 反正我练字需要清静 一个人就行 用不着陪 许夕知道许雪懂事 平时在家里 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现如今许家做生意 她不可能看着父母忙碌 什么忙都不忙 许雪也想到了家里的情况 没有坚持 只是道 如果我有空就来早些 书院里的课 一般是上午安排四书五经和律法 史书 下午则是琴棋书画和女工 今天上午是律法和史书 两位夫子并没有再进行摸底考试 而是直接讲起课来 许夕为了赚积分 单脆在课堂上做起了笔记 夫子讲的内容 她都仔细地记下 为了尽可能地赚积分 她字写得慢 跟不上夫子们讲课的速度 就只做大概内容的记录 放了学 许夕正打算找个地方吃点心 就听身后的木清墙问道 许夕姑娘 我能看看你上课时写的东西吗 许夕回头 便看到一脸面无表情的木清墙 正看着自己 行 她从桌洞里拿出记下的一叠纸 递给木清墙 交代道 还没定 别弄乱了 嗯 木清墙答应一声 看看旁边的人 见大家都纷纷起身 没注意这边 她压低声音道 你要参加科举考试吗 许夕诧异地挑眉 今天没有崔夫人的课 自然也没宣布她的考试成绩 木清墙这样问 应该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她考第一名的事 她心念一动 不打反问 你呢 我会参加 木清墙语调频频 却十分斩钉截铁 许夕越发诧异 看到何玉琦好奇地望着他们 张璐和木清莲也快走到这里来了 她道 这件事 我得问过家里长辈 还没决定 所以没法回答你 说着她朝木清墙微遗汉手 拉着满脸疑惑的许雪出了叫涉 怎么回事 一出到外面 许雪就忍不住问道 许夕把崔夫人找她的事跟她说了 许雪圆圆的小脸皱成了一团 参加科举 她想起许崇文这几年念书的辛苦 很不赞成许夕去吃这个苦头 我觉得没必要 考上了又如何 还能跟男子一样做官 我也没想清楚呢 这件事先放着 回头再说 许夕道 许雪见许夕的目光一直看着一个方向 疑惑地转头看去 就见萧夫人身边的那位丫鬟小如 正朝这边走来 二位许姑娘 小如见两人都看到她了 几乎是小跑着过来 我们夫人请二位姑娘 到那边院子里坐坐 说着 她朝来的方向指了指 许夕正打算吃点心甜肚子呢 但既然萧夫人有请 她也只好点头答应 劳烦小如姑娘带路 萧夫人所在的院子 正是崔夫人那座院子的后面 分给她的屋子还挺宽敞 被她用配围隔成了三间 坐吧 饿了吧 来 尝尝我们府上厨子的手艺如何 萧夫人指了指桌上摆着的点心 多谢夫人体恤 我还真是饿了 许夕笑着把自己手里提着的点心 递给小如 这是我们府上的 劳烦小如姑娘捡出来摆上 三人分兵主坐下 先吃了些点心 萧夫人这才开口道 那日说要开营楼 铺子 我已经准备好了 工匠也正在寻 这些日子 可得劳烦 你多画些手势图了 许夕惊讶 这么快 萧夫人一摆手 自家的铺子 说一声就能腾出来 好吧 家里有矿的人 口气果然不一样 看着面露期待的萧夫人 许夕实在忍不住劝道 夫子 我觉得吧 开营楼 手势的饰样一定得全 普通的饰样占大多数 新颖的手势要有 但也不能全部放出去 一下子全放出去 轰动的效果是有了 短时间内能 吸引顾客来光顾您的心电 但如果后继无力 顾客也留不住 还给了别的营楼 模仿抄袭的机会 剑萧夫人一脸迷茫 似乎完全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样说 许夕只得把做法说细一些 您在营楼刚开张时 把手上那九样 新颖式样制出来作为学头 吸引顾客 普通客人来推的 还是普通式样 往后每个月 放两三样新颖手势出来 细水长流 这样既能吸引顾客 不断上门 又能防止别人 把您营楼的新式样 全学了去 你说的对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萧夫人打量了许夕两眼 问道 你也不过十四 五岁吧 怎爹 倒比我还懂得多 许夕的底细 云磨磨去查过 昨日他们来书院 也向崔夫人打听过 萧夫人对许夕的情况 了解得清清楚楚 所以 萧夫人实在想不明白 在市井 乡村长大的许夕 怕是连首饰都没见过几样 怎么能设计出 那么多精巧的首饰 而且 看她那日谈买卖的样子 老练的不行 实在想不明白 这孩子 是怎么长成这样的 咳 许夕咳嗽一声 镇定自若的瞎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吗 父子家境幽渥 从不为衣食操心 自然不会琢磨这些 简简单单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顿时让萧夫人 和站在她身后的云摩摩 自行挠补出一个 小可怜形象来 再回想一下 他们了解到的许夕的情况 对她的心疼 一下子达到了顶点 好好一个侯府嫡女 被人抱错 养在市井乡间 小小年纪就得操持家务 想办法赚钱 真是怪可怜见的 想着她即便被认回了侯府 还要跑出来卖首试图 萧夫人更可怜她了 忍不住问道 侯府 对你不好 倒也不是 许夕道 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我挺好的 衣食住行并没亏待我 只是我希望能自食其力 萧夫人跟云摩摩对视一眼 并不相信许夕所说的话 来书院念书 除了教的那点子数修 平时的花费可不少 想来侯府除了衣食住行 和给点数修 就没给什么钱 所以 这孩子才想办法 画了首饰式样 去营楼碰碰运气 如果不是遇上她 以御龙格东家和掌柜的德行 她怕是也赚不了什么钱 想想许夕手里缺钱 却还为她的营楼着想 劝她少这些新颖饰样 萧夫人越发觉得 这孩子难得 许夕并不知道 萧夫人和云摩摩 挠拨了许多她的悲惨遭遇 她见五歇的时间差不多到点了 又道 除了我交给夫子的那些新颖款式 首饰 其实还可以依据现有的材料 做细微的调整设计 比如一副头面 或许在男人们看来 这副头面和那副头面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咱们女子却也能看出 某副头面镶嵌的宝石颜色 更协调更好看 镶嵌的位置也很与众不同 这种协调和与众不同 考究的就是设计师 或工匠们的功力 这种首饰并没有多新颖 但因为她的某点别致 哪怕是价格贵些 喜欢她的人也舍得买 萧夫人回想起 自己买首饰的情形 跟许夕说的一模一样 看向许夕的眼神都在发亮 如果夫子买了原材料回来 我便可以替夫人 做这方面的设计 这种设计的好处在于 不像我教给您的那些设计图 那么需要灵感 同时 因为是依据现有原材料来设计的 不容易被模仿 他们想要模仿 就得去寻一模一样的原材料才行 这样做 吃力不讨好 得不偿失 你说的太对了 萧夫人连连点头 想想这孩子的可怜处 她慷慨地一挥手 你画出来 我仍给你一百两银子一张图 许夕吓了一跳 不不不 这种设计没那么费功夫 您不需要给我那么多 手势如果能卖出去 您给我半成的设计费就好 如果卖不出去 那就是 我设计失败 我自然没脸再收您设计费 云嬷嬷听萧夫人那样说 也很无语 她家姑娘 真就是个对钱没有概念的金贵人又 完全是不把钱当钱 照她这么开银楼 不说赚钱了 不赔本就不错了 不过 许夕能拒绝送到手上的银子 倒叫她对许夕的印象越发好了 原先的一点点防范 也消除殆尽 许姑娘 我家小姐从未做过买卖 开银楼更是头一遭 我看你对做买卖倒有些心得 往后你有空 还望能多跟我家小姐说说话才好 她笑着开了口 心得不敢当 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想法 也不知道对不对 许夕谦虚道 夫子家中如果有老成的掌柜 夫子可以把他们调过来执掌银楼 即便他们原先不是银楼掌柜也没关系 买卖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你说的对 我马上就安排人过来 萧夫人说着 有些不好意思 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数五 乍一伸手 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知从何做起才好 云嬷嬷刚才说的对 中午你要没事 就过来坐坐 跟我说说话 萧夫人说着 朝桌上指了指 小如连忙把上面的一张纸拿了过来 萧夫人确认了一眼 递给许夕 这是我的课表 只要我那日上午有课 你都可以过来 许夕看了看纸上写的课表安排 发现萧夫人不光教他们这个班 其他三个班都有课 每个班每寻两次课 十天里一共八次课 大概是书院照顾他 每次课的时间都安排在三 四节这个时间段 中午都是歇息时间 夫子这里有点心事有茶鹤 我自然巴不得来讨饶 只是夫子上课辛苦 下课后估计想歇息一会儿 我直接过来 总担心会打扰到您 不如您想说话了 就让小如姑娘去换我 反正我中午总是没事的 说着许夕又指了指许雪 如果夫子不嫌弃 我过来时 还得带上这个小尾巴 萧夫人看看 睁着圆圆的眼睛 被姐姐点到名一脸猛圈的许雪 忍不住笑了起来 点头道 好 她活了二十年 接触到的老老少少的女子 说话总喜欢拐上七八个弯 许夕的这份直言不会的坦诚 实在是让她喜欢 许夕站了起来 差不多到上课的时间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许雪也连忙跟着站了起来 两人跟萧夫人失了一礼 告辞离开 出了院子 许雪问道 姐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以前在城里 经常听人议论这些 所以听了一耳朵 许夕瞎扯道 生怕许雪追问 她赶紧给许雪上教育课 试试洞察皆学问 人情达炼及文章 平时对于生活 你要多听多看多想 时间久了 你就会发现 自己看问题更透彻了 想问题更深入了 这不光对你为人处事 有极大的好处 写起话 本来也更顺手更真实 单纯而聪慧的许雪喝鸡汤 效果总是十分显著的 她琢磨消化着许夕这句话 越想眼眸越亮 惊喜道 姐 我知道了 原先哪怕许夕给了她大纲 她也无处下笔 即便挤了点东西出来 也总觉得干巴巴的不够精彩 笔下的人物 更是显得幼稚可笑 可许夕这么一点拔 她顿时醒悟 决定观察生活 好好提升自己 下午是绘画课 授课的是当初入学考试时 见过的那位张夫人 因为萧夫人这个著名书法大师 图孙的身份 系统对张夫人的身份 也很期待 在查吻婆下落的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 悄咪咪的去查了张夫人的身份 回来她就跟许夕会报道 宿主宿主 这位张夫人 是当朝著名绘画大师 张启颂的孙女 她的绘画天赋 比她父亲和几位兄弟都好 据说有一股难得的灵气 吉德祖父张启颂的欣赏 再大尽的名气也挺高呢 许夕正在继张夫人所说的 集中笔和颜料等绘画所需用品呢 听到系统的话 就有些疑惑 萧夫人是这样 张夫人也是这样 在各自的领域里 似乎已是最为出色的女性了 那我就奇怪了 她们都来了咱们这个书院 那京城女子书院的夫子 是什么身份呢 我去看看 等张夫人介绍完绘画用的工具 在台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时 系统回来了 汇报的声音都带了些年巴 宿主 京城女子书院教书法和绘画的 是秦哲和张启颂两位老先生 见许夕没有说话 她以为许夕跟她一样被打击到了 忙又安慰到 不过萧夫人和张夫人也不差 虽然名气没他们的师父或祖父高 但水平也不低 以尽得师长真传 宿主你能学得他们的八九分本事 也已不比他们另外受的弟子差了 那赵如雨就算跟从名师 如果天赋不够 也是学不好的 许夕眉头微挑 吸了两下鼻子 仍然没有说话 一副愁云惨淡的样子 系统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不知道在翻什么 发出了叮铃当当的声音 许夕强压住微微上扬的嘴角 对系统生出了几分期待 她装装可怜 这家伙没准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没过多久 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宿主你快些赚积分吧 我去那边商场翻了翻 发现有一种灵雾丸 即能增加灵性和悟性 只要你能赚够积分吃下她 一定能清除于蓝胜于蓝 比有名师指点的萧夫人和张夫人 都还要出色 赵如与她即便有名师指点 也定然比不过你 许夕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冷漠起来 目着一张脸问道 你就说吧 多少积分 敏捷丸都要两万 这什么灵雾丸 肯定便宜不了 果然 下一刻系统带着显著气虚的声音传来 五 五万 切 许夕冷笑一声 不再搭理系统 她画画也很有灵气好吗 她无心根本不低好吗 吃什么灵雾丸 不过头了怎么办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回去把绘画要用的东西准备好 下一次课 咱们就开始动手画画 张夫人在上面道 许夕把东西收拾好 跟着许雪一起出了教设 快出书院时 看看四周没人 许夕问道 需要用的那些书 你去找了吗 缺的那些 哥哥那里有吧 嗯 找到了 都在你房间的桌面上呢 律法 使书哥哥那里也有 我抄一套就可以了 许雪道 许夕点点头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递给许雪 你让哥哥陪你去买东西 别自己一个人去 东西好坏都不知道 小心被人坑了 用不完的钱你先拿着 其他课还有东西要买 到时候一并买了 以后等你有钱了再还我 不急 许雪一看是一百两的银票 赶紧把银票连许雪的手握住塞回去 跟做贼似的东张西望的看了一回 发现周围没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称道 哪里需要那么多 你借我二十两银子就行 我就买颜料和一些必用的笔盒纸 也不买多好 真用不着太多钱 我出入不方便 你拿着这张银票 跟哥哥去一趟钱庄 把银票改成小额的 多余的到时候再退给我 许雪道 他真身还真没有二十两银子或银票 朱氏给他零用的二十两 交数休时就花去了一部分 余下的不够数了 谢谢姐姐 说好的借许雪钱 许雪也不推辞 接过银票来放好 许雪本说要帮他把东西一起买齐的 但许雪还是觉得自己买好 主要是他自己想省钱 买的东西不会太好 如果许雪跟他用一样的东西 他又觉得委屈了许雪 也让童窗们看低了许雪去 所以支持要自己买 许雪叫他用心观察 这两日他也发现了 张璐应该是个捧高踩低的性子 因为自己跟许雪的衣服手势 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档次 张璐对两人的态度就很不一样 而他之所以愿意跟沐青墙换座位 应该是想巴结讨好沐青墙 毕竟沐青墙在吃穿用度上 比起许雪来都还要好上几分 除了张璐 他也细细观察过别人 发现班上大部分童窗是好的 但也有少数几个 仍然表露出跟张璐一样的性情 只是有人演示的好 有人则像张璐一样表现在外 有了这样的观察结果 许雪自然不愿意让许希迁 就自己用低档的东西 免得被人看不起 许希回到侯府 先到老夫人那边请安 看到大夫人也在座 便把她写在纸上的书法 绘画 乐器用具 以及四书五经 律法 史书所用书的一张纸拿了出来 递到大夫人面前 大伯母 书院这两日开的课程里 夫子提出要购买这些东西 您看看府里里库房有没有 如果没有 我再叫清风去外面买 寄接了那日大夫人给她的那些银子 许希就不会在物质上跟侯府搅情 古代的书籍很贵 四书五经 律法 史书这些书一套买下来 要花十几二十两银子 那些专用的笔 画画的颜料 以及书法和绘画用的纸 都不是小数目 更无论一家好的古征 需要花的钱了 这些东西置办齐全 质量好一点的 都得上百两银子 就算侯府不出这笔钱 和那日给的那笔钱里出 许希也得让老夫人和大夫人 知道这笔开销 前十几年不养她 接回来后 要是在读书花费上 也舍不得出钱 等她以后出息了 却指望她拉拔侯府 天底下哪有这样划算的买卖 她必须得试试 老夫人和大夫人 在这方面的为人 大夫人接过来看了看 想了想 我记得库房里有好几家禽 你一会儿去看看挑一挑 其他的纸 笔 颜料 应该也有 你一并看看 要是不行 等你寻修的时候 我让阮嬷嬷陪你到外面买 我看看 老夫人伸过手来 从大夫人手上拿过那张纸 举到远处 半眯着眼睛 看着上面的内容 过了一会儿 她放下手里的纸 对大夫人道 如雨 估计也得要这些东西 一会儿等她来 你带着她俩一起去挑吧 大夫人眉头微皱 看了老夫人一眼 单声道 也好 她转过头 对许希道 饿了吧 要不你先去吃饭 等晚饭后 我再带你们去挑东西 许希本还想跟两人说说 崔夫人叫她参加科举考试的话 这会儿也懒得说了 点头道 好 站起来失了一礼 走了出去 老夫人等许希出去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大夫人去站了起来 道 到饭点了 我让人给您传饭吧 侯爷他们在等我 我也回大房吃饭了 一会儿等如雨来了 劳烦您跟她说一声 就说 等她吃过饭后就过来 我带他们去挑东西 说着低着一服 退了出去 老夫人张着的嘴半天没有合上 良久 她叹了口气 金嬷嬷抱怨道 我做错什么了 不就是让她等着如雨来 一起去挑东西吗 就给我甩脸子 说着 满脸不高兴 金嬷嬷原就是老夫人的陪嫁丫鬟 是她在府里最信的过的吓人 老夫人要派人去查证许希的猜测 自然得告诉心腹下人 而金嬷嬷 就是最知内情的 不管老夫人和大夫人婆媳俩 平时如何相得 但亲母女都还有矛盾呢 更何况是婆媳 对于这婆媳俩的事 金嬷嬷向来是霍西尼的 并不想掺和到里面 毕竟老夫人总是要走在大夫人前面的 金嬷嬷比老夫人小几岁 没准往后 就得靠着大夫人过日子 所以 她并不想得罪大夫人 这会儿见老夫人抱怨 她笑道 老夫人 你也理解理解大夫人 五姑娘没准就是大夫人的亲生女儿呢 她对待五姑娘 自然与六姑娘不同 如果这是真的 五姑娘可就是侯爷 侯夫人所出的掌房嫡女 相比起来 六姑娘算什么呢 不过是咱们侯府的树房养女罢了 连侯府的血脉都不是 一个外人 凭什么要跟五姑娘一起挑东西 她看了看老夫人的脸色 继续道 万一两人都种一样的东西 莫不是五姑娘 还得受委屈 把好东西让给六姑娘不成 如果不让 就落得个不谦让妹妹 敌女欺负养女的坏名声 大夫人 这也是为五姑娘抱屈呢 老夫人您想想 五姑娘前十几年的好日子 都被六姑娘抢了去 现在好不容易回府了 还得让六姑娘先挑好东西 谦让着她 难道她 天生谦六姑娘的不成 不说大夫人 老奴都要替五姑娘心酸 为她感到委屈呢 老夫人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只觉得赵如雨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又被平南侯府看上 即便出身上有点欠缺 也因着这份能力和荣耀 把出身填平了 往后嫁得好人家 侯府还得仰仗她帮扶 所以 她如今把赵如雨 当成和许夕一样的看待 想着一碗水端平 不能因为让许夕先挑东西 让赵如雨寒了心 却不曾想她这个举动 反而把大夫人弄不高兴了 她揉着眉头 叹息道 我老了 也糊涂了 总想着让大家都高兴 结果 让大家都不高兴 她抬起眼看着金嬷嬷 阿金 你说我怎么办 难道现在让人去告诉朱氏 让她领着稀丫头 先挑东西 金嬷嬷刚想说话 就听琉璃进来禀道 老夫人 六姑娘回来了 说来给您请安 得 还是闭嘴吧 见金嬷嬷不说话 老夫人为难地看了外面一眼 想了想到 让她进来吧 人都在外面了 总不能把她晾着吧 赵如雨请了安 果然说起书院里需要的东西来 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老夫人也不能先敷衍着赵如雨 让许夕先挑 之后再让赵如雨挑选 后宅里人多嘴杂 基本瞒不住什么 只要大夫人领着人去开库房 就总会让人看见 赵如雨 现在是京城女子书院的女学生 府里的丫鬟婆子 再不会像前段时间那般 把她当成侯府养女轻慢 她只要派人打听打听 迟早总会知道这些情况 与其两边不讨好 不如就照原来的想法做 你先回去吃饭 吃过饭后你过来 我让大夫人带你和如希一起去挑东西 她书院里要的东西 也跟你差不多 刚刚跟我说了 我便让她等着你一起去挑 多谢老夫人 赵如雨听了这话 并没有多少情绪波动 自打她考上京城女子书院 她就知道 相比起赵如希来 看重丽的老夫人 仍会更为看重她 吃过饭 大夫人就到了荣喜堂 赵如雨早就派了小丫鬟 等着了 得了消息赶过来 许希这边离得近 在赵如雨味道的时候 她便到了荣喜堂 待赵如雨来 三人就一起去了侯府库房 大夫人示意彩蝶打开门 对两人道 这里的情 你们看看有没有重力的 不等两人说话 她就看向赵如雨 如希要学古针 如雨你呢 赵如雨看了许希一眼 笑道 那就让姐姐先挑吧 我也是学古针呢 只是原来那家古针 已不怎么好了 所以想重新挑一家 身为侯府小姐 老夫人也是请了老师 来教导他们的 赵如雨原来学的就是古针 上辈子进了平南侯府 她在这方面也大有敬意 可进了京城女子书院 她才知道 在这方面有造诣的人真是不少 她两辈子水平加起来 在书院一众铜窗里 也不过是中上水平 并不拔尖 因此 她自然不敢为了许希 抛弃自己的并不占优的优势 令学一样乐器 经历过两辈子的她 见过无数的好东西 侯府库房里的东西 她并不觉得稀罕 因此 她也没有一定要先挑先选的想法 乐得做出高姿态 由着许希先挑 还是妹妹先挑吧 许希新眼子比一般人要多 这回子自然也不肯先挑 我是姐姐 得让着妹妹 妹妹总不能让我背上一个 不牵让妹妹的坏名声吧 对上许希那张似笑非笑的脸 赵如雨没再坚持 许希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她再坚持让许希挑选 那可就变成恶毒女子了 她弯了弯唇 那妹妹就谢过姐姐了 说着 举步进了库房 阮嬷嬷 彩蝶 你俩进去陪着六姑娘吧 大夫人吩咐道 阮嬷嬷和彩蝶答应一声 进了库房 大夫人和许希 清风都留在了外面 在书院里过得如何 可有人欺负你 教你们的先生都有谁 他们说的东西 你听不听得懂 大夫人问许希道 许希一一答了 两人只闲聊了 没到半盏茶功夫 赵如雨就出来了 对大夫人道 大伯母 我挑好了 大夫人看着服输手里抱着的一架古针 诧异地看向赵如雨 怎地挑了这一架 大夫人一时出身熏贵 打小野士 学过琴棋书画的 更何况侯府大姑娘赵如珠 二姑娘赵如玉 皆是大夫人所出 他们当年学情 大夫人就陪着他们把库房里的乐器翻过一遍 对库房里的乐器有些印象 她印象里 服输怀里抱着的这架古针 在库房里几架古针里并不算好 音质只能说一般 姐姐让我先挑 我怎能把最好的挑走 自然要把好的留给姐姐 赵如雨道 大夫人没理会她 转头吩咐彩蝶 你去把盒子上雕刻有高山流水图案的那架古针拿出来 彩蝶音声去了 不一会儿就捧着个狭长的木盒子出来 大夫人示意她打开 对赵如雨道 你进的京城女子书院 同窗街出身名门 用的不是名情 便是价值不菲的 咱们侯府虽不如往昔 却也不至于一架像样的琴都拿不出 让人看了笑话 你谦让姐姐的行为是对的 但形式上还是欠考虑 她示意彩蝶把盒子关上 服输你把那架古针给刘某某 把彩蝶拿的那个盒子 替你家姑娘带回去 刘某某是管库房的婆子 服输看了赵如雨一眼 答应了一声 一眼换了古针 赵如雨露出不安的神色 大伯母您说的固然有道理 只是我把这架古针挑了 姐姐她怎么办 这盒子里的 可是库房里最好的一架古针了 莫不是大夫人看她不顺眼 想让她背恶名 这是我硬让你换的 别人也说不了你的闲话 大夫人道 至于你姐姐 我私库里还有大姑娘 二姑娘用过的旧情呢 我让她去我私库里挑一架便好 她也不等赵如雨说什么 就对许夕温声道 请你先别管 先跟如雨看看比 纸和颜料 一会儿跟大伯母去大房 看看你大姐 二姐用过的情 你满不满意 许夕自然知道 朱氏这番作为是偏向她的 她连忙笑道 好 那我就等着看大伯母 私藏的好东西了 大夫人笑道 什么好东西 不过 是你两个姐姐用过的 就东西罢了 我也不可能再有女儿 与其白放着发霉 不如给你用 你别嫌弃是就东西便好 怎么会 只怕给我用糟蹋了呢 许夕笑道 两人说笑着 已走到了另一边库房 这个库房放的都是细小精细的东西 分别用盒子装着 摆在架上 大夫人示意彩蝶样样 打开来给许夕和赵如雨看 让他们挑选 各种笔 纸和颜料都不止一份 这一次自然不需要千让 直接挑选自己需要的就好 两人不光带了大丫鬟 名下的两个小丫鬟 也都跟着来了 挑好后就让他们抱着 差不多了 就让他们回去 放好东西了再来 选完这些 大夫人道 你们所需要的书 府里虽有 但都是爷儿们用过的旧书 不适合给你们用 明日我让人去外面书铺买新的 到时候送到你们院里 多谢大伯母 赵如雨对她行礼 如此 我就先领着丫鬟回去了 去吧 大夫人摆摆手 看着赵如雨走了 这才招呼许夕 走吧 夕姐还没去过 我们大房的院子吧 跟大伯母过去玩玩 许夕却没动 开口道 大伯母 我觉得我还是在库房里 选一架古增行了 我们那里的同窗出身都很一般 能有一架普通的琴就成了 没人会笑话 我的骨针不是明琴 不带大夫人说话 她又道 主要是我初学 手没琴没中的 用好琴也糟蹋了 就在库房里选一架普通的琴 等以后我学的不错了 大伯母 您再送我一架好琴如何 就当我把琴放在您库房里 先保管了 哎 你这孩子 大夫人称怪的看了许夕一眼 也推老实些了 她明白许夕的意思 她如今护着许夕 对许夕另相相待 在许夕看来 应该是那个猜测的缘故 觉得她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对她特别好 可最后 如果证实了那番猜测是错误的 现在她送的东西 在许夕手里 岂不是成了烫手山芋 大伯母送你东西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你投我的脾性 大伯母喜欢你的爽直 所以愿意送你东西 就这么简单 你收着就是 她想了想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反正侯府库房里的骨针 有一架是属于你的 你去挑上一架 至于大伯母送你的东西 是大伯母私库里的 跟分力无关 你只管都拿着就是 等你以后学好了 就能用 也不必再来问我要 我可不想帮你保管 许夕觉得 大伯母说的 真是太有道理了 便也没有推辞 去库房里挑了一架自己满意的 让以翠和抱着直笔的点将 一起送回去 自己带着清风 去了大房那边的院落 静态 别调皮 快把东西给我 还没进院子 就听到一个少年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许夕记性好 听出了这是赵经理的声音 不给不给就不给 一个孩童特有的声音响起 一听这语调就知道 这孩子皮的不行 十分欠走 大夫人的脚步加快了几分 许夕跟着进了院子 就看到赵经理手里 拿着什么东西 在前面飞跑 赵经理跟着后面颈椎 守门的婆子看到大夫人进来 如同看到救星 连忙大声唤道 大夫人 您回来了 赵经理一正 转过头来 看到诸侍进门 连忙停住了脚步 回头朝赵经理教导 经理 娘回来了 又来这招 你休想骗我 赵经理根本不信 把手里的东西 放到嘴上刀着 跟猴子一般 一直爬到一人高的地方站定 觉得赵经理抓不到他了 这才回过头来朝他做鬼脸 上来啊 你上来啊 大夫人看到这情形 用手俯额 满脸的无奈 这小子 真是一天不打 就上方先瓦 皮得没边了 许夕看着站在树丫上 还各种做造型的熊孩子 总算理解大夫人 在接他回侯府的路上 说的那句话了 因为树叶阻挡 赵经开并未发现 大夫人和许夕 把嘴里刀的东西 拿在手上打开来 开始大声念起上面的文字来 他低着头 满脸娇羞 两久 走过来用颤抖的手 解开林二少的衣袋 嘴里道 爷 奴侍后您就请吧 别念 不许念 赵经理听他念出来 吓了一大跳 满脸通红地跑过去 掀起一百往树上爬 嘴里还威胁道 你再念 我就把你前段时间尿床的事 宣扬的满腹都是 啊 赵经太一看赵经理爬上来 要抓他了 大叫一声 继续往上爬 本来赵经太站立的地方 就已是半丈高了 这会儿再往上爬 那棵树的枝丫 已是很细 踏不稳不说 树枝已开始往下弯 眼看就要 承受不住他的重量了 大夫人见状 连忙提裙子跑过去大喊 静太 下来 又叫赵经理 立根 别再追他 可熊孩子就是熊孩子 不是以大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即便看到青娘来了 赵经太不但不怕 看向赵经理的神色 还更加得意 这一回书已被他塞进了怀里 他嘴里有空 见兄长脸红耳赤 觉得好玩 便继续念起刚才记下的话语来 他罗长清姐 露出的乡间妇如宁之 静太 你在胡说八道 我 我抓住 你非打你屁股不可 赵经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抓住树枝继续往上爬 他已是十四岁的少年 侯府里大夫人管得严 并未给他安排通房丫鬟 但府外跟他同龄 或是比他大一两岁的朋友 都已通人式了 初通人式的少年 对这种事情既好奇 又羞于其耻 私下里就传阅着这些 相反斜杠反斜杠验画本 这本画本是赵经理 刚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 正半遮半眼地看得起劲 就被调皮的弟弟抢了过去 要是他表现得平淡一些 倒也罢了 十岁的赵经太 对这种事情并不懂 翻两下觉得没意思 赵经理在拿东西哄一哄 也许就还给他了 偏他是第一次看这种画本 这下被弟弟抢了去 生怕人知道 表现得又羞又猛 赵经太从未见过哥哥这样 一时起了逗弄玩闹的心 这才闹了这么一出 还让母亲和刚接回府的许夕听见 想起这种事 竟然让堂妹听见 赵经理只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哪里还去考虑弟弟的安全 和母亲的丁鸣 他此时一心想着 要把弟弟抓住 抢过他手里的话本毁尸灭迹 眼看着赵经太越爬越高 赵经理竟然还要往上追 大夫人又急又气 在下面大吼道 停住 都给我停住 许夕也看得胆颤心惊 赵经太这熊孩子 一面斗着赵经理一面往上爬 越爬越高 脚下踩的树枝也越来越细 只要他脚下没踩稳 或是树枝承压不住断了 就会从两米左右的地方摔下来 两米说高不高 说矮也不矮 树下虽是泥地而不是硬化的路面 但要是摔的角度不对 摔着骨头或是脊柱 没准能去半条命 他转头看看 院子里倒是站着七八个丫鬟婆子 可一个个的眼睛都紧盯着树上 根本没考虑其他 他赶紧叫了一声 快大家都过来到树底下来 说着他第一个跑到树下 清风和彩蝶愣了一愣 也紧跟着跑了过去 大夫人对下人向来不错 为人也大方 下人们知道即便最后没起作用 今天到树下接少爷的 大夫人也一定会打赏 因此许夕这一叫 大家都醒悟了过来 赶紧往树底下跑了过去 像许夕一样伸出了手 可没等这些人跑到树下站好 只听树枝咔嚓一声 一直聚精会神斗着赵经理 嘴里还念着什么的赵敬泰 就猝不及防地摔了下来 幸好树下已占了大夫人 许夕和清风 彩蝶 另外还有两个 离得极近的丫鬟也到了 六个人本就在赵敬泰的下方 他一摔下来 正好被六人接了一下 赵敬泰是小胖子 体重按现代的算法 大约有八九十斤 再加上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六个弱女子即便接了 又哪里接得住 又担心自己被砸伤 下意识地保护自己 因此大家都只是挡了一下 他就摔到了地上 敬泰怎么样 摔着了没有 哪里痛告诉娘 大夫人吓得脸色煞白 赵敬泰呲牙裂嘴地揉了揉屁股 在丫鬟婆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咧着嘴 黑黑对他娘笑 我屁股都快摔成八半了 大夫人又气又恨 忍不住一巴掌拍到赵敬泰的肩膀上 我叫你皮 我叫你皮 哎 娘 我这里好疼 好疼好疼 熊孩子见母亲生了气 赶紧换了策略 装起可怜来 大夫人明知道他是装的 却还是忍不住担心 吩咐一个丫鬟道 去叫师郎中来给少爷看看 吩咐完丫鬟 他转过脸 就对着从树上下来的赵敬丽吼了起来 赵敬丽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 你明明知道你弟弟调皮 不说好好劝他 还往树上追 我怎么叫都叫不住 万一他摔个好歹 是不是就如了你的冤 说着 他眼眶就红了 一面哭一面骂道 你还看那种书 还带坏弟弟 还闹得满府人知道 我 我这么多年 对你的教导都为了狗 说着 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几日承受的压力与折磨 全都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眼泪一流就杀不住车 抱住正想来安慰他的许希 就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赵敬丽和赵敬丽都被吓住了 在他们印象里 不管有多难的事 他们的娘都是微笑面对的 即便当年外祖父去世 母亲再伤心 也只找个没人的地方 默默抹一会儿眼泪 从来没有像这样不顾形象的大哭 你 你去词堂跪着 没我的吩咐 不许起来 大夫人指着赵敬丽又哭着道 赵敬丽也没当回事 因为他是世子 母亲对他比对其他兄弟都严厉 小时候调皮 他没少被罚跪词堂 不过半个时辰就被叫起来了 母亲总还是心疼他的 生怕他膝盖受不住 从来没有真的严惩他 赵敬太监母亲哭成这样 哥哥又被罚跪词堂 他良心不安起来 一脸愧疚地对母亲道 娘 要不 我也去跪词堂吧 去什么去 你在这儿等着 让郎中看看你有没有伤着 大夫人对他瞪眼 可瞪着瞪着 眼泪又出来了 抱着许夕又哭了起来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跪词堂 娘您别哭了 赵敬丽见母亲哭成这样 又看看时不时揉屁股的弟弟 心里越发愧疚 要不是他看那种画本 也不会惹出这么一摊子似 如果弟弟真伤了哪里 可不是他跪一跪词堂就能弥补的 想想刚才的事 他感觉到一阵后怕 看着赵敬丽垂丧着脑袋乖乖的去跪词堂 大夫人抱着许夕哭得更伤心了 许夕拍拍大夫人的背 心里直叹气 他能理解大夫人刚才的崩溃 赵敬丽是他当世子精心教养出来的 作为第一个儿子 他对赵敬丽的感情和期待 肯定远远超过雄德完全不听话的赵敬泰 现如今 想想 这孩子也许不是自己亲生的 而是为是偷梁换柱换过来的 他内心的痛苦 不舍与恨意 外人真是难以想象 如果赵敬丽不是他所生 那么赵敬丽也许就是他唯一的儿子了 这唯一的儿子被赵敬丽碾到树上 差点摔下来丧命 想来大夫人那一刻的害怕 憎恨各种复杂的感情达到了顶点 他才经不住哭成了这样 大伯母 别哭 事情也许不是咱们想象的这样吗 也许 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也说不定 许夕拍着大夫人的背 低声安慰道 不 大夫人摇着头 哭道 我越想 越觉得不对 你的猜测 十有八九是真的 她站直身体 凝视着许夕 伸手摸摸她的脸颊 又哭了起来 再试试 就知道了 看着大夫人痛苦的模样 许夕真有些后悔 自己把那个猜测说了出来 这时代又没有DNA检验 那个稳婆要是找不到 不能百分百地证实赵敬丽不是自己的儿子 大夫人一方面担心赵敬丽不是自己的儿子 让卫视的儿子占了便宜 另一方面 又担心赵敬丽真是自己的儿子 自己错怪了他 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这种怎么都是错的煎熬 能生生要了大夫人的命 许夕忍不住在脑子里问系统 系统 你查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那个稳婆的下落 隔了好半天 许夕已跟彩蝶把大夫人扶进房里去了 系统的声音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渐渐到近前 我只查到他五年前还活着 但五年前 他又搬了家 现在具体搬在哪里去了 还没查到 只要人活着就好 而且 系统只花了一两天时间 就能查到他五年前的踪迹 想来再查他现在的住址 也只是半天 一天的功夫 许夕第一次感觉 系统是这么的靠谱 赶紧给他拍了一记彩虹屁 哎呀 系统你 真是太能干了 这么一天的功夫 就查到他的下落了 看来不用半天 我的绅士就能查清楚了 宝贝加油呀 姐姐看好你哦 等我的绅士水落石出 我一定好好赚积分 早日让你 把障碍修复好 系统一直被骂智障 这还是第一次被叫宝贝的 忽然间就羞涩起来 别别扭扭地道 也就一般般能干了 宿主你记得好好刷积分就好 顿了顿 他又到 我继续查去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宿主你等着我 说着就没有了声息 显然又去查吻婆的事去了 许夕弯了弯嘴角 看到大夫人洗了脸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他带着一脸的笃定 对大夫人道 大伯母 您别着急 会查清楚的 嗯 我知道 你别担心 我没事 大夫人笑笑 拍开他的手 我带你去库房 要不改天吧 我现在只能用到 刚才领的那架琴 您这琴我今天就是 拿回去也用不了 许夕道 大夫人也急着处理事情 倒也没有坚持 行 那就改天 等哪天得闲了 我叫人翻出来 再让你过来挑 好 那大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去吧 大夫人又换脖子 天快黑了 你提着灯笼背着 好生送五姑娘回去 待许夕一离开 大夫人就把自己的心腹换来 周嬷 你派人 把刚才的事散不出去 尤其是二房那边 顺便让人去盯着二房那边 务必要把二夫人的一举一动 喜怒哀乐记下来 向我禀报 周嬷嬷跟老夫人身边的金嬷嬷一样 也是大夫人最信任的人 当初大夫人生孩子的时候 她忙着府里的事 没在身边 后来许夕提出了自己的猜测 大夫人回来后 不敢跟侯爷说 便把事情跟周嬷嬷说了 让她帮着回忆当初的情形 他俩越想 越觉得被换孩子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 得知今天发生的事 又听大夫人这般吩咐 周嬷嬷就知道她的用意了 也不用多说 直接应了一声 是 就领命而去 去联系安插在二房的眼线 大夫人执掌侯府十几年 也是个有手段的 看上去二房和三房的院子 跟大房不哀便 他们房里的琐事和下人 也都是二夫人和三夫人管理 但除了他们自己的赔房 其余人都是大夫人统一采买进来 再分配下去的 卖身器都在大夫人手里 阅历是大夫人发放 有奴仆犯了大错 也是由大夫人来惩罚 大夫人想在两房安插 或收买人手 根本不费什么功夫 吩咐完周嬷嬷 大夫人就回到外间坐着 等着消息 夫人 您不去看看三少爷吗 彩蝶觉得 大夫人今天的表情很奇怪 刚才大夫人情绪不好 五姑娘又在这里 大夫人待在屋里 还说得过去 现在五姑娘走了 大夫人看上去也没事了 怎么不出去看看 三少爷伤得怎么样 反而坐在屋里不动呢 这完全不像大夫人的作风 大夫人平时对孩子 都是很伤心的 哪怕是述出的赵如心 如果受了伤 大夫人也要亲自过去探问的 大夫人摆摆手 朝屋里扫了一眼 见除了彩蝶 另一个大丫鬟彩霞 也在屋里 她吩咐彩霞道 你去门口 找个隐蔽的地方站着 看看有谁在附近探头探脑 彩霞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答应一声 很听话地出了门 不一会儿 大夫人院里的二等丫鬟 亲夜过来了 在门口唤了一声 夫人 亲夜进来试了一礼 禀道 夫人 侍郎中刚才以来看过了 三少爷没伤着什么 稍有不适 痒痒就好 嗯 我知道了 大夫人道 亲夜虽垂着头 但眼睛却直往上飘 见大夫人稳稳地坐在那里不动 根本没有出门的意思 她咬了咬嘴唇 纠结着 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怎么了 大夫人神情很是温柔 还有什么事吗 亲夜一咬牙 夫人 大少爷还在祠堂里跪着呢 嗯 大夫人疑惑地回过头来 问彩蝶道 还没到半炷箱的时间吧 彩蝶越发不明白 大夫人何时说过 让大少爷跪半炷箱时间了 不过她还是配合地摇了摇头 没有 大夫人就看向亲夜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是 亲夜松了一口气 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出去吩咐彩霞 看看亲夜一会儿跟谁说话 大夫人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再不负刚才的温柔 再派人去祠堂 看谁去接触了大少爷 是 彩蝶立刻出门去找彩霞 没多久 彩蝶进来了 禀道 是亲夜的干娘 针线房的王嬷嬷 哼 手伸的道长 大夫人冷笑一声 彩蝶虽不明所以 但却不敢问 其实不光他们几个丫鬟 便是大夫人都看得出来 亲夜喜欢大少爷赵敬丽 在大夫人身边做丫鬟 却对少爷生出了这种心思 是很不应该的 只要大少爷在正院的时候 大夫人就不会使唤亲夜 彩蝶能看出 大夫人有把亲夜换掉的意思 只是一时半会儿 没有合适人选顶替 这才没有行动 亲夜想来也知道这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 都夹着尾巴做人 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今晚也不知中了什么邪 竟然跑到大夫人面前 来过问对大少爷惩罚的事 这实在是一反常态 再联想到彩霞告诉她的事 和大夫人刚才的那句话 彩蝶自然能猜得出 应该是针线房的王嬷嬷 叫亲夜来问的 只是她想不明白 王嬷嬷为什么要这样做 害了亲夜这个干女儿 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 亲夜也是傻 王嬷嬷叫她干什么 她就干什么 一点也不知为自己打算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彩蝶见大夫人 已坐到了软榻上 半闭着眼睛 也不知在想什么 她见天色已黑了下来 赶紧去点了灯 又拿了一个宝毯 亲手亲脚地给大夫人盖上 天一点点地彻底黑了下来 站在屋里灯光下 早已看不清门外窗外的景象 止于了一屋的灯光 在晚风的吹拂下 随着灯芯的跳动 不时摇曳着 彩蝶看了看乌角的低落 此时离大少爷被称桂 早已过了半个时辰 要是往时 他定然会提醒大夫人一声 可今天大夫人的行径奇怪 很显然是借着这是试探什么人 彩蝶根本不敢作声 彩霞姐姐 我要见我娘 赵金泰的声音 忽然在外面响起 你替我通禀一声 听到赵金泰的声音 大夫人脸色一沉 对彩蝶道 让她进来 不一会儿 彩蝶领着赵金泰进来了 娘 大哥还在祠堂里跪着呢 您饶了他吧 要不 让我去跪着好了 今天这事 也不全怪大哥 都是我惹出来的 赵金泰一进门就嚷嚷道 大夫人半躺在软榻上 也不说话 只静静地看着赵金泰 赵金泰被看得不安起来 声音也低下去了几分 娘 我知道错了 大夫人紧盯着他 问道 是谁叫你来求情的 没有 赵金泰连忙摇头 没谁 是我自己来的 大夫人忽然坐起 一拍扶手 大声喝道 说 谁叫你来的 把赵金泰和彩蝶 都吓了一大跳 我 赵金泰支舞着 在母亲的逼势下 指得道 是 是 是二哥 大夫人冷笑了两声 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却流了下来 娘 您怎么了 我错了 我再不调皮了 赵金泰见母亲又流泪 吓得腿一软 就跪到了大夫人面前 娘 我真知道错了 起来吧 大夫人很快控制住了情绪 用手帕抹干眼泪 亲手将赵金泰扶了起来 问他道 摔到的地方还疼不疼 不疼了 赵金泰摇摇头 他爬的本就不高 掉下来时又被大家接住 泄了力道 摔到地上时也只是摔了一下屁股 他长得胖 屁股的肉多 当时疼了一下 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 嗯 大夫人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那就陪娘坐坐吧 那大哥 赵金泰想着大哥仍在那里老老实实跪着 哪里坐得住 再让他跪一会儿 大夫人淡淡道 他刚才一时想差了 后来一想 没准是赵金安自己替赵金丽求情的 而不是为是受益 毕竟赵金安和赵金丽因为同一天出生的关系 感情一直很好 这么想着 他便打算再等等 只等着周嬷嬷回来看看情况 再做定夺 赵金泰只得坐立不安的在屋里等着 又过了一顿饭功夫 周嬷嬷匆匆走了进来 看到赵金泰也在屋里 他把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笑着唤了一声 三少爷 大夫人就对赵金泰摆摆手 金泰 你回去告诉你大哥 不用跪了 回屋歇息吧 赵金泰顿时高兴起来 对母亲做了一衣 蹦跳着跑了 彩蝶 你去看看祠堂那边的情况 大夫人吩咐道 彩蝶音声去了 屋里只剩了两人 大夫人这才看向周嬷 尽管屋里没有 周嬷嬷的声音仍然放得很低 低到只有他跟大夫人两人听见 老奴怕二夫人生疑 也没敢做得太明显 只是让人把消息传到二房就罢了手 传完消息后 老奴生怕漏了出入的人 自己也在二房出入的路上待了半场 但二房那边似乎都早早歇息了似的 根本没人出来走动 大夫人听了 眉头皱了起来 我这里来了个清夜 替大少爷求情 查了一下 是针线房的王嬷嬷叫他来的 后来金泰也来了 说是二哥让他来的 他揉了揉眉头 静安和静里的感情一向好 他是二房的人 不方便来我这里求情 让静泰来 可以理解 可清夜那里就有问题了吧 王嬷嬷跟二房的李嬷嬷一向走得近 二房的人不出来传递卫视的吩咐 王嬷嬷怎么敢擅自行动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等等看 彩蝶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过了一会儿 彩蝶回来了 禀道 祠堂那边 只有二少爷和三少爷去看了大少爷一趟 另外就是 清夜也去了 不过没进祠堂 只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抬起头来 正院那边也没人去 大夫人和周嬷嬷对视了一眼 夫人 夜深了 老奴伺候夫人歇息吧 周嬷嬷道 平缓侯赵元勋身子不好 不光时常睡不着 有时候还咳嗽 为了不打扰诸室休息 一个月里 他有大半时间会歇在前院 年轻的时候 为了子嗣 他偶尔还会去姨娘房里歇一歇 后来 有了赵静泰 他就不去姨娘房里了 除了歇在正房 就是在前院歇息 彩蝶看得出 周嬷嬷是有话 跟大夫人说 他便没有跟进内侍去 只在外面守着 周嬷嬷也是看出了 大夫人精神有些沮丧 这才绞尽脑汁 想要安慰他 毕竟这次的机会难得 是试探 卫士反应的好机会 谁知道 卫士那么沉得住气 愣是没被他们找出破绽 当然 这也是大夫人心不够狠 要是让大少爷跪上一个晚上 如果他真是卫士的儿子 卫士想来 也会坐不住吧 不过如是那样 首先坐不住的 必然是老夫人和侯爷 到时候 老夫人和侯爷一过问 等不到卫士有动静 大夫人就得放弃这个计划 是不是卫士正是想到这一点 才稳稳的没有任何举动呢 夫人 其实也不是没有收获 周嬷嬷一边帮大夫人 取下头上的拆环 一边低声道 你是说王嬷嬷吗 大夫人眉精打采地问道 不是 周嬷嬷道 二夫人对二少爷 平时甚是关心的 每晚必要派婆子 送一趟宵夜给二少爷 看着他吃了睡下 这才离开 可今晚没有 都这个时辰了 暗往时 二夫人送宵夜的人 早就去前院了 可刚才彩蝶说了 并没人去正院 大夫人取耳环的手一顿 透过铜镜 跟镜子里的周嬷嬷对视了一眼 卫士今晚的举动 是不是做贼心虚 矫枉过正 两久 待周嬷嬷帮她把所有的首饰都取下 她才长叹了一口气 丧气道 没用 还是没用 这仍是咱们的猜测 做不得准 周嬷嬷也叹息一声 可不是 就算今晚二夫人 没往前院送宵夜 又算得了什么 最多不过是让他们的怀疑 更重几分而已 还是不能真正证实 大少爷不是大夫人所出 而是二夫人所生 大夫人的痛苦纠结 仍然没有结束的时候 许夕回到品明居 亮点降点了灯 她坐在桌前 设计了两幅首饰图 这才睡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系统的声音 忽然在她脑子里响起 声音十分激动 宿主宿主 许夕睁开眼 看到眼前一片漆黑 这古代的夜跟现代不同 现代只要住在都市 天空的夜 就会被各种光源污染 窗外总是亮着的 可在古代 如果不是满月 窗外几乎没有任何光亮 是不是查到稳婆的下落了 她问道 半夜三更的 系统这么激动地唤醒她 除了这个好消息 再没别的了 果然 系统道 室的宿主 查到了 当年她被卫士收买 将你和赵经理互换了之后 担心卫士将她灭口 回家后连夜去了陌生的地方 因为卫士给了她一大笔钱 她买通当地差役 造了假身份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 感觉不保险 又顾忌重严 连换了两次身份 这十几年来搬了几次家 卫士和老夫人他们 这才查不到她的下落 你可真厉害 许夕立刻不吝赞美之词 把系统好一顿夸奖 这才又问 那她现在在哪 在江南姑苏城 她离开京城后 就没再做稳婆 而是开两米铺做买卖 现如今 也是家里有奴仆使唤的老夫人了 难怪查不到呢 这身份换了两次 职业也换了 阶层还不一样了 卫士和老夫人 他们估计是到处打听各地的稳婆 当然找不到她 卫士当年给了她多少银子 许夕疑惑 不是说卫士嫁进来的时候 卫家比较穷酸吗 多少钱能让人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等等 我去查查 系统说着 又没了声息 许夕睡不着了 不过她也没有起身 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 待她等得差不多 又要睡着了 系统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宿主 卫士当年给了稳婆二千两银子 卫士的奶娘 和那个死了的嬷嬷 也各得了五百两 这三千两银子 是赵元良给她保管的 赵元良怎么有这么多钱 去世的国公爷担心她死后 老夫人会分家 两个数字分到的家产少 没法过活 便分别塞了三千两银子给他们 赵元良当时被卫士 迷得三魂五道的 卫士一哄 她就把这钱给了卫士保管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为了给国公爷治病 老夫人差不多倾尽了家财 结果国公爷临终前掂记的 却是小老婆的儿子 宝贝辛苦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要想想 怎么把稳婆的消息 透露给老夫人和大夫人 许希对系统的表现特别满意 决定以后少对她两句 人家不光只收了150积分 就把这么难查的消息 查得清清楚楚 还免费奉送给了她几个附带消息 改掉了算计她积分毛病的系统 真是一个好同志 好 又被许希称作宝贝 系统心里高兴得不行 不过面上仍保持淡定的样子 答应一声后 就乖乖地没了声息 许希则躺在床上 琢磨起办法来 老夫人和大夫人 都是上了年纪的内宅妇人 这样的人疑心病最重 本来换孩子的猜测 就是许希提起的 如果在找稳婆这件事上 有她的一丝痕迹 老夫人和大夫人定然疑心 这整个局全都是她不得 毕竟以她的能力 没钱没人手 怎么能找得到 连老夫人和大夫人 都找不到的稳婆 这件事最终的既得利益者是她 谁都能给老夫人和大夫人 提供线索 唯有她不行 所以 到底想个什么法子 才有引得老夫人和大夫人 找到稳婆 江南姑苏 离这里可有几百里路呢 想了一会儿 许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她吃过早餐 去老夫人那里请过安 便又去了书院 她还担心 崔夫人又派人来换她 逼着她给答案 可直到上课 也没见崔夫人的人来 许希松了一口气 她倒不是非得经过 老夫人和大夫人的同意 如果她自己拿定了主意 就算二人不同意 她也会想办法 劝服他们 让他们同意的 以老夫人对侯府虔诚的看重 多一个孙女参加科举 对侯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她肯定会同意的 只是许希自己 都还拿不定主意 要不要参加 如果崔夫人昨日 叫她参加科举的态度随意 她还不至于这么纠结 可崔夫人的态度 吓到她了 到底崔夫人是绝对不会让她轻易放弃的 所以这个回答 就得十分慎重 尚武士 律法 克和女德 克 本来许希对女德有些反感的 以为跟女界差不多 可拿到在书院里买的书打开一看 发现跟现代的政治思想品德 差不了多少 只是有些地方 更偏向于对女性的教育 比如穿着打扮 仪容仪表 言行举止 这方面又跟礼仪克类似 当初许希回侯府时 为是要李嬷嬷教导她的所谓规矩 就是女德课的一部分内容 学好了这一部分 就跟贵女们在礼仪上所受的教育差不多了 即便参加京城贵族豪门开办的宴会 甚至进宫里参拜皇后 都不会有太多让人挑毛病的地方 难怪大晋朝的女子 都以进女子书院为荣 高门大户也愿意取女子书院毕业的女子为席 光是学规矩这么一项 就能把一个乡下丫头 在仪容仪表上培养成高门贵女 有三四年的熏陶 骨子里也能成为一个优雅的人 更不用说琴棋书画等学识上培养出来的知性了 下午是许熙十分期待的绘画课 亦是昨晚许熙想出来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次 北宁县女子书院终于出现了一位男性先生 因着男女有别又担心流言蜚语 所以女子书院即便聘请男先生 也定然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头 教授他们绘画的 就是个大概六十七八的老者 姓康 明石林 好枯木居士 而他也人如其名 留着山羊胡子 整个人高高瘦瘦的 体型干扁 满脸皱纹 形如枯木 年轻的时候 不知他容貌如何 反正现在老了 在许熙看来 就是有点丑 但人家有才 世默在聊天时 曾向他透露过 这些绘画 书法老师 都是随机聘请到的 因为这些书画名人 形式比较随意任性 家中又不缺钱 偶尔心血来潮 会接受书院的聘请 但过了一段时间干烦了 就直接辞职不干 书院也不好强留 所请的绘画先生里 有的善化人物 有的善化山水 有的善鸟兽虫鱼 请到什么样的先生 全看运气 而这位枯木居士 听名号 应该善山水画才对的 可其实不然 他最擅长画人物 也不知是书院 要求这样的教学模式 还是先生们互相借鉴 康夫子跟其他夫子的套路一样 都是先提出工具上的要求 再展示几幅自己的画作 最后要求学生们随意化 对大家进行摸底 许熙等的 就是这个机会 昨日在侯府库房 他看到 一叠比平时用的宣纸 几张 昨晚有了想法后 今天早上 他特意叫清风 去大厨房 要了十几根探条 这会儿 康夫子让大家自由发挥 他立刻对着 康夫子那张干瘦如橘子皮 满是皱纹的脸 用素描手法 画起人物肖像画来 本来嘛 没经过先生的同意 就画先生的脸 这不大尊重 但许熙对这时代 束缚在女子身上的条条框框 还是不尽了解 他这种画法 在这时代 有可能是惊世骇俗 会引起轰动的 如果他把许熙画在了画上 再因康先生的激动 拿着这画四处展示 让各种男人 仔细盯着许熙的肖像看 必然会让许熙的名声受损 其他女子亦是如此 因此 许熙干脆冒着得罪 康先生的风险 把他那张 不大好看的老脸画上去 到时候 康先生不愿意 让人看到他的那张脸 大可以不拿出去 四处展示吗 如此一来 许熙就不用 因着这画法出名了 省去了许多麻烦 也很不错 大家画画的时候 康先生一跟萧夫人一样 在走道上来回走着 看学生的席座 带他走了一圈 到了许熙身边时 他站定了 你这用的是什么扁 他皱眉问道 这时许熙只是用探条 在纸上画了一个人物轮廓 还没画五官 康先生自己那张脸 还没在纸上显现出来 否则 他也不会这么淡定 探条 许熙老实道 探条 康先生那双小细眼 一下子瞪得老大 胡闹 他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探条怎么能用来画画 他打量了许熙两眼 你家里没给钱 你买笔墨吗 听着这话 本来认真画画的学生们 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随平侯府在老夫人心目中 虽然已一代代衰落 但那是跟京城中 上层的薰贵人家相比 其实在吃穿用度上 比一般的官宦人家 都还强不守 更不用说县里的这些人家了 许熙的穿着打扮 在班上的同窗中间 是属于很不错的那一把 同学们私下里 对他的家事也有诸多猜测 这会儿听夫子说 许熙家里没给他钱买笔墨 大家都是既好奇 又看好戏的心态 如果康先生私下里这样问 许熙或许会说 小时候家里穷 他又喜欢画画 于是就偷偷用探条画画 但当着全班人的面 他可没兴趣 把抱错孩子的那点事 拿出来当别人的饭后谈资 因此干脆对这问题避而不谈 而是道 先生 您不是让我们自由发挥 画自己是拿手的吗 我最拿手的画法 就是用这探条来做画 不但康先生斥责 他又道 画画有诸多画法 有犹如泼墨的大写意 有细细描绘的功底 我这探条画法 父子能不能先别否认 等我画完后看看再说 如何 康先生原先是被京城女子书院 请去授课的 只是在那待久了 他觉得那些京城贵女 看着有些腻味 所以才接受了 北宁县女子书院的聘请 想着这里的学生 应该会淳朴天然一点 不会像京城女子书院的贵女一般 人人都戴着面具 可没想到走一圈下来 班上学生的画画水平 简直叫他抓狂 赖一个个的 叫画画吗 简直是胡乱涂鸦 豪门贵族家的五岁孩童 没准都比他们这些人画得好 这样的学生 简直没法教 所以看到许熙这样 他才咆哮出声 但听许熙能说出 协议与公比的区别 似乎并不是对画画一窍不通的 他终于按捺住心里的暴躁 点头道 好 就依你 要是画不好 我可是要严厉批评的 许熙笑着应道 好 康先生就没再管他 回到台上坐着喝茶 嚼一嚼心头的火气 许熙以前就没画过画 现在骤然叫他画画 他完全不知如何下笔 抓住笔随意在纸上 凭想象画了一棵歪歪扭扭的树 就不敢再画下去了 生怕康先生对着自己吹胡子瞪眼 干脆停下来 好奇地看着许熙画画 他可从不知道 堂姐还会用探笔画画 可看着看着 他的眼睛就瞪得老大 天哪 他看到了什么 许熙看看许熙笔下的肖像 再看看上面坐着的康先生 目瞪口呆 好奇朝许熙画布上瞥了一眼的沐青墙也呆住了 经不住站了起来 望望许熙的这幅画 再看看上面的康先生 望望画 再看看康先生 如此反复 一副见鬼的模样 原本认真画画的何玉琪 看沐青墙一直站着 跟小鸡啄米似的 也好奇地看过来 最后的表情也跟沐青墙也同出一辙 康先生本着眼不见心为敬的想法 侧坐着好好喝了一盏茶 这才平复了心情 看看台上的滴漏 他抬起头来叫道 时间差不多了 有画好的把画作交上来给我批阅 话未说完 他就看到 站在那里 比谁都要高一级的沐青墙和何玉琪 正盯着许熙的画纸看 他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 指着两人道 你们怎么回事 站在那里干嘛 还不赶紧画 别到时候跟我说画不完 全班的人都往他俩身上看 沐青墙和何玉琪羞红了脸 赶紧坐了下去 低下头去装作认真画画的样子 但两人根本不能好好画画 眼睛一个劲地往许熙那里瞟 眼看着要下课了 去画作想起那个口放狂言 要用新画法画画的学生 他背着手走了下来 来到许熙身后 眼睛往他的画纸上瞧 嘴里问道 画好没 画还没说完 他的眼睛就瞪得跟同龄一样大 这这这 你这画的是什么 他亦是一副见鬼的模样 这画纸上的人 简直跟真的一样 这是什么画法 还有 这人真是丑得可以 而且还莫名有些眼熟 这是谁呢 这么丑 见过的没理由不记得 有学生拿着画作 正打算让康先生指点一番 无意间看到康先生那张脸 竟然在许熙的画布上 吓得惊叫出声 天啊 你画的是 康夫子 他看看康先生 再看看画纸 目瞪口呆 内心系十分丰富的康先生 这下附近的人 都往这边凑了过来 把许熙围的周围 都没有了空隙 康先生这才回过神来了 痴迷于画纪的他 也顾不得这学生说 画纸上的丑老头是他了 激动地对许熙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画得跟真人的一样 你是怎么画的 许熙画画并不慢 这绘画课给他们画画的 差不多有大半个时辰 他画康先生这幅画 完全可以完成 但为了达成目的 他特意放慢了速度 只把康先生的脸细细画完 脖子以下领口及胸部的衣服 他只画了一个轮廓 就是用探条画的呀 他停住了笔 问康先生 到时辰了吗 说着 还想朝上面的低落看一眼 可四周已被团团围围住 哪里看得到 不是 你到底是怎么画的 康先生两眼直定定地 望着画纸上的画 一副痴迷的样子 太像了 简直太像了 看到康先生对着画纸上 那张自己的丑脸 露出这么一副痴迷的神态 周围的女学生 都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父子 许熙可不想在这时 跟康先生探讨画法 他把桌上剩下的探条 装回盒子里 又将画纸卷了起来 我这还没画完 家里的马车 估计已在外面等着了 我能不能把画带回家去画 明日再交给您 刚上课的时候 康先生就说了 他除了丁级班 还教其他三个班 明日他有课 今天画不完的同学 可以把画拿回家去画 明日交给他 画被卷起来看不见了 康时林才回过神来 直接伸手 想要去拿画卷 不用再画了 脸都画完了 衣服不打紧 你给我拿去研究研究 不 许熙飞快地把画塞到了桌洞里 还用身体挡住了洞口 我有强迫症 画画就得把画给画完 否则我吃不下睡不着 会很难受的 明日 明日一早 我拿去给您 如何 十四岁的少女耍赖皮 也是很可爱的 康时林再想要那幅画 也不好再强迫许熙 他竭力保持 他的高冷老才子的人设 严肃着一张脸道 那就明日一早 我派人来拿 多谢夫子 许熙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脸 目的达到 给自己点一个赞 放学后 许熙对许雪道 你跟我一起上马车 我去看看叔叔婶婶 这 侯府的人会不会说 许雪犹豫着问道 经过几天的筹备 许永逸和谢氏 今天已经把买卖做起来了 他们雇了六个平行不错的人 在县城找寻 确定了五个比较合适的地点摆摊 拿着许家办好的粮菜去卖 第一次做这样的买卖 还一下子做这么大 许永逸心里 其实是没底的 即便他不说 许雪从早上 他欲言又止的表情上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想让许熙回去一趟的 但担心给许熙惹麻烦 他最后还是 什么也没说 现在许熙主动提出 要去一趟许家 许雪自然高兴 但他也跟许永逸一样 生怕让侯府人的不高兴 不怕 许熙摆手道 清风是个好丫头 我看得出来 老夫人既把他给了我 他现在心里眼里 就只有我这个主子 凡是只想着为我好 不会到老夫人面前 去乱嚼舌根的 至于车夫 也是一样 清风打从他回侯府 跟卫士发生冲突起 就得到了他的肯定 所以 他每日来回书院 就只叫清风一个人来接送 这时代的马车坐着并不舒服 袁嬷嬷上了年纪 很不愿意出门坐车 听得许熙这么安排 自然十分乐意 至于乙翠和点将两个小萌新 直接就没有发言权 于是习惯成自然 现在接送他来书院 就成了清风固定的工作 而车夫那里 因为袁嬷嬷的关系 许熙提出 每天接送都用同一个车夫 常年固定 袁嬷嬷的丈夫 一口就答应下来 还给他挑了一个五十来岁 性情忠厚 沉默寡言的姓鲁的老头 来给他做车夫 这两天在许熙的吩咐下 清风一直在攻略卢老头 不光给他打赏 送他些吃食 还关心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 并许诺只要品名居增添丫鬟 而他十二岁的小孙女 又符合条件 就让他孙女进来做三等丫鬟 卢老头本就不是个爱管闲事 爱嚼舌根的人 如今又得了这么个许诺 看向许熙的眼神 就跟开始不一样了 许熙相信他 绝对不会回侯府 去乱说的 上了马车 许熙就直接吩咐 先不回侯府 往东市那边去 清风和卢老头 果然没有意义 甚至对许熙跟着许熙一起上马车 也没有半句要过问的意思 许熙十分疑惑 咱们不回家吗 对 许熙道 看他一眼 你想象我这么做的原因 许熙迷茫地看着许熙 眨了眨大眼睛 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起来 不久他恍然大悟 啊 我明白了 你是要去看梁菜 他的买卖好不好对不对 虽说 我爹只告诉我设了五个点 没说具体在哪 但东市是县里最大的市场 肯定会有一个摊位的 姐 我猜的对吧 只对了一半 许熙道 在想 啊 怎么才对了一半 许熙挠了脑脑袋 皱着没道 其实我有一点是想不明白的 你肯定不能太晚回侯府 所以不能在这里担得太久 你想知道梁菜摊的买卖好坏 回去问我爹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自己亲自过来看 而且 一个摊子卖得好 不代表所有的摊子都卖得好吧 看一个 有什么意义 许熙敲了敲她的脑袋 表扬道 很不错 会深入思考问题了 以前的许雪就是个傻白甜 凡是只知道问 不会主动去想问题 现在能想得这么深入 真是很难得了 许雪不好意思的 嘿嘿笑起来 眼见着东市要到了 许熙也不卖关子 现在是晚饭时间了 家里今天要办的菜已经办完 再办的话 容易卖不完 造成浪费 以叔叔谨慎的性子 绝对不会再贪这点钱 所以现在 他们应该已经忙完了手头的事 要出来看看销售情况 亲口问一问 顾客对味道是否满意了 咱们这时候回家 岂不是扑个空 许雪扑闪了两下眼 若有所思 所以咱们直接来东市 才能找到他们 至于为何来东市 是因为 这里是县里最大的集市 买主油瓶到负 什么人都有 最能全面知道 他们的满意情况 结我说的对不对 问完她两眼 尽量地望着许熙 显然对自己这个答案 很有信心 对 许熙笑着捏了一把她的嫩脸蛋 很聪明 如此可教 许雪嘟嘴白她一眼 高兴道 果然我以前没细想 现在凡事都往身里想 发现我其实也是蛮聪明的 扑痴 许熙笑了起来 拉了许雪一把 别臭美了 下车了 许雪这才发现 马车已停了下来 东市到了 此时 离东市很近的街上 正走着一行人 如果下马车时 往窗外看一眼 就能看到 他们在豫荣阁 见过的徐东家 徐信达也在其中 作为北宁县最大迎楼东家的徐信达 平时走在街上 绝对是意气风发的 一路都有人谄媚的 跟她打招呼套近乎 可今天徐信达一改常态 小心地陪着笑脸 微弯着腰 走在几人的后面 姿态跟几个下人十分相像 这样子 让认识她的人都十分很惊讶 经不住要用惊诧 而敬畏的目光 看向走在徐信达前面的几个人 能让徐信达以这种姿态跟随的 绝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 此时 走在徐信达前面的 是傅云朗和三个华富公子 以及几个管家 小丝模样的下人 稍加注意的话 就能看得出一行人之中 又以穿紫色锦衣 和天青色锦衣的两位华富公子为中心 其他人隐隐保护在他们左右 二爷 吴爷 这边就是北宁县最大的集市了 因着临近京城 此地的田地多且肥沃 北宁县相比起其他地方来 都要富庶许多 当然 这里的商铺和田地 有许多都是京城豪门世家 治下的傅云朗给二位华富公子介绍着情况 忽然目光一宁 看到刚从马车里下来的两个女子 所说的话一下子顿住了 两位公子中 那位年轻一些 穿天青色华服 被傅云朗称为五爷的公子转过头来 看到傅云朗的异样 顺着他的目光朝前看去 也看到了说笑着的两个女子 一个身材高挑 五官名艳 另一个长相甜美 许多都是京城豪门世家治下的产业 走在傅云朗身边的青年 连忙接了他的话往下说 说话的同时还用手肘拐了傅云朗一下 但也因此 此地来来往往的豪门世家甚多 这些人可都是舍得花钱的 可以说 除去京城 此时是比较合适至产的地方 离京城近 易于达里 人气也不低 傅大公子平时多在边关 没想到对于北宁这种小地方的情况 也这么了解 五爷笑道 说着 他又看向傅云朗 我似乎听说 傅二公子正跟缓平侯府的小姐一亲 傅云朗被大哥碰了一下 已经回过神来了 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说话说到一半 竟然走神了 他背后顿时冒出一层冷汗 这会儿听到五爷这话 冷汗直接就额上流了下来 担心这二位也误会自己 他连忙指着许希道 那位穿绿色衣裙的女子 就是花那款鸟 手镯手势图的 那日我本想跟他谈谈 希望他能画出更多的手势图 卖给银楼 只是一直没见着 刚才一见 就愣了神 还望二爷 五爷恕罪 说着 朝两人深深做了疑 听到傅云朗提起此事 跟在后面的徐信达 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这两位爷 他并不知道其身份 可看到平南侯府的世子爷傅云开 和二公子傅云朗 都伺候的小心翼翼 他心里隐隐能猜出 这二位的身份 想起刚才这两位 对银楼生意 似乎挺感兴趣 而自己把能让银楼的买卖 更上一层楼的这位许姑娘 给气走了 徐信达更是冷汗姗姗 哦 就是二公子在生辰宴上 送给令堂的那款首饰 五爷兴致勃勃地问道 因为兄长跟傅云开私交甚好 傅夫人生辰那日 他跟兄长去了傅府 见过傅云朗送给母亲的那个镯子 设计确实别致新颖 正是 见五爷并没有追究自己走神的意思 傅云朗终于松了一口气 五爷闻言 转过头朝那边看去 却见那两位姑娘已走远了 那首饰设计得不错 可见那位姑娘是个有本事的 你们再找她联系联系 看看还能不能设计出新颖的首饰来 如果有 可以长期合作 是 在下这就叫人去联系那位姑娘 傅云朗说着 朝徐信达示意了一下 别急 我还没把话说完 五爷继续道 京城里老字好多 人家靠的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 你想在京城开营楼 只能在新颖上下功夫 但要是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你家营楼的首饰别致新颖 那些夫人小姐 岂有不光顾的 这就是成功的关键 多谢五爷指点 傅云朗笑道 五爷果然是五爷 在做买卖上也这么厉害 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 我以前从未做过数五 现在还是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如何做起呢 五爷平素不出门 却能知天下事 端得是了不起 所以说 人蠢就得多历练 傅云开腻了弟弟一眼 我要不把你拎出来做点事 你还整天蹲的傻小子似的 什么都不懂 谁是傻小子了 傅云朗在徐信达和黄兴面前 蹲的贵公子形象 一下子破了弓 被兄长说得跳脚 有你这么做兄长的吗 成天抹黑弟弟 我要是傻小子 你是什么 二爷和五爷都哈哈笑了起来 二爷拍着傅云开的肩膀道 云朗说得对 他要是傻小子 你就是傻大个儿 大家又笑了起来 徐信达却不敢笑 抹着额上的汗 吩咐他身边的管家 你去那辆马车那里 守着 最好跟车夫打听一下 那位姑娘的来历 等他们从集市里出来 你来告诉我 那位五爷没开口让他离开 他也不敢走 可他们在县里转了几天 也没遇见许姑娘 今日要是把许姑娘放走了 之后拿什么来跟五爷和二公子交代 所以他只能吩咐下人去蹲守 虽不知穿得那么好 一副豪门千金小姐 模样的小姑娘 为何要跑到集市那种脏地方去 但这些不是他能管的 他只要能联系上那位姑娘就好 那头 许希和许雪 早已走到集市入口处 看到许永义了 此时的许永义 正一面说话 一面手脚麻利的给人撑凉菜 忙得热火朝天 许雪叫了一声 爹 拉着许希走近 许永义转过头来 看到许希 脸上的笑容都要溢出来了 连忙把手上的事 交给身后的人 走了过来 您在家忙一天 还出来帮人做事 您可真是的 许雪心疼地称道 这粮菜摊 他们是按批发价称金 卖给了这些摊主的 记过了手 这生意就跟许家无关了 许永义帮人称菜 纯属帮忙 许永义笑道 我这不是 看他们买卖太好 忙不过来 帮把手吗 没事没事 他跟女儿说着话 向许希 关切地问 希姐怎么来了 侯府那边不打紧吗 不打紧 许希笑道 买买很不错呢 其他摊子也如此吗 对 凡是尝过的 就没有不买的 反正也不贵 我跟你婶婶 今天在家 办了有200斤粮菜 许永义说着 笑得合不拢嘴 他做了这么多年小贩 也是有生意头脑的 考虑事情也很周全 本来按他原来的设想 在村里 雇人给洗菜切菜 这样用村里 自己的宅子就够了 雇佣人的成本还低 但后来想想 如此不光运输不方便 也不容易控制量 而且因为 占清待故的缘故 还难以管理 有那偷奸耍滑的 想要辞退 都得惹一身麻烦 后来许希投了 200两银子作本 他有了胆气 干脆就租了 离家不远的一处 有水井的院子 叫中人介绍 请了几个大妈大婶来帮忙 不光洗菜 切菜 有些不能生吃的菜 还得弄熟 这些人 他也不论天数给钱 而是按精算 手脚麻利勤快能干的 喜切煮的粮菜 金术多 拿的钱就多 手脚慢且懒惰的 拿的钱自然就少 生意好 这些人就有事做 生意不好 他们能做的事就少 如此一来 管理上的麻烦少了 请人的成本也控制住了 今天谢氏在那院子 做管理 活就轻生许多 只管看菜 弄得干不干净 煮的菜有没有煮熟 大小和不合标准 做好一批 他就叫一个人 搬车送过来一批 许永逸就专门 在家里拌菜 他常年挑担行走 于乡间 很有一把子力气 用得干净大缸和大铁铲 把菜和调料放进去搅拌 一次能拌十几斤 一点也不麻烦 至于调料 因为不容易坏 他跟谢氏头天晚上 就能熬制配好 二百斤其实都不大够 许永逸指着正忙着给客人称 凉菜的夫妻两个道 现在正是晚饭时分 凉菜最好卖的时候 但他们这摊子 就剩了十来斤 这还是我想把口碑 打出去的缘故 特意将最后一批凉菜 都给了东 西市这两摊 其他三个摊子都没供应 否则 他们现在都没得卖了 那您明天有什么打算 许希问道 我打算明天再添五十斤 许永逸道 说完他又迟疑 我觉得有五十斤就差不多了 实在少了 就少卖点吧 总比剩下了浪费的强 许希一再强调 要保证凉菜的卫生与质量 变质的东西 千万不要卖出去 以免坏了口碑 许永逸也觉得 应该这么做 因此为了不浪费 干脆就宁愿量少些 许希不置可否 又问道 京城那边 您打算什么时候开摊 许永逸叹了口气 县城这里 我都忙不过来 京城那里都不大感想 许希点点头 别的我就不说了 我只想问问叔叔您 你一天把二百五十斤凉菜 成本几何 得利几何 等别人把凉菜学会了 您还能挣多少 许永逸的脸上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我算过了 一天的利润有二两多呢 这一天的利润 他在心里 不知算过多少遍了 素菜原料便宜 洗过煮熟又重了一些 一斤素菜售价十文钱 除去原料和人工成本 一斤的利润是五文钱 素菜今天弄了一百五十斤 净赚利润七百五十文 荤菜原料成本高 也费工人来处理 售价六十文一斤 利润三十文 因着拿不准市场 荤菜今天只弄了五十斤 净赚利润一千五百文 即一两五千银子 也就是说 他跟谢氏 一天就能赚二两二千银子 一个月下来就有六十来两 除去给许熙那四成利润 他们还剩三十六两 三十六两啊 他以前做小货廊 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肩膀都压他了 一年也不过是挣这个数 所以许永义特别满意 许熙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本钱他也给了 市场也帮分析过了 当时许永义也表示 要把生意做大的 可如果把摊子支得太大 他有压力 只愿意小打小闹 许熙也不能把自己的意愿 强加给他 其实小富吉安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样的人易于满足 知足常乐 倒比贪得无厌的人 更容易获得幸福 他只提点一句 这东西容易被人学去 只要处理好的人 尝过几遍 也能把味道调得差不离 如果叔叔觉得 在县里就够忙活了 京城没法顾及 可以把秘方卖给京城的人 不说多 这辣油秘方 您随随便便卖个二三百两银子 不成问题的 谈得好 五六百两也有可能 许永义呆了一呆 旋即把头摇得跟波浪股似的 不成不成 这秘方可是你的 我拿出去卖算怎么回事 不卖 过阵子也一文不值 除非您把京城的市场也拿下 如果放弃京城的市场 您就赶紧把它卖了 实在过意不去 您把钱给我都行 别白放在手里浪费了 许熙道 他真心替许永义感觉可惜 如果把摊子铺开 不光京城各处 还有酒楼 一天的利润能有多少 几十两都不成问题 天使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说 您带我向婶婶问好 许熙笑着朝许永义摆摆手 正打算朝马车走去 就见清风满脸焦急地跑了过来 姑娘 刚才有个老头到咱们马车那里搭讪 话里话外都向鲁伯打听 姑娘您的情况呢 清风着急道 本来像许熙这样 上下学来回路上 应该让一两个护院跟随的 但大静的治安一向不错 京城和北宁离得又近 许熙表示 不需要那么多人跟着 大夫人便也没有坚持 此时清风万分后悔 有着姑娘任性 什么老头儿 许熙第一反应就是康先生 像这种艺术家 最是痴迷于自己的专业 如果康先生掂记他的画法 回去想起又追出来 也是有可能的事 我套了一下他的画 他说自己是御荣阁营楼 徐东家的管家 清风道 许熙惊讶地挑了一下眉毛 他怎么找到 你这里来了 徐永义一听是御荣阁 就想起那日跟踪他们的行径来 顿时紧张起来 没事 许熙不慌不忙地摆摆手 无非是想要设计图罢了 可姐姐你 许雪想起 许熙已跟萧夫人约定好 正想说这事 可想起这事是瞒着清风的 立刻住了嘴 没关系 我去会会他们就好 许熙倒没在意 原先他跟侯府的人不熟 所以要防着一手 不想把自己有本事 赚钱的底 让他们知道 但现在 他已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大夫人的孩子了 只需要把证据摆在众人面前即可 不必这么小心翼翼 而大夫人也是真心对待他 他即便露点底 也无所谓了 见许熙如此 大家都镇定下来 簇拥着许熙一起到了马车这里 此时徐信达也送众公子去了营楼 并在傅云朗的示意下 从营楼出来 到了马车这里 见许熙走过来 他连忙上前 朝许熙抬手作医 许姑娘 清风担心这些人是来找麻烦的 已经在话里透露出 许熙随平侯府小姐的身份了 所以 徐信达对许熙的态度 比那日尽忠了几分 许老爷 可是有事 许熙可没空跟他绕弯子 直接开门见山 许姑娘 实不相瞒 小老儿只是御龙阁的小东家 大东家是京城平南侯府 许熙达为了达到目的 直接抬出了傅家的身份 我们二公子 看中了姑娘画的手势图 希望能跟姑娘长期合作 凡是姑娘画的手势图 我们一律一摆两银子一张都买了 绝不二话 平南侯府二公子 许熙这一下 是真的惊讶了 这不是原小说里的男主傅云朗吗 跟赵如雨相亲相爱 这御龙阁怎么是他的 不过想想原书里 平南侯和平南侯世子 傅云开战死沙场 傅云朗继承了爵位和平南侯府 日子过得滋润而富足 家里想的产业比较多 开几个银楼也不奇怪 他也就释然了 不过原女主他都不想招惹 更不用说原男主了 这些人都是自带主角光环的 谁在他们身边待着 都能成为炮灰 比如傅云朗的哥哥傅云开 为了给弟弟让道 年纪轻轻还没澄清 就战死了沙场 可怜的井 系统 萧夫人是什么身份 在线等 挺急的 许夕连忙在脑子里呼唤系统 系统秒回 50积分 20 许夕对系统这死要钱的得性 也是无语了 50 系统对许夕这抠门属性 也很无语 都火烧没毛了 他都不忘讨价还价 简直比格朗台还要抠 再说 你账上连20个积分都没有 他补了一句 没钱的人终于认怂 你要秒回就成交 积分先欠着 你要晚点把消息给我 那只能给你八个积分 系统叹气 从铁公鸡身上拔点毛 它容易吗 行吧 就让你先欠着 他说起萧夫人的情况来 萧夫人是镇南王妃所出的嫡女 被封为沁娘县主 她17岁嫁给英国公世子为妻 三年无所出 英国公夫人要为儿子纳妾 英国公世子魏征 貌似也不反对 当年是魏征苦苦追求的萧夫人 并保证过此生不纳妾 所以如今丈夫变心 萧夫人心里过不去那个坎 跟魏征吵了一架 跑回了娘家 一直心情郁郁 英国公府派人来接也不回去 镇南王妃怕她闷出病来 便让她到北宁县女子书院授课 散散心 她如今就住在北宁县 自己的陪嫁庄子上 许夕没时间为萧夫人的事唏嘘 只问道 她人品如何 品行高洁 为人磊落 出手大方 许夕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这是讽刺她出手小气吗 请简节约 是美德懂不懂 那头徐信达见许夕一听平当侯二公子的名头就傻了 站在那里半天不说话 还以为许夕被吓着了 不过想想 许夕也是缓评侯府的小姐 都是侯府 地位应该差不多 她又否认了自己的猜测 只以为许夕心仪傅云朗 要知道 傅云朗既能当元淑男主 皮相自然是不错的 容貌英俊 气宇轩昂 这样的男人 还是侯府公子 想要迷住一些小姑娘 还是很容易的 徐信达一面脑洞大开 一面假装面露疑惑地换着许夕 许姑娘在下刚才的建议 姑娘意下如何 傅二公子说了 如果姑娘有意 她想跟姑娘见一面 谈一谈合作问题 她这样说的话 许姑娘一定不会拒绝了吧 徐信达很是庆幸傅二公子 曾表露过这个意思 啊 这个不好意思了 上次那位萧夫人 许老爷还记得吧 她跟我说 我以后画的设计图 她一律买下了 她从不压价 更不曾起占便宜的心思 我跟她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并不打算换合作伙伴 抱歉了 许妻说完 十分马里递上了马车 又从车窗处露出脸来 对徐信达到 基于贵殿上次 派人跟踪我的事 我要跟徐老爷撂一句话 我是缓评侯府小姐 跟我合作的那位萧夫人 是镇男王嫡女 英国公世子夫人 被封为庆娘县主 你想使手段 尽管放马过来 看你惹得起谁 另外 大概徐老爷还不知道吧 你那主子 平南侯二公子傅云朗 钟情于我妹妹 这才拖了下来 所以 想使什么下作手段 你可得掂量清楚了 说着 他朝徐永义和徐雪点点头 你们回去吧 放下窗帘 转头吩咐卤伯 走 徐信达被许妻这几句话 包含的巨大信息量 惊呆了 他坐营楼东家多年 在县里有几分地位 但中只是平头老百姓 许妻嘴里所说的任何一个人 他都惹不起 更不用说 其中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了 眼看着马车启动 徐信达还傻愣愣地站在那 他家奴仆及时上去拉了他一把 这才避免了他被马车带倒 但两人还是被马车扬起的灰尘 扑了一脸的灰 走吧 回家 徐永义拉拉拉闺女 朝许家走去 他知道 许妻不是那种高调的人 缓凭侯府小姐 和平南侯公子的婚事还没定下 这种事是不宜乱说的 但许妻还是说了出来 只不过是担心徐信达为难他们许家罢了 哎 还是太弱 毫无地位 没有钱财 家里连个奴仆都没有 才会被人想欺负就欺负 需要许妻一个小姑娘来保护他们 他原先是有雄心壮志的 只不过想谨慎一些 先在县里试试 之后再往京城扩张 但今天生意做得顺利 算一算 利润有这么多钱 他忽然就满足了 许妻给他的那二百两银子 他动都没动了 用的是他自己的积蓄 除去租院子的钱 今天一天 他差不多就回本了 不用花本钱 就把这么大个生意做了起来 利润还这么丰厚 亏本了怎么办 可现在看来 他这思路太不对了 徐永义不禁问徐雪道 你姐姐刚才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 徐雪也被刚才许妻的霸气给震到了 被徐永义这一问 他从刚才的事回过神来 看了他爹一眼 想了想到 可不是 姐姐当初明明叫你把生意做到京城去 为了这个 还借了你二百两银子 您看看您 就这么点小摊子就满足了 爹您常跟哥哥说 让他努力考科举 以后出人头地 过好日子 不至于随意被人欺负 可您自己呢 要是咱们家买卖做大 有钱了 穿得好 使努换币 那个徐老爷 还敢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不 徐永义刚才也不过是随意问问 相当于自言自语 并不期望女儿能给他什么答案 毕竟这个女儿 从小生活在小乡村里 没见过什么世面 天真单纯 成天憨吃憨睡的 他跟谢氏想着 给她找个老实本分的女婿变霸 也没指望她能有什么长进 即便跟着 许夕进了女子书院 他们也觉得 是脱了许夕的福 并没把徐雪当个人物看 可不宜徐雪竟然说出 这么一番有间谛的话来 这话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谁教给你的 他又不相信 这是女儿自己的想法 徐雪诧异地望着他爹 当然是我想的 谁能教我 可这样的话 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徐永义说着 又怕伤了女儿的心 赶紧补充一句 实在是太有间谛了 你往实 可什么都不懂 徐雪眨巴眨巴眼 明白了徐永义的意思 他十分感慨对父亲道 姐姐最近总教我 凡事都要往身里想 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因此这段时间 不管看到什么人 我都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思考他们说这些话 做这些事的用意是什么 大概这样做得多了 我也不像以前那般 什么都不懂了 他昂着头 表情得意 我终究要长大的 爹 您不能再把我当小孩了 徐永义禁不住 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 又是感慨又是欣慰 对许夕越发感激 要不是许夕当初 劝他让女儿 去考女子书院 要不是他经常提点徐雪 徐雪估计即便出嫁 还是那般万事不操心的模样 哪里能成长成这样 徐信达匆匆回到营楼 问皇掌柜道 两位爷和二位公子在何处 去庄子上了 几人今天并不是特意到营楼来的 而是去庄子的时候 路过这里 顺便来看看 因着五爷从未来过北宁县 想出去走走 这才去了东市 徐信达知道 今天的事有五爷的交代 即便二公子也不好处理 更不是他这个小东家能做主的 干脆把事情跟黄兴说了 他道 这件事还望皇掌柜 去跟二公子讨个主意 要是平时也不过事件小事 但今天五爷 见了这位许姑娘 提起了要跟他合作的事 二爷那里 怕事都不好交代 听说那位许姑娘的妹妹 跟二公子有婚约 黄兴也出了一身的冷汗 可转念一想 他就到 不对啊 随平侯府的侯爷姓赵 不姓许 这位许姑娘 真说他是缓平侯府的 徐信打点点头 很肯定地道 我不会听错的 转头看向他家管家 你也在旁边听见了 他是不是说 自己是缓平侯府的小姐 是 没错 这就奇怪了 黄兴道 莫不是冒名顶替 可谁那么大胆 敢冒名顶替侯府小姐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件事 禀报二公子 他想了想 道 现在二公子和二爷 五爷 大公子在一起 咱们巴巴地找去 影响不好 这是反正不急 等二公子他们回转 如果路过北宁 到银楼歇脚的时候 再抽空跟他说吧 有了傅云朗那通教训 现在黄兴再不把自己 当成徐信达的附属 而是当成这银楼的 大半个主子了 有什么事都直接做主 不再看徐信达脸色 黄兴本就代表傅云朗 现如今他强硬起来 徐信达今日 又隐隐猜到二爷 五爷的身份 再没有半分争权的心 他顺从地点点头 没有半点意义 那就听黄掌柜的安排 黄兴见状 十分满意 平安侯府的事 徐信达不了解 可黄兴作为傅云朗 重点培养的手下 对侯府的事 再清楚不过 傅云朗虽是傅云开 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在感情上 对于这个锦大 自己一岁的世子兄长 亲近之余 却又有几分嫉妒 毕竟傅云开能文能武 打十二岁起 就跟随父亲去了军中 现如今虽只十六岁 却已是郑无品的 兵部武库 清立司猿外郎了 而这仅是傅云开 遵从祖母的命令 为了成亲 暂时离开军中 回京城任的职位 他的前程远不止于此 等他成亲留了子嗣 再去军中 有了战功 升任只会更快 凭他的能力 早晚他是要接任 父亲大将军一职的 平南侯夫人董事 只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要继承侯府 打小肩负重担 董事不乐意 也没办法 但对于小儿子 他却是怎么也不愿意 再送去军中吃苦的 因此傅云朗 一直被母亲拘在身边 跟京城许多 勋贵家的孩子相比 要强上许多 但跟耀眼的兄长比起来 却是引火之鱼好跃 完全没有可比性 现如今傅云朗 好不容易磨得董事放权 让他打理术物历练历练 傅云朗自然要在这方面 做出一番成绩 好让父亲和亲戚朋友 对他刮目相看 因此 玉龙阁的生意 对于平南侯府来说不算什么 却是二公子打理的第一项术物 绝不容有失的 许夕回到侯府 进到垂花门 正要向守门的婆子问话 就看到旁边的凳子上 坐着一个人 正式卫士 李嬷嬷和二房的小丫鬟 则站在他身后 守门的婆子 朝许夕面容僵硬地笑了一下 道 五姑娘 二夫人再次等候你多时了 卫士站了起来 满脸慈爱地对许夕道 西姐儿 几日都没见你 娘心里着实惦记着你 想让你跟我回二房 去吃一餐饭 你爹也时常问起你呢 可不是 五姑娘 你好歹是二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 做娘的 哪能不惦记闺女的 你这几日早出晚归的 你不知道二夫人有多自责 她还叫人给你做了几身衣服 打了两样手势 李嬷嬷说着 从小丫鬟手里 拿过一个包袱 打开来给许夕看 里面果然放着两身衣裙 料子闪着高级绸缎特有的光泽 颜色也挺鲜亮 李嬷嬷又把衣裙上面 放着的一个小匣子打开 露出里面的两样手势来 一样是簪子 还有一样是项圈 两样都是宝石相经的 端地金光闪闪 甚是华贵 把守门的婆子 看得满眼都是艳羡 许夕哪里肯要卫视的东西 不说系统 已把她的事深查清楚 她是大夫人所出 而非二夫人所出 即便查出来 她确实是卫视所生的女儿 她也不想沾卫视的鞭 上辈子圆主大半是 毁在眼前这个女人手里 不用了 二夫人 大夫人给我做了不少衣服 我的衣服尽够穿了 我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长得快 这衣服放到明年也穿不合了 多了也是浪费 您不如给六姑娘送去 许夕说着 懒得跟卫视歪缠 扔下这话 就朝里面走去 还走得极快 你 你可是还在怪娘 呜 身后传来卫视的呜叶声 还有李嬷嬷安慰她的声音 清风跟在许夕身后 带离卫视他们远了 她才担忧地小声道 姑娘 您这样会被人说闲话的 许夕一审 管她呢 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更何况扶李嬷嬷 妈妈们都是当娘的 最看不惯 有人不敬长辈 在他们看来 不管卫视原来做得多不好 比如把孩子抱错 许夕回来后 又打了她一巴掌 但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卫视都这样放低姿态 来讨好许夕了 作为女儿的许夕的态度 竟然还这样强硬 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没准原先 就是因为她无理顶撞卫视 卫视才打她那一嘴巴的 古代女人最重名声 许夕这不孝 忤逆的名声一旦传出去 这辈子别想找到好婆家 谁家婆婆会去 这样的儿媳妇进门呢 嫌命长不成 可这一招对许夕完全不管用 许夕快走到荣喜堂时 正遇上荣喜荣的一个粗屎婆子 她赶紧朝她打听 六姑娘可回来了 回了 回来有一会儿功夫了呢 婆子满面笑容地道 五姑娘今天倒是有点晚 书院里有事 所以回来晚了 许夕解释了一句 带那婆子走远 她转头吩咐清风 你去打听一下 如果六姑娘 你从老夫人那里离开 正院里只有老夫人和大夫人 你就来禀我 我先回品民居 等着你的消息 是 两人在路上分开 清风去荣喜堂 许夕回品民居 不一会儿 清风回来了 道 六姑娘请了安就回去了 大夫人正帮着老夫人传饭 许夕站了起来 跟我过去 两人到了荣喜堂 不带行礼 大夫人就问道 今儿个怎爹 回来这么晚 满脸的担忧与关切 书院的崔夫子 找我问了一点事 许夕给两人行了礼 做到了两人下手 什么事 老夫人问道 许夕就把科举考试的事说了 道 我没敢答应崔夫子 先回来问过您二位 你是说 你四十五金考了第一 老夫人惊喜地问道 许夕点点头 崔夫子是这么说的 不过还没在班上宣布 那就没错了 老夫人道 因为北宁是京城所属县 地理位置优越 再加上那边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京城许多豪门世家 在北宁有庄子田地 随平侯府 以前也有那里的田地的 后来国公爷生病 府里又出了大大小小的事 这才把那里的庄子给卖了 当年经上登基 把北宁赏给上德公主做封地 听说在皇室里 还引起了一阵风波 可见这个地方多么令人垂涎 也因着这个地理优势 加上上德常公主的声望和地位 北宁县女子书院 请经理有名望的老师 就十分便利 师资力量比许多省府的女子书院 还要雄厚 许多豪门勋贵出身 又满腹经伦的夫人 只要不被家务事所束缚 在政治和私人关系上 跟上德常公主没有举语的 都愿意接受 北宁女子书院的聘请 不光是他们 便是近世出身的年老官员 也是如此 因为许夕在北宁女子书院 念书的缘故 老夫人特地派人了解过这个书院 她知道里面的崔夫人 张夫人 陈夫人 萧夫人等等 可都是豪门大户的夫人 这种身份地位的人 自然不会拿科举的事 来跟许夕开玩笑 想到这里 老夫人看向大夫人 笑道 没想到咱们侯府 竟然出了一个读书种子 原来的国公爷 是个武将 只是因为赵元勋身体不好 老夫人又压着数子 这一辈才没人去军中效力认知 小这一辈最大的赵经历 也才刚满十四岁 只在家中跟着武师傅们习武 准备大些 再去军中谋个职 至于战场 因为各房的子嗣不疯 儿子也就都一两个 自然是舍不得让他们去的 武将不上战场 前途也就那样 最多不过是 弄个虚执混日子罢了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不是没想过要让孩子去考科举 但赵经历要席绝 赵经历又是个坐不住的熊孩子 把请来的老师都气走了好几个 哪里指望得了 至于二房和三房的孩子 他们既没表现特别优秀的读书天赋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不希望他们比大房更有出息 因此 赵元良和赵元坤不提 他们也乐得装糊涂 两代人都是文不成武不就 侯府的衰败可以想见 现在出了个许夕 即便她是个女子 老夫人也感觉惊喜 大夫人看向许夕的目光 跟老夫人又有不同 其中蕴含的复杂情绪 连大夫人自己都说不清 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想去吗 大夫人问道 这两天 许夕也思考了这个问题 这时就点点头道 可以试一试 这辈子嫁不嫁人两说 有合适的嫁一嫁也无妨 大猪蹄子靠不住 大不了一拍两散 但生的自己的孩子来养 她觉得还是可以有的 嫁人生孩子没关系 但让她一辈子待在后宅里 那是不可能的 打死都不可能 她肯定得在外面溜达 或是做生意赚钱 或是干点别的 如此的话 考科举弄点功名在身 不光能更名正言顺地 在外面溜达 赚钱做生意 或到女子书院教教书 都很顺理成章 那就去考吧 大夫人道 许夕眨了眨眼 她能猜到 老夫人可能会支持 但没想到 大夫人也答应得这么干脆 大夫人大概知道 她在想什么 伸手抚了抚她的发迹 感慨道 我年轻的时候 也想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 只是自身能力不够 家中长辈也不支持 这才作罢 但遗憾总有的 尤其是在后宅待着 生活不如意的时候 夫子既然看好你 你也想去 那就去 我跟老夫人 侯爷都会支持你的 大夫人说着 看向了老夫人 老夫人点点头 是的 有什么需要 我们都支持你 不管许夕能不能考上功名 她的能力和学识 得到了书院的夫子肯定 这就是一种荣耀 传扬出去 无论是对许夕 自己还是对侯府都有好处 老夫人自然不会反对 大家这么容易达成共识 许夕挺高兴 多谢老夫人和大伯母 说着 她朝清风招招手 把我带回来的话筒拿来 清风连忙把东西递给许夕 许夕把话筒打开 到处里面卷成卷的画 一面道 这是我今天画的一幅画 得了教授 我们绘画的康夫子的赏识 说我开创了一种新画法 新画法 老夫人此时对许夕的感官 已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 许夕在她眼里 只不过是普通孙女中的一个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因为没长在膝下 又是卫士的女儿 与她不过是面子情 完全没有祖孙感情和血脉亲情 近段时间 因为许夕有可能是 大夫人的女儿有所改变 但改变并不大 可现在 许夕在她眼里 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四书五经的学习上十分厉害 考试第一 让夫子主动提出 让她参加科举 现在画一幅画 还开创了新画法 让夫子夸赞 他们侯府 莫不是要出一位文曲星了 快 打开给我们看看 大夫人跟老夫人又不相同 她没有考虑这些利益得失 只为许夕的自身的优秀 感到自豪 与有容焉 许夕并没有把画卷打开 而是给两人打预防针道 因为康夫子 在画人物肖像方面比较出色 她这节课 就要求我们画人物 我想来想去 女子的肖像不好往外转 于是干脆就画了康夫子的肖像 康夫子 是个六十来岁的老爷子 您二位一会儿看了画 可别被吓一跳 听到这话 老夫人和大夫人 面色都有些古怪 画什么不好 非得画的老头子 不过想想 他们看过的人物肖像画 并不觉得自己会被吓一跳 古代画人物 基本都是全身像 因为画法不够立体 再如何 也不会有栩栩如生的感觉 自然也谈不上被吓一跳 没事 我们不怕 大夫人笑道 许夕这才把画卷给展开 然后康夫子那张老脸 就这么栩栩如生的 出现在了老夫人和大夫人面前 啊 饶是许夕打了预防针 老夫人和大夫人 还是被吓了一跳 这 这是什么 老夫人上了年纪 最不惊吓 忽然看到一张 跟真人一样的脸 吓得身体都颤抖起来 一个劲地把身子往后靠 希望离那幅画远一些 许夕见状 赶紧把画反过来放着 不让康夫子那张脸 再出现在两人视线里 老夫人和大夫人 这才好些 这就是康夫子的画像啊 许夕无辜地看着两人 这也太吓人了吧 老夫人拍拍胸脯 许夕笑了起来 是我们康夫子长得不好 要是我画个小姑娘的脸 保证不可怕 老夫人和大夫人 这时情绪也平复了不少 听得这话 不由笑了起来 大夫人称道 可不许胡说 对夫子不尊重 说完又笑 不过这话倒也没错 你要是画个花呀 草啊的 或是可爱的小孩 我们看了只会喜欢 不会害怕的 画得也太真实了吧 跟活人一样 老夫人心里 还是有点不大舒服 这就跟清朝之人看到照相 总觉得会把自己的魂 射进去了一样 老夫人上了年纪 在这方面格外忌魂 夫子说 我这画法很实用 因为画得像 以后衙门有逃犯 直接画了画像 贴在城门口 保准逃犯跑不了 因为太像了 谁都能认出 许夕略带得意地道 老夫人听了这话 只是为许夕的出息 感到高兴 但大夫人却心念一动 想起了 怎么都找不到的吻婆 赵经丽和许夕的 绅士问题不解决 总让她如梗在喉 寝食难安 她思来想去 还是得找到当年的吻婆 才能得到明确的答案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人又跟消失了一般 人海茫茫 哪里找得到 为了这事 她这几天晚上都睡不好 可如果许夕这画像 真画得这么像 那是不是可以 她盯着那张 卷起来的画像 物字出神 那头 老夫人已在表态了 西姐 你在书院里需要什么 尽管跟你大伯母提 府里有的尽管拿去 要是府里没有 也会想办法给你逃弄来 只要你有出息 祖母都会支持你 许夕感慨 这就是人性 因为二房和三房是输出 跟老夫人没有血缘关系 她并不允许二房和三房的人 称她母亲或祖母 这种称呼 是大房人的专称 所以 她回府这么久 一直称呼老夫人为老夫人 从未叫过祖母 即便 她提出了绅士问题 老夫人也没让她改口 可现在 她只不过展露了一点才学 老夫人就在她面前 自称祖母了 所以说 老夫人对她和赵如雨的态度 再好理解不过了 她这具身体 即便是侯府血脉 也跟老夫人没关系 在老夫人眼里 她跟赵如雨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出息了 能给侯府带来荣耀 才能获得老夫人的认可 想想圆主上辈子的遭遇 许希想 即便以后她确认了身份 老夫人针对她好了 估计她对老夫人也亲近不起来 目前来说 没什么需要的 有的话 我会跟大伯母提的 许希道 需要什么 她自然不会客气 旁边的大夫人忽然开口 那个 西姐 你能不能给周嬷嬷画一张像 大夫人没见过许希画上的那位康夫子 所以没法知道 许希画的到底跟她像不像 事关重大 她自然要印证一下 思来想去 画周嬷嬷最好 这是她的心腹 周嬷嬷即便心里不愿意 为了她这个主子 也不会有意义 而且她年纪大了 即便画像给人看到 也无所谓 只要她叮嘱许希画好后给周嬷嬷 想来周嬷嬷 也不会有什么想法了 许希看大夫人出神 就知道事情有望了 一直等着她开口呢 这会儿 虽然画的不是稳婆 而是周嬷嬷 但许希也很高兴了 事情并没有偏离轨道 仍然沿着她希望的方向发展 自然没问题 许希道 我画画很快的 半个时辰就差不多了 晚饭后 您让周嬷嬷到品明居来找我 好 大夫人眼见着事情 有了解决的希望 整个人跟先前不一样了 眼神有了光亮 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她站了起来 我叫人传饭 她看看老夫人 母亲 不如我跟西姐在您这里吃 如何 她不想回大房吃饭 面对着赵经丽的那张脸 听她亲热的喊自己娘 想着这个她精心教养的孩子 也许是卫世所生 卫世 用她换了自己的孩子 谋夺柿子之位 还让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 吃尽了苦头 她就心如刀绞 难受得吃不下饭 也不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赵经丽 老夫人开始没往那处想 大夫人提出 让许希给周嬷嬷画像的时候 她还觉得奇怪 她了解诸事 诸事性子向来稳重 也很体谅人 不会因为心里的那点子好奇心 就让在书院里 累了一天的许希 给一个吓人画像 现在看诸事 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 老夫人灵光一闪 这才明白媳妇所想 她的眼眸一下子亮了起来 好好 你们陪我吃饭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人老了 虽说喜静 但有时候太静了 又想念热闹 她笑道 大夫人见状 也知道 老夫人明白她的用意了 老夫人的担忧 她最明白不过 可饶是这样 老夫人仍支持她搞清楚 谁是她真正的孩子 大夫人很是感激 多谢母亲 她道了一声谢 赶紧出去吩咐传饭 许希站了起来 那我回去洗把脸 换身衣服再来 老夫人笑眯眯的汗手 态度越发轻易 去吧 过了一会儿 许希回到容喜堂 饭菜也送到了 老夫人看看许希奋力的饭菜 对她道 咱们祖孙俩都是一个人吃饭 不如以后咱俩一起吃 也热闹些 她的奋力 自然要比许希的多 还上一两个档次 她一个老人家 胃口就那么点 吃不了那么多 往往把自己不大喜欢的菜 叫人送去给大方 二方 三方 谁表现好 就赏给谁 不过绝大多数都是给大方 但饶是如此 还剩下许多菜 不怎么动快的 都赏给院里下人吃 与其浪费 倒不如 让这个能干的孙女吃 同时也卖大儿媳妇一个好 打从朱氏给她甩脸子 她就看出来了 朱氏这是把许希真 当成了自己孩子一般疼爱 她对许希好 大儿媳妇肯定会高兴 果然 听到这话 大夫人就高兴起来 对许希道 对 你陪祖母吃饭 也算是替我们尽孝 许希自然是不乐意陪老夫人吃饭的 她的份力菜 也有四菜一汤 有荤 有荤 有素 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点菜 只要不超出那个度就可以 一个人吃饭自由自在 吃慢吃快也没人管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陪老夫人吃饭 规矩多不说 还得处处迁就照顾着老太太 推得累人 但两人这么说了 她还能怎么办 自然笑着应好 还得站起来给老太太失礼 感谢她的青睐偏腾 大夫人站着给老夫人布了两块子菜 直到老夫人连声叫她做 她才坐下吃饭 老夫人就对许希道 看看 这就是我不让他们跟我吃饭的原因 跟我一桌吃饭 你大伯母就喂得慌 不光要照顾 还要照应你大家子人 平时她就够累了 要是连饭都不能好生吃 身子骨怎么能好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格外能理解你大伯母 我就不愿做个惹人厌的老太太 多谢娘体恤我 大夫人眉眼里都是温柔的笑 您可不是惹人厌的老太太 您老再好不过了 虽说婆媳俩也有矛盾 但大体上 朱氏还是很感激老夫人的 大概也是只有赵元勋这么一个亲生儿子 除了他们大房 满夫里都是外人的缘故 老夫人对他确实不错 也算是处处体恤 真心疼爱 另外 老夫人即便不喜欢二房 三房也从不像别家的老太太 那么搓磨两个数儿媳妇 对卫氏和苏氏 她即便不喜 也尽量眼不见心为敬 不惧特意为难 从这一点上来说 朱氏真觉得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老夫人倒也不是那等讲究规矩的刻板人 吃饭的时候偶尔也会说几句 气氛倒也不难受 三人乐意融融地吃过了饭 吃过了饭 许夕直接叫清风 把东西拿到容喜堂来 对着坐在那里的周嬷嬷 画起相来 大夫人跟金嬷嬷 陪着老夫人在院子里走了两圈 就围坐到许夕身后 看着她画画 为了锻炼自己 许夕上辈子曾跑到街上 给人画过像 手速是可以的 她现在只需要向两人证明 自己画的人像跟真人十分像 并不需要讲究线条运用 尽量用速写手段变好 她想尽快把绅士之事 快些查清楚 免得卫士整天作妖 让人烦不胜烦 因此 不过是一盏茶的功夫 她就给周嬷嬷画的肖像画 就画好了 老夫人和大夫人在后面围观 许夕刚画出眼睛的时候 两人就已很惊叹了 只是为了不打扰许夕 尽量忍着 到许夕把鼻子 嘴巴画出来 尽管有些阴影部分还没画出 两人终于忍不住出声 一个劲儿的感慨 太像了 太像了 她俩的言行 惹得院里的丫鬟婆子 不顾规矩地跑过来围观 坐在对面 当模特的周嬷嬷 更是心痒难耐 差点没忍住跑过来 看自己长什么样 现在好不容易等着许夕说 画好了 周嬷嬷已与她年龄不符的敏捷 快速跑了过来 挤开人群道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大家很能理解 便是连老夫人和大夫人 都让开了位置 许夕更是把画像 从画板上取下来 递到了周嬷嬷手里 这是我 我长这样 周嬷嬷看着画纸上的 那个肖像 惊讶地问道 不怪她这样问 古代铜镜照人照得并不清晰 脸色更是一律同黄 因此 大家对于自己的长相 看得并不真切 更遑论周嬷嬷这种 因为年纪大不愿 常照镜子的老妇了 像 像极了 那画上的人儿 跟你长得 简直是一模一样 老夫人笑呵呵地道 就是只画了脸 身上的衣裙手势没画出来 金嬷嬷遗憾地道 她跟着老夫人 也是见过世面的 以前也曾看过宫里的藏画 那些历朝历代的皇帝 皇后画像 可都是全身像 不光画了脸 还把身上的穿戴都画了出来 周嬷嬷这张就只有脸 连头发都只画了一半 到了脖子处聊聊几话 就算完事 连半身像都不算 老夫人听了就问许夕 可以画全身的吧 许夕焊手自然可以 只是那个费时费力 没有一天两天 根本画不完 要想画得细 把身上的衣服首饰都画全 没有几日功夫 根本不行 宫里的画师 给人画全身画 也是要几日的 更不用说 老夫人顿了顿 没说下去 虽说都是自家人 院里的下人 也都是信得过的心腹 但说自家孙女 比宫里的画师画得还要好 传出去就是得罪人的话 没准还要引来是非 所以 老夫人及时地闭了嘴 她虽没说下去 但院里的人都明白她的意思 纷纷转头去看许夕 照许夕这画画的水平 没准宫里 还真请她去做画师呢 许夕的脸色 却十分平静 她是个思虑周全的人 在拿出这个画法的时候 她就想过了 没准宫里会请她去做画师 这种问题 就像她上辈子 为到底要上清华 还是上北大苦恼一样 人总要有点远虑不是 据说 因为朱元璋长的丑 宫里的画师给她画像 因为画得太像掉了脑袋 所以 进宫里给皇帝画画像 是个十分危险的技术活 不过她觉得 那位画师掉脑袋 不怪人家朱元璋长的丑 而是怪她自己没脑子 他们普通人照个像 还得带滤镜功能呢 人家皇帝 想要把自己的形象 变好看一点 留给后人瞻仰怎么了 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她又不是不知道变通的人 宫里人真让她画 她肯定得开滤镜加整容效果呀 画出来 不光让你觉得像 还十分好看就对了 要是这样还能掉脑袋 那她也没话说了 只能怪命不好 一群人在这里脑洞大开 大夫人的神思 却已不在这里了 她把许希拉到一边 巧声问道 西吉尔 你没见过的人 能不能画出来 比如 当初的那个吻婆 许希心中大喜 她冒着要进宫里 当画失掉脑袋的危险 露着一手 不就是为了大夫人这句话吗 她压抑着心中的激动 信心满满地道 能 只要您能描绘出 那个吻婆的相貌 我就能画得差不离 虽说大夫人 对当年那个吻婆容貌的记忆 而且十四年过去 吻婆已从中年变成了老年妇女 相貌变化可能比较大 即便拿到画像 人海茫茫 也不一定找得到 她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一定 但哪怕有一丝希望 大夫人都不想放过 今儿个你累了 时间也晚了 明日吧 明日你放学回来 我跟周嬷嬷一起回忆描述 让你画出来 大夫人压制住内心的焦躁 对许希道 按她的想法 她真是一刻也不愿意等 早一刻把画像画出来 也能早点让人四处去寻找 这件事 对她来说太过折磨 但她不得不为许希考虑 也不知是母女怜心 还是心里暗事作祟 反正她越看越觉得 许希这孩子可人疼 面对许希时 她总抑制不住 自己满腔的慈母之心 总想为她做点什么 好弥补这些年她受的苦 因此 她半点舍不得许希受累 你也看到了 我画一幅画 只需要一盏茶的功夫 现在天时还早 到天黑 还有半个时辰的时间 画一幅画 完全不成问题 即便慢慢想 也不打紧 咱们先试一试 要是不行 明日我再改改就好 否则 有可能还得再拖一日 许希道 见许希这般贴心 大夫人心里越发越贴 她笑道 好 那就现在话 老夫人虽然时不时跟金嬷嬷 周嬷嬷说笑两句 但一直注意着 大夫人和许希的动静 如今 看到朱氏跟许希说了几句话 脸上就露出轻松的笑容来 老夫人心下一松 知道朱氏已跟许希 把事情谈妥了 只是 想着一旦事情确定后 府里要发生的一切 老夫人心里就很是不安 相处二十年 她对朱氏的了解 比赵元勋对妻子的了解还要多 她知道 朱氏是个外柔内刚 而且比较大气的性子 有些是她不计较 但真触碰到她的底线 她是绝对一步都不肯退让的 会是换了她的孩子 企图鱼木魂珠 用她自己的儿子 代替朱氏的孩子成为侯府的继承人 让朱氏十几年的苦心教导付朱东流 还让朱氏的亲生孩子在外吃尽了苦 朱氏是绝对绝对饶不了魏氏的 即便看在朱人的面上饶魏氏一命 她也绝不肯再跟魏氏共住一处 承认跟她是一家子 所以 侯府到时候 只能分崩离析 想起这些 老夫人就心塞得不行 有时候她想 要是许希不提出那样的猜测就好了 如此一来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但她转念一想 许希不说 他们也许就永远不知道真相 如此一来 魏氏的阴谋岂不就得逞了 她跟朱氏担惊竭律地为侯府谋话 最后却便宜了魏氏那一房 她千房万房 最后侯府还是落到了外人手里 这么一想 她又庆幸许希能想到这一点 提醒了他们 总之 这几日不光朱氏难过 老夫人也心事重重 晚上都不曾睡好过 娘 我带西井去我那一趟 您散会儿不就早点歇着吧 大夫人过来 朝老夫人问道 好 老夫人目送着朱氏和许希出门 望着天空长叹一口气 拍拍金嬷嬷的手道 你扶我回屋去歇着吧 大夫人领着许希回去 就遣散了院里的丫鬟婆子 只剩下周嬷嬷一人 她对许希道 时间久了 我当时也迷迷糊糊的 对她印象不深 我们边回忆边话 可能会比较艰难 不打紧 慢慢来 许希笑道 她可不会依据大夫人 和周嬷嬷的记忆来画 而是根据系统给出的描述 画出来的画像 即便不全像 也有八九分相似 以周嬷嬷为主 大夫人时不时补充两句 两人边回忆边描述 许希便根据他们的描述画下来 她的脸有点圆 眼睛不大不小 鼻子也很一般 不怎么挺 但也不她 就是一般 这是周嬷嬷的描述 要是依她这个描述画人 许希完全不知道如何下笔 比如周嬷嬷跟李嬷� 周嬷嬷都是一般人的普通长相 但之所以让人一眼能认出来 不至于把他们认错 自然是有着他们的区别与特征的 但在周嬷嬷的描述里 他俩可能就长得一样 而系统的描述则是这样的 圆脸跟解释的差不多 但额头稍长一些 下巴也没那么圆 眼睛跟陈夫人的有些相似 但比他的稍细一些 眼角还有几条皱纹 许希提醒 他们画的是年轻版的蚊婆 亦不能依着现在的容貌说 你根据他现在的长相 往年轻时推断 等我把年轻蚊婆画出来 再依着你的描述 画一版老年版的 他根据周嬷嬷和大夫人的描述 结果画出年老版的蚊婆画像来 岂不引人怀疑 所以这事 还真不能一蹴而就 多转几个弯 多费点功夫 总没坏处 于是 在周嬷嬷磕磕绊绊 且十分模糊的描述 大夫人偶尔往错误的方向进行混淆 也及系统精准的纠正中 在天黑之前 许夕终于把年轻版的蚊婆画像 给画出来了 对对 就是她 就是她 周嬷嬷看着许夕递给她的画像 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说吗 就是长得这样 许夕苦笑 什么叫就是长成这样 要是依据周嬷嬷的描述 她画的绝对是另一个人 这是十四年前的蚊婆吧 年纪大了 容貌就会改变 比如身材会微微发福 眼皮也会有点搭了 嘴角往下弯 眼角有些皱纹 许夕开始有意识地引导 大夫人看看周嬷嬷 对 那蚊婆年纪跟周嬷嬷差不多大 周嬷嬷的容貌 跟十四年前就有些变化的 周嬷嬷嬷嬷自己的脸 没有作声 她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应该没什么变化 许夕也仔细地看了看周嬷嬷 点点头道 咱们进屋吧 有了这张座底 我很快能画出 蚊婆现在容貌的画像来 会不会太晚 大夫人犹豫道 不晚 很快的 许夕摆手 大夫人便进了屋 让周嬷嬷点了几盏灯 把屋子里照得雪亮 许夕快速地打底 依据刚才的画像和系统 给出的补充 另画了一幅像 这幅像关系重大 她格外用心 等把画画完 已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了 周嬷嬷都打了一回盹 朱师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 好了 她把画递给大夫人 看着瞬间清醒的大夫人 又提示了一句 我觉得吧 那蚊婆不可能凭空消失 去什么地方也必然有依障 不会无缘无故 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毕竟她还脱家带口呢 大伯母您要查她 不如查查她有什么亲戚 再拿着这幅画像 往她亲戚所在的方向去寻 她即便改了姓名 但容貌是改不掉的 这样查或许更容易 查到蛛丝马迹 你放心 我便是绝第三尺 也要把她找出来 大夫人发誓一般地道 把画像交给大夫人 又提点了这么一句 许夕就知道 这事她不能再插手了 否则就算把蚊婆找出来 因为有了对她的怀疑 这件事还是没法有定论 那她岂不是做白宫 查不查得到 只能随缘了 她回品名居洗漱完毕 又三笔两笔 把康先生的那幅肖像画画完 这才睡下 第二天一早 她去给老夫人请安 老夫人特意留她吃早饭 吃早饭的时候欲言又止 应该是想问画像的事 许夕只装作没看见 埋头苦吃 吃饱把碗一推 道 老夫人 我去书院了 接二个 还有功课要做呢 老夫人指的放人 去吧 路上小心 许夕乘了马车到了北宁县 刚进书院 还没来得及 跟守门的婆子打招呼 昨日见过的康先生的丫鬟 就迎了上来 许姑娘 我家老爷派奴婢 来向姑娘索要画作 许夕 这老头也太心急了吧 幸好她昨晚连夜赶工画完了 否则 今天都交不了差 她把话筒拿出来 递给丫鬟 劳烦姐姐 丫鬟到了生谢 拿着话筒 急匆匆走了 许夕往里走了一会儿 在接近教舍时 又看到一个婆子 匆匆走了过来 她定睛一看 却是崔夫人身边的那个婆子 许夕顿时明白 她的来意了 本来她打算中午 去崔夫人那里给她回复的 却不想崔夫人也等不及了 许夕赶紧主动迎上去 不带婆子说话 就笑着问道 嬷嬷 崔夫子是不是已在书院里了 我还担心她未到 正打算中午去找她呢 现如今她在书院里 那就太好了 婆子一愣 脸上浮起笑容来 道 那可真是巧了 我家夫人也正寻姑娘呢 如果姑娘没别的事 这就跟我去见一见我家夫人 没什么事 现在离上课的时尚还早呢 许夕说着 主动拐弯 去了崔夫人所在的院子 随着婆子进了屋子 许夕看到崔夫人 正坐在窗前看着什么 听到动静 她转过身来 许夕连忙给她行礼 许夕见过崔夫子 起来吧 到这边坐 崔夫人走到待客的主位上坐了下来 问许夕 前日我的提议 你回去跟家中长辈商量的如何了 因家中有事 昨晚我才寻了机会 家中长辈都很支持我参加科举 许夕道 崔夫人一听 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高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想法 其他我感兴趣的课 我都想跟着同窗们一起学习 至于科举 夫子们给我布置功课 我一定好好完成 争取在明年春天下场一事 看到崔夫子又连了脸上那抹笑容 开口似乎想要反驳 许夕赶紧道 还请夫子让我尝试一个月 要是这一个月里 我在四书五经的课业上 达不到父子们的预期和要求 我再把其他功课停掉 专心举业 崔夫人看着许夕眼里那坚持的眼神 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 她在女子书院也待了很多年了 不管是豪门世家 还是平常人家 对女子的教育 都要求真敬顺从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像许夕这么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的 那就姑且以一个月为期 跟你一起参加科举的 还有五人 不过他们 都会把其他课停掉 专攻科举 你原是四个人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我也不对你提出太过苛刻的要求 只要你能在四人中考到前两名 你其他的课就可以继续上 一言为定 许夕高兴地道 崔夫人起身 把暗基上放着的一叠书拿了过来 放到许夕面前 这些书是书院免费提供的 其他用度上 你有什么困难 也可以提 多谢夫子 许夕起身行了一礼 又摇头 没什么困难 那么从今日起 你们六人就单独上课了 上课的地点就附近 我带你去 崔夫人站了起来 许夕连忙把那叠子书捧着 跟上崔夫人的脚步 跟着崔夫人出了门往左拐 沿着回廊走了几十步 他们就出了门 进了一个小夸院 说是小夸院 可比许夕在缓平侯辅助的品名区要大多了 粗粗一看 一排都有三间现代教室那么大的屋子 东 西 南一共三排九间教室 许夕时不时带些点信给守门的婆子 也爱跟他们聊天 只不过进了这女子书院几日的功夫 他就把书院的大致情况打听得差不多了 这书院四个班级的教舍 都是以崔夫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院落 为中心团团为建的 三个教室院落成品自行 最中间的是单独给上德常公主歇息的处所 称南院 另两个 一个是崔夫人 张夫人 陈夫人 这些达理书院术物 和教授四书五经的夫子歇脚的 称东院 还有一个 则是给萧夫人这些教授琴棋书画的女夫子 歇息所用 称西院 至于康什林他们这些男夫子 则在靠院门外另有一处院子歇脚 属外院范畴 因那附近种了许多竹子 所以院子便被称为青竹院 这个跨院是专为参加科举的学子加盖的 我们称作北院 在这里上课的 不光你们六人 还有甲 一 丙班的十几名学子 不过进到这里来之后 你们就不按原先的班次上课了 而是按掌握四书五经进程的快慢 来安排班次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考试 四个班用的是同一套尸体 成绩最好的那一把是甲班 以丙丁顺言 许熙在脑子里安抚住快要蹦出来的系统 问崔夫子道 考多少名能进甲班呢 分班不按名次 只按水平 我们会有对科举考试经验丰富的夫子做评判 如果他们觉得 你们所有人对四书五经的掌握都很好 全部达到能下场考试的标准 以丙丁班就可以取消了 全都进甲班 宿主加油 以你的智商 只要用功努力 甲班指日可待 刷高分的机会就在眼前 加油加油加油 系统跟科了要一般 情绪十分高昂 许熙没有制止他 因为他也很期待 他念书向来名列前茅 心气一直挺高 现在来了古代 准备参加科举 他可不允许自己考个几年 考不上个秀才 那实在太丢穿越者的脸了 坠了学霸的名头 嗯 先设定一个小目标吧 现在已是七月下旬 离月末还有四天了 估计来不及 那么 争取下个月月考进甲班吧 甲班应该属于高考冲刺班 有几个月的时间 高强度学习冲刺 到明年下场 一举考上秀才 这就是他的短期目标了 还在那里 给许熙介绍情况的崔夫人 不知道他的想法 要是知道 指定想把他打死 人家古代多少男学子 从七八岁读书 能在十七八岁考上秀才 那就可以算是 前途广大的神童级人物了 就算扣除学习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打击处的两三年 人家经营在四书五经上的时间 起码有十年 你个小丫头骗子 想只用几个月的时间 就赶上别人 简直狂妄自大的没边 那些普通班的课程 特意安排四书五经在上午 琴棋书画在下午 这边上午夫子授课 下午自己背诵复习和书法 所以 你上午在这边上课 下午去那边上课 并不冲突 现在你也不用过那边去了 我跟上那边课的夫子 打声招呼就行 崔夫人道 我有个妹妹在那边 如果我不去的话 她肯定担心我 我一会儿过去 跟她打声招呼再过来 这没问题 崔夫人交代完 就领着婆子回去了 许熙则留在了这边 钉班的教设里 教设里面除了 夫子们用的桌椅以外 属于学生的 只有十套桌椅 许熙随便找一张桌椅做了 拿出笔墨 准备练字刷分 而这时 隔壁其他班 也有学生陆续到了 重点班就是不一样 大家的学习都很努力啊 许熙这么想着 也没管外面 摸好墨开始练字 不过只写了五个字 她忽然听到系统播报 恭喜宿主 智慧值加一百 许熙一愣 差点把正在写的 那个字写歪 她收回笔 问系统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的 怎么又给她加分 而且加的还是一百分 这分什么时候 这么好赚了 系统大概也有些猛圈 丢下两字 稍等 就没了生息 但许熙又写了两个字 她才出声到 宿主是画画 你那幅画 被康先生和其他两位老先生 定为是新画法 所以才给你 加了智慧值 许熙摸摸下巴 皱着眉问道 这智慧值 到底是怎么加的 我当时画完的时候 可没有给我加分 我给周嬷嬷和稳婆画像时 也没加 她知道所谓的智慧值 并不是给她加智慧 而是积分的美称 因为这是个智慧 让你走上幸福人生 部分障碍 系统 所以 她赚的每一个积分 就美称为智慧值 但到底什么情况下 给她加积分 到现在为止 对她来仍然是个谜 系统也是 才刚刚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她道 你从原世界带来的技能 如果没有提升 是不会加智慧值的 比如 你画的那几幅首饰图 你昨天 画的康先生的画像 和周嬷嬷 稳婆的画像 还有你学习四书五经 用的记忆和理解能力 都是从原世界带来的 就都没有加积分 刚才之所以加积分 是因为金康先生 和几位有名的绘画大师 一起鉴定 觉得你是开创了一种新画法 所以系统 才特意奖励你100积分 许希撇撇嘴 开创新画法 才奖励100积分 要不要这么小气 抱怨完 他又问 那以后我画画 还有没有积分 以后你用你的画技跟人比赛 只要赢过别人 就能得积分 参加的比赛等级越高 得的积分也越多 跟学习四书五经一样 当然 如果你用现代的画法 跟古代的画法相融合 画出来的每一幅画 也可以得积分 进步越大 得的积分越多 那也还行吧 许希对这个 也还算满意 持续发展才是王道 不说别的 只说画人物肖像 这个世界的人 就没人比他强吧 要融合 应该也不是难事 只是 这世界 有这种绘画比赛吗 他疑惑地问道 有 系统应该去查过了 回答得很肯定 这也是圣药皇后 当初开办的 后来就成为了惯例 每年在年底 进行一次书画比赛 小夫人 康先生 就是在比赛中 把名气给打出来的 许希也谋一亮 立刻握拳 我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打出名气 这样 每幅字画 才能得更高积分 他现在隐约明白了 字画是初学者还是大师 甚至对四书五经的掌握程度 都是按照这个世界人们的认定 来划分等级的 系统 也依照这个相应的等级给积分 那宿主 你可要加油了 要参加科举 还要练字画画 需要的精力可不少 系统趁机给他灌鸡汤 不过只要努力一段时间 等你各项等级提高了 画一幅画 就得一百个积分的日子 也指日可待 等着吧 我行的 许希信心满满 他前世从小到大 在学业上 就没怕过谁 这辈子有上辈子的基础打底 要是还不行 那他趁早跟系统结绑 早点投胎去吧 投个家里有矿的 就不用努力了 他又认真练了两篇字 赚了八个积分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他也不收拾东西 把笔放下 就要往外走 到门口时 差点跟一个人撞上 你 许希后退一步 待看清楚对方是谁 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对方却丝毫的不意外 似乎早已知道 许希会在这里一般 平素冷淡的脸上 嘴唇勾了一勾 朝许希威一汗手 许姑娘 许希朝外面看了一眼 你唐姐呢 来人是穆清强 不过似乎只有他一人 穆清连并未跟来 他念书一般 没能考进这里 穆清强说了一句 静止进了教舍 扫了屋子一眼 他在许希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坐了下来 因为人少 屋子也很宽敞 桌子足有十张 但人却只有六个 因此 不用再像那边一般挤着坐 可以一人一张 许希看他一眼 没再多言 转身出门 往原先的教舍而去 这个小跨院后头 有一个单独的门可以出入 不用从崔夫人 他们所在的院子穿过 这大概为男先生们 来授课提供方便 而从这个门出去 离原先的教舍并不远 许希跨境丁班教舍 却见以前来了 就安静地看书练字的情形不同 此时教舍里跟菜市场一般 大家都围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 许希也在其中 表情凝重 脸上隐隐有愁绪 小雪 许希换了他一声 许希转过脸来 看到许希满脸惊喜地飞奔过来 姐 你今天怎得来得这么晚 我以为 许希听到那些议论声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还是顺嘴问道 以为什么 以为你也参加科举考试去了 许希道 平时你都来得早 今天我来了不见你 刚才崔夫人又来把几人带走 说他们要参加科举 在北院单独授课 不跟我们一起了 我以为你也一样 确实如此 许希点头 我也要参加科举 什么 许希惊愕地看着他 以后上午我不跟你们一起上课 但下午的课 我还是要来听的 这个位置你帮我留着 上午无所谓 下午谁也不许坐 许希指着他的位置到 心情跟坐山车一样 呼上呼下是什么味道 许希可算是体验过一回了 他来女子书院 就一直跟许希在一起 对许希十分依赖 许希乍一说 要扔下他去北院 他这心里 直接就没了着陆 现在许希说下午人会回来 他的心又安定了 半日分别 这没什么 许希如今跟班上的同窗混熟了 再没了刚来时的那种惶恐不安 什么 你也要参加科举 旁边一女生听到许希的话 不由惊叫起来 引得大家都住了嘴 朝这边看来 对啊 人总要有点追求的 我虽不奢望能封侯败相 但如果能有个公民 出来做事养活自己 腰杆子挺得直 以后即便嫁了人 也不必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许希眼看着尽教舍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予多说什么 以免让崔夫人他们觉得他是特意来炫耀的 严刑轻狂 他连忙给这几人强灌了一碗鸡汤 对许雪眨了眨眼 转身离开了 回到北院 他看到其他五人已到了 正听崔夫人说着什么 让他意外的人 这五人里除了木青墙 还有一人是他熟悉的 那就是何玉琪 他也没有多话 走过去朝崔夫人行了一礼 便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北宁女子书院又与别处不同 因为地理关系 能请到许多大儒来给大家上课 但如果大家水平太低 听都听不懂 又怎配让大儒给你授课 因此 我希望大家努力用功 月考的时候 争取早日考到一等 升到一班去 授课的就都是大儒先生了 崔夫人在大家面前 悬挂了一颗胡萝卜 这才诱到 不过大家也不用沮丧 你们进了北院 即便给你们上课的不是大儒 他们也都是靖士 同靖士出身的 教导你们绰绰有余 说着 他介绍了几位先生的身份 果然都是靖士 同靖士也都在朝中为官 有很多寒门学子 考上靖士或同靖士 并留在京中做了官 但京城居大不易 其中一些人 没什么赚钱的本事 认得又是闲职 便会利用闲暇时间 到这些书院来授课 赚一些钱财贴补家用 北宁的书院 因为地理优势 便成了既得利益者 崔夫人离开 便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 进来给大家讲 论语 大概当初 来任聘的先生挺多 崔夫人忧中选忧 选了表现最好的人 这位老先生讲起课来 听得许熙十分满意 他唯一不满意的 就是进度 在他看来 这进度有些慢 父子 一下课 见老先生收拾东西要走 他连忙跑上去 问道 我想问问 四书五经有什么好的著书 您能我给推荐一下吗 有了这些书 平时下课的时候 我能自己多学学 凡是当先生的 就没有不喜欢好学的学生 这位老先生 一听许熙这话 十分高兴 拿出纸笔给许熙写了一份书单 道 这是大经最好的著书 你只要把上面的东西 吃牢记透 考个秀才没问题 多谢先生 许熙恭敬地给他拘了宫 等老先生离开 其他同窗都跑过来 把书单给抄录下来 这日下午 丁班那边是齐课 许熙跟许雪吃了点心 没再回北院 而是人回丁班教舍上课 他上辈子没学过围棋 现在需得从头学起 好在丁班的学生 大部分也没学过围棋 有些学过 也只懂点皮毛 授课的陈夫人 便从头交起 正当许熙听齐课 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去庄子上狩猎完乐的 傅云朗一行人终于回来 出现在了北宁县城门处 黄兴早已派人再次守着了 他人见了傅云朗一行人 连忙迎上去 道 黄掌柜已在一品楼定了席面 几位爷是否进去歇歇脚再走 二爷 五爷 要不进去歇歇 一品楼的厨子 手艺还是不错的 傅云朗期盼地看向二爷和五爷 他的哥哥傅云开 之所以一回来进兵部 就任政武官 还不是因为他小时候 是二皇子萧令浦的半读 两人至今私交甚好的缘故 这次好不容易跟着二皇子和五皇子 一起出来游玩 傅云朗使出了浑身解数 跟两位皇子交好 萧令浦跟他哥私交好 他就不指望了 但如果他能得五皇子萧令衍青睐 与五皇子成为默逆之交 想来他也不差兄长什么了吧 打听到萧令衍的喜好是做生意 他投其所好 这才领着他们到自己的营楼看看 果不其然 五皇子对这个还真十分有兴趣 萧令衍听到傅云朗的话 跟二皇兄对视了一眼 见他微微汗手 他转过头来 对傅云朗道 既然傅二盛情相邀 我们就去去又何妨 反正回京也没事 天黑之前能到就行 傅云朗听了 大喜 连忙让人前头开路 几人进了北宁 也不去营楼 直接去了一品楼 黄兴早在知道 几人要来时 就在一品楼等着了 待他们吃得差不多了 他才让人进去 给傅云朗传了话 什么事 傅云朗出来时 还一脸不耐烦 他正跟五皇子说话 说得正投缘呢 黄兴就叫人来换他 就这么点小生意 黄兴什么事不能做主 非得这时候来打扰他 黄兴把事情跟傅云朗说了 深深意一道 小人知晓 公子陪二位也要紧 但这事是五爷问过的 小人担心不跟公子禀明清楚 五爷之后问起 公子没法回答 这才打扰了公子 还望公子恕罪 你说什么 他说 我正跟他妹妹一亲 他是缓评侯府小姐 姓许 傅云朗顾不得责怪黄兴 连忙问道 正是 黄兴道 傅云朗眉头一皱 他知道许夕是谁了 前段时间 缓评侯府被京城府里那边 报出孩子 被报错的事 在贵族圈里传遍了 毕竟这种事太过离奇 尽管戏剧里演的离奇是不少 但现实里这样做 被人爆出来 还是第一次 而他因为赵如雨的关系 对这件事了解得最为清楚 他知道 许夕就是那位跟赵如雨换错的侯府真小姐 原先 因为赵如雨是树房的嫡女 缓凭侯府又日渐败落 身份上配不上他 母亲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 只是因为他坚持 母亲也打听过赵如雨的为人 感觉还可以 这才松了口 可后来身世的事爆出 母亲就又反悔了 觉得赵如雨配不上他 婚事不顺 赵如雨为这事 对他也若即若离 偏他还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身份提高了一劫 以后不愁嫁 并不是非他不可 为着这事 傅云朗这段时间十分苦恼 看看兄长 说不娶就不娶 说如何就如何 母亲对他十分依从 傅云朗心里就很不舒服 所以他才在五爷的事意下 揽下这些束舞 发誓也在做出一番成就 让母亲尊重他的想法 同时他也让赵如雨知道 他是世上最优秀的男人 不嫁他 他必要后悔 而这一切的源头 就是这个叫许夕的乡下丫头 引出来的 要不是他的出现 赵如雨怎么会在侯府处境艰难 又怎么会成为满京城非议的对象 他们的婚事 又怎么会起波澜 因为是站在赵如雨这个角度想问题 所以傅云朗打一开始 就对许夕这位真千金没有好感 这会儿黄星提起这事 傅云朗想起许夕的成长环境 就冷哼一声 一个在市井和乡下长大的女子 首饰怕是没见过几样 哪里能设计出好的首饰图来 那个小鸟首饰图 不是误打误撞画出来的 就是偷了别人画的来卖钱 哼 那人不用理了 五爷那里 我会跟他解释 傅云朗道 见傅云朗的脸色十分不好 黄星半句话都不敢问 直到 是 二公子 心下松了一口气 对他来说 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傅云朗没有立刻回宴席上 而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 想好了措辞 这才回到席间 二爷 五爷 刚才皇掌柜叫我出去 是因为他联系上那位许姑娘了 他道 萧令眼不慎在意地抬起头来 不知缓凭侯府抱错孩子的那件事 你们可有听说 那位许姑娘就是被抱错的 打小掌在乡下的那位侯府千金 哦 萧令眼来了兴趣 他就是跟你未婚妻换错的那位姑娘 傅云朗倾壳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跟赵六姑娘还未定亲 算不得未婚妻 解释完这一句 他又点点头 正是那一位 他苦笑了一下 所以那位姑娘得知 玉龙阁是我的产业 就表示不愿意与我合作 他说 他的首饰图都被青娘县主买下了 原来如此 萧令眼不在意地白白手 没关系 能设计首饰的人不止他一个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就好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二皇子萧令谱 忽然开口道 贵妃娘娘那里有不少新颖的首饰 到时候我问问他是谁画的 打听出来 让那人给你们迎楼画几张首饰图就好 不过 式样肯定跟娘娘带的不一样 贵妃娘娘曾是 出自京城世家曾家 正是二皇子萧令谱 和五皇子萧令眼的亲娘 能有资格给他制作首饰的 定然是首饰工匠里 最顶尖的人 傅云朗大喜 站起来朝萧令谱 一一到底 多谢二爷 又对萧令眼一一 多谢五爷 萧令眼白白手 笑嘻嘻地道 听你说起来 做买卖似乎还挺好玩的 要是你们准备在京城开营楼 我也参上一股吧 说着 他看向萧令谱 二哥 这是我就玩玩 你可别告诉娘亲 省得他又斥责我 说我与民争利 萧令谱看了弟弟一眼 目光带着些宠溺和无奈 他转头对傅云朗道 如果可以 傅二你就带老五玩玩 不过皇家规矩你也知道 我们皇子是不能私下里做买卖的 老五可以出钱 也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但明面上你的买卖与他无关 是 五爷聪明 做什么事都做得极好 有五爷暗地里出主意 我们的买卖肯定能做得更大更好 傅云朗说这话时满脸欣喜 他这高兴倒也不是装出来的 他也知道他们平南侯 因为驻守边关的缘故 在皇上面前有几分薄面 为了稳住边关 有什么犒赏嘉奖 皇上都不忘提一提平南侯府 但今中皇亲国妻 豪门世家何其多 他想把银楼开到京城去 跟其他开银楼的人抢生意 别人可不会卖他区区平南侯府的面子 到时候必有一番腥风血雨 可是 如果背后有五皇子撑腰 那就不一样了 只要五皇子发一句话 别人都能卖他们几分面子 最重要的是 大哥不是跟二皇子交好吗 现在他傅云朗借着做买卖的机会 也跟五皇子交好了 那他岂不是跟兄长一样 在皇家有了自己的人脉 虽说不比兄长强 但至少不属于兄长不是 本来我还想先把玉龙阁的生意做起来 再扩张到京城去 现在有了五爷这句话 我觉得 步子可以卖得更大一些了 五爷您看如何 他立刻打折随棍上 跟萧令眼探讨起生意精来 起了点 等玉龙阁的生意理顺一些 再扩张不迟 萧令眼摆摆手 是 傅云朗一一 暗暗下决心 这段时间要多来玉龙阁 督促皇掌柜 把银楼生意做得更好 一行人吃过饭后 便回了京城 进了城门 大家就分开了 萧令普和萧令眼回宫 傅家兄弟回平南侯府 傅云朗看看天时 对兄长道 哥 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 稍后再回家 傅云开猜到 弟弟又打算去找那位 缓平侯府六姑娘 不过他也没阻拦 只哼了一声 白白手 打着马带着蒲丛 静自去了 傅云朗则去了赵如雨放学回家时 必经的一座茶楼 他的小厮熟门熟路的到了黎茶楼 有一定距离的路口站好 等着赵如雨的马车路过 京城女子书院放学的时辰 向来十分准时 不一会儿 挂着随平侯府标志的马车 就缓缓驶了过来 差不多到了路口 傅叔就先开车帘朝外张望 看到傅云朗的小厮 连忙转头对车内的赵如雨巧声道 姑娘 长平在路口 赵如雨侧头朝外面瞥了一眼 吩咐车夫 在前面茶楼停一下 长平跟着马车走了几步 看着马车停下 赵如雨领着傅叔进了茶楼 后面并没人跟进去 他这才快速也上了楼 傅云朗因为要跟赵如雨见面 常年在这个茶楼里 包了一间包间 长平上楼之后 并没有进去 而是在门口守着 屋子里 傅云朗看着赵如雨十分高兴 如雨 赵如雨却神色淡淡 傅公子找我有事 如雨 你怎么又是这样 上次我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 你也说了 给我时间 让我慢慢解决 见赵如雨对自己不冷不热的 在不复当初看到自己那种欣喜 热情又充满羞涩 傅云朗心里万分焦急 赵如雨看着丈夫年轻时 这张英俊的脸 心情十分复杂 上辈子 傅云朗活了六十多岁 当他去世的时候 拉着他的手 与他相约 说下辈子再续前缘 没想到他竟然重生了 真的来重新赴他的约 和他重走一辈子 虽说经历过一世 爱情最后化为了亲情 激情早已不在 他见他时不会有心跳 甜蜜 羞涩的感觉 但上一世他 跟他过了一辈子 他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 这辈子他会让他更爱他 赵如雨垂下眼眸 酝酿了一下情绪 泪水缓缓从眼眶里滑落 傅云朗吓了一跳 如雨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赵如雨摇摇头 泪水随他的摇动被甩落 滴到了傅云朗的手背上 他抬起了眼 泪眼婆娑地望着他 眼里满是迷恋 声音哽咽 你好久没来 我以为他没说下去 泪水又滚落了下来 以为什么 傻瓜 傅云朗用手指 拭去他的泪水 经不住把赵如雨搂进怀里 我这几日一直忙着迎楼的事 不是故意不来找你的 你出去书院 也忙碌 他低下头看着赵如雨 我已经跟母亲说了 你考上女子书院的事 母亲听了很高兴 等我兄长成了亲 咱们就把亲事给定下来 等你叽叽 咱们就成亲 赵如雨眨了眨眼 这才缓缓点了点头 带着鼻音应道 好 见赵如雨这样 傅云朗十分高兴 你说 你忙迎楼的事 是怎么一回事 赵如雨问道 上辈子可没有这回事 上辈子在成亲之前 傅云朗都无所事事 平南侯夫人 什么都舍不得让他干 要不是他显得无能 又是次子 轮不到他来继承爵位 平南侯二少夫人的位置 怎么也轮不到他赵如雨来做 哪怕傅云朗再喜欢他也没用 这辈子 傅云朗竟然改变了 打底起书五来 这是谁的题 自然是因为你 傅云朗看着赵如雨 笑道 你可是进了京城女子书院 才学出众 我要不干点事 别人该说 我配不上你了 要是你嫌弃我怎么办 事情自然不是他所说的这样 这件事 是五皇子劝他的 但面对恋人 他自然不能这么说 他知道他说自己的改变 是因赵如雨而起 赵如雨肯定会很高兴 果然 一听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傅云朗才改变的 赵如雨放下心来的同时 心里也跟吃了蜜一样甜 虽然没有了上辈子心动的感觉 但听到甜蜜情话 他还是很高兴的 谢谢你 赵如雨抱紧了傅云朗 要是上辈子 他会为傅云朗这样的举动 感觉担心 因为他越优秀 他就越配不上他 他们的婚事 肯定会起波澜 而上辈子也确实如此 即便傅云朗不那么优秀 他们的婚事 还经历了种种波折 最后才在一起 但现在不会了 他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有这一点 平南侯夫人 就在没有挑剔他的理由 他们的婚事 一定会很顺利的 虽然这么想 但赵如雨心底隐隐 总有些不安 因为赵如希跟上辈子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变数 如果赵如希要在他和傅云朗的婚事上 横插一杠子 那这门婚事 怕是要横生波折 赵如雨以前从不这样主动跟他亲近 现在这么主动 傅云朗顿时激动不已 不过他知道他俩不宜 在这里待太久 即便他包下 这里的事情没几人知道 但一旦被人发现 他跟赵如雨私会的事 就会传开 他一个大男人 倒不怕这个 赵如雨的名声却就毁了 他娘也定然会抓住这点不放 不愿意让他娶赵如雨为妻的 他定了定神 他把许希在北宁县御荣阁卖首饰图的事 跟赵如雨说了 虽说五皇子说 让我们找到他 跟他合作 可我一知道他的身份 马上就叫黄掌柜 别再跟他联络了 你以为他受了多少委屈 还费了这么多心力去考女子书院 我怎么可能再让银楼跟他合作 傅云朗作为甜宠闻的男方 自带说情话技能 总能把话说到赵如雨心坎上 在小说里 两人的相处 只有甜 甜 甜 要是别的事 他这样说 赵如雨自然开心甜蜜 可说到许希 赵如雨的身体就一阵 放开手睁圆了眼睛 看向傅云朗 吃惊地问道 他 他怎么会 看到傅云朗诧异的目光 他回过神来 垂下眼眸 喃喃自语 是了 他不是赵如希 什么意思 傅云朗疑惑地问道 没有 我只是 疑惑他为什么会画这些首饰图 赵如雨道 他不是乡下长大的吗 他怕是连首饰 都没见过多少吧 哈哈 我今天也是这么跟五皇子说的 傅云朗笑道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 都想到一块去了 赵如雨垂下眼瞼 没有说话 他的意思 自然跟傅云朗的意思不一样 但他不想纠正傅云朗 许希那个女人 来历诡异 赵如雨觉得 他知道许希不是上辈子的赵如希 许希是不是也知道 他不是原来的赵如雨呢 他一旦透露出这层意思 让人去打扰到许希 许希没准 也会把他的底给露出来 赵如雨抬起眼睛 看向傅云朗 傅云朗这个人 太好胆气没那么足 他要是知道自己是重生的 没准会觉得 他是个鬼 不敢再跟他接触 深爱着他的傅云朗都如此 别人又会怎么看他 他不是被人烧死 就要被人当成异类排斥 这绝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 他跟赵如希 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 各过各的日子 他好好地嫁给傅云朗 而赵如希 过他自己的生活 不 如果赵如希是重生的 或是知道缓平侯府未来的走向 那么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 阻止侯府的悲剧发生 不管他们嫁到何方 娘家 永远是一个女人后背最坚实的依靠 缓平侯府被抄家 他们即便不被牵连 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所以这辈子 他们一定不能让侯府 被牵扯到夺敌斗争中去 这么想着 赵如雨决定等合适的时候 试探一下许希 云朗 他抬起眼眸 姐姐他本就是侯府小姐 因为我亲娘抱错孩子的缘故 他才沦落到乡下 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可以说 全是因为我的缘故 现如今他回府 也没对我做什么 我前段时间之所以难过 只不过是因为自己 不是侯府的血脉 担心你母亲不满意 我们这桩婚事而已 这跟姐姐无关 他摇摇头 所以 你千万别因为我的关系 对赵如希做什么 被人知道 还不知道会怎么议论我呢 我的名声坏了不打紧 可咱俩恐怕永远不能在一起了 令堂是不会允许 你娶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的 顿了顿 他又道 当然 我不希望你为难于他 但也不希望你去帮他 毕竟我跟他关系复杂 你在脚合进来 很容易传出难听的话 你对他 敬而远之吧 唉 傅云朗叹息一声 望着赵如雨的目光里 全是爱意 如雨 你总这么善良 为人着想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赵如雨羞涩一笑 没有再说话 此时许希早已回到了侯府 跟老夫人吃了饭 也跟大夫人碰了面 大夫人未提稳婆的事 许希也没问 他跟两位长辈说了一下自己北院的事 就回了品民居 画了几幅首饰设计图 练了几篇字就睡下了 大概是因为 他跟老夫人一起吃饭 为是有顾忌 倒没再送财过来 接下来几天 许希的生活走上了正轨 无论是书院还是侯府 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事 除了他觉得 教授四书五经的先生 水平确实不错 他受益肥浅 琴课和女功课也很有趣之外 就没有什么可提的事了 到时许家买卖那里 许希听许雪说 打算把凉拌菜推广到京城和各大酒楼去 许希听听也就算了 并不打算再过问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相同 许永逸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与想法 他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 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 他已经给出凉拌菜的做法了 也分析了市场 这就足够了 至于许永逸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倒是许永逸时常拿不定主意 总叫许雪来问他 叔叔做了一辈子买卖 经验丰富 我啥都不懂 可不敢乱给叔叔出主意 叔叔自己拿主意 就是再不计 还可以找婶婶商量呢 许希跟许雪说着话 正往离教舍不远的凉亭处走 就听有人唤他 许希姑娘 他转过头一看 却见萧夫人的丫鬟小如 正朝这边过来 小如姐姐 可是萧夫子寻我有事 许希问道 正是 我家夫人想让二位姑娘 过去吃点心 商量事情了 好的 小如姐姐先回去 我们一会儿就来 许希应道 她画的设计图还在北院里 许雪下意识就想推辞 要不我就不去了吧 萧夫人是想找许希商量 开营楼画手势图的事 她老跟着 算怎么一回事呢 小雪 你想要写好画本 就得多接触人 观察生活 不能闭目色听 只跟班上的几个铜窗打交道 许希严肃道 她发现 许雪骨子里还是挺自卑的 班上大部分铜窗的家境比她好 她总担心 别人会看不起她 从不主动去跟人交往 总要别人先对她释放善意 所以 她要带着许雪多见见人 等她见的人多了 见过的世面也多了 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自信心也就建立起来了 一听许希这样说 许雪就没再说什么 这姑娘 对于可以自己赚钱念书的渴望 已经超过那点可怜的自卑心理了 为了自食其力 减轻父母的负担 她愿意迈出那一步 两人先去北院的教舍拿了设计稿 这才去了萧夫人歇息的屋子 看到许希手里拿的话筒 萧夫人眼睛一亮 起身过来接过话筒 又画了几幅吗 说着 她又挑眉看向许希 许姑娘你可知道 你现在在绘画圈子里已成名人了 你家康夫子 拿着你的画到处炫耀呢 说着 她经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看到 你画的那幅画像时 表情真是一言难尽 都暗自说你画谁不好 怎会画康先生 康先生那幅尊容 需要大家对着认真端详 仔细形容你的画法 真是太为难人了呢 许希也笑了起来 这几天没有康先生的课 许希没见着他 自然不知道这些事 那没办法 我当时面对的都是女子 话谁都不尊重 只有康先生了 你真是个为人着想的好姑娘 肖夫人感慨道 别的人 可不会把奴婢的生育当回事 许希冒着得罪康先生的危险 也不化她自己的侍女 或康先生家的丫鬟 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真正把奴婢当人看了 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不过许希这样 大概也跟她以前的经历有关吧 肖夫人这么想着 已经把手里的设计稿打开来看了 这是经营首饰 她一张一张地看 看完了还意犹未尽 怎么才五张 抬起头来 埋怨地看向许希 你就不能多给我画几张吗 说着不带许希说话 她又道 我听了你的建议 调了一个老城的掌柜过来 她说 你的建议很好 不过如果你能画心颖首饰图 最好多画几张给我存着 否则我这心里没底 说着 她可怜巴巴地望着许希 完全不觉得 对着比自己小几岁的学生 做这样的表情 有什么不对 一旁的云嬷嬷想腐蛾 她家小姐又犯傻 许希却越来越喜欢肖夫人了 她上辈子的年纪 也就跟肖夫人差不多 没准还比肖夫人大一点 两人心理年龄差不多 但相比起来 肖夫人在心理上 却天真单纯的多 这只能是家里宠出来的 我上次就说过 首饰设计 得根据材质来定 比如一块预料 它的颜色有深浅 还有裂缝杂质 我就得根据这些进行取舍 另外 我还得对工匠的工艺有所了解 否则我就算设计出来 它做不出来也是白费功夫 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最大的不同 就是设计者对原材料的了解 与设计成品用途的不同 艺术设计者灵感一来 有可能把车轮设计成方形 但这只能是艺术品 不能成为汽车的零部件 工业设计者 就得考虑它的实用性与材料 制作工艺等方面的问题 作品是能投入实际运用中去的 萧夫人赶紧道 材质已经运过来了 就等着你去看呢 银楼就在御龙阁对面不远处 许夕 这是要跟御龙阁打了一台 那个地方是您选的 还是您家掌柜选的 许夕问道 萧夫人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不是选的 上次咱们合茶的茶楼 就是我家的房产 隔壁那家绸缎庄也是我家的 因为生意不好 管家说要另外换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腾出来了 听到这话 那个地段那么好 他们镇南王府的绸缎生意做得又久 口碑早就打出去了 生意哪有不好的道理 只是小姐要开营楼 王妃发话了 把王府最好的资源都给小姐 也免得小姐的生意做得不好 让她不开心 于是 府里的大管家亲自出马 伙同几个老掌柜看来看去 终于选了御龙阁对面 这个地段是北宁县最繁华的地方 铺子能开在这里 不用多说 就是品质和后台的象征 再加上御龙阁的存在 来营楼的人到了这里 看到新开了一家营楼 定然要上去看看 是否有新饰样 价钱是否比御龙阁的更低的 这是借了御龙阁的人气 有了这两点 只要他们的首饰饰样新颖 质量上成 价格也不贵 生意就一定会红火 另外选择位置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离书院不远 小姐上课之余 想出来看看 直接走几步就好 都不用套马车 许夕前世虽然没有做生意 但长在那种信息爆炸的地方 自然能想到这些 她也看出来了 萧夫人就是个不识人兼烟火的人 她出身显赫 想要做生意玩玩 镇南王府不缺钱的话 宠女儿的王妃 自然是随便她怎么玩 只要高兴就好 她看了云摩摩一眼 看到云摩摩脸上的无奈表情 便知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不管萧夫人开这营楼的目的是什么 对她而言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否则 她还真没有理由 拒绝傅云朗的邀请了 她时序的没有再追问下去 直到 营楼叫什么名字 叫邪宝斋 这名字如何 好名字 许夕真心实意地觉得好 鞋 摘下 选取 意思是 客人将从咱们店的珍宝里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宝贝 真是再合适不过 虽然不够朗朗上口 一般文化不高的人 都不认识这个鞋子 但营楼吗 不明绝利就对了 虽说 许夕是自己的学生 比自己还小好几岁 但或许是原先许夕说了许多有间谍的话 她对店名的 肯定让萧夫人十分高兴 晚上放学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看 她问道 时间自然是有的 许夕笑道 等放学的时候 我直接去那边吧 那里应该有掌柜 伙计了吧 有的有的 那到时候 咱们直接在那里碰面 萧夫人高兴地道 许夕和许雪告辞出来 直到快走到北院的门口 许雪看看四周无人 小声问许夕 姐 你为什么不把那什么平南侯二公子的事 告诉萧夫子 那天听徐信达说 似乎做御荣阁后台的二公子 是个十分有来头的人 许夕不提醒萧夫人 许雪就担心 两个女人做买卖 能竞争得过那群男人吗 况且 人家还是老字号 开了十几年的营楼 许夕看了许雪一眼 笑了笑 你知道萧夫人的身份吗 她把萧夫人的身份说了 就看到许雪瞪大了眼睛 像萧夫人这样身份的人 在以前 跟许雪绝对是两个世界的人 许雪如果不进女子书院 她一辈子不会跟萧夫人这样的人有交集 不光是萧夫人 书院里许多的夫子 都是这样的身份 许夕看着许雪 长公主的身份 你应该是知道的 许雪点点头 我知道 但她并不给我们授课 不像萧夫人 是实实在在地在与她们相处 她让她知道 原来豪门贵妇离她们这么近 一伸手就能触摸得到 许雪没有在说什么 她知道 知晓了这些夫子的身份 许雪会不自觉地学习 他们身上的优雅与从容气度 再过两三年 走出去 她身上会跟现在的她 完全不同的两种气质 这就是聚一气 养一体 放了学 许雪带着许雪一起去了写宝斋 小如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一见两人就笑着迎了上来 把许雪 许雪的身份 介绍给众伙计 就领着两人上了楼 这是汪掌柜 萧夫人指着屋里 一个中年男子道 许雪姑娘 汪掌柜对许雪做了一衣 又对许雪行了一礼 许雪姑娘 许雪看了许雪一眼 跟着她回了一礼 乡下众男轻女 不说外人 便是像许成关这样的 族里亲近长辈 都没把自家女孩看在眼里 对她们常常采取的是轻慢 无视的态度 可许雪却发现 自己跟着唐姐出入 不管是萧夫人 这样的皇亲贵胄 还是迎楼的这些掌柜 对她都恭敬有礼 即便她在穿着上 比不上许雪 她们也把她 放在跟许雪一样的地位上尊重 刚开始她还心里不安 受宠若惊 后来发现 这其实是别人的教养问题 而且 她们尊敬的不是她许雪 而是唐姐许雪 许雪被人这样尊重 也绝不是她侯府嫡女的缘故 这几日在书院里跟同窗们接触 听她们聊天 许雪也了解到了 京城甚至北宁县 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 隋平侯府这样的侯爵 在京城并不算是顶尖的存在 比隋平侯府地位更高 更有权势的皇亲国妻 勋贵权臣 大有人在 许雪之所以被人尊重 全是因为她自己的本事 以及她不卑不亢的行事作风 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上不得台面 言行举止畏畏缩缩缩 又怎么能期望别人看着你呢 可你自己自尊自爱 确信自己不比任何人差 言行举止落落大方 行之有度 姿态从容 别人自然要高看你一眼 这种尊重 不是来自别人 而是来自你自己 这是许雪曾经教导她的话 现在许雪深深觉得 这话真是至理名言 萧夫人是个行事干脆的人 带许雪跟汪掌跪见了礼 她就一挥手 屋里的几个丫鬟婆子 直接把几个事先 放在屋里的香笼盖子打开 这间屋子刹那间 充满了珠光宝气 这些都是原料 萧夫人道 你看看 银楼的具体情况 一会儿汪掌跪再跟你说 许雪拉了许雪一把 小雪 你也来开开眼界 许雪不好意思地 嘲笑夫人笑笑 我还真要开开眼界 也站了起来 跟着许雪一香香地 看里面的原料 云嬷嬷满含深意地 看了萧夫人一眼 萧夫人感觉到她的目光 回望了她一眼 眼神里有不解 萧夫人名叫萧若彤 镇南王妃生了三个儿子后 得了这一女 极为宠爱 王妃觉得自家家世显赫 萧若彤有父兄护着 她又长得美貌 才华横溢 打小在书法上显露天赋 被名师收为图 她以后出嫁 定然不会受什么委屈 因此 她只由着萧若彤的喜好过日子 有这样一个娘 再加上一个极为真性情的师父 就养成了萧若彤 不食人间烟火 不通小人情世故的性子 直到现在 萧若彤在婆家过得不如意 镇南王妃去英国公府 替女儿讨公道 被英国公夫人用委屈的语气 隐晦地指责了一大通 镇南王妃才发现 如今自家确实在人情世故 有些缺失 要不是云嬷嬷跟在她身边 替她处理了许多事 她都能被英国公世子身边的丫鬟坑死 痛定思定 镇南王妃 一面跟英国公府硬行 一步步退让 一面让云嬷嬷慢慢教导萧若彤 至少教会她怎么看人 不至于被人家说几句好话就哄了去 真把人家当成好心人一般性爱 云嬷嬷见自家小姐不懂 趁着许夕和许雪 走到屋子的那端看珠宝 听不见他们的低语 小声叫道 许多人 一旦飞上枝头便凤凰 往往听不得别人 提起她以前的落魄时的经历 也不允许顺便出现知晓 她往昔底细的旧人 善良一点的 会给钱把养育过她的人远远打发 不善良的 直接灭口都有可能 不 不会吧 肖若彤惊骇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换 戏文里都这么唱的 人家写戏文的人 也是从现实中听来的故事 你没见随平侯府这事 比戏文里唱得还要离奇吗 云嬷嬷礼直气壮地道 肖若彤无言以对 所以 像许夕小姐这样 不光不忌讳这一点 反而处处提携 回报许家人的 实在难得 由这就可以看出 她是个坦荡磊落 知恩图报的 肖若彤也不是个傻的 以前不懂这些 只不过她满脑子 都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 身边也没人教导指点她这些 她才显得不通人情世故 现在云嬷嬷这么一提点 她就懂了 点点头道 我知道了 所以我想跟许夕合伙 你们不光不阻拦 还十分赞成 就是知道 她是个极好的人 没错 云嬷嬷一副 如此可教的欣慰 许夕可不知道 自己因为肖若彤的一句 想跟她合伙的话 就入了镇南王妃的眼 镇南王妃不光靠云嬷嬷 更是通过其他手段 把许夕查了个底朝天 还好园主到许夕 其中经历了 由县城到乡村 由父母宠爱的独女 到变成父母双亡的孤女 这一历程 许夕的变化 才没引人怀疑 即便她性情有变 大家也会归咎于 突逢大便上 别人虽然有些疑惑 她的才华怎么这么出众 比人家精心教养的 贵女还要出色 但因她识字 许永曾夫妇 把她养在深归 不露深浅 她后来在书院里 又显露出记忆力出众 极为聪明等特质 这些才华 也就不显得那么突兀 许熙此时 正看着香网里的珠宝 果然不愧是 财大气粗的镇南王府 几箱玉石 几箱不同颜色的宝石 几箱大小不一的珍珠 还有几箱金钉 银钉 不光没见过世面的徐雪 被震惊地呆立在原地 许熙也被这一世的珠光宝器 弄得有些暮眩神秘 许熙抓几张块玉石看了看 没看到自己喜欢的翡翠 心里很是遗憾 其实在大夫人 送给她的几件玉石首饰里 都没发现翡翠的身影 喜欢用珠宝 来给自己的大丫鬟命名的 老夫人那里 也没有出现翡翠这个名字 许熙心里就有了猜测 她又记得 周朝 汉朝 虽也有了翡翠 但到了明朝末年 翡翠都还是稀罕物品 直到清朝中期 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 被人追捧 翡翠才慢慢成为 大家喜爱的珠宝 有机会 一定要去西南边境走一趟 或是派人去 把那里的翡翠弄些回来 许熙暗自下着决心 拉着看着珠宝发呆的许雪 回到座位前坐了下来 对汪掌柜道 不知汪掌柜是如何打算的 汪掌柜站起来 对着许熙坐了一一 这才又坐下 指着周围道 这座楼 现在正在装潢 等工匠把第一批首饰做出来 银楼也装潢好了 就可以则即日开业了 至于首饰的饰样 我已经让十个工匠 再赶制普通饰样的首饰了 每样的数量不多 但别人有的 我们也会有 另外 许姑娘画的那十幅首饰图 安排了五个工匠在做 力求精美 每一款的数量 大概控制在十个左右 她笑了一下 夫人小姐们 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 如果一下子做的太多 价格就卖不上去 所以 这十个 我们也会控制着慢慢放出去 而且出售的对象 也得讲究 身份不能相差太大 必得是京城最顶尖的那一把人 汪掌柜果然厉害 什么事都考虑得集周全 写保斋有汪掌柜操持 定然能生意兴旺 裁员滚滚 许熙笑道 托许姑娘急言 汪掌柜被许熙这话说得极高兴 她确实是镇南王府 最好的掌柜之一 许熙这话也有好口才 十分极力 做生意的人最讲究这个 虽然我们也有一些 会画手势图的工匠 但他们画出来的手势图 跟以前也只是有些小变化 画不出像许姑娘 画的那些新银手势 如果姑娘有时间 能不能多给我们画线 到时候 我们不光给许姑娘 一百两银子一张的购买价格 每卖出一件手势 还可以给姑娘 办成利润的分成 就跟姑娘提的 其他手势的设计图一样 我原先也跟肖夫子说过 那种手势图 不是我想画就能画的 得有灵感 如果我有灵感 自然可以多画 许熙道 我明白 我明白 汪掌柜连声道 我说的是景亮的情况下 许姑娘不用有压力 她原来虽然不是 做银楼这一行的 但既要搞这个 她自然也详细了解过 这一行的情况 那些设计手势式样的工匠 一年半年的 能想出一个新式样 就不错了 平时做的 也不过是在原来的手势基础上 做细微的调整 镶嵌工艺的设计 却是没问题的 许熙道 不过如果你们有 普通的手势式样图册 可以给我看看 我担心 我画的手势画 跟原有的重合了 这没问题 汪掌柜示意火机 不一会儿 火机就拿了两本手势图册过来 放到了许熙面前的桌上 许熙将手势图册 拿在手里 看向萧若彤 夫子 我从明日开始 放了学就可以到这里来 在这里待两个钟时间再回去 两个钟就是半个小时 书院放学早 下秋天黑的夜晚 晚半个小时回去 完全没关系 那就劳烦你了 萧若彤很高兴 到时候 我让护卫送你回去 许熙也没有推辞 他不想让侯府的人跟着 总感觉被监视 他有什么行踪 府里的人 向那些护院打听就能知道 他完全没有秘密 做点什么都不方便 镇南王府的护卫 不光武功高超 还不会多嘴 侯府的人 想买通他们 获取他的信息 根本不可能 所以相比之下 他更愿意让王府的护卫护送 不过 每天晚半个小时回去 这件事 必然要跟老夫人和大夫人说的 许熙回到侯府 去了荣喜堂 给老夫人请了安 正要解释他 为何回来这么晚 以及跟萧夫人合作的事 就发现老夫人的神情不对 而往时总要在这里 帮着老夫人张罗饭时的大夫人 却不见踪影 老夫人 您怎么了 他问道 虽然老夫人亲口音韵 让他喊自己祖母 但没有真正明确身份之前 许熙并不想这么做 老夫人一把抓住许熙的手 许熙才发现 她的手冰凉 身体似乎都在颤抖 熙 熙间 老夫人嘴唇都在抖 找到了 找到了 老夫人说的话眉头莫尾 许熙却是听明白了 能让老夫人这么失态激动的 除了那个吻婆 还能有谁 在哪儿找到的 大伯母呢 许熙问道 在 在江南 你大伯母跟你大伯回朱家去了 你大伯打算明天去江南 老夫人又道 这次查吻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朱氏找的是娘家人 朱家也是熏贵之家 不过朱氏的父亲是个伯爷 朱氏是嫡长女 父母都还在世 朱氏的亲哥哥是伯府世子 在吏部里当了个五品官 官职不大 却是个实职 还有点权力 混得倒比赵元熏好 朱氏的亲弟弟 前两年考上了举人 现在正努力考进世 朱府虽然在爵位上比缓平侯府要低一等 但朱家家庭和睦 子弟上镜 比窝里头的缓平侯府要好一些 赵元熏年轻时相貌英俊 又是世子 妥妥的一个侯爵爵位在身上 身体虽有些不好 却也没有早妖之相 老夫人唐氏性子也还和善 允诺朱氏嫁进来 就能当家做主 要不是有这么些优点 赵元熏还真取不到朱氏这样的人 学习也知道 朱氏拿着那画像 再朝着他指的方向去查 必然能查到的 那个吻婆有个远房表弟 家中遭了难 跑到京城来求助 得了吻婆父母的几 后来他们一家回到一百多里外的县城 这个表弟混进了衙门 成了一名捕快 有这样的恩情 吻婆再给些钱给表弟 表弟在衙门里帮忙找人改户籍 也并不是难事 虽说吻婆没有安全感 后来又搬了两次家 还搬到了江南去 但循着这条路往下查 各处用钱打点 以爵斧的权势压人 再有画像让人确认 还真不难找到那个吻婆 许夕现在只想知道 大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事 大伯母跟你说过吗 打算怎么办 许夕问道 老夫人摇摇头 没说 不过我知道她 如果这是真实卫士座的 你大伯母绝对饶不了她 说着她神色黯然 咱们这个侯府怕是要散了 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许夕虽在血宝斋吃了两块点心 但此时又饿了 本打算给老夫人请个安说两句话 就回去吃饭的 这时候却走不了了 许夕进门 金嬷嬷知道 老夫人定然憋不住 要跟许夕说这事 早已把其他下人都打发走了 此时见老夫人又哭了起来 金嬷嬷无奈地对许夕道 你劝劝老夫人 自打下午大夫人得了消息 跟侯府匆匆去了朱府 老夫人的情绪就一直不好 她看了老夫人一眼 又道 其实照老奴看来 一个家不齐心 趁早分家的好 免得再出这样的事情 她是故意这么说的 老夫人这么多年 一直为侯府谋话 总希望 侯府能重新恢复老国公爷再世时的荣光 可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分家已成定局 再不让老夫人宣泄出来 她老人家上了年纪 还不定要出什么事 金嬷嬷跟许夕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也看得出 这孩子是个极有头脑的 老夫人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 这满府里 恐怕还真只有大夫人 侯爷和许夕能劝得住 大夫人和侯爷不在 可不得指望许夕吗 果然 她这么一说 老夫人难受了一下午的情绪就绷不住了 冲着金嬷嬷哭喊道 你知道什么 咱们没别的好房产 要是分家 咱这祖宅就得分成三份 田地 铺子 也得分出去 到时候 咱们还能剩多少 好好一个熏贵之家 最后只能沦落为中等人家 再想结个好亲 千难万难 说着 她无声的流泪 就变成了呜呜哭泣 许夕当时她看小说的时候 以上帝视角 看到过 老夫人和大夫人 为了拯救这个熏贵之家 做了许多事 她很明白 老夫人从繁华跌落下来 希望重回荣光的心情 可最后 缓平侯府还是被抄 老夫人在抄家的当口 就吊死在了荣喜堂里 眼前的金嬷嬷 在收敛了老夫人后 就一头撞死在了棺材上 全了两人一辈子的主仆之情 除了眼前的主仆已死明智 缓平侯府的男丁流放三千里 女子被发卖 赵元勋身体本就不好 流放不到二百里 就病死在了路上 大夫人被诸家赎回 听闻丈夫去世 奔赴异地收敛丈夫后 也一并不起 总而言之 缓平侯府除了赵如雨 就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她叹了口气 拍了拍老夫人的背 却没有劝阻她 直到老夫人哭得累了 许夕示意金嬷嬷打了水 来给她抹了脸 扶她到榻上躺下 这才开口 老夫人 侯府不分家 危机就在眼前 满府的人都没法活命 你知不知晓 老夫人心生疲倦 躺在榻上两眼无神 听到许夕这么一说 她吓得立刻从软榻上坐直了身子 赤道 你胡说什么 金嬷嬷却觉得 许夕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 忙问道 五姑娘 这话怎么讲 我接下来的话很重要 不宜让人听见 金嬷嬷您到门口守着 别让人靠近 许夕道 见许夕表情明重 似乎不像虚张声势 不光金嬷嬷 便是老夫人也一阵心惊 你听到了什么消息不成 许夕对老夫人点了点头 金嬷嬷赶紧跑到门口去守着 许夕搬了一张屋子 放在软榻旁 坐下附在老夫人耳边滴滴道 宁可知 三老爷跟太子的一个幕僚 走得极近 老夫人心里一跳 满脸惊骇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不放心两个数字 老夫人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 所以对于两人的行动 不说完全掌握 却也知晓十之六七 她深知 老二赵元良 就是个无能的 一心期望月丈 能给他捞一个既清闲 又有权有钱的美差 这样的人 翻不出什么大浪 唯有老三赵元坤野心极大 年轻时屡屡想参加舞举 被他打压下去后 虽收敛了起来 却不是个老实的 喜欢四处结交朋友 他一个爷们在外交际 老夫人也管不着他 只要不是八戒上身份 特别显赫的人 老夫人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最近老三确实结交上了 太子身边的一个幕僚 但那个幕僚 似乎并不受太子重视 一年也见不了太子几次 所以 老夫人并未将这事放在心上 只是 许夕是怎么知道的 许夕笑了笑 老夫人您别忘了 我们女子书院的夫子 不是出身豪门勋贵 就是朝城官患之家 便是同窗 也有好些事家事极不简单的 他这么一说 老夫人果然没有怀疑 他疑惑道 那又如何 不过是个幕僚而已 还能帮着他 夺了咱们的性命 把爵位让给你三叔不成 许夕摇摇头 太子是先皇后所出 先皇后早已去世 除了太子 皇上还有贵妃娘娘所出的二皇子 五皇子 锦妃娘娘所出的三皇子 德妃娘娘所出的四皇子 贤嫔妃娘娘所出的六皇子 现如今 皇上集虫锦妃娘娘 又有传言说 太子最近屡屡被皇上喝齿 皇上早已对他不满 想要换掉他的太子之位 说到这里 他看了看老夫人的表情 见他陷入沉思 就知道 老夫人作为国公夫人 政治敏锐还是有的 他继续道 三叔想要摆脱您对他的掌控 就得找靠山 他接近幕僚 目的不是幕僚 而是太子 可宫里的局势 扑朔迷离 如果三叔跟太子走得太近 一旦太子失势 咱们侯府必然要被波及 到时候 皇上或出于亲情 或迫于舆论 不能杀太子 只能将其幽静 必然要拿跟他走得近的人开刀的 咱们侯府根基极浅 朝中无人可依 无人帮着说话 很有可能被人拉出来做替罪羊 到时候 就是灭门的惨事 老夫人脸色大变 颤抖着嘴唇道 不 不会吧 许夕这样说 在别人看来 或许只是吓唬人的话 但听在老夫人唐事儿里 却真确地觉得 许夕是分析到了点子上 因为唐氏自己的娘家 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 唐氏能嫁给国公爷做正妻 自然也是出身勋贵 而他父兄 在当今皇上还是个皇子之时 因战队错误 导致唐家在当今皇帝登基后被清算 虽没有被抄家 但陆续被贬折 他的侄子即便会读书 陆续考上进士 也得不到朝廷的重用 现在他们还在偏远的穷地方任职 唐氏对于夺嫡之争是心有余悸的 他绝不允许赵家人碰这种事 当初赵元昆跟太子幕僚走得近 他虽有所警觉 但也没有想这么深 一来那只是一个幕僚 赵元昆够不到太子面前去 应该没什么大碍 二来也是因为那是太子 是储君 是先皇后唯一的儿子 当今跟先后感情深厚 先后去世他都没有在立新后 对太子也很看重 老夫人觉得这一代 应该不会再出现夺嫡问题 所以赵元昆往太子身边凑 他根本没感觉危险 可许夕这么一分析 他就觉得这是前夫的危险极大 许夕道退一万步说 事情没到那一地步 可老夫人您想想 三房想要起来 您压得住吗 现如今三叔夹着尾巴做人 只不过是在叙事而已 一旦他蓄积力量足够 即便侯府不被太子波及 您老人家和大房 是他前进的绊脚石 那也是一定要被他挪开的 他看着老夫人声音极低 却一字一句 大伯身子鼓不好 时常吃药 最好下手 二老爷无能又做官心切 烧给他点好处 就被牵着鼻子走 您跟大夫人虽很能干 却只是后宅妇人 有些事 你们想房也鞭长莫及 只要三老爷有心 暗算你们并不是难事 不分家 侯府为业 不是他威严耸听 小说里确实有这样的情节 赵元昆后来搭上了太子 为太子办了两次差后 野心越发膨胀 完全不满足 只是分家 他想要侯府的爵位 还想以随平侯爵为基础 以从龙之公为契机 把爵位再升上去 说起来 他跟老夫人想的一样 都是恢复侯府的荣光 只是承觉的不是同一人而已 所以赵元昆射了个计 把赵元良拿来当枪使 想谋害赵元勋 只是计划还没实施到最后一步 太子就在别人有心的算计下 被逼迫着谋逆了 老夫人文言 脸色煞白 这其实也正是他担忧的 所以 他对两个数字 防范甚严 所以 侯爷和大夫人 现如今去查当年的事 一旦证实 确实是二夫人做的手脚 您不妨就由着侯爷和大夫人发作 直接借机把这个家分了 分了家 三叔不会觉得 你们挡了他的路 他自然不会起谋害之心 那头他 即便要搅合进夺敌之争中 侯府所受的波及 也没那么大 毕竟责任不在侯爷 朱家也好帮着说话 否则 三叔参与谋逆 侯爷是一家之主 责任是逃不掉的 朱家再有心帮忙 也有心无力 说完这话 他就安静地坐在一旁 不再说话 有些事 得给时间让老夫人慢慢想清楚 一张脸依靠在软榻上 脸色变换不定 显然是没能下得了最后的决心 两久 他才听老夫人常常的叹息一声 声音苍凉 侯府 是真的没救了吗 听这句话 他就知道 老夫人想明白了 已打定主意 由着大夫人主张分架了 他安慰道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又岂能知道 太阁不是个有大出息的呢 只要好好读书 有能力会半岔 同样也能谋得好前程 朱家舅舅 可不就是一个例子 再说了 二叔 三叔姓赵 是您的数字 这一点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 他们有出息了 要是不提携回报侯府 皇上会觉得 他们不孝没良心 不会重用他们 所以 哪怕做样子 他们也得做 也就是说 分了家 他们做得不好 咱们算是规避了风险 可他们有出息了 也少不了侯府的一份好处 另外 分了家 虽说咱们的宅子小了 田地财产似乎也被分薄了 但也甩掉了许多麻烦 您是慈和人 大夫人又是吉民势力的 家庭人口又简单 没有那么多龌龊事 多少爱女儿的人家 都愿意跟侯府结亲呢 三千两银子的事 许夕并不打算跟老夫人说 否则她无从交代自己 从何得知此事 反正吻婆是得了一大笔钱 才藏得这么深的 拔出萝卜带出泥 到时候 卫士手上这三千两银子的来处 就肯定要暴露出来 许夕说的前面那点还好 可后面这一点 是真真切切地安慰到了 老夫人的心坎上了 说到底 老夫人是个在后宅里 待了一辈子的老夫 他最关心的 还是子孙在生活上的事 如果侯府在婚嫁上不艰难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老夫人常常地吐出一口气 行吧 而孙字有儿孙福 我也管不了他们了 只要他们平平安安 衣食无忧 什么繁华热闹 那就随他们去吧 老夫人您能想明白就好 许夕露出笑容来 他站了起来 那我换金默默进来陪您 我去吃饭了 说着摸着肚子 我肚子可饿扁了 老夫人这才想起 许夕一回来就跟他说话 还没吃饭呢 连忙摆手 你快去吧 我已经吃过了 他其实没胃口 只勉强喝了一盏燕窝粥 不过倒可以再叫厨房 做点吃食来 他得健健康康地 看着他的子孙 过得越来越好 许夕一扶 转身离去 老夫人望着他的背影 目光复杂 许夕的做法 真是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 他对许夕的看法 也让许夕跟其他的孩子 有了很鲜明的对比 侯府里的其他孩子 要不天真懵懂 要不搅柔造作 要不唯唯诺诺 真有聪明能干的 还跟戴着一层面纱似的 什么都埋在心里不说 只为自己打算 说对自己最有利的话 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 至于其他 感情抵失 比如赵如雨 在许夕回来之前 老夫人觉得他 虽是为事所生 但贴心懂事 嘴甜人乖 很是可人疼 可他不声不响地 为自己谋取了 平南侯府的婚事 不声不响地 去考了京城女子书院 在许夕回来之后 他又自觉地退到一边 只看着老夫人的态度 说话行事 这样的孩子 心思就很重 花尽心思为自己谋利益 不会去考虑 整个侯府的利益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要是没有许夕 赵如雨这样的孩子 在老夫人眼里就不错 可有了对比 老夫人就觉得 赵如雨不可爱了 许夕就不一样了 喜怒哀乐 什么都摆在明面上 有什么需要 直接说 有什么话 直言不讳 偏他还聪明 十分有大局观 能看到整个朝廷的动向 能分析整个侯府的情况 能为侯府做整体的考虑 细想想 他分析的又都在点子上 没准事情 还真会朝着他说的那般发展 让人不由得要做些什么 以防万一 这份聪明睿智 这份大局观 这份对政治的敏锐 这份为整个侯府好的心 便是被精心教养的世子赵敬丽 都不曾有 可却出现在 长在市井乡下的许夕身上 这样的孩子 如果真是诸事所生 老夫人自然欣喜 这份喜悦 甚至能冲淡分家 给他带来的沮丧 可如果被证实 许夕是未事所生 想到这里 老夫人常常地叹了口气 那他也只能认命 侯府书房的孩子 都比嫡出的强 嫡出的这一只 除了希望衣食无忧 平平安安 还能奢求什么呢 其实能衣食无忧 平平安安 就很好了 他或许不该 再有什么气盘 这么想着 老夫人似乎把全身的重担 都放下了 最坏 也不过如此 不是吗 老夫人所受的震动 以及他的所思所想 正是许夕想要的 他是看过小说的人 虽然因为这本书 不是他所喜欢的 他草草翻过一遍 对书里所有的细节 他并不是都记得 但因为记性好 大体的情节和内容 他还是记得的 侯府可是要被抄家的 而抄家的根源 就是三老爷赵元坤身上 他急于往上爬 傍上了太子 结果太子逼宫失败 皇上将太子幽静 直接迁怒于太子手下的人 所有人都被斩首抄家 赵元坤被斩首 随平侯府被抄家 元主被傅家赶了出来 动恶而死 现在他来了 他自然不会做事 这些事发生 但他要改变随平侯府 未来的命运 就要在这个家里 有发言权 所以他一开始就树立了 直言不会的耿直人设 他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话都说 老夫人会从他的话里 发现他的前瞻 他的政治敏锐 发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十分有道理 甚至很快就会应验 如此 老夫人才会重视 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的话 也才会在这个家 占最重的分量 如此 他才能获得在这个家里的话语权 他现在的目标 就是要促成分家 许夕没有被这些事索扰 回品民居吃过饭 按部就班的 把上午夫子们所说的知识 背了一遍 再将汪掌柜 给他的首饰图测看了一遍 便睡下了 现在夫子们在上面讲课的时候 他都在做笔记 每天早上能赚几十个积分 等下一旬 夫子们把基础知识讲完 开始让他们自己上手谈情 对意和画画 那些分子 就能一一刷起来了 所以 他现在不用再花专门的时间 去赚积分 第二天早上 许夕吃了早餐 去老夫人那里请安告辞 见到了昨日很晚才回来的大夫人 大夫人满脸眷容 很显然一晚没睡 但两只眼睛却亮的惊人 精神头竟然是前所未有的好 他一见许夕 就握着他的手笑道 这次能这么顺利地查到吻婆 还多亏你的画像 他拉着许夕坐下 又道 那人有个远房表弟 小时候家里遭灾 受了吻婆爹娘的恩惠 长大了在衙门里 谋了个不快的差事 吻婆遇到这事后 就去寻了他 拖了他的关系 改了户籍 但这人早些年就病死了 我派人去查 就只查到这里 就再寻不到线索 后来有了你的两幅画像 拿去找那年管户籍的人辨认 塞了些钱 就找到了他改的新户籍 继续照着这个方法追下去 没用几日功夫 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许夕点点头 问道 现在派人去江南了吗 侯爷今日 一早就跟我兄长去了 我算过了 大概十天就能知道消息 大夫人说着 轻易地用手捋了 吕许夕的头发 你劝老夫人的话 老夫人都说给我听了 你放心 等侯爷回来 我不光要追究 当年这些人的罪责 还一定会分家的 其实 他早就想分家了 操持这一大家子的吃喝用赌 他也很心累 只是老夫人不同意 他也没法 他一直想等 查到稳婆的下落 弄清楚这件事 惩罚未事之余 顺便提分家的事 不曾想 许夕竟然直接 把老夫人给劝服了 后日就是寻修了 先前我就跟老夫人商量过 任清燕放到事情 查明了再办 大夫人又道 好 许夕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老夫人 大伯母 许夕道 我们书院教书法的肖夫子 是镇南王府的沁阳县主 他喜欢我设计的首饰图 现如今 他打算在北宁开一家银楼 想让我给银楼画首饰图 你们看可以吗 哦 老夫人想了想 惊喜地问道 沁阳县主 可是英国公世子夫人 对 正是他 啊 那他怎么还去书院里授课 还看银楼 老夫人惊喜道 京城上层社会 也是有各自的小圈子的 肖若同是皇亲 父亲地位显赫 嫁得英国公嫁 也是顶尖的 以前国公爷还在时 老夫人也是曾去参加过 这个最顶尖圈子的宴会 后来国公爷去世 爵位下降 赵元勋在朝堂上 只认了个贤侄 手里没权 赵家其他人也没有出息 这个圈子的人发宴会请柬 就不再往老夫人手里发了 因此 老夫人并不清楚 肖若同现在的近况 许夕虽然从系统那里知道详情 但并不打算说 只含糊道 可能是想散散心吧 肖夫子在书法上的造音那么高 只待在家里可惜了 至于银楼 也是看了我画的几张手势图 才心血来超开的 镇南王府在北宁有铺面 拔个掌柜 再采买些珠宝 请几个工匠就可以了 许夕会画画 画得还那样好 因此 老夫人对许夕画手势图的事 也并不在意 以为只是随手画画 她这会儿只感慨于肖夫人的命好 说开营楼就开营楼 跟玩似的 不像侯府 想开个铺子半个产业 因为没钱 千难万难 许夕健两人都表示没意见 便告辞出门 去书院了 下马车时 她告诉鲁伯和清风 晚上晚两刻钟接她 接她的地点 也改为玉龙阁对面的茶楼隔壁 当天放了学 她便和许雪去了营楼 小如和镇南王府的护卫 特地书院门口接他们 本来许夕打算自己来的 让许雪放了学就回家 许雪却不肯 她说 要看一看许夕设计手势 她长长见识之余 也学一学 她也跟谢氏说好了 她这么说 许夕就不再说什么 她其实也想 把许雪带在身边 多长些见识的 汪掌柜听了她来 亲自下楼去迎了她 笑着解释道 我家小姐本来要来的 我跟她说她在这里 您怕是不能专心做事 她才回去了 不管这话是不是真的 许雪都很满意 萧若彤的不在 连声跟汪掌柜道谢 萧若彤不光是她的老师 现在还是她的老板 两人又不熟 如果萧若彤在这里 她还得花心神去应酬 就这两颗钟时间 她希望能尽量 画出一幅首饰图来 汪掌柜照着许雪的吩咐 让人把各样玉石 宝石都拿来一匣子 便道 许姑娘您忙着 再下去 看看他们布置屋子 汪掌柜请便 汪掌柜一走 许雪把各种原料看了一遍 略一丝存 便提笔画了起来 她原先就看过 昌明阁的首饰图册 昨晚又把汪掌柜 给她的看了一遍 对这个时代的首饰饰样 已了解于心了 现在 她只管把上辈子看过的 与这时代不一样的首饰饰样 从脑子里拿出来 结合着原料进行设计 画出图来 设计图前世不知画了多少 头脑里又有想好的预案 半个小时之后 她已画出一幅设计图了 上面除了整图 还有尺寸标注和细节图 看看屋里的滴漏 她放下笔 揉揉脖子站起来 将设计图圈起来 装进画桶里 递给守在一旁 给她端茶 倒水的丫鬟婆子 你告诉汪掌柜 下回准备一些后纸 再准备些碳条 和半个吹饼 我画手势图 用这个更顺手 不过 我买这个有些麻烦 还得劳烦汪掌柜准备 说着 她指了指自己用剩下的东西 指尽量后鞋就行 并不需要跟这个一样 探条就照这样子准备 她转外快 总不能老问大夫人要东西 她自己没时间 也不知去哪里买那种特殊的纸 所以干脆就叫银楼准备 反正这些东西除了纸 其他的都不值钱 想来银楼财大气粗 也不在意这一点 婆子答应着 又笑道 许姑娘要不要再等等 老奴去禀报汪掌柜 不用了 许夕招呼许雪一声 两人便出了门 婆子见状 只能吩咐丫鬟 看好屋里的东西 自己送了许夕出门 回到侯府 许夕就见到了一对 神思不属的婆媳 两人对着桌上的饭菜 一粒粒地数着碗里的饭里 许夕只好让清风去厨房 把自己的饭菜提来 跟着两人一起吃 一面劝道 你们这样 还没等大伯回来 二夫人心里就起疑了 她又看向大夫人 大伯母 你有没有在大少爷面前露出端倪 要是让二夫人起疑 有了防范 二夫人能使力 把这事给压下去 到时候 你想要讨个公道 可就难了 她不知道大夫人确定了这件事 要怎样处置卫士和二房 这是她不插手也不过问 但必要的提醒 还是得要的 卫家如今得势 卫父官不大 权力却有 侯府空有爵位 什么依仗都没有 即便朱家能出手 也只能跟卫家打个势均力敌 到时候 卫士跑到老夫人面前 哭一哭求一求 再许诺给些好处 没准老夫人为了侯府的利益 就叫大夫人忍下这口气 大夫人本来就无心犯食 听许夕替她考虑得这么周到 心里欲贴极了 干脆放下碗筷对许夕道 放心 我不会这么傻 我也就在你跟老夫人面前这样 其他时候 都会找借口搪塞过去 不会叫人起疑 许夕这才放心 她用公块给两人加了两筷子菜 多吃点 大伯回来 家里还不定闹成什么样呢 你们不好好吃饭睡觉 到时候 哪里有精神应付 这句话 真真正正提醒到大夫人了 对 一旦事情证实 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 所以 在此之前 必须得吃好睡好 养好精神 同时也斟酌着 如何一击必重 娘 西姐说得对 您可得养足精神 侯爷跟我 可得指望着您啊 大夫人期盼地望向老夫人 老夫人点点头 放心 我就元勋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帮你们帮谁去 许夕又给两人布了两筷子菜 看着两人打起精神来吃饭 她暗自松了一口气 三人吃完饭 许夕正要告辞 就听有丫鬟来柄 老夫人 二夫人来了 老夫人正在接丫鬟递给她的茶盏 文言差点没把自己给烫着 她收回手 跟大夫人对视一眼 神色有些忐忑 她没看出什么来吧 否则 怎么忽然过来了 应该不会 大夫人摇摇头 平时没事 老夫人是不愿意看到他们的 所以 二房 三房的人 除了初一 十五早上来请个安 平时跟老夫人都不打照面 而二房 三房 如果没有是求到她这里来 彼此也不怎么打照面 许夕在一旁安抚老夫人 如果她看出来 恐怕就不是来求见您了 两人一正 老夫人放松下来 自嘲地对大夫人道 枉我吃了这么多年的米 还没一个小丫头看得清楚 她吩咐丫鬟道 让她进来 恢复了平时的从容淡定 大夫人赞许地看了许夕一眼 卫士进来 对许夕在老夫人这里 似乎并不意外 反正还有些高兴 她给老夫人行了礼 又换了大夫人一声 旋即就看着许夕 似乎等着许夕给她行礼问好 大夫人早已把许夕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现在看卫士等着许夕换她母亲 给她行礼 而自己为了不打草惊蛇 又不能做什么 心里焦躁难受的不行 许夕道也知理 在卫士进来时就站起来了 此时她上前 端端正正地给卫士行了一礼 换道 二夫人 听到许夕这么喊卫士 大夫人一正 旋即差点笑起来 她连忙用手帕捂住嘴 倾咳一声 掩饰自己的表情 老夫人见卫士不高兴 生怕又吵起来 让情绪本就激动的大夫人落了行藏 连忙问卫士道 你来可有什么事 卫士这才转移了注意力 老夫人 我想问问 明日就是寻休了 您说要得吸茧和雨茧庆贺的 怎的到现在都没动静 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女子书院 卫士虽对两人不亲近 但有炫耀显摆的机会 她怎么肯放过 早就盼着了 开始老夫人也说 直接办晚宴 后来又说等 两个孩子寻休的时候办 可现在都快到正日子了 厨房没收到采买菜书 和你菜单的吩咐 其他下人也没听说 要收拾布置厅堂的命令 所以卫士才跑过来询问 对这个问题 老夫人和大夫人早有商议 听到她问这个 老夫人不慌不忙地道 雨茧儿考上的是 京城女子书院 西茧儿的北宁女子书院 也不差多少 这不是一般的荣耀 肯定得大办 只是侯爷 最近出远门半差去了 她不在家 这宴会也不好办 过几日她就回来了 日子就定在下个寻休吧 这样也从容一些 不那么仓促 卫士听到这话 下意识看了大夫人一眼 见大夫人精神有些不济 倒也没有起疑 但对她那个职位 还是有所了解的 赵元勋进的是五城兵马司 五城兵马司 虽隶属兵部 负责的却是京师寻补盗贼 梳理街道沟渠 及囚犯 火镜等事情 相当于现代的城市管理 综合形正直法局 而且 五城兵马司不是一个衙门 而是五个衙门 赵元勋在里面挂的虚职 是个闲差 但偶尔也有点事要做 否则白白拿一份俸禄 朝臣们也是不一的 他这个闲差 平时不用去衙门 每个月却要到五个衙门 去收集文书情况 汇总后上报兵部 各衙门不进 事又多 他干脆就不回来 住在衙门里 因此一去就是三四天 因为赵元勋身体不好 不能劳累 偏又不想 做得吃闲饭的闲人 执意要做这么个差事 每到他出门 大夫人就悬着一颗心 生怕他在外吃不好睡不好 回来身体变差 需得调养好 长一段时间才会好 侯府设宴 要是侯爷这个男主人都不在家 那肯定是不妥的 这个理由 卫氏无从反驳 他想了想 又道 我爹娘听闻 我找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想要见一见西井 既然明日不设宴 我干脆带他回一趟娘家 给他外祖父 外祖母和舅舅们行个礼 认一认亲 生怕老夫人不答应 他又搬出卫妇 您老也知道 我爹公事繁忙 明日正好木休 他有半日的功夫在家 正好让西井见见 否则也不知要等到何时了 刚刚说明日不设宴 卫氏这个借口 倒叫老夫人不好拒绝了 人家外祖父 外祖母 想见亲生外孙女 人之常事 他要是不许 不定卫氏在外面 如何坏他名声呢 不过去应付一下卫家人也没什么 反正卫家人 也不敢扣着许夕不让回来 甚至害他性命 去一趟也无妨 老夫人正要开口答应 许夕却道 二夫人 实在是不巧 英国公家的世子夫人庆娘县主 她开的银楼过两日就开业 因喜欢我画的首饰图 早已开口 寻休日家中无事 今早已经答应亲娘县主了 在一旁正着急的大夫人一听这话 眼睛一亮 立刻接口道 亲娘县主 就是郑南王妃所出 后来嫁给英国公世子的那一位吗 是的 许夕给默契的大夫人 投去一抹赞许的眼神 既然都答应了 不去不好吧 咱们家可得罪不起郑南王府 和英国公府 大夫人一有所指的看了卫氏一眼 想来亲家公 亲家母听到这事 也会体谅你的 郑南王和英国公 都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便是三公六卿都不敢不给他们面子 更不用说卫府这个四品官了 卫氏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爹是个官迷 最喜欢钻营 如果许夕说的是真的 那么许夕去卫府 无意中得罪了郑南王府和英国公府 他爹定然要责怪他 绝不会觉得 许夕把他们放在亲娘县主之前 而感到高兴 英国公府还不怎么样 但郑南王妃可是把这个女儿 看得比眼珠子还要紧 本来卫氏打的是给许夕说亲的主意 他想把许夕许给他娘家侄子 但这门卿是不能无缘无故的提 卫府 隋平侯府都不会答应 所以 他得带许夕回娘家一趟 让卫府的人见见许夕 也让他有个理由 向老夫人和大夫人提这件事 但这个计划 怕是要落空 他问许夕 西洁怎么认得青阳县主 许夕微笑 他是我的书法老师 卫氏无话可说了 想想他不甘心 对老夫人道 西洁去北宁想来 也用不着一整天 到了晚上必要回来的 不如傍晚 让他跟我去卫府吃个晚饭 他孝敬老夫人是应该的 但外祖父好不容易得意回空 想见见他 想来老夫人也能体谅我们 反正来日方长 他孝敬老夫人的时候 多的是 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 老夫人为难起来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要是再拦着 外人怎么想他 虽说如果孩子真是卫士患的 到时候 侯府必然要跟卫府撕破脸 但万一不是呢 得罪了卫府 对侯府还真没什么好处 他正为难 许夕却开口道 二夫人 沁阳县主说 寻休日可能要劳烦我一整天 到时候 由镇南王府的护卫送我回来 恐怕来不及吃晚饭 不幸您去门房处问问 今天我也在那营楼待了一会儿 沁阳县主怕不安全 就是叫镇南王府的护卫 送我回来的 为了震慑随平侯的牛鬼蛇神 他回来的时候 还特意让镇南王府的护卫 跟门房表明了身份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卫士真是好气啊 不管他怎么说 这些人都有理由阻止他 骗他还不敢得罪沁阳县主 他不满地看了许夕一眼 嘴角请起一抹冷笑 既如此 那就过两日吧 等西井忙完沁阳县主的营楼再说 卫士说着 又问许夕 营楼那里 你总不能忙到下个寻休日去吧 这个还得看沁阳县主怎么说 我自己也决定不了 许夕道 卫士点点头 心平气和地对老夫人道 那我在这里跟老夫人请示一下 待西井有空了 我得带她去卫府吃顿饭 说是请示 但语气十分不容置疑 老夫人看了大夫人一眼 担心不答应让卫士起义 值得点头道 行 我答应你 尽管这个时候去卫府认清吃饭 与大夫人和许夕而言 心里都有些隔音 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在侯爷回来之前 还是把卫士稳住得好 免得多生事端 反正吃个饭而已 想来卫府也不敢把许夕怎样 到时候 侯府这边派两个老城的嬷嬷 紧跟着就成 大夫人虽然千不肯万不愿 但想法跟老夫人一样 她这时候阻挠 实在不明智 因此 她歉意地看了许夕一眼 没有说话 见老夫人答应 大夫人和许夕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卫士终于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开 西姐儿 对不住 卫士一走 大夫人就想向许夕解释道歉 许夕朝她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但却没有说话 而是脑袋微偏 眉头微醋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怎么了 老夫人见状 问道 她自己都没发觉 她现在对许夕已经很幸福了 她嘴里问着话 心里期盼着许夕能发现 她不曾发现的端倪 稍等 让我想想 许夕揉揉脑袋 她记性虽好 但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因为不喜欢这种甜宠文 只是一目十行 再加上主角是赵如雨和傅云朗 主要描写的都是他们 赵如夕作为配角 作用就是用来烘托女主的光辉形象的 除了描写她的蠢笨和畏缩 胆小 村气 其他的情节都是一笔带过 因此 这段时间 许夕尽管已努力回想小说内容了 可关于原主的情节 还是记不起太多来 要不是卫士刚才对她露出的那一抹冷笑 让她觉得 卫士带她回卫府 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她都还不会多想 现在 她把能记起的小说情节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尤其是原主刚回侯府时的情节 她终于想起了一点不对来 小说里似乎提到 丫鬟们议论原主的时候 说了卫家庶出少爷 都看不上她这么一句话 说这话的时间点 正是侯府发现 平男侯二公子 似乎钟情于赵如雨的时候 那时候 府里的姐妹各个羡慕她 丫鬟们则觉得六姑娘人长得美 又有才 为人又好 得平男侯二公子的青睐 是理所当然的事 小说里 赵如雨和傅云朗的恋情 不像这辈子发展得那么早 而是要等原主回到侯府后 才有所接触 慢慢发展为恋人 当时平男侯夫人得知 自己二儿子钟情于赵如雨时 是在已知她不是随平侯府正宗的小姐 而是报错换回来的外人的情况下 因此 她十分反对这门轻视 并且跟傅云朗道 赵如雨只配做妾 不能为妻 傅云朗自然不肯让心爱的人受委屈 因此极力跟母亲抗争 为此 平男侯夫人对赵如雨的感官特别不好 那么问题来了 原主回府后 因为拿不出手 老夫人并没有办宴席招告天下 而是让府里的教导嬷嬷 教她学规矩 直到半年后 她的规矩学得差不多了 大夫人去参加宴会 才把她带出去 结果被人耻笑 也就是说 原主回侯府后 就再也没出过府 那么 为什么丫鬟会说 卫家庶出少爷 都看不上她这样的话呢 原因恐怕只有一个 那就是 卫氏曾带原主去过卫府 既然丫鬟说卫家庶出少爷 都看不上她 那么很有可能 卫氏把原主带回卫府的目的 就是想把原主许给卫府的少爷们 甚至不惜 把她嫁给卫家的庶出少爷 想到这里 许熙的表情凝重 她觉得自己猜到卫氏的打算了 如果赵如希真是卫氏的女儿 卫氏想把她嫁回娘家去的举动 可以解释为她疼爱女儿 古代新亲上家亲 有卫氏这个姑奶奶在 卫府的人就不太敢给赵如希气寿 可现在明确地知道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赵如希都是大夫人的女儿 卫氏这举动就耐人寻味了 卫氏肯定不是卫原主好 从她想把许雪带回府的举动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是担心把许熙带回来后 被大夫人发现端倪的 现如今 卫氏受到许熙的种种行为刺激 在争吵中失了态 流露出了厌恶这个女儿的本来面目 还让许熙借此住到了品名居 整天跟老夫人和大夫人在一起 她应该是日夜担心 事情会败露的吧 没准大夫人这段时间 对赵经理的态度 已经让她发现不对了 所以 她现在急于想处理此事 她既不能把已被接近服的许熙 重新换出去 或者干脆灭口 那么就只能找寻其他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她嫁出去 而出嫁最合适的对象 非魏家莫属 只要把许熙嫁到魏家 哪怕当年的事被发现 恐怕大夫人也只能投鼠忌气 再也不能把这事情闹出来 更不好把魏氏怎么样 因为闹起来 最后害的还是自己的女儿 这么一想 许熙的背脊经不出 冒出一股寒意 这种后宅夫人的手段 也太阴狠了 简直防不胜防 想起上辈子 原主无意识拆了魏氏的招 让她的阴谋落空 再想想魏氏那郁闷的心情 许熙就有点想笑 不过这大概也是因为 前世的原主和大夫人接触不多 原主根本没有被亲生母亲 认出的机会 魏氏才听之认之 没有紧追不放吧 否则 魏氏用强硬的手段 要求魏氏最不受宠的 庶子取原主 应该也能办到 毕竟她可是魏老夫人的 亲生女儿 还是侯府夫人 在魏家 也是有面子有地位的姑奶奶 老夫人和大夫人 见许熙的表情不断变化 最后露出轻松的表情 转过眼眸来看着他们 大夫人连忙问 怎么了 你想到了什么 老夫人也紧紧地盯着许熙 许熙不是个喜欢 把话藏在心底的 她的猜想 虽然只是猜想 但她也不会藏在心里 什么都不说 要是不说出来 又怎么让二人防范 刚才老夫人可是答应魏氏 带她回魏府的 她看着两人 表情严肃 老夫人 大伯母 你们说 二夫人急着带我回娘家 会不会想把我变成魏家人 什么 两人开始 还不解许熙话里的意思 不过证了一证之后 大夫人忽然脸色大变 她抓住许熙的手 语气急切 膝脚 你可不能跟她去魏府 不行 这段时间 你干脆请假 别去书院了 我不放心 你离开我的视线 反正你大伯很快就回来了 到时候真相大白 我自会把她治得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只要忍耐几日就好 老夫人年纪大了 脑子转得慢 见大夫人情绪如此激动 她知道情况不对 但愣是想不出其中的缘由来 她不由急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跟我说啊 别让我着急 大夫人这才回身看向她 情绪激动 母亲 你想 要是卫士把西姐带到魏府去 直接让魏府的少爷 玷污了她的清白 并以此要挟 咱们把西姐嫁进魏府 咱们会如何 为了西姐 是不是就得把这口气 硬生生咽回到肚子去 再也不能追究 魏士的罪状了 她 她 她说着 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把我的女儿换走 扔到乡下去 想用自己的儿子 站住侯府柿子之位 到头来 我还不能追究她 只能吃个哑巴亏 没准为了西姐的性命 还得让她儿子上位 她手段怎么这么狠了 心肠如此歹毒 我真好恨啊 恨不得把她杀了才好 说着 她用手帕捂着嘴哭了起来 老夫人这才明白 其中的诀窍 顿时气得浑身发抖 老天 我当年怎么瞎了眼 竟然让这种人入了赵家门 她抓住许希的手 含泪感激地道 幸好咱们西姐聪明 识破了她的诡计 否则 想到这里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你大伯母 可要怎么活呀 掏出手帕 抹起泪来 许希见这婆媳俩哭成一团 只得由他们宣泄 等他们哭得差不多了 她才问道 你们说 她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什么 婆媳两人的哭声戛然而止 巨都抬起泪眼 看向许希 大夫人想想后果 脸色煞白 不 不会吧 她抹干眼泪 站了起来 不行 我得去叫人打探打探 看看她有什么动静 她正要迈不出去 却又不放心许希 低头对许希道 你答应我 好好待在府里 哪儿都别去 免得卫视狗急跳墙 让魏家人污了你的清白 许希站起来 连忙摆手 不 这样的话 倒是打草惊蛇 没准二夫人没发现不对 只是想早点解决问题呢 我忽然间不去书院 岂不更容易引起她的怀疑 而且 她借口 我在家闲着没事 要带我去卫府 你们如何拒绝 不如我直接住到书院里去 她道 二夫人不管有多少算计 也不敢冲到书院 去算计我 正好 我有萧夫人这个营楼做借口 不回家 也不显奇怪 我平时从营楼到书院这段路 都会有萧夫人的人护送我 不会有事的 你们尽管放心 实在不放心 你们也可以派侯府的人 待在书院和营楼门口 在我出入这段路时 暗中护送我 大夫人想想 转头看向老夫人 母亲 您看如何 问事这么问 她心里已觉得 许夕说的有道理了 老夫人点点头 就听西解的吧 现在她觉得 许夕别看年纪小 却比她和大夫人都还要聪明 她思虑周全 明察秋猴 否则 他们还没发现 卫士的歹毒用心呢 大夫人那个主意真不怎么样 许夕的主意就考虑周全 既保护了她的安全 又不会引人怀疑 比大夫人那个强太多了 这段时间最是关键 他们要是把许夕留在府里 总不能实时拴在裤腰上 一旦出了书漏 被人使了手段钻了空子 那时候 后悔就晚了 卫士这人心眼多得跟筛子一样 手段实在让人防不胜防 不知道她哪时 又出什么幼蛾子 让许夕待在书院 卫士就是满心的心眼 也使不出劲来 实在稳妥不过的一个办法 大夫人对许夕道 那你回去就收拾东西 明早去书院就不要回来了 到时候就说 萧夫人把你留下做事 不过为了安全 你可以跟萧夫人 透露一点府里的事 向她寻求庇护 安全第一 到时候 我也会派人暗中保护你 嗯 好 许夕点头 卫士这头 一出正院的门 就吩咐李嬷嬷 去查查 看那小妮子 今晚是不是真由 镇南王府的护卫送回来的 待卫士回到二房的正院坐下 李嬷嬷就回来了 秉道夫人确实是 镇南王府的护卫 他们的衣巾上 绣有镇南王府的标志 想来 这不是五姑娘能伪造的 卫士冷笑一声 她倒是会钻营 才回来几日 就巴结上贵人了 李嬷嬷没敢作声 你去 把老爷找回来 就说 我有急事找她 卫士指着一个小丫鬟道 小丫鬟赶紧出去了 隔了许久 赵元良才回来 衣裳上满是脂粉味 她按捺住心头的不耐烦 问道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 卫士冷笑 怎爹 我找你说会字话 就惹得你的心肝 肉不高兴了 赵元良的不耐烦 终于不了满脸 少说这些 要是没事 我可走了 说着 他又站了起来 赵元良跟卫士你看不惯我 我看不惯你 他很少塑在卫士这里 卫士也拿他没办法 也不想去挽回他的心 两人只这么冷站着 一见面就呛声 现在卫士有正事要做 也懒得跟他吵架 直接把刚才他在容喜堂 遭去的事说了 他道 我想带西姐回卫府去 是有原因的 西姐打小在市井乡间长大 虽说考了个女子书院 但却是县里的 在京城贵人们眼里 这根本不算什么 他这种情况 轻视注定艰难 高不成低不救 所以 我想带他回卫家去 让我爹梁和哥哥 嫂嫂们见一见他 卫家的嫡叔少爷不少 跟西姐年貌相当的 也有好几个 我想着 不如把他嫁回卫家去 有我的面子 不管怎么的他 也不至于受婆婆的气 丈夫也不敢欺负他 听卫士一心为许希考虑 赵元良脸上的表情 也缓和了几分 他道 你这样 好歹有几分 做母亲的样子了 卫士听这话 下意识就要竖眉梦 不过很快 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继续道 我替西姐着想 可他根本不领情 只管把老夫人和大夫人 当成亲近长辈 倒像是我要害他似的 我说什么 他都不听 他虽忤逆 但总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难道还真害他不成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少不得还得替他打算 赵元良点了点头 卫士脾气不好 但这话说的却有道理 他觉得 许希忠是 他跟卫士的女儿 现在住在品明居 连饭都不回二房吃 见了 他跟卫士连爹娘都不叫 这算怎么一回事 要是再这么下去 他跟卫士 非得成为笑话不可 现如今 卫士要带许希回卫府 还为他的亲事打算 算是主动给女儿示好 缓和彼此的关系 他这个做娘的都退一步了 许希再不戒台阶下 就真不笑了 使性子也得有个限度不是 不光是这样 我爹娘也想见见他 早就叫人找话给我了 叫我带希姐 回一趟卫府 只我想着 希姐每日早出晚归的上学 卫府又要办宴席 宴席总要请我爹娘 到时候就见着了 等宴席之后 我再领希姐去卫府一趟 把亲事提一提 可希姐总觉得 我要害他似的 老找借口不去 你看看 想个什么办法吧 希姐不是说 青阳县主要请他帮忙吗 谁敢得罪镇南王府 老夫人既说 叫你还几天 那你就还几天吧 也不差这几日功夫 赵原良道 卫士鄙视的看了丈夫一眼 道 寻休日就算了 过两日等 我爹有空在家 你可得出面 把希姐给我带回卫家去 不能再让他找借口 虽说老夫人答应了他 但他总觉得不保险 想让赵原良再出面 劝劝许希 卫士这会儿也看出来了 许希那死丫头 不光在他面前强硬 似乎在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不慌多让 他要是抵死不去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不会勉强他 赵原良点点头 我找机会劝劝希姐 明日等他放学 你直接在二门前面守着 把这事好好跟他说说 卫士深知赵原良的秉性 要是不给他定出具体章程 他会只管答应着 至于什么时候去办 那得看他想不想得起来 有时候拦起来 他能拖上十天半个月 都不动的 好吧 赵原良点头答应 带赵原良走后 卫士坐在那里私喘半上 吩咐小丫鬟道 你去把王妈妈叫进来 不一会儿 一个中年妇人 跟着小丫鬟进了门 给卫士行礼 你一会儿回去 叫王贵带两个妥当的人 明日去北宁一趟 打听一下 沁阳县主开营楼的事 卫士道 听说五姑娘 跟沁阳县主交好 还帮她的营楼画手势图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你叫她好好打听 还有五姑娘 在书院里的事 王贵尽量多打听些 也不知她在书院里 瘦不瘦先生气重 表现好不好 当初 卫士驾进侯府 除了香笼装这些衣物 日常用品 并没有田地 铺面等嫁妆 后来卫夫的官越做越大 也不知是卫家 真惦记着这个女儿 还是卫士偷偷积攒了钱财 想让娘家人 帮着游案辩明 卫老夫人 以补嫁妆的方式 把两间铺面 连同正在做的生意 以及做生意的掌柜 伙计 全都送给了卫士 做了她的私产 这两间铺子的位置 并不是很好 生意也很一般 但卫士自觉自己有了私产 腰杆子都挺直了几分 平时使人做事 给自己和儿子添置衣物 首饰也大方了许多 这位王妈妈的丈夫王贵 就是铺子里的二掌柜 王妈妈则进了侯府 做了二房的内管事 卫士有什么事情要办 就只需吩咐王妈妈 王妈妈的家 就在侯府外面 一处小院子里 跟侯府隔着一条巷子 从脚门出去 也不过是十来丈远的距离 王妈妈答应了一声 见卫士没有别的吩咐 便行李退了出去 待王妈妈离开 卫士对李嬷嬷道 我明日回卫府一趟 先探探我娘我嫂子们的口风 要是合适 就把西姐这轻视提一提 李嬷嬷笑道 要是真把五姑娘 许给了卫府少爷 想来五姑娘 也不敢再给您甩脸子看 没准还天天来讨好您呢 卫士叹了口气 我只恨不得早些把她嫁出去 免得淘气 只是她还有一年才急急 再着急也没用 在此之前还得把心姐和蕊姐给嫁出去 心姐是大房的 咱们插不上手 倒是蕊姐可以张罗起来 李嬷嬷说到这里 欲言又止 卫士见状不耐烦 你我二人 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李嬷嬷笑道 只要是有些事拿不准 怕误导夫人 你不说 怎么知道拿不准 卫士白她一眼 李嬷嬷这才道 我也是听下人说的 今年春天 咱们卫府老夫人生辰的时候 您不是带了二少爷 四姑娘和六姑娘 回去给老夫人庆生吗 听说 那次四姑娘和卫妻少爷 在僻静处 说了好一会子话呢 听说 四姑娘还送了卫士少爷一张帕子 卫士眉头一竖 怒斥道 这种事 你怎的不跟我说 李嬷嬷善笑道 也是过了一个多月 我才听人说的 你也知道 有些下人喜欢嚼舌根子 有时候没影的事 被传来传去 倒跟真的似的 卫士瞧了李嬷嬷一眼 没有说话 赵如蕊也知道自己的婚事 在嫡母手里捏着 时常来讨好卫士 但卫士是个脾气臭的 即便赵元良都不给好脸色 更不用说赵如蕊这个庶女了 于是赵如蕊就转了方向 去讨好李嬷嬷 时不时给她送些礼 还特别照顾李嬷嬷的孙女 两年下来 水魔功夫做得倒也有成效 时不时的 李嬷嬷就帮着她 在卫士面前说话 四姑娘跟五姑娘交情如何 卫士问道 五姑娘刚回府的时候 四姑娘大概想着 都是二房的姑娘 有一跟五姑娘交好 可五姑娘谁也不搭理 李嬷嬷道 卫士点点头 这情况她是知道的 她私粉片刻 道 女儿个先看看 老爷那边的情况再说吧 要是能把许夕劝得 乖乖跟她回卫府 她也就不使别的招了 对许夕这个女儿 赵元良是心生怜惜的 也有点做父亲的觉悟 更觉得 彼此再这样僵持下去 会让人看笑话 所以第二日 她特意在傍晚前从府外回来 在许夕从前院 到垂花门路径的 一处凉亭里等着 许夕住在内院 一大早出去上学 傍晚才回来 赵元良一个大男人 是不好在二房外的内院乱走 只能在放学路上 把她拦住说话 到大门口等着 看到五姑娘回来 立刻来禀我 她吩咐小思道 现在是夏末 在凉亭里 倒也凉爽 叫下人沁了茶 就着点心吃着 等人的时候 倒也不难挨 可茶都喝了两壶了 赵如雨早已回来多时了 去等许夕的小思 依然没有回来 她吩咐另一个小思 去看看 小思还没起身 她又到 再问问门房 五姑娘往日 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其实小思早上就打听过了 以前许夕是赵如雨回来后 没过一会儿也到家了 昨天则比平时晚了两刻钟 赵元良为了稳妥 特地在赵如雨回来时 就过来等了 可这时候 许夕都没回来 她都怀疑 小思打听错了时间 小思去了大门口 过了一会儿回来禀报 五姑娘确实没有回来 小人问过门房了 门房说 五姑娘已比往时回来的时间 晚小半个时辰了 赵元良顿时皱眉 对老夫人和大夫人 心声不满起来 许夕这么晚没回来 都比往时晚半个时辰了 结果老夫人和大夫人 那里没有一个人 派人来过问一声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可这念头一起 她泄了气 她有什么立场 责怪老夫人和大夫人呢 许夕是他们二房的人 为是自己都不关心女儿行踪 这府里 还有谁会关心许夕 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二房和三房 可是一向不怎么过问的 两房院里自己的事 都是有两房的老爷 夫人自己处理的 许夕即便住在品名居 也不能算是大房 或老夫人的人 为是不管 老夫人和大夫人也不管 还不知道这孩子 过的什么日子呢 赵元良这人 平时没多少责任心 很懒得管府里的事 都是得过且过 唯一的想法 就是通过岳父 谋个清闲 而又有面子的官职 好让老夫人和卫士 都不敢再小瞧于他 所以 府里的所有事 他都是不管的 许夕回府后 他也以为有老夫人 大夫人 卫士管着 饿不着动不着 还能有学上 是不需要他在操心的 可现在看来 似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想想都到这时候了 卫士不见他回去吃饭 也不派人来问一声 更是对女儿不闻不问 他就很生气 他想了想 站了起来 对小四道 去套车 现在天都快黑了 还不见姑娘回来 不定出了什么事 我得去看看 小四应声去了 走到路上 叫住一个小丫鬟 去厨房 跟他们说二老爷要出门 没空吃晚饭 要带些食物 在路上充饥 还有我们几个随从的奋力 你叫厨房的人 一块送到大门口 其实二老爷 吃不吃得倒没什么 当才吃了点心 就算出去跑一趟 也饿不着 他也没吩咐准备饭菜 但小四自己却饿了 当才没空吃饭 一会儿出去 还不定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他干脆借口 给二老爷备食物 给他们自己一起备了 本来这是应该 他自己跑一趟的 但这边走不开 他就干脆 随便抓一个人帮着跑腿 眼前这个小丫鬟 看样子也只十三四岁 穿着三等丫鬟的服饰 不过是个粗事 他们这些老爷们 身边的小四吩咐 丫鬟根本不敢拒绝 小丫鬟却看了他一眼 微微低头回了一句 我没空 说着 静止朝大门外走去 哎 我说 你这小丫头骗子 我叫不动你是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二老爷身边的小四 二老爷就在那边 他指了指梁亭 从这里 还能依稀看到梁亭里 坐着的赵元梁 我这里有事走不开 你要是不帮着传话 耽误二老爷是的 吃不了兜着走 他又道 小丫鬟朝梁亭看了一眼 脚下不光没停 还踢着裙子走得飞快 嘴里道 我是大夫人院里的 大夫人叫我来打听五姑娘的事 没空帮你 你另叫人吧 说着 很快跑没影了 小四愣了一愣 看看梁亭里的赵元梁 犹豫着 要不要过去禀报此事 想了想 他没回去 而是崇佑找了个人 去厨房帮着传话 这才去门房叫人套车 过了一盏茶功夫 等赵元梁出门上了马车 看到马车的桌上放着的饭菜 点心 他十分满意 刚才虽吃了些点心 但总没有正经饭菜 试着让人舒服 他开口 每人赏二十文 小四一喜 连忙行李谢恩 他们一个月的阅历 也只有三百文 时不时得的赏钱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老爷 刚才大夫人派了个小丫鬟 来问五姑娘 怎么还没回来 门房告诉他 没见着五姑娘的马车 小丫鬟就回去了 小四道 他可是做事妥贴的人 刚才又像守门的 打听了小丫鬟的事 知道他果然是 大夫人院里的人 确实来打听五姑娘的 这才跟赵元梁禀报 赵元梁心里的那点不舒服 这才消退了一些 点头道 五姑娘这么晚没回来 大夫人作为当家人 要是不闻不问 岂不失职 不过问了一声 就没了下闻 可见还是没把他们 二房的姑娘放在心上 赵元梁对大夫人 仍有老大意见 马车还没启动 车夫就在前面叫了起来 老爷 去接五姑娘的马车回来了 赵元梁听到这消息 坐在车里没动 悠闲地提起筷子 夹了一块红烧肉 进嘴里吃了起来 没一会儿 小四回来禀报 老爷 是清风回来了 他说五姑娘 被书院里肖夫人留下了 他听说 老爷要去寻五姑娘 特地过来给您禀报 赵元梁一正 放下筷子 抹了抹嘴 起身下了马车 就看到清风站在了他的车前 五姑娘呢 他问道 回二老爷 镇南王府的沁阳县主 在北宁新开一家营楼 小夫人就要求姑娘 多画些首饰图 时间紧 姑娘就决定 这几日住在书院不回来了 清风说着 又解释道 北宁女子书院 有房间供学生们住宿的 当初老夫人和大夫人 不同意姑娘住在书院 姑娘才来回跑 不过担心偶尔有事 或雨雪天气 便在那里要了一个 床位歇息 这几日 姑娘就打算住在那里 姑娘 让奴婢回禀老夫人 老爷 夫人 说她在书院很安全 从迎楼到书院 也有镇南王府的护卫 及丫鬟婆子相送 不会有什么事 还请老夫人 老爷 夫人们放心 胡闹 她会画什么首饰图 她见过几样首饰 就敢给亲阳县主 画首饰图 要是画得不好 耽误了别人的买卖 她可承受得起这个后果 赵元良呵斥道 她说这话的意思 倒跟其他人 小瞧许熙的出发点不一样 她是真心担忧许熙 刚才一番脑补 她忽然发现 这个女儿很可怜 作为父亲的责任心 一时大起 生怕许熙不知轻重 揽下这等活计 到时候做得不好惹了 亲娘县主不喜 不光得罪镇南王府 和英国公府 因着萧夫人 在书院里夫子的身份 她恐怕在书院里的日子 都不好过 这个女儿 被接回来后 亲娘不待见 老夫人 大夫人也不理会 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北宁女子书院 学生这一层身份了 要是书院待不下去 她还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 到时候一亲 怕是找不到什么好人家 魏家的少爷 因着卫妇的官越做越大 眼界也越来越高 还不一定能看上许熙呢 赵元良虽说无能 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 这时候对许熙 倒是一片慈父之心 清风低着头 没敢说话 你明日再去 把我刚才的话 告诉五姑娘 你跟她说 好好跟沁阳县主道歉 沁阳县主 必不会怪她的 千万别成了 要是沁阳县主不高兴 我到时候去求老夫人 大夫人 让他们去向镇南王妃求情 她一个小孩 镇南王府 必不会为难她的 要是卫士在这里 必会鄙视赵元良 一个大男人 出了事就把女人 推到前面去单市 自己倒躲在后面 啥也不干 只会出一张嘴 在那里指手画脚 是 奴婢明日定会把此话 转告五姑娘 清风应道 赵元良这才满意了 挥了挥手 进去吧 带清风进去 赵元良对小厮道 那些饭菜 你们拿到厨房热一热 赏你们吃了 叫厨房另外给我做几个 新鲜的 提到外书房 我今晚就先在外书房了 也免得回去看卫士那娘们的臭脸 说着 她一转身 进了大门 清风回来 先去老夫人那里禀报 你是说 二老爷在凉亭坐着 是在等五姑娘 他还打算去书院寻五姑娘 老夫人听到这话 十分诧异 赵元良可不是个有责任心的父亲 亲生儿子 他都很少管 整日不是跟姨娘私混 就是跑到外面找朋友喝酒聊天 家里的是万事不操心 是的 五姑娘有什么说的 她还有什么需要你明日带去的吗 大夫人则问道 让奴婢带去的东西 五姑娘昨晚就让奴婢收拾好了 五姑娘让奴婢转告老夫人 大夫人 说请二位长辈放心 她在书院里一切都好 清风道 为了不让卫士察觉不对 许夕昨晚把其他人都打发出去 只叫清风收拾了些必须的生活用品和两身衣物 早上送她去时 把东西装在了一个禽盒里 带去了书院 今晚让清风又去接她 特意留她这么晚才回来 又叮嘱让老夫人 大夫人派人去门口打探她的消息 都是为了装出一副被萧夫人临时起义留在书院的假象 做戏做全套 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否则都瞒不过极有心机的卫士 你们姑娘可跟你说了她为什么这么做吗 大夫人又问 目光紧紧地盯着清风 不放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丝表情 清风仍垂着眼瞼 脸上一派平静 她摇摇头 姑娘没跟奴婢说 姑娘怎么吩咐 奴婢就怎么做 大夫人满意了 对清风道 行了 让她管束好院里的下人 别让她们乱在外面跟人嚼舌根子 要是姑娘不在府里的这几日院里 下人有什么差池 我只管拿她是问 采叠阴生跟清风去了 屋里下人只剩了金嬷嬷一人 老夫人这才对大夫人道 幸好你当初挑了这么几个下人 否则 咱们今日可没那么省事 当初并不知道 未是隐含祸心 老夫人对挑谁去伺候许希 是没任何想法的 只觉得一个树房女孩 随便指几个人去伺候就成了 现在想想 这种做法 真是太可怕了 未是存了让许希嫁到魏家的心 只需让丫鬟不停地在她耳边吹耳旁风 在穿针引线地安排 她跟魏家少爷见面 甚至让她跟魏家少爷 做下苟且之事 那岂不是完了 大夫人笑道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 如果不是希姐打一开始 就不愿意回来 还跟咱们讨价还价 提各种要求 让我觉得 她是个不目全贵 有主见 自尊自爱的女孩 我也不会为她精心挑选下人 再者说了 她又道 即便咱们给她安排的下人不妥当 你以为 她会让人牵着鼻子走吗 你看看今天 她安排的这一切 思虑相当的周全 什么细节都考虑到了 比咱们 这今年的内宅夫人还要细致 让魏氏即便疑心她 有意躲避 也拿不出证据来 说到这里 她心里相当解气 她这段时间 又何尝不是这样 想想回想当初生孩子的情形 又联想到老里的奶娘 魏氏身边那个死去的嬷嬷 再逃的吻婆 自己心里已经九成九弟肯定 魏氏把她的孩子给掉包了 可苦于没有证据 心里即便挠心挠肝的难受 也无可奈何 要不是许希画出了吻婆的画像 顺藤摸瓜找到了吻婆的下落 她这颗心还在火里两边口 没准哪天就焦虑而死了 想到这一切都是许希的功劳 大夫人真是又心酸又自豪 心酸的是 这孩子本应该锦衣玉食的 前十四年却受了太多的苦 自豪的是 即便没有精心教养 她仍然长成了一个 比多少人都优秀的孩子 确实是啊 老夫人也十分感慨 还是这孩子争气 大夫人却无心说这些 她站了起来 娘 彩蝶应该过来了 我就先回去了 她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刚才来这里 也是装装样子 演戏给卫士看 去吧 有什么大事 即是让人告诉我 老夫人叮嘱道 大夫人匆匆回到大房正院 就见周某某在那里等着了 不知的如何了 她问道 周某某笑道 夫人放心 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不才天黑吗 很快就能知道结果 大夫人这才露出笑容来 有来无往非离一眼 卫士的手段太歹毒 她诸实没那么心狠 在没拿到证据之前 不好对卫士动手 免得祸及无辜 但十点小手段 让卫士忙一忙 别老盯着许夕 给许夕使绊子 安然地等着侯爷回来的那一天 她还是能办得到的 彩霞进来问大夫人 夫人 热水准备好了 您要沐浴吗 大夫人摆摆手 不急 先等等 热水你们先用了 等我吩咐了 再叫人提来 想了想 又吩咐他们 先替我把拆还谢了就行 这时候 大家差不多都就请了 她还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一会儿去看戏 不是让人起疑吗 就算猜到局势踏步的 也不能落下证据 卫士那里 在赵元良去外书院后 李嬷嬷就匆匆回来了 把从赵元良和容喜堂 打听到的消息 告诉了卫士 你是说 那丫头这段时间 都住到了书院里 不回来了 卫士脸色一变 眉头紧紧地促及 清风是这么跟二老爷 和老夫人说的 李嬷嬷道 你们都出去 卫士把丫鬟们都遣了出去 这才低声道 你说 他们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她不过是想把许夕 带到卫家去 这些人的反应这么大 不惜让许夕躲到书院去 怎么想怎么蹊跷 应该不会吧 李嬷嬷道 看今天这情形 五姑娘应该是临时决定的 夫人不放心 可以派人去北宁打听打听真伪 在她看来 许夕对二夫人意见非常大 二夫人说带她回娘家 老夫人又答应了 许夕为了不去卫家 先掌后奏 找个借口住在书院不回来 这太正常了 那孩子当初为了不回侯府 还闹不上吊呢 一回来就跟亲娘吵架 不惜住到品名居去 她什么事做不出来 只是她即便是卫士最看重的人 这话也不敢说出来 是要好好打听打听 卫士道 你让人去叫王妈妈过来 李嬷嬷出去吩咐了一声 没过多久 一个四十来岁的夫人匆匆进来 给卫士行礼 七年前 卫家忽然送了两个铺子给卫士 随铺子一起送来的还有几家下人 以及铺子里正在做的生意 卫母说 当年卫士出嫁时 因为家里状况不好 没能给她置办像样的嫁妆 现在卫家的情况好了 故而给她这个女儿 补办两个铺子作为嫁妆 这番说辞不论真假 老夫人和大夫人 自然不能阻止人家父母 给女儿送钱 更何况 两个铺子到衙门里登基过户 成为了卫士嫁妆 等以后卫士百年 两个铺子还是会落到赵金安名下 成为赵家的财产 这件事无论如何 对赵家来说都是好事 而非坏事 所以 老夫人和大夫人 也没有理由阻止 王妈妈的丈夫王贵 是卫家送的一个铺子的掌柜 他们一家四口作为陪房 直接从卫家 划到了随平侯府名下 无论是老夫人唐氏 还是大夫人朱氏 三夫人苏氏 都有自己的嫁妆铺子 也有从娘家带来的陪房 这些嫁妆和下人 是女子在这个世道立身的 最后的保障 陪房的卖身器 都是捏在他们自己手里的 而王贵一家 和另外三家人的生气 自然也捏在了卫氏手里 当时二房院子的管事 还是李嬷嬷 拿到这两个铺子不久 卫氏就说 李嬷嬷年纪大 又要伺候她 没精力打理数五 而王妈妈见识广 精明能干 把王妈妈调到了二房内院 做了管事 从此以后 卫氏在外面 就有了任意调遣的人手 王妈妈每日进内院厅差 在回离侯府 只有一条巷子的家里住宿 极好地沟通了内外 让卫氏做什么事 都十分方便 你今晚回家去 让王贵明日一早 带两个人到北宁县去 查一查五姑娘 在书院的情况 她说沁阳县主萧夫人 在那里新开了一家营楼 不日即将开张 萧夫人请她画手势图 这几日都不打算回家 你让王贵核查一下 数不数实 还有五姑娘平时 出入书院的时间 有没有与谁特别交好 都好好打听清楚 卫氏交代道 要是这件事悄悄地发生 悄悄地处理掉 还不打紧 可现在围着这么多人 大夫人也来了 事情还真不好办 让一让 让一让 二夫人来了 彩蝶间门口 被围得水泄不通 指得出声叫道 围观的下人 立刻让出了一条道 卫氏和李嬷嬷 黑着脸走了进去 咱们侯府的少爷 向来洁身自好 岂能有儿等丫鬟败坏名胜 要是福利丫鬟 巨多有样学样 那还得了 所以即便我有心 也轻饶你不得 来人 来 几个粗壮婆子 齐声答应 把他丢绑了 打三十大板 直接发卖出去 大夫人一声令下 婆子们便撸起袖子 上前准备动手 事情都已到这地步了 由不得卫氏多想 直接上前喝道 且慢 所有的人都朝卫氏看了过来 听到母亲的声音 原先羞愧地躲在屋里的赵敬安 也低着头摸到了门口 清流此时衣衫不整地 躺在地上哭喊 饶命 瑟瑟发抖 见到卫氏和李嬷嬷来 就如同见到了救星 朝两人伸出手哭道 二夫人救我 祖母救我 李嬷嬷蹲下身去 一把将清流搂进怀里 低声问道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去清雪那里吃席的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清雪是赵如蕊身边的大丫鬟 因为赵如蕊要奉承李嬷嬷 所以清雪跟清流的交情 一向不错 今日清雪生辰 私自掏了钱 叫厨房整制了一桌席面 邀请府里交情好的几个姐妹 到她那里吃酒玩乐一番 清流自然在受邀之列 可怎么吃个生辰宴 会把自己吃到这里来 还闹了这么一出 清流也知道事情紧急 要是不把事情说清楚 她今晚没准 就没了性命 当下也不敢再哭 将事情小声地跟祖母说了 原来席间不知道是谁开头 说起上次大少爷追着三少爷跑 结果让三少爷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来 说着说着 就说到了大少爷 看黄色画本这个话题上 因着这个话题 就有人说两位少爷都大了 都看起那种画本来了 通了人事 身边再不放通房丫头 就得出事 要是被人诱惑到外面去逛窑子 迷上清楼女子 染上什么病就不好了 只要不生出数子数女 即便有通房丫头 也不会影响以后的轻视 反正总必染病 或迷上清楼女子墙 说到这里 就有人神神秘秘地说 她刚听到从大房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大夫人正在挑选丫鬟 准备给两个少爷做通房丫头 估计就这两天 大夫人就会把通房丫头 送到两位少爷的身边伺候 免得夜长梦多 让两位少爷出事 不过不是挑两个 而是挑一个 因为清楼是二房丫鬟 又是李嬷嬷的孙女 长得又好 大夫人早已打算好 将她定为二少爷的通房 不用帮二少爷挑通房 当时 还有人羡慕打去清楼 叫她以后当了姨娘 莫要忘记他们这些曾经的姐妹 为此 大家还纷纷给她敬酒 清楼本就喝了点酒 头晕乎乎的 听到这些消息 心里大急 当下打算借着酒精跑到外院去 想跟大少爷 生米煮成熟饭 她喜欢大少爷 不喜欢二少爷 可不愿意做二少爷的通房 本来这种时辰 那院早就下了锁 即便没下锁 也有婆子把守着 丫鬟小丝们 是不能随意进出二门的 可清楼出去的时候 二门开着 守门的婆子 也不知去了哪里 她便顺利到了外院 这时候天已经半黑了 清楼喝了酒又有些迷糊 正好听到赵经理的两个小丝 提着热水经过 一面走一面说话 说的也是大少爷要那通房的事 清楼便跟在他们后面 趁赵经理去洗澡的功夫 逼着他们进了少爷的卧室 我当时听到去洗澡的 确实大少爷的声音 真的 听得真真的 清楼哭着对李摸摸道 她实在没想到 她明明觉得自己 进的是赵经理的院子和卧室 后来去洗澡的也是赵经理 怎么后来闯进门的 竟然是赵经安 更没想到 赵经安竟然如此绝情冷心 一掌把他打飞 让他赤身倒在地上 爬都不起来 更可恶的是 当赵经安进门时叫了一声 把他打倒在地的时候 不知是谁大叫一声有贼 于是外院的护院和小厮 都纷纷跑来 这才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让他想跟赵经安求情 都没机会 要不是赵经安看到人来不妙 赶紧闭了出门去 又叫一个粗屎婆子进来 给他穿上衣服 现在 他非得被人看光了去 即便脸皮在后 也无言活下来 想到这里 清柳就扶在祖母怀里大哭 央求道 祖母救我 李摸摸听清柳说这经过 直觉里 就觉得有人在其中捣鬼 否则怎么那么巧 清柳这一路出来这么顺利 偏还把赵经安的院子 误认为是赵经丽的 可是谁动手算计他们 目标是赵经安 赵经丽 还是清柳和他 亦或是二夫人 不提清柳和李摸摸 蹲在地上窃窃私语 那边 卫士早已朝大夫人 露出了一个僵硬的笑容 大嫂 这清柳丫头 是我陪访李摸摸的孙女 我曾也许过她给安哥做通房 今天之事 她虽做得不妥 但终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跟安哥是你请我愿之事 你看不如看在安哥的面上 饶清柳这一回 大夫人淡淡地看她一眼 不知我刚才的话 你可曾听到 如未听到 她转头吩咐周嬷嬷 周嬷嬷 你给二夫人重复一遍我刚才的话 是 周嬷嬷便把大夫人说的 府里丫鬟有样学样的话 重复了一遍 大夫人等她说完 盯着二夫人的眼 如果你觉得 安哥不是我随平侯府的少爷 清柳也不是随平侯府的丫鬟 那这件事 自然是你们二房的事 想怎么处置 都是你的事 但如果安哥是侯府的二少爷 清柳领的是侯府的阅历 那么他们的事 就得按随平侯府的规矩处置 二弟妹如有不服 可以去老夫人那里申诉 只要老夫人一日 不把我的涨家权收回 我就得管这件事 而且严格按侯府的规矩来处罚 二夫人听的这话 心里只恨得牙痒痒 就算去老夫人那里申诉 又如何 老夫人跟大夫人 还不是一丘之和 法里不外乎人情 即便国之律法 仍有人情在 咱们侯府什么时候执行规矩这么严苛了 大嫂莫不是看我们二房是树房 就欺压我们至此 为是说不过大夫人 干脆一顶大帽子给她扣上 王子犯法 尚与庶民同罪 清柳不过府上一丫鬟 二夫人就把她抬得比王子还高 可以无视侯府规矩 还拿这个来质疑 我这侯夫人的威严与公正 我就不明白了 她到底是你什么人 你竟包庇她至此 还不惜为她跟我撕破脸面 大夫人冷笑道 卫视正了一正 看着大夫人有些不明所以 在她的印象里 这位大嫂性格十分大气 虽然会坚守底线 不是个软性子好拿捏的人 但对府里人还是很宽和的 尤其是对她和苏氏这两个弟妹 说话都很和气 绝不会争锋相对的说 这种犀利的话 来增加彼此的矛盾 今天这是怎么了 李某某此时 以扶着清柳站了起来 见卫视发愣 赶紧扯了扯她的衣袖 示意她说话 在场的所有人 可都在看着呢 卫视回过神来 脸色越发沉郁 大嫂说的 这叫什么话 我跟清柳能是什么关系 自然是主仆关系 她是李某某的孙女 也是我给安哥挑的通房 自然要维护一二 难道你们大房的下人犯了错 你就一味严苛处置 没想过他们平日的辛苦伺候与勤奋 在能网开一面的时候 就宽恕一下他们吗 站在大夫人身后的周某某 都要佩服这位二夫人了 真厉害 不是把矛盾指向敌数 就是煽动下人们 同仇敌开 围观的除了大夫人 二夫人和赵靖安 其他可都是下人 要是大夫人坚持要按照规矩 仗打清柳三十大板卖出去 经过二夫人这番挑拔 府里的下人难免觉得 长家的侯夫人太过严苛 不近人情 他们对大夫人的幸福与尊敬 不光大打折扣 还要产生诸多抗拒和不满 而二夫人明明想包庇清柳 却因着这番话 获得了好名赏 二弟妹真是好口才 明明是包庇有错之人 却说得自己有情有义 实在让我佩服得紧 大夫人微笑道 不慌不忙 他扫射了众人一眼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要是府里有下人打杀了人 或盗窃奸淫 报到我这里 结果他的主子和家人来求求情 我就把他放了 或是从轻发落 不知在场的众人服事不服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 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 反正侯夫人指甲甚宽 哪怕杀人放火 也没多大惩罚 他便无恶不作 偷你财物 打你孩子 如你妻女 待在这样的侯夫里 你们可觉得安全 开始大家还觉得 二夫人说的有道理 可被大夫人这么一说 大家都醒悟过来了 是啊 确实是这么个理 有人立刻喊道 不安全 还是按规矩处置好 大家一看喊话的是外院管事 赶紧也跟着道 对 按规矩办 开玩笑 不说大夫人说的有道理 做错事不被惩罚他们不服 便是说这话的是 长家的侯夫人 他们也应该复合大夫人 而不是被二夫人带到沟里 要是只讲情面不讲规矩 那他们这些 不会拍马屁没有关系 勤勤恳恳做事的人 岂不是要完蛋 还是现在这样好 讲成分明 见卫士脸色愈发难看 大夫人也愈发从容 目光看向了门口 他布局 可不是让卫士为难一下 如何处置清流就完的 他还要让卫士尝一尝 他这些日子品尝过的 不能言说的痛苦 去传讯的小厮 没有让他失望 这时候 门口的人群再一次让道 一个提着灯笼的小厮扮 随着传宝蓝长山的少年 走了进来 母亲 二婶 少年一进来就开了口 很显然 在门口就已听到了两人的争执 他冠面如玉 走到大夫人身边 清澈的眼眸在卫士脸上 停留了片刻 从容的姿态 跟大夫人极为相似 二婶 您要包庇清流 就不怕明天早上起来 这个院子又围满了人 又有丫鬟有样学样的 爬上二弟的床吗 本来沦为佩爵 正悄悄躲在门口 看热闹的赵敬安 一听这话 又羞愧地赶紧缩了进去 生怕兄长来谴责他 所以 赵敬丽顿了顿 目光再次落到卫士的脸上 您还要坚持不按规矩办吗 我 卫士无言以对 望着用保护的姿态 站在大夫人身前 出言维护她的赵敬丽 表情极为复杂 大夫人看着这一幕 心里很是爽快 这正是她想看到的 卫士将孩子送出来 可曾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亲生孩子 因为大房和二房的矛盾 为了维护她自以为的亲生母亲 而对卫士口舌相向 与卫士争锋相对 当有一天 大房和二房的矛盾激化 卫士恐怕要面临 和赵敬丽你死我活的那天吧 如果真有那一天 她又会是什么滋味 但不知为何 爽快之鱼 大夫人心里的某个角落 又顿顿的疼得难受 二弟 你出来 赵敬丽又朝屋里喊了一声 赵敬安对这个兄长 还是很尊敬的 也知道 这是自己躲不过 磨磨蹭蹭地从屋里出来 滴滴地叫了一声 大伯母 母亲 大哥 你想如何处置这丫头 是按府里的规矩办 还是按你娘的说法做 赵敬丽又问道 自 自然按府里的规矩 赵敬安看了一眼 围在李磨磨怀里哭泣的青柳 狠狠地道 也不知是身体未发育的缘故 还是他心里没开窍 他对男女之事 根本不感兴趣 因青柳长得漂亮 又喜欢往他们这里凑 母亲曾警告过他 在成亲前不许碰青柳 还细细给他分析 娶亲时有通房 妾室的坏处 所以 赵敬安对这些 喜欢勾引人的女人 完全没有好感 这些丫鬟 真真如话本所说的 就是狂风浪蝶 娶回家待在后宅 也不安生的 以后保准给他戴绿帽 而且他又不瞎 他明显看得出来 青柳屡屡找借口 往他们外院跑 其实想找的是赵敬丽 而不是他 虽然他矮 虽然他长得不如堂兄俊 但他也是有尊严的 本来他在容貌 身高上就不如赵敬丽 现如今本是他们二房 留给他做通房的丫头 竟然明目张板地嫌弃他 看上了堂兄赵敬丽 少年人本就脆弱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伤害 赵敬安本就不喜欢青柳 因为这件事 对青柳更是厌恶之极 要不是李嬷嬷是母亲身边 最得他依赖的下人 母亲也离不开他 也搞不懂赵敬安 对青柳是个什么意思 赵敬安早就禀明母亲和大夫人 把青柳卖出侯府 或佩吉某个下人小厮 免得留在身边碍眼了 今晚 青柳想爬的绝对是赵敬丽的床 可不知怎的 阴差阳错走错了院子 跑到他的床上来了 想起自己准备上床睡觉 忽然发现床上有人 而且还白生生的一大坨 听到动静就直接朝他扑来 赵敬安就羞愤不已 幸好他打小练武 下意识就出手 直接把人给打飞了去 否则 想想要是碰了青柳 不得不拿他为通房的下场 赵敬安就觉得 是自己平生的奇耻大辱 赵敬丽被大夫人教育得极好 虽说有小伙伴给他看那些有色画本 但他还是有自制力的 对于这些头怀送抱的丫鬟 他跟赵敬安一样的反感 对这个本属于二房 却整天往他身边搓得青柳 更是极为不喜 作为世子 他可不像赵敬安那样 万事不操心 他对大房 二房和三房的矛盾 心里可是跟明镜似的 二婶整日掐肩要强 说话做事尖酸刻薄 三婶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暗地里却总挑拔大房和二房的矛盾 三叔在外 更是小心思小手断不断 这些树房的人 不知给他爹他娘增添了多少麻烦事 所以他再如何 也不会招惹像青柳这样 喜欢勾引人的二房丫鬟 要不是这人是二婶身边李摩摩的孙女 是二婶的陪房 他早就提议母亲 把这女人给卖出去了 听得赵敬安这样说 他望着卫视 表情冷淡地道 二婶 你可听见二弟的话了吧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卫视却没理会他 而是朝赵敬安叫道 安哥儿 你过来 娘有话要跟你说 赵敬安看了看大夫人 又看了看赵敬丽 低头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慢慢挪到了卫视面前 但还未等卫视开口 他就道 娘 您可别让我那青柳座通房 我可不要这样的人 不知廉耻 这句话 成功地把卫视即将要出口的话 堵在了嘴边 他狠狠地瞪了赵敬安一眼 低声道 青柳跟你打小一块长大 李嬷嬷对你比对亲孙子还轻 你难道要生生地治 青柳于死地 青柳要是被打三十大板 再迈出去 还能活吗 一条人命啊 你就这么狠心 这 赵敬安看探青柳 再看看他娘 十分为难 他终不是硬心肠的孩子 要是青柳因此丧了命 他也会不安的 可侯府的规矩 不能因他而作废 因为要救青柳 而那青柳 做通房能让他一辈子隔应 他可不想 为了这种人委屈自己 想了想 他对大夫人道 大伯母 要不我替青柳挨二十板子 算是我替我娘 还了李嬷嬷这些年 精心伺候的人情 打我二十板子 你再打他十板子 将他卖出去 也不算 坏了侯府的规矩吧 青柳终是犯了错 不打板子 肯定不行 但他身骄体弱 十板子想来 也能承受得住 而他常年练武 身上的肉也厚 打个二十板子 应该没问题 听到这样的话 李嬷嬷的脸色一变 其他下人看向李嬷嬷 和青柳的眼神 也十分怪异 侯府花钱把下人买来 让人吃饱穿暖 每个月还给月历银子 虽说没有了良民的身份和自由 但跟被卖之前快活不下去 被动恶而死的悲惨遭遇相比 起码能有一条活路 大夫人涨价又宽厚 也体恤下人 即便侯府日子 已不如从前 却从不克扣下人的衣食 也从来不随意打杀下人 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失恩 拿了卖身银子 吃着侯府的饭 每月还有月历银子 伺候主子 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李嬷嬷拿的月历 平时得的赏银 比侯府不得宠的姨娘还要丰厚 怎么她干活就成了人情 她孙女做下这等不顾廉耻的措施 她不光不受牵连 还敢仗着这点情分 让小主子替她孙女受账责 她的脸怎么这么大 李嬷嬷的脸又青又红 拉着青柳跪了下去 嘴里却不说一句话 她作为伺候魏氏多年的老仆人 又岂知此时不出声否定赵敬安提议的坏处 只是 本来两位夫人争执不下 只要二夫人强硬些 大夫人为了家宅安宁妥协一二 这三十板子即便不省下 也能减免些 可赵敬丽和赵敬安一掺和进来 就直接把处罚给确定下来 青柳三十板子是挨定了 青柳因着她和父母的关系 即便做丫鬟也是最清省的活 从来没有吃过苦 三十板子下去 不死也要去大半条命 再被卖出去 得不到精心照料与医治 必死无疑 这时候 如果她否定掉赵敬安的提议 她倒是保住了她在卫士身边的地位 可孙女的命怕是要保不住了 到底是要自己在卫士身边的地位 还是要孙女的命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大夫人可不做这个恶人 直接把问题抛给了卫士 二弟妹 你觉得安哥这提议如何 卫士没有说话 眼睛看着赵敬安 似乎在斟酌他的提议 实际上是在等李嬷嬷出面 否定赵敬安的提议 此时 见李嬷嬷半晌不作声 她终忍不住冷冷问道 李嬷嬷 这话你怎么说 清柳一个贱臂 到底有多金贵 能让他们侯府的少爷 替她挨板子 一板都不行 更不用说二十板 李嬷嬷要是敢说 让她儿子替她孙女挨板子 她非要这家人的命不可 祖母 清柳一见这情形 顿时慌得不行 摇了摇她的身子 哭道 祖母救我 因着孙女长得好 李嬷嬷是指望她能出息的 即便不做姨娘 也能求夫人开恩 放她出去嫁个举人或小官 有侯府坐靠山 清柳又时文断字 即便是婢女出身 也是有人愿意娶的 所以 清柳打小 就被李嬷嬷看重和宠爱 现在诈说要看着她丧命 李嬷嬷实在是不忍心 清柳的母亲吴妈妈 不知何时到了这院里的 这时也忽然跪到了李嬷嬷脚边 娘 您可不能不管清柳啊 因为出事的是清柳 早有相识的人去通知她 知晓女儿做下了丑事 她来了也不敢声张 只悄悄站在李嬷嬷和清柳附近 静观事态发展 现在事关女儿的性命 她不能不出声了 李嬷嬷看儿媳妇跪在脚下 儿子也跟着跪在人群前面 她终于一咬牙 跪在了卫士面前 求夫人救清柳一命 她不敢说叫赵敬安 替清柳挨板子 她只敢这样相求 不管卫士用什么法子 只要救清柳一命即可 要是一般的仆人 她自然不敢这样做 可这些年 她在卫士身边 替卫士做了多少事 不光是她 便是她的儿子 而习 也替卫士 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有这些把柄在手 她便想赌一赌 就赌卫士 不敢因为这事 而放弃他们一家 没了她 没了他们一家 卫士绝对如同少了一根臂膀 办什么事都不得劲 而且大夫人向来宽厚 对府里的孩子 不管是她亲生的 还是输出 其他房里的 她都真心疼爱 绝对不会因为亲友的错事 而真打赵金安的板子 卫士看着贵了一地的李嬷嬷一家人 直恨得牙痒痒 她恨大夫人 执意要按规矩办事 也恨李嬷嬷为了孙女 竟然枉想让赵金安 替她孙女挨板子 真是好大的狗胆 李嬷嬷 这么说 你是想让二少爷 替清柳挨板子了 她咬着牙问道 老 老奴不敢 老奴只求夫人 就移救清柳 李嬷嬷对着卫士 磕了几个响头 清柳和她父母也一起 磕得地面咚咚直响 还说不敢 刚才你也看到了 不光大夫人 便是世子爷 也要求按规矩呢 卫士脾气本就坏 这几年因着卫妇的升官 便是在老夫人和大夫人面前 都敢放肆 在丈夫面前各种跋扈 哪里容得了下人敢这么对她 她此时满心是被奴仆背叛的愤怒 陈卓连冷冷道 你这是在逼我 你孙女犯了错 你心疼她 不让她挨板子 却想让我儿子替她挨板子 李某某哭了起来 一面磕头 一面喊道 老奴不敢 老奴不是这个意思 老奴只想让夫人 您替清柳求求情 保她一条性命 大夫人 大夫人 子不教 父之过 我没教好清柳 让她犯下大错 这三十板子 让奴才来承受吧 清柳的父亲 爬到大夫人脚下 磕起头来 奴婢也愿替女儿授板子 清柳的母亲也道 又朝卫士喊 二夫人 您息怒 我娘真没有让二少爷 替清柳挨板子的意思 奴才也愿意替姐姐挨板子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从人群中挤出来 跪到了李某某身边 你们一家子 倒是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可怎么就养出 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是不是全都指着 她做侯府的半个主子 好在府里扬眉吐气呢 大夫人淡淡道 围观的众人 原还被李家人感动 可一听大夫人这话 对这家人的感官 又差了起来 罢了 我要是坚持原来的惩罚 倒显得我心肠冷硬 没有人情味 反正挑拔卫士 和李某某之间的 关系的目的已达到 李某 李某家的 你们一人替你们女儿 承受石板子吧 清柳再打石板子 不过打完之后 你们一家都不能再留在府里 全都得被卖出去 大夫人扫射了他们一眼 这个决定 你们可还有意见 多谢大夫人 多谢大夫人 李某和她媳妇 都连连磕首 他们在侯府多年 倒也积攒了一些身家 应该可以自赎自身 实在不行 还有二夫人可以出钱 把他们买了去 放在铺子里 反正 他们是二夫人的赔房 身旗都在二夫人手里 不过是左手倒右手 倒不需要二夫人损失一笔银子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并不想被二夫人再买回去 他们在卫士身边这么多年 深知卫士这人 心眼小得要命 牙子必报 今日他们为了清柳 逼卫士替他们求情 卫士还不知怎么恨他们呢 把他们买了 没准转手 就能把他们卖到矿山里去 这女人心狠手辣 有什么做不出 可作为心腹 这些年 他们帮着卫士 做过不少事情 不被二夫人买回去 就这么出了府 二夫人肯放过他们吗 没准前脚出府 后脚二夫人 就能派人把他们灭了口 想着怎么都没有活路 一家人顿时惶恐起来 颇有些后悔 当才冲动之下 主动跪出来 替女儿求情 卫士此时也冷静下来 也有些后悔 把李家人逼到这地步 李家人被卖出去 他固然可以再买回来 但绝不能再进侯府 只能放在铺子里使唤 能信赖的心腹 而李家人在外面很不安全 要是被人要挟或收买 出卖他的几率 可比放在府里大上许多 可他也看出来了 大夫人今天 似乎专门跟他扛上 绝对不会给他 一丝求情的机会 清柳那三十板子 和卖出去的下场 是免不掉的 不是他自己的爹娘分担 就得是主动请应的 赵敬安分担 相比起儿子来 一家子奴才而已 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想到自己的损失 又看了看 站在大夫人身边的赵敬丽 卫士对大夫人顿时恨得牙痒痒 行行吧 不过这是我的赔房 如何卖 卖到哪里 就不劳大夫人费心了 他满脸冰霜地道 大夫人闹这场的目的 基本达到 也不再跟卫士多劳口舌 直接吩咐 将李牧家的何清柳 拉到内院 说着他又看向赵敬丽 丽哥 李牧就交给你了 是 放心吧 娘 赵敬丽自认自己是大人了 父亲不在家 他自然要担起 维护侯府安宁的责任 几个粗壮婆子拉着李牧媳妇和清柳 直接出了院子 直奔内院而去 又有几个健壮护院 把李牧拉起来 送往外院柴房 府里对下人行刑 不光惩戒犯错的人 同时也要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但男女有别 有伤风化的事 大夫人自然是不干的 所以 女子在内院行刑 要让内院里所有的丫鬟婆子来观看 男子在外院行刑 府里的男仆 小丝也得去观看 卫士一直跟着进了内院 就等着大夫人把人打完了 好立刻叫人带出猴府 可看到大夫人没有立刻打板子 而是吩咐下人 把清柳娘两关进柴房里 她一下子急了 她抓住大夫人的胳膊 激动地道 怎么不立刻打板子 为什么要关柴房 你赶紧打了 打完人 我好让人带出府去 大夫人转过脸来看她 没有说话 剑拉着李牧媳妇和清柳的婆子 和其他跟过来的丫鬟婆子 都用怪异地看着她 卫士不由莫名其妙 怎么了 大夫人扫视了人群一圈 指着其中一个婆子道 林松家的 你告诉二夫人 这个林松家的婆子 是三夫人苏氏的陪房 卫士脾气不好 不敢对着老夫人和大夫人使 但对商户出身的苏氏 可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有什么不顺心的 她都朝着苏氏撒气 平时见了面 有事没事 都得赐苏氏几句 苏氏这人 其实手段是有的 但就爱装个柔弱 被卫士欺负了 她从来不藏着眼着 总要一路地哭回去 弄得满府里都知道 二夫人又欺负三夫人了 不光赵元昆 对这个二嫂不满 苏氏的陪房们 更是厌无畏视 这会儿难得看卫士吃扁 林婆子心里高兴得不行 她当即道 二夫人也禁府里 有十几年了吧 本地不知道侯府规矩 因为行刑的时候 下人都得观看 所以遇到太晚 大家要睡觉了 都是把人关在柴房里 等第二天午时再行刑 现在过世了虚出 有些下人 明日还得早起做事 早就睡下了 此时行刑 给谁看呢 看也看不真切吧 卫士表情一僵 也想起这一茬来了 大夫人治家慎言 一直以防范为主 她跟老夫人都心善 不愿意看到 被打得血淋淋的场面 而且 他们觉得 这种犯错的人 不是打一顿就能变好的 所以 稍有品行不端的下人 都是直接迈出去 很少用到杖打这一招 另外 杖则都是要吞下裤子光定打的 这对女子 是一种极致的侮辱 哪怕观看的都是女人 也是极羞耻的事 有些在意这个的丫鬟 能因此羞愤自尽而死 所以对于丫鬟或婆子 大夫人基本上 都是用别的法子惩罚 唯有偷汉子通奸的女仆 她才会采取杖则 自卫士 嫁进来这十几年来 被杖打的 也只有三 四例 还多是外院的男仆人 因为不是自己二房的下人 事不关义 所以卫士 真没怎么关注这事 李章师和清柳 是我的陪访 不是侯府的下人 你既说 他们必须按侯府的规矩惩罚 我已经不说什么了 但这账则 不要再拖到明天 现在就打完 我好叫人 把他们领出去卖了 卫士道 他可不敢把这一家人 放在大夫人手里过夜 万一他们被收买 说出什么来 那可就糟了 卫士道不怕换孩子一事 被说出去 当年知晓此事的人 早已死得死 逃得逃 换孩子的事 不光李牧一家不知道 便是李嬷嬷 也不清楚此事 李嬷嬷虽是卫士的赔房 但那时并没有得到重用 而是做一些杂事 后来卫士的奶娘 及身边的嬷嬷 因为这事离了侯府 李嬷嬷才被卫士 提到身边来 做了管事嬷嬷 卫士是绝不会放一个 知晓内情的人在身边的 那不亚于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把它 炸得粉身碎骨 但这些年 他让李嬷嬷一家暗地里 做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事 这段时间因为许熙 他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 在李嬷嬷面前 说了些似是而非的话 也不知有没有漏行藏 总之 不管是哪一方面 卫士都不能让李嬷一家子 落到大夫人手里 大夫人今晚的行为 实在是太反常 卫士心里有鬼 总经不住往那方面想 他们是你的赔方不假 但现在 他们不在卫府 而在随平侯府 大夫人说着 似笑非笑地看着卫士 二弟妹怕是不知道吧 这丫头 她指了指清柳 她钟情的不是二少爷 而是大少爷 什么 不光是卫士和其他下人 便是面如死灰的清柳 都吓了一跳 清柳这丫头 整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地 在立根面前晃 还时不时地给她绣个帕子 送点羹汤 世子的小丝 不止一次跟我禀报过这事了 我碍于二弟妹你的脸面 以前也听你说过 要把清柳留给二少爷做通房 这才一直隐忍不发作 前二哥我发现 世子看那种画本 又担心 他受不住清柳的诱惑 弄得跟二少爷兄弟戏强 这才想给世子选个通房 没想到 今儿个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大夫人说着 看向清柳 冷冷问道 清柳 你老实跟我说 你今天想爬的是世子的床 还是二少爷的床 清柳哪里敢说 想爬的是大少爷的 他现在一家子 全要指着二夫人救命呢 他哭道 大夫人 我谁的床都没爬 我也没勾引过谁 前段时间是大少爷 夸我帕子绣得好 要我给他绣一个 我只是丫鬟 主子怎么吩咐我怎么做 自然不能拒绝大少爷 所以才绣了帕子给他 不幸您找大少爷问 今天是我喝醉了酒 不知怎的 进出了二门 走到了二少爷卧房 犯了大错 我真不是有意的 照进安怨里 那个帮清柳穿衣服的 粗屎婆子 可不是二房的 而是大夫人派过去的 这会儿 作为人证一起跟过来了 他听了清柳这话 立刻催了他一口 你喝醉酒走错了房 还把自己拖得溜光 躺在床上 见了二少爷进房 就扑过去 骗谁呢 清柳中是位出阁的小姑娘 听到这话羞愤欲死 张红着脸 隐隐哭了起来 用手捂着脸道 我没有 我没有 那要不要问问二少爷 婆子问道 清柳没敢再说话了 大夫人这才转向位置 知道我讨厌清柳什么吗 她明知道 自己是你给二少爷留的通房 却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还掂寄上了柿子 整天在柿子面前搔手弄姿 想把兄弟俩玩弄于鼓掌之中 难道二夫人 你想看着他们兄弟俩 为了这么个女人反目 这种女人 我不把她打死都算好了 现如今网开一面 只想杀鸡儆猴 你还想怎样 别忘了 这个家不是你当时我在当 说着 她恶狠狠地吩咐婆子 把他们关在柴房 不给喝水 不给饭吃 明月武士行行 说完这话 她看都不看卫士一眼 领着周嬷嬷等人扬长而去 几个绑大妖元的婆子 把亲友娘娘往柴房里一推 锁上门 便守在了门口 目光还不停地在卫士脸上群寻 那样子 倒像是担心卫士来抢人似的 李嬷嬷一路跟在卫士身后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此时也不敢作声 卫士被大夫人说得又气又闹 转身喝道 走 回去 心下去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因为清柳勾引了大少爷 朱氏才如此生气 不光对他不假言辞 也不肯松一点口放过清柳 人都有逆龄 大少爷就是朱氏的逆龄 朱氏对赵经理的看重 再没人比卫士更清楚 朱氏想重振侯府 希望就在孩子这一代身上 赵经理作为世子 自然被寄予了极大的厚望 这些年 朱氏一直重金请武功师傅 和同进士教导孩子们的武功 他打算在赵经理十六岁的时候 送他去一位长辈 只要那位做高官的长辈 看重赵经理的能力和武功 举见他到皇上面前 或军营任官职 那么赵经理的前程就一片光明 有了职位 再娶个门第相当 甚至出色的好妻子 那么赵经理以后 绝对比父亲和叔叔们要强 可要是赵经理在女色上栽了跟斗 名声传出去 不光那位长辈不会给他机会 想结一门好亲也会困难起来 他这一辈子 怕是得毁了 所以 朱氏因为清柳这是生气 不是没有道理的 弄清楚这原因 卫氏轻轻吐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朱氏怀疑他 关清柳一家三口一晚上 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自己要是表现得太紧张 反倒要惹朱氏怀疑 这么想着 他回到二房 重新洗漱后睡下了 大夫人却一晚没睡 他回到大房自己的房间 吹熄灯火坐了一会儿 等万籁聚集时 便有周嬷嬷和彩蝶陪着 从后门去了后面一间屋子里 刚才出面抓清柳 把他关进柴门留婆子 早已按大夫人的吩咐 等在那里了 屋里的灯芯被掐得细细的 只有一点微弱的光 四周的门窗都用布脸挡着 人在外面 基本看不到这屋里亮着灯 你跟月嬷嬷两人 去柴门把清柳和李牧家的分开审 就审他们为卫视 做过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老实说 我明儿个叫人轻轻打 打完之后天没亮 就悄悄放他们一家离开 还奉送一百两银子 他们说的 叫月嬷嬷记录下来 让他们按手硬划压 是 刘婆子应了一声 大夫人没说 如果这娘儿两不招供如何 刘婆子作为府里行星多年的人 自然知道怎么做 刘婆子问道 如果他们问起李嬷嬷 老奴该怎么打 如果他们愿意说 我可以放李嬷嬷私下里离开侯府 至于李嬷嬷愿不愿意走 走不走得掉 我可就保证不了了 刘婆子点点头 见大夫人没有别的吩咐 她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刘婆子走后 大夫人没有离开那间屋子 而是直接在屋里的软榻上歇息 周嬷嬷和彩蝶 在屋里各自找地方打赌 过了大约有一个多时辰 刘婆子才回来 递给大夫人一张纸 大夫人看了看 上面罗列着许多琐碎的事 却没有换孩子的支言片语 她失望地闭了上眼 想了想 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安慰是那多疑的性子 如果李嬷嬷一家知道 她换孩子的事 她早就灭口了 怎么可能让他们活到现在 送他们一家 到我名下 那座空置的小院里去 我已叫朱家派了人 在那里守着了 你送去就回来 进出小心险 别让人发现 大夫人叮嘱到 估摸着今晚要动手 大夫人早把守门和守夜的人 都换上了自己的心腹 而且因为二老爷 三老爷是庶出 卫氏和苏氏的出身 以前也不怎么好 两房又不敢闹分家 因此 整个侯府多年来 没有多少矛盾 下人们都有些傻白甜 这个时候搞点阴谋 还真没多少人能发现 她就怕卫氏起了疑心 派着人盯着他们 还有 你们守了上半夜了 让五大家的和前婆子 手下半夜 你临走前给他俩下点药 待他们睡着了 再把人弄走 大夫人又道 是 刘婆子听到这个吩咐 小眼睛里 闪着兴奋的光 那五大前段时间 跟三老爷走得极近 前婆子也跟二房 李嬷嬷私下里交好 他早就提醒大夫人 把这两人换掉了 他们可都是守门 职业巡逻的人 负责的是内院的安全 有了这两个有外星的 内院可就不掌握在大夫人手里了 不过大夫人听了她的提议 一直没动 没想到是在这里等着呢 走吧 回去睡觉 看着刘婆子离去 大夫人起身 离开了这间屋子 明日早起 卫氏看到人不在了 肯定得跟她闹起来 她虽能往五大家的和前婆子 两人身上推 但争吵一场是少不了的 她现在须得养足精神 嗯 明日早上还得把三夫人 苏氏给拉上 多个人挡挡炮火 也是好的 侯府的热闹 许夕虽没看见 第二日早上 清风来给她送东西的时候 她还是知道了 大夫人厉害 许夕是真心佩服这些内宅妇人 手段端的厉害 平日里极为正派的大夫人 没想到使妻手段来 也能这样牛逼 不过她真的好喜欢 大夫人的这份强硬语手段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大夫人这样 这才是最佳并肩作战的好队友呢 清风就属于傻白田那种 她虽略略说了一下昨晚发生的事 但并不知道 这些都是大夫人搞出来的 也不明白许夕说这话的含义 只以为自家姑娘 是在表扬大夫人坚持原则 能顶住二夫人的压力 责罚清流 这些都不关她的事 她只关心自家姑娘 姑娘您在书院里怎么样 吃得好睡得好吗 好着呢 萧夫人特地关照了 让书院的嬷嬷陪着我 护我安全 又派了小如姑娘来伺候我 刚才还送了丰厚的早餐给我 你回去跟老夫人 大夫人说 不用担心我 因今天是寻休 书院里内宿的姑娘 昨晚全都由家人接走了 整个书院都空荡荡的 好在书院里 巡逻守门守院子婆子都在 萧夫人也重金委托 书院里的两个婆子 照顾许夕 小如昨晚待到她上床睡觉 才离开 昨晚的晚餐在营楼里解决 早餐是小如特意 叫人坐了送过去的 所以 她的生活 倒是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前世在外面读书 独自生活多年 许夕的生活技能 是全点亮了的 即便没有这些特殊关照 许夕也照样能过得很好 许夕说着 就开始赶清风走 行了 你回去吧 我要去营楼了 王府的马车来接我了 清风顺着许夕的手指的方向一看 果然一辆华丽大马车 正停在了旁边 一个穿戴 比她强许多的俏丽丫鬟 正从马车上下来 那姑娘 奴婢回去了 看着清风跟被抛弃的小狗一般 搭拉着脑袋上了马车 许夕实在忍俊不禁 笑出声来 走吧 她上了马车 去了营楼 这辆马车是萧夫人的 不过不是她自己常用的那辆 而是备用的 看样子还狠心 徐东家 黄掌柜 您二位看清楚了吧 刚才进那扇门的 确实是许姑娘 小人没有看错吧 御龙阁守门的伙计 对徐信达和黄心道 前阵子鞋对门生意红火的绸缎铺 忽然关门取了扁额 之后陆陆续续不断地有人出入那里 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 似乎在重新布置店面 这让御龙阁的人很好奇 去打听也没打听出什么来 徐信达这座御龙阁 是从他爹那传下来的 存在也有三 四十年了 对面的绸缎铺也是个老字号 开张的时间比他们御龙阁还早 那里的新老掌柜 徐信达和他爹都认识 见了面 彼此也打招呼 他们都知道这个绸缎铺的东家 是经理的贵人 至于是谁 他们问过 掌柜却不说 他们也没敢再打听 可这样的铺子 忽然就关了门 而且掌柜都没跟他们打声招呼 就敲眉声息的不见了 这叫徐信达 心里实在打鼓 也不敢过多地去打听对门的情况 可没想到昨日傍晚 守门的伙计竟然来禀报说 他们看到了来店里 卖手仕途的徐姑娘 出入对门 这位徐姑娘 上次她自己交了底 黄兴也通过二公子的人去查证过了 她还确实是随平侯府的小姐 不过是树房的 而且身世离奇 被报错养在乡下 近日才被接回侯府 如今正在北宁的女子书院念书 跟这位徐姑娘兑换身份的 正是二公子钟情的那位随平侯府小姐赵如雨 这让徐信达和黄兴心里更疑惑了 便想亲自辨认一下 想想今天书院寻休 两人特意在楼上靠窗的位置坐着 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 还真让他们瞧见了这位徐姑娘 被一辆华丽马车送了过来 这是哪个府上的马车 徐信达问黄兴 黄兴瞧了半天 摇摇头 没有标志 不清楚 但能置办得起这样的马和马车的 非富极贵 那马十分神俊 没有一千多辆银子 根本买不下来 这家却舍得用来拉车 那马车亦是用上好的木料做成的 用功精致 车身上的布料亦是精品 不要说一般的富贵人家 便是随平侯府 自己都置办不出这样的马车 平南侯府倒是置办得出 但也只能置办一两辆 多了就承受不起 置办起来后 也只有平南侯或侯夫人 才有资格做 大公子这个世子 也还勉强够得着 二公子却是没资格做的 由此推断 新开的店面里主人 身份必然比随平侯府 甚至平南侯府更高更有钱 那咱们要不要 把这事跟二公子禀报一下 徐信达又问 黄兴想了想 本来想否定的 毕竟什么都没查清楚就上报 显得他们特别无能 但一想这位许姑娘 跟赵如雨姑娘的关系 以及上次二皇子和五皇子来 对这位许姑娘画的首饰图 似乎挺感兴趣 黄兴摸摸胡子 还是点头道 不过在未收到二公子命令之前 谁也不许妄动 说着 他一有所指的 看了徐信达一眼 徐信达忍着怒气 善笑道 那是自然 金钟贵人 盘根措杂 没搞清楚情况前妄动 就是给二公子招货 徐东家要是家中无事 就劳烦在店里帮忙照应一天 我得在这看着 看看对面的铺子 还有没有什么人来 黄兴道 行 那我今日就留在店里 黄兴说是在那看着 果真在那里待了一天 除了上茅厕 一刻都不曾离开窗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 他收获颇风 徐信进到迎楼不久 就又下楼乘了那辆马车离开 陪伴他的 除了那位俏丽婢女 还有一个中年男子 因着这两天 他们密切关注着对门 现如今也知道了 这位中年男子 是一个掌柜 姓汪 汪掌柜领着几个奴仆骑了马 跟着那辆马车出了巷子 不知去了哪里 到了下半上 他们方回来 前后绞进了门 就没有再出来过 隔了大约半个多时辰 此时已是傍晚了 黄兴又看到一辆 跟许夕坐的那辆一样 华丽的马车 也停在了店铺门口 车帘被拉开 丫鬟婆子从车上下来 转身从车上扶下来一个美妇 那美妇跟丫鬟说了两句话 便进了对面那扇门 黄兴一下子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个美妇可不就是那日 来他们店里看首饰 后来把许姑娘画的首饰 图买了的那位夫人吗 许姑娘后来说过 她是沁阳县主 出身镇南王府 嫁给了英国公世子 之后黄兴也托人打听过 发现许夕说的一点没错 而且这位肖夫人 还是北宁女子书院 今年请来的书法先生 难道这个店铺 是镇南王家的 亦或是英国公家的 旋即 她就摇了摇头 坐了下来 迟笑自己想多了 沁阳县主出身镇南王府 又嫁给了英国公世子 即便这个铺面是梁府的 也用不着她亲自过来打理 从她买手仕途 和书院先生身份上来看 她跟那位许姑娘 是有交集的 此时没准知道她在此 特意来找她见面 商谈事情的 这么一想 她就放松了 不过仍坐在窗前 没有离开 眼睛紧紧盯着窗外 邪宝斋里 汪掌贵正小声地 跟肖夫人禀报 许夕今天的行程 去了作坊 看工匠们雕刻 镶嵌首饰的工艺 说 如果不了解清楚 她担心画出来的图 工匠们做不出来 说着 她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怎么了 有什么话尽管说 肖夫人望了一眼 关闭的房门 许夕正在里面 聚精会神地画着手势图 所以她来了就没打扰许夕 而是事先找汪掌贵问问情况 守世界的孟举人 不知县主知不知道这个人 汪掌贵道 肖若彤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 汪掌贵似乎跟她禀报过 说请了个姓孟的举人 来画手势图 她摇摇头 有点印象 但具体不清楚 见肖若彤不甚清楚的样子 汪掌贵便将孟举人的情况又介绍了一遍 孟举人的爹就是个手势工匠 花了大价钱供儿子读书 孟举人人虽然聪明 但不喜欢读书 却喜欢画画 尤其是喜欢画手势图 后来她爹老了 她几次考进士考步中 便放弃举业 干脆专门喜欢画手势图 因着她是读书人 眼界和想象力比那些手势工匠们要开阔 又有绘画功底 设计的手势新颖又有灵气 她便在手势界渐渐有了名气 甚至已是大师级人物了 肖若彤要开阴楼 自然不可能指望许书席帮她画手势图 毕竟许书身份不同 又在上学 所以汪掌贵特意花重金 把这位孟举人给请了来 专门剔鞋宝斋设计手势 她怎么了 是不是对许姑娘无礼了 肖若彤皱眉问道 汪掌贵老脸一红 朝肖若彤深深做了一衣 是小人办事不力 许姑娘的手势雕刻出来 被孟举人看到了 便问了雕刻的工匠 也不知是谁说是花重金买来的图 每样花了一百两银子 孟举人就不服气了 今日许姑娘过去 孟举人得知那些手势是许姑娘画的 就出言嘲讽了她几句 等小人跟许姑娘离开时 孟举人就托人说 她画的手势图的涨价 至少比许姑娘的要高一截 知道肖若彤不清楚行情 她补充道 孟举人原来就是一百两银子 一张手势图 现在她觉得 许姑娘这么个小姑娘都与她比肩 觉得丢了面子 所以要求涨到一百五十两 本来这是 她作为掌柜 自己就能处理了 无需来请示肖若彤 但孟举人得罪了许希 汪掌柜又知道 自家主子对许希的看重 这才提起此事 辞了她 肖若彤想都不想就到 见汪掌柜有些惊恶 她又重复了一句 辞了她 咱们迎楼又不是少了她不行 汪掌柜只好苦笑 她就知道 如果拿着是问献主 得到的必然是这个答案 这位含着金汤池出声 打会走路起 就被封为县主的主子 从来没有缺过钱 哪里知道如何做生意 只看她高兴 还是不高兴 一个小小的举人 就敢给她看重的学生 随凭侯府小姐脸色看 还以此要挟涨价 这在县主看来 是必不能容忍的 想起王妃交代的 赚不赚钱无所谓 重要的是让县主开心的话 她作一应道 是 县主 不过玄疾她又开心起来 对肖若彤道 县主 辞了梦举人对咱们还真没多大影响 许姑娘画手势图 那叫一个快 平时傍晚过来 两刻钟就能画一幅完整的制作图 今天一早一晚 又能画几幅出来了 幅幅都是精品 这些都是镶嵌手势 再加上她原先画的那些 做出来也有差不多20件新银手势 进购咱们开店时 吸引顾客了 肖若彤满意的点点头 她是真能干 画出来的手势图 连她这眼光高的人都挑剔不出毛病来 简直不能再满意了 了解完情况 不许打扰许熙 而是叫人去酒楼订饭菜 带酒楼把饭菜送来 让丫鬟摆上了桌 她这才让小如去请许熙来吃饭 席间她忽然道 你的画在绘画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听说 宫里的岑贵妃对你的画法很感兴趣 有可能请你进宫里给她画像 啊 许熙差点把汤给撒了 她放下汤碗 瞪大了眼睛 康先生她怎么这样 她以为康先生最多是小范围展示一下 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毕竟那样一幅画有点丑 康先生也不好意思到处给人看 是吧 她实在高估了康先生对自己容貌的自信 另外 她虽然知道 这幅画迟早会被皇家人看到 很有可能会被请进宫里 给皇家人画像 但事情连个发展的过程都没有 直接攻本磊 她有点慌怎么办 她虽然有美颜整容技能 但万一呢 万一画出来 宫里的人不满意 被咔嚓了 她还能在别的世界里重生吗 她正想召唤系统 就听萧若彤道 别慌 这只是贵妃娘娘 在一次皇家宴会上 听说了那画像 开玩笑似的 跟我娘他们说的 也许过后就忘了呢 进宫给他们画像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还是别放陌生人进宫好 安全 许夕连忙点头附和 萧若彤不又笑了起来 点着许夕道 你这丫头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 你却避之不及 许夕善笑 对了 我的话 因为什么引起争议 她又问 萧若彤笑道 因为你是异类啊 你的画法跟所有人不一样 有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就得否认你这画法 许夕点点头 每一种新鲜事物 刚出现时 都会被排斥 批判的 尤其是一些老顽固 固守自己的认知 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偏这些人 又掌握着话语权 因此 新生事物被排斥的现象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很正常 果然 她刚这么想 萧若彤道 这些都是老先生 年轻的画师 还是很认可你的画法的 有许多人对你的画法感兴趣 希望能跟你学一学呢 许夕摸了摸下吧 要不 她半个会画培训班 会这种画法的人多了 其中还有几个学得出色的 那她被捉到宫里 当画师的危险不就减少了吗 在现代看多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宫斗剧 还知道这本小说 最后惨烈的夺敌之争情节 许夕对皇宫避之不及 虽说现在这个皇帝 不是暴虐滥杀之人 他也可以开美颜滤镜 和整容效果 画师在有些人来说或许是荣耀 但他还真不需要 如果有人问起 你说我可以交 也无需师徒名分 只需交钱就行 他道 想了想 他把价码标出来 就三千两银子一个人吧 我在县里租个宅子 每日傍晚交半个时辰 寻休日一整天 连续交两个月 画画的人都知道 学画是需要天赋的 收了钱 我进心教 但学成什么样 我就不敢保证了 这时代的银子够买力扛扛的 三千两银子 能在京城比较好的街区 买一个二斤院落了 一般的人家 还真不一定能轻易 拿出三千两银子来 但许夕觉得 如果他放出画去 要帮人画像 像萧夫人这样 不差钱的贵族夫人 小姐 二百两银子一幅的画像 估计他们都不带犹豫的 毕竟这年代又没有相机 年轻漂亮的夫人 小姐 想把自己的美丽容颜 凝固在时光里 就唯有让人给画像了 长得跟康先生一样的人 可能比较喜欢抽象一点的画法 比如中国画里的人物画 但年轻漂亮的女子 自然是喜欢写实画法的 因此 这个画像市场的前景如此广阔 花三千两银子学会之后 想要把成本赚回来 绝非难事 三千两银子的学费 真不算多 太廉价了 会让人看不起这种画法 来学画的人多了 他也累啊 麻烦是还不少 想一想 如果有十个人愿意来学画 他就能收入三万两银子 以他这段时间了解的物价 三万两银子 能买一处像随平侯府 那么大的宅院了 他马上就能实现当初租婆的愿望 当然 有了钱他不可能傻到 真买那么大的宅子 显眼不说 还租不出去 他只是这么一比喻 有了这笔钱 他绝对去买十来个铺面 想想每个月收回来的租金 简直不要太爽 怕萧若彤多想 他又道 银楼这边 我现在也把工匠的手艺水平 和原料都了解过了 傍晚不必再过来 中午我在书院里就可以画 萧若彤挥挥手 表示不在意银楼的事 欣喜道 你能不要师徒名分 那这是绝对没问题 这时代师徒关系是很严格的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可不是说说而已 每年逢年过节 要送礼就算了 能拿得出三千两银子的人 不差这点钱 但一个大男人 走到哪里遇上许希 都要在这么个小丫头面前 执弟子里 大家可丢不起这个人 萧若彤又替许希觉得可惜 但教别人 却没有师徒名分 你太吃亏了 新画法呀 而且是与传统画法 完全是两个体系的新画法 三千两银子就奉送出去了 这在从小到大 是金钱如粪土的萧若彤眼里 简直太不划算了 咱们大进自古到今 有多少能人意识的本事 都在避肘自尊中失传了 他们如果能广招门徒 其本事哪还能失传 我这样 也只希望能把这种画法传扬出去 不求其他 许希这话说得大意凛然 顿时把单纯的萧若彤感动得不行 好 我第一个报名 他道 许希愕然 父子 你也想学 萧若彤点点头 书画不分家 其实我也很喜欢画画 只是打消我师父要求慎严 让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书法上 不允许我多画 我也就没花太多精力在绘画上 现在 我在书法上小有所成 我师父管我 也没管得这么严了 我看你这画法很有趣 便也想学一学 可 可你是我先生呢 许希结结巴巴地道 这有什么 萧若彤一白手 对我们这些痴迷于书画的人来说 谁有本事 就跟谁学 三人行 必有我失焉 说着他眨了眨眼 其实你们康夫子 早就想跟你学了 只是担心你不愿意交 却碍于师生名分 又不好拒绝 这才不好意思开口 他又正色道 不过说好了呀 我跟你康夫子要学 三千两银子 你可得收 否则我们就不好意思学了 他知道了许希的身份和遭遇后 对他就十分同情 萧若彤并不知道 许希在随平侯府的具体情况 只知道 他是最近才被接回侯府的 又是书房的女儿 想来并不受老夫人和侯夫人的待见 如今又要出来念书 各项花费不少 估计手头紧 他这才跑到营楼去卖首饰图 如今又辛苦替他们营楼画首饰图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萧若彤发现许希异常聪明 学什么东西一点就通 一学就会 记忆力 领悟力都极强 最难得的是 这位学生心性好 即便被报错生长在乡间 也丝毫没有怨言 半点力气都没有 身上还没有一点小家子气 说话做事从容大气 学识还渊博 萧若彤从小到大 清高自傲 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里 但或许是投员 他跟许希乍一见面 他就对他的印象就极好 相处越久 他就越发喜欢许希 因此 他希望许希能够得更好 能帮的 他都不令希伸出援手 帮他一帮 你们是我夫子 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 您平时只要在书法上多 指点指点我 学生就是赚到了 许希笑道 这怎么行 你赚点钱也不容易 萧若彤不同意 他觉得这新画法是无价的 三千两都便宜了 要是也收您二位的银钱 别人岂不说我不通人情事故 连夫子们的钱都收 许希摆手 就这么说定了 云嬷嬷就扯了扯自家小姐的衣袖 萧若彤这段时间 没少听云嬷嬷说人情事故 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心知这会儿又需要讲人情事故了 他聪明地闭上了嘴 不说话了 免得多说多错 吃过晚饭 许希坚持还要在营楼里画一块图 萧若彤便先离开回山庄了 果然 上了马车 云嬷嬷教导自家小姐 许姑娘不收您的束修 这是许姑娘的一片心意 您拒绝了 她就该不好意思了 别人也会说她贪钱 先生的束修都收 掉到钱眼里去了 但这样 她就少了三千银子呢 少收我三千两 康先生三千两 两个人加起来 岂不是六千两了 萧若彤道 咱们不能这样占她的便宜 她这孩子可怜 小小年纪就想方设法赚钱 在府里过得肯定不如意 她虽然不管束 平时买东西 都是云嬷嬷和丫鬟们付钱一价 但她时常买首饰买衣服 大概的物价还是知道的 三千两对她们来说不多 也就是一两件首饰的价钱 但对一般人家 那真是大钱了 更不用说六千两 云嬷嬷嬷跟萧若彤一样的想法 很是同情许希 出主意道 许姑娘画的那批新颖首饰 工匠打制出来 您送许姑娘几件好的 岂不是好 这样既填补了她让出的那点束修 彼此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萧若彤最开始买下的那九张首饰图 因为极为别致心颖 汪掌柜跟萧若彤商量之后 用的是最好的预料来雕刻 这样的首饰 一件都得卖上一二千两银子 送许希两三件 就能把她的那点亏空补回去了 行 那就这样办 萧若彤终于高兴了 云嬷嬷看着姑娘的笑颜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成亲三年 姑娘的笑脸越来越少 现如今搬到北宁的别院里住着 每日去书院授课 又开了家营楼 让姑娘操心 眼看着姑娘的笑脸一天天多 她跟王妃都很开心 当然 他们内心的担忧 还是抹不掉的 英国公世子 至今不来求姑娘回去 这件事怕是不能善了 以后姑娘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还不知道呢 绘画课是寻休日过后第二天才有到 因着女子书院都是女人 男夫子无事 是不能来书院闲逛的 只有有课的时候才能来 所以康先生是个十天才 见到了许希 好不容易耐着性子上完了课 康先生就把许希叫了出来 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 肖夫人让我给我传话 说你愿意把那画法交给大家 只收三千两银子 而且还不要试图名分 许希 三千两银子还叫只收 康先生这么有钱的吗 一想人家是绘画大师 一幅图的价值 没准都要几千两 他这一个画法 只收三千两 还真是太便宜了 他点点头 是的 肖夫人说 我也能跟着你学 康先生又瞪着小眼睛问道 许希笑了起来 这是自然 不过 我可不能收你们的银钱 如果先生实在过意不去 把您的拿手画法也教教我 如何 康先生眉头一皱 那可不行 我本就是你的夫子 教你画画是应当英分的 怎么能拿来跟你交换画法呢 他一摆手 忽然压低了声音 钱你照收 只是别胜张 对外就说 没收我钱不就行了 还能有这种操作 许希忍不住笑了起来 先生 我说要跟你学画 不是每寻一次课的那种 而是只有你要空 都给我上课 就如同我教大家 画我那种画法一样 康先生摸摸胡子 我倒是没问题 可你有空吗 白天要上课 傍晚要教人画画 我听崔夫人说 你要参加科举考试 又听肖夫人说 你还给他的银楼画手势图 你哪来的时间跟我学画 许希一叶 他挠挠头 他现在其实有些后悔了 当初进书院 是想找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跟侯府抗衡 同时也学习本事刷刷分 可现在侯府已快成他的后盾了 书院虽然能让他长本事刷分 但太绑身子 每天基本上的时间都待在这里了 让他做什么都不方便 他在现代上了十几年的学 到了古代还念书 实在不是他的初衷 更何况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他是不得不考虑的 在现代念书 你念到三十几岁 念到博士后都没人管 可在古代 十五 六岁 就得一清了 定了清的人 不给随便乱跑的 不光是家里不同意 整个社会都如此 他可不想跟整个社会舆论抗争 所以他想要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如此一来 亦不亦轻 亦什么样的轻视 嫁人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过得不如意了 能不能合理 起码能自己做主 不用迫于现实 不得不忍气吞声 如此一来 他只有一两年的时间能利用了 您哪时有空 我下午有些课室可以不上的 用这个时间跟您学画画 可以吗 许希问道 他开始是没别的事感 所以才想什么都抓 可现在想一想 还是有所取舍才好 比如女工完全可以舍弃掉 现代的女孩子都不会女工 也不见没衣服穿 听说大夫人的女工不错 可她穿的衣服 都是府里绣娘做的 可见古代的女子也一样 只要有钱 就算买不到和珅的成衣 也可以买货顾专业的绣娘 帮自己做衣服嘛 而弹琴她 虽感兴趣 闲着没事弹个琴 放松放松心情 是很不错的 但这个不急 完全可以先放一放 等奶时 她闲了 再学也不迟 女德里面的规矩要学 但每十天只有一次课 占不了多少时间 至于丁班用来练书法 背四书五经的下午时间 她就完全不用上了 我一寻有四个下午有课 康先生道 其他时间你如果有空 我倒是可以教你 许熙大喜 连忙给康先生举了一功 学生多谢夫子 两人又商定好上课的时间和地点 康先生这才道 行了 我先问问有谁要跟你学话 到时候再派人联系你 这件事 你也不用操心了 说着 挥挥手直接离开了 教画画的事 有康先生帮着张罗 再好不过 也不用许熙操心了 反正短短几日功夫 这个绘画班也开不了 许熙跟康先生学画画 也得再开了绘画班后 等康先生确定好 跟他学画的人数之后 他还得去租宅子 这市集也急不来 于是接下来几日 许熙仍然安安心心地 待在书院里 除了上课 就是去营楼里画设计图 而写宝斋 也这一群的某个黄道 集日里开业了 汪掌柜 不愧是镇南王府 众多掌柜里 最厉害的掌柜 虽然不知道 什么叫营销学 营销手段也真扛扛的 他以前就是 筹断庄的掌柜 因为豪门贵族家的夫人 小姐轻易不出宅子 筹断庄出了什么好货 全靠那些嘴皮子 利索的婆子 进内宅去推荐 他们跟各家门房 和内管事 都是相熟的 既然镇南王妃 要把营楼的生意做好 汪掌柜也毫不客气 当即调了他原先 在绸缎铺里 用的顺手的几个婆子 让带了首饰册子 和几样首饰 上门去推销了一番 又讲明鞋宝摘开业 那日亲自来店 可以享受九折优惠 内宅妇人整日待在宅子里 本就无聊 看到好的首饰 又听说还有更多新式样挑选 虽有些遗憾 首饰铺没在京城 但对去北宁县走一遭 也没有多少抵触 家里庄子就在北宁呢 顺路正好去庄子上看一看 更何况打九折 看似不多 但一副上好价值三千两的头面 打了折后 能省三百两银 倒也值得走一遭了 因此 鞋宝摘开业那日 敲锣打鼓挂牌开业后 陆陆续续来了好线马车 马车不光豪华 还有豪门贵族的标志 显示着这些 来光顾鞋宝摘的 都是价真获实的贵族 本来徐信达和黄兴 看到鞋宝摘摘牌 知道是一家银楼的时候 脸就黑了 再看这么一番景象 这又开一家 还开到咱们对面来 不是跟咱们抢生意吗 徐信达磨着牙道 黄兴这段时间 一直盯着鞋宝斋 倒是打听出了不少的消息 因此做了些应对措施 还写了封信 让人带到了平南侯府的门房 禀报给二公子 只可惜二公子这段时间不在家 听说跟着五爷去江南了 此时看着鞋宝斋 这一副红火的样子 他也很是心塞 哪家开的没打听出来 不过 未知道他们 在后街上开了家作坊 说着 黄兴还嘲讽地笑了一下 问徐信达 你知道孟举人吗 徐信达举到嘴边的茶盏一顿 放下茶盏 点头道 知道 孟举人在首饰设计这一行 做了也有好些年了 甚是有名 徐信达不可能不知道 这家营楼请了孟举人 给他们画首饰图 黄兴慢悠悠地捏了一块点心 放进了嘴里 徐信达大惊 什么 他猛地转头看向窗外 那岂不是 岂不是 他没说下去 一把抓住黄兴的胳膊 孟举人可是如今画首饰图最厉害的一个了 至少在京城这一块是这样 对面请了他 那咱们还有活路吗 黄兴抹了抹嘴 脸上的笑容更少 你知道他们请了孟举人后干了什么吗 孟举人才干了两天 一张图还没画出来呢 就被他们给赶出来了 啊 徐信达张大了嘴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黄兴又往嘴里扔了块点心 一边咀嚼一边撇嘴 因为孟举人不服气 自己画的首饰 还不如许姑娘的架高 埋怨了两句 就被他们赶出来了 不带徐信达说什么 他就得意地瞥了对方一眼 孟举人气地要命 我们的人去跟他接触时 他直接应下了咱们的聘请 答应为咱们玉龙格化首饰图 价钱也不要那么高 只需要一百两银子一幅图 对面写宝摘给他的 可是一百二十两一幅图 徐信达听到前半句还很高兴 心里暗爽 可听到最后一句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一百二十两一幅图 你去核对过吗 徐信达终究还是小事明心里 即便被那位五爷和二公子教育了一通 还是觉得花一百两银 买一幅首饰图太贵了 对于写宝斋 肯花一百二十两买孟举人一张首饰图 他不能理解的同时 也表示怀疑 孟举人画首饰图的价 他隐约是知道的 好像是八十两一张 徐信达是侯府小姐 又在上学 即便买他的首饰图 也买不了几回 他画的首饰图又极新颖 跟市面上流通的大不一样 所以对于二公子 执意要买许希的首饰图 徐信达意见还没那么大 但孟举人是以此为生的 画的首饰图虽然不错 却万变不离其宗 新颖程度比不上许希 再加上他的镶嵌首饰图 也是一样的价钱 这个成本就高了 花这样的价钱买的首饰图 制成的首饰必然要用好原料 这样一来成本就极高了 要是卖不出去 那亏的可就大了 来上几次 一座银楼亏垮了 都有可能 所以银楼给这些 画首饰图的人的价钱 都很谨慎 轻易不会涨上去 这120两的报价 黄兴其实也怀疑 但他没地方去核实 他总不能雇了孟举人 还跑到写宝斋去问吧 而且孟举人难请 他可是知道的 京城多少银楼 想请孟举人请不着呢 也不知当初写宝斋的人 是怎么把孟举人给挖过来的 没准就真出了高价 所以对于孟举人说的价钱 他犹豫了一下 也就答应了下来 打算等二公子回来后 请试一下 如果二公子觉得 价高不想顾 再叫孟举人走人就是了 以孟举人画首饰图的速度 也就是一张首饰图的事 一百两一张 亏也亏不了多少 许希可不知道这些 写宝摘开业 他根本就没去 老老实实地待在书院里上课 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只需要在写宝摘开业后 收集一些数据 看哪些式样的首饰卖得好 哪些卖得不好 以此来掌握市场动向 调整自己的设计方向 安安心心地上课之余 他算着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便开始期待赵元勋等人的归来 许希在写宝斋和书院 过得悠闲自在 随凭侯府里这些天 却鸡飞狗跳 在那件事的第二日早上起床 卫士想催促大夫人仗泽后 把人提走 就发现正院里跪了一溜的下人 大夫人一脸怒气 他才知道 李牧一家 竟然连夜逃跑了 差点没晕过去 当场就跟大夫人闹了一声 但大夫人多年 长家的威严在那里 再加上朱家 也不是能随意拿捏的 并不比卫家差 卫士并不敢太过分 但发现是三夫人苏氏的人 放走的清柳一家后 那可不得了了 他直接揪着苏氏 闹腾了好一阵 把苏氏骂得晕过去 直到老夫人喝止 把他训斥了一通 不就是一家下人吗 又不是金子打的 统共能值几两银子 为了这个 你跟你大嫂闹一场 跟弟媳妇闹一场 这就是威家的家教 真是眼皮子浅的东西 几两银子 就能闹得家宅不宁 说出去 谁敢娶你威家的姑娘 说着老夫人又吩咐大夫人 不管那几个下人 是怎么逃出去的 终是你看手不力 你从你私账上 拿五十两银子 给你二弟妹 这件事救了 他又瞪卫士 你要再闹 我就带着人去你威家 问问你威家陪的下人 到底有多金贵 让威家姑奶奶 为了这几个下人 不遵长嫂 干了杀人放火等 见不得人的勾当 心虚了 这才这么着急 要是这样 你们卫士的姑奶奶 我们侯府可不敢要 到时候 我叫老二 直接给你一封修书 你带着你的陪房 回娘家过去吧 这一番话 爷爷的卫士 差点气晕过去 那是几两银子的事吗 是几个下人的事吗 真是气死他了 非他还真不能闹 再闹下去 就坐实了他 叫清柳一家 杀人放火的事了 卫士不是个 能控制脾气的人 否则当初 许夕回侯府 他明知道不能对许夕不好 惹人怀疑 可许夕一顶撞 他还是忍不住发作 最后闹得许夕 趁机脱离了他的掌控 这一回跑了李牧一家三口 和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不见了的清柳的弟弟 还受了老夫人 大夫人和三房的气 他心里憋着一股子邪火 回去就迁怒于李嬷嬷 指着他发了好一通脾气 还让人把李嬷嬷 关在柴房里 不给饭吃 李嬷嬷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心里又担忧自己而孙的安危 再被卫士这么一折腾 没几日 直接就病了 高烧不退 嘴里还一直说胡话 想想李嬷嬷经手的那些事 又担心 她说胡话 把这些事说出来 卫士倒宁愿她死了呢 死人的嘴是最牢靠的 可如果李嬷嬷在她手里 李牧一家子还投鼠忌器 在外面最多躲藏起来 或是被大夫人 三夫人留在手里 也不敢把她的那些因私事往外说 一旦李嬷嬷死了 李牧一家对她恨之入骨 那岂不就逼着他们揭露她 把李嬷嬷抬回来 洗澡换衣 再让厨房给她熬点米粥 让她喝了粥 便请师郎中来看看 她吩咐道 二房那边如何了 大夫人坐在自己的院子里 问周嬷嬷 把李嬷嬷从柴房里抬了出来 请了师郎中来瞧过了 周嬷嬷道 大夫人汗手 望着园子里开始落叶的树木道 侯爷那里 不知道怎么样了 算了算日子 姑苏那边的事 也该处理的差不多了吧 姑苏城府衙门口的 一间酒楼临街的包厢里 赵元勋正坐在二楼的窗边 朝外张望 坐在他对面的是 朱氏的大哥 林安伯朱和玉 二位爷 他来了 朱和玉身边 站着的护卫首领杨红 轻声提醒 赵元勋和朱和玉精神一震 定睛看去 就见一辆马车从远处驶了过来 在离衙门门口 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 里面下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妇 身边还跟着两个丫鬟 他站在马车旁 犹豫半上没有动弹 跟着马车一起过来的一个男子 走到他身边 跟他说了几句什么 老夫这才慢慢朝衙门口走了过来 跟他说话的男子没动 扶着老夫下马车的丫鬟也没动 都停留在原地 老夫一步三回头 好不容易走到衙门门口 上了台阶 拿起鼓锤 锤响了立在门口的大鼓 咚咚咚 鼓声沉闷劝远扬 衙门门口站着的两名差役 很快把老夫捉进了衙门里 原先劝老夫的那个男子 早已在他拿起鼓锤的时候 就快速离开了那里 留下两个黄黄然不知所措的丫鬟和车夫 赵元勋和朱和玉对视了一眼 朱和玉站起来道 走吧 回去 两人也不走正门 而是直接从后门出去 直接上了停在后门的一辆青铜油罗车 乘车到了离城门口不远的一处地方 赵元勋没有下车 握住救胸的手 大哥 这里就拜托你了 放心 我会把事情办好的 朱和玉拍拍他的肩膀 一路注意安全 他抬头又叮嘱赵元勋身后的护卫 照顾好你家爷 他身子不好 宁愿走慢些 也别着急 一切由我们 赵元勋下了罗车 上了一辆马车 跟马车里坐着的一个傅家翁打扮的男子见了礼后 就换了一身下人装束 又伪装了面容 蹲在了马车角落里 朱和玉看着傅家翁出具了录影 又被守门的官兵塞了一把钱 马车顺利地出了城 急驰而去 他输了一口气 吩咐道 回去 罗车没有回衙门对面的酒楼 而是进了一个两近院落里 早就有护卫在那里等着了 朱和玉还没下马车 他就上前禀道 爷 成了 朱和玉看向京城的方向 微微点头 好 姑苏府衙里 姑苏之府张顺退堂后 拿着供词回到后堂 直接把供词摔在了桌上 坐到椅子上 脸色十分不好看 跟着他进来的视野矢帽点 摸着胡子 撕存着开了口 这个女人 不可能平白无故跑来自首 先发的还是随平侯府的夫人 除非活腻歪了 他家还有儿子 孙子呢 这件事的背后 必然有人指使 要不是利诱 要不就是拿着他儿子 孙子的性命逼着他来的 时有八九事后者 他在张顺旁边坐下 给他倒了一杯茶 所以东翁莫要烦恼 且等着有人上门便是 张顺将茶水一饮而尽 摇摇头叹息道 我烦恼的不是这个 而是平白无故被绞进这种事里 时茂点点点头 也叹气道 谁说不是呢 大宅门里的殷私事 数不胜数 一般很少有人会跑来报官 毕竟人都是要脸面的 可这人却直接叫人上了衙门 把时隔十四年之久的 一件殷私事 抖落了出来 事情 还跟京城的随平侯府有关 张顺是十六年前中的近士 家中虽富裕 有点小权势 但跟京城勋贵圈 却没有什么交集 他们这些当官的判案 最头疼遇到的 就是勋贵 这些人 有的权力挺大 有的空有爵位 没有实权 但即便没实权的 人脉关系盘根挫杂 不知道跟京城哪位大人 甚至他们的顶头上司 就是亲戚 惹恼了他们 自己的乌纱帽 是怎么掉的都不知道 不管这背后的人是谁 涉及到勋贵 东翁办案 也要谨慎再谨慎 宁愿拖久些 也别妄下决断 使帽点劝道 张顺点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等背后之人冒头 我先写封信给京城的恩师 打听一下情况 再行定夺 他长叹一口气 他就怕背后之人 走了这么一步骑 不会让咱们拖延 说着 他站了起来 走到偏房去换了一身便服 挥手道 走吧 咱们且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到这一出现 使帽点知道 如果他们不走出衙门 背后之人是不方便找到他们的 只能是他们出去 才会知晓那人是谁 与其在这里猜亚迷 倒不如出门去会会那人 两人吩咐了几句 便领了两个护院 一个小厮出了衙门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果然 不足半盏茶的功夫 就有个随从打扮的人上前 对张顺道 这位可是张大人 我家爷邀大人 到前面茶楼一叙 你家爷是谁 张顺问道 那人没有说话 而是给张顺递了一张纸条过来 张顺展开一看 上面写着 林安伯朱和玉六个字 那人还担心张顺 不知道自家主子 笑道 我家爷在立不任职 想来大人也听说过 张顺点点头 朱和玉如果只是个伯爷 他还有可能不知道 但朱和玉在立不任职 他就不可能不知道 他们地方官的任命 生哲 考评 可全在立不官员的手中 金官比地方官高一级 这是定律 更何况是手掌乌纱帽的立不衙们 朱和玉虽只是个正无品 但像张顺这样的正四品 外人之府 如果没有门路 恐怕还巴结不上朱和玉呢 知道背后之人是立不金官 张顺心里的苦涩味更浓了 但无论事情棘不棘手 这杯茶 他势必得去喝的 请前面引路 张顺对那人道 时帽点自打张顺做官启 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做师爷了 两人行事向来十分默契 他没理会那人 而是对张顺道 东翁 那封佳记文书我还未写完 您去喝茶 我就回衙门赶公文去了 行 你去吧 张顺点头 又转过头来朝那人道 请 那人四也不在意 引领着张顺去了前面茶楼 时帽点则一个人慢悠悠走回了衙门 直到走进衙门 都没有出现异状 他不由猛输了一口气 按以往 像这样不明身份的人相请 时帽点虽会跟去 但在知道对方的身份之后 就会找个借口离开 而不是随张顺一同前去附会 而在他俩身后的 除了明面上这两个护院和小厮 还有装作路人的两个护院 隐藏在附近 刚才在街上 人来人往 张顺还是一地父母官 许多人都认得他 时帽点表示不去 对方也不可能把他绑架着 一同前去 那么他留在外面 一旦张顺不能按时回来 或发现不对 他就能采取措施营救 而不是跟着去 被人一网打尽 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 一旦连他在张顺走后 也被人敲眉声息地绑了 隐藏的那两个护院 也会把消息 传给能营救张顺之人 虽说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不会有人吃了雄心抱子胆 胆敢绑架朝廷命官 但防人之心不可污 小心些总没大错 尤其在某支府 被人诱杀事件发生之后 回到衙门 时帽点派了兵丁 伪装去酒楼前后门守着 又不停地派牙役 护院去打探 每隔一段时间 就让他们传递消息过来 唯恐张顺出了事 张顺倒没让时帽点担心太酒 只过了一顿饭功夫 他就从茶楼里出来了 不过没有回前面衙门 叫人通知时帽点后 直接回了家 时帽点接到口信后 急忙赶去了府衙后衙 大人 如何 一进门 时帽点就问道 却见张顺拿着酒钟 正往嘴里倒酒 桌上摆了两个下酒菜 时帽点就知道 张顺遇到难事了 他家东翁 如果不是遇到难以决策之时 是不会喝闷酒的 时帽点的心往下沉了沉 他提起酒壶 往张顺的空酒钟里 倒了一杯酒 顺便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朱大人是来替隋平侯向我香求的 想让我把卷宗递交到大理寺那里 他抬起眼看向时帽点 前不久 京城城影处理过一个案件 隋平侯府二房嫡女 跟北宁县小荣村遗秀才的女儿 互相报错 时帽点就皱起了眉头 那吻婆说 当年他替隋平侯府侯夫人 和二夫人接生 在二夫人的授意下 将他双胞胎中的一个男婴 跟大夫人生的女婴互换 他自觉罪灭深重 良心不安 特前来自首 那么 再按朱和玉的说辞推断 那位二夫人 又把侯夫人的女婴 跟一秀才之女互换了一遍 朱大人 跟隋平侯府 或者那位二夫人有仇 他疑惑地问道 之所以疑惑 是因为他觉得 这是不难办 吻婆说了 侯府二老爷是述出 二夫人虽是官宦小姐 但其副官小 家中还穷 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 即使这样 直接把卷宗移交大理寺即可 被治罪的是二夫人 隋平侯府虽会因这是被人议论 但他们帮隋平侯讨回了公道不是 朱大人是隋平侯赵元勋的旧兄 隋平侯夫人是他亲妹妹 张顺苦笑一下 把酒中里的酒一尔尽 可那位二夫人的父亲 现如今已不是小官了 十四后的今日 他已升到了正三品 现任太长四亲 时帽点筷子上 夹的一颗花生 咚得一声掉到桌上 顺着桌面咕噜噜滚了一会儿 掉到了地上 时帽点放下筷子 望着张顺 半赏不语 他可知道 朝廷的正三品大员 之所以被叫大员 是因为这官机的官已棘手 每一个的权柄都击重 这样的人 不是急得皇上青睐 就是背后站着大势力 否则 想从正四品 爬上从三品 正三品 几乎不可能 林安博和隋平侯 想通过他家大人的手动 朝中三品大员 简直是把张顺推进火炕里 这件事 咱们不能办 他严肃道 张顺又苦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他拿曹银的事来要挟我 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证据 始冒点的嘴张得老大 好一会儿 他才闭上了嘴 咽了咽干涩的喉咙 这么说 咱们别无选择了 他声音微雅 张顺点了点头 姑苏是附属之地 在此地为官 诱惑很大 有些贪漠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无人弹劾时 自然一切好说 可一旦有人弹劾 又有人故意为难 人头落地都是有的 一会儿 我就把卷宗送上去 你让人看好了那个吻婆 别让他出任何差错 张顺吩咐道 时冒点答应了一声 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跟东家说安慰话了 咱们这只是走的正常程序 毕竟案件涉及到京城熏贵 不是咱们这里能审的 魏家即便要动你 明面上也动不了 最多是在官职上做些手脚 可林安博是力部的人 魏家要动你 也得经过他们那里 这就有了一层保障 总之 事情坏不到他的地步 总比得罪了林安博 被人弹劾贪磨 丢了性命要强 临走前 朱和玉叮嘱赵元勋 为了身体 路上走慢些 但姑苏到京城三 四天的路程 赵元勋两天就走完了 进了城 他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京城的某处两进宅子 这里 他临走前叫人租的 朱和玉的弟弟朱和怀 估摸着时间 这两天一直在宅子里等着 此时见赵元勋回来 连忙迎了上来 姐夫 你回来了 情况如何 赵元勋被下人扶着下了马车 脸色苍白 满脸眷容 还算顺利 他道 你姐这边呢 朱和怀上前扶住赵元勋 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当初姐姐说 要审礼木一家 我还以为审不出什么来 没想到既然收获挺大 赵元勋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人一下子精神就许多 那就好 那就好 两人进了屋子 互相交换了信息 又细细地商讨了一番 卫士如果只是把两房的孩子换了 让赵元勋和朱氏的孩子活在他名下 享受着侯府的锦衣玉食 赵元勋和朱氏即便生气 也不会对卫士赶尽杀绝 最多是让老夫人惩戒他一番 再赶他到寺庙里度过下半辈子 可卫士基于爵位 换了孩子 还蓄意把他们的女儿扔给一个陌生村妇 好不容易发现孩子抱错 他还想用许雪来云木魂珠 许夕回府后 他又想搓磨这孩子 想起他对许夕赶尽杀绝的做法 再看看被他们精心教养的赵经理 想想要把这孩子赶走的痛苦 赵元勋和朱氏对卫士之恨就深入骨髓 所以这件事可不能轻易就算了 他们要卫士下大狱 为他犯下罪恶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想要惩罚卫士 不扳倒卫士的父亲卫秋是不行的 否则不光惩罚不了卫士 卫秋为了维护卫家生育 有可能还反过来加害老夫人和赵元勋一家 把爵位真正夺去 可卫秋能爬到正三平 自然是有靠山的 他的靠山就是井妃所出的四皇子 想要扳倒他 谈何容易 所以赵元勋跟朱和玉 朱和怀商议了再商议 才定下了一系列行动 我梳洗一番 马上去卫国公府 赵元勋道 天使还早 姐夫你歇息一会儿再去吧 朱和怀劝道 不用 赵元勋摆摆手进了盥洗室 匆匆洗了头盒澡 换了衣服 便拿着李牧一家签字画鸭的供词 去了卫国公府 勋贵之家 之所以叫卫秋和张顺 这些近世出生的普通人家子弟忌惮 就是因为人脉 随平侯府虽然没落 无人上进没有实权 但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手握实权的殷亲 还是有几个的 这个卫国公 就是老夫人唐氏的姑姑的儿子 赵元勋得称 他为表舅 双方的亲戚关系虽不算尽 却也不远 逢年过节 仍是要走动的 赵元勋之所以要去卫国公府 就是因为 卫国公的联金吴槐寺 是吏部尚书 吴槐寺 当年是太子太傅 曾大人提拔起来的 而曾大人 就是贵妃的父亲 二皇子和五皇子的外祖 当初 魏丘是想升任 吏部左侍郎这个职位的 为了这个职位 经过好一番拼杀 当时他的竞争对手 忽然无缘无故 爆出丑闻 被御史弹劾 这件事 就是魏史之师李穆甘的 这个竞争对手 可是曾太傅的人 后来 也是曾太傅插手 魏丘没能任吏部左侍郎 这才人了太长四亲 魏丘在夺权石本 就得罪过曾太傅 更不用说皇子之间的 派系斗争 现在赵元勋 就是要将魏丘的把柄 递到曾太傅手里 撬动这块 他扳不动的大石 夫人 外边传来消息 说侯爷已回京了 周嬷嬷悄悄跟大夫人说 大夫人半壁的眼睛猛地睁开 眸子亮得惊人 真的 周嬷嬷点点头 脸上带着笑 应该很顺利 否则 不会这么快回京 大夫人的脸上 也露出松快的神情来 除了担心丈夫那里不顺 他也担心兄长 毕竟朱和玉不像赵元勋 担的是虚职 十天半个月 不去衙门都没事 朱和玉 可是每日都要去上衙的 他这次去江南 是请了病假 伪装着出的门 这要是被人戳穿了 被人弹劾 可是要影响前程的 所以大夫人日夜盼望 事情办得顺利 换孩子 一事能早日尘埃落定不说 兄长也少担心风险 既然侯爷这么快回来 想来事情很顺 兄长也能很快就回来了 他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半眯着眼响了响 吩咐周嬷 既如此 二房那边就动起来吧 周嬷嬷心领神会 是 二房那边 此时卫士正在发脾气呢 做的这是什么菜 不是淡了就是咸了 拿回去扔到厨娘脸上 叫她重做 做不好 直接提脚迈出去 自打李牧一家逃跑 卫士就没一刻安宁的 总要各种挑刺骂人打人 二房的丫鬟婆子们 整日胆颤心惊 这会子 是厨房的麻烦 伺候的丫鬟们都松了一口 应道 是 赶紧亲手亲脚地 收拾了桌上的晚饭 退了出去 卫士扶了扶胸口 闭了闭眼 这些天 他总感觉心神不宁 想起要是李牧一家 被谁捉了去审问出什么的可能 他就怎么都静不下心来 李嬷嬷如何了 他问道 已经清醒了 慢慢开始可以 喝下粥了 说起李嬷嬷 丫鬟就很是感慨 大宅门都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 下人病的厉害 是必须要移出府外的 免得把病气传给主子 同时也避免下人死在府里 给府里添晦气 李嬷嬷被从柴房里抬出来 就高烧得神志不清了 侍郎中过来看诊时 便建议二夫人 把李嬷嬷出府去养病 二夫人却不肯 执意要把李嬷嬷留下 哪怕李嬷嬷得很是凶险 为着这事 她跟老夫人和大夫人 还又闹了一场 为是因为脾气坏 是个很难伺候的主子 二房的下人们 心里对她都有些不满 可李嬷嬷这件事 大家私下里都感慨 说二夫人脾气虽坏 心肠倒也不那么硬 李嬷嬷伺候了她一辈子 她宁愿顶着老夫人 和大夫人的压力 也要把李嬷嬷留在府里养病 而且还时时守在李嬷嬷榻前 亲手给她喂药 可见是把李嬷嬷当亲人看待的 李嬷嬷这辈子的辛苦 也算值了 听得李嬷嬷已经清醒 为是的心情 顿时舒缓了许多 天知道李嬷嬷说胡话时 她多么提心吊胆 就生怕她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出来 还担心她死了 为了这个 她不得不亲自去病榻前伺候李嬷嬷 自己的老子娘 她都没这么伺候过 我去看看她 卫士站起身来 去了旁边的厢房 自打知道李嬷嬷说胡话 她就叫人把李嬷嬷挪进了正院 安置在了厢房里 方便她守护 也防止其他下人来探病 听到李嬷嬷说的胡话 好在赵元良不是有事 是不会踏足正院的 这个院子就是卫士一个人住 二房的事也是她做主 李嬷嬷正在小丫鬟的伺候下喝粥 见得卫士进来 她挣扎着就要下床行礼 快躺着 好生养病 等你病好了 行多少礼不行 卫士称怪道 难得的和颜悦色 她问了李嬷嬷几句 得知她确实是大好了 这才起身又叮嘱了几句 出了厢房 李嬷嬷 夫人戴您是真的好 小丫鬟羡慕道 生病期间发生的事 李嬷嬷早已听这小丫鬟说了 她感激地道 是啊 夫人如此待我 我为夫人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 说着 她垂下眼眸 眸子里却全是冷意 被关进柴房时 她其实已存了死制 她觉得 如果她死了 不管李嬷嬷家四口在哪 应该都会好过些 至少不会因为她在卫士手中而为难 摇摆不定 可并个迷迷糊糊间 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话 说 如果她死了 她的儿孙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声音甚是陌生 她当时悚然一惊 咬着牙强撑着活了过来 她虽伺候了卫士一辈子 但那是坐下人的无奈 因着卫士对下人苛刻 李嬷嬷对这个主子 并没有多少感情 尤其是卫士命令李牧 做下那些事后 李嬷嬷日夜忧心 对卫士这个主子 更是面上恭敬 暗地里恨得要命 只恨不得盼她早点死 卫士死了 或许他们一家就解脱了 她默许甚至怂恿孙女 给赵静安坐通房 怀上孩子 坐上姨娘的位置 也是保命的一种方式 却不想现如今 一家人落到这样的下场 打从活过来起 她就知道 她这条命不再是卫士的 而是手掌她儿孙性命的 那个人的 不管那人让她做什么事 她都会去做 哪怕给卫士下毒 只可惜 儿子一家逃离后 二夫人估计再不会信任她 她想进二夫人的身 恐怕是难了 只能照着那人的吩咐 收拢春经几个下人的心 关键时刻 还得靠他们来达到目的 虽然这样做 有些对不住春经和春分 但那人也说了 卫士到了之后 几个帮过忙的下人 都会得到妥善安置 想到这里 她抬起眼来 看向旁边的丫鬟 春情 你娘身子如何了 好多了 春情笑道 师郎中来给您瞧病的时候 夫人特意请她给我娘看了看 开了新方子 昨日喝了药 今儿个早起 我娘就觉得 身子轻了许多 师郎中医术高 只给主子们瞧病 他们下人生了病 只能请别的郎中看 是不配让师郎中瞧病的 除非主子开恩 故而春情才有此意说 李嬷嬷汗手 在枕头底下摸了摸 摸出一枚银钉子 塞到春情手里 你娘那病 须得用人餐来养着 我生这么一场病也看开了 人病才是最重要的 留着钱也没用 你把这银子拿去 给你娘喝药吧 春情一正 连连白手 不肯接李嬷嬷的银子 这可不行 我们哪能用您的钱 拿着吧 李嬷嬷一把将银子 塞进她手里 你娘常年吃药 家底子都没了 左儿跟那要是夫人 替你们抓的吧 她能帮着抓一副 还能帮抓十副不成 我这银子不多 好歹能买些身须 配上几副药来吃 嬷嬷 春情的眼泪 一下子流了出来 抓着银子 哽咽道 谢谢您 平日您关照我粮多 这会儿并没好 就惦记着我娘 我们一家都感激您 您放心 等我娘病好了 我们一定攒钱还给您 平时二夫人的脾气坏 她跟春分两个丫鬟 不免挨骂受罚 多是李嬷嬷从中斡旋 帮着求情 所以 他们对李嬷嬷都很感激 而对二夫人 春情并没有什么感恩的心 李嬷嬷张嘴正要说话 就听正房那边 传来一声脆响 紧接着 就是卫师怒斥的声音 李嬷嬷和春经 都起起抖了一下 看来二夫人又发火了 卫师发火是常事 李嬷嬷本不想管的 可想了想 她对春经道 你去看看 是什么事 像这种事 春经是能走多远 就躲多远 不想被波及迁怒 但李嬷嬷吩咐 她又不好不去 待她出去一转 在进屋时 就告诉李嬷嬷 是王姨娘怀孕了 而且听说 竟然有两个月了 夫人直接砸了 那个她最心爱的花瓶 现在去王姨娘院里了 李嬷嬷心里就一跳 目光不由自主地 望向了大房那边的方向 不过她很快收回 看了春经一眼 见她正在愣神 没有注意自己刚才的举动 这才松了一口气 垂下眼眸 来想自己的心思 她一直觉得 李嬷嬷家并没有逃离侯府 而是被大夫人留在手里了 否则 她那十岁的孙子 不可能这摇脚 跟着一起不见了 不光是她这么猜测 估计二夫人也是这么想的 无奈事后 二夫人审问了 五大家的和前婆子 那两人一个手上半夜 一个手下半夜 李嬷嬷家大概是下半夜逃的 当时守柴房的 是五大家的 她当时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下责任全落到了 五大家的身上 而五大家先前不久 才把女儿嫁给了 三老爷书房的一个小厮 二夫人对着大夫人 和三夫人闹了一通 大夫人又把五大家的 和前婆子惩罚了一回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二夫人拿不到证据 也找不回人 虽心有怀疑 却无可奈何 但李嬷嬷从那晚她生病 有人接近她 并递了那句话 她对儿孙下落的猜测 又肯定了几分 毕竟关押李嬷的是大夫人 安排首页的仍是她 她真要做手脚 便是五大家和前婆子 都发现不了 即便发现 也不敢说 毕竟这个侯府仍是 大夫人当家 现在这当口 爆出王姨娘有孕的事 李嬷嬷直觉李 就觉得是大夫人做的手脚 二夫人和二老爷 夫妻关系不睦 二老爷几乎不回 正愿歇息 不是住在前院书房 就是宿在姨娘那里 但因为二夫人的厉害 二老爷也不敢去触碰 她的底线 那就是 再弄出叔叔子女 要知道 当初四姑娘出生时 二夫人娘家还不显 她都能因为这个 输出孩子的存在 整治的二老爷苦不堪言 最后四姑娘的亲娘 还是被逼得上吊死 为了不传出 善度和恶毒的名声 又因为是个女孩 二夫人才容四姑娘活了下来 二老爷也知道自己 如果弄出叔叔子女 以卫视的凶残和毒辣 不光生出来的孩子不能活 她的姨娘或通房也活不了 所以一直逼着她的女人们 喝壁子汤 可现在 王姨娘竟然怀孕了 怀了两个月都瞒着 偏好巧不巧地 在这当口传到了二夫人的耳里 李嬷嬷就觉得 是大夫人故意让人泄露的消息 至于大夫人做这些事的原因 依着卫视对五姑娘的态度 和前段时间不经意露出来的口风 李嬷嬷隐约能猜出几分 有可能 五姑娘都不是二夫人亲生的孩子 至于她那个亲生孩子去了哪里 想想自己的猜测 李嬷嬷就经不住打了个寒颤 春青小声地问道 李嬷嬷 你说 为什么明知道二夫人不容 王姨娘还敢这么干 也明知道二老爷靠不住 李嬷嬷一笑 还能为什么 富贵险中求呗 那王姨娘手段也不赖 你以为是什么省油的灯 她不会死吧 李嬷嬷摇摇头 将身子往后一靠 移在了枕头上 前段时间 你觉得 她为什么老往老夫人院里跑 为的就是找靠山 她觉得 老夫人和大夫人都是慈和人 是不会让二夫人 就这么取了她和孩子的性命的 大概也是如此 大夫人才会在这当口 把消息传到二夫人里 毕竟怀了孩子 藏是藏不住的 四五个月后 肚子总要大起来 这时候传出消息 王姨娘或许提前 一两个月面临这些 但大夫人成了她这份情 也定然能护得住她的安全 想到这里 李嬷嬷更坚定了 听从那人吩咐的心 如果她的儿孙性命 真掌握在大夫人手里 那她真没什么可犹豫的 大夫人可不是没手段的 否则管不住 这么偌大的一个侯府 二夫人也不敢真欺负到她头上 偏她还心善 为人宽厚 如果自己帮了大夫人 大夫人再如何 也会给他们一家 一条生路 反之 如果自己帮二夫人 不管最后如何 二夫人也一定会迁怒于他们 不会让他们有好下场的 更何况 你以为二老爷真那么怂 不会护着王姨娘 李嬷嬷又道 春京这些年轻姑娘看不出来 可李嬷嬷却觉得 二老爷对王姨娘 是动了真情的 没准会为这事跟卫士扛上 那位王姨娘 表面上看上去青春柔弱 实际上是个极有手段的 被卫士压狠了的二老爷 最吃她这一套 这阵子 看似她塑在几位姨娘那里的次数都差不多 实际是在保护王姨娘 李嬷嬷曾多次劝过卫士 对赵元良不要这么凶 即便做不到温柔以待 也可以给她些甜头吃 让卫老太爷给她谋个差事做作 毕竟赵元良不管是不是庶出 以前也是国公府的公子 打小锦衣玉食 从未吃过苦 整一个顽固子弟 这样的人从来没受过气 岳家又没盯点好处给他 他哪里肯被妻子压上一头 可谓是不听 跟丈夫斗鸡眼似的闹了几年 最后还不是管不住赵元良那欠 搞得赵元良连正房都不来了 现在好了 王姨娘因为怀孕 让赵元良跟卫士斗起来 大夫人在后面再使一把力 等大夫人对付卫士的时候 卫士连赵元良 这个天然的同盟军都靠不住 只能孤立无援 如果她换孩子的事是真的 一旦这是被爆出来 又没赵元良护着 魏家为了名声选择放弃他 他整个人就完蛋了 魏妻怒气冲冲 去了王姨娘院子 却扑了个空 得知王姨娘去了老夫人处 魏妻恨得牙痒痒 提起裙子就往荣喜堂挤去 要是李嬷嬷在此 或许会劝他两句别冲动 在院里等王姨娘回来再说 毕竟王姨娘不可能在荣喜堂常住 不说她是二房的姨娘 便是大房的姨娘 也没有住在老夫人院里的道理 但魏氏本就是个性子及冲动的人 亦遭亦怒 这些年魏秋冠做得大 更让他做事越发不计后果 性情越发暴躁 此时没有李嬷嬷劝谏 他想都不想 直接冲到荣喜堂里 草草对老夫人施了一礼 就问道 我听下人说 王姨娘到老夫人这儿来了 说着 目光就在屋里群寻 老夫人正在喝燕窝粥 闻言将勺子往碗里一扔 怒道 魏家就是这种家教 婆母用饭 不知上前伺候 直接冲进来就质问 我是你家犯人 说着不等魏氏说话 就吩咐戴冒 请二夫人出去 金嬷嬷和琉璃 立刻上前拦住魏氏 二夫人还请出去等侯 有什么事等老夫人用过饭后再说 魏氏在屋里没看到王姨娘 也赖得跟老夫人吵 只放了一句话 我们二房的事 我自会处理 不劳老夫人费心 如果那王姨娘过来 还请老夫人替我把人送回去 说着不带老夫人说话 转身就走 老夫人气得 把碗直接扔到了桌上 发出当当的脆响 魏氏听见身后的响声 脚下顿都不打 直接出了门 然后往左右看了看 吩咐春分道 去看一看 看她见人是不是藏在这儿了 金嬷嬷名义上是送魏氏 其实是不放心她 非得看着她出了院门才放心 这会儿正站在魏氏身后 一听这话 她脸色就沉了下来 高声道 二夫人 这是老夫人院子 可不是你想搜就能搜的 除非你爹当了皇帝 否则可没权力抄咱随平侯 她高声说话 就是想让屋里的老夫人听见 老夫人在屋里听到 魏氏胆敢搜她屋子 气得浑身发颤 但她人老成精 虽不知道这几天闹出来的动静 是不是大而吸引发的 但短短几日内 一波魏平一波又起 还都是针对魏氏的 她心里也有几分猜测 子嗣被换 这在大宅门里是大忌 但也有人坐着说话不腰疼 一旦他们知魏氏知得很了 甚至连魏父的官职 都要受影响 没准就有人得说 他们随平侯府 太赶尽杀绝 不厚等 毕竟魏氏可是 替赵家生了儿子的 被换出去的许熙 也活得好好的 最不至死 大不要把她 送到庙里清修 或干脆修了 没必要置她于死地 甚至连累魏家 但老夫人却知道 魏氏甚至魏家人 都是牙子必报的 魏氏不认为自己有错 只会恨惩罚她的人 这女人太疯狂 即便送她去寺庙清修 或修回魏家 只要魏秋不到 她就能利用一切手段 报复随平侯府 把她这个老夫人 和大房的人都害死 让赵静安席绝 都是极有可能的事 这种人 唯有死了 随平侯府才能得到安宁 就得先在道义上站住脚 让外人说不出话来 大儿洗出手 想必目的也是如此 这么一想 老夫人当即便 按捺住心里的怒火 坐在屋里默不作声 惊魔默的用意 魏氏自然知道 听她说得严重 她也有些心虚 正打算在老夫人 怒斥她的时候 先退让一步 等她出了院子 再派人拿钱 来收买老夫人院里的 粗屎婆子 打探王姨娘的藏身之处 并顺便让人 把许夕住的品名居 也搜一搜 反正王姨娘 她是一定要搜出来 打杀了她 但没必要为此 担上金默默说的那些罪名 不说什么抄家不抄家的 光一个忤逆罪 也够她受的 可屋里的老夫人 竟然默不作声 这是怂了 魏氏一下子就得意起来 这些年 因她父亲的官越做越大 老夫人再面对她时 也一步步退让 魏氏也在一步步 试探底线时 越来越得意 形势越发没有忌惮 这会儿 老夫人的默不作声 就被她解读为 老夫人的退让 她朝金默默轻哼一声 冷冷道 金默默 身为下人 我劝你还是墨药馆的太宽 免得闪了老妖 金默默跟老夫人 做了几十年的主仆 见她说得那么大声 老夫人在屋里 明明听见了 也没作声 就知道老夫人 又一次做了退让 她心下叹息 后退了一步 没有再说话 魏氏更得意了 看向春分 赤道 怎的还不动弹 春分的身子抖了抖 不得不磨到隔壁屋子前 凑到窗户上往里瞧 门没锁的话 进去看看 魏氏又道 春分没办法 明知这举动不妥 没准这是闹起来 她要作为魏氏的替罪羊 被打板子 但还是不得不照做 老夫人和大夫人宽厚 且心里清楚 这不是她的错 在打板子的时候 无论是数量还是轻重 都不会置她于死地 可如果她不听二夫人的吩咐 敢跟她作对 那不是打板子的事情了 而是提脚迈出去 以二夫人的心痕 定然要把她迈到窑子里去 还是最下等的那种 以前可有不少姐妹 落到这种下场 偏她们是二夫人的 陪房所生的孩子 身气都在二夫人手里 二夫人要卖他们 老夫人和大夫人 根本没法子拦 屋子里 老夫人趁着魏氏 跟春分说话的功夫 巧声对戴帽道 一会我晕过去 你们先跑去 跟侍郎中说 我是被气中风了 再去叫大夫人 四个大丫鬟 都是聪明灵力能干的 才会被提到老夫人屋里伺候 魏氏这举动 戴帽也气得不轻 这会儿听老夫人的话 知道她要整治二夫人 顿时眼眸发亮 用力地点点头 表示领会了老夫人的意思 送了魏氏出门 就回转身的琉璃 也心领神会地点头 老夫人见状 将身子往椅子上一靠 头一歪 就闭上了眼 戴帽和琉璃 连忙惊呼出声 老夫人 老夫人 戴帽又慌乱地喊 快 快去请郎中 老夫人晕过去了 我去 琉璃就飞快地往外跑 金嬷嬷和魏氏 在外面都唬了一跳 金嬷嬷赶紧回身进了屋里 看到老夫人靠在椅子上 双目紧闭 嘴歪眼斜 一动不动 戴帽一面摇着她的身子 一面哭泣不已 金嬷嬷顿时扑过去 跟着戴帽一起哭喊起来 卫氏看到老夫人一动不动 嘴巴还有些歪斜 心里也慌乱起来 她是见过中风的人的 老夫人这样 明显就是中风了 她连忙叫住春风 快 赶紧走 说着 提起裙子 就想下台阶 琉璃出门之时 就叮嘱了粗屎婆子两句 这会儿卫氏一动 两个粗屎婆子立刻上前 拦在了卫氏面前 二夫人把老夫人气病了 不想着救治老夫人 竟然要走 老奴活了一辈子 还没见过像这样的儿媳妇 琉璃担心 两个粗屎婆子拦不住卫氏 一路跑去 看到下人就求助 此时便有下人不断进了荣喜堂 门口都被堵住了 此时听到粗屎婆子的话 大家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卫氏 也帮着粗屎婆子拦着卫氏 大家都是从大夫人手 里领阅历银子的 可不怕卫氏 卫氏一见这情形 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 先前没人注意 他悄悄地走 事后死不承认 一位家的权势 只要他不理亏 侯府就拿他没办法 也不能把老夫人生病的缘由 死扣到他头上 可现在粗屎婆子不让他走 这么多下人都看到了 他想走也走不了 即便走了 身上也担了不孝的罪名 他只能喊道 我不是要走 我是要去请郎中 琉璃去请了 不劳烦二夫人 二夫人还是老实待在这里的好 你为个姨娘 就要搜查老夫人的屋子 老夫人气得中了风 你哪都不能去 等着侯爷和侯夫人来问罪吧 粗屎婆子得了琉璃的吩咐 一口大锅咚一声 给卫氏扣在了头上 我没有 我怎么会 卫氏自然要争辩 金嬷嬷在屋里一抹眼泪 冲出来就对着卫氏大喊 你还想抵赖 你明知道老夫人身子不好 既然不顾老夫人的劝阻 叫人搜查老夫人的院子 我就没见过这么跋扈的儿媳妇 你是想气死老夫人 老夫人 说着 她又回去对着老夫人大哭起来 金嬷嬷并不知道实情 她跟老夫人感情又深 名为主仆 实则跟亲姐妹也差不多 这会子又急又气 情绪激动 哭了两声 自己也晕了过去 老夫人知道自己要稳住 尽管心里担心金嬷嬷 也尽职尽责 在歪斜着嘴中风 金嬷嬷这一晕 屋里又是一片兵荒马乱 而金嬷嬷这一晕 她晕倒之前 扣在卫士头上的那口大锅 卫士是怎么也拔不下来了 侯府经济紧张 却还能养一个府衣在府里 就是因为大夫人担心 婆婆年纪大了 要是有个好歹 来不及请郎中 因此 她安排侍郎中住的地方 是离正院不远的一个小院 中间有一道门跟内院隔开 从小门过来 不需要多长时间 因此 侍郎中来得特别快 她进来看到老夫人 拿了拿卖 就开始往外赶人 除了金嬷嬷和一个丫鬟 其余人都出去 围在这里 对病人没好处 金嬷嬷刚才被掐了一下 人中就醒了 这会儿正对着老夫人捶泪 侍郎中 老夫人这是 卫士却没动弹 想要问她究竟 她倒没有怀疑老夫人装病 而是担心她病得太重 自己担的罪名 可就难洗刷掉了 中风 侍郎中道 我得给她施针 救治不及时 怕是好不了 说着她又挥手 赶紧出去 要是言误时辰 救不了老夫人 后果自负 你还想怎样 你还想怎样 你非得看着老夫人死了 才心甘是不是 金嬷嬷看着卫士这样 立刻眼露凶光 只恨不得扑上去 把她给掐死 看到金嬷嬷要吃人一般 其余人都用嫌误的眼神望着自己 卫士心里越发慌乱 也不敢再在屋里待着 只能随着大家出去 时针的时候 最急被人打扰 琉璃 你把门关上 再和其他几个下人在门口守着 没有我的吩咐 谁都不许见 狮郎中又吩咐道 琉璃是知道实情的 赶紧去把门关上 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卫士 差点被门砸着脑袋 她瞪了琉璃一眼 却也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再乱发脾气 只能将这口气咽下 暗暗发是等着试了了 她再找机会 整治琉璃这个死丫头 听到关门声 因为歪斜着嘴动也不能动的老夫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恢复正常 睁开了眼睛 装晕真的好累有没有 尤其还要歪嘴斜眼 更增加了难度 戴帽担心金嬷嬷叫出声来 早已在老夫人动弹的时候 眼疾手快地捂住了金嬷嬷的嘴 金嬷嬷还真差点叫出声来 狮郎中是大夫人请进府的 人品也好 而且能来做府衣 十分熟知大宅门里勾心斗角的各种手段 对此倒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她在侯府待了也有五年了 对侯府的人和事也十分了解 早就看不惯卫士了 得知老夫人要装病承接卫士 十分乐见其成 因此刚才就极力配合 老夫人身子还是有点小毛病的 我给您扎两针置一置 另外再开负重风的要去遨摇 也免得被人看穿 狮郎中小声道 老夫人感激地朝她点点头 狮郎中便给她下了几针 老夫人有偏头疼的毛病 不过不是很严重就是了 这会儿狮郎中下的针就是至这个的 七八根银针扎在头上 看上去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平时老夫人从不让二夫人和三夫人伺候 两人初一时午早上来问个安舅总 对老夫人的情况并不熟悉 就现在这满脑袋扎满银针的情况 想护弄卫士就已经足够 留在了针在脑袋上 狮郎中开了一副中风的方子 用正常的声音对琉璃道 拿着方子快去抓药 琉璃音声开门出来 就看到侯爷和大夫人 二夫人都站在门口 侯爷和大夫人满脸焦虑 老夫人如何了 一见到门开 赵元勋和大夫人就问道 一边往门里走 两人并不知道老夫人这病是庄的 本来吃晚饭之前 大夫人一定会过来老夫人这里 伺候婆婆吃饭的 以前不跟许夕吃饭 老夫人的晚饭一般要比三房人的早 就是不想耽误大儿媳回去跟儿子 孙子一起吃饭 但今天要等赵元勋回来 急于从他嘴里知道消息 大夫人便没有过来 赵元勋也是刚进府 还没来得及跟妻子说两句话 就听到下人传来的消息 他本就身体不好 又舟车劳顿 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身子一歪 差点就倒下了 但挂念着母亲的身体 他还是强撑着跟妻子到了正院 这会儿看到母亲清醒了过来 但嘴外眼邪果然是中风之相 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拔开琉璃就要亡理解 大夫人更是内疚 老夫人发病的原因 他们已听下人说过了 王姨娘怀孕的消息 是她让人传出去的 利用了王姨娘 她也能护住她的安全 其他的她觉得没什么危险 最多二房的下人遭点罪 可没想到 卫士竟然发疯到来气老夫人 把老夫人气病了 虽然罪魁祸首是卫士 但她觉得 如果自己不把王姨娘怀孕的事透露出去 或许老夫人就不会被卫士气着 因此她万分自责 跑到老夫人面前就呜呜哭了起来 看到赵元勋和朱氏的反应 卫士又透过开着的门 看到老夫人头上扎了许多针 嘴仍歪斜着 心里对她的病情没有丝毫怀疑 毕竟老夫人年纪大了 被她刚才的举动一气 中了风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侯爷和侯夫人进来就行了 其他人都出去 都出去 老夫人现在钉点气都动不得 要是再被气着 那可就不好办了 十郎中间门一开 一群人就想亡理解 赶紧出声阻拦 琉璃在赵元勋和大夫人进门后 就赶紧将其他人拦住 在外面把门给关上了 自己把守在门外 担心屋里说话被人听见 老夫人装病的是露宪 她就开始赶人 大家都别围在这里 都散了吧 下人们赶紧散了 有头脑机灵的赶紧去报信 毕竟老夫人病了 三夫人这个儿袭来得太晚 没准就能得个大赏 三夫人娘家地位不显 但有钱啊 卫士横了琉璃一眼 理都不理她 站在原地不动 琉璃是个下人 卫士不听话 她也没办法 而且琉璃担心 老夫人和大夫人 不想让卫士 就这么离开荣喜堂 毕竟二夫人把老夫人弃病 可是件大事 一会儿 侯爷和大夫人 是一定要纠近她的 这时候放她离开 谁知道会不会打乱 老夫人和大夫人的计划 她只好招呼文生 从外面赶过来的珍珠 去 给二夫人拿张凳子 对她使了个眼色 珍珠会议 从隔壁搬了张凳子出来 放到柱子旁 二夫人请坐 对这两个丫鬟殷勤的态度 卫士还算满意 看到三夫人苏氏 匆匆进了院门 院子里还有几个荣喜堂的下人 担心她气坏老夫人的消息 被苏氏知道 卫士眼珠子一转 对珍珠道 我们坐在这里 也不是个事 不如去厢房等着吧 她又吩咐春分 你在这待着 师郎中出来马上换我 知道了 春分连忙答应 卫士这才下了台阶 一把抓住 正准备上台阶的苏氏的胳膊 走吧 去厢房 珍珠也道 三夫人 师郎中正在给老夫人施针 不许大家围着 您跟二夫人到厢房坐坐吧 说着 开了西厢房的门 请他们进去 这府里除了赵元勋夫妻和赵经丽 赵经安等几个孩子 是真心关心老夫人的 其他人无论是苏氏 还是两个数字 对老夫人都是面子情 暗地里恨不得她早死 好把压在头上的这座山给拿掉 因此 卫士和珍珠这一招呼 苏氏问侯了两句 表达了自己对老夫人的关心 就跟着进了西乡 琉璃见状 暗自松了一口气 屋里 老夫人早已拉着儿子的手 肖问道 回来了 他此时脸上的表情已恢复正常 再也没有歪嘴斜眼 但为了让门外的人听见 说话还是含含乎乎的 声音也不大 担心儿子 而且还没明白自己是装病 他又压低了音量 口齿清晰的问道 情况如何 赵元勋和珠氏看到他这样子 顿时呆了一呆 明 老夫人忙凑到赵元勋耳边小声道 我是装病的 别担心 他这装病 别人都还好 就怕赵元勋知道消息会扛不住 儿子的身体本就差 在舟车劳顿 他担心他还没倒下 赵元勋就倒下了 老夫人不知道赵元勋已经回来 要是知道 肯定不会在这当口装病 在老夫人看来 诚治卫士虽然重要 但再如何 也比不上自己儿子的身体 明白老夫人是装病 大夫人喜极而泣 经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哭声传到外面 又证实了老夫人中风病重的事情 赵元勋知道母亲挂念什么 拍了拍哭泣的妻子 对母亲道 查明了 跟你们所猜想的一样 老夫人一正 抓紧了儿子的手 真的 赵元勋点了点头 老夫人转头看向大夫人 别哭了 赶紧给姑奶奶们传消息 就说我病了 诗郎中最不想知道 这些宅门里的阴丝 知道越多 死得越快 他听到这里 赶紧扬声道 侯爷 夫人 你们别哭了 免得老夫人担忧 来 让开闲 我给老夫人拔针 大夫人也知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又知道卫士这人疑心重 府里的下人们也人多嘴杂 万不能让老夫人装病的事传出去 他赶紧趁着自己刚才哭过 赶紧带着浓浓的鼻音道 有劳诗郎中了 诗郎中 你一定要把我娘给治好啊 老夫定当尽力 狮郎中道 他开始一根根的给老夫人拔针 拔完针 他输了一口气 好了 扶老夫人进内室歇息吧 老夫去外面看着下人熬药 说着 收拾东西开门出去 大夫人跟金嬷嬷 扶着老夫人进了内室歇息 又叮嘱了金嬷嬷和戴帽几句 他这才跟赵元勋出了门 去了东乡房 赵琉离过来问话 明知道老夫人是装病 可听到卫士为了个姨娘 要搜查老夫人的院子 不光是大夫人 便是赵元勋也气得浑身发抖 去 把二老爷找来 我倒要问问 他是如何管教屋里人的 赵元勋喝道 大夫人也吩咐 去给各位姑奶奶送信 就说老夫人病了 见卵嬷嬷嬷答应一声就要走 他又道 这活儿你吩咐下去就是了 你跟金嬷嬷二人 在家留婆子等人 把二夫人送回卫家去 将今天的事 跟亲家公亲家母说清楚 就说他们卫家的女儿 行事如此跋扈 我们侯府实在销售不起 还请他们 把女儿留在府上 好好教导 这是豪门世家 对儿媳妇最厉害的惩罚措施了 毕竟豪门勋贵 结亲都是门当户对 娶得儿媳妇家中 也是有权有势的 那么儿媳妇犯了错 想要不得罪亲家 自然不能像对待家中孩子一般 罚贵祠堂 他们小错罚超佛经 关禁必思过 大错就只能送回娘家去 一旦嫁出去的女儿 被这样送回娘家 娘家也是很没有脸面的 外人知道了 必觉得这家的女孩品行不好 不愿意跟这家人结亲 那么家中的女孩子 嫁人时就会变得艰难 这种惩罚 不是对儿媳妇本人的惩罚 而是对整个家族的惩罚 为了不连累娘家 出嫁女自然也要谨言慎行 不敢犯错 当然 这是结亲双方门第 全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一方的门第高 全是重 另一方只能忍气吞声了 大夫人把卫士送出去 这只是明面上的 先画一波卫家的名声再说 暗地里 自然还有一番较量 苏氏自打嫁进来 没被婆婆搓磨 没被长嫂欺负 倒是被卫士欺负得挺厉害 一听卫士搜查容喜堂 把老夫人气病了 苏氏心里简直爽得不行 嘴里忍不住嘲讽道 二嫂你可真厉害 查自己房里的姨娘 都查到老夫人院里来了 没准你家王姨娘 躲到宫里去了呢 二嫂你可赶紧去查一查 莫要让她逃了 卫士气得眉毛倒数 插着腰就要骂人 大夫人深知卫士的脾气 担心她不管不顾地闹起来 真把老夫人气病了 她连忙喝道 都给我闭嘴 要吵出去吵 老夫人都给气病了 郎中叫静娘 不能再动一丁点气 你们倒好 又在容喜堂吵起来 说着她对苏氏道 苏氏你也是 婆婆生气 你不见半点焦急 还有心情在这里讽刺你二嫂 苏家的教养 看来也不过如此 要不你跟你二嫂一样 也回娘家待着 苏氏赶紧跟安纯似的 把头一缩 再不敢作声了 苏氏也被训斥 卫士心里就好受了些 不管大夫人在不在此 她都得跟苏氏好好吵一架 可今天她心虚 老夫人被她气病 只要不是太严重 有卫家护着 侯爷和大夫人 最多把她送回娘家 去出出气 迫于卫府的权势 不久就会让赵元良 把她接回来 她只当回娘家陪陪爹娘 倒没有多大的事 现在看侯爷和大夫人 还有精神来查问事情的缘由 想来老夫人的病情也没多重 但如果她再让老夫人气一次 因此加重病情 最后一命呜呼 十分孝顺的侯爷和大夫人 现在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她朝苏氏轻哼了一声 给了她一个你给老娘等着 过后再收拾你的眼神 转头对大夫人道 不用你们送 我自己回去 说着 转身就走 大夫人一个眼神都欠缝 吩咐阮嬷嬷嬷和刘婆子等人道 跟着她 送到卫府为止 阮嬷嬷嬷和刘婆子等人应下 跟着卫氏出了院门 卫氏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空着手回去 出了门禁直回了二房 打算去收拾东西 她这一去 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所以 转嬷嬷由着她收拾 至少她贵重的东西让她带着 免得以后 又为了这些东西 跟侯府扯皮 赵如雨每天放学了 都要先来容喜堂 给老夫人请安的 今天她一回府 就见夫李下人 面带慌乱的四处奔走 抓住一个疑问 得知老夫人中风了 她赶紧来了容喜堂 把刚才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知道老夫人中风 是卫氏闯的祸 又听说大夫人 要把卫氏遣送回娘家 赵如雨的心 就突突地往下沉 上辈子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虽然卫氏脾气坏 行事跋扈 但因为卫老太爷的权势 为了家宅安宁 老夫人和大夫人 一直容忍着她 当年王姨娘 也瞒着卫氏怀了孕 跑来求助于老夫人 老夫人却没管 最后 卫氏让人给王姨娘 灌了打胎药 孩子留掉了 王姨娘缠绵病塌半个月 也一命呜呼 为此 赵元良跟卫氏狠狠吵了一架 半年没回正房 但依然拿卫氏没办法 卫氏也不需要丈夫 关心关心儿子 骂骂庶女 打打吓人 日子也过得自得其乐 最后赵元良想大心切 不得不低头去求卫氏 只要不弄出数字庶女 卫氏是不管她的 倒也隐了 而赵元良此后 不管再宠妾氏 也再不敢让妾氏怀孕 有了王姨娘的前车之鉴 赵元良的姨娘们 都老实的不行 再也不敢心存妄念 因此他们二房 直到随凭侯府倾妇了 都没有多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 就是他跟赵如蕊嫁了出去 赵金安娶了妻子 又生了孩子 所以他实在没料到 今天会闹这么一出 他对卫氏没什么感情 卫氏如果真回家了 他跟赵如蕊的日子 都能好过许多 但卫氏被遣回去 一旦这是传扬出去 他跟赵如蕊的婚事就艰难了 谁愿意娶像卫氏这样 忤逆婆婆 跋扈的连婆婆的院子 都敢搜查的女人 女子书院恐怕也架不进平南侯府 而且女子书院是最重品行的 一旦这是让人知晓 没准他就要被女子书院 勒令退学回家 想到这一系列的后果 赵如蕊的头皮就发麻 他绝不容许卫氏被遣送回去 他低声对付书道 你快去告诉二少爷 就说大夫人要把他娘修回卫家 让他赶紧来求情 服书正要走 又被赵如蕊一把抓住 他自己来估计没用 让他去求大少爷一起来 服书也知道 卫士被遣对赵如蕊影响甚大 见卫士已被阮嬷嬷等请出门去 往二房那边去了 赶紧飞跑出了荣喜堂 现在正是吃晚饭时间 赵经历和赵经安都各回大房和二房吃饭了 不在前院 服书想了想 抓了一个路过的 不知道荣喜堂里发生的事的婆子 给了一把铜钱 秧他去大房 把大少爷换到荣喜堂门口等赵经安 自己飞跑着回了二房 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因为府里下人都愿意替大房的人跑腿 却不大愿意给二房跑腿 大房离荣喜堂近一些 二房远一些 但服书超小到拼了命地跑 把卫士一行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进到二房找到赵经安时 喘气喘得都说不出话了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慢慢说 不着急 赵经安正跟赵如蕊坐在善厅说话 等着卫士回来吃饭 见他这样 赶紧到 赵元良因为不耐烦面对卫士 是很少回二房吃饭的 三个孩子都习惯了 只跟卫士一起吃 想起服书是去女子书院接赵如蕊回来的 此时只有他一人 赵如蕊不见踪影 两人便以为是赵如蕊出了事 问道 是不是如蕊在书院里出了事 服书摇摇头 终于喘云了气 道 夫人 夫人为了王姨娘怀孕的事 去荣喜堂搜查 把老夫人气中风了 这会儿 大夫人要把夫人遣送回卫家呢 赵经安和赵如蕊都一待 见两人没反应过来 服书急得跺脚 你们快去求老夫人和大夫人收回成命 把揪住赵经安的袖子 我以央人去叫大少爷了 估计大少爷快到了 二少爷您快些去 在大少爷进门前把他拦住 求他一求 让他出面跟老夫人和大夫人求情 否则 大夫人是不会同意让夫人留下的 卫士在侯府里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唯有对赵经安这个儿子 那是极其用心的 他疼爱儿子 却又不溺爱他 对赵经安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品行上 都严格要求 相比起整日跟小妾私混 要不就是出去 跟朋友喝酒玩乐的父亲 赵经安更喜欢一心为他的母亲 跟母亲的感情也最深 此时听到卫士要备休 他顿时急了 拔腿就往外跑 我去求大哥 福叔正要去追他 转头见赵如蕊仍站在那里不动 似乎在犹豫 不由己到 夫人备休 对四姑娘您可没好处 说着不再理会赵如蕊 提起裙子就往外跑 赵如蕊本来觉得 如果没有卫士这个性子刻薄的嫡母挺好 就算卫士备休 赵元良再娶一个 想来情况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他没必要去替卫士求情 经福叔这么一提醒 他也反应过来了 连忙朝福叔的背影道 等等我 见福叔头也不回 越跑越远 他跺了一下脚 连忙也追了出去 赵如蕊不怎么运动 又有点不大 想趟这趟浑水 跑跑停停 等气喘吁吁的跑到容喜堂 就看到赵经安和赵经丽 赵如蕊已站在院门口不远处说话了 赵如蕊捂了五块要窒息的胸口 坚持着跑了过去 正好听见赵经丽道 能把祖母气的中风 让你娘回去住几日也好 否则下次行事 仍这么不知轻重 等卫家有了表示 我再替你娘求情好了 但现在不行 大夫人可不是说住几天 是要休了我娘 赵如蕊道 求求你了 大哥 要是我娘被浅被休 我们不光没娘 以后还要被后娘戳磨 传扬出去 会影响整个侯府的名声 说着 他扯了扯赵经安的衣袖 赵经安被卫士保护得极好 赵元勋和大夫人 对他也很关爱 赵经丽这个堂兄 更是跟他感情深厚 他又是个憨吃憨睡 没多少心眼的人 遇事从来不会想得太多 母子本就情深 现在一听赵如蕊说 他娘要被休 以后还会有后娘来戳磨他 他就更慌了 哥 求你了 你帮我替我娘求求情吧 我娘做错了事 让老夫人和大伯母罚他 我也替他受罚 打我十几板子都好 就求你们别把我娘给休回去 赵经丽犹豫了一会儿 一咬牙 不行 二婶今天能把老夫人气着 明日就能放火杀人 大人既然要这样做 自有他们的道理 我不能干涉 这个情 我不能求 不会不会 我保证 我娘她知道错了 以后我也会看着她 不让她惹祸 赵经安赶紧保证到 大哥 求求你了 赵如与见赵经丽 还是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干脆一提裙子 跪了下去 还扯了扯赵经安的衣服 赵经安也赶紧跪下 一边哭一边求赵经丽 大哥 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赵如蕊见状 连忙跑过去也跪在了赵如与旁边 赵经丽也不知是被他们三人的行为弃的 还是羞的 脸一下子仗得通红 侧身避开 指着三人道 你们 这是做什么 大哥 这不过是你的举手之劳 老夫人和大夫人一向宽厚 刚才大夫人只不过是在气头上 这会儿 你帮着说两句好话 她就会松口了 赵如与抬起头 眼泪汪汪 家和万事兴 这是老夫人常说的话 她老人家 也一定不希望把这事闹大的 把我娘遣回魏家 让侯府跟魏家对上 对侯府有什么好处 不如在家里责罚我娘一同就好了 错以犯下 不可改变 不如把损失降到最低 赵经丽一听这话 顿时犹豫起来 她也不小了 身为侯府世子 她看得听得想得 必然要比赵经安这样的普通孩子要多 她知道 以前卫世言行不当 让祖母和母亲生了气 祖母和母亲百般隐忍 就是因为魏家如今的权势 现如今想来 母亲也不想跟魏家对上吧 双方对上 要是侯府在魏家的逼迫下后退了 那祖母 父亲和母亲 有多难堪 出去见人 会不会被人所耻笑 可要是不择罚魏氏 侯府是不是又显得太软弱了 赵如雨见赵经理有些松动 又赶紧趁热打铁 当才我打听过了 因为侍郎中就在府里 就职得快 老夫人病情不是很严重 慢慢调养就会好起来 犯的错儿后果竟然不是很严重 在府里惩罚我娘就是了 被遣送回娘家 这是要是传阳出去 我跟四姐倒还罢了 躲在家里不出去就是 可二哥呢 有这样一个母亲 一出去就被人指指点点 他往后怎么办 说着 他眼面哭泣 赵经安想想这个后果 打了个寒战 连忙也继续哀求起来 彩蝶 彩云是跟大夫人一起过来的 大夫人带着周嬷嬷进了正堂 待卫士和苏士出荣喜堂后 他们俩就直接守在了荣喜堂门口 看到这情形 彩蝶赶紧进了院里 把外面的事 跟赵元勋和大夫人禀报了 大夫人的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周嬷嬷连忙问道 要不要老奴去喝吃二少爷和四姑娘 六姑娘一通 大夫人摇摇头 道 不必了 且看他如何行事吧 他闭了闭眼 可强忍住的泪珠子 还是滚落了下来 赵元勋见状 心疼地握了握朱士的手 叹了一口气 因为赵经理是柿子 他跟朱士在他身上花的精力最多 从小不光在文武两道上培养他 在品行上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如果赵经理不顾老夫人的病情 和做人的原则 真到他们面前来替卫士求情 虽说他也许只是 雇着兄弟情深 本意上不是为了卫士 但因为知道 他是卫士的儿子 赵经理的同胞兄弟 他和朱士就总忍不住 往青元血脉上去想 青母子 青兄弟之间的血缘情深 是不是真的割不断的呢 后天养育再精心 对他再好 也抵不住人家青母子之间血脉相连 自打知道赵经理不是他们的儿子 而是卫士为了抢夺侯府爵位 而使得一个阴谋 他跟朱士 就再也不能以一颗公正的心对待赵经理了 本来他们对如何处置赵经理 还有一丝犹豫 此时赵元勋和朱士都清晰地认识到 他们不能再留赵经理在身边了 否则他们一难平 赵经理也会因为他们的态度 而产生心理扭曲 那样处置对西姐和赵经理也不公平 所以还是各归各位 各自相安吧 赵元勋和朱士坐在那里各自思量 就听周嬷嬷轻声提醒 侯爷 夫人 大少爷进来了 两人抬头 就看到赵经理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赵经安和赵如雨 赵如蕊 赵经理先对两人施了一礼 然后关切地问道 父亲 母亲 祖母情况如何 赵元勋看了妻子一眼 见她紧抿着唇 眼皮子都不抬 看都不看赵经理一眼 完全没说话的意思 所以开口道 就治及时 情况还好 这是他们统一的说辞 毕竟要是说得严重了 结果后面老夫人半点中风的后遗症都没有 实在说不过去 但为是因为严形跋扈 把婆婆气中风 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个孩子都松了一口气 赵经安和赵如雨 赵如蕊 掀了钱金跪了下去 赵经安道 我知道我娘行为不当 弃病了老夫人 应该受罚 我想恳求大伯父 大伯母容 我为我娘担心责罚 我娘最是疼我 如果因为她犯错 而我被打上十几板子 她定然会反省自己 以后说话做事 就会三思而后行 不敢轻易再犯错 这个惩罚的效果 要比把她送回未加强 所以恳求大伯父 大伯母应允我自求 打自己十五板子 也无需大伯父 大伯母行兴 我叫二房的管事小司来打 之所以是十五板子 是她认真考虑过的 这在她的身体承受范围内 也不会让大伯父 大伯母太过为难 赵如雨 赵如蕊也行礼道 我们自请超二十遍佛经 为老夫人祈福 待三人说完 赵经丽这才道 父亲 母亲 二弟和四姐 六妹一片孝心 不如给二婶一个认错的机会如何 赵元勋和朱氏的心顿石一凉 望着赵经丽半场没有说话 几个孩子的心顿石提了起来 好一会儿 大伯人才冷着脸道 忤逆罪 岂是你们几句话就能轻饶的 要是就这么轻轻放过 你们祖母就这样白白病一场 她看向赵经丽的目光里 全是失望 你祖母平素十分疼爱你 你刚才替你二婶求情 可有想过祖母的感受 你考虑他们的一片孝心 那你的孝心在哪里 立根 我精心教养你十几年 可你今天 太让我失望了 说着 她挥了挥手 侧开脸 满脸的心灰意冷 声音里也带着些疲惫和难过 让他们出去 周嬷嬷和彩蝶立刻上前 请他们离开 赵经丽被诸事 说得满脸通红 羞愧不已 当即就跪下了 她嘴唇捏如着 想说自己知道祖母的病情不重 而且 也是为侯府的整体利益考虑 才替二婶求情的 可话到嘴边 她怎么都说不出来 似乎怎么说 都是狡辩 显得自己特别不成心 大少爷 你还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的好 没看老夫人生病 侯爷和大夫人都寻着一颗心吗 你这时候不帮忙就算了 还来添乱 周嬷嬷冷着脸道 她也是把赵经丽当孙子一般疼爱的 赵经丽刚才的举动 不光伤了赵元勋和朱氏的心 也让她心寒不已 因此说起话来半点情面都不留 赵如雨不甘心 就这么被赶出去 抬起头唤了一声 大伯母 周嬷嬷把矛头对准了她 六姑娘你也是 老夫人平日里带你不薄 比你娘对你都还要好 即便知道 你不是侯府的姑娘 仍然没钱你回去 现如今 你吃得用的鼻腑里的姑娘还要好 她轻蔑的一笑 结果事情一出 你就光顾着维护你娘 网顾老夫人对你的疼爱 我看你对你娘也没有多少孝心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娘被浅 你跟平南侯府的婚事就艰难了 这种时刻 你想的只有你自己 这话一出 赵经丽和赵经安都朝赵如雨看了过来 赵如雨鼓动他们 他们只觉得赵如雨对卫士一片孝心 可没想到 她打的是这个主意 大夫人被周嬷嬷的话挑起了伤心 转过头来就想说几句狠话 可想了想 她还是强按住心头的愤怒 冷冷道 赶紧走 出去 说到后面两个字 声音还是未免高了两分 悲愤之情异于言表 赵经丽道没想太多 毕竟大夫人是在周嬷嬷训斥赵如雨后说的话 她以为母亲的悲愤来源于赵如雨 她也对自己没有坚持原则 感觉十分羞愧 当即朝赵元勋和大夫人施了一礼 退了出去 她一直对赵经丽客气 此时见她一走 对其余三人 他们可就不客气了 连拉带拽地把他们拉起来 推散了出去 赵经安出了容喜堂 茫然地站了片刻 把腿就往二房院里跑 赵如雨和赵如蕊 却站在那里对视一眼 没有动胆 赵经丽看了两人一眼 目光冷明 她转过身 回了大房 赵经安到二房时 遇到一个丫鬟 连忙抓住她问道 我娘呢 二夫人 二夫人回娘家去了 丫鬟战战兢兢地道 唯恐被赵经安迁怒 赵经安顿了顿 又问 那我爹呢 我爹在哪 丫鬟摇摇头 不 不知道 想起这事 是自己爹引起的 要是她不让她的妾室怀孕 今天的事也不会发生 赵经安磨了磨牙 飞快地朝前院书房而去 三人走后 大夫人示意赵元勋 跟她一起进了内室 跟老夫人一起商量 娘 您生了病 得让人给西姐送信 让她回来试急吧 要是不回来 怕是有人说闲话呢 对 叫她回来 老夫人还没说话 赵元勋就点点头 虽说当初许熙回来的时候 她在外院见过一面 但那时这孩子 是弟弟的女儿 且也有十四岁了 男女有别 她也没有好生端向的孩子 后来更是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时候想起 这是自己的轻生骨血 她就特别想见见这孩子 是得叫她回来 老夫人道 书院虽然安全 却也是有漏子钻的 就算咱们叫她这几天 别出书院 别去迎楼 但有人以萧夫人的名义 或哪位父子的名义 叫她出去呢 卫士这人 疑心重 手断毒 她记起了 让西井驾进卫府的心 现在府里又发生了 这一系列的事 她肯定会起疑心 苟急跳墙 到时候 对西井用极端的手段 就不好了 接回府里 咱们严家守护 就让她住在我这里 我看卫士还怎么够得着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大夫人道 赵元勋看看外面的天色 站了起来 要不 我现在就去接她回来 大夫人看看丈夫 那疲惫的脸色 又看了老夫人一眼 犹豫着没有说话 想趁卫士还没反应过来 把许夕接回来 但丈夫长途劳顿 身体又不好 她担心 她扛不住 也怕婆婆说她 为了女儿 就不顾丈夫的身体 老夫人也心疼儿子 但还是道 那你一会儿 在车上闭闭眼睡一睡吧 哎 长途奔波 回到府里还不得歇歇 卫士这个脚家 今实在是害人不浅 赵元勋摆摆手 无妨 去北宁也没多远 车上也就颠簸些 又无需自己走路 无碍的 她亲自去 是防着时辰太晚 回来的时候 城门关了 她认得虽是贤职 但忠实在武职 跟守城门的官兵 都是相熟的 出城的时候打声招呼 让他们给她留个小门 行个方便 还是没问题的 侯爷 见赵元勋要走 大夫人连忙叫住她 见她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大夫人上前 轻声道 你找个借口出去 让西姐儿乔装回来 回来后也别到这里来 安排她悄悄到新乡院住着 为什么 赵元勋问道 大夫人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卫士在书院里找不到西景 定然要叫人到府里来打探 我倒要看看 咱们侯府有多少 卫士收买的痴妹王俩 对对 就这么办 老夫人在他们身后连声赞保 好 赵元勋看着妻子 温柔一笑 转身走了出去 老夫人的晚饭吃得早 随平侯府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 侯府的管事 嬷嬷们去姑奶奶家送信时 也不过恰好正是晚饭时分 赵如玉是随平侯府嫡长女 当初老夫人和大夫人给他挑选夫家时 可是费了好一番心思的 他家的人家虽不是薰贵之家 却也是书香门第 官宦世家 他的公公彭国安是国子贱祭酒 虽然品皆只是从四品 但满朝门生 身份亲贵 便是皇上都要尊重几分 赵如玉的丈夫彭靖锐 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 还是当年的炭花郎 现如今在礼部任主事 官居正六品 彭家亦是一大家子 因老夫人尚在 彭国安和两个兄弟都住在一起 没有分家 彭老夫人是个喜欢热闹的 晚饭都是四房人一起共用 因此 彭家虽有家训 四十五子方可纳妾 每房的孩子并不是很多 但三房人加起来 急急嚷嚷 也有二三十人了 彭国安不是长子 赵如玉的丈夫彭靖锐 也不是长子 所以家中人口虽多 但赵如玉无需管事 加之丈夫上进 家训里还不许纳妾 他去年生了一子 可谓是事事顺心 日子十分好过 此时他正给婆婆奉饭 就听下人来报 说随平侯府下人求见 大夫人诸事疼爱女儿 府里做了好吃的点心 他得了皮好看的衣料 便会时不时往赵如玉这里送 当然 送东西是借口 表达随平侯府 对这个女儿的看重 打听赵如玉在彭家的情况为真 但他送东西 也是十分讲究时辰的 不可能明知 此时正是彭家吃饭的时间 赵如玉脱不开身 还会遣人来送东西来 所以赵如玉一听侯府这时候 遣人来要见他 神色就紧张起来 问道那人怎么说 是不是我家出事了 周嬷嬷安排人来送信时 就暗示了那些管事嬷嬷 所以来报信的人 根本就不怕家丑外养 一进门就直接把原因说了 当然 为了不让用意那么明显 卫士的是尚未提及 此时来地化的婆子就点点头 看向赵如玉的目光 就带了几分同情 说你祖母中风了 什么 赵如玉手里捧着的饭碗 当郎一声掉到地上 摔得粉碎 他是祖母一手带大的 跟祖母最是情深 满屋的人都朝他这边看来 赵如玉却顾不得那么多 抓住婆子的手 急声问道 言不言重 请没请郎中 来传讯的人没说 老奴也不好问 三少奶奶 您去看看吧 婆子道 赵如玉的婆婆彭二夫人 见而习神色不对 早已走过来了 听到这话 赶紧问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赵如玉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哽咽道 说是我祖母中风了 啊 彭二夫人就着急起来 转头叫道 敬锐 屏风那头急急过来一个年轻男子 怎么了 你快跟如玉去 见见随平侯府的人 问问侯老夫人的情况 不行的话 赶紧去请御医 好 彭敬锐见妻子 已提着裙摆往外跑了 他连忙跟上 彭家人就赶紧问那来地话的婆子 怎么了这是 于是 等赵如玉和彭敬锐问清楚情况 坐着马车赶往随平侯府时 整个彭家 除了几岁以下的懵懂孩 都知道随平侯府老夫人 被二夫人 未失起得中风了 天底下有这样的儿媳妇 彭府里有些人发出质疑 这质疑的人 是彭敬锐堂兄的妻子 跟赵如玉发生过点矛盾 两人虽从来没有吵过架 但彼此看不顺眼就是了 他倒也不是故意挑刺 而是他自己 娘家的家教就慎言 嫁进彭府 也是家教极言的 他实在想不出 这天底下 竟然还有这样形式 跋扈的儿媳妇 怎的没有 天底下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他婆婆顿时瞪了他一眼 所以说 娶什么样的 都别娶那样人家的女儿 彭大夫人道 就是就是 大家都附和点头 彭大夫人虽没明说 是那样人家是哪样人家 但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魏秋出身寒门 后来考上进士 又十分会钻营 这才当上了太长四卿 他的妻子 就是个小弟主家的小姐 大字不识一个 魏老夫人更是泥腿子出身 这在这些世家夫人 小姐眼里 就是没教养不懂规矩的人家 也不怪他们有偏见 实在是每年新进进士 或从地方生上来的官员 有可能成为自家丈夫 儿子的同僚或上司的 家里设宴邀请他们的老娘 妻子来 有言行举止粗鄙不堪的 有意言不合撒泼打滚的 种种行径叫他们目瞪口呆 又有某些世家 看重新进进士才学人品 把女儿嫁给他的 结果婆婆粗鄙无礼 是用霸诈媳妇的嫁妆不说 还想把这个世家小姐踩下去 以显示自己威严 搓磨媳妇 各种不要脸面的下作手段 让人咋舌 这种事情 哪怕在寒门官员里 只是个例 但几时上百年下来 就积少成多了 为此 世家就不大愿意 跟寒门出生的人结亲 哪怕魏丘现在官居三品 到了婚嫁市场 魏家的儿女的行情 仍不怎么好 当初要不是赵元良 被魏氏所迷 死活要娶她 死去的国公爷 又担心妻子曼代数字 提了一嘴 让老夫人同意这门婚事 老夫人又不想搭理他们 魏氏还真嫁不进 当时的隋国公府 行了 赶紧吃饭吧 明日还要去宫庆王府赴宴 吃完饭早些谢谢 彭老夫人发话道 大家赶紧应声 坐下吃饭 明日宫庆王妃 请他们去赏和 说是赏和 其实是个相亲宴 各家夫人带着自家适龄的女孩去 喝喝茶吃吃点 欣赏赏话聊聊天 顺便替自家儿子 孙子相看 有没有合适的姑娘 老二家的 等如玉回来 你问问她情况 明日一早 你准备些礼物 去隋平侯府探探病 反正宴会设在午时 你去玩隋平侯府 再去赴宴也不迟 彭老夫人又发话道 彭二夫人连忙站起来硬了 同样的情况 出现在赵如玉的妹妹赵如珠家 还有赵元勋的树出妹妹 嫁到举人家里的赵文云家 无论是赵如珠还是赵文云 夫家或许不是什么豪门大户 但也不是毫无根基的人家 即便不是世代官宦 也是书香门第 家中沈娘 轴里也是不少 因为阶层不同 他们所在的圈子还不一样 内宅女人无聊 好不容易得了这么一个八卦 又跟寒门官员的家风有关 是世家女人们最喜欢说的话题 第二日 彭家女人们去赴宴 其他几家女人窜个门 不过一日功夫 京城差不多的人家 就都知道此事了 本来大家只把这事当成八卦厅 心中存疑 并不敢相信 这事是真的 可等那些跟隋平侯府沾亲戴故 或是关系亲厚的人 去侯府探病走了一遭 卫世为个姨娘 跑到老夫人院里搜查 把老夫人气中风的事 就实锤了 各派争斗你死我活 魏丘升官极快 自然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 他占了四瓶 三瓶的坑 别人就得被挤下去 本来魏国公义安排好了人出手 可没等他们 这一派的人出来 就有御使出列弹劾魏丘 说他至家不言 立身不正 才让一个女儿跋扈至此 有女如此 还不知他的儿孙平日里 是如何横行无际呢 魏丘这人 之所以说他善于钻营 是因为他特别会钻权跪的门缝 极有眼力 知道要巴结谁 而且还十分会说话 善于拍马屁 他升官升得快 不光是三皇子一派极力推举 也是因为皇上喜欢他的马屁 皇上要是厌恶魏丘 即便他无过 也能找出理由来贬他的官 可他看魏丘顺眼 遇使们的弹劾就无关紧要了 在皇上看来 这本也不是什么大事 魏氏虽是魏丘的女儿 可他嫁到了隋平侯府十几年 他的言行得由隋平侯府来负责不是 但士官笑道 要是魏氏这样的行径还不斥责 那被人非议的 就有可能是他这个皇帝了 此事传到太后里 不定太后怎么训斥他呢 因此他当着百官的面 狠狠伸斥了魏丘几句 让他回去好好管束 教导家中儿女 不得再行无礼之事 魏丘本没把魏氏 和隋平侯府的矛盾放在心上 毕竟隋平侯府的男人都无能 连个能上朝的人都没有 就算魏氏 把婆婆气得中风又如何 难道隋平侯府 还敢把事情闹出来不成 可没想到 这件事竟然闹到了朝堂上 他被御史弹劾 还被皇上当着百官的面身赤 丢了好大一个脸 心里顿时郁闷的不行 等他回到家里 就发现妻子也被宣禁了宫里 被太后娘娘狠狠训斥了一番 斥责他教女无方 令女儿忤逆长辈 跋扈不孝 想想同僚们看自己的眼神 他恼恨不已 又把魏氏拎出来骂了一顿 骂完 他对妻子道 明日你带些东西去侯府 替丽娘赔个不是 能交出魏氏这样的女儿 魏夫人就不是一个有教养之理的人 他当即瞪眼道 我给他们赔不是 想得倒霉 这些话是谁传出去的 如果他们不跟那些外嫁女说 外嫁女回去又四处传乱 会让你被皇上斥责 该赔理的是他们才是 这些人还自诩什么世家大小贱 我呸 整天乱嚼舌根 比咱们村的那些婆娘都不如 他一挥手 这是你别管 我明日就找他们讨公道去 没这么欺负人的 就是 刚刚被骂了一顿的魏氏 立刻附和 魏丘就一排桌子 胡闹 今天我都被皇上伸斥了 你们还去侯府吗 还嫌御史弹劾我 弹劾的不够是不是 魏夫人和魏氏 就不敢说话了 办上 魏夫人才不情不愿地道 行 我知道了 他心里暗暗发誓 先跟随平侯府低头 等事情过去 御史不盯着他们家了 他在出手整治那些人 魏丘心里 也是一样的想法 看来 他得找找属于四皇子一派的兵部官员 让他们给赵元勋使个半子才行 赵元勋担的是五职 而他是文臣 两种官职不搭建 现在得想办法 把赵元勋那点闲职给弄没了 免得那边仗着个破绝位 成天欺负他闺女 他们魏家人 吃什么也不吃亏 魏氏的眼珠子 则在转来转去 先是李牧一家 紧接着是王姨娘的事 现在把她赶回娘家 他们竟然还敢在外面散布谣言 这些事件一起紧接着一起 总让她觉得不对劲 要是照着以前 不管是李牧一事 还是昨儿个他把老夫人弃病了 老夫人和大夫人 都会跟缩头乌龟似的 为了整个侯府的安宁忍气吞声 把这件事给忍下来 可大夫人一反常态 态度竟然是前所未有的强硬 而且还家丑外养 把事情跟出嫁女说了 放任他们回家四处乱说 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甚至短短一天的时间 传到皇上和太后里 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 实在很不正常 莫非那件事 朱氏知道了 可他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这世上 除了他自己以外 唯一知道他换了孩子的 只有那个逃跑的吻婆了 那吻婆 他派人都找了好些年 都没找到 对此完全一无所知的朱氏 又是怎么知道的 总不能吻婆 也有个儿媳妇知道 当年婆婆做的事 跑到衙门里撞告他吧 天底下 哪有只妖巧的事 他摸了摸瓶 乱跳心口 决定不管事情怎么样 他都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 他站了起来 对魏秋和魏夫人道 爹 娘 我出去一下 站住 魏秋沉下脸来 这种时候 你还跑出去做什么 还怕别人 没指着你的脸子骂不成 给我滚回房去好好待着 哪都不能去 过阵子侯府 就会派人来接你 我去找于婧 魏师道 我得叮嘱他 看看府里是个什么情况 免得咱们两眼一抹黑 那也不用你去 魏夫人道 派个下人回去打听打听就是了 哎呀娘 我有话要跟于婧说 魏师道 我也不去侯府 我去女子书院门口等着 跟她说几句话就回来 让个下人 去把如雨叫回来 不就行了吗 何必非得自己去 魏夫人十分不理解女儿的想法 现在 魏师正在风口浪尖上 出去叫人看见了 魏面指指点点说闲话 再惹出乱子来 可就不好了 没事 我躲在马车里 跟她说几句话 不叫人看见 如雨回魏府被人看见 又是一通麻烦 魏师说着 不等魏秋和魏夫人在说什么 提着裙摆走了出去 魏夫人还想跟丈夫抱怨几句 就看到魏秋站了起来 我去书房了 别来打扰我 魏秋摆摆手 也背着手走了出去 魏师是知道赵如雨放学的时辰的 提前了些时间 在京城女子书院门口 不远处的马车里等着 派了魏府一个脸生 小丫鬟到门口守着 看到赵如雨出来 小丫鬟赶紧迎上去 姑娘 姑娘 赵如雨看到她 心里一沉 跟朋友告别 就拉了小丫鬟到角落 你来做什么 姑太太找您 她在那边马车上呢 小丫鬟指了指 不远处停着的魏府的马车 魏秋被弹劾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 赵如雨即便在书院里 也已经知道了 此时她万分不想理会魏师 但她知道 如果她不理 魏师不知会在这书院门口 干出什么疯狂的事来 她只得抱着书袋 朝马车走去 快上来 魏师对赵如雨 真是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亲密 亲手给她拉开了门帘 拉她上来 又给她倒了一杯茶 把点心往她面前一推 饿了吧 来 先吃块点心 赵如雨心情十分不好 也懒得跟魏师绕弯子 直接问道 找我什么事 魏师可不是个好性子的 见赵如雨给脸不要脸 她也恼了 她知道这个杨女是精明的 哄是哄不住了 干脆开门见山 想来你也看出来了 你那个五姐 自打回侯府 老夫人和大夫人 就急看中她 哪怕你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似乎也比不过 她在老夫人 大夫人心里的地位 所以 我想让你想个办法 把赵如雨引出来 我也不做什么 只想让她嫁进魏家 我跟你保证 只要你五姐嫁进魏家 我拼尽所有一切 都会让你顺利嫁给平南侯二公子 她紧盯着赵如雨的眼 不让她有丝毫的退缩 如何 赵如雨眨了眨眼 疑惑道 为什么要让五姐嫁到魏府 赵如西是二房的人 魏师的亲生女儿 她嫁到了魏府 老夫人和大夫人就会屈服 原谅魏师吗 这不可能 等等 赵如雨想起 似乎前世 魏师也很希望把赵如西嫁进魏府 魏子还屡屡带赵如西回魏家去 可赵如西当时行为畏缩 尚不得台面 魏家的少爷们不管敌数 因着魏丘氏三品大员都十分傲气 总想娶一个 无论门地家室 还是容貌品行 都顶顶出色的女子 没有一个看上赵如西 为了这个 魏师还把魏三老爷的妾室骂了一场 只是魏三老爷 也不想让儿子娶赵如西 这是以魏师的失败而告终 那么 魏师为什么这么执意 要把赵如西嫁到魏家呢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不成 赵如雨望着魏师 陷入了沉思 我刚不是说了吗 老夫人和大夫人特别看重西简 要是魏家跟侯府能亲上加亲 他们必然不会再为难我 大不了训斥两句就是了 见赵如雨傻愣愣地看着自己 似乎在走神 魏师十分不高兴 你怎么了 我说的要求 你到底答不答应 赵如雨回过神来 眉头微醋 在没弄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之前 他才不烫这趟浑水 魏师刚才这话 是糊弄傻子呢 您也知道 五姐不喜欢我 大概是因为我享受了 属于她的十几年的锦衣玉食 您多次叫我跟她亲近 她里都不理我 她道 她这人挺精的 往日都不搭理我 要是我这时候去接近她 邀请她 她不光不会来 还会心生怀疑 开始赵如雨觉得赵如西的强势 有点傻 可现在事实证明 赵如西的做法还是对的 现在老夫人和大夫人对她多好啊 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一伙的 她跟二房倒没有什么瓜葛 魏师出了事 赵如西受到的影响最小 赵如雨越来越肯定 赵如西已不是上辈子的赵如西了 这人还是有点本事的 魏师把脸一沉 一改刚才的和蔼可亲 赵如雨 你别以为进了京城女子书院 就万事大吉了 你是我的养女 我就算是被侯府赶出来 甚至被羞了 想要掐死你 也跟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别以为攀上平南侯府就了不起 我是你养母 我名声不好了 你也讨不到任何好处 平南侯府人本就看不上你 再有我这个娘 你还想嫁进平南侯府 做梦吧 说着她就直接赶人 下去 赵如雨虽然知道 她一向翻脸比翻书还快 却也没想到 立马就看到这一幕 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她当即站起来 冷冷地看了魏师一眼 扭头就下了马车 魏师虽叫赵如雨滚 可见她一言不发麻溜的针滚了 顿时气了个倒痒 可这是京城女子书院门口 来来去去的都是豪门权贵 魏师根本不敢在这里大声骂人 她咬牙切齿的小声咒骂了几句 这才吩咐春晴 跑上去 叫她进府后 叫二少爷出来 我在侯府后面的脚门等二少爷 春晴连忙跑过去 追上赵如雨 把这话跟她说了 春晴是魏师回二房收拾东西时 叫上一起把她带回魏府的 连着一起带上的 还有病重的李嬷嬷 赵如雨听了春晴转告的话 看了魏师的马车一眼 点了点头 行 我会转告的 尽管她不想搭理魏师了 但却不敢惹她 惹谁也别惹疯婆子 想到这里 她的心情越发不好 即便重生了 她也考上了京城女子书院 但她对自己的命运 还是跟前世一样 有一种不在自己掌握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她沉着脸快步 走到自己的马车旁 上了马车 她吩咐道 走吧 福叔早已看到魏家的小丫头和春晴了 知道是魏师来找赵如雨 担心的不行 现在看到赵如雨脸色不好 她吩咐车夫启程 这才小声问道 怎么了 二夫人找你有什么事 赵如雨摇摇头 回去 福叔见她不想说 也不敢再多问 想了想到 我来的时候 在茶楼门口 看到二公子的小丝了 赵如雨闭着眼 没有说话 发生了这样天大的事 她自然是想见到傅云朗的 上辈子她平生最得意 也是最大的收获 就是抓住了傅云朗的心 顺利嫁给她 成为了平南侯夫人 她已经习惯了 遇到什么事都找她 只要找了她 所有的一切都会由她来解决 而她只需要窝在她怀里 做一个被她宠爱的小女人 今生重来 她是隔了许久 才习惯了 没有人给她遮风挡雨的日子 每天要面对侯府的那些人 应付卫士这个疯女人 为自己的婚事担惊截律 她真是很心累 她多么想快点击击 好尽快 嫁给傅云朗 尤其是发现 赵如夕不再是上辈子的赵如夕 随凭侯府有诸多变故 她心中的惶恐不安 就日益俱增 她就越想早点成婚 以免发生什么变故 昨日老夫人中风 卫士被遣 天知道当时 她是多么的无助不安 她恨不得昨晚就跑出来见傅云朗 得到她的抚慰 把事情交到她手上 她相信 有傅云朗出手 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 可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 就算卫士不被修 她名声坏了 而且还是因为跋扈不孝 平南侯夫人 一定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所以现在 她去见傅云朗 没有任何意义 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傅云朗的那颗心了 发生这样大的事 她知道 越是见不着她 傅云朗就越着急 越着急挂念 她的心才会记得越紧 所以倒不如 让她急一急 本来 卫士叫她做的事 她完全可以 让傅云朗去做 她相信 只要她说 她是一定会帮她 而且一定会想尽办法 达到目的的 但她为什么要帮卫士呢 如果卫士的是不被人知晓 只是老夫人和大夫人生气 她还能指望能悄悄解决 可事情都闹到这份上了 她是傻了 才让傅云朗脏了手 只是为了达成 卫士莫名其妙的做法 那么 为什么想让赵如兮 嫁进魏家呢 赵如雨的眉头又猝了起来 卫士不敢挨赵如雨的马车太近 直到赵如雨的马车看不见了 她才吩咐车夫启程 也不去正门 而是驶到侯府附近的一个脚门旁边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停了下来 隔了有差不多有一顿饭功夫 赵敬安才来了 不过不是从脚门出来 而是从正门出来 又绕了一个大圈过来的 娘 一上马车 这个从没经过什么事的孩子 就流了眼泪 卫士爱连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问她道 昨晚是不是没睡好 娘没事 你别担心娘 赵敬安有些羞愧地点了点头 她是真担心母亲 昨晚也以为自己睡不着的 可还是没抵住困意 上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过这些就别告诉母亲了 免得她伤心 娘 您还好吧 您会不会有事 六妹妹说你会被修回卫家 会吗 赵敬安是个耿直boy 跟自己母亲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此时睁着眼睛 直接问卫士 卫士表情一致 在心里大骂了赵如雨一通 脸上则露出忧愁之色 叹息道 你六妹说得对 我这次真是犯了大错了 单纯的赵敬安一听就急了 那怎么办 娘 我不要你被修 你要是走了 爹肯定要给我娶后娘 我会被后娘搓磨死的 说着 眼泪就下来了 卫士心里一痛 赶紧安抚儿子 不会不会 只要你爱娘的吩咐去做 娘是不会被修的 真的 赵敬安停住了眼泪 眼巴巴地瞧着卫士 嗯 卫士用力点头 好 娘您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赵敬安立刻来了精神 小半个时辰后 他精神奄奄地回到侯府 回到自己屋里 倒在床上 两眼无神地望着帐顶 雾字出神 他的小丝 清末刚才是跟着他出去的 不过没上马车 并不知道 卫士跟赵敬安说了什么 看到赵敬安这样 他忍不住出声道 二少爷 您还没洗澡呢 小的去给你提水 您洗了澡再睡吧 赵敬安眉睛打踩地动了动 翻了个身 问小丝道 你说 我娘是不是个好人 这 清末为难地道 小的不敢妄议主子 看到清末这样 赵敬安就明白了 要是他娘是好人 清末定然会不吝赞美之词 来拍他和母亲的马屁 现在他这么为难 心里定然不认为 他娘是好人 他要是叫我去害人怎么办 他问道 刚才他娘叫他做的事 实在颠覆了他对母亲的认知 他非常想找赵敬丽 说一说心里的感觉 讨论一番 但他知道不能 母亲被遣 就是大夫人下的命令 他与再跟赵敬丽 现在是两个阵营的人 母亲叫他做的事 他是绝对不能跟兄长说的 他不敢堵在兄长心目中 到底是他自己的母亲重要 还是他这个堂弟重要 现如今他唯一信任的人 就是他的清末了 清末从他五岁起 就跟在他的身边 是伴着他一块长大的 就算他今天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 清末也不会传出去 这个 清末更加为难了 少爷 我就是个吓人 吓人怎么了 你打小跟着我一块读书 十字明里 可不是一般的吓人 赵敬丽坐了起来 干脆把卫视要他做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问清末 你觉得我该如何 清末也知道 避不开这麻烦事了 想了想 他困惑得挠挠头 为什么呢 二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敬丽摇摇头 我也这么问了我娘 他说我不需要知道 只要按他说的做就是了 清末当初能被大夫人 和二夫人一起看重 挑出来放在赵敬安身边 实则是个十分机灵的小子 而且在成长过程中 他作为赵敬安的小丝 需要操心的是非常多 他要看清楚 侯府葛派明里案里的争斗 让自己少爷避开雷区 要搞清楚 管家和管事摩摩们的行事风格 要摸清楚府里的各项规定 还要知道哪些丫鬟 对自家少爷心怀觊觎 唯有这样 他才会让少爷少犯错 少爷犯了错 二夫人设不得责怪儿子 可是要打他这个小丝板子的 总之 赵敬安能无忧无虑地长大 还能养成现在这副 万事不操心的性子 除了家境忧郁 长辈疼爱 离不开清末各方面的打点维护 清末十分认真地对赵敬安道 少爷 夫人叫你做的事 是好还是不好 想来您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 对不对 不等赵敬安点心 他又道 别的是我不懂 我只知道 女人要是出嫁前被人侮辱 不是自尽已是清白 就是委屈求全地嫁过去 然后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婆婆 肘里 丈夫都会瞧不起她 这是一辈子的耻辱 听到自尽两个字 赵敬安的脸就是一白 清末又道 少爷 五姑娘是您的同胞妹妹 您真的能做到 亲手葬送她一世的幸福吗 做下这件事 您这辈子良心能安吗 主仆一块长大 形影不离 他可以说是这世界上 最了解赵敬安的人 赵敬安敦厚善良 性子单纯 是个极好的人 如果他真做下这等事 五姑娘过得好还好 要是过得不好 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他实在不明白 二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坑二少爷 二夫人是最疼二少爷的不是吗 赵敬安的脸色又是一变 不 我不能 清末担心少爷 想起二夫人的用意会伤心 赶紧转移话题 少爷您想想 您一直待在府里 夫人完全可以叫人来换您出去 可他没换您 而是通过六姑娘来换您 您不觉得这是有些奇怪吗 赵敬安刚刚升起的一些念头 就这样被清末打岔了 他好奇地问道 怎么奇怪 小人猜测 夫人定然是先去找六姑娘 想让他做这件事的 毕竟五姑娘和六姑娘都是姑娘 他们又都住在内院 还一起进了女子书院 虽然不是进了同一家 但也跟其他人多一些话讲不是 六姑娘肯定比您跟五姑娘要熟吧 由他去找五姑娘出来 不是更容易吗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 为事做事想来是损人利己的 明知道是坏事 容易脏了手 他肯定会先找外人来做 而不是坑自家儿子 六姑娘不是夫人的亲生女儿 以前似乎听说 夫人对六姑娘不怎么好 要坑人 自然是先坑六姑娘才对 赵敬安皱起眉头 你的意思是 小的猜测 夫人应该先找到六姑娘 而六姑娘并不想做这事 六姑娘为什么不做 因为这不是好事啊 做下这等事 绝对会东窗事发的 到时候侯也和大夫人大怒 老夫人因此而病情加重 您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六姑娘可不傻 她的言外之意很清楚 六姑娘不傻 所以少爷 您也别干傻事 赵敬安被他这一绕 不由点点头 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你说的对 咱们不能做傻事 可我娘怎么办 他问道 老夫人和大夫人一向宽厚 二夫人有少爷 您和五姑娘 魏家也不是一般的小门小户 听说老夫人的病情 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吧 等老夫人病好了 大夫人自然会让人 把二夫人接回来的 现在让他在魏家住着 不过是惩戒一二 所以 他实在搞不懂 二夫人折腾这些干嘛 算计坑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真还没见过 二夫人莫不是脑子有坑 反正清末想得很清楚 二夫人即便被休 对二少爷的影响也不大 最多在婚室上将上一个等次 次人家也是有好女儿的 有什么打紧呢 只要挑个温柔贤淑之理的就行了 可如果二少爷 做下坑妹的措施 侯爷 大夫人的雷霆之怒 可不是他能承受的 到时候 他们不能打杀二少爷 自己这个小厮 就是最好顶雷的人 他被打板子打残打死都有可能 家里人也要被发卖出去 所以 无论如何 他都得拉住二少爷 别让他做下这等蠢事 赵金安其实也知道 卫士教他做的是不对 他内心是极度抗拒的 可另一方面 自己的母亲要求自己救他 说 如果不这样做 他就回不来了 要被休憩 道义与亲情 必须选择一个 他才会那么迷茫 那么不知所措 现在 金清末这么一分析 他顿时神清气爽了 他道 你说的对 大伯母虽讲规矩 但也讲人情 祖母也疼我 等祖母病好 我再去求一求他们 他们肯定会让母亲回来的 他虽单纯 不安事事 却也知道魏家是大 祖母和大伯母 三婶 看在魏家的份上 即便母亲做错事 说错话 也不怎么跟他计较的 这次实在是母亲做得太过 大伯母这才发了怒 严惩母亲 等事情过去了 自然就好了 我明日就去祖母面前市集 替母亲赎罪 他道 少爷 您这样做就对了 让老夫人和侯爷 大夫人息怒 比什么都强 万不能再做错事 火上浇油 嗯 我明白 你放心 我不会听我娘的 赵金安说着 很放心的去睡觉了 清末则暗暗下了决心 这几天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少爷 绝不能让他干准事 另外 也要把给他递话的人全部挡住 不能让他们接近少爷 第二天京城的城门一开 一匹送卷宗的快马就进了城 直奔大理寺 一叠子 卷宗被放到了私物厅私物的案头 各省处理不了的 需要由大理寺承办的卷宗 都会先送到私物这里 等私物登记分类后 再按案情大小和紧急程度 分送到各上司案头 两位私物 不过是从九品 并不需要上朝 他们按着上衙的时辰到了衙门 开始整理卷宗 如果是平时 像这种换孩子的案子 既不是急案 也不是要案 难案 虽然设计的隋平侯府的主子是侯爵 但阴家中 没人在朝堂上任高官 这个案子 还不知要压到什么时候才处理 但昨日魏秋这个太长四青才 因为女儿魏力娘的忤逆 被皇上伸斥过 所以 登记卷宗的私物 一看卷宗的内容 就不敢怠慢 直接把卷宗 送到了又四成的手上 大人 您看这个卷宗 他把卷宗放到又四成的案头 笑道 这是个家庭矛盾的小案 也没死人 不过 涉及到隋平侯府和太长四位大人家 您看要不要及时处理 嗯 我看看 又四成一听 案件涉及这两家 赶紧放下手头的案件 拿起卷宗看了起来 看完 他摸了摸下巴 我记得 前段时间 京城府以那边处理过一个案子 说是隋平侯府跟一户 乡下人家抱错了孩子 是的 大人 私物把卷宗送过来之前 也回忆了一下 不清楚的地方 还问了一下同僚 隋平侯府被抱错的那个孩子 据说就是卫室所出 又四成把手里的卷宗抖了抖 也就是说 他先跟侯夫人把孩子给换了 然后将侯夫人的亲生女儿 给换到了乡下 应该是这样没错 私物道 递到他们手头的这份卷宗 只说了 稳婆当年将卫室和朱氏的孩子 互换的事 毕竟那个稳婆接了声后 拿了银子就逃了 根本不知道隋平侯府 后来发生过什么事 这女人够多啊 又四成感慨了一句 想了想 他又问 五逆婆母 把隋平侯老夫人弃病的那个 也是这个卫室吧 应该是 隋平侯府 只有三位夫人 大夫人诸氏是侯夫人 二夫人出身卫室 三夫人则是商户出身 卫室五逆婆婆本只是内宅之事 即便有流言 也止于内宅 但谁叫卫秋 被当着百官的面叫皇上训斥了呢 大家议论这件事的时候 稍加关注 隋平侯府的具体情形 也就知道了 那就是了 又四成得到确认 又问道 那吻婆在何处 跟着卷宗一起送上来了 又四成笑了 摇摇头 那个张顺大人 可真是 他没有说下去 吩咐私误 你亲自去京城府衙那边一趟 把原先那个案子的卷宗要过来 那位奶娘也一并提过来 大人也差不多下朝了 一会儿 我把卷宗给他送去 案子不大 也不复杂 但涉及高官和侯爵 那就是大事 不说他们这些小官 便是大理四卿也不敢自专 估计都得看皇上的意思来办案 大理四卿张长盛下朝回来 就看到了又四成地上来的这个案子 吻婆在哪 他问道 又四成看上似这波澜不惊的模样 总怀疑他早就知道此事了 赶紧到 已送了上来 现官押在女牢里 顿了顿 他又把自己让私物去京城府 引调卷宗和那个奶娘的事说了 属下觉得这是一件案子 还是一起审才好 便自作主张调了过来 办得不错 张长盛表扬了一声 站了起来 走 咱们一起去提审犯人 吻婆放着好日子 不过跑来自首 自是因为尔孙的性命都在别人手里 大理四卿一审 就十分配合 将当年的事 一五一十都说得清清楚楚 将吻婆审过 死误已把奶娘带回来了 张长盛把奶娘重新审了一遍 就一拍金堂木 来人 去把魏力娘抓来 又四成眼皮一跳 巧声对张长盛道 大人 这个 听说那魏氏因为忤逆婆母 把随平侯老夫人气的中风 被遣送回娘家了 张长盛作为大理四卿 生平审案无数 手上自有一群能干的手下 他摆了摆手 叮嘱手下 抓魏力娘的时候 最好不要惊动魏府的人 是 大人 又四成又是心惊 大人这是要先把案子办成铁案 再让魏大人知道 以免被人翻案了 这件案子的背后主导者 是谁 魏秋到底得罪了谁 只隔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魏氏就被大理四的两个粗壮婆子 押送到了大理四 嘴上还塞了一块破布 跟他一起被抓来的 还是大病出狱的李嬷嬷 和春分 春经 看到张长不关符上的不子 魏氏眼睛一亮 挣扎着嗯嗯叫了起来 大人 他正在随平侯府外面探头探脑的 看样子是想做坏事 小的就把他给抓来了 牙医道 此时婆子已经在张长盛的事宜下 把魏氏嘴里的布拿掉了 大人 冤枉啊 大人冤枉啊 魏氏立刻大声叫嚷起来 忽然被人绑走 还没惊动路人 他当时简直魂飞魄散 生怕是遇到了歹人 现在发现是朝廷命官 他就心定了两分 我是太长四清魏丘的女儿 大人与我爹同朝为官 定然认识我爹 他先把父亲的名号搬出来 这才解释到 随平侯府是我婆家 前天我跟婆婆发伤了点口角 他气病了 把我遣送回了娘家 我心里愧疚 想回去跟他道歉 这才在侯府外面徘徊 并不是想做坏事啊 还没审问呢 魏丽娘就自报了名号 张长盛十分满意 至少没抓错人 他经堂木一拍 魏氏 你十四年前做下的事 东窗事发了 你老实交代 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 否则 我可不管你爹是谁 板子照打不误 魏氏一听这话 差点没瞎尿裤子 当年刚换完孩子 他确实担惊受怕了好一阵 后来知情人死得死 逃得逃 他的心就安定了下来 许夕被接回来时 他也担忧过 后来见风平浪静 他就把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去 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几件事 但他思来想去 当年的事绝对不会被发现 于是 他的心又安定了下来 谁知道忽然间来了个惊天大雷 神 什么事 明明 名妇 没做过什么坏事 不知道大人指的什么 他自然是不肯招供 是吗 张长盛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一副淡然 手上 却一拍金堂木 带犯人 第一个被带上来的 就是吻婆 这吻婆当年得了卫士一大笔钱 虽说带着全家东躲西藏 但这些年确实日子过得好 养尊处优 十四年过去了 他脸上虽然多了一些褶子 但变化并不大 相熟的人一眼就能认出 这张脸多次出现在卫士的梦里 他自然也认得 你你你 看到吻婆 卫士吓得魂飞魄散 指着他半上说不出话来 张长盛看他这样 十分满意 又一拍金堂木 卫士 你还不从事招供 想要吃皮肉之苦吗 我 卫士知道这事是瞒不住了 浑身哆嗦之余 脑子拼命转动 想从这恐怖的局势中 找出一线生机 我我 我是卫秋的女儿 我要见我爹 麻烦大人给我爹送信 这件事等他来了再说 卫秋是卫士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虽说不知道换孩子会是什么下场 但一场牢狱之灾 总是免不了的 他前有忤逆婆婆之行 后有换孩子一事 还被下大狱 他就算被修回卫家 卫家恐怕也容不下他吧 卫士此事真是说不出的害怕 唯有父亲 身为三品大员的父亲 能救他了 眼前这位大人 就算是大理四卿 也不过是跟他爹同一级别 总会给他爹一个面子 放过他吧 站在张长盛身后的右四成 轻轻摇了摇头 这位是真是够蠢的 大人要真卖卫秋的面子 他还会直接把卫士抓来吗 肯定得事先通知卫秋 两人商量出个章程 才开始处理此案 这女人没脑子 还胆大包天 竟然更换猴绝子四 卫秋有这样的女儿 真是到了大霉了 不过 卫士忠是嫁出去的女儿 卫秋因为这件事会被皇上斥责 甚至有可能降上一级官职 但处罚也就这样了吧 那卫秋挺得皇上轻眼 没准过一阵 他又被提拔上来了 所以自家大人 为什么要这么办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张长盛又一派金堂木 你招不招 再不招我 可要用行了 他放下金堂木 伸手从签筒里拿起令签 嘴里喝道 来人 气 差异齐声响应 给我打 张长盛就要把手里的 令签往地上扔 我招 我招 卫士连忙哭喊道 招供没什么 一会儿自有他爹 来帮他把供词改了 可被打了板子 那可受老罪了 就算他爹来了 也无济于事 总不能再打回去吧 打回去他这苦 还不是白兽了 不光受苦 还受辱 他以后还怎么见人 张长盛满意了 十分满意 他就知道 这些豪门贵妇 半点苦都受不了的 随便吓一下 他们就得老实招供 尤其是有特权 想给他们施压翻供的情况下 招供不要太轻易 行 你把当年的事老老实实说一遍 不得有遗漏 要是让我知道你所术语 事实不符 最佳一等 他道 旁边的书例顿时打起精神 准备记录 为是肯老老实实招供吗 自然不肯啊 他累着眼泪 一副凄惨的样子 开口道 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 大人也清楚 我当时正生产 还一生两个 人疼得早已神志不清 生完后 就立节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 我奶娘已经把孩子换过了 他当时也没跟我说 直到后来收拾好连孩子 一起被送回了二房 他才告诉我 我生的是双生子 他担心老夫人要溺死一个 趁着人不注意 偷偷把大夫人的女儿 跟我其中一个儿子换了 旁边的吻婆一听 顿时怒道 我呸 胡说八道 你生过之后 还是清醒的 当你知道自己生的是双生子 把我掉开 跟你那奶娘商量了半天 这才把我交过去 让我帮你调换孩子 你还给了我二千两银子封口费 你才胡说八道 我也是这下子头脑清醒过来了 想起大理寺 似乎就这么一个人证 他立刻改口 指着吻婆对张长盛道 他定然是被人指使 来污蔑我的 这时他感觉自己吃了个大亏 要不是 刚才看到吻婆的瞬间太过慌乱 他刚才就应该什么都不承认 卫氏是个脾气急躁的人 脾气一起来 就难以控制理智 这会儿他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顿时怒不可遏 指着吻婆就骂了起来 吻婆一想起 就是眼前这人行事不周 露出端倪 才让自己被人找到 而孙被人控制 落到这种地步 接下来还要坐牢 他也不甘示弱 跟卫氏对骂起来 张长盛也不阻止 端起茶碗慢慢喝着 任由他俩对骂 女人骂街 是没有理智的 骂着骂着 就能把所有的一切都骂出来 也省得他费尽心思地去审问了 那吻婆以前做吻婆时 走街窜巷 到处给人接生 可不仅仅靠技术 还靠一个灵活的脑子 和一张非常会讲话的嘴 否则遇上死了产妇 男婴 或盼孙子却生了女婴 甚至如了愿 又不想给寄生费的种种极品人家 他都不一定能活着 走出那家的门 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一点 只要他能顺利地把卫氏拉下水 将他的罪行全部揭露出来 甚至给他扣上更大的罪 背后的人就会越满意 到时候 他们全家的下场就会好很多 因此 他骂家就十分讲究技巧 故意跟卫氏争吵当时的细节 引着卫氏越讲越深 到最后 卫氏那个奶娘和知情嬷嬷的死 都成功栽到了卫氏头上 又四成合作记录的书吏 以及一众衙役 看着这两个女人都目瞪口呆 大理寺不是普通衙门 一些县衙里 泼妇骂街的情形十分常见 但大理寺是半大案 要案 难案的地方 不是连环杀人案这种级别的案子 都不会递到大理寺来 大家还是第一次在公堂上 看到泼妇吵架 真是大开眼见 再一想 其中一个女人 还是魏氏这个太长四亲的女儿 嫁到了薰贵之家成了贵妇 那种感觉就更是一言难尽了 尤其是衙役们 更是如此 艾玛 真是长见识了 他们以为 只有自己家粗鄙的婆娘 才会挥舞着炒菜的大铁铲 插着腰跟人喷口水呢 原来贵族家的小姐 夫人 也是这样吗 看来真是错怪了自家婆娘呢 张长盛看到书丽半张着嘴 看人吵架都看愣了 赶紧倾咳一声 示意她赶紧记录 书丽这才回过神来 立刻奋笔疾书 虽然以吵架的方式 来做呈堂证供她 虽未见过 但她做书丽多年 这是绝对难不倒她的 不就是两个人的供词吗 以前是提审一个说一个 说完话呀 现在是两个人一起说 轮流说 形式是新颖了点 但大体上还是一样的吗 她拿了两张纸 一张是卫士供词 一张是稳婆供词 把他们吵架时 透露出来的信息总结归纳 一一记录进去 一会儿写这边 一会儿写那边 很是忙得不亦乐乎 张长盛见状 满意地点点头 等卫士吵累了 脑子也清醒过来 发现这是公堂 刚才自己讲的太多时 一叠供词 被张长林扔到了她的面前 行了 签字画鸭吧 是 什么 卫士顿时傻了眼 什么 张长盛写腻他一眼 你刚才说的话 书里都记下来了 你是识字的吧 你要识字 看一看上面写的 可是你刚才说的话 不过你放心 你说的话满堂的人都听见了 他们就是证人 你是赖不掉的 我们也不可能诬陷你 赶紧签字画鸭吧 卫士心里咯噔一下 暗叫不好 回想刚才自己说的话 冷汗都吓出来了 她跟吻婆吵架 真是把自己做过的事 抖落得一干二净啊 张长甚善于办案 对人的心里 拿捏得炉火纯青 见卫士脸上的表情变换不定 她事实说了一句 签字画鸭 我这场官司就算办完了 一会儿可以抽空 帮你跟卫府说一声 你设了案 须得通知你的家人 卫士一听 马上能见到家人 也不犹豫了 立刻签了子案的手印 就算她签字画鸭了 又如何 等爹爹来了 她完全可以翻供 说是这些人逼她签的 到时候 自有爹爹去跟这些人交涉 张长甚拿到供词 对卫士的态度 都和颜月色了很多 吩咐牙役婆子 把她送到女牢 给个担间 需要什么就帮她买 她爹可是太长四亲卫大人 对她客气些 惹恼了她 小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是 婆子硬了 压着卫士和吻婆一起 去了女牢 看到卫士被人压走 张长甚一拍金堂木 带卫士之事从李婆子 李嬷嬷立刻被带了上来 张长甚对卫士真是满意的不行 要是卫士今天不带这个婆子出来 他们还得大费周章的 从卫府把人给提出来 现在卫士自动把人送到他们手上 要不是没有先例 张长甚真想给卫士颁发一面 最佳好犯人的锦旗里 卫士之所以带着李嬷嬷 也是因为身边习惯了李嬷嬷的存在 以前办什么事都不用她多说 李嬷嬷自会把事情给办好 卫士又是到随平侯府打探消息 对许希实施引诱 自然是手段老辣 且知道先内情的李嬷嬷用得顺手 可没想到正好省了张长甚的事 她一拍金堂木 李氏 昨晚差役在街上抓住一头 她自报名为李嬷 为随平侯府二夫人卫士之陪房 你可认识 李嬷嬷身体一震 一颗悬着的心瞬间落了地 儿子一家不知去向 卫士又被抓 她心里惶恐不安 不知道抓她儿子那人到底要如何行事 现在头上那只靴子落了地 她也明白怎么该做了 认识 那是我儿子 据李嬷所供 两年前她打死文尚书家孙子 栽赃给力不佑侍郎刘大人的儿子 你可知此事 李嬷嬷一惊 犹豫着不敢说话 她知道 自打儿子被抓 这些事迟早要被抖落出来 只是一旦在公堂上承认了此事 她儿子的性命 岂不是要完蛋了 张长甚一拍金堂木 大惊律立 主犯和从犯一罪之轻重而判刑 如果你儿子只是被人指使 那便可免于死罪 可他要是主犯 斩立决 另外 此事李牧已经招供 说此事是你指使 你可承认这一点 李嬷嬷一个机灵 连忙道 大人 冤枉啊 我跟文尚书和刘大人无冤无仇 为何要指使我儿子 去沾一条人命 这全是我主子卫氏所使 而卫氏之所以吩咐我们这么做 则是欺负卫大人的授意 张长甚立刻精神一震 重点来了 你可拿得出人证物证 空口无凭 你要把罪行推到卫大人和卫氏身上 须得有凭证 有 有 李嬷嬷道 当时是卫府一个叫卫康的管事 吩咐我儿子干的 文尚书的孙子 也是他派人诱试到郊外的 李嬷嬷知道自己跟儿子一家能否保命 全在他是否配合上 当即跟竹筒倒斗一般 将当时的情形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 他还举了人证 我儿子也知道此事干系甚大 生怕做了这事 卫大人和二夫人会将他灭口 特意将这些事情写下来 腾抄了几份 一份交给了我 另两份则交给了我亲家和我女儿 我特意把这消息 透露给了二夫人 二夫人忌惮我们 手里又没有比我家更好用的下人 便也没有灭我们的口 张长盛只觉得 今天的案子审得顺利的不行 要是所有的犯人都这么配合 还能主动提供人证物证 那他这个头也不会凸了 他立刻吩咐 去把卫康和李氏提供的这两家人一起提来 差一走后 他让人将李嬷嬷关押 又提了春勤和春分两个丫鬟 走行事地问了几句 这两个丫鬟虽也是卫氏陪房的孩子 但因为年少不更事 卫氏担心他们嘴不言 担不起事 并没叫他们做什么因私之事 便是连告都不告诉他们 他要做这些 都是吩咐李嬷嬷一家去做 因此 这两个丫鬟不过是走了个过场 张长盛就叫人把他们压下去了 被关押的 还有卫氏的马车夫 卫房消息走漏 这些人即便没有罪 也不能放他们走 叮嘱下属看守好犯人 不允许任何人探望 带走 提审 他这才拿着供词出门 一出大理寺 他就吩咐随从 赶紧去通知岑太父和吏部尚书吴大人 就说 我有案子要承奉给皇上 随从得令 骑着快马一溜烟跑了 张长盛这才慢悠悠上了马车 先在街上绕了一圈 这才去了宫里 张大人稍吼 岑太父和吴尚书 正在跟皇上议事呢 咱家去点灵通饼 太监笑眯眯地跟张长盛说了一句 便一甩浮沉 走进了大殿 张长盛神态悠闲地在外面等着 身为大理寺卿 他平时办案甚忙 他才会到宫里来跟皇上做禀报 一年也没几次 因为频率低起来禀报的案情重要 一般皇上手头不是特别要紧的事 是一定会当即面见他的 果然 太监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了 笑着对张长盛道 张大人 皇上有请 你跟咱家来 张长盛跟着他走了进去 行了 你们说的朕知道了 就照你们说的办吧 皇帝肖哥见张长盛进来 便准备打发陈太父和吴尚书两人 皇上 张长盛看看这两人 欲言又止 怎的了 难道案情跟他们两人相关 肖哥见状 咒眉问道 张长盛连忙行礼 是有些关系 肖哥点头 对陈太父和吴尚书道 那你俩就留下来听听吧 张长盛这才把卷宗放到肖哥面前 并道 太常四位大人之女魏力娘 于十四年前 将自己双生子其中一个 跟隋平侯赵元勋之女调包 现隋平侯世子赵敬丽 实则是隋国公术次子赵元良 与魏力娘所生 肖哥的眉头皱了起来 神情里有些不悦 此案与曾爱卿和吴爱卿合肝 你照常办理便是了 至于魏丘 朕会斥责惩戒的 曾太父和吴尚书对视一眼 他们就知道 皇上得知此案后 是这种态度 张长盛神色丝毫未变 做了依依后起身 欲调仁平静无波 臣在沈魏力娘患子一案中 审出了当年文尚书孙子一案的元凶 嗯 肖哥神色一变 害文尚书之孙性命的 不留成得知子吗 皇上可还记得 当年臣说此案有蹊跷 张长盛道 肖哥点头 朕记得 可你查过了 没查出什么证据来 当时魏丘和刘承德 共争吏部尚书一职 后刘承德因此案被贬折 在与他交好的大臣 反对下魏丘没能当上吏部尚书 却还是做了太常四卿 当年张长盛说 既得利益者最让人怀疑 他把魏丘和魏家人 查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也没查出来 魏大人聪明就聪明在这里 张长盛苦笑 臣当时也被蒙蔽了过去 要不是沈魏丽娘下人时 审出了此事 恐怕谁也想不到 魏大人竟然是让嫁到 随平侯府的女儿出的手 他只查了魏丘和魏家人 哪里会查到 魏丘早已出嫁了 十几年的女儿身上 肖哥愣了一愣 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 如果只是魏丘之女更换子嗣 这虽然极犯忌讳 为皇族贵族所不容 但因为世事出嫁女 魏丘之则不大 最多殉斥罚奉降职而已 魏丘和魏家人 就只能被沙头抄家流放 别无选择 他打开卷宗 看起上面的供词来 当他的视线离开卷宗 手掌握起时 陈太傅就跪了下去 望皇上还留成德一个公道 留成德是他的一个学生 当初要提拔吏部尚书人选时 就是他向皇上举荐的 吴尚书也跪了下去 望皇上还留成德一个公道 他是县人吏部尚书 此事与他也算有些关联 肖哥叹了口气 抬起手朝张长慎示意 卷宗上提到的几个魏府下人 都抓起来审理吧 是 皇上 张长慎连忙行礼 让御灵军把魏丘看管起来 肖哥又吩咐立在屋里的侍卫 侍卫行了一礼 出去传话 皇上吩咐的是看管 而不是关押 毕竟此时魏丘还未定罪 许得审了魏康等下人之后 由皇上和刑部尚书定夺给了定了罪 这才采取抓捕行动 所以 御灵军只是暗中关注着魏丘的动向 免得他在得到消息时 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 张长慎非常清楚 这是一旦开始 就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否则 他们就要受到魏丘的反扑 而且 他们动作还要迅速 绝对不能给魏丘有所察觉 否则他依附的四皇子出手相互 他就有可能只会被侵罚 毕竟杀流成德之孙的是魏家下人 魏丘最多是至家不严 被贬上两极就完事 打蛇不死 反受其害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大家都深知这个道理 张长慎在来皇宫之前 就吩咐人去查魏丘的下落了 他来之时 又带了一批人到附近等着 此时他从皇宫出来 一声令下 他的手下就迅速出手 张长慎办案几十年 大理寺清养了一批人 他自己手下也能扔无数 在市井叫一个跟魏丘玩的好的人 去把魏丘约出来 离他出宫不到半个时辰 魏丘已被送进了大理寺 进了大理寺 任你一直在坚强的人 都能被撬开嘴 更不用说魏丘这些普通人了 未到晚饭时分 魏康等人的供词 就出现在了萧歌案头 身为帝王 玩的就是一个平衡术 萧歌虽立了太子 但为了给太子谨义谨贤 他是允许其他几个皇子 在朝堂上培养一些拥短的 他自己有时候 也会凭私人喜好 提拔一些官员 但为了维护朝纲大统 有个原则 萧歌是不会违背的 那就是不用犯罪之人 魏丘为了升官 残害同僚家人 如果他不做严惩 朝廷必然大乱 互相残杀会层出不穷 他召来几位大臣 及刑部官员 将卷宗递给刑部尚书 依法承办 对此一无所知的 魏丘下了牙 从衙门里回到家 问妻子道 丽娘呢 叫她出来 她早上吃过饭就出去了 一直没回来 我已经叫人去找她了 魏母道 她对这个爱惹祸的女儿 也是不满的 但她就只生了三个孩子 魏丽娘是唯一的女儿 其他都是数出 再惹祸 也是她的亲生孩子 她不护着谁护着 又跑出去了 魏丘当即就黑了脸 你是怎么当娘的 还让她到处乱跑 你没看外面人 是怎么说她的 连我在衙门里 都被人挤对了几句 她沉着脸喝道 让她收拾收拾东西 去庄子上住一阵 为啥要去庄子上住 她在家爱着谁的眼了 魏母是个户犊子的 一听这话就不干了 还朝儿子道 是不是你们媳妇说了什么 让你们把妹妹赶出去 娘 我们哪有 魏家儿子都叫起去了 他们的媳妇自然是抱怨的 毕竟魏氏的名声十分不好 严重影响了魏家女子的名声 要不是魏丘是三品大员 现在定亲的都要被退亲了 还没定亲的疫情也更加艰难 但魏丽娘有父母宠着 性格又强势 惹了她 她绝对不惜在魏府上闹起来 他们可不敢在明面上对她不好 魏母就对魏丘道 行了 我叫她别出门就是了 这段时间老是在家待着 庄子上就别去了 别人做件咱女儿就算了 咱们把她赶到庄子上算 怎么一回事 庄子上人少又乱 她在那里出了事都不知道 魏丽娘接的就是母亲的性格 魏母是个极强势的 惹了她 她真能去皇帝面前告一状 闹得魏丘官都没得做 所以魏丘一般也不敢惹她 听到妻子这样说 她只好道 行吧行吧 就照你说的办 正准备叫开饭 魏母派出去寻魏师的下人回来了 禀道 夫人 小的把城里寻了一遍 都没寻到姑奶奶 魏母看了丈夫一眼 吩咐道 先开饭吧 丽娘想来应该是去侯府了 她出去前说要找安哥说点事 梅怀一会儿就回来 魏丘眉头又是一皱 问妻子 你去探望过隋兵侯老夫人吗 魏母将脖子一梗 我去探望她做什么 身为亲家 孩子犯了错 好好教导便是 她道好 宣扬的满京城都知道 还害你和我被皇上 太后殉旨 做得这么绝 我倒去探望她 她想得倒霉 魏丘沉着脸道 明儿跟你带着丽娘去一趟 这是丽娘做得不对 咱们总要先低头 至少得做给皇上 太后看 是 魏母不情不愿地道 至于其他事 我自会处理 魏丘又缓了一下语气 魏母这才高兴起来 几十年的夫妻 她最了解丈夫 表面上看似大气 实则是个牙刺必报 随兵侯府让她丢了这么大个脸 她必然要报复侯府 赵元勋的那个虚职 怕是保不住了 一家人吃过饭 魏丽娘还没回来 派出去寻找的人也没回来 显然是没找到 我坐不住了 看看天色 要不我去随兵侯府一趟 反正总要去的 不如现在去 也好问问 丽娘再没在哪里 行 那你去一趟 魏丘道 随兵侯府里 因为老夫人是装病 这两日 除了两三个身份 高又是亲自来探望的亲戚 其他人都被赵元勋夫妇 以静养为由 挡在了正院外 想表现自己孝心的赵敬丽 赵敬安 赵如雨等人 也被他们打发了去 让他们该干嘛干嘛 许夕那晚被接回来后 正好赵如雨等人来探病 他在人前露了一面 就住在了作为客院的新兰院 没有再露面 老老实实做起了吊儿 书院那边 自然以市集为由请了假 新兰院应是客院 是单独的一处院子 位置有些偏僻 许夕住进去后 每到饭点 清风就那里出来 去厨房提饭 有心人自然注意到了 为此 阮嬷嬷领着刘婆子他们 捉了好几个 在那附近探头探脑 以及往外送消息的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没有去看过他 此时陪在老夫人身边的 就只有赵元勋和大夫人夫妇两人 老夫人没滋没味地喝着燕窝粥 问道 算算日子 应该差不多了吧 赵元勋点点头 差不多了 也就在这一两日了 老夫人叹道 快些吧 那十一了 我这病也能好起来了 赵元勋和大夫人都默然不语 他们也很期盼 这是快些了结 也想听许夕叫他们爹 娘 但想起自己精心养育了 那么多年的赵经理 听到那个消息后 是什么反应 他们的心就怎么也畅快不起来 老夫人也知道他们的心结 便是他自己 也不好受 为了不让夫妻俩为难 他从没问他们 对赵经理和许夕 两人是如何打算的 周嬷嬷进来禀道 老夫人 侯爷 夫人 魏府下人来了好几趟了 打听二夫人的消息 说二夫人一早说来了咱们侯府 可至今没有回去 赵元勋和大夫人对视一眼 剧都精神一震 他们放下筷子 正想说话 就见彩蝶快步走了进来 道 老夫人 侯爷 夫人 魏家老夫人来了 说来探望老夫人的病情 魏丘的老娘还活着 因此 魏母在魏家就被称作夫人 她的儿媳妇们被称作少奶奶 跟随平侯府的叫法不一样 但她跟侯府老夫人同辈 侯府的人都称她一声魏老夫人 屋里几人一听这话 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去看外面的天色 此时天还未黑 光线却也暗了下来 这种时辰 除了像赵如玉那些姑奶奶 遇到家人有疾病 否则谁也不会在这种时辰来探病 莫不是来找魏氏的 老夫人问道 应该是了 大夫人点点头 魏氏这么晚不回去 真是不守福道 老夫人不悦道 赵元勋和大夫人 则已猜到魏氏被大理寺传讯过去了 两个人心里都十分不安 担心事情没照着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 如果魏丘被放过 侯府必然遭灾 不过这话 不好当着几个吓人的面 跟老夫人说 赵元勋急着去府外打探消息 开口对妻子道 你要懒得应付 不如叫二房几个孩子先去续话 顿了顿 她又到 把立根也一起叫上 大夫人身子一震 抬眼看向丈夫 自打赵元勋从姑苏回来 夫妻俩就有意避开赵经理这个话题 似乎晚一天谈论她 就晚一天剥离这份感情 而且夫妻俩都有认知 对方想的肯定跟自己一样 现在听丈夫这么说 大夫人就知道 丈夫已经做出了决定 让二房人接待魏母 而赵经理也是二房的 大夫人忽视掉心里隐隐的难受 转脸吩咐采蝶 你让人领他们到云和堂 让二老爷和大少爷 二少爷 四姑娘 六姑娘一起过去 按理说 魏母来探病 大夫人应该领她到荣喜堂来 看老夫人一眼 说几句安慰的话 这才领她到云和堂去续话 但这结果眼上 大夫人可不敢把魏母往荣喜堂领 顿了顿 她又叮嘱彩蝶 让留婆子 月婆子等 去云和堂守着 护着几个孩子 她担心有什么事 魏母拿几个孩子做人质 反正小心无大错 防着点总没事 云和堂里 魏母听彩蝶说 老夫人扶了药以睡下 大夫人正在吃饭 让她烧的 她也不在意 因为卫士冲撞一事 她就知道 随凭侯这婆媳俩 肯定要给她点脸色看的 她来侯府 也不是为了看这两人的脸色 诸事不来 她正好套一套赵敬安和赵如雨的话 赵敬丽见母亲久久未来 这屋里除了下人 就只有她这么一个大房的 其余都是卫家外孙 魏母拉着赵敬安的手 轻轻热热的说话 理都不理她 她就感觉不大自在 心里还有些不愿 她是世子 按理说 侯府的男子 除了父亲 就是她地位最高了 她如今也十四岁了 是个大人了 她出来接待魏母 魏母就应该 把她当成侯府的主人一样 来对待 而不是无视她 她站了起来 态度冷淡地道 你们先聊 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 去吧去吧 去看看 你娘怎么还没来 魏母巴不得她快些出去 她好套赵敬安的话 赵敬安是跟赵敬丽一块长大的 最了解她的脾气 一见她这样 就知道她不高兴了 正打算替自家外祖母解释两句 就见赵敬丽转身走了 她只得作罢 想着一会儿再解释也不迟 哎呀 这茶怎么是齐略 我不喝齐略 你去给我重新 弃一壶雇主子笋 魏母开始打发 屋里侯府的两个丫鬟 你 替我去看看 亲家夫人怎么还不来 丫鬟早得了彩蝶的叮嘱 一听她赶人 麻溜地出去了 好让他们说私房话 刘婆子和月婆子等人 正在屋外站着呢 魏母见屋里只有外孙们了 这才跟赵敬安道 你娘来找过你吗 说着又朝赵如雨看去 你呢 赵敬安和赵如雨一听这话 神色就不自在起来 还以为魏母是替魏使来逼他们 引诱赵如西出去的 外祖母 这个 我娘让我做的事 我做不到 赵敬安吞吐吐地道 魏母一听这话 就感觉不对了 他让你做的事 他让你做什么事了 外祖母您不知道 赵敬安惊讶地问道 不过玄机他又释然了 他娘做的事 向来鬼鬼祟祟的 不告诉别人也很正常 想了想 他还是觉得 应该把魏使做的事 告诉外祖母 他让我把我五妹妹引诱出去 说 说 他瞅着魏母 只要让魏家表兄娶了五妹妹 他就不会被祖母和大伯母给休了 嗯 魏母那样说 只不过是想问问魏丽娘这几天的行踪 可没想到 竟然套出了这么一个消息 他会不会被休 跟你五妹嫁不嫁魏家 有什么关系 他不解的问道 我也是这么问的 可他不说 赵敬安委屈地道 他又抬头看着魏母 外祖母 您劝劝我娘吗 这样做不好 真的 这会毁了我五妹的一辈子的 我反正是不会帮他害人的 只要您跟我祖母和大伯母说说 他们气消了 就会把我娘给接回来了 不会休了我娘的 对不对 魏母没有理会他的问话 脑子里快速的思索起 新接回来的那个赵如希 跟魏家的关系来 理清楚关系后 他看了赵如雨一眼 问道 你娘也找你了 她也是怎么跟你说的 在这个月之前 赵如雨一直被认为是魏氏的亲生女儿 魏家人对她还是很好的 尤其是魏母 对她很是疼爱 相比之下 侯府老夫人不是她的亲祖母 大伯母对她也不亲 只是面子情 所以 在赵如雨此前十几年的人生里 她更亲近魏家人 上辈子 赵如希被接回侯府 报错知识传开后 魏母明知赵如希是自己的亲外孙女 可还是嫌弃她拿不出手 仍然还是喜欢赵如雨 后来侯府垮了 赵如雨身为平南侯夫人 有身份有地位 魏家也很乐意跟她来往 而赵如雨 没了侯府这个娘家 干脆把魏家当成了娘家来走动 她也需要魏秋这个三品大员 来给自己撑腰 因此 赵如雨不管是上辈子 还是这辈子重生回来后 在她心里 魏家人比随平侯府的人 更让她感觉像亲人 但她也不是上辈子那单纯的小姑娘了 无论什么都会掏心掏肺地跟魏母说 只是现在赵金安心直口快地说了 她便也没再隐瞒 点头道 是的 她也这么说 只是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没说自己答没答应 说不答应 在魏母这里讨不了好 说答应 她担心隔墙有耳 被侯府人听了去 因此 只这么打个马虎眼 魏母这么多年 随着丈夫的官越做越大 她虽然保住了自己正式的位置 没让魏秋修了她另取高门 但也没能阻止她那切 她跟妾室和儿媳妇们 明争暗斗的经历 简直能写一部丰富曲折的宅斗史 赵如雨这摸棱两可的话 糊弄别人可以 可糊弄不了她 只是她也没戳破 只深深看了赵如雨一眼 就转头去问赵敬安 这话是你娘什么时候说的 她今天有没有来找过你 左儿个说的 今天没来 我没见着她 赵敬安道 一听女儿今天没来侯府 也没见魏府那边传来消息 魏母的心就提了起来 她又问赵如雨和赵如蕊 你们呢 今天有没有见着你们娘 赵如雨和赵如蕊都摇摇头 赵敬安一听这话里的意思 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外祖母 怎么了 我娘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吗 魏母已无心跟他们掰扯了 站起来道 没事 我想起我家里还有事 须得赶回去 一会儿你大伯母来 你跟她说一声便是 说着她抬脚就要走 可她的脚刚跨出两步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少爷 姑娘 快出去 接圣旨 一个婆子冲了进来 看到魏母 她愣了愣 又赶紧道 魏老夫人 正好你也在这儿 难怪天使典名 让你也去接圣旨呢 快走吧 别耽误了时辰 魏母愣住了 心里生出了一股不妙 赵家人接圣旨 为什么点名让她去 联想到魏丘和她被皇帝 太后斥责之事 她就以为是皇上下了旨意 要随凭侯府修了魏氏 否则 怎么的这圣旨 也牵扯不到两家人的身上 魏母想到的 赵金安和赵如雨 赵如蕊也想到了 三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赵金丽从外面进来 见四人站在那里不动 沉声道 魏老夫人 天使点名让您去接旨 还请一步 又转头朝赵金安几人喝倒 怎的还站在那里不动 快去 别耽误了时辰 给福利惹祸 几人如梦初醒 赵金安扶助魏母道 外祖母 咱们走吧 赵如雨也上前扶住了 他另一只胳膊 好 魏母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女儿被修就算了 还被皇上下圣旨修气 这仇可真是丢打发了 魏家以后还怎么有脸出去见人 这么想着 他又想起今天一天不见踪影的女儿 心里的那股不妙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圣旨里宣布的 不会是比丽娘被修更糟糕的消息吧 接待魏母的云鹤堂 就在外院和内院的交接处 离外院正堂极近 等赵金安和赵如雨 扶着魏母走到正堂时 赵元良和赵元坤等人才刚刚赶来 赵元良晚上跟朋友喝酒去了 还是魏母到来后 赵元勋让人去寻他 他才回到侯府 天使看到人已到齐 尤其是魏丘之妻也在人群里 他展开圣旨 开始宣读起来 奉天成谕 皇帝赵曰 太常四亲魏丘使随平侯府扑从李牧等人 杀害刘成德之孙 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 魏丘去之贬为庶民 战五十 流放岭南 魏七于世 夺告命 同夫流放 魏家其余二十一人一同流放 蒲发脉 魏母一听 脑子都得一声就炸了 魏氏丽娘 祝父行凶 命陪访李牧沙朝廷命官家人 又于新魏年七月二十六日 将其双生子中之赵经丽 与诸世新仪所生之女赵如希对调 后又将赵如希与北宁小荣村民林氏春梅之女赵如宇对调 混淆勋爵血脉 欺君犯上 斩力爵 老夫人 赵元勋和大夫人布了这么久的局 算算日子 好消息也快到了 所以 听到有天使来传旨 就猜测到了圣旨的内容 听到魏秋和魏氏的下场 简直如六月天喝了冰水 从头疏赏到了心里 可这消息不光对魏母 便是赵经丽和赵经安等二房的人来说 都犹如晴天霹雳 赵经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 他怎么会不是父母的儿子 而是赵元良和魏氏的儿子 他跟赵经安是双生子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要是别人说这话 他肯定半个字都不相信 只是这是圣旨 赵经丽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想问问身边的赵元勋 但天使还在宣读圣旨 场中一片静默 赵经丽只得强忍着心中的疑问 不敢出声 赵经安忽听母亲被斩立绝 差点没吓晕过去 身边的魏母晕倒在地 他都无知无觉 整个人傻愣愣地跪在那里 一动不动 赵元良的情况 不比赵经安好多少 他跟魏氏虽然没有感情 整日跟斗鸡眼似的吵吵闹闹闹 但好歹是夫妻 听到他被斩立绝 一样也被吓梦了 他老婆 胆子这么大的吗 跟大嫂换了孩子 让自己的儿子当世子 难怪整天对天对地的一个人 却对赵经丽 这个大方的侄子 很包容疼爱 难怪他对赵如希 这个孩子这么厌恶 没半点慈母之心 原来赵经丽才是他的儿子 跟赵经安是双生子 可俩的孩子 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 还有 他把侯府当成什么了 他竟然让侯府的下人 去做杀人之事 他难道不知道 这是暴露出来 会连累他的丈夫 儿子吗 在他心里 他这个丈夫 他疼爱的儿子赵经安 跟卫家这个娘家比 到底算什么 不说这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 便是自诩知晓大敬和随平侯府 接下来几年未来发展 常常以上帝视角 看这个世界的赵如雨和许希 都惊呆了 尤其是赵如雨 整个人是崩溃的 上辈子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好不好 便是连卫氏把老妇人气中风 卫家被皇上 太后斥责都没有 他替卫氏杀人 用自己孩子 替代赵如希 夺取侯府世子之位的事 即便存在 上辈子没暴露出来 这辈子 怎么突然暴露出来了 卫家被抄家流放 卫氏被斩这样骇人听闻的事 怎么会发生 赵如雨觉得自己 整个人生都坍塌了 上辈子他最成功的事 就是嫁给了傅云朗 做了平南侯夫人 重生之后 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贪心 即便知道未来的皇帝是谁 他也没有想过 要去嫁给那个皇子做妃子 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 他只需要按上辈子的人生轨迹 去走 就心满意足了 可老天为什么这么不长眼 让他重生 却轰塌了他的美满人生 这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许希对卫氏患孩子的 誓心之父名 但他实在没想到 卫氏这么大胆 又这么愚蠢 会替卫秋杀人 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 不过 想想他又能理解了 卫氏一切的依仗 都来源于自己的父亲 只要他父亲站在高位 甚至升更高的官 他才能在随兵侯府 耀武扬威 嚣张跋扈 而他十四年前 做下的那件事 即便暴露出来 后果也不会太严重 又或者 正是因为十四年前 患了孩子 他心中不安 这才替父亲 做凶手杀人 让他升官 来保护自己 世间之事 真是有因才有果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听完了卫氏的下场 他跟老夫人 赵元勋 和大夫人一样 仍望着天使 竖着耳朵戏听 随凭侯府没有分家 卫氏作为侯府二夫人 即便他做的事 损害的是侯府的利益 是替他自己 娘家父亲 扫清官职上的障碍 但仍不能否认 被斩立觉得 是随凭侯府的人 赵元勋作为随凭侯 至家不严 以至流程得知孙被害 肯定是要被治罪的 如果没有孩子被换一世 他这罪可能不小 虽不至于抄家流放 但打上几十板子 还是免不了的 换作别的壮年男子 打上几十板子不算什么 养上了一阵也就好了 可赵元勋那身体 因此听到魏秋 和魏力娘的下场 大家虽然很爽 但一颗心还是揪了起来 担心皇上对赵元勋的惩罚太严 来宣旨的太监知道 魏秋之妻来了随凭侯府 魏秋 魏氏做下的事 和他们的下场 又跟随凭侯府息息相关 这才把与随凭侯府的圣旨内容 再次宣读了一遍 宣读完魏府有关事宜 看到随凭侯府众人的反应 他顿了顿 又接着道 随凭侯赵元勋 至家不严 地习犯下大错 府中下人行凶尚不知 本应严承 念魏氏和下人所为 皆为魏秋所使 与随凭侯无关 世子一世 则为受害者 故随凭侯降绝一等 更绝为随凭伯 撤去五成兵马司一职 赵元良身为魏氏之夫 对妻子不加管束 账三十 赵敬丽世子之位废除 钦此 大夫人一听被详绝 就暗教不好 连忙对老夫人道 大家平安 这比什么都强 娘你想想 咱们一家都好好的 她实在担心 老夫人受不了刺激针的中风 老夫人年纪大 脑子慢半拍 虽识字 读书不多 对于太监所念的圣旨 她需要在脑子多想想 才能理解其意思 因此 她还没听明白 赵元勋被降绝的话呢 就听到了儿媳妇这句话 也是许夕原先开导过她 老夫人如今对于 荣华富贵的执念 也没原先那么强烈了 听到儿媳妇这话 她倒没受多大刺激 叹息一声 在大夫人的示意下 朝地上磕了个头 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监把圣旨交给赵元勋 就一挥手 将魏丘之妻于是带走 对赵元良施账三十 大理寺罢案还区别对待男女 可而对已定罪的人 可就不管那么多了 几个御林军上前 将晕倒在地的魏母提起 连同他带来的几个魏家下人 压着一起 随着天使往外走去 赵元良是京城顽固 虽没什么钱财败家 但还是经常跟朋友 在外面招猫斗狗 御林军里有很多勋贵子弟 那时另几个御林军 将傻在那里的赵元良拉过去 劈劈啪啪啪的就打了起来 大家还没从圣旨的内容 和他们的行动中反应过来 三十大板就已经打完了 几人提起板子就走 整个行动如行云流水 麻溜的不行 显然是经常干这活的 大家动作熟练 配合默契 毕竟大家都相熟 彼此还沾亲带骨 如果动作太慢 不如哭哭啼啼的求情 老人扑到孙身上 挡着不让打 那不是耽误事吗 玩不成任务算谁的 所以动作麻溜才是硬道理 爹 爹 您没事吧 赵金安已顾不得替母亲悲伤了 扑到赵元良身前问道 他已经没娘了 可不能再没爹 没事 没事 赵元良屁股上有血渗出 人倒还精神 还能咧着嘴安慰儿子 显然御林军那些人手下留情 没有用力将他往死里打 这也是赵元良了 无能是无能了点 但脾气好 性子软 没在外面得罪人 反而多多少少 跟这些勋贵子弟家中的顽固 有些交情 否则三十大板打下去 不死也能去半条命 赵元勋也连忙上前 见赵元良还想强撑着爬起来 连忙喊道 先别动 让侍郎中来看看 你们几个去卸个门板 再铺窗棉被 一会儿好台会去 刘管家等下人立刻行动起来 赵如雨和赵如蕊 开始还不敢动 这会儿也赶紧上去 向赵元良嘘寒问暖 相比起卫士 赵元良对孩子倒是真心疼爱的 所以赵如雨和赵如蕊跟他也更亲近 这份关心也是实打实的 赵经理见状往前走了两步 望着赵元良嘴唇动了动 却一声未坑 小叔子受伤 大夫人也不好上前 他更担心老夫人 他掺着老夫人的胳膊 娘 我送您回去吧 赵元勋也担心母亲 见赵元良真没大碍 他走过来低声安慰 娘 我虽被降了绝 但这已是最好的结局了 否则皇上怪罪下来 我没准要被葬行或坐牢 老夫人本就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看到站在赵元良身边的赵经理 他就更想得开了 勋贵之家想要保住爵位不详 那就得一直不停地立功 就像隋国公府先前的几位国公爷一样 在战场上洒热血 府里的孩子不上战场 这个爵位总是得往下降的 伯爵 子爵 男爵 直到没有 自然下降没什么 可如果被人夺去 让卫士的儿子上位 这份屈辱 那叫财他嗷血 相比起被卫士夺去爵位 他宁愿没有爵位 一家子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强 这也是许夕前段时间的开讨之功了 否则老夫人还不会这么容易想开 老夫人看了看 跟妻儿站在一起 自成一体的赵元昆 异性阑山地道 我不歇息 原良去养伤 其他人都进正堂去吧 我们商量一下分家的事 一听分家 赵元昆和苏氏都满腔惊喜 他们盼了那么多年 想要分家都不成 今天差点被卫士连累 受牢狱之灾 这种想要分家的感觉 就更强烈了 还以为老夫人仍不放手 须得等老夫人去世 才能再提此事 没想到老夫人今晚受了打击 居然同意分家了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赵元昆看到赵元昆脸上的惊喜 对他的表现已失望到了极点 平时倒也罢了 三兄弟都不清静 话少一些也正常 可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被降绝 赵元良被仗责 赵元昆也无需做什么 关心赵元良两句总可以吧 可他倒好 站得远远的旁观 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现在一听分家 就立马来了精神 不光没有半点兄弟情意 便是连路人都不如 这样的兄弟 不要也罢 赵元昆打定主意要分家 却不肯让母亲劳累 娘 太晚了 您身体不好 先回去歇息 分家之事 一时半会儿决定不了 须得请几家宗亲做见证 老夫人顿了顿 也反应过来了 是了 得请宗亲 那就等明天吧 老夫人看了看赵经丽 又看了看许希 顺便 两个孩子的事 也得告诉宗亲们 让他们在族谱上改一改 一听这话 一直强忍着各种复杂情绪的赵经丽 终于哇的 一声哭了起来 直接跪到了赵元勋和大夫人面前 爹 娘 你们不要我了吗 我 我不要当二婶的儿子 我只想当娘您的儿子 娘 我不要世子之位 我能不能只当您的儿子 说着 他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在地上咚咚咚的磕起头来 立哥 你别这样 大夫人赶紧过去拦住他 又摸摸他的额头 发现额头没出血 只是有一点点清淤 他才放下心来 他流着眼泪说道 孩子 你以为娘这心里不难受吗 娘有多疼你 爹和娘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心思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你虽没了亲娘 还有亲爹 你总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认亲爹了吧 还有你的亲弟弟 赵经丽转头来 西基地看向赵元良 仿佛只要赵元良说 允许自己不要亲爹 他就能维持原样不辨似的 赵元良扯了扯嘴角 想给他一个笑容 可脸皮僵硬的 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 他能说什么呢 他又不是赵经丽这种不安适适的小孩 子嗣不光意味着爵位 还意味着话语权和家产 就算赵经丽的世子之位 被皇上夺了 赵元勋重新申请 让赵敬太做世子 可只要赵经丽待在掌房的家谱上 那他就还是赵家的掌房长孙 他年纪比赵敬太大 又被当做世子精心教导多年 能力比赵敬太强许多 有他在 赵敬太即便有个爵位 再深又如何 还不得听赵敬丽这个兄长的摆布 再召架只能做个傀儡 这是赵元勋和朱氏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他说 让赵经丽待在大房别回来了 这做法跟卫士有什么区别 自己妻子做下这等大措施 赵元良心里已经害怕得不行了 以前还有卫家撑腰 现在卫家倒了 老夫人 赵元勋夫妇 还不知怎么收拾他们二房呢 赵经丽这时候还提这种要求 那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立 立哥儿 别这么不懂事 你二婶 我是说卫士 他做下了这等大措施 让西井在乡下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也让泰哥儿没了柿子之位 咱们不说弥补过师 你怎么还提这种要求 快别让你 你大伯和大伯母为难了 他开口道 十四岁 在现代还只是初中生 但在古代 却已是个差不多要成亲的人了 更不用说赵经丽还是柿子 宗族上有纠纷 他也曾随赵元勋去见识过 对赵元良考虑的这些 他也是清楚的 他刚才只是一时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经赵元良这么一说 他理智也回来了 这真不是他想不离开大房 赵元勋和朱氏愿意收留他 就能这么简单处理的问题 他看看赵元勋 再看看朱氏 哭道 对不住 我 说到这里 他匍匐在地上 嚎啕大哭 朱氏也俯着他的背哭的不能自意 在场的泪点滴的人 都在抹眼泪 老夫人对赵经丽这个长孙 自然是十分疼爱的 但从猜测到内情 到情况被证实的这段日子 他对赵经丽的这份疼爱 早已消磨在对卫士的恨意里了 看到这情景 他担心赵经丽心生怨对 也担心府里众人说闲话 他用拐杖用力敲了敲地面 仰着头大声哭喊道 作孽啊 真是作孽啊 卫士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 你害了多少人啊 他这是在提醒众人 造成赵经丽处境艰难的 不是赵元勋和朱氏的心硬 而是卫士的心狠 赵经丽要恨 就恨自己的亲娘卫士 而不是埋怨到赵元勋和朱氏头上 老夫人这一哭嚎 大夫人对老人的担心 一下子压过了狮子的痛苦 他站起来赶紧扶住老夫人 娘 娘 您别激动 别激动 是啊娘 您当病好 可不能再激动啊 赵元勋也上前扶着母亲安抚道 虽说老夫人这次是装病 但夫妻俩都十分担心 在这种大喜大悲的场合 老人的身体真出问题 所以异常小心 许希也担心着呢 可这时候 他跑出去表孝心 实在不适合 看朱氏和赵元勋 都及时上去安抚 他这才放下心来 一声又看到赵元勋和朱氏的举动 心里十分内疚 他光顾着埋怨世事的不公了 却忘记了祖母的身体 他赶紧上前对老夫人道 祖母 你别激动 我不会再哭了 不哭了 我也不会让大伯和大伯母为难的 我虽然不在大房了 但他们养育我多年 我还是会把他们当亲生父母对待的 我心里不会埋怨任何人 您放心 好好 好孩子 也不枉祖母 我疼你这么多年 老夫人拍着他的手 心未道 你放心 你虽不在大房名下 但咱们还是一家人 我跟你大伯 大伯母疼你的心 一点也不会减少 是 孙儿知道了 赵经理乖巧的硬道 这时候 师郎中也提着药箱过来了 他只是赵家请来的 不是赵家下人 所以刚才接着 他便是知道 也没敢过来 他检查了一下赵元良的身体 出声道 没事 没伤着骨头 只是皮外伤 养上十天半个月 就没事了 大家这才放心 看着下人们在师郎中的指挥下 小心地把赵元良挪到木板上 抬起来送往二房 老夫人对赵元勋和大夫人道 行了 你们也不用送我 我这里有阿金他们 府里是多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金嬷嬷和戴茂文言 连忙上前接替了赵元勋和赵经理 辅助了老夫人 目送着老夫人离去 赵元勋这才转过头 对赵经理道 你跟安哥回去事后你爹吧 别多想 不管你在不在我们西夏 你也叫了我们这么多年爹娘 彼此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得了赵元勋这话 赵经理鼻子又有点酸 他用力点点头 嗯 好 赵经安原是跟着担架走的 听到赵元勋这话 又跑回来拉住赵经理的胳膊 走吧 大哥 跟我回去事后爹点 赵经理看了赵元勋一眼 又看了看朱氏 见两人都对自己微笑点头 便随着赵经安追上抬担架的人 朝二房的院子走去 赵如雨和赵如蕊赶紧跟上 远远地看到 二房漆黑一片的院子 刚才接着盛时 天还没黑 屋里都还没点灯 二房几人的心都惶惶不安 赵经理的不安来自于身份的转变 赵元良和赵经安则想着卫氏的死 也不知道卫氏现在在哪 什么时候被砍头 他们要不要去见一见他呢 卫家那一群人 他们又该如何对待 以前 府里不管有什么事 都有赵元勋和大夫人操持 有他们在前面顶着 二房父子俩 只需要躲在后面 什么都不用操心 可现在 赵元勋和大夫人 是不可能去张罗卫家和卫氏的事了 只能他们父子三人 自己张罗 赵元良和赵经安慌恍然之余 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尤其是赵经安 忽然间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 心里更是惶恐不安 父亲这十天半个月不能下床 卫家之事 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哥根本还没接受自己的身份 看来去牢中探望 宋母亲和外祖一家最后一程 都落在他身上了 想到这里 他转头去看赵如雨 相比起赵如蕊这个数解 他跟赵如雨更亲近 也觉得赵如雨形式说话 比赵如蕊更靠谱 接下来的日子六妹妹能陪着他吧 可赵如雨根本没空理他 他内心的崩溃 无人能知 他很想大哭 他比任何人都惶恐 也比任何人更茫然 别人的惶恐不安 只是被吓着了 过了今晚 看到明天阳光明媚 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 等卫士被行刑之后 大家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赵元良会再娶一个妻子 赵经丽和赵经安 仍然读他们的书 练他们的舞 而他赵如雨 上辈子固定的人生轨迹看不见了 心中的惶恐不安 怕是复古之居 不到他死 他这颗心怕是安定不下来吧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辈子跟上辈子差得那么远呢 为什么老天就看不过 非得给他整出这么多幺蛾子 毁了他原有的大好前程呢 他不贪心 他真的不贪心 他不求比上辈子过得更好 他只想跟上辈子一样好 可如今 魏氏犯了这样的大罪 还在被砍头 魏家满门流放 有这样的母亲和外祖 平南侯夫人 又怎么可能让他嫁给傅云朗 如果不嫁傅云朗 他怎么办 正院前 大夫人冷眼看着赵元坤一家子离去 转脸对还站在原地的赵敬泰道 泰哥 你今晚回大房住 啊 好 赵敬泰胖胖的小脸上 露出如是重负的表情 原先前院还有大哥 二哥 偶尔父亲 二叔也会坐在前院 现在大哥 二哥回二房市集了 父亲估计 还得回大房跟母亲商量事 前院就只剩了他一人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他一个小孩子实在没有安全感 自然希望能待在父母身边 他走过去 扯了扯赵如新的衣袖 朝他笑道 姐 咱们回去吧 说完 他似乎想起什么 转头看向许希 犹豫着道 吴姐姐 你呢 我回我住的院子就好 许希笑道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大概数他最冷静了 他回府后 知道赵元勋和大夫人布了局 就知道 卫士不会有好下场 他和赵敬丽各归各位 分家也都是预料之中的事 别人对这情景有惶恐有不安 而他却是乐见其成的 绅士大白 再分了家 大房之人都是心正的 除了防着点赵元勋做死 这个家里 就没什么好令他操心的了 他也能放开手脚 赚钱刷分搞事业了 他抬起头看向大夫人 正准备跟他告别 就听大夫人道 希姐 你别去新兰院了 直接回品名居住 东西我会让下人帮你搬回来 许希也知道 新兰院太偏僻不安全 现在府里是多事之秋 还是跟老夫人住在一起的好 有利于府里集中人员守护 况且他还有话要跟大夫人说 品名居离大房境 方便 他环顾了一周 看到听令与赵元勋夫妇的下人们 都还站在这里 没有主子发话都没敢动 所以笑着点头道 好的 听话地领着清风等人离开了 大家都走了 这里只剩了赵元勋夫妻俩 和一众下人 出了这样的大事 赵元勋和大夫人 还有许多事要做 府外有位家人 府里也有卫士的赔房 有跟卫士相关联的人 这阵子用许希做诱饵 抓了几个 但还有其他的 也不知这些人有没有包含祸心 亲近卫家 要为主子出头报复的 尽管卫秋倒台 是几个高官在做推手 但根源还是因隋平伯府 更换孩子之事而起 卫家想要报复 肯定要冲着隋平伯府来 在卫家人彻底被流放之前 府里可不能掉以轻心 赵元勋到外院去安排 刘管家和护院加强防护 大夫人则安排留婆子 月婆子他们在内院巡视 这样大夫人仍不放心 他开口道 吼 可 老爷 大夫人一直换赵元勋为侯爷 这会儿要改称呼 还真不容易 赵元勋收回目光 看向妻子 你派个护院 去诸府找我大哥 让他们派些人手过来 守护一下家里 赵元勋点点头 夫人考虑周到 我这就叫人去 放心 这些日子 我会让人将家里家外 都严密监控 他们夫妻在这里忙碌 许夕回到品明居也没有睡 吩咐点将 你去路口看着 要是大夫人回大房了 你给我禀报一声 点将阴生去了 过了差不多有一顿饭功夫 他才提着灯笼回来 禀道 姑娘 大夫人回去了 是他一个人 还是跟大老爷一起 许夕问道 点将面色有些古怪的 看了许夕一眼 想来对他称呼 赵元勋的用词 有些不习惯 是一个人 点将道 哼 大老爷没回来 许夕放下笔 站了起来 走吧 跟我一起去大房 袁嬷嬷听了 赶紧站起来 又叫上清风 一起随许夕出门 到了大房 彩蝶纹生出来 看到许夕十分诧异 五姑娘 这是有什么事吗 嗯 我有几句话 要跟大夫人说 许夕道 虽说绅士已经明了 圣旨都下了 但赵元勋和诸侍 还没时间让他改口 他也不好就这么自己 叫起爹娘来 可称呼他们为大伯 大伯母 又不适合了 所以 他干脆直接称他们为 大老爷 大夫人 夫人累了 刚洗了澡 正准备躺下呢 姑娘有什么话 就直接进去说吧 原先许夕作为二房的姑娘 因为老夫人和大夫人 对他的另眼相看 这些下人 都不敢对他有丝毫不尊重 现在知道他 才是大夫人的孩子 赵敬丽是个冒牌货 大家同情许夕之余 更加不敢怠慢他了 否则 彩蝶没去请示过大夫人 是不会让他直接进内室的 许夕汉手 走进了内室 彩云 彩霞服侍大夫人脱了衣服 让他躺上床 正要放下杖子 就看到许夕进来了 可是出了什么事 大夫人一看他 就想坐起来 我没事 许夕连忙上前接住他 我说几句话就走 大夫人还是靠坐了起来 披上彩云递过来的衣服 你说 我听说 魏氏刚嫁进来的时候 魏家的家境不怎么好 许夕问道 大夫人点点头 是 魏秋是寒门子 靠着当小地主的月账的资助 才考上的进士 他们当初连宅子都是租的 家里的下人也没多少 说着 他不解 你问这个做什么 魏家人被流放 他们也不能去接受魏家财产啊 倒是魏氏的陪嫁 还有可能由他的几个孩子继承 既然家境不好 想来魏氏嫁进来的时候没多少钱 二老爷不长家 在外面的花销也大 应该也没什么钱 那么 魏氏到底给了多少钱给吻婆 让吻婆铤而走险呢 这钱 从哪里来 这话本来许夕是不想说的 等赵元勋和大夫人去查吻婆的时候 知晓魏氏给了他二千两银子 国公爷私塞银子 给两个数字的事 自然就暴露了 可他一直没听大夫人提起此事 偏明日就要分家 许夕是个女子又不能参与分家之事 他担心自己不说 赵元勋和大夫人也不知晓 分家时大房这里要吃亏 大夫人一听这话 表情立刻凝重起来 他是长嫂 当时的国公府世子夫人 魏氏和赵元勋的婚礼 就是他跟老夫人一起操办的 再没人比他更清楚魏氏的陪嫁 和当年魏府的寒酸了 魏氏嫁进来的时候 香隆不多不少 从数量上似乎不比别人差 可香隆里装的全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当时因为只有他的奶娘和一个丫鬟陪嫁进来 大夫人便派了一个嬷嬷 两个丫鬟去侍候他 有了他们 魏氏压箱底的银子根本瞒不过大夫人 魏家担心太寒酸 银子都花在陪嫁上 没给他什么压箱底银子 而老夫人对两个数字房心慎重 束缚得也很严 除了每个月五十两的月利银子 一文多余的钱都不会给 他们自己又没有私产 赵元坤还好 娶的苏氏是商家女 嫁状丰厚 能给他钱花 可二房赵元良这里 因为是自己也穷 可是根本没多余的钱 魏氏虚荣心强 好打扮爱攀比 不光在府里 他的吃穿用度不能比两个肘里差 魏府的嫂子 弟媳妇也不能比过他 所以 二房的月利银子 月月都花得金光 要不是老夫人不许他们赦欠 没准欠账都有一大笔 直到魏秋的官月做越大 魏家家境彻底好转 魏母愿意贴补女儿 又补送了两个铺子做陪嫁 魏氏手里有了活钱 这才宽余许多 这么一想 大夫人就觉得 此事有了蹊跷 可魏氏已经被关进了牢里 很快就要被砍头了 就算问出了他 给了多少钱给吻婆又如何 难道他还能找魏氏要银子不成 这么一想 大夫人就问许希 你有什么想法 她知道自己这个女儿 素来有矛盾 否则他们不会发现孩子被调包 即便发现了 也要被魏氏把许希嫁进魏府这种操作 弄得忍下屈辱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细细想来可全靠许希的指点 许希没想到 赵元勋竟然没有把这件事给查出来 事已至此 他只得又做一次诸葛亮了 吻婆可不是傻子 他又有一大家子 不可能为点银头小利 就铤而走险 没有足够的利益 他是不可能胆敢调换国公府血脉的 这可是砍头的事 所以我觉得 魏氏至少给了他一 两千两的银子 许希说着 看向大夫人 您看 有没有可能祖父在临终前给了银子给二叔 三叔 否则 魏氏哪来那么多钱给吻婆 大夫人连连点头 赞许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当初公公还活着的时候 对两个数字 可是很看重的 尤其是赵元坤 国公爷觉得这个儿子最像他 偏他还是妖 国公爷对他更为疼宠 临终前 偷偷给他们色丝房钱 是很有可能的事 大夫人想起公公去世后 婆婆去收拾他的屋子 却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的情景 不行 我得把这事跟你爹说 大夫人翻身下床 许希说在新兰院那几日 大家都忙 彼此没见面 又担心被人听见 所以他没让许希改口 可在他心里 早在怀疑此事的时候 就把许希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此时改口改得特别顺料 此时外面宵禁了 您就算告诉 爷 他也不能去查这件事 反而闹得 他不安心歇息 不如明儿一早再商量 反正分家之事又不急 拖到后天都没事 许希连忙安抚他 周嬷嬷也劝道 对 姑娘说的有道理 明儿的再去吧 大夫人指的作罢 看向许希道 那你赶紧回去歇息吧 有什么事 我叫人告知你 他心痒痒 很想让许希叫他做娘 但他总觉得 这样轻飘飘的改口 太过轻慢了这孩子 等宗亲把他的名字 写上族谱 再当着宗亲的面 让他改口 自己和丈夫 重新给他一份见面礼 那才是真的疼爱这孩子 嗯 好 许希连爹都叫出口了 叫一声娘 可没心理障碍 那娘您也早些歇歇 我回去了 他摆摆手 转身潇洒地离去 大夫人因为他这一生 娘 又是心酸 又是腥胃 重新上床躺好 想着隋国公友 可能给树子留的钱财 他辗转好了一会儿 才迷糊睡去 第二天未亮 大夫人就派人去找了赵元勋来 将许希的猜测告诉了他 这是我忽视了 赵元勋沉声道 当初他跟诸和玉去姑苏时 一心只想查清楚 许希和赵经丽的身份 别的都没多想 后来稳婆去自首 他在衙门里的供词 他也没看到 并不知道 当初卫士是如何收买稳婆的 现在想想 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于钱财 赵元勋并不太在意 他在意的是 父亲这个举动蕴含的意思 这是有多不信任母亲啊 母亲当初为了他的病 四处言请名医 府里本来就因为 父亲做的几件糊涂事 花了许多钱 家底子都薄了 可父亲生病的几年的时间 名贵的药材从没断过 可谓是清净家财 可父亲呢 心里只有他的那两个数字 这么些年 母亲并不是不想分家 看到书房那两家人 有多闹心呢 可因为赵家就这么点田地房产 分了家 那真就直接成了小户人家了 所以 他宁愿忍受卫士的跋扈 宁愿忍受赵元勋的冷脸 也不愿意分家 这都是因为钱 现如今要分家了 他可不能清高的 把父亲当初给两个弟弟赛的钱 不当回事 否则他对不住母亲 姑苏那边的卷宗 递到大理寺了 稳婆也在那里 我去查一下 赵元勋站了起来 另外 我要去问一问 为什么魏丘是流放而不是斩首 大夫人点点头 是得去问问 不过他不担心这个 陈太夫他们出了手 就必然不会再让魏丘有翻盘的机会 刘承德的孙子死在魏丘手上 也必然不会放过他 在流放的路上 做点什么手脚 让他死于非命 不要太容易 李牧和稳婆那里 你都打点好了吗 大夫人问道 赵元勋点点头 李牧杀了人 他必须要死的 刘大人盯着呢 谁也不敢保他 不过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还有李嬷� 都是被账责后发卖 稳婆亦是如此 到时候 我托人把他们卖下来 再给他们治伤 伤好后放他们自由 也算是履行承诺了 大夫人道 他们是魏丘手里的刀 虽说拿刀杀人的是魏使 他们也不是完全无辜 不过他们毕竟帮了咱们 当初也说是保他们一面 如今 这样做 也不算失信于人了 他叫人去厨房提了一份早餐 给赵元勋路上吃 目送他离去 他自己草草吃了些点心 坐在桌前盘起杖来 因为要分家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收容手上的产业 和核对账策 担心让魏使和赵元坤 发现端倪 事情都是偷偷进行的 因此进程很慢 到现在都还没把账给算清楚 周嬷嬷心疼他辛苦 又想促进他跟许夕之间的母女感情 所以提议道 不如请五姑娘过来看看 她在书院里应该也学算学 应该能帮到您 再说 姑娘十四了呢 也该学着理理账本子了 还真是 大夫人笑道 抬头吩咐彩 去叫五姑娘来 许夕听彩蝶说 大夫人要叫他算账 二话不说就来了 书院是要开算学课的 科举要考呢 只是原先请的算学夫子生了病 书院便把课疼给其他夫子了 等算学先生病好回来 再把课让给他 所以至今为止 他还不知道 这世界的算学 是在什么样一个水平上 不过圣要皇后的光辉照耀大镜 他应该把先进的算学 带到这个世界来了吧 可到了龙玉院 看到大夫人的账本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没有阿拉伯数字 没有先进的记账方法 看来圣要皇后的光辉 没有照耀到数学领域来 也或许 人家照了 只是大夫人诸事 没有晒到这抹阳光 上辈子计算机完的溜 可算盘他是不会打的 娘 我会心算 不会用算筹 我算一遍 您看看对不对 如果对 我就用心算帮你算一部分 如何 他道 大夫人叫他过来 也没指望他能帮忙 就像周嬷嬷说的那样 只是让他过来学学 如何打理账本子 行 那你算吧 大夫人笑道 我不打扰您 我到那边去 许夕指了指旁边的角落 要是以前 大夫人没准还不乐意 可这是自家的仔 怎么做都没关系 大夫人有一颗老母亲包容的心 他不在意得到 去吧去吧 于是几个下人帮着许夕 将一张八仙桌 从屋子中间移到了角落里 还按许夕的要求放好 又搬了几本账本 放到桌上 给他沏了茶 又上了一碟子点心 许夕坐下 后面就是墙 侧面对着窗 窗外风景堵好 屋子宽敞 这里离大夫人有好长一段距离 私密性极好 只要不让下人来打扰自己 许夕用什么方法算账都没关系 把清风打发走 许夕就照着大夫人的要求 算起账本来 因为要教画画 这阵子许夕被关在新兰院没事干 除了每天练字 被四书五经刷分 就是折腾画笔 这所谓的画笔 就是叫厨房用坚硬的杂木 烧了一大堆的碳条 然后叫他们砍了小竹条 剖成两半后 把碳条夹在中间 再用布条铲紧 原始的铅笔就应运而生了 做剥削阶级就有这点好处 自己动动嘴 吓人跑断腿 许夕都不用自己动手 清风 点将 以翠三人 用了几天时间 就做出了一两百条这样的简易铅笔来 许夕知道要算账 就把铅笔带来了 用铅笔在纸上 先把大写的汉字数字 变成阿拉伯数字 再列方成事 不用几分钟 一页账目就算好了 大夫人用算盘正在那边拔得辛苦 一本账本还没算好 许夕就叫了一声 算完了 抬眼一看 她拿过去的五本账册 就放到了自己眼前 你是说 这些你都算过了 大夫人诧异地问道 嗯 许夕道 有八处错误 我看看 大夫人把自己的那页算完 在旁边记了个数字 就拿过许夕做标记的地方算了起来 为了怕打扰母女俩算账 下人们都在外面吼着 屋里 只有周嬷嬷一人 坐在角落里 默不作声 看到这一幕 她伸长了脖子 朝这边瞧 似乎这样就看得 清大夫人算的账目似的 咦 还真错了 大夫人将自己算的数字 跟原账策核对 再看了看许夕算出来的数字 发现跟许夕的一样 她抬头惊喜地看了许夕一眼 翻到第二处错处 算了一遍 算完 她不知是放松 还是惋惜地吐出一口气 对许夕道 这处我算的跟你的不一样 嗯 跟原账策上的也不一样 那您再算一遍 许夕对自己十分自信 她数学可都是考满分的 要不是她喜欢学设计 考大学的时候 数学老师非逼着她 报清华数学系不可 跟原账策的数字不一样 大夫人当然得再算一遍 递她把第二遍的数字爆出来 就瞪大了眼睛 跟许夕的一样 这下 她心里已经服气了 等把八处错误都算完 她看向许夕的目光 就熠熠生辉了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 都是在后中滤镜的 要是以前 她肯定得问许夕 是怎么算出来的 可现在 她都不用问 问也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我在聪明 她干脆利索的 将账本往许夕面前一推 这些你都给我算了 许夕目测了一下 发现也就十几本账策 答应的也很干脆利索 行 半个时辰内算完 又问 来得及吧 古代字写的大 十几本账策看着多 其实也没多少内容 来得及 不急 慢慢算 大夫人站起来 神清气爽 我去看看你祖母 许夕说是用半个时辰 其实根本用不了 只三刻钟的时间 她就把账算完了 算完这些 她又把大夫人写在 总账本上的 赵家财产看了一下 发现赵家倒是有 田产二百寝 都零星分布在 京城周边的几个县里 除此以外 还有铺子六间 她刚才算的 就是这六间铺子的账策 赵家除了这些田产和铺子 账目上就再没别的财产了 一寝等于十五亩 二百寝就是三千亩田地 看上去似乎挺多 但古代广众博收 田地产量不高 创造的价值不大 六间铺子 做的是两米生意 卖的就是自家田地里 出产的粮食 生意不好不坏 收益一般 放在普通的人家 有这样的家底子 就能过上很不错的日子了 可随平伯府是薰贵 为了撑门面 家里养了众多的奴仆 每个主子 不光要发月利银子 每季做衣服打手势 都是免不了的 许夕用于吓得 一刻钟粗粗 给伯府算了一笔账 不由扎舌 每个月发出去的月利银子 都得四五百两 这还不算满府这么多人的 日常搅拥和暗季天的衣物 主子们做衣服 打手势的花费 以及时不时要开的宴席费用 一年四季的人情来往 这么一算账 许夕就替大夫人感觉头突 入不敷出啊 这时 许夕不由庆幸 伯府要分家了 分了家 大房的主子 就只有老夫人 赵元勋夫妇和她 赵靖泰五个人 要养的下人 也削减了一大半 虽说田地铺面 要分出一半 甚至更多给二房和三房 但谱不用摆那么大 量入为初 日子也能过得不错 婚丧是最为花钱的 二房有四个孩子呢 年纪都差不多 两三年的功夫都得澄清 他们无论是嫁是娶 都需一大笔花费 这还不算完 赵元良也还得娶妻 这可都得大夫人拿银子出来 赵元良 赵靖丽 赵靖安父子三人 娶妻的聘礼 是宫中出的 但妻子带进来的嫁妆 却是他们小家自己的 这就滑拉出去一大笔钱 有处无尽 更不用说赵如雨 和赵如蕊的嫁妆了 分了家 这些就不用大夫人操心了 否则真能丑死个人 这时候 大夫人也回来了 问许夕道 算得如何 都算完了 许夕把账册推给她 总书也算出来了 我列了个册子 每个铺面 每月每年的收益都在里面 一会儿分家的时候 你把总册子拿出去就可以了 说完 她又把自己刚才算的账报 给大夫人听 问道 娘 是不是这样 大夫人和周嬷嬷 本来对许夕会算账 还算得这么快 就已充满惊喜了 听到她这么一报数 两人看许夕的目光 就跟看西式珠宝一样 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我 许夕不由摸摸脸 不会是她把墨汁 弄到脸上了吧 果然不亏是我的女儿 大夫人满脸的唏嘘感慨 你大哥 原先是柿子 所以府里的情况 她须得知道 以后即便娶了媳妇 府内交给她媳妇打理 但府里的大致情况 她是得知道的 大夫人叹了一口气 如何算账 我也教过她 府里的开销 我教她算过 可你大哥算了几天 晕头晕脑 还是一笔糊涂账 问她各项开销 她不是茫然不知 就是报错数 错得还挺离谱 叫我头疼不已 许夕满脸同情 赵敬丽一定是个数学苦手 再加上这时代的数学水平不高 府里对她的培养 还是众舞不重闻 府里的账目又这么琐碎 真是难为她了 不像你 大夫人一脸我仔就是聪明的欣慰 你算数好就罢了 那是天生聪明 最难得的是 心里还有大局观 只叫你算个账本子 你都能把府里的情况算清楚 什么叫明白人 什么叫糊涂人 我现在再知晓不过了 许夕脸红 这能一样吗 赵敬丽只是个古代小孩 眼睛看到的 听到的 就是这一亩三分地 连能看的书都没多几本 她是现代人 而现代不管老人小孩 电脑在手 就能知晓天下事 能指点江山 随便拉个十几岁的小孩过来 人家玩过游戏的 如何搞基建 如何发展城市国家 都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 心里都装着一片江山 况且 她心里年龄 还比赵敬丽大呢 娘 你们打算如何分家 她连忙转移话题 大夫人正为这是发愁呢 听着许夕问 她忽然眼睛一亮 她这女儿 天资聪慧 听她刚才分析府里情况就知道了 更不用说 卫视的种种阴谋 都是她发现的了 你觉得 如何分家才好 她问道 豪门分家 有什么规矩讲究没有 许夕先打听规则 这个没有一定之规 大夫人叹气道 有老人在 嫡长子赡养老人 又有爵位在身的 至少拿一半财产 余下的 再有其他兄弟分 但也有那刻薄霸道的 嫡长子占大头 只拿出一点点 给输出兄弟 还有宽厚的 跟兄弟平分 不过跟兄弟平分的 都是亲兄弟 总之就是一笔乱账 分家最是伤钱伤感情 许夕听了 就摇摇头 既如此 还是听祖母和爹爹的吧 大夫人叹气 你爹还好 对钱财不是很在意 多多少少都没问题 他也不想落下个 可待兄弟的罪名 但你祖母不肯 赵家能有这样的家底子 都是一代代 正是夫人带来的嫁妆留下 一代代夫人精心打理出来的 为了府里的吃穿用度 为了让府里能多些田地财物 美介夫人 不知花了多少心血 他轻蔑一笑 述出子弟的母亲 不是奴婢 就是平家子 他们不光一文嫁妆没有 娘家人都得靠府里来养 在府里 也只享受锦衣玉食 只会挥霍财物 没为府里增添财物 奉献过一分一毫 他们的子女 为什么要享受 跟正是夫人所生子女 同样的待遇 所以分钱分田地 给你二叔 三叔 你祖母不乐意 更不用说这祖上 传下来的宅子了 这宅子地段好 面积大 是皇家赐下的 分出去 想再收回来就难了 许夕摇摇头 想要保住宅子 就得多分田产与扑面给他们 可咱们家就这几口人 下人也不需要多少 维护这么大个宅子 谈何容易 宅子久不住人 很快就慌拜了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大夫人 娘 如果咱们把不用的区域隔出来 租出去 每年也能收不少租金吧 如果这样 祖母能同意吗 把自家住的祖宅租出去 老夫人那么爱面子 这种丢脸的事 估计她是不肯的 可如果她愿意 少要田地 扑面 保住宅子的做法 就不吃亏了 大夫人一愣 她还真没想过 有这种骚操作 这 这怎么行 她说话都有点被枪住了 许夕这做法 实在太颠覆豪门世家女的思维了 豪门勋贵 多的是房产 人家也不在乎钱 把宅子空在那里不出租 就是为了一年之中 偶尔过去住一下 还得派下人去看守打理宅子 免得宅子慌拜了 而且 这样的宅子还不止一处 城里有两三处 城外有两三处 这叫豪气 这叫不差钱 空置的别院都如此 更不用说自己家住的宅子了 不是家境 败落到吃不上饭 谁把京城常用的住宅 隔一部分出去拿去租呢 这估计会成为京城贵族圈的笑柄 许夕一看大夫人这表情 就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 我也只是这么一提 她善笑道 夫人 伯爷回来了 正在老夫人那里 让您过去商议事情了 彩霞进来禀报道 现在府里的下人 对赵元勋的称呼 十分为难 以前都习惯称他为侯爷 现在这个称呼 肯定不能叫了 改为伯爷吧 有戳主子心窝的嫌疑 叫大老爷 似乎也不合适 理由同上 总之真是难为人 不说下人 便是大夫人自己都不习惯 听到伯爷两个字 还愣了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说的是赵元勋 夕姐儿 你回去歇一歇吧 我去你祖母那看看 大夫人站起身道 两人一同出了门 到了荣喜堂附近 许夕跟大夫人到了生别 正打算转身回品名居 却看到二房的方向来了一群人 她不由停住了脚步 他们这是做什么 大夫人看清楚来人 这我没道 几个下人抬着担架 赵元良趴在上面 二房的四个孩子围绕在旁边 一起朝这边来 许夕看了赵如宇一眼 请笑道 估计是不愿意分家呢 在她看的那本小说里 女主赵如宇人生最风光的时刻 就是嫁给傅云朗 后来又成为了平南侯夫人 现在卫世获罪备展 随凭伯府分家 赵如宇本就处境尴尬 分了家后 她再也不是薰贵小姐 头上还顶着一个被朝廷砍头的养母 平南侯夫人还允许她进门吗 她想要再如上辈子一样 顺利嫁给傅云朗 困难重重 在赵如宇看来 卫世做下的蠢事 简直毁了她的整个人生 二房里 赵如宇不愿意分家 赵经丽也不愿意分家 而最能做主的赵元良 估计也不愿意分家 不分家 赵元良什么都不用操心 只需混吃等死就好 分了家 四个孩子婚事要张落 满府人的吃喝穿用要张落 人情来往要张落 这对于一辈子都没操过心的赵元良来说 真是比死都难受 至于赵经丽和赵如蕊 没准也不想分家 分了家 赵赵元良这万事不操心的德性 府里肯定一片混乱 卫世又是获罪被砍头的 不必讲究道义 没准热笑里赵元良 都能给他们抬进来一个后娘 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 赵经丽就别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赵如蕊的婚事 就得拿捏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手里 相比起来 自然是宽厚大方的大伯母 更靠谱 大夫人自然是想分家的 可想想婆婆 再看看这一大家子 她的头就疼了 没准 这个家还分不成 娘你想不想分家 许夕趁他们还没走近 连忙问大夫人 自然是想了 做梦都想 只是你祖母 大夫人摇摇头 许夕眼珠子转了转 转头吩咐彩蝶 去 把三少爷叫来 彩蝶看了大夫人一眼 见她没有反对 提着裙子 就朝大方方向跑去 大嫂 大哥再容喜堂吧 赵元良的担架 抬到大夫人面前 开口问道 在呢 你不好好歇歇 乱跑什么 大夫人称怪了一声 赶紧担进去吧 一群人进了容喜堂 老夫人和赵元勋 果然坐在那里说话 赵金丽四个孩子 不用赵元良提醒 直接就替父亲 给老夫人和赵元勋跪下了 你们这是做什么 赵元勋看到这架势 立刻站了起来 赵元良趴在木板上开口道 老夫人 大哥大嫂 我们这一房不想分家 三弟那边我管不着 但我们这一房 不想分出去 这 赵元勋回头看了母亲一眼 他知道母亲以前是不想分家的 刚才为了宅子的事 还挺生气 要是没有被卫士换孩子的举动 和赵元坤昨晚 那冷漠的表现伤透心 赵元良这一请求 为了母亲 没准赵元勋他自己都答应了 可现在 他却不大乐意 本来说兄弟齐心 可以断金 可他这两个兄弟 没给他半点助力 还拖后腿 赵元良的妻子 把这个家折腾成这样 赵元坤将他视为前进的绊脚石 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 跟这样的兄弟一起过日子 他怕是要短寿几年 他自己短寿到也罢了 还带累的妻子也要受苦 母亲不是想要组宅吗 大不了多分点田产 铺面给两家 他们大房过得清苦些 起码落得个清净 老夫人为了分家之事 本来就挺纠结的 听了许希的开导 昨日接圣旨时 似乎也想通了 可现在听了赵元良这话 还是很心动 如果二房不分出去 这宅子可以保住了 只需画出一部分田产 和两个铺子给三房 让他们自己去置办宅子就行了 如此一来 别人也不会说赵元勋苛刻薄情 不顾兄弟情 他这念头刚一起来 赵敬泰就进来了 大概是跑过来的 他脸上红扑扑的 还喘着气 待他给屋里的长辈们行礼问安后 大夫人赶紧把他叫到老夫人身边 对老夫人道 除了三房 孩子们都在这 毕竟是分家 落下太根一个人也不好 我就叫人把他换来了 赵敬泰冲老夫人甜甜一笑 祖母 看到赵敬泰 再看一眼正跪在那里的赵敬丽 老夫人的头脑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是了 赵敬丽如果还在这个家里 他还有赵敬安这个孪生兄弟帮衬 两个长兄压在头上 赵敬泰即便被封了世子 又能算什么 祖宅固然重要 可如果自己的儿孙 被见妾的儿孙压在头上 这是老夫人绝对不能忍的 为了自己的儿子 他就压了赵元坤十几年 不可能为了锁宅子 就让赵元良的儿子 压到他孙子头上 他倒嘴的话 立刻咽了回去 对赵元良道 我老了 你大哥身子骨也不好 我们都操不起心了 你大嫂一人操持着整个家 看着他辛苦 我也难受 这个家还是分吧 分了家 你再娶个妻子 让他好好帮你打理家事 你呀 也别整日在外面招猫逗狗 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这个做爹的 该操心的地方还得操 可别啥都不管 他又看向赵敬丽和赵敬安 你们也大了 十四岁了 再过两年就该娶妻了 到时候 家里人口越来越多 你们总不能还劳烦你们大伯母 一人不适 总要学着立起来 他顿了顿 自嘲地笑了笑 反正我死了 这个家也是得分的 现如今 不过是提前几年而已 趁这个机会 就分了吧 大家连忙出生 说老夫人长命百岁的话 老夫人都这么说了 赵元良和赵敬丽 赵敬安总不能说自己不行 还得让大嫂 大伯母 操心吧 只好低着头 漠然不语 赵如雨很着急 但他不光是女儿身 而且原就不是赵家人 赵家分家的是 他连插嘴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好用手肘推了赵如蕊一下 赵如蕊看他一眼 抿着嘴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可我们舍不得祖母 大伯 大伯母 四人就跪在那里 大夫人站在老夫人身后 四人的什么动作 表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为妨老夫人动摇 大夫人这会儿赶紧接过话道 就算是分了家 咱们还是一家人吗 你们有心 就常过来看看老夫人 蕊姐你也大了 在家也待不了多久了 就算再舍不得 你也是要出嫁的 到时候 还是要分离不是 说着 他转头问赵元勋 爷 您约了宗亲没有 他们哪时候来 我们得准备准备 赵元勋并没有去约宗亲 他从衙门打听消息回来后 本来是想把卫士 给了二千两银子 给吻婆的事 告诉老夫人 让老夫人心里有个准备 免得宗亲来后 因为这是情绪激动 又节外生枝 但他明白妻子的意思 他道 约了 你也知道 九叔身子不好 常年吃药 得等他在家喝了再过来 他看看天色 大概还过大半个时辰吧 老夫人看到赵敬泰 本来就坚定了想法 这会儿听赵元勋夫妻俩的对话 就知道 两人还是想坚持要分家 虽然他是两人的长辈 但这个家 到底还是他们来当 他当即道 行了 你们都起来吧 戴帽 琉璃 珍珠 翡翠 把他们都扶起来 四个丫鬟连忙上前去扶人 赵元良还想说什么 但老夫人和大嫂都那样说了 他思来想去 也找不到理由阻止 只是叹息一声 做了罢 赵如雨倒是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呢 可他也明白 一旦他开口说话 老夫人 大夫人 许夕这三人 不论哪一个看他不顺眼 顺势说 让他回许家去 那他就完蛋了 所以 他尽管心有不甘 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二弟 你们先回去吧 等九叔他们过来了 我再通知你 赵元勋道 他说的是 你 而不是你们 赵经理如果还是世子 那是一定得参与分家的 可现在他不是了 他和赵金安还没成年 小孩子是没有资格参与分家的 本来女人也是没资格参加的 但老夫人和大夫人诸事 都有告命在身 身份比赵元良和赵元坤 这两个白身还高 老夫人是长辈 大夫人是长嫂 也是伯府实际管理者 账策都在他手上 自然也需要参与 赵元良 只得又领着一众人等 灰溜溜地回了二房 他们一走 许夕也拾续地到辞了 在现代 女性有继承权 分家这种事情 自然可以参与 但古代不行 而且 这份家业 又不是他正的 他才懒得插手呢 后续之事 他连派人打听的兴趣都没有 只向袁嬷嬷 打听了一下宗亲的事 赵家园也不是京城人 老祖宗跟随皇上打天下 建功立业 做了国公爷 但老家的人早就没了 所以 没人跟进京城来 不过老祖宗开支散业 敌数孩子多 自然就分出去了 现在跟咱们这一支 最近的还活着的 是老爷的树出叔叔 在宗亲里排第九 我们称他为九老太爷 那这些分出去的宗亲里 可有什么有出息的 许夕又问 袁嬷嬷摇摇头 没有 有两三个考上进士的 做官也只于四品 许夕点点头 既然宗亲们没有权势 是比随平伯府大的 老夫人和赵元勋的话语权就重了 分家自然会按他们的意愿来 赵元良无能 胆小 又想让赵元勋多看顾一些 所以不会在钱财上 跟大房资助比较 赵元坤有岳家和苏氏的嫁妆支持 也不会把伯府这点产业放在眼里 只求快速分家 所以也不会争 估计这次分家 不会闹得很难看 果然 午时刚过 这个家就分完了 赵元勋派人 把许夕叫去了祠堂 看着九老太爷 在族谱上 签上了赵如希的名字 本来许夕是女儿 没资格进祠堂的 但赵家把她弄丢十几年 对她有所亏欠 再加上赵元勋一再坚持 宗卿这才允许她进祠堂 当下赵经理和许夕 在祠堂里 对着祖宗的牌位跪下叩手 如此 两人就各归各位了 待把宗卿送走 二房和三房的人都散去 赵元勋才对许夕道 咱家的事已上达天厅 你的户籍不好不签回来 否则被人参上一本 也是要获罪的 待明日 我去北宁县走一遭 把你的户籍签回来 至于你还能不能在北宁女子书院念书 我还得去书院打听一下 咱们虽然也能搭上上德常公主的交情 让人给她递话说一说情 但这是牵扯甚大 涉及到宫里各派的权力之争 不是讲私人交情的事 所以还是通过书院问 才是正理 我到北宁办过户籍后 就会过去问一问 如果上德常公主觉得 你不能留在那里 你就回家吧 爹娘专门请老师在家里教你 许夕自然是舍不得北宁女子书院的 她也不愿意 做一个待在深宅里的古代女子 但随平伯府 才刚惹恼了皇帝 朝堂上不知道有多少 跟魏秋交好的人 想抓伯府的小辫子 赵家又有赵元坤这个 视老夫人和大房为仇敌的人 没准就叫人在朝堂上 参赵元勋一本 许夕自然不能因为 自己的这点私心任性 她点点头道 一切都听爹爹的安排 自打得知这是自己的女儿 又整日听母亲和妻子夸奖她 赵元勋那日去书院里接她的时候 怎么看都觉得自己这个女儿好 长得好 也聪慧 她的那颗慈父之心 就再也平息不下来了 这会儿见女儿如此听话 她忍不住伸手拍了一下许夕的脑袋 笑道 乖 许夕原先只亲近老夫人和大夫人 跟赵元勋接触不多 还有生疏感 可现在被她这一拍 听到这个乖字 她仅有的一点心房 一下子被击溃了 大夫人看丈夫和女儿如此亲近 欣慰得不行 在前院跟丈夫分开 又送了婆婆回荣喜堂 大夫人对许夕道 你去我那儿 我有话跟你说 许夕跟着大夫人去了大房 进到屋里坐下 大夫人告诉她道 分家的具体情况 我跟你说一下 她指了指外面 这宅子分隔为三份 我们站中间的大份 给他们分现在住的那个院落 直接把通往这边的拱门给封死 再在另一面开个大门就可以了 许夕点点头 宅子这样分还算合理 她回来的时间虽然有限 却也在饭后散步时 把宅子都走过了一遍 宅子占地很大 当初赵家祖宗式的武将 老大粗一个 也没想过要造什么景致 或是弄个专门的花园子 而是想着多子多孙多建房 因此在东 南 西 北以及中轴县上 都建了院落群 首先是中轴县 除了前院的正堂 后院的荣喜堂这两个院落 还有大房现在住的这个大院落 外院的东南角 西南角各一个大院落 东南角现在是各位爷们的书房 西南角则是客院 宅子的东北角住的是二房 东南角住的是三房 各房的下人都住在 每房后面建的一排下人房里 当初为了好管理 各个院落都有围墙相隔 只留了拱门 游人出入 入夜后 各房会落索 或派人守门 各管各的安全 现在二房 三房的宅子直接隔出去 留下的宅子就成了一个秃字形 剩下的宅子面积也很大 还有这么多院子 在许夕看来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大房这几个人 根本住不完 以后 赵敬太生五六个儿子 住的都很宽宠 但古人建房 讲究方方正正 这叫四脚俱全 宅子现在缺了两个脚 是不吉利的 老夫人估计是个强迫症患者 否则也不会为了个宅子 不舍得分家 缺的这两个脚 估计能让老夫人难受的 晚上睡不着觉 铺子他们每家各一间 都是面积较小 地段一般的 田产二房分了250亩 三房分了360亩 因为这两份田产 是在不同的两个县 亩数只有这么多 因此只能这么分 好打理 相差的部分 你三叔用银子补偿你二叔 说着 他笑了起来 慈爱地点了点许夕的额头道 能这样分 还多亏了你这孩子 啊 许夕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把你出租宅子的话 跟你祖母说了 你祖母一听这主意 赶紧同意 把二房 三房住的宅子分出去 就担心我手里没钱 听了你的话出租宅子 让别人看咱们家笑话 许夕不由无嘴笑了起来 得意地像只偷了油的小老鼠 还有钱财 大夫人叹了一口气 宫中如今还有银钱 五千三百五十二两 田产 铺面我们占了大约八成 所以 这份献钱本来也要分的 幸亏你提醒我 你爹去衙门叫人 抄了吻婆的供词 拿出来摆在你二叔 三叔的面前 他们才没话说 可谓是给了吻婆二千两 还有他奶娘和那个嬷嬷呢 祖父至少每人 给了他们三千两吧 就算平分 他们也只能分到二千两了 更何况 他们只能占两成 许夕道 吃进去的东西 想让他们吐出来 谈何容易 你二叔一再说 这是卫士的嫁妆 还是我说 卫士嫁进来 使我知道他有多少赔价 有没有压箱底银子 我都清楚 你二叔才闭了嘴 本来他们还想在田地和铺面上 再争一争的 我一提这事 他们就没话说了 大夫人苦笑着摇摇头 你三叔还说 这是你祖父的私房钱 他爱给谁给谁 既然没给你爹 那就没你爹的分 现在分家根本就提不着这个 把你祖母和你爹气了个半死 许夕本来还觉得 赵元坤这人吧 虽然表现得冷漠了点 但他被老夫人打压这么多年 对伯父 老夫人和大哥没感情 有怨语 很是正常 就算他去巴结太子 想出人头地 他也能理解 并没有立刻 把他归为坏人或敌人这一类 想来分了家 赵元坤有了大掌鸿图的机会 用不着去巴结太子 如果做到这一点 大方也就没有必要去针对他了 但人心本来就是偏的 现如今赵元勋是他爹 老夫人也疼他 赵元坤这样气他们 他对赵元坤的印象也大坏 卫士的那两个铺子 是怎么处理的 朝廷是收回 还是不管 由二房人自己支配 许夕好奇地问道 大夫人摇摇头 不清楚 这个得等卫家的事了了 才好去打听 现在是不好问的 再说 这是二房的事 自是你二叔去找人打点 跟咱们没关系 我叫你爹别操心 你二叔能找到人 又舍得花钱打点 或许能留在手里 毕竟房契还在二房呢 许夕点点头 我叫你来 还有一件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大夫人道 当初让你住品名居 也是权宜之计 你当时是二房的人 不想回二房 也不能到大房 三房的宅子里住 就只能住在那里 现在情况改变了 你不如搬回大房吧 他指了指东边的一个方向 那边有个院子 叫修竹院 环境清幽 离这儿也不远 你三姐姐的徐梅院 也在近旁 你住到那里 跟你三姐姐 也能多清清清俭 许夕想了想修竹院的位置 乖巧地点点头 好的 都听娘安排 大房这个院落 其实跟荣喜堂极近 因为伯府面积极大 院落群里 这些院子与院子之间 并不是紧紧挨着的 而是都相隔有一段距离 修竹院也是如此 所以位于大房的院落群里 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 与大夫人的这龙玉院 赵如新的寻媚院 都不挨着 大夫人顿时高兴的不行 那我叫你先帮你布置布置 等布置好了就搬家 好 此时正是午时 北宁书院中午歇息的时间已过 终于又到了康夫子的绘画课 他兴冲冲的进了教舍 发现许夕的位置是空的 顿时不高兴了 问徐雪道 你姐呢 是不是在北院里待着 她不上绘画课了吗 懂点绘画就翘尾巴 这项话吗 赶紧的去把她叫过来 呃 夫子 我姐没在北院 她请假了 她祖母生病了 她回家试急了 徐雪站起来道 请假试急 康石林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请几天假 徐雪摇摇头 不清楚呢 没说 行 坐下吧 虽然康石林接下来照常讲课 指点大家画画 但大家都看得出她很不高兴 毒蛇的功力发挥了事成时 差点没把一众小姑娘给讲哭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康石林去崔夫人那里走了一遭 发现许夕确实是请假回家试急了 正满门不痛快地要往外走 差点跟一个中年男人撞上 看到康石林 男人的身体微微一震 连忙对她拱手道歉 不好意思 实在对不住 我没注意到您要出门 康石林指的也回了一礼 不打紧 见崔夫人站了起来 男人身后还跟着陈夫子 康石林就知道 这人是来找书院有事的 她正打算出去 呼听男人对崔夫人道 我是许夕的爹 随平伯赵元勋 我今儿的来 是找夫人商量一下许夕的事 康石林刚刚跨出门槛外的腿 又收了回来 她转身打量了赵元勋两眼 也不说话 找了旁边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赵元勋是先在门口朝守门的婆子 递了帖子 崔夫人知道了她的身份 这是家长 又是勋贵 她这才叫陈夫人出去 把赵元勋领进来 此时 见着随平伯三十来岁年纪 虽身材瘦靴 却相貌英俊 气质十分儒雅 面对他们时 行止有礼 又不卑不亢 她便添了两分好感 崔夫人跟赵元勋见了礼 请她坐了 看到康石林老神在在地坐在那里 两只小眼睛 炯炯有神地盯着赵元勋 她无奈地无视了她 对赵元勋笑道 不知伯爷来此 有何事相伤 我家的事 不知夫人听说过没有 赵元勋把抱错孩子的事说了 也略略提了提卫家的事 说明了许希 是自己刚刚认回的亲生女儿 这件事 也是大理寺查出来 皇上下了旨意 我们才知道的 原先我二弟 我也是把女儿认回去 跟大家认了亲后 接回去就完事了 我今天一打听 才知道户籍没有迁回去 刚刚我去了一趟衙门 把西甲的户籍迁走了 现在过来是想问问 像她这种情况 还能不能在你们这书院念书 为了防止纷争 各地的女子书院 早就规定的死死的 非户籍所在地的人 是不能进本县的女子书院的 许希这种情况 崔夫人不用问 就能直接告诉赵元勋 不能 但许希这段时间 在书院里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 崔夫人还巴望着她 能在科举考试中 替女子书院正脸呢 实在舍不得放她走 崔夫人道 这种情况 我们还真没遇到 我需要禀报给上德长公主 由她定夺 过两日 你们让许希来一趟 我把长公主的决定告诉她 如果不行 她留在书院里的东西 也需要收拾收拾 那就劳烦你了 赵元勋起身一一 另外 我家希几儿已经改名 叫做赵如希了 如果她还能来书院念书 劳烦夫子替她跟书院的夫子 和同窗们说一声 赵元勋是个办事干脆利索的 既然崔夫人给了这个话 她就告辞离开了 离开前 她还对康时林施了一礼 康时林早在旁边忍不住了 不过好歹知道轻重 没有插话 带赵元勋一走 她就迫不及待地对崔夫人嚷嚷道 可不能把许希放走 你知道 她在画画上多有天赋吗 没有明示指点 没有家学渊源 就能开创一种新画法 这可是能名留千古的一代宗师啊 这样的人 你们让她退学 那你们这书院办着 还有什么意义 说着她就站了起来 我去找尚德说说 真是没天理了 话没落声 人已经走到门外去了 陈夫人望向崔夫人 要不要叫人去拦一下 崔夫人摇摇头 笑道 既然她要去 咱们也省得跑腿了 行了 在这等着吧 那您觉得 常公主会同意吗 陈夫人问道 因为许希在书院住了一段时间 又跟诗墨有点交情 她也跟许希接触过几次 还挺喜欢这个自信 聪明的姑娘的 如果书院因为条条框框 把许希赶出书院 陈夫人会觉得很可惜 不是为许希可惜 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入了康石林和肖若彤的眼 有他们推荐和推崇 许希想要捂住自己的光芒都不行 她是为北宁书院可惜 他们这里的优秀学生 只要稍稍露出点锋芒 就会被京城女子书院抢走 也无需抢抢 只要露点口风 说有个名额可以特招进去 这些学子就会毫不犹豫地 奔向京城女子书院 这让尚德常公主很是气恼 京城女子书院 原先是皇后坐山长 后来皇后去世 皇上无意立心后 便想让尚德常公主 去主持京城女子书院事宜的 毕竟尚德常公主 在北宁女子书院坐山长多年 经验丰富 她的身份也足够尊贵 完全能担任京城女子书院 山长的职位 可没想到 京妃到皇上那里撒了个娇 京城女子书院的山长职位 就被她抢走了 虽然有御史弹劾 说京妃不是皇后 却履行皇后之职 不妥 却被皇上驳了回去 可见皇上对京妃的宠爱 要不是京妃头上 还有各份位比她高的岑贵妃 岑贵妃的娘家又德式 还有两个成年儿子 依皇上对京妃的宠爱 没准能直接封她为后 因为岑贵妃比景妃的氛围高 这个山长 即便不是上德常公主 也应该是岑贵妃的 结果皇上借口说 岑贵妃要打理宫中事务 平时忙碌顾不上书院 书院就由景妃承担 否则就互换一下 比起书院来 岑贵妃当然愿意选择后宫的管理权 她自己也清楚 皇上说这话是不容反驳的 否则她连中宫之权都要被剥夺 当下她立刻出来 表示自己能力有限 不能再承担书院的事务 所以京城女子书院 山长的职位 就落到了景妃头上 总之 这件事让上德常公主耿耿于怀 她本来对景妃就不喜 因为这事越发不喜欢景妃 因此陈夫人觉得 要是上德长公主一着规定 把许夕赶出书院 到时候 让京城女子书院捡个大便宜 她怕是要偶得吐血 但女子书院创建这么多年 地位能这么超然 并受人追捧 就是因为严格的地狱录取制度 一旦开了口子 不是北宁户籍的人 也能在这里念书 京城那些进不去京城女子书院 家中却又有些权势的人 肯定闻风而来 真正的世家 看不上北宁女子书院 但世家庞之和小关幻家的女儿 还是很愿意来的 上德常公主要是恪守规矩 那些人就会拿许夕 这事来反驳和质问 到时候 景妃在用这事做做文章 怕不得把上德常公主 逼到辞去这个职位才好 总之 这件事对于上德长公主来说 就是两难 陈夫人能想到的 一口气 揉揉眉头 是啊 这件事确实难办 许夕在书院待的时间不长 也没参加过北院的升级考试 可我听夫子们说 这孩子只看一两遍书 就能背出来 可谓是过目不忘 这样聪明的孩子 便是男子里都是极少见的 几个教授四书五经的夫子 觉得他进哪一个班都不适合 以再单独给他授课了 他们觉得 许夕明年就完全可以下场一试 这样的学生 就这样放走了 恐怕几位夫子都不答应 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呢 那个卫士 简直太丧尽天良了 坏事做尽 陈夫人道 卫家的事 本来传得没那么快的 可谁叫随平侯府 一直都是八卦消息的来源地呢 前有京城府尹 查出抱错孩子一事 后来卫士行事跋扈 把婆婆气中风 而且时间都是紧挨着 可谓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大家的关注点还没移开 这会儿又爆出许夕不是卫士之女 是随平博赵元勋和朱氏之女 卫士为了让自己儿子做柿子 把孩子调包了 为怕朱氏认出 又把孩子跟一乡下孩子调了包 这样的事情 太过离奇 太过曲折 便是戏班子都不敢这么演 结果卫士做了 又因为这事 牵扯出了他 替妇杀刘成德大人之孙一案 卫士被斩 卫家全家被流放 这件事可谓是轰动全城 现在大家都津津乐道 所以 刚才看到赵元勋这个当事人 陈夫人还偷偷打量了他一眼 发现许夕跟他长得 还真有几分相像 对这是越发泽泽称奇 崔夫人一向严肃 并不喜欢讨论这些家长里短 他三言两语 把陈夫人打发走 想了想 还是乘了马车 去了一趟尚德常公主府 康时林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万一他歪缠 把尚德常公主惹火了 岂不恰得其反 还是他自己去把这些厉害关系 给尚德常公主禀报分析 免得常公主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来 崔夫人到尚德常公主府时 发现康时林跟转木盘似的 正在那里背着手来回走 一看到崔夫人进来 康时林就嚷嚷道 你看你看 这个尚德竟然跑回京城去了 没事乱跑什么跑 叫咱们扑了个空 正跟崔夫人见里的 尚德常公主的小儿子沈飞扬 无奈地叫了康时林一声 表舅爷 我娘又不知道你们要来 否则就在家里等你们了 没错 康时林这个丑老头 一向毒蛇 却能活到这么老 还没被人打死 就是因为他家世也十分显赫 他已经过世的母亲 也是大晋朝的一位公主 跟先皇的母亲是亲姐妹 他是先皇的表兄 是当今圣上和尚德常公主的表舅 他的父亲是已故的安国公 现任安国公是他的亲侄子 如康时林 肖若彤这些人出身显赫 又天赋极高 还是搞艺术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幕下无尘 十分清高 一般的人都看不上 只不过肖若彤表现出来的是 纯粮无害 康时林表现出来的 则十分有攻击性 什么样的攻击性呢 据说先皇十一二岁 还是个小皇子的时候 跟康时林一同出去玩 两人 为了争执 一只同时射中的兔子的归属问题 滚在地上狠狠地打了一架 先皇被康时林揍得鼻青脸肿 回到家里跟父皇告状 还被父皇罚跪了一顿 两个人闹归闹 偏还喜欢在一起玩 没过两天 又偷跑出去 逛了一次青楼 被发现后屁股同时都开了花 后来长大 先皇登上了皇位 康时林嫌弃他满身的俗气 不喜欢跟他玩 但两人打小的情谊 一起女票过窗 一起同过窗 一起屁股被揍开花过 那不是一般的交情 不过康时林年轻时 就不像肖若彤这般不安事事 你看他脾气火爆又毒蛇 可他对人也分场合分人的 不惹到他 或者你人不坏 值得原谅 他就不会针对你 可本身他看不上还惹了他的 那非得把你往死离整 所以康时林尽管毒蛇 凭着他这点原则性 和跟先皇的交情 现在满朝里 还真没人敢惹他 你派出去的人 骑得什么破马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把人叫回来 康时林回到椅子上坐下 又吹胡子瞪眼 沈飞扬求助一般的 看向崔夫人 崔夫人微微一笑 问康时林道 您刚去我那儿 是想问什么事吗 康时林还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对品行端正的女性 她一贯保持绅士风度 所以面对崔夫人 她微微收敛了一下 自己的暴脾气 答道 许夕答应 教我们她那个画法 还说就这几日就能开班 我已经把人给找齐了 他人却不见了踪影 我能不急吗 许夕画了一张 特别像的康时林的画像 康时林在书院 给夫子们展示过 大家都知道 但许夕答应教授 他们画画这件事 康时林并没有在书院里说过 萧若彤之所以知道 还是因为许夕 给她的银楼画手势图 她跟许夕走得比较近 康时林向萧若彤 打听过许夕的情况 让她帮问问许夕的意思 所以才知道 而这两个人 都是沉迷于自己书画领域的 身份还高 根本没想着 要把这件事跟书院说一说 许夕是个爱门生发大财的主 更不愿意张扬 只恨不得除了他们几个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才好 自然也不会说 于是绘画班都筹建的差不多了 就等着授课了 北宁女子书院 愣是不知道有这一茬 崔夫人愣了愣 才问道 什么教授画法 什么开班 就是教我们画画呀 因为不止教我一个 还教其他几个人 所以她就打算开个绘画班 不过你放心 不在书院里 在外面也不占用你们的时间 康石林不在异地道 可 可你不是她的夫子吗 她这又教你 这不是乱套了吗 崔夫人难以理解 康石林的行为 她知道这些家伙痴迷于绘画 是不管世俗理性的 但不管怎么样 康石林六 七十岁的人了 又是许夕在书院里 正儿八经的夫子 她要是私下里 跟许夕学一学 那还好 可许夕开个绘画班 以正式的夫子的身份 来教授学子 康石林跑去做学生 那不是笑话吗 康石林这老头虽不靠谱 但还不至于这么不靠谱吧 康石林大手一挥 她收学费的 说不讲师徒名分 收学费 崔夫人的眉毛又是一斗 收多少 三千两 三千两一个 对 康石林摸了一下下巴 补充一句 说就教那么一小段时间 学不学的会全看自己 崔夫人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康石林这家伙胡闹 怎么许夕也胡闹呢 那孩子明明看起来 挺聪明乖巧的 看上去跟着满身刺头的 康老爷子完全不是一路人好不好 这时代师大夫一族 最重道义 耻于谈钱 收徒入门 从不会讲清楚 收多少数修 最多在逢年过节时收些礼物 这礼物轻重 也是由家境而定 哪怕一篮子白菜 也不嫌理清 偏许西指讲钱 不讲师徒名分 收了钱把绘画一交 到了时间就散伙 大友出了门 谁也不认识谁的架势 这不胡闹是什么 康石林是个急脾气 京城离这里虽然不远 来回去也得小半个时辰 他哪里有这个耐心等 跟崔夫人说完 他就站了起来 不行 我不等了 我去找他去 他转头叮嘱崔夫人和沈飞扬 你俩跟尚德说 让他一定要把许夕留下 别让他进京城女子书院 那乌七八糟的地方 赵如希 人家现在叫赵如希 崔夫人也站了起来 行行行 赵如希就赵如希 康石林不耐烦的挥挥手 背着手走了出去 表舅爷 表舅爷 您等一等啊 我娘很快就回来了 他回来要是看您不在 非得揍我一顿不可 沈飞扬在后面喊道 自打康石林来北宁书院授课 尚德长公主多次邀请 他来家里做客 都被拒绝了 现在康石林好不容易上门 结果茶都没喝一盏就走 母亲回来 还不知怎么找他算账呢 揍你又不是揍我 关我啥事 康石林别看年纪大 仍然健步如飞 走得飞快 沈飞扬也不敢应揽 只得送他出门 走到门口 康石林正准备上马车 发现不对劲 转头一看 崔夫人正跟在他身后 你干嘛 康石林瞪眼问道 你不留在这里 跟公主说说那孩子的事 我也跟您一块去 看一看赵如希那孩子 劝劝他 崔夫人笑道 放心 您的意思 沈公子会转告公主的 康石林摸着胡子想了想 觉得崔夫人的目的 跟自己没冲突 而且有崔夫人在 他见赵如希更方便 他便没拦着 道 你想去就去 随兵博府里 赵元勋已回来了 跟许希说了书院的事 又拿出户籍 你的户籍已签到咱们随兵博府 我跟你娘名下 以后你就是赵如希了 我已跟书院的夫子说好了 要是你还能去念书 他们都改叫你赵如希 赵如希就赵如希吧 有了这么一对 疼爱自己又名市里的爹娘 分了家后的随兵博府 又温馨平和 许希是很喜欢的 再没有了回侯府之前的抗拒 好 往后我就是赵如希了 他道 现在爹娘他也叫得顺流了 睁着大眼睛问道 爹 书院怎么说 我还能去那念书吗 崔夫人说要问过 尚德常公主才行 过两天再给我们答复 赵如希点点头 这也是赵元勋 事先跟他分析过的情况 我知道了 见他乖巧的模样 坐在他旁边的大夫人 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他的脸 赵如希称怪的看了母亲一眼 自打认清后 朱氏就喜欢这样表示亲密 虽然赵如希不反感 但好歹他内心是大人了 老这样被朱氏 当小孩一样对待 他总感觉有些别扭 朱氏见他这样 干脆掐了一把他滑嫩的脸 这才问丈夫 魏秋的事 你打听到了吗 赵元勋出去又回来 夫妻俩就一直在商量分家的事 没空闲议论这事 现在忙得差不多了 他便忍不住要打听一下 赵元勋看了赵如希一眼 又看向妻子 似乎拿目光询问他 当着孩子的面说 这些好不好 朱氏其实是故意当着女儿的面 问丈夫这事的 就想让赵如希也知道这件事 赵如希给老夫人说 赵元坤巴结上太子一戏的那番话 老夫人思来想去 感觉心里不安 叫了儿子去 就把这些话都告诉了赵元勋 当时朱氏也在场 为了让赵元勋重视这些话 老夫人并没有告诉他 这些话都是赵如希说的 不过老夫人并没有瞒着朱氏 事后一再跟朱氏感慨 遗憾赵如希不是个男孩 否则有这样聪明的头脑和大局观 就算赵敬丽归了二房 他们也没有遗憾了 同样的年纪 赵敬丽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精心培养的 可在政治敏锐性上 还真不如赵如希 大概是安逸的生活过惯了 他根本就没有那根弦 赵敬丽还是个调皮的熊孩子 以后能长成啥样还不知道 他总让老夫人和大夫人忧心忡忡 生怕他以后立不起来 撑不起这个家 不管一不遗憾 女儿聪慧 朱氏是挺自豪的 他笑着对丈夫道 娘先前说的那些关于三弟的话 可都是西井跟娘说的 你不知道吧 咱们西井 可不是一般的小姑娘 厉害着呢 赵元勋诧异地看向赵如希 赵如希赶紧睁着好奇的大眼睛问道 那魏丘的事如何 赵元勋被他这一问 思路转了回来 他道 魏氏被抓 他是精明 一再咬定杀人是自己的主意 跟魏丘无关 大带希望能把魏丘撇开 好有机会救他出来 否则一家子都得死 大理寺怎么审讯他 都是这说辞 他的目光转向诸实 你也知道 皇上对魏丘还是比较青睐的 张大人也担心自己逼训泰国 被皇上知道了不高兴 以后给他穿小鞋 也只能作罢 不过即便魏氏不承认 好处也是魏丘拿的 虽然最后 他也没当上这个吏部尚书 可目的却是达到了 又有刘大人到皇上面前哭诉 曾太父和几位大臣旁敲侧击 说如果不严惩 以后朝臣有样学样 乱了朝纲 皇上这才盼他们全家流放 他顿了顿 本来因为魏氏一力承担了罪行 这件事是不累及魏丘全家的 但因为没有砍魏丘的头 皇上被大臣们说得有点理亏 便干脆让他们一家流放了 担心朱氏和赵如希会害怕 赵元勋安抚他们 不过流放也不怕 他们去的是北边苦寒之地 能不能活着走到那里都成问题 即便活下来 罪官之子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当地官员对他们看管的诱言 他们根本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他叹气 还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啊 现在五成兵马斯的差事也丢了 往后朝堂上的消息 想知道都难了 他坚持要去做这个差事 就是希望多接触人 能通小朝堂上的消息 不至于闭目色听 什么事都不知道 要是没有差事 整日待在家里 朝堂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遇到事情 想求助于人 两眼一抹黑 都不知道应该找谁 就比如这次的事情 要不是知道 魏丘当初从四品爬上三品时 与人有矛盾 他也不知道去求为国公 借力打力 把魏丘拿下 可现在 他被皇上亲自撤了职 就算亲朋好友有心想 帮他再谋个差事 也是不能了 他以后只能赴贤在家 而赵金太才十岁 离成年撑起这个家 起码还得十年 这十年 随平伯府虽然还有个不上不下的爵位 但已远离朝堂 远离权力中心了 现如今 府上又分了家 人丁攜手 组宅一分三半 田产 铺面 也只有那么点 从钱财上 已沦为一般的中等富贵人家 孩子们在婚嫁上越发艰难 母亲 一直忧心随平侯府败落 以前赵元勋还不以为然 可现在看到府里这情形 不要说母亲 便是赵元勋自己 心里也不是滋味 朱氏也叹气 赵如希在旁边看到这夫妻俩对着叹气 也不知说什么好 他可不敢不知天高地厚地拍着胸脯保证说 他能带着他们把日子过好 伯爷 夫人 五姑娘 有两位书院的夫子来访 说再见见五姑娘 彩蝶走了进来 递上两张帖子 赵元勋接过 看了一眼 猛地站了起来 不过想想 他又坐下了 把封帖子递给赵如希 插一道 刚才我还在书院里 见到这二位呢 怎么追到府上来了 赵如希一看 败帖的落款是康石林和崔文 他站了起来 估计是有事 我去看看 赵元勋犹豫片刻 也站了起来 一块去吧 说着 看了朱世一眼 你娘也一起去 书院的夫子来访 他们作为爹娘 自然应该出面接待 只是朱世看丈夫 刚才的神色不对 跟着一起往外走的时候 趁赵如希不注意 他小声问赵元勋 怎么了 来人可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不过其中一位 是康石林老先生 赵元勋道 见妻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枯木居士 朱世脸色一变 心跳都快了两分 那位老先生 虽没爵位 没官职 但地位却是极超然的 满京城里 谁敢不给他老人家 几分面子 他定了定神 告诫自己要淡定 不能给女儿丢脸 三人去了正堂 赵如希给双方做了介绍 互相见了礼 一落座 康石林就迫不及待地 跟赵如希道 西丫头 你要的地方何人 我都给你找好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授课 赵如希看了崔夫人一眼 哦 如果书院还让我在那念书 那就在您找的地方 要是不能念书了 咱们就在京城 找个地方如何 这样大家都进 不用跑那么远 主要是他自己不方便 他当初让康石林 帮忙找书院附近的宅子 越近越好 可现在 人家都不让你去念书了 你跑到书院附近去教人画画 算怎么回事呢 彼此闭着点 免得尴尬不好吗 康石林就皱眉看向崔夫人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商议出结果 明日能不能给我个准信 崔夫人 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 康石林年纪大 地位高 但平时行事跟个老小孩似的 崔夫人都不想搭理他 他堆起个微笑 先安抚康石林 我先跟赵如希谈谈 转过头来 他就开始拆康石林的台 赵如希 你教画画这是 没跟家里长辈商议过吧 我劝你 最好跟长辈商议商议 三思而后行 你这样做 往后可是要遭非议的 赵如希一愣 什么非议 他当初提出这个建议时 萧夫人和康夫子 可都没有意义 不光没有意义 还挺高兴 觉得这个做法 解决了很多问题 怎么在崔夫人眼里 这做法很有问题似的 我说崔丫头 你这是捣什么 合着你跟着我来 就是来拆我的台的 出去出去出去 这儿没你啥事 别乱插手 坏了我的好事 我告诉你 我可跟你没完 看到康石林 一副暴跳如雷的样子 赵元勋和朱氏 都有点猛圈 两人都把目光 投到赵如希身上 西劲 这到底怎么回事 朱氏问道 见康夫子一言不合 就把崔夫人往外赶 崔夫人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十分尴尬 赵如希顾不得母亲的问话 连忙上前安抚康夫子 夫子 您冷静冷静 崔夫人也是为我考虑 怕我以后被人骂 咱们先把问题解决再说行吧 反正那话法 我肯定要交给您的 班也会办 最多换个形式 不让人说闲话 康石林这才放过崔夫人 不过仍满脸愤懑 用她那双小眼睛 使劲瞪着崔夫人 崔夫人做了那么多年 女权位到时 可不怕她 她理了礼衣上重右坐下 面无表情 眼睛眨也不眨 半点不受康石林瞪眼的影响 康石林拿她没办法 只得信心做回去 赵如希这才有空 把她教康夫子 他们画画的事 跟父母说了 说到收费 三千两银子的学费时 还挺不好意思 担心在座的觉得 她狮子大开口 掉前眼里了 这 朱世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目瞪口呆 也没法理解女儿这种操作 她不由转过头 去看向丈夫 赵元勋也皱起了眉头 康石林又不是傻的 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不妙 赶紧问崔夫人 崔丫头 这做法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 问题大了去了 不过崔夫人知道 康石林不是不安事事 而是不理事事 反正她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又是个名士 在绘画界她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稍微放浪行骸一些 没人会跟她较真 日子久了 这位老先生 就把规矩扔到了脑后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任性的很 她只好把其中道理 跟康石林说了 结果康石林听闻这样做 会遭人非议 一挥手道 说就由他们说呗 这些味道是 整日里啥事不做 就知道议论这个 议论那个 跟一群长蛇腹似的 想让他们满意 咱们还能不能活了 崔夫人苦笑 您老人家可以 但赵如希她不行啊 孩子年纪小 心理承受能力差 这被人说来说去 她出去怎么见人 万一想不开 说到这里 她不说了 停住话头 由着康石林自行理解 康石林瞪着眼看着崔夫人 又转头看向赵如希 问道 希丫头 你怕吗 赵如希可不敢说 不怕 原先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她就反思过自己了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胆气和心力 去跟整个社会做抗争 她想享受美好的生活 不想天天被有非议 在夹缝中生存 现在也是如此 为了赚那点银子 饱受别人非议 不值得 想赚钱 她有的是法子吗 她点点头 坚定地道 怕 怕就怕吧 还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康石林简直被她气得鼻子冒烟 她吃笑一声 胆小鬼 赵如希才不怕她呢 朝她一耸鼻子 就胆小 赵元勋吓了一跳 生怕赵如希惹康石林生气 到时候 自己可护不住她 却不想康石林哈哈大笑起来 指着赵如希笑骂了一句 臭丫头 笑了几声 她长叹一声 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俯着她那几缕山羊胡子道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赵元勋和朱氏 没敢作声 他们可不想让女儿去承受压力 赵如希叹了一口气 也满脸愁苦 看来是没有了 她的小钱钱啊 就这样飞了 还有被抓去做宫廷画室的危险 做人真是难啊 崔夫人在旁边倾咳一声 办法其实也不是没有 康石林瞪着眼睛看向崔夫人 快说快说 别卖关子 崔夫人望着她 认真道 只要您收赵如希做弟子 保准没人敢飞一趟 屋子里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 赵元勋和朱氏是震惊 赵如希则是茫然 她还不知道康石林的真实身份呢 康石林没有作声摸着胡子考虑了一下 望向赵如希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弟子 赵如希愁愁起来 这时代那真的是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 她现在已有了一个爹了 以后很有可能在她头上管东管西 现在还要再来一个爹吗 而且这个爹人品如何 是什么身份 她可一概不知 要是认得爹是个坑仔玩意 她还能退货吗 见赵如希傻愣在那里不说话 朱氏顿势急了 她一推女儿 老 莫不是高兴坏了 傻愣在那里干什么 赶紧给师父磕头啊 说着 朝赵如希眨了一下眼睛 母女俩这段时间拼肩作战 早已培养出了默契 朱氏这一眨眼 赵如希就知道这个师父拜的 拜她做师父 肯定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否则 她娘不会这样着急 她娘可不会坑仔 赵如希立刻麻溜地 跪到康石林面前 磕了三个响头 弟子赵如希 拜见师父 对金主爸爸 磕头不丢人 哎 快起来 康石林扶起赵如希 就在身上摸来摸去 想找个见面礼给赵如希 可她是个懒的 一向不爱在身上带各种累赘 唯有腰上旋着块玉佩 她想了想 干脆把玉佩解下来 递到赵如希面前 那 好徒儿 这是师父给你的见面礼 赵元勋吓了一跳 康石林这人心思单纯 心里 眼里就只有画画 其他俗事一概不理 先皇是个做皇帝的 疑心重 思虑多 心里有什么烦恼 那是连皇后 儿女都不能说的唯有康石林 因为没有利益之争 跟她说什么都没关系 这家伙的嘴还言 又从来不参与朝堂纷争 有人想去拉拢她 都给她对了回去 因此 先皇时常找康石林喝酒聊天 由此 康石林得了先皇不少赏赐 先皇有什么好东西 只要康石林喜欢的 都会送给她 这块玉佩 因颜色 质地 雕工 及的康石林的喜欢 先皇赏赐给她之后 这些年 她就一直挂在身上 京城有头有脸的人 就没有不认识这块玉佩的 现在康石林竟然把这块玉佩 送给了赵如希 有了这个玉佩 赵如希在京城不说 能横着走吧 至少没有多少人敢惹她了 赵如希可不知道这些 她接过玉佩 高高兴兴地 又招康石林行了一礼 多谢师父 崔夫人看到这一幕 暗自高兴得不行 她来这一趟的目的 终于达到了 康石林的弟子呢 就算不是北宁县的户籍又如何 她来北宁读书 谁敢乱说 不怕康老先生 骂到她家门上吗 有了这层身份 尚德常公主也不用为难了 有人说话 她就可以拿出康老先生 来当挡箭牌 如此处理这件事 简直不要太完美 真是皆大欢喜呢 康石林多年不收弟子 现在收了赵如希 虽说是临时起义 却也心满意足 赵如希小小年纪 开创了新画法 而且跟她学画的时间虽不长 但她能看得出来 这孩子有灵性 最重要的是 这孩子跟京城那些表面贤淑 却满肚子小算计 或学规矩 学成了木头人的贵族女娃子不一样 就冲这孩子 敢跟她枪声 敢冲她瞪眼 敢收她三千两银子的树修 她就觉得很和皮性 以后跟人吵架 这丫头绝是个好帮手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丫头 现在没人敢嫌弃你了 你那画画班到底什么时候开 明天能开不 她问道 没问题啊 您老人家是我师父 您说什么时候开就 什么时候开 赵如希拍彩虹屁 也是一把好手 奉承话说的半点不露屁尾 康世林果然被她这话说得心花怒放 越发觉得这小徒弟 说得太满意了 那行 明月开张 康世林道 先定在深圳时分吧 大家先见个面 让他们把树修都交了 这才是重点 现在这孩子是自家宰了 赚的钱四舍五路下 也算是自家的 那自然要先交钱再售货 她嫌逆了崔夫人一眼 要是北宁书院不要你 那更好 后日 咱们就不去北宁了 直接在我京城的别院里授课就好 没得跑来跑去累得慌 我也会辞去北宁的教职 一面跟你画画 一面把我的手艺交给你 你可是我的关门弟子 得把我的画法学会 免得多了老夫的名头 你也不要东想西想 科举什么的 你一个女娃娃 考那玩意干嘛 能让你当官呢 还是让你封侯拜相 老师跟我学画画 好歹也是一介名流 师父这就护上短了呢 许熙笑眯了眼 连连点头 嗯嗯 我一切都听师父的 乖巧的不行 康世林笑着扶起了胡子 这小徒弟果然很和他老人家脾性 崔夫人苦笑了一下 赶紧到 书院自然不会不要赵姑娘 现如今赵姑娘是 康先生您的弟子了 您在那里授课 带个弟子去听课 不是应当应奋的吗 京城谁敢非议 想来尚德常公主 也绝不会有意见的 康世林这才满意了 他的弟子 可以不去北宁书院 但绝对不能这样被赶出来 他不要面子的吗 现在算北宁书院拾去 否则他能骂上 尚德常公主的府上去 行了 那就这样吧 康世林站了起来 望向赵如希 你现在没事吧 跟我去府上 也见一见你几位师兄 这时候 正是晚饭时间 那几个应该都有空 一听几位师兄 赵元勋的身子又震了一震 可无知者无畏 他那啥都不知道的 小闺女乐陶陶的点头 没事呢 师父 我这就跟您过去 赵元勋连忙出声道 康先生 小女能拜您为师 是他之大幸 身为弟子 第一次上老师的门 哪能就这么草率呢 不如您先行一步 我让人准备些礼物 随后就携小女上门 再行拜师之礼 家长重视 康世林自然不会反对 况且 他那几个徒弟过去 也要点时间 行吧 他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随意地拱了拱手 转身就出了门 崔夫人连忙也跟着告辞 走之前 还不忘跟许夕道 你家中如果没事了 明日早上就会书院上课吧 你那几个夫子 天天念叨你啊 因为赵如希一看就记住 一点就领悟 特别讨四书五经夫子们的喜欢 他这一不去上学 夫子们的幸福指数迅速下降 所以夫人被叨扰得不行 现在想想 要是赵如希真因为身份的原因 不去上学了 没准那些夫子要集体罢课呢 有赵如希这么个聪明学生对比 想想以后整天面对一群鱼目脑袋 夫子们也是很痛苦的了 两人一走 赵元勋和大夫人迅速去了库房 把家里存的东西翻了一遍 随便伯府平日里的开支 靠田产和铺面的收益 可遇到大事就得变卖家产 公库里基本没多少好东西了 还是大夫人从自己的嫁妆私库里 拿了几样东西出来 凑了四个还算像样的礼盒 让几个小丝捧着 跟着赵元勋和赵如希 去了康石林家里 爹 您知道康先生家在哪吗 赵如希上了马车 很操心地问道 赵元勋瞧了自家傻闺女一眼 本想跟他讲一讲 他这个心拜的师父的超然地位 但转念一想 没准康石林 就是看中了他家闺女 这份赤子之心呢 毕竟无欲无求 才能以平常心对待 知道太多 行为就会被影响 不是畏缩 就是产妹 康老先生那人超凡脱俗 肯定不喜欢那样的孩子 他就只简单地点头 知道 全京城豪门大族都知道 哦 赵如希就放心了 掀开车帘桥外面的风景 大静虽然宵禁 但宵禁的时间比较晚 相当于现代的八九点钟了 可这时候 不过是五点多的样子 正好是书院放学 官员们下崖的时辰 看到街道上有女子走来走去 偶尔还会看到骑马的女子经过 赵如希尽管每天放学 都会看到这情景 可现在看到 仍然心情很舒畅 袁晓说 为了让女主经常出来蹦打 跑马打球 踏春郊游 好增加跟男主各种偶遇的机会 展示女主的美丽和优秀 所以 设定了一个圣要皇后改变世界 提高了女子地位 开放了对女子的束缚 这让赵如希再满意不过了 要是穿到明清 要求女子裹小脚的时代 那才叫被催呢 唉 幸福果然是对比出来的 马车行驶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就停了下来 赵如希看看车门正对着的 珠红色大门 再转头看看宽阔的 皇宫门前的广场 目光投向了赵元勋 爹 我师父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虽不是土著 却也知道 住的宅子离皇宫越近 身份地位就越高 而且 珠红色大门 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比如 赵元良和赵元坤两人分家后 两家的大门 就只能是黑色 因为他们是庶民 康先生的母亲是公主 是先皇的亲姑姑 当今圣上的称 康先生一声表舅爷 哦 赵如希点点头 自打知道赵元勋 利用与魏国公家的亲戚关系 借力打力 把魏秋这个三品官干掉 他对这些豪门勋贵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 是很服气的 康先生的气势比肖夫人还足 有这样的出身 也是不奇怪的 赵元勋见自家闺女听了这话 半点情绪都没有 既不激动也不害怕 不由好奇地问道 知晓了康先生的身份 你没觉得受宠若惊吗 毕竟咱家虽是薰贵 但跟他家差得挺远 我早料到了呀 赵如希诧异地看向父亲 夫子一收我为徒 崔夫人就改口了 还说上得偿公主不会有意见 可见夫子地位超然 况且 一般人家也养不出我师父那脾气 在京城 一块砖砸下来 就能砸出个贵族或高官 普通人家出身的 夹着尾巴做人惯了 哪能养出这么一副暴脾气呢 康夫子逮着谁都敢喷 那都是惯出来的 有钱有钱都任性吗 赵元勋无语 好吧 他都忘了 他这闺女有多聪明了 那眼光敏锐的 明察秋毫也不为过了 否则哪能发现 卫视的种种端倪 康石林大概交代了门房 赵元勋拿出明铁衣地上去 门房都不用通病 直接领了 他们去了正堂 正房里已做了人 除了康石林 还有两个四 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赵如希反正谁都不认识 没什么反应 可赵元勋尽管心里有了准备 看到这两人还是一个哆嗦 无他 这两位 一个是魏国公的廉金 吏部尚书吴怀寺 一个是公布左侍郎工程 想想自家要借吴怀寺的事 还要捧着重礼 去扣魏国公家的门 再辗转托人情到吴怀寺那里 人家搭不搭理 还要看这是对自己有没有利 现如今 这人要成为自家闺女的师兄 赵元勋就心肝颤 再想想 当今皇上小时候 似乎也跟康石林学过绘画 也不知有没有列入门墙 要是他也正儿八经地 拜了康石林为师 那可就闹大发了 无知是福 赵如希可不知在座的两位是大佬 他欢快地给康石林行了一礼 叫了一声师父 这才好奇地看了两人一眼 康石林乐呵呵地坐在那里 也不起身 指着吴尚书道 这是你大师兄吴怀寺 自家夫子都六十七 八了 收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做大徒弟 也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 赵如希接收良好 对着吴怀寺行了一礼 唤了一声 大师兄 对于师父隔了二十多年之后 给自己整这么一个 比自己孙女还要小的师妹 吴怀寺也是很无奈的 他师父做事 仍这么不靠谱 但谁叫自己 拜了这么个不靠谱的师父呢 吴怀寺只得回了一礼 又示意了一下 一个婆子捧了个 锦盒到赵如希面前 把锦盒打开 露出里面的一套文房四宝来 这是大师兄的见面里 还请小师妹笑呢 吴怀寺道 多谢大师兄 现在赵如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毕竟整日在银楼里待着 每日摸的都是金银珠宝玉石 刚才只搭一眼 他就知道 这位大师兄出手不凡 别的看不出来 只看那锦盒里的一对玉石正直 金银剔透 雕工精巧 就知价值不菲 跟他能配成一套的东西 还会差吗 这是你二师兄功成 康石林又指着另一人道 赵如希再次行礼 这位二师兄 虽然到中年 却是个英俊大叔 表情十分和善 他冲着赵如希微微一笑 回了一礼 小师妹 仍然送上了一份见面礼 下人打开 锦盒里是一副卷轴 这是我画的一幅画 送给小师妹 工程说着 又不好意思地道 师兄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二师兄别那么客气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就是 赵如希道 听到一家人三个字 赵元勋的嘴角抽了抽 我想请小师妹 给我母亲画一幅画像 工程道 另外 我听师父说 你打算把你那个画法交给别人 我想问问 我能不能也跟你学学 没问题 赵如希爽快地道 画像没问题 学画也没问题 本来在教会别人画素描之前 他是不打算给人画像的 毕竟答应了这个 不答应那个总不好 收费吧 被人说贪钱 不收费吧 他还不得累死 累死累活的 还有人可能不满意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但这是师兄 也算是自家人 人家先送了一份见面礼 然后提出要求 他就不好拒绝了 不过他也看得出来 这位师兄目光轻正 不是是奸华的 估计跟师父一样 完全痴迷于画迹 不大理会事事 所以显得 有点不通人情事故 否则他也不会这么 直通通的提要求 还在刚当送了礼之后 他完全可以 事后再托师父问他一声 他允就允 不允 两人也不尴尬 他这么想着 瞥了吴槐四一眼 就看到他满脸的无奈 看样子 对这个二师弟 他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 工程见诏如希答应 很是高兴 随即又提出自己的疑惑 小师妹这个画法 只能画黑白的吗 能不能画彩色的 他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你也知道 老人有些忌讳黑白的东西 总觉得不吉利 古代虽然有水墨画 但多是画风景 画人物的时候 还是用彩笔 这我还真不行 赵如希为难地道 师匪知道 我画画用的是木炭 木炭是黑的 只是白的 所以就是黑白两色 彩色我真不知道 怎么弄才好 素描是夕阳画法 用夕阳画法画人物 当然有彩色的 那就是彩色铅笔素描 水粉 水彩和油画 赵如希好学又聪明 这些画法上辈子也学过 只不过 他在上面花的时间精力不够 学艺不精 这辈子有时间的画 倒也能练起来 但光有时间 懂得画法不行 还得有客观条件啊 无论是彩色铅笔 还是水粉 水彩 油画颜料都没有 这些画法 也就无从谈起 而这夕阳画颜料 他真不懂 想制出来得花很长时间琢磨试验 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不少 于他而言 就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你为什么会想着 用木炭来画画呢 现在改成用笔沾颜料不行吗 吴怀思对这个话题 也感兴趣起来 赵如希早就想了好理由 我出生后被报错的事 想来大家都知道 我养父母虽然对我好 但家里条件并不宽裕 他们虽尽自己所能 让我读书写字 但纸笔还是有限的 我又喜欢画画 也知道家里艰难 就瞒着养父母 偷偷在烧火的时候 用炭在地上画 有时候画碗 有时候画灶台 有时候画我养母 听到他这话 赵元勋就心酸起来 他这女儿 天资卓绝 无论是才学 还是为人处事上 都比他们精心教养的赵敬丽 还要出色许多 要是待在侯府被好好教养 不知会出落成什么样呢 骗被魏氏那天杀的 给扔到了乡下 听到他这话 康石林等人都有些唏嘘 尤其是吴怀寺 暗自庆幸自己 接了赵元勋这份请托 助他将魏丘一家绳之以法 康石林忽然问道 你知道我 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吗 赵如希摇摇头 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 因为他聪明嘛 被系统砸中的人 可是穿越大神官方认定过的 他不聪明 谁聪明 系统 呵呵 因为你有灵性 不光是画画 为人处事上也如此 洒脱自在 无拘无束 一片赤子之心 要是你被养在府里 没准就被条条框框给束缚了 所以说 命运造就了你 康石林对于这一点 是十分满意的 京城这么多豪门贵族家的孩子 也不是没有很聪明的 但各种规矩教导下 一个个循规蹈矩 刻板的不行 系统再一次 在赵如希脑子里冷笑 呵呵 毛献个洒脱自在 无拘无束 毛献个赤子之心哦 这家伙 只不过是不知道 你们这些大佬的身份吧 要是知道 还不定怎么哭天枪地 求报大腿呢 最是快最斤斤计较 最吝啬的 就是眼前这个女娃子了 赵如希虽然听不到 系统如何付匪她 但一听 这冷笑她就知道 系统是什么意思了 要不是场合不对 她恨不得用唾沫淹死这家伙 不过康石林这话 确实让她脸红就是了 师父您过誉了 我是个在世俗不过的人 待以后相处久了 您就知道了 绝对是黑之麻线的 说着 她又赶紧到 不过 我也给您磕了头 拜师礼您也收了 可不行退货哦 哈哈哈哈 康石林大笑起来 指着赵如希 对吴怀寺和工程道 看 这孩子好玩吧 哎呀 可算是 让我老人家 捡到可心的徒弟了 说着她又十分嫌弃地 看着两人 看看你们 一个个都成了老财帮子不说 当了官后死气沉沉的 每次见面 不说都我老人家开心 不让我闹心都不错了 被嫌弃二人组 吴怀寺能当上吏部尚书 自然比工程更圆滑 更会说话 她笑道 所以师父 能收到小师妹 这样的灵性孩子 也是我等之心 说着她朝赵如希拱拱手 往后还劳烦小师妹 多来陪陪师父 赵如希正要说话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 匆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就进来一个 三十来岁的男子 他先对康世林长长一一 对不住 师父我来晚了 出城办了个案子 刚刚才回来 无妨 康世林一摆手 对赵如希道 那 自打你那画像出来后 第一个死缠烂打想跟你学画的 就这你这三师兄了 他叫吴宗 在大理寺任职 经常要依据别人的口述画像 追查凶手 你好好教她 吴宗听了这话 眼睛一亮 你就是许希许姑娘 你那个绘画班 什么时候开课 我好跟衙门请假去跟你学学 赵如希 我现在已认祖归宗了 改叫赵如希了 赵如希先声明一句 这才到明日开课 转头 又向康世林确认 师父对吧 赵元勋看着闺女 跟这些人侃侃而谈 神采飞扬 丝毫不因为自己年纪小 地位低 而有半点自卑 而且总是言之有误 再想想自己 已出嫁的大女儿赵如玉 二女儿赵如珠 以及正在待嫁的三恕女赵如新 赵元勋真正明白了 康世林那话的意思 赵如玉和赵如珠 被他们教养得很好 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走出去在那些豪门贵妃面前 那是人人夸赞的 但他们却总被规矩束缚着 一言一行 一笑一评 都循规蹈矩 如那花园里精心养护的花 虽也美丽 却没有了赵如希这份 自以飞扬的鲜活 而康老先生他们欣赏的 恰恰是这一点 这一刻 赵元勋彻底放下心来 因为康世林 吴怀四等人的身份 他心里是担忧的 他担心女儿一个不注意 就得罪了人 到时候 以他现在这身份地位 根本护不住这个女儿 所以他还打算回到家后 告诉女儿这些人的身份 细细教导他 如何跟人相处 他甚至还想着 是不是花大价钱 请一个宫里的嬷嬷 回来教导女儿的规矩 可现在 他发现他错了 要是真这样做了 才是害了女儿呢 望着兴致勃勃 拿出探笔 给几人展示自己画迹的女儿 赵元勋舒心地笑了 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自己这个女儿被卫士换出去 受了苦 却也如同山里的野花 得了天地灵气的滋养 创了画法 自得了一番造化 自己真该感谢上苍的后代 回去的路上 赵元勋还是把康世林的超然身份 赵如希 可赵如希的关注点明显跑偏 我师父那么一个不理事事的人 怎么说的徒弟 一个个都在官场上混呢 而且还一个个混得那么好 官有子官有子 这个名称可不是随便乱叫的 魂官场 不管你原先有多少傲骨棱角 到后面都要被磨得溜圆 不变得圆滑 那就只能被淘汰掉 你师父看人厉害着呢 这些人不光画画有天赋 在其他方面 也是鼎鼎能干的 赵元勋笑道 你大师兄做官的本事 自是一流 不过你二师兄和三师兄 不光如此 还靠画画的本事吃饭 你二师兄在公布 造物建源 都得他出手画图 再加上为人精力能干 又由你大师兄提携 便提了左侍郎 你三师兄在大理寺干什么的 想来你也知道 他如今也官至四品 赵如希点点头 原来如此 他师父果然火眼惊心啊 可不就一眼认出他 也是顶厉害的吗 呵呵 系统的冷笑又冒了出去 赵如希正要对这智障两句 就听赵元勋继续道 另外 你三位师兄 都是勋贵世家出身 有些家境还挺显赫 比如你大师兄 就跟你师父有亲戚关系 这些以后 你慢慢会知道 这样啊 赵如希表示明白 赵元勋见他表现平淡 忍不住问道 听到他们的身份这么显赫 你就没觉得惶恐吗 赵如希不解的看他 为什么要惶恐 不是应该高兴吗 以后我在京城可以横着了 赵元勋正要教导女儿两句 可目光无意中撇到窗外的景象 他眼神一宁 坐直了身体 赵如希见他这样 忍不住好奇地转过头去 怎么了 一眼就看到了赵如雨 他正从一个茶楼里走出来 身边跟着服输 赵如雨眼睛红红的 似乎刚刚哭过 服输抬起手 示意等在马路另一边的车夫 把车驶过来 却忽然看到 正缓缓驶过的马车 有伯府的标志 再转过眼 正好对上车窗里 赵元勋那双严厉的眼睛 他吓了一大跳 连忙扯了扯赵如雨 示意他往马车瞧 停车 赵元勋吩咐车夫 马车停下 他一弯腰 走了出去 赵如希犹豫片刻 也跟着走了下去 赵如雨为什么在这里 赵如希用脚趾头 想都能猜出 小说里 多次描写了赵如雨 和傅云朗优惠的过程 他们就是 在京城女子书院 和随平伯府入京的 一家茶楼里相见 见面的时间 一般都是赵如雨放学的时辰 今天伯府分家 卫士还关在牢里 没被砍头 赵如雨没去上学 但这不妨碍 在这个时间 正是平时他放学的时候 伯 伯父 赵如雨战战兢兢地 唤了赵元勋一声 你在这里做什么 赵元勋严肃着一张脸问道 赵如雨手紧紧拽着裙摆 结结巴巴地道 见 见我女子书院的同窗 说着 他看了赵如希一眼 直到现在 赵如雨都不知道 这位赵如希是什么人 是重生的赵如希 还是被什么妖魔鬼怪 占了曲强 他不怕赵元勋 上辈子他或许有点怕 但这辈子 他却不怕 他知道赵元勋看着严肃 实则是个十分温和的人 对家里人也是很好的 他怕的是赵如希 他昨晚一晚没睡 思来想去 思索着今生来世的变数 最后他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 这辈子之所以很多事都变了 那是因为这个赵如希的存在 他不知道 这个妖魔鬼怪 为什么来这里 为什么占据赵如希的身体 但他知道 正是因为他 换孩子的事 才会暴露出来 因为换孩子的事情暴露 为时才被抓 于是李牧之事东窗事发 为家一家子完蛋 正是这些原因 老夫人和赵元勋 才坚持要分家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追根究底 是因为这个赵如希的存在 他现在不知道 眼前的赵如希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针对有助众生灵魂的他 还是别的 不管是不是针对他 赵如希的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人生 他上辈子十分顺畅的路 因为这一系列变故 变得阻碍重重 刚才傅云朗什么都没说 只一味安慰他 说只要他坚持 他就一定能跟他澄清 但凭着上辈子他对傅云朗的了解 他知道他在说谎 发生了卫世的事 平南侯夫人一定担心 傅云朗跟他还有牵扯 会尽快让他定清 他的婚事 他的爱情 他一切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眼前这位赵如希 可赵如希自己呢 因为他回归了大房 有了赵元勋和朱氏的爱护 一定不会再像上辈子一样 嫁一个名声狼藉的断秀 就算侯府变成了伯府 分家后的赵家大不如前 朱氏也一定会给赵如希 挑一个如赵如玉和赵如珠那样的好人家 让他生活幸福 想到这里 赵如玉悲从心来 眼泪不知不觉又落了下来 赵元勋最不喜欢女人动不动就流泪 他还没说什么呢 赵如玉就哭哭啼啼 被人看见了不定说他怎么苛待侄女呢 他的声音也冷了两分 行了 赶紧回家吧 说着 他转身先上了马车 赵如希挑挑眉 看了这朵盛开的白莲花一眼 也跟着父亲上了马车 走吧 待女儿一上车 赵元勋就吩咐车夫离开 全然懒得理会后面的赵如玉走不走 刚才赵如玉出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一辆从旁边驶出来的伯府的马车 他完全不用担心赵如玉回不了家 赵如玉并不敢多耽搁 生怕下一刻 傅云朗从茶楼里出来 看到他还在门口上前安抚 被赵元勋瞧在眼里 虽说 他跟傅云朗的婚事 梁府的大人都知道 但卫士还在牢里 马上就要被砍头 赵元良还躺在床上 家刚刚分完 伯府一片混乱 这时候被赵元勋知道 他出来优惠秦王 而且这婚事还很有可能不成 他会怎么处置他呢 会不会直接让他收拾包袱 回许家去 所以赵如玉半客都不敢耽搁 快速上了马车 紧跟着赵元勋的马车离开 回到伯府 早已过了晚饭时分了 未担心老夫人癫忌 赵元勋带着赵如玉先去了荣喜堂 刚刚走进院子 就听到荣喜堂里传来老夫人朗朗的笑声 自打分了家 宅子缺了两个脚 老夫人就郁郁寡欢 要不是前面有赵如玉给她打的预防针 过后又得了赵元勋和大夫人的开导 没准她都能病倒 所以听到老夫人这爽朗的笑声 赵元勋和赵如玉都很高兴 祖母 什么是你这么高兴 赵如玉一进门就问道 哎呀 西家 你可真是祖母的好孙女啊 竟然被枯木先生看中 收作徒弟 老夫人把赵如玉叫到身边 伸手骂撒她的脸 满脸慈爱 大夫人坐在旁边 满脸笑意地看着他们 赵金泰也坐在一旁 很显然 大夫人已经把康世玲收赵如玉做徒弟的事 告诉了老夫人 你真的被枯木先生收为徒了 你大师兄真是立不上书吴大人 老夫人由不相信一般 需要跟赵如玉确认一下 嗯 是的 这个消息 能让老夫人的精神振作起来 赵如玉也很高兴 西家 你可真是太能干了 说着说着 大夫人的眼泪就下来了 大夫人看她这样 十分无奈 娘 这是喜事 您老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哭上了呢 喜事 确实是喜事 老夫人抹着眼泪道 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好消息 我这是高兴的 看到婆婆这样 大夫人也是心酸 老夫人听到康仙生收赵如玉为徒时的狂喜 别人不能完全理解 只以为赵如玉攀上了更高权贵 能让随平伯府能得到更多利益 但大夫人却清楚不是 大晋朝其实建国也只有二百多年 无论是他们缓平伯府 还是魏国公府 英国公府 都是当初跟着建国皇帝打天下 立了大功被封的爵位 他们都属于武将 虽说现如今大晋的边境 还有一些游牧民族虎视眈眈 但大晋国力强盛 那些邻国最多在自己国家遇到灾难时来 骚扰一下 不敢大举进攻 国泰民安久了 武将的地位就慢慢下降 文官的地位渐渐上升 现如今 除了首掌兵权的几个豪门 当初一起获得爵位的其他武将世家 都慢慢没落了 其他世家因为家中子弟 仍在军中仍值 败落的速度会很慢 可隋国公府 因为嫡子赵元勋身体不好 又是唯一一个嫡子 不能入军营 赵元良无能 赵元坤野心大 而又生性良薄 老夫人不敢放他出去 因此 隋国公府自打隋国公去世后 就后继无人 嫡之起码得有两个儿子 才能放心 让其中一个入军职上战场 万一上战场的人回不来 这偌大一个隋平侯府 不至于被树枝夺了去 嫡之的孩子在前方洒热血 为侯府拼前程 树枝的孩子却在后方等着捡便宜 世上哪有这样好的事情 这也是赵元勋爱重大夫人 也纳了妾室 而大夫人也默许老夫人 为他安排妾室的原因 他们嫡之得有儿子 至少两个 有了赵经历 又有了赵敬泰 大家都欣喜不已 所以他们精心教导赵经历 准备在他年满十六岁后 就倾尽家中全力 利用仅剩的一点人脉 帮他在军中谋个职位 当初知道孩子被抱错 老夫人 大夫人和赵元勋之所以那么痛苦 除了舍不得精心教养的赵经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所有的孩子重新归位 嫡之只剩了赵敬泰一个男丁 不管是为了什么 他们都不可能让这么一个独妙妙 入军中任职 吃苦冒险 那么赵敬泰的前程 就成了问题 他是世子 是勋贵 是有爵位在身的 不可能去参加科举 而不参加科举 又不能入军中做武将 那他还能做什么 随平伯府 只能等着越来越没落 可现在赵如希拜康实灵为师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那功成 那无宗 可都是勋贵世家子弟 因为他们擅长画画 官场上需要有这种特长的人 所以他们入了官场 有本事 在有家族投入资源去培养 还有康实灵这样一个师父 和吴怀四这样的大师兄 他们的仕途 注定比一般人更顺畅 康实灵收赵如希为徒 是看重他身上的天赋与灵气 随平侯府自然不能奢望赵敬泰 也能拜他为师 但赵敬泰可以跟姐姐学画画呀 不说成为一代大师 只需要像功成和吴宗那样 成为一个具有绘画特长的人 赵源勋通过亲朋好友 为他在公部 兵部 大理寺这些地方谋个实质 还是不难的 先前看到赵如希的话 他们还没多想 只以为平常 并没想过要让赵敬泰跟姐姐学画画 康实灵这一收图 他们欣喜之余 也看到了赵敬泰面前摆着的这条康庄大道 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光西井拜了 枯木大师为师 泰根今早也得了吴师父的夸赞呢 发生了这样的事 这孩子也长大了 变得懂事了 知道用功了 赵敬泰正用亮晶晶崇拜的眼神 看着赵如希 听得母亲忽然表扬自己 她挠挠头 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 跟姐姐相比 她实在差太远了 好 好啊 老夫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泰根你好好学 也跟你姐姐学一下画画 等你长大了 家里给你安排个差事 有了差事 又肯上进 前程肯定差不了 是 祖母 赵敬泰站起来硬了 老夫人又转向赵如希 西姐 你说对不对 大夫人看了赵如希一眼 冲着她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暂时硬着 哄老夫人开心 赵如希会议 笑道 祖母 您就放心吧 不说我师父了 便是我师兄都很厉害的 我二师兄在公布 三师兄在大理寺 他们手下肯定缺人手 如果泰根愿意跟我学画画 学得好了 想来某个跟画画相关的差事 是不成问题的 好好好 老夫人得了这话 老怀大位 趁着父亲跟祖母叙说去 康府拜师的经过 赵敬泰对赵如希敲声道 姐 你太厉害了 小孩子心思单纯 她虽然跟赵敬丽 赵敬安的感情很好 但卫士 把赵敬丽和赵如希调换 就是要让赵敬丽 抢她的世子之位 赵敬泰的娘如此恶毒 这让她对两个哥哥 立刻有喜欢变成了厌恶 最近一段时间 她都不想看到两位哥哥 刚才父亲和姐姐没回来 祖母和母亲就跟她说了 吴姐姐以前在乡下日子过得如何凄惨 赵敬泰同情之余 对自己这个亲姐姐的亲近和保护欲 油然而生 这会儿又知道姐姐如此厉害 她对赵敬丽和赵敬安两位哥哥的崇拜 迅速移情到赵如希身上 赵敬泰熊是熊了点 但长得很好 容貌更像猪士 而且 这是亲弟弟 赵如希上辈子是独生子女 一直希望能有个弟弟 妹妹 现在看到这个弟弟 她心里也是很亲近的 看到赵敬泰胖嘟嘟的小脸 她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问道 你喜不喜欢画画 等我有空了 教你学画画好不好 赵敬泰用力一点头 好 一家人吃过晚饭 从容喜堂出来 赵如希就跟大夫人三人分开了 修筑院还没收拾好 她现在还住在品名居里 秋天黑得快 他们吃饭也晚 这时候 天色已黑透了 清风和点将 提着灯笼 一左一右簇拥着赵如希往前走 忽然黑暗里显出一个身影 吓了点将一跳 吴姐姐 是我 赵如雨连忙道 赵如希皱眉看她 又看看她的身后 发现扶书提着灯笼 站在很远的地方 正警觉地朝这边张望 什么事 她问道 我 我能跟你单独说几句话吗 赵如希看她一眼 静止往前走 进来说吧 就在这外面说 说几句话我就走 赵如雨坚持道 我没什么不可对人言的 如果六妹妹执意 要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 让我并退丫鬟跟你说话 我会怀疑你 因你母亲的事 对我心怀怨对 遇行不利 现在是多事之秋 袁嬷嬷得了大夫人的吩咐 要多注意姑娘的安全 她在屋里 酒猴不见赵如希他们回来 正提着灯笼 准备去接一接 一出门就听到赵如希这句话 她立刻跟老鸡护小鸡一般 护在赵如希身前 立声道 六姑娘 你想干什么 赵如雨回到家私来想去 心里不安 还真只是过来 想跟赵如希说几句话而已 看到赵如希和袁嬷嬷误会 她连忙摆手 我真没恶意 真的 卫视对我又不好 我为什么要为了她怨对你 我是闲活太长吗 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姐姐说 进屋说也行 说着 她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赵如希 赵如希不理她 静止往前走 快走到品明居门口时 她才道 进来吧 她很好奇 赵如雨想要跟她说什么 说实话 在小说里 赵如希是女主 光芒万丈 所有接近她的女配 幸运地成了 衬托她这朵红花的绿叶 不幸地都成了炮灰 可现在穿进小说里 跟赵如雨相处了这么一段时间 赵如希还真没看上这个女主 对她光环的那点子敬畏 早已因为看清这个人 而烟消云散 在傅云朗这个官配眼里 赵如雨或许是极真 善 美于一体的美好化身 但在赵如希看来 这不过是一个自私 又无能的普通女孩子 上辈子 她能顺利嫁给傅云朗 当上平南侯夫人 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人生赢家 并不是她有多优秀 有多努力 而是因为 她光荣地被作者创造了出来 轻定为女主 所以 不管她是多么灰扑扑的一个灰姑娘 但在男主傅云朗眼里 她就是光彩夺目 勾魂射破的 她是世上最耀眼 最优秀 最美丽 最动人的女子 不接受反驳 情人眼里出西施 爱情的滤镜 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滤镜 是任何软件上的滤镜 都不能媲美的 看到赵如雨 要跟赵如希进去 扶书连忙走过来 担忧地唤了一句 姑娘 赵如雨停住脚步 看了扶书一眼 道 你也进来吧 袁嬷嬷万分戒备地 看了他们一眼 急上几步 低声问赵如希 要不要禀报夫人 不用 赵如希道 领着赵如雨进了厅堂 我想单独跟你说话 最好不要让任何人听见 赵如雨满含深意地 看着赵如希 想起赵如雨曾经质问过 她是谁 赵如希隐约猜到了 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这些话 还真不好让其他人听见 她吩咐道 你们都出去吧 都到院外待着 不许他人接近 院子太小 屋子又不隔音 下人们待在院子里 他们稍微说话大声些 都能听见 姑娘 袁嬷嬷肩负赵如希的安全重任 实在不放心 让赵如希单独跟赵如雨相处 放心 她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赵如希笑道 袁嬷嬷看看赵如希 再看看赵如雨 赵如希身材高挑 欠和有度 赵如雨则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风一吹就倒似的 袁嬷嬷觉得 两人要真打起来 自家姑娘肯定能把赵如雨 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她的担忧 利剪 道了一声 是 领着人退了出去 圣药皇后弄出了玻璃 随平伯府的窗子 就装了玻璃 因为要防纹 玻璃窗里面又镶了一道窗 这道窗上是 蒙了一层纱的 为了防止有人在窗外偷听 赵如希直接把纱窗也打开 露出院子后面的那堵围墙来 行了 有什么话 你说吧 她道 赵如雨咬了咬嘴唇 看着赵如希 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破坏我的人生 你整这么多事出来 我跟傅家的婚事 彻底不成了 这样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 赵如希望着她 挑了一下眉 她跟原主的性格完全不同 别人不知道 但瞒不过重生的赵如雨 赵如雨用这么笃定的语气 来说话 是想让她承认自己 不是原主吧 与其让赵如雨在那里东想西想 不如今天 大家都打开天窗说亮话 也免得这女人 在私下里搞什么小动作 让人烦不胜烦 我就是赵如希 她淡淡道 不过我跟你一样 重新来过 她不会傻到 承认自己是穿越者 这对赵如雨来说 是不能理解的 赵如雨只会认为 她是孤魂野鬼 是妖魔鬼怪 是外来者侵占了赵如希的身体 而她自己是原装 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来谴责她 鄙视她 甚至在她自己过得不如意后 还有可能去老夫人 大夫人等人面前去揭露她 让她陷于恐怖舆论之中 赵如希可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你不是重生的吗 我也是 你是原装的 我也是 你的人生能重来 我的人生 为什么不能重来 谁比谁更高贵 不 你不是 上辈子的赵如希 根本不是你这样性格的 赵如雨激动地反驳 赵如希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 笑了 对 我不是 她淡淡道 我不是上辈子的赵如希 确切点来说 我不是死前的赵如希 我是死了之后 做了几年孤魂野鬼的赵如希 你 你什么意思 赵如雨瞪大了眼睛望她 不敢置信 赵如希望向窗外 雨调平缓而低沉 上辈子 我死后 或许是太过不甘 我没有堕入轮回 而是以灵魂的形式飘荡世间 我看着你过了两年好日子 看着你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难缠而死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屋子里只点了一盏油灯 灯光再风地吹拂下摇曳 映照在赵如希的脸上 显得她漆黑的眼眸更加幽深 赵如雨听着赵如希低沉的声音 猛地打了个寒颤 赵如希嘴角微钩 继续道 在你死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怨念已尽 也失去了意识 等我再睁开眼 我就成了未满十四岁 还没回到侯府时候的许希 那时候 我养父母虽然去世 可我叔叔婶婶疼爱我 我不会因为说话做事 畏缩村庆而被在嘲笑 被人看不起 赵如雨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却发现自己喉咙干涩 什么话都说不出 赵如希也不说话 屋子里陷入了寂静 赵如雨自己是重生的 可面对眼前这个 是做了孤魂野鬼后 才众生的赵如希 心里仍十分害怕 她咽了咽唾沫 急急开口 由于打破这份寂静 那你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卫士的女儿 赵如希勾勾唇 做孤魂野鬼 就是四处飘啊 无聊的紧 所以就跟在每一个 我生前认识的人身边 看他们做事 听他们说话 侯府被抄家之后 卫士不是被卫家赎回去了吗 他不停地打发人去流放的 给赵经理和赵金安送东西 还把抱孩子的事 跟他爹娘 亲哥哥说了 我就听到了 他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 我上辈子过得那么惨 都是他害的 这辈子 我自然要让他血债血偿 赵如雨打了个寒战 我 我上辈子可没有陷害过你 你别针对我 我什么都没做过 他连连摆手 说着 他忽然捂着脸哭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 你也害得我好惨 为是这样 府里又分了家 我跟傅公子的婚事 彻底没指望了 我该怎么办啊 赵如雨看着他哭 半赏无语 赵如雨的哭声不低 守在院外的几人都听见了 福叔急得不行 走到门前不安地道 我们姑娘没事吧 袁嬷嬷见不得他这样 逆他一眼 要不你冲进去 福叔咬咬唇 低下头去 没敢再说话 好容易等赵如雨的哭声低下去了 赵如雨才叹了口气 道 我就纳了闷了 你都重火一次了 为什么一心只想着嫁男人 赵如雨一正 连最后一点 内意都咽回去了 抬起头望着赵如熙 什么意思 你就没想过靠自己 靠自己 我怎么能靠得了自己 赵如雨说话 还带着浓浓的鼻音 你看 你都考上京城女子书院了 可见你 还是挺有才华的 听说你的情谈得挺好 如果你足够优秀 等你从女子书院毕业了 完全可以去周边县的女子书院 做英育夫子 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北宁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能请到有名的夫子 可其他县却不然 县里的生员很一般 好多女学生在考进去的时候 英律方面的基础很差 教授他们的夫子 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 赵如雨能考上女子书院 听说她在人才积极的 京城女子书院的英律课上 表现还挺出色 可见弹琴水平很不错 想要去县里 应聘一个英律教习的职位 应该是不难的 这 这怎么可能 赵如雨坚声道 赵如熙的说法 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 我又不是吃不上饭 为什么要去做教习 我一个女子 孤零零地跑到县里去 像什么话 而且 而且去那种地方 哪里能认识什么贵公子 那她的婚姻怎么办 总不能当老姑娘吧 赵如熙多通透的一个人 她又看过大部分篇幅 都描写赵如雨的小说 对赵如雨再了解不过了 赵如雨虽没把话说完 但赵如雨也知道 她的省略的话大致是什么 赵如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 便是几千年后的现代 都有大把多的女人 将嫁进豪门 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来努力 赵如雨活了两辈子 三官早已形成 她觉得嫁给傅云朗最幸福 赵如熙实在不好说什么 小说里 傅云朗确实对赵如雨挺好 赵如雨也没有兴趣做教导主任 给赵如雨纠正三官 好吧 这个你自己拿主意 我就这么一说 赵如雨倒 不过你也看出来了 我并不是有意针对你 我只是要把上辈子 没有纠正的错误 给纠正过来而已 误伤了你 我很抱歉 但责任不在我 如果没有我 你只能生活在小荣村 作为一个村姑 你这十几年 过不上锦衣玉石的生活 更认识不了什么傅公子 我觉得 人要懂得知足感恩 而不是贪得无厌 他转过眼眸注视着赵如雨 所以我不欠你什么 反倒是你欠我良多 要是没有你 我上辈子不会过得那么凄惨 我这辈子重来 没有特意去针对你 你还跑来指责我 破坏了你的生活 赵如雨 你要不要脸 我 赵如雨想说什么 却张口结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话我说到这里了 现如今分家了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你好自为之 赵如雨神色平静 顿了顿 他又道 另外 你也知道三年后的那场祸事 上辈子 你有卫家做娘家 这辈子没有了 如果你不想办法保住赵家 不管你嫁给谁 娘家祸事不停的你 想来日子也不会好过 所以 还请想办法阻止祸事的发生 赵如雨骤然抬头 眼神里满是震惊 你让我阻止 我怎么阻止 我无宣无事 连黄家人都不认识 有什么能力阻止得了这样一场大祸事 办法总比困难多 阻止不了朝廷大事 难道你还阻止不了三叔 参与那场大事吗 不光是你 我也会一起努力 赵如西淡淡道 赵如雨垂下眼瞼 不说话了 好办上 他才道 好吧 我努力 以后有什么事 只管来找我问 别猜来猜去 更别在后面搞小动作 我能知道 你把136两的私房钱 藏在你床铺右前角的空洞里 就能把你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 赵如雨惊呆了 半张着嘴望着赵如西 眼睛睁得跟同龄似的 半上说不出话来 行了 回去吧 服输在外面 该担心你了 赵如西说完想说的话 就开始往外赶人 赵如雨默然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 他回过头来 看了赵如西一眼 拳头握得死紧 他回去 一定要把私房钱 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以后也万万不能惹赵如西 这赵如西 简直是个魔鬼 原先对于魏秋的垮台 赵如雨还没往赵如西身上想 毕竟赵如西 没有这样的能量 他觉得 魏秋的垮台 只是卫视事件的连锁反应 可现在赵如雨已经肯定了 这绝对是赵如西的手笔 太可怕了 宿主 赵如雨一走 许久没出来 蹦跆的系统忽然出声了 可讲了半句 他就沉默了下来 赵如西心里得意 面上用若无其事的平淡的声音问 怎么了 我实在没想到 你会开诚不公地跟赵如雨说话 系统的内心是复杂的 他又补充了一句 还特意吓唬人 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看小说 自然要合理利用他的内容了 赵如西微笑 请宿主不要有去县里当教习 古老终生的想法 如果赵如雨驾进豪门 他伸出一根手指就能碾压你 哼 赵如西轻哼一声 如果我一开始就听你的话 现在是什么下场 事到如今 你觉得我是赢家 还是赵如雨是赢家 你还不承认我是智者 而你是智障吗 系列不作声了 又开始装死 赵如西却不放过他 说话 你少给我装死 系统 这才不甘不愿地道 嗯 你说的对 说完这句 他又理直气壮起来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当时绑定你的时候 可是选的智商最高的那一个 如果不是你智商高 我为什么要选你 既然你聪明 能翻盘不是应该的吗 既然承认我聪明 那我要做的是 自有我的道理 最后的结果 也一定是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人生赢家 而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 以后少来跟我指手画脚 瞎避避 可你如果你去那什么县里做教习 最多只能嫁了一个秀仔 举人吧 最多是个县令公子 而赵如雨嫁给傅云朗 成为平南侯夫人 有钱有权有地位 动动手指头 就能置你于死地 这一点你能承认吧 赵如希无力吐槽 这系统绝对是田宠文的出产 实锤无疑了 赵如希是个喜欢自己奋斗的人 虽然他也常常把咸鱼挂在嘴上 但他实在不能理解 田宠文里的那些女主 重生啊 有了上一辈子的人生经验 还有别人没有的前瞻特性 能抓住先机 做什么不好 自己赚钱自己花 看男人顺眼就好好过 看不顺眼 就能一脚把他给踹了 但这些女人 不说好好自己赚钱 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非得用尽各种心机 使尽各种手段 死气白赖的要嫁给某个以后 能成为大佬的男人 人家看不上 还要各种跪舔 他们就如 志向树里的兔丝花 非得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这种人 重生或穿越的意义在哪里 不是浪费重生 穿越名额吗 不过这些话 他都懒得跟系统说了 这系统跟赵如与同出一辙 都是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封建 残余思想 跟他们说话 行嘞 他只给系统放了一句狠话 等着吧 我会凭自己的本事 给你挣一个爵位回来 我要向你证明 我不加豪门 我就是豪门 听了这话 系统不但没有背对的沮丧 反而跟打了鸡血一样 满满都是兴奋 加油 宿主 你一定行的 赵如西翻了一个白眼 换出屏幕 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的积分 跟肖若彤交好后 他就厚着脸皮 问肖若彤 要了一本肖夫人临摹的 名仓大师的字帖 他领悟立本就极强 又早晚勤练字 为了积分很是拼命 短短一小段时间 他就进步神速 现在每练一篇字 已经能拿六个积分了 他不光早晚练字赚积分 在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 也坚持做笔记 奇艺才刚开始学 等级虽低 赢一局只能赚一积分 但他在奇课上跟同窗对弈 蚊子腿也是肉 如此 一天下来 他也能赚个二三百积分 加上因为开创画法奖励的积分 减掉前面欠下的积分债 光幕上显示 他有三千二百五十六积分 看看光幕上摆着的 孤零零的那个图标 赵如希挥起拳头挥了挥 给自己打气 两万积分不是梦 敏捷完再向他招手 过一段时间 他的书法积分还能涨 而他拜了康先生为师 要学习他的绘画技巧 再把现代画法 与古代画法相结合 再创出一种画法来 不管好不好 至少是能有积分的 这么算下来 只需一个月 他就能买得起系统的 唯一出产敏捷完了 到时候 跟府里的武师傅学一学 走亲近路线 嘿嘿嘿 宿主加油 努力刷分 胜利就在眼前 系统适时跳出来 喊起口号来 姑娘 您怎么了 福叔看赵如雨 自打从品名居出来 就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赵如雨身体一抖 似乎被他这声音吓了一跳 没 没什么 福叔想问赵如雨 是不是被五姑娘欺负了 可看看 踢着灯笼巡逻的大房的下人 他低下头去 没敢作声 赵如雨自己是重生的 可因为没见过阿飘 平时并没觉得如何 今晚听赵如雨说 他死后做了几年阿飘 还跟在他身边 看了几年的戏 他现在 走在黑漆漆的路上 虽然有福叔陪伴 还是忍不住害怕的自打哆嗦 主仆俩走到二房 与大房相隔的地方 就看到拱门 已砌了大半的墙了 明日 这里应该就会被封起来 以后他们想去大房 就得从北边大门出去 绕两条巷子 再从大房的大门进去 如此麻烦 没有什么大事 一年半载 他们都不会去大房了 想来大房的人 也不想见到他们二房的人 主仆俩站在围墙旁边 回头看了看 隐在月色下的大房那边的方向 以及这条每日要走的路 心里沉甸甸的 尤其是赵如雨 他这时已经忘记了害怕 满心都是对未来的茫然 姑娘 风凉 咱们还是回去吧 福叔到 好 赵如雨转身过 慢慢走进了二房的院子 此时都已是虚实 平时已是睡觉的时间了 可二房 现在还是人来人往 显得十分繁忙 以前随平伯府整个宅子 坐北朝南 以中南位置的正堂为中心 二房的院子 也是沿着这个原则建造的 卫氏原先住的二房正院 在中南方向 坐北朝南 位于正院后面的院子 就成了赵如蕊 赵如雨的住处 几个姨娘的院子 则是靠西北一角 离现在二房 准备在北边开的大门 距离极近 几乎挨着围墙 可现在要在北边的围墙 开个大门 整座二房的宅子 除了原先的导座北房 就都成了背对着大门的格局 且小姐和姨娘住的院子 位置倒比正院还显得尊贵 所以现在就得调整 最起码 姨娘们要搬到原先空置的院子去 他们的院子腾出来 修缮后成为客院 赵如蕊和赵如雨也要搬 他们院子要做三个爷们的外书房 还有 原先虽然分开吃饭 但为了好管理 二房 三房的饭食 一向是从大厨房提的 现在 二房得把原先的小厨房换个位置 扩充为大厨房 厨娘也得另买 工程量挺大 大房明日就要把他们隔断 所以 二房的下人正在趁夜搬东西 今晚就得把姨娘院子和赵如蕊 赵如雨的院子腾出来 啊 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 紧接着就是一声脆响 碰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吵闹声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推我 我没推你 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 啊 你敢打我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听到是自己院子那边传来的动静 赵如雨顾不得伤春悲秋了 跟服输加快了脚步 走到他原先住的院子附近 就见两个婆子打成一团 其他下人手里 怀里都捧着东西 站在那里围观 赵如雨正要说话 就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 匆匆走了过来 喝道 都住手 一个婆子本想停下来 可对方趁他停手 直接在他脸上挠了一下 他赶紧还手 于是两人又打成一团 赵如雨抬头看了妇人一眼 这是赵元良的一个妾室薛姨娘 赵元良以前从不管事 成亲前有嫡母 大嫂为他操心 成亲后有卫士打理 现在分家 整个二房一团乱 要操心的是数不胜数 偏卫士又在牢里回不来了 他思来想去 把管家全托付给了薛姨娘 薛姨娘已经三十来岁了 赵元良也很少去他房里 但赵元良觉得 他为人不错 又抚养了失去亲娘的赵如蕊 与二房有功 在现在二房无人主事的情况下 让他管家最为合适 可赵如雨没想到 自己不过出去了不到半日 二房就乱成了一锅粥 薛姨娘见下人 根本不听自己的 气得脸都红了 叫人把两人拉开 却听到两人又吵了起来 这是做什么 远处传来了赵元良的声音 薛姨娘如同见了救星 连忙迎了上去 唤了一声 老爷 又把情况说了 这件事处理起来倒也不难 两个婆子就愿一身 趁着搬东西的时候 你伴我 我推你 把手里捧着的花瓶都摔碎了 不管熟是熟非 两人都有过错 直接发卖了就完事 反正现在二房分家之后 除了分到的那点田地 和一个小铺子 三房补偿给他们四 五百两银子 就再也没有什么财产了 偏二房正经主子就有五个 还有二老爷的几个姨娘 下人加起来 足有六 七十个 每个月发的月利银子 和满府人的搅用 都得花许多钱 再加上二房还得建厨房 采买厨房所用的家室和厨娘 这么算下来 估计四 五百两银子 也就只能够二房花二 三个月 在变卖家产 和喝西北风之前 二房肯定得把一部分下人卖出去 现在这两个下人犯了错 正好发卖出去 一来节省开支 二来也杀鸡儆猴 可看清楚这两个婆子是谁后 赵元良就犹豫了 这两人 一个曾在他亲娘 正老姨娘身边侍候过 一个则是他得用的一个长随的妻子 卖钱一个会被人骂不孝 卖后一个 他就要被长随和他儿孙怨恨 爷 不如一人打二十个嘴巴子 关进柴房里去 再扣他们两个月的月利银子 跟着赵元良身边的女人 忽然开口道 这位十八 九岁 容貌漂亮的女人 正是怀了身孕 被卫士搜查搜到容喜堂 将老夫人气中风 引发一系列事故的那位王姨娘 赵元良正没主意呢 一听这话 连声道 对对对 就这么办 见薛姨娘愣着 她眉头一皱 还不快去 是 薛姨娘答应一声 连忙让自己身边的嬷嬷 给两人长嘴 两个婆子之所以不听薛姨娘的 就欺他不受宠媒地位 性子也软 平日里 还没有他们两人受人尊敬 这会儿 赵元良这个正经主子来了 他们倒不敢动 被裹掌后就乖乖去了柴房 王姨娘扯了扯赵元良的衣袖 赵元良这才倾咳一声 道 薛姨娘一个人管家 也管不过来 我看 还是由王姨娘跟你一起管吧 多谢爷 王姨娘赶紧蹲身行礼 薛姨娘握着帕子的手紧了紧 最后还是行了一礼 妾身遵命 赵如雨见状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那个长嘴的妻子 可是跟王姨娘对了好几个眼神 显然今天这场闹剧 是王姨娘导演的 导这么一场戏 他要的无非是管家权 爹 这不好吧 两个人管家 到底要听谁的 赵如蕊匆匆赶来 正好听到赵元良那句话 况且王姨娘怀着身孕 不宜劳累 我也长大了 可以帮爹爹的忙了 不如让我协助我姨娘管家 他又道 他自然希望薛姨娘管家 他虽不是薛姨娘的亲生女儿 却是薛姨娘抚养长大的 薛姨娘管家 他也水长船高 下人见了他都尊敬许多 一见女儿来帮忙 薛姨娘连忙道 是啊 眼看着如蕊大了 要说婆家了 正好趁着机会学学管家 有他帮忙 我一定能把这个家管好的 他看到站在一旁的赵如雨 又补充道 还有如雨 也跟如蕊一样 跟我学着管家吧 薛姐姐 不是我说你 你看看你管的 这个家简直一团糟 两位姑娘跟你学 还不知学成什么样呢 倒不如跟着我学 王姨娘用帕子 无嘴笑了一声 她转向赵元良 老爷 我虽有孕 却是无碍的 您没听师郎中说吗 要多动动才好呢 而且 在管家的过程要动脑子 孩子在肚子里 也会更聪明 说着 他还扯了扯赵元良的衣袖 隐隐如水的眼眸里 波光流转 赵元良本想答应 赵如蕊和薛姨娘的 可看到爱妾这样 他又动摇了 他挠挠头 叹了一口气 行了 你们两位姨娘一块管吧 如蕊 如雨 你们在旁边看一看 学一学 说着 不带这些女人再说什么 他逃也拾得走了 回到正院 他把自己叫赵兴的外管师叫来 问他道 我叫你去打听的消息 如何了 老爷 媒婆手里 一时也没合适的人选 他说去请老爷允他些时间 他去好好打听打听 有了消息就来告诉老爷 赵兴说完 抬头看了赵元良一眼 吞吞吐吐道 老爷 原来的二夫人 可 还没行刑 您要是马上娶妻 怕是要被说闲话 赵元良烦躁地指着外面道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家里没个当家主母 不过一日的功夫 就乱成一锅粥 我也没说马上要娶 只是叫媒婆打听着 我跟卫士夫妻一场 总要收敛了他之后 才会娶妻 赵兴正要说话 呼听外面禀报 二老爷 三老爷来了 赵元良一正 忙起身 快请 来通禀的丫鬟一脸为难 往哪儿请 赵元良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是啊 往哪儿请 他在内院是没有自己专门的屋子的 以前不想宿在内院 就会待在外院的书房里 可现在那个外书院 花在了大房范围内 他今天把东西都搬回来了 外书院还没布置起来 他现在待的地方 属于内院 赵元坤即便是他弟弟 也属于外男 还真不方便到这里来 他叹了一口气 就请到这里来吧 不一会儿 赵元坤就被丫鬟领了进来 兄弟俩互相见礼 分主兵坐下 赵元良苦笑道 二哥这里乱糟糟的 三弟莫要见怪 我那儿也一样 赵元坤道 赵元良笑了笑 没有说话 那能一样吗 三房至少还有主母在 苏氏表面上 看似柔柔弱弱的 似乎什么事都不会 什么都做不好 可每回跟卫士互掐 都不落下风 由此可见 也是个内里厉害的 表面柔弱无能 不过是装样子 再加上他这三弟 也是个能人 哼 赵元良看了赵元坤一眼 问道 三弟此来 是为何事 他们两兄弟 虽然同事数出 但互相之间感情并不好 相比之下 赵元良跟自己大哥 赵元勋的感情还好一点 赵元勋为人宽厚 对两位弟弟 也还算赵福 小时候闯祸 都是他把责任担起来的 要知道他们小时候 三兄弟在府里的位置 可不像现在这样 国公爷最宠的不是嫡子 而是述出的小儿子赵元坤 大哥担了责罚 国公爷可是不会轻饶的 倒是赵元坤 每次导弹 都是他出的鬼主意 可惩罚的时候 他比谁都会推卸责任 这就是个天性凉薄的 自私的家伙 我是来看一看 二哥如何改建院子 小弟我都没什么主意 赵元坤道 不过 我看你这乱糟糟 也不是个事 这家里没个主母 是不行啊 赵元良有点不耐烦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你看我这忙得很 实在没办法陪你闲聊 赵元坤看他一眼 也不闹 二哥还是这么急性子 我说 咱俩都是输出 现在被扫地出门 就得这么点家产 吃进去的银子 还要吐出来 小弟我被你家连累 我还没说什么 二哥倒是对小弟不假词色 赵元良冷笑 得了吧 弟妹嫁妆丰厚 我想三弟也不在乎这点家产 倒是分家 是三弟一直以来求而不得的吧 现在能分家 还是托我的福 三弟不说感激 反倒来追究我的不是 要不然 我再去求求大哥 叫他别分家了 反正县里的田产 还没去衙门登记 分家和家 也是一句话的事 你 赵元坤被他说得有些脑 不过很快就压制住了情绪 他一摆手 行了 大哥把咱们踢出门 往后就只有咱们兄弟俩 互相扶持了 以前的小恩怨 在兄弟情侣面前 算得了什么 二哥你心里不惦记小弟 小弟心里可惦记着二哥呢 他看着赵元良 正色道 我听说 二哥一直想找份差事 赵元良狐疑地看着他 差事 你能替我找到差事 赵元坤拿起桌上的点心 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直到赵元良脸上 又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他才道 二哥 你可别小看我 我以前是被老夫人和大哥压着 没有出头的机会 可私下里 我也有不少的朋友 他拍拍手 喝了一口茶 凑近赵元良 压低声音道 小弟我不日就要到詹市府 又春芳任又清纪郎 虽现在只是从八品的官职 但也只是暂时 只要我好好办几回差 表现好了 马上就能升上去 他将身子往椅子上依靠 画了个极放松舒适的姿态 脸上露出从容的微笑 以前 大哥在武城兵马司是什么职位 你也清楚 我这可不比他那个差 还没那么辛苦 而且 前程可不是他能比的 赵元良听到这话 很是心动 他亲自给赵元坤争了茶 脸上舔着笑 三弟是个能耐人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你得了前程 可别忘了二哥 二哥虽没什么大用 但好歹一心一意帮你 可不是外人能比的 赵元坤点头 我就是这么想 所以才来找你 赵元良精神大振 坐直身体 目光灼灼的 看着赵元坤 什么职位 经位指挥史思复史 赵元良一正 不是詹世甫的职位吗 赵元坤摇摇头 詹世甫没有空缺了 这个经位指挥力思的官职 还是我拖了不少人情 才打听出来的 赵元良很失望 他可知道 经位指挥史思复史 是个不入流的官职 没有品阶 活还累 一开始做官 他也知道 不可能一上来就六品 七品 向赵元坤那从八品的 詹世甫又倾激郎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 和银子才得到手的 既然都不入流 那还不如在赵元坤 手底下干活呢 既轻松 责任又不大 而且 詹世甫看似现在 没什么权利 但以后太子登基 首先提拔的 绝对是詹世甫的自己人 到时候五六品的官职 还不是唾手可得 他仍不死心 问道 要不你再帮我问问 我要是进了詹世甫 也能帮帮你不是 赵元坤摇头 没有 上头给了我一个官职 乃能还给一个 再说 他逆了赵元梁一眼 你不会不知道 官场上最忌讳的 就是一家人窝在一个衙门里 赵元梁表情善善 为防贪污舞弊 朝廷是不会让 关系极清静的人 在同一衙门里 这个他是知道的 以前魏氏没少 拿这个理由来搪塞他 不让魏秋替他谋官 见他挑三拣四 赵元坤也不耐烦了 道 这个位置 你去不去 不去 我就直接回绝人家了 去去去 赵元梁忙到 朝堂上京城的官位 极为有限 多少豪门世家的子弟 都盯着呢 随平伯府 以前没有门路 即便有空缺 他们还没得到消息 就已经填满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即便辛苦 赵元梁也认了 现在分家了 他可不能坐吃山空 总要有个镜像 五百两银子 赵元坤又道 啥 赵元梁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赵元坤眉头一皱 你总不认为这职位 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你不拿钱打点 谁会把这位置给你 我那个还花了一千五百两呢 他冷哼一声 就这 还是我多年经营的人脉才求来的 要不然 京城捧着银子 等着这官职的人多的是 怎么可能轮到你 五百两 便是五千两 也多的是人想要 这是实话 京里的豪门贵族不缺钱 他们缺的是权 是空缺 是子弟的前途 也就是随平伯府人手 其他人家 哪个不是几十口人 这些子弟待在家里吃闲饭 还要生事 即便花多点钱 长辈也愿意替子弟求个官职 做得好了 官职可是能往上升的 每月除了俸禄 还有各种收入 花出去的钱总能收回来 最重要的是 升了官 整个家族都沾光 一个拉拔一个 家族整体地位就上去了 以前赵元勋也不是不舍得花钱 可捧着银子都找不到门路 想到这里 赵元良又有些怀疑 五百两银子 就能谋到这样一个职位 赵元坤不是跟他开玩笑 或骗他手上的钱吧 否则 怎么可能是他手上正好有的钱财数目 那就多谢三弟提谢为凶了 他抬起手 朝赵元坤拱了拱 不过我们二房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手无鱼彩 一家子还没去喝西北风 还多亏了三弟 你补偿给我的田地差价 现如今 一家子要吃饭 修缮屋子要花钱 卫士虽不好 却也跟我夫妻一场 我得去收敛他 这都要钱 他长叹一声 这五百两银子 我实在是拿不出来 要不三弟你帮我先垫着 等我走马上任 想办法把卫士名下的那两个铺子收回 再拿铺子 比你垫的银子 听到这话 赵元坤恨不得把桌上的茶坡 到赵元良的脸上去 见过无耻的 还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这个精卫 只回史思复史 即便有人脉 他也花了一千两来打点 现如今让赵元良出五百两 他竟然还一文不出 想空手套白狼 要不是詹士府的人 暗示他让自己人占这个职位 他也希望赵元良上任后 能反补他这边 让他更得詹士府上司的重用 他才不管赵元良嘛 你出二百两 我替你先垫三百两 不够得写戒条 要不然 这事就算了 他板着脸 满脸不跃地道 赵元良见他这样 摸摸下巴想了想 点头道 行 我拿二百两 不过这戒条就不必了吧 咱们亲兄弟 写戒条就太见外了 你放心 哥哥我不是不讲诚信的 有戒必有还 再说 我到时候给拿铺子底 赵元坤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行吧 快些 再磨叽他 忍不住要打人了 赵元良这才示意 赵星搬了匣子来 数了二十个银元宝给赵元坤 这还是赵元坤昨日刚给他的钱 赵元坤叫下人提了装银子的包袱 起身道 明日跟大哥下县里去过户填气 后日我去打点 没准大后天就叫你去上任 你这几日不要乱跑 免得找不着人 赵元良正琢磨着 如果赵元坤失言 拿了他这二百两银子没了下文 他该怎么跑到他家去大闹 带着一家子到他家去吃喝 一听赵元坤这话 似乎不像是蒙他的 他顿时大喜 拱手道 如此为凶就在家里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赵元坤情绪缓和了些 站起身来 天使也不早了 那我就告辞了 赵元良殷勤的起身 打算送赵元坤出门 赵元坤走了两步 壮丝无异地道 我看你家中一团糟 没个主母还真不行 而且你要做官 难道还要每日回来处理家中琐事 赵元良长叹一口气 这也没法子的事 看刚才的情形 他就知道光靠两个妾室 是没办法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不光不行 反而更乱 可他坚持把家交给血姨娘也不行 血姨娘弹压不住家里 王姨娘为了争权 刚刚只是叫人摔了两个不值钱的花瓶 如果不让他参与管家 他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来 他怀着身孕 又是年岁 正好最娇媚的时候 就算是爱作妖 赵元良也实在舍不得发卖他 也只能这么凑合着了 我听朋友说 卫士就是这两日了 赵元坤道 赵元良一愣 不由生出一种悲怆的情绪来 夫妻一场 尽管以前赵元良生气的时候 恨不得把卫士掐死 可真正到这地步 他还是感觉心里堵得慌 你这样也不行 好不容易谋个差事 要是被家中拖累 办坏了差 可就麻烦了 媒婆不靠谱 那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我让你三弟妹给你留一把 娶个嫁状丰厚的寡妇或妻妇 也能缓解一下你家里的状况 赵元良这一回是真心实意的感激了 他朝赵元坤做了一衣 多谢三弟 行了 你身上还有伤 不用送了 兄弟俩 不必这么客气 赵元坤摆摆手 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 他差点撞上端着点心 正准备进屋的赵如雨 赵如雨员被赵如夕吓了一回 精神不济 根本不想参与薛姨娘 王姨娘之间的争权夺利 打算回屋去歇息的 无奈他院里的家具要搬 根本没地方歇息 只得站在那里 听两位姨娘和赵如蕾吵 顺便监督丫鬟婆子搬东西 别让他们再摔坏了 因为二房现在内院 外院不分 赵元坤跟着丫鬟进来 正好经过搬东西那一片混乱 被赵如雨看见了 想起赵如夕提醒的话 赵如雨心里一领 想了想 赶紧去厨房拿了一份点心 到赵元良这里来 赵元良的屋子门口 是有小厮守着的 他不好偷听 正打算不经通病就闯进去 没曾想 正好听到了赵元坤最后这几句话 三叔 他仰起笑脸 对赵元坤道 刚我看到您来了 正要送些点心 进去招待您呢 你这是 要走了 赵元坤除了自己的妻儿 在缓平伯府 对谁都不情 他朝赵如雨点点头 淡淡地恩了一声 就对赵元良道 二哥 那我回去了 赵元良接过赵如雨手中的碟子 顺势道 如雨 你替我送送你三叔 不用了 赵元坤说着 领着小厮快步下了台阶 不一会儿就走出了院子 完全没有要等赵如雨的意思 赵如雨走了几步就跟不上了 只是停住脚步 目送他离开 他转过身来 扶着赵元良进去 壮丝无意地打探消息 爹 三叔来干嘛 赵元良这人没什么责任心 如果卫士对儿子和女儿都一样疼爱 他对孩子是不管的 反正有人打理 他只管自己吃饱喝足就行了 偶尔遇见了 就跟逗小狗小猫一般逗一逗 其他的根本不操心 卫士对儿子无微不至 对女儿却人前慈爱 人后末世甚至恶语相向 赵元良健壮 说了几次 卫士都不敢 他只好对女儿多出了几分关注 赵如雨长得甜美 从小因为母亲的冷带 很是乖巧懂事 赵元良跟他接触多了 对他便真心疼爱起来 虽然后来确定抱错了孩子 赵如雨的做法 让赵元良有些不满 但老夫人要把赵如雨留下来联姻 赵元良也没生出 把赵如雨送回许家的想法 后来赵如雨考上京城女子书院 赵元良还生出了几分老父亲的欣慰 送了一堆镇纸给他以做勉励 这会儿家中一片混乱 两个妾是为管家全斗的跟乌姬雅似的 倒是这个女儿还惦记着自己 这叫赵元良十分高兴 他忍不住跟赵如雨炫耀 你三叔说 有个官职要让我去做一做 官职 赵如雨一愣 什么官职 经卫指挥史思复史 赵元良道 赵如雨上辈子做了几年平南侯夫人 倒是知道这个官职是不入流的官 但这不妨碍他瞪大了眼睛赞叹 哇 听起来好厉害啊 爹爹 这么说你做官了 而且是比大伯父原先的官职还要厉害 没错 经卫指挥力思可比五成兵马斯厉害多了 五成兵马斯整天跟流氓地痞打交道 捉点小猫贼 赵元良得意地道 赵如雨给赵元良递了一块点心 面露疑惑地道 三叔得了这么个机会 为什么不自己去 反而给了爹爹您呢 怕赵元良误会 他又赶紧解释一句 我不是说爹爹不该做官 而是三叔似乎没有这么好心 哎 你可说对了 他给我弄这个官职 是因为他有一个比我这个更好的差事 詹氏府又春芳又清济郎 赵如雨心里咯噔一下 上辈子 赵元坤通过太子身边的幕僚 跟太子搭上线 最开始做的就是这么个官 后来他的才能被太子赏识 得了太子的重用 在詹氏府里的官职升得很快 最后参与了谋逆 他心绪不宁 也懒得再应付赵元良了 先问了一句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上岔 还早 这事还没定 等你三叔去打点好 才能上任 赵元良不放心 又叮嘱他道 如雨你是个嘴紧的孩子 爹爹才把这事跟你说 你可别转出去 跟谁都别说 要是传到你祖母里 他要是不想让咱们这一房起来 定然要缴了 我跟你三叔的差事 他又里又道 你想 爹爹当了官 你是不是就是官家小姐了 往后说清也容易 是不是 等爹爹赚了钱给你置办丰厚的嫁妆 爹爹您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赵如雨保证道 他站起身来 爹 时辰不早了 您身上还有伤呢 早些歇息吧 从赵元良那里出来 赵如雨站在院门口 望着被灯笼罩得明明暗暗的院子 心里一团乱麻 按照上辈子的时间线 他明年急急就会出嫁 成为平南侯府二少夫人 后年 平南侯和世子傅云开一起战死在边境 傅云朗成为平南侯 因为平南侯和傅云开战死沙场 二皇子赶赴边疆 结果一战死 尚德掌丈夫的驸马 因救护不力 被免治下大狱 五皇子闻兄去世 高烧不退 不久一病死 大后年 太子跟四皇子争执 在争执中 措手杀死四皇子 在皇上免掉他的太子之位 并将其囚禁 随凭侯府因赵元坤参与谋逆的关系 被抄家 流放三千里 太子在囚禁中不知怎么地跑了出来 分而逼宫 皇上在公乱被人趁机刺杀身亡 被禁卫军打成重伤的太子 被三皇子拿下 玄机自吻而亡 三皇子即位 这一次的边境战败 以及后来的谋逆公乱 因皇上 太子 二皇子 四皇子 五皇子 都牵扯其中 本就与他们关系错综的勋贵世家 完全不能置身事外 三皇子本就在边境战败后 掌握了军权 以公乱之中 又掌握了御林军 他登基即位后立即清算勋贵世家 整个京城被御林军围住 现在京城的许多豪门大户 有的被抄家 有的被流放 有的被贬折 清洗之后 朝堂一片清明 掌握大权的 都是三皇子的亲信 和科举上来的寒门子 清洗之后 剩下的不多的勋贵世家 都夹着尾巴做人 登基后的三皇子 不像当今皇上一样 被勋贵世家捆绑束缚 而权柄在握 真正成为了一言九鼎的国君 在这两场大动荡中 他因嫁得早 并没有被随平侯府连累 傅云朗更是因祸得福 因死了副兄 直接继承了爵位 并在三皇子登基后得了重用 本来他刚嫁过去 平男侯和平男侯世子 就战死沙场 他的三叔被砍头 随平侯府被抄家流放 他的婆婆本就暗恨他 迷了傅云朗的心 让傅云朗死活闹着要娶他 婚后又把他当眼珠子疼 十分看他不惯 于是就骂他是不祥之人 但他的外祖父魏秋 因出身寒门又有能力 被三皇子重用 直升太子太父 婆婆对他不满 也不敢把他修回去 最后不得不对他和颜月色 他和傅云朗 上辈子就是两场大动荡的受益者 所以 他要阻止这两场政治动荡的发生吗 他一个小小的普通女子 有什么能力阻止 稍有不慎 他将跌入万劫不复吧 而且 这辈子未加被抄 未施被斩 随平伯府分家 他即便成为了京城女子书院的学生 也依然很难再嫁进平男侯府 就算他想办法阻止了后面那场动荡 于他而言 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他没能成为平男侯夫人 傅云朗却依旧倾云直上 那他岂不是为人做了嫁衣裳 想到这里 他脸上露出一抹悲凉 姑娘 东西已归制好了 夜也深了 咱们回去吧 福叔见他站在那里久久不动 忍不住出声道 赵如雨被他的话语惊醒 从悲伤的情绪里抽离出来 他望着灰黑的天空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算了吧 别人的生死 关他什么事呢 如果他过得不好 别人的荣华富贵与他何干 便是三叔给他爹弄的这个 精卫指挥使司的职位 他也不想阻止 阻止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 爹爹不当官 就只是普通庶民 他也成了平头百姓 更加配不上傅云朗 可当了官 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所以 他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候 让父亲别去帮三叔做事 别参与到太子的势力去便可 同时 他也会为他跟傅云朗的婚事而努力 只要他抓住傅云朗的心 并且对他有所避意 他们的婚事 还是能成的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想办法 阻止三叔给父亲一的这门亲事 别让父亲跟三房搅合在一起 这才是于他而言 最最要紧的事 理清楚头绪 他转过身 朝赵静安的院子而去 姑娘 您去哪 福叔总感觉自家姑娘很不对劲 可到处人多嘴杂 他又不好询问 见姑娘没回自己的新院子 而是去了赵静安那里 他只得提着灯笼跟上 我去看看哥哥 赵如雨道 赵静安自打昨日去牢里看了卫士 浑浑噩噩的被带回家后 就一直高烧不止 赵静丽沉默地陪他去打听消息 沉默着陪他去看望卫士 沉默地守在他的病床前 自打从大房搬回二房 他统共也没说过几句话 二房的院子需要调整 赵静丽搬过来后 没去赵元良给他安排的院子 直接住进了赵静安这里 赵如雨跟着小厮进去 就看到赵静丽衣衫仍然十分整齐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面容憔悴 表情漠然 看到这样的赵静丽 赵如雨心里涌起一种 同病相连的复杂情绪 赵如雨重生 使得这辈子情况改变极多 除了她 影响最大的就是赵静丽了 上辈子 赵静丽如今还好好的在大房 做她的侯府世子 当她年满十六岁的时候 大夫人变卖了自己的嫁妆 替她谋了一个差事 又替她说了一门好亲 那时的赵静丽笑容灿烂 意气风发 只是没过一年就被赵元坤连累 流放三千里 余生凄凉 这辈子 她失去了世子之位 回归了二房 头上有了那样一个为她所增业 却又一心为她打算谋划的母亲 每日要面对一向看不起的父亲 她的心情是崩溃的吧 但从云端跌落 以后却不用被三房所牵连 免去了被流放的命运 所以这份改变 对赵静丽而言 还是好事吧 赵如希重生 改变了随平伯府所有人的命运 于他人而言是好事 可对他而言却是坏事 想到这点 赵如雨的心情 一下子又跌落到了谷底 服输间自家姑娘又发愣了 偏大少爷也不理睬她 场合有些尴尬 她不由伸手 扯了扯赵如雨的衣袖 赵如雨这才回过神来 上前几步 轻唤了一声 大哥 赵静丽转过眼眸 似乎这才发现她到来 她点了点头 便又转过头去 盯着廊上尖要的红红的炉子 二哥如何了 赵如雨指得又道 赵静丽没有转头 声音沙哑 请了御医来看过 喝了要好多了 现在烧已退了 师郎中的医术虽然高明 却仍拿赵静安的病 束手无策 可分家了 赵元良身为庶民 是没有权利 请御医来看病的 还是赵静丽 让小厮去求了赵元勋 让他拿帖子请御医 御医开了药方 又用爱酒 给赵静安治疗了一番 一直在说胡话的赵静安 才安静下来 沉沉睡去 烧也退了 似乎觉得自己 这样冷淡有些失利 便多说了一句 明早他醒 我告诉他 六妹妹来看过他 赵如雨点点头 言归正传 我过来 除了看完二哥 还想跟你说一件事 赵静丽眉头一皱 这才转过头来 望向赵如雨 什么事 赵如雨扫尸了院子一眼 咱们能进屋说话吗 赵静丽迟除 如果两人是亲兄妹 进屋说话自然没什么 可赵如雨 跟他并没有血缘关系 要是被人说起 实在不好听 赵静丽一向不大喜欢赵如雨 他总觉得 这位妹妹小心思很多 不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他淡淡道 就在这说吧 我没有什么话 是别人不能听的 这话简直跟赵如雨同出一辙 让赵如雨很不喜欢 他压住心头的不悦 低声道 刚才三叔来找爹爹 说让三婶帮爹爹说一门亲事 赵静丽一正 转头看了他身后的屋里一眼 赵元良娶不娶亲 跟他没关系 但赵静安恐怕会受不了 整个随平伯府三房人 唯有赵静安对卫士感情最深 要是他知道 母亲被关在牢里等待备展 父亲这边就迫不及待要去欣喜 不知会如何爆发 他站起身来 对赵如雨道 到这边来说吧 说着 往前走了一段路 到了他自己的屋子门前 确定这里说话 赵静安即便醒着 也听不见他们的话 赵静丽这才道 说吧 说完这话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赵如雨一眼 揣摩他来找自己说 这是为了什么 可不用他猜 赵如雨就说了出来 我以前常听老夫人 说三叔野心大 生性凉薄 对大伯和爹爹 没有半点手足之情 以前还没分家 他几乎是不跟咱们这房来往的 一年里跟爹爹都说不上几句话 我总觉得 他看不起爹爹 赵静丽眉头又皱了起来 所以我总觉得 三叔这么热心地替爹爹说眉 还在这种时候 似乎是不怀好意 可我看爹爹挺高兴 我也不好泼他冷水 想来想去 我也没人商量 这才来找二位哥哥 赵静丽神情稍缓 对赵如雨的语气 也温和了许多 六妹妹 这是你做的对 三叔这人 说话做事总有目的 他此来 不知又打什么歪主意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 你只管来找我和静安 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休其与共 要齐心协力才好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赵如雨对赵静丽 展开了一个友好的笑容 二哥那里 就拜托大哥劳累多照应了 不过 大哥也要保重身体 二哥明日要是病好 看到你这样 他也会心里不安的 他的烧机已退了 你晚上也早些歇息吧 有下人照看着 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又十分关怀体贴地道 好 多谢 赵静丽这声感谢 又真诚了一些 从赵静丽的院子出来 赵如雨望着天上 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月亮 深深地吐了口气 他现在很想傅云朗 很想很想 他很想把一切都告诉傅云朗 让他替自己分担烦恼 让他帮自己分析局势 他想做上辈子 那个什么事都不用发愁的小女人 只须如小鸟一般 唯一在傅云朗怀里 让他给自己挡风遮雨 只是他不能 傅云朗如果知道 他不是以前的那个赵如雨 而是重生的 会害怕吧 被赵如雨惦记的傅云朗 跟他分开后 就直接去了二皇子 萧令浦名下的一处宅子里 参加接风宴 前段时间 他跟五皇子去了一趟江南 今日才回到京城 萧令浦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来参加宴会的 是一群平时一起打马玩乐的世家子弟 大家说说笑笑 很是热闹 一个年轻公子 看到傅云朗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喝酒 闷闷不乐 笑问道 傅二你这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为小美人发愁呗 另一人开玩笑道 大家都笑了起来 傅云朗抓起面前的一个吹饼扔了过去 笑骂道 滚 大家打闹惯了的 对方也不以为意 结果吹饼顺势啃了一口 坐到傅云朗身边来 见大家都在说话 并没有注意他们 他拍拍傅云朗肩膀 叹了口气道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赵如雨有什么好的 把你迷成这样 大静鸣风开放 很有几分唐朝的味道 性情活泼的贵女 也经常往外跑 在一起打马玩乐 跟其他熏贵公子 也常常玩到一块 互相之间看对眼的事 也时有发生 熏贵子弟 也是有阶层有圈子的 顶尖的那一波 有他们的圈子 中下层熏贵 也各有自己的圈子 正因如此 那些互相看对眼的亲事 往往门当户对 长辈们也乐见其成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大静京城的豪门贵族 基本上都会在儿女 快要急急成人的时候才一清 就怕儿女到了花兴之年 另有行上人 当然 也是防止其未婚夫 妻妖折 让自己的儿女 背上客夫或客妻的名声 因为民风开放 傅云朗和赵如雨 作为甜宠闻的男主 女主 都是恋爱闹 两人互相钟情 也不必会让人知道 所以 萧令言隐约 听随从提及过此事 这人叫张思义 他有个妹妹跟赵如雨玩得好 一群人又经常出去玩乐 他们兄妹都知道 傅云朗和赵如雨的这点事 见傅云朗听了自己的话 脸色沉了沉 很显然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张思义就感觉没趣起来 星星 你一个人在这里思念家人吧 我去那边坐去 他将椅子挪了挪 往主桌那边方向靠近一点 转移注意力 去听两位皇子和傅云开等人的谈话 他们都是薰贵子弟 年纪也相当 大家平时一起玩乐 凭喜好交友 跟战队无关 家中长辈 也乐得晚辈们这样私下里交往 以后遇到男士 凭着少时的这点情谊 没准就能救他们一命 因此 萧令浦今晚设宴 只言语了一声 就有十几个少年来赴宴 宴席摆在萧令浦宫外的别院大厅里 分了两桌 四周点了灯笼 把整个厅堂照得十分亮堂 做主桌的人 除了两位皇子 其他的都是如傅云开这样 有世子身份的 大家都是十五 六岁的年纪 已跟着父辈学着打理家事 因此所谈的 都是各地的风俗 和家里所经营的营生 哪样营生赚钱 哪里的田地好 哪里的官饭聊事有庄子卖 大家聊得甚是热闹 有时候聊着聊着 就能谈成一笔买卖 谈成的买卖 拿回家去告知长辈 有时候对自家家族生意 能产生很大影响 收益颇多 这些子弟 自己也越发受长辈重视 得长辈夸赞 因此 京城越来越多勋贵家的世子 想要加入到这宴席中来 无奈萧令浦和萧令妍两兄弟 行事谨慎 未免受皇父斥责 和其他皇子的妒忌弹劾 只把世子人数控制在五六人之间 其他在家里不掌权的公子 也在这个树里 否则就要被说成结党营私 不知那魏丘名下财产何时发卖 听说他在北宁有两个大庄子 另在其他县里也有几个 京城的铺面 宅子也有不少 这一 二十年光景 他倒是发了好大一笔财 坐在萧令眼下手的是 曾家的公子曾颂 他跟两位皇子是清表兄弟 故而每次宴席都有他的位置 而且说话也相对随意 听说他二儿子读书不行 却十分擅做买卖 一个柿子道 另一个柿子立刻比 什么会做买卖 这话也就糊糊外人罢了 朝堂上谁不知道 魏丘这人善钻银会计较 又做过好几年的肥差 他这份家业 来路的可不简单 傅云朗听到这些话 心情愈发郁闷 给自己争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张思义见状 眼珠转了转 凑近傅云朗道 你不是得五爷青睐 跟着他去了江南吗 不如你求求他 让他跟贵妃娘娘说一说 如果能得贵妃娘娘 替你说一句话 这门青史就没有不成了 傅云朗顿时心动 抬起头来看向萧令年 他这次去江南 五皇子虽然跟他 说话的时间很少 但对他一直很关照 让属下给他安排的 妥妥贴贴的 还亲自指点了 他做买卖的门道 如果他向五皇子求助 五皇子应该不会置之不理吧 因为萧静 宴席的时间也不长 隔了没多久 大家就散了 二位皇子身份高 自然是他们先行 傅云朗跟在傅云开身后 送两人上车的时候 故意搭拉着脑袋 露出一副愁云惨淡的神色来 果然 五皇子萧令眼见了就问道 云朗怎么了 刚回京城的时候还好好的 这会儿怎么愁眉苦脸的 傅云开看了弟弟一眼 眉头皱起 正要阻止傅云朗说话 就听傅云朗道 我才回京城 就听说了魏家的事 魏秋最有应得 但我婚事却起了波折 你的婚事 如何跟魏家扯上关系了 萧令眼问完 这姑娘正是缓平侯府的 难道 他的外祖是魏秋 他的母亲是霍展的卫士 正是 傅云朗沮丧道 想来你也知道了 赵姑娘其实是报错的那位 不是卫士亲生 他为人十分善良 跟他那养母完全是两码事 怎么能因为这个 而否定他呢 他嘲笑令普和萧令眼深深一一 二位爷见谅 云朗不敢以私事 耽搁了二位爷歇息 也请上车回宫吧 他并不傻 他知道 如果直接提出要求 定然要惹二位皇子不高兴 这世上 有多少人有求于二位皇子呢 他脸可没这么大 即便看在他爹和兄长的面上帮了他 二位皇子心里也存了疙瘩 往后对他们平安侯府 态度肯定会疏远起来 而且他是因为母亲不同意 他娶赵如雨为妻 才出口相求的 目的是 想让他们用强权来压制自己的母亲 这种行径 就是不孝 二位皇子和岑贵妃肯定反感 即便相求也不可能帮他 所以 他只需要露出一抹忧伤惆怅就行了 如果五皇子真的有心 定然会跟岑贵妃提一提的 萧令衍跟萧令谱告辞一声 上了马车 傅云开是武将 傅云朗一打小练武 兄弟俩出行一向骑马 只今晚喝了酒 家中便备了马车 兄弟俩目送二位皇子离去 这才上了自家马车 张思义混在人群里 跟着送二位皇子 现如今看到傅家兄弟一起上了马车 他这才露出一抹冷意 也上了自家马车 马车上 一坐稳 傅云开就瞪着弟弟道 说吧 你打的什么主意 这会儿面对兄长经不住两分针 八分假的哭了起来 哥 你帮帮我吧 魏家出了这样的事 魏氏还被砍头 娘一定不同意我的婚事 哥你帮帮我 傅云开平时虽跟弟弟在一起的时间少 但他和赵如雨的婚事 傅云开还是知道的 闭嘴 他低声喝道 魏个女人哭哭泣泣 想什么话 难道这偌大的京城 闺秀无数 就找不出一个比赵姑娘更好的 娘不同意 自有她的道理 自古婚姻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母亲养育你不容易 你为了女人就罔顾她的意愿 怎么还有脸哭 还把事情闹到二位皇子面前 哥你根本不懂 傅云郎也是被爹娘宠着 被哥哥护着 长这么大的 有人性的资本 一听他哥这话 他就哭得更凶了 不管别人如何好 我也只喜欢他一个 我这辈子 也只喜欢他一个 要是不能跟他成亲 我宁愿不娶妻 否则我自己不痛快 也对不住别人 傅云开皱皱眉 没有说话 傅云开今年十七岁了 自十五岁起 就定了亲 不过他那未婚妻恪守规矩 而他自己 则一直跟着父亲在边疆 两人同共就见过两回面 见面时都没说过几句话 傅云开连对方长什么样 都没记得了 他春末从边疆回来准备完婚 却不想他那未婚妻 在成亲前忽然得了疾病 一命呜呼了 傅云开需得守七岁一年 到明天才能再一亲 所以对于弟弟所说的话 他实在无法理解 哥你帮我劝劝娘 好不好 哥求您了 傅云朗央求道 傅云开没有说话 静静注视了傅云朗一会儿 问道 你方才在两位皇子面前 连情绪都不遮掩 是不是觉得 二位皇子对咱们好 不会因为这是生气 另外 你也希望他们能帮你 傅云朗的哭声 一下子停住了 他没敢看傅云开 嘴里嘟咙道 没有 我是因为心里难过 所以才没能控制住自己 这种事 二位皇子怎么会帮我 帮也帮不了不是 傅云开见他这样 失笑一声 没有再说话 他这弟弟 向来有个毛病 一撒谎就眼神飘忽 心虚的不敢看人 他在二位皇子面前 耍着心机 打量自己不知道吗 二位皇子人中龙凤 再是聪明不过的 你在他们面前耍心言子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是 看在我的面上 不跟你计较而已 他道 往后你再如此 发现一次 我就把你送到军中去 不到十八岁 不许回来娶妻 哥 傅云朗惊恐的叫了一声 见他哥搬着脸 表情严肃 这才低下头做老实状 我知道了 傅云开看了他一会儿 这才有开口道 你这次跟着五皇子去江南 有什么收获 这次是江南粮税出了些问题 在陈太夫的极力推荐下 皇上便把这份差事 给了五皇子萧令妍 今天萧令妍回来 去皇上面前交差 听说得了皇上好一通夸赞 还赐了一处宅子给他 傅云朗跟萧令妍的年纪相当 人家五皇子 都能单独去江南办差 还办得如此出色 自己这个弟弟 却为个姑娘哭唧唧 傅云开想知道 傅云朗出去一趟 到底有没有点长进 傅云朗道 江南富庶 物产丰富 这次 我去跟当地的绸缎商接触过 决定回京开几家绸缎铺子 这是 你跟五皇子商量过吗 我跟他提过一嘴 五皇子说不错 不过他也说了 这买卖有许多世家都在做 竞争比较大 如果咱们够近的绸缎 没有什么特色 估计会比较难赚钱 那你认为呢 我觉得五皇子说的有道理 所以 特意选了几家花色独特 织法也不同的商家合作 这些绸缎 虽然价钱高些 但京城人可不缺钱 又喜欢攀比 只要几位身份高贵的夫人穿出来 把绸缎的名号打响 就不愁没人上门 傅云开打量着自己这个弟弟 像是不认识他一般 这些话 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五皇子说的 傅云朗不自在地挠了挠头 他知道兄长什么意思 他倒想说是自己想的呢 却不敢在兄长面前撒谎 更不敢抢五皇子的功劳 他善善道 是五皇子说的 我也有这么个意思 傅云开点点头 你能跟五爷出去一趟 见见世面 多长长见识 甚至得五爷亲自指点 本是你的荣幸 可我看你 似乎没什么长进 今晚你在干什么 你听到五皇子他们的谈话没有 傅云朗气恼 不高兴地问道 说了啥 他今晚满脑子都是赵如雨那双泪眼 根本没注意大家在聊什么 傅云开见状 只想叹气 说魏秋家里的庄子和铺子宅子 提起魏秋 傅云朗只想得到他的作为 给他与赵如雨的婚事带来的阻碍与麻烦 完全不知道 他家的铺子田产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见傅云朗一脸茫然 显然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傅云开终于没忍住 重重地叹了口气 二弟 我成亲之后 很快就会去边疆 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母亲年纪大了 两个弟弟年岁上小 还是树出 这个家 还得你支撑起来 傅云朗点点头 我知道 哥你放心吧 知道 你知道个什么 傅云开恨不得把傅云朗的脑袋敲开来看看 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话 你还没明白吗 咱们家被人称作新贵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就是底子薄 没根基 哪怕父亲在边疆打胜仗 得了朝廷许多赏赐 可家中的田产扑面 跟人家真正的施加比 却还是差得远 你不是说 你要学着打理书吗 看你跟人合伙开银楼 我还挺高兴 可现在有大力摆在眼前 你竟然毫无所觉 一心只想着 那什么赵姑娘 你真叫我失望 傅云朗从来没听兄长说过这样的重话 他一下子仗红了脸 不是羞愧 而是气的 说起来 傅云朗也不过只有15岁 平南侯夫人 因为丈夫和大儿子都在边疆 对这个陪在自己身边的小儿子 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宠得很 所以 也养成了傅云朗 万事不操心的脾气 要不是认识了赵如雨 经赵如雨提点 他想要在父兄和母亲面前 争一争话语权 想让两人的婚事能更顺利些 他还真没想过要操这些心 去学什么术物 搞什么营楼 他疼得一下站起来 冲着傅云开嚷嚷道 是 打小在爹娘眼里 我就不如你 我知道爹娘看不起我 你也看不起我 在亲戚朋友面前 他们永远看得到你而看不见我 我一辈子不如你 成了吧 你是世子 担起家里的责任 不是应该的吗 我又不是世子 我要那么能干做什么 我能干了 你能睡得安稳吗 傅云开一下子 把拳头握得死紧 如果眼前这人不是自己弟弟 他已经一拳打过去了 他很愤怒 也很伤心 作为武将的长子 他打四岁起就开始练武 他从来就没有过童年 小小年纪 他就跟着父亲上了战场 杀了人 他吃不下睡不着 一闭眼 就是被他砍下的头颅 喷洒在他脸上的鲜血 可面前他这个亲弟弟 看不见他的付出与辛苦 只看得见他人前的风光 傅云朗舒舒服服地窝在母亲怀里 锦衣玉食地长大 却极恨自己这个在战场上 拼杀地站着世子之位的兄长 傅云开心里堵得难受 眼眶发色 他的拳头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 极力地压制自己的情绪 傅云朗听到兄长呼吸急促 神情不对 也意识到了自己言行的过激 他赶紧道歉 大哥 对 对不起 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 你别太硬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摇摇唇 没说下去 傅云开注视着傅云朗 没有说话 作为武将 最平常的死法 就是战死沙场 他既选择跟父亲走同样一条路 以后肯定会长期驻守边关 以后 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家里的母亲 他以后的妻儿 都得傅云朗照顾 这个弟弟再不懂事 他也只能把家托付给他 傅云开深吸一口气 放缓了语气道 你可知道 你这次跟着去江南 就是我特意向二皇子殿下要的恩典 趁此想让你跟五皇子亲亲亲近 有了这份交情 又有二皇子的照幅 我跟爹在边疆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也能立得起来 在朝堂上也能有个一长 一听这话 傅云朗就变了脸 哥 你说什么呢 有你这么皱自己的吗 我跟你说啊 家里的事还得靠你和父亲 你们可别想把家甩给我 自己在边疆逍遥快活 他是有些嫉妒兄长的 但并不希望兄长死 见弟弟这反应和话语 透露出来的关切和紧张 傅云开的心情好了不少 行 你不爱听 我就不说了 说太多 伤感情 傅云朗的语气也缓和下来 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只是我要是取不到如雨 我这心里就怎么也定不下来 做什么都不得尽 你替我跟娘好好说说吧 反正你是老大 是世子 要取门当户队的姑娘 我作为小儿子 随便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 我又不需要席角 取门钉那么高的干什么 没得跟大嫂争长短 你说对不对 语气很是真诚